乖乖女沈志义母胎单身24年 却突然闪婚了个高冷静愈的大帅哥 婚前说好是协议婚姻 不能对其他有非分之想 可没想到婚后却根本不是所谓的协议 她是一个吃人的怪兽 将人抵在墙角各种撩搏引诱 恨不得一天24小时折磨沈志义 4月西州 旺幽咖啡馆门外 沈志义用化妆镜查看了下闺蜜 给她打造的无敌经验妆 确保万无一失后慢悠悠地踩着粗根驴蹄鞋 走进了咖啡厅 目标明确直奔九号卡座 走到跟前她礼貌地询问 商先生是吗 文生男人缓缓抬头 一张五彩斑斓的脸映入进了商时序的眼眸中 她眸光微顿了数秒后 波澜不惊地应了声 嗯你是沈小姐 对我就是沈志义 她从头到尾都没敢看她 将视线瞥向别处 咬着牙自信满满地 扬起惊艳的脸蛋 一副解释天下第一美 赛过貂蝉和西施 商时序眉头倾簇着 不忍直视地将目光移在了自己的咖啡杯上 这就是爷爷天天在她面前唠叨的小可爱 她刚刚差点以为她 是从戏台上刚下来 还没来得及脱妆 腊白的脸上是夸张厚重的烟熏妆 深色即腮红 以及被她涂抹了好几遍的八笔粉唇瓣 这女人的品位真是顶级顶级的 几秒钟过去 沈志义都没听到意料之中的嫌弃声 这让她有些纳闷 这么淡定 溜啊 她将心意横 豁出去了 下不跑她 就恶心跑她 夹着嗓音 故作交态 我这样漂亮吗 问完还配合动作 抖了抖身上 如同裹了床棉被般的粉色肥大风衣 好家伙 人家是脖子以下都是腿 她倒是脖子以下就没见腿 嗯 很特别 她脸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 嗓音低沉浑厚 语气沉着淡定 这男人确定眼神没问题 她忍不住将视线转过来 刹那间 四目相对 她全身瞬间僵硬住了 男人一身黑色西装 泰然姿若地靠在卡座上 五官深邃清俊 高挺的鼻梁上 戴着一副银边眼镜 优雅金贵中 又带着几分斯文禁欲感 这就是商业口中 28岁了 还没找到女朋友 连家里狗子都嫌弃的老圣男 在她的料想中 有房有车 有事业 竟然都没女孩子要 那肯定是又矮又胖 长得还寒碜 好家伙 竟然判断失误了 人家不单只长得帅 而且还是顶配版的 这像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人 说出来 恐怕鬼都不相信 今天倒是她自己 真的成了小丑了 呜呜 现在刘还能来得及吗 见人傻愣在那不动 伤时序淡漠地出声 沈小姐打算一直这么站着 沈志一回神 尴尬不已 不 不好意思 呵呵 再思考一些事情 但又在心里安慰自己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反正出了咖啡厅 两人也不会再见面了 落座后 她冲身旁的服务生轻声道 给我一杯摩卡 谢谢 清浅的笑容 让她那张惊艳的脸 看上去有些惊悚 服务生身子不自觉地抖了下 将映着表情给她下单后 转身快步离开 她的这些反应 毫无意外地 都被沈时序收入眼底 她神色不变 漫不经心地开口 沈小姐应该也不是自愿来的 沈志一 哥们 你真是好眼烈 但她不能直接承认 不然回去没办法 和家里那两位交代 她咧嘴轻笑 伤先生猜错了 我是很自愿的 话落 她心虚地不敢和她对视 低头赶紧抿了口咖啡 伤时序不打算揭穿她 低笑了声 接受赏婚吗 沈 什么 沈志一没忍住 惊呼出声 她刚喝下去的咖啡 也呛在了喉咙里 嗨嗨 咳了一阵后 终于顺平了气 清澈明亮的姓谋 争得圆圆的 很是不可置信 和你 伤时序迎上她惊讶的眼神 淡然道 对 和我 即使是再说自己的婚姻大事 她依然是面无波澜 看不出一丝别样情绪 好像在说一件极其平常的小事 沈志一身子向后靠了靠 眯起眼眸 和她对视了数秒后 你认真的 她在思考这男人说的话 究竟有几成可信度 才见一面 就要和她赏婚 莫非 她是有什么阴谋 嗯 好像也没可能 人家能谋她什么呢 一没拳 二没才的 不过 这大帅哥 确定脑子正常 她很是怀疑 当真有男人 一点也不在意 女人的外表和长相吗 伤时序眼神毫无躲闪 对上她的眸光 阴挺的剑眉微微上扬 淡然勾纯 我做事一向讲究效率 老爷子在家闹绝食 再不给她把孙媳妇领回家 估计她老人家 能使出更厉害的绝招 她不得不妥协 沈志一的外公 和伤时序的爷爷是战友 两位老人早有撮合 小辈结亲的意向 因为两个当事人的不配合 这事就拖到了现在 沈志一 果然是功课难思维 连结婚这种人生大事 都要讲效率 只是这口味 是不是重了点 她很好奇也很费解 终是没忍住 善善地问 你喜欢重口味的 原本她想说 你今天戴的眼镜 确定正常 伤时续眸色暗了暗 嗓音中带着几分弱不惊心 我相信爷爷的眼光 沈志一撇嘴 屁话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不等她有所回应 紧接着又听她 低沉浑厚的嗓音响起 我对女人和感情 没什么兴趣 沈小姐听过刑事婚姻吗 刑事婚姻 对女人不感兴趣 难道她是 猛然想到什么 沈志一看她的眼神 瞬间变了 原来是 伤时续当然 没有错过她脸上的精彩表情 沉着脸 冷声打断了她的一响 我兴趣向正常 不喜欢男人 这人是有读心术吗 这么清楚 她脑子里在想什么 既然不是基劳 那就是不行了 她轻了轻嗓音 她抬眸轻笑 巧了 我对男人也不感兴趣 尤其是长得很帅的男人 尼玛 真够绝配的 伤时续听闻 谋底闪过一丝 微不可察看的惊诧 转眼即逝 她仰起嘴角 看来我们倒是挺般配的 男人清冷的面容上 陡然散开一波 意味深长的笑意 沈志一差点 被她这出其不意的笑容 给谎花了眼 没想到 男人笑起来 也能灿如星辰 嗯 还真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个不喜欢美女 一个不喜欢帅哥 某种想法 简直和谐的冒泡 思考了片刻后 她问 今天就领证吗 因为父母失败的婚姻 让沈志一对爱情和婚姻 都没什么期待 但又不想外公和妈妈 替她操心 形式结婚 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不用付出感情 即使将来离了婚 也不会有情感上的伤害 伤时续白皙修长的指尖 敲在桌面上 悠然道 沈小姐要是很急的话 今天也行 什么叫她很急 不是她说要笑绿的吗 这狗男人 花花肠子还挺绕的 都能赶上山路十八弯了 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男人虽绅士 但也腹黑 一切谈妥后 伤时续给自己的助理 打去了一通电话 二十多分钟后 助理过来给两人 送证件的时候 差点被严洛丽 惊艳地打扮给惊吓到 妈呀 她的小心脏啊 太吓人了 总裁口味这么重的吗 这整得跟个花孔雀似的 总裁也能啃得下 他默默地汗言 果然 大佬的承受能力 不是一般人能比你的 到底是跟着伤时续 见过世面的人 助理瞬间收住 不适宜的表情 换上专业得当的微笑 将从沈母那里 拿来的户口本 和身份证地上 沈小姐 这是你的证件 谢谢 沈志毅礼貌地起身接过 台眸对伤时续 那双漆黑深邃的眸子 坦言道 不好意思 去修整一下妆容 助理 还 还要修 妈呀 不会弄成唱大戏的吧 带人转身走后 他终于忍不住问 总裁 你真的听从老爷子的安排 和这个沈小姐闪婚 男人扫视了他一眼 嗓音不冷不淡 你有意见 助理心颤了下 赶紧摇头 没没没 他一个助理 能有什么意见 只不过 就是替自家总裁 感到惋惜罢了 真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 当然 这朵鲜花是自家总裁 牛粪是指谁 不言而喻 作为忠心守直的下属 他不死心地再次出言相劝 这沈小姐的风格太过独特 和总裁 您一点也不大 他说的还是比较委婉的 没敢直接说 沈志义太丑了 压根配不上他家总裁 伤时续一个冷眼丢过去 没理他 滑开手机查看爷爷 追过来的打探短信 爷爷 芝芝见到了吧 是不是如我和你说的那样 漂亮又可爱 漂亮可爱 他真的很怀疑 爷爷说的 跟他见到的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很是言不由衷地回了条 嗯 还行 爷爷 嘿嘿 算你小子识货 助理不小心瞄到了 两爷孙的对话 心里猛然间 犹如一万羊驼奔过 妈爷 原来眼光 也是有基因的遗传的 就在他暗自 付匪自家总裁的时候 一位仙气飘飘的美女 向这边走来 女孩夫若宁芝 信念灵动 左眼尾处的泪志 让他精致清纯的五官 增加了几分明念感 微卷的披肩长发 用一根发带绑在了脑后 露出修长细嫩的天鹅景 白色衬衫竖竟 蓝色过犀牛仔裙 小妖不过盈盈一握 手臂弯处 还搭了件眼熟的粉色风衣 没等他回过神来 就见美女和自家总裁说了句 走吧 商先生 商时序漆黑如墨的谋底 闪过一瞬即逝的惊讶 他一早就看出 沈志义是故意半丑的 只是没想到他素颜这么漂亮 倒是有些意外 眼看着自家总裁 和一个美女走了 助理是又喜又疑惑 不解地追上去询问 总 总裁 我们不等沈小姐了吗 听到点名 沈志义蹲住脚步 将搭在手臂上的风衣 重新穿在身上 转身冲他露出一个 歉意的微笑 我在这呢 这声音 还有这奇葩的风衣 的确是沈小姐没错了 只是这张脸 怎么就去了趟洗手间的时间 就变了呢 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助理好像被定住了般 僵硬在原地 随后又不可置信地 看向一旁的商时序 想从他那里得到否定的答案 可惜没有 助理惊讶地开口 你 你是沈小姐 不好意思 吓到你了 沈志义有些窘 早知道就不准那一出了 助理 现在的女孩子玩得 可真话 美女非要变装成猪爬猪疤 非要伪装成美女 都说 女人心思你别猜 猜来猜去你也猜不透 今天可是让她眼界大开了 回过神来 助理干大地笑了两声 还好还好 随后她将一辆黑色的宾利开了过来 沈志义在看到车子后愣住了 现在小公司的老板都这么好的吗 其实她不知道 这辆已经是商时序车库中最普通的一辆了 在惊讶和疑惑中 沈志义上了他们的车 一个小时后 西州分区民政局大厅外 沈志义看着手里刚刚领到的红本本 内心感慨良多 一个多小时就把自己成功脱单了 这速度 这效率 除了她俩 恐怕也没谁了 一天恋爱都没谈过 就这么成了已婚妇女 盈盈 好亏啊 接完电话的商时序 妄想站在一旁走神的闪婚小妻子 面上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 她淡默的出声 我的房子在引领国际科技园那边 方便的话 找个时间自己搬过去 话落 她向助理示意 将早已准备好的钥匙和房子的地址递上 她说话时 虽还算温和 但却也带着难以靠近的疏离感 沈志义正了下 这是要同居吗 虽然这男人帅出了天际 但她不太想和他住在一起 她下意识地脱口出 不就在一起不行吗 男人神色微顿了一下 眉梢微微上调 嘴唇半勾起 沈小姐的担心有点多余了 我对你没兴趣 沈志义 狗男人 看不起谁呢 说得好像她对他有兴趣似的 她扬着下巴 一字一句 那太好了 彼此彼此 我对沈先生也生不出一丁点的兴趣 利落地接过助理手中的钥匙和地址 补了句 过两天 我收拾好了就搬过去 沈时序很满意她的知趣和本分 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递到她面前 这是我的副卡 家里需要买什么都可以 刷这张 沈志义微微一愣 没想到 这人得心不怎么好 倒是挺大方的 但她不想用她的钱 两人是刑事婚姻 没必要在金钱上有牵扯 想也没想 就一口回绝了 不用 我没花男人钱的习惯 伤识续谋色微沉 她还是第一次见不愿意 花男人钱的女人 不管沈志义说的是真心话 还是装的 她都不在乎 虽然两人没有感情 但既然领了证 她会担起作为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 当然 夫妻义务除外 她强势地将卡塞到了她手里 声音冷漠如常 我也没花女人钱的习惯 沈志义 狗男人 是杠精吗 由于两人离得比较近 沈志义闻到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松香味 轻而不腻 就在她猜想 这是什么牌子香水的时候 耳畔响起 她低沉声 希望沈小姐恪守分寸 不要试图妄想 不该有的 沈志义 狗男人 你还真是迷之自信 她咬牙切齿地吐了句 商先生 自恋过了头 就是一种病 得治 男人黑着脸 转身上了车 沈志义对着 远去的车影疯狂地吐槽 你以为你是人民币 人见人爱啊 她刚在路边拦了辆出租车坐进去 沈母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喂 妈 结婚证在我包里装着呢 下班回去就拿给你 沈志义以为 妈妈是迫不及待地 想看她的结婚证 谁知沈母说的却不是这事 你商业刚刚来咱们家了 顺便让人把你的东西 一块都搬走了 什么 沈志义瞬间梦了 那岂不是今晚就要去自恋狂加税 你妈 她刚刚还狠狠地喷了人家一脸呢 打车回到咖啡厅后 沈志义就开着自己的欧拉猫兰小可爱 回了工作室 她学的是服装设计专业 研绎的时候和大学同校师姐 共同创办个人工作室 刚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坐下 闺蜜慕妮就闯了进来 她赶快从一旁拉过一张椅子 坐在沈志义的办公桌对面 一副坐等听八卦架势 宝 今天相亲战况如何 对方没被你吓出阴影来吧 沈志义今天相亲的造型 就是她给设计的 所以才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效果 郑都领了 你说如何 沈志义坐在办公椅上 直到现在人还是恍惚的 今天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啊 由于太过惊讶 慕妮嘴巴张成了O型 这也能相亲成功 真是活见鬼了 她不会是个瞎子吧 沈志义腻了她一眼 视力是不太好 不过她戴了眼镜 慕妮 还真是眼神有问题 她郁闷了好一会 才消化掉闺蜜 已经闪昏了的事实 闺蜜一副自家教养的白菜 被猪拱了的表情 你压得 没早恋 倒是早昏了 话落 还是我们家软糖靠得住 软糖是她养的 一只萨摩椰犬 沈志义见她一副 愤愤不平的模样 有些哭笑不得 杨纯打趣道 所以啊 你要赶紧去找个男朋友 好好体会一下恋爱的感觉 慕妮娇穿了她一眼 你当时去菜市场买菜呢 说找就找 虽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遍地跑 但要找到那个对的人 谈何容易 对了 你那便宜老公长得怎么样 身材好不好 沈志义 果然是眼狗 对男人的评判 永远不出这两条 索性从包里掏出结婚证 拍在办公桌上 给自己看 慕妮接过结婚证 被两人高颜值的结婚照 给惊艳到了 两眼放光地 盯着照片中的伤时序 惊呼一声 哇 精品难啊 没想到 闺蜜闪婚的这个男人 长得这么帅 气质也这么好 隔着手机 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肌肉感 慕妮 芝芝 以我这24年看帅哥的经验 郑重地告诉你 这男人绝对是 人类最优质的男性 你可一定要把握好 沈志一面无表情地 从他手里拿回自己的结婚证 其他的没想过 你这是在浪费 我们万千失灵女生的资源 你知不知道 慕妮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瞪着他 沈志一一想到 伤时序那副生人物精的表情 就全身发冷 不赞同地反驳道 一点烟火气息都没有 这样的男人 你受得了 他原本想说 伤时序就是一块冰驼子 根本就碰不得 估计也没哪个女人 能走进他的心 不过他很好奇 他这是天生的呢 还是被情所伤 落下的后遗症 慕妮不知 他所想 一心扑在帅哥上 文言 一声雀跃 哇塞 还是高冷饭的 那就更完美了 他平时喜欢追剧 看爱豆 非常迷恋高冷艳势脸这一挂的 这孩子是受H剧毒害的太深了吧 慕妮是一名动物医生 他是翘板跑出来的 在这里没敢耽误太久 就回去了 晚上八点 夜色渐浓 滑灯初上 西周 望川酒吧 三楼 VIP包间内 男人靠在身后的沙发上 白色衬衫袖口 微微向上卷起 两只大长腿 随意地交叉叠在一起 轻晃了下手中的红酒杯 那样子看起来慵懒又金贵 声音低沉悦耳 喝完这一杯 你们继续 我先走 刚刚处理完工作准备回去 伤时序就被这群发小兄的 拉出来喝酒 他今天有些疲惫 想早点脱身回去休息 这酒才刚开始没几杯 郑主就要走 这群好兄弟 自然不乐意 发小一 你不会是被欺管言了吧 经过伤老爷子的宣传后 兄弟群里都已经知道了 伤时序领证闪婚的事情 发小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兄弟 你这是尚赶着埋葬自己呢 说完还不忘嘖嘖了两声 一脸可惜 沈时序放下手中的酒杯 逆了两人一眼 发小三 怎么没把弟媳也带过来 伤时序 再说吧 他怕生 两人就只是行事婚姻 没必要让他掺和到他的私人圈子里 然他这话听在几人耳内 却成了那女人 丑得带不出手 一时间 被他被迫闪婚的遭遇 生出了同情之心 伤时序可不知道 他们这群兄弟会 曲解他的意思 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腕表 出声道 走了 账单直接挂在我名下 见他一脸眷容 三人在心里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测 只能出声安慰 兄弟 苦了你了 老爷子急着抱层孙子 但你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另一位发小 要是实在下不去口 就把灯关了 别把位置给找偏了就行 医生发小 我们医院的试管婴儿技术挺成熟的 不必为难自己亲力亲为 面多这帮兄弟的胡言乱语 伤时序不予回应 出了包间 在走廊上他无意间瞥见 一抹俏丽身影 女孩身穿黑色断面 修身齐齐长裙 身姿妖娆 五官精致 一平一笑 皆是风情 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伤时序此时非常确定 武池中那个身姿妖娆 五官精致的女孩 正是白天刚和他领证的沈志毅 他眉头紧皱褐色的眸底按了几分 果断地拿出手机拨打了过去 就见楼下正手舞足蹈的某人 富尔和身旁其中一个女生说了几句 就急匆匆地离开 他眸色暗沉 暗断了拨号 抬脚向电梯走去 换乘发短信 伤 睡觉了吗 很快对方给他回了条意想不到的答案 芝芝 不好意思 刚刚睡着了没听见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 伤时序看了他发过来的两条短信后 眸底一片暗黑 原本以为是个乖巧懂事的 没想是个能装的 他没有回答信息 而是将电话打给自己的助理 西子如今直接吩咐 按我要求 你一份婚姻合约 内容一会 我发到你手机上 电话那头对助理连声应下 最后小心翼翼地补了一句 老爷子一个小时前给他的交代 总裁 老爷子要我提醒你 已婚就要有已婚男的自觉 另外还要守 守好难得 最后一句助理说得很小声 说完他就赶紧挂了电话 一秒钟都没耽误 另一边躲在洗手间内的沈志义 等了十几分钟 也不见伤识续回他信息 虽然早已经知道 他这个便宜老公不热情 但没想到这么冷酷 忍不住小声咕弄了一句 聊到一半就不理人了 这是什么毛病 他重新回到大厅里 将跳得正嗨的慕妮拉走 九点多了 该回去了 慕妮知道闺蜜家里馆的言 不敢拉他玩得太晚 OK 我去拿包包 沈志义都快到家门口了 才想起自己的东西 已经搬到伤食序那去了 这可怎么办 现在去他那吗 好像不行 他之前发信息告诉他 自己在睡觉 这时候过去 怎么解释 想了想沈志义 还是决定回自己家住一晚 明天下班再过去 当他拿着家里的钥匙开锁的时候 发现门竟然被人从里面反锁了 妈妈和外公两人的手机 一个都打不通 处于关机状态 沈志义 他是轻生的吗 就这样狠心地 把他拒之门外了 用了半个多小时 才找到伤食序所在的 新海居小区 芝芝 你在家没 芝 嗯 芝芝 我在你家门口 现在方便进去吗 他手里拿着钥匙和门禁卡 没敢直接开门进去 怎么说都是他的房子 还是先打个招呼比较好 商 梦游到我家来了 沈志义 还真是个毒蛇的家伙 忍着暴走的冲动 随便找了个借口 芝芝 睡了一觉 发现没有明天换洗的衣物 所以就过来了 消息发出去后 等了好几分钟伤时序 才给他开门 房子那比他料想的还要豪华 宽大 沈志义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中 开个小公司 有那么赚钱吗 又是豪华车子 又是豪华房子的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房间在哪 沈志义和他对视了一眼 没敢耽误 直奔主题 商时序刚洗完澡 身上穿了件灰色休闲的家居服 和白日的严肃冷俊形象有些不同 此时多了几分慵懒和随意 他身材很好 上宽下窄 流畅的线条 隔着布料若隐若现 满满的荷尔蒙爆发 沈志义不自然地一开视线 一米八八的身高 如同一根柱子 处在一米六九的沈志义面前 这让他倍感压力 懊悔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 没多吃几粒钙片 再往上拔糕几粒米 就在沈志义思绪神油的时候 头顶传来如大提琴般低沉的嗓音 除去主卧 你随意 我要那间 他抬手指向最后一间卧室 那间是离主卧最远的房间 把我房里的东西拿走 以后来书房找我 他说话的语气 就像是上司吩咐下属一样 半点不容置疑 见他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沈志义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切 当自己是霸道总裁呢 但这样的情绪 他没有表现在脸上 很是乖巧地跟着进去 将商老爷子 让人从他家里搬过来的箱子 马里地搬去 刚刚挑选的那间卧室 等收好已经是一个小时候了 他看了眼手腕的表 已经快十一点了 将散落在两边脸颊上的碎发 别到耳后 沈志义敲了几下书房的门 进去后 他直奔主题 什么事 商时序端坐在办公桌前 见人来了 将视线从笔记本电脑上一开 拿出刚打印好的两张内容相同的A4纸 放到对面 示意他坐下 这是我们两个的结婚合约 你签一下 沈志义微愣了下 没想到他还准备了这个 木然想到 好像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台谋问 你那个婚前财产公正做了没有 商时序谋色突按了下 眼神突然变得锐利了几分 在沈志义脸上来回扫荡 那眼神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将他削得体无完肤 一丝不挂 沈志义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 猜想是不是刚刚的话 让他误会什么了 赶紧解释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要是没做 现在还来得及 他脸上表情自然 真诚 没有一丝的伪装 商时序确定 他不像是说谎 这才收回视线 漫不经心地开口 这就不劳沈小姐操心了 时间不早了 你还是赶快 看一下这份合约 沈志义经他这么一提醒 才想起正事 拿在手里认真地看了起来 第一条 双方自愿实行刑事婚姻 第二条 婚后互不干涉 对方的私生活 第三条 如有一方 在今后遇到 想要携手一生的人 双方可无条件地解除婚姻 第四条 在婚姻期间 女方不得做出 有辱男方家脸面的事情 比如红杏出墙 后面还有几条 沈志义大概扫了一眼 几乎都是针对女方的 饶食再好的脾气 此时也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 凭什么都是要求我的 你要是在外面见 年华惹草了呢 沈志义靠向一背 眼皮一掀 抬眼看着她 似笑非笑地沉声道 因为我对自己的人品 有绝对的信心 沈志义听了她的解释 差点咬碎了自己的后牙槽 愤愤不平地和她理论 你对我这是 赤裸裸偏见 对你自己的迷之自信 沈志义眉头微条 骨节根根分明的手指 在桌面上 有规律地敲打了几下 沉默几秒后 薄唇开启 你是对自己没信心 还是心里 对我存着别的心思 这狗男人还真是一个朴姓男 压得 太狗眼看人低了 不就长得帅点吗 真以为自己是人民币了 他气愤地拿起笔 不带一丝犹豫 签写下自己的名字 签好了 我可以去睡觉了吗 伤识训面上 带着几分薄粮和漫不经心 将其中一份拿起地给他 收好 慢走不送 谁稀罕你送啊 沈志义带着一肚子气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用最快的速度洗了个澡 刚上床躺下 就收到了慕妮的短信 小妮子 嘻嘻 洞房花竹 别忘了有小妮子 别怂 扑倒她 姐妹看好你哟 后面还发了个加油打气的表情包 沈志义嘴角抽了下 扑倒她 暴打她的狗头还差不多 狗男人 是真的狗 咬牙切齿地戳了几个字回过去 小莉莉 洗洗睡吧 梦里啥都有小妮子 对着这么一个极品帅哥 我就不信你睡得着沈志义 给他回了已入睡三个字后 就关了手机和床头灯 原本以为来到生地方 自己没那么容易入睡 没想到静一觉睡到了天亮 睡梦中 他听到门外有走来走去的脚步声 他翻了个身 将头埋在被子里继续睡 没过多久 嘈杂声更大了 这一下 他再也睡不下去了 有些起床起的沈志义 气呼呼地冲向客厅 对着某人一顿吼 你一大清早在搞什么 正在跑步机上的伤食序 听见动静 看了眼时间后 抬手按下暂停键 早上在跑步机上运动半个小时 这是他多年不变的习惯 他从跑步机上下来 拿起一瓶水 扭头看了他一眼 不紧不慢地回答他 跑步 看不出来 你不觉得 这样很没功德心吗 沈志义每天都卡着点起床 像今天这么早醒来 在这几年里还是第一次 此时心情十分不美丽 伤食序 我这台是静音跑步机 不会打扰到楼下的人 至于你 后面的话 他故意不说了 扭开手中的矿泉水瓶盖 仰头一口气喝下了一半 这才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的功德心也不怎么样 不然会穿成这样 到我面前晃 沈志义经他这么一提醒 才反应过来 此时他睡衣里面是真空状态 又羞又恼 下意识的双臂环抱于胸前 脸颊飞红 你 你不准看 他晚上睡觉 没有穿内衣的习惯 刚搬过来 他还没适应 就这么直接出来了 身上睡衣料子本身就薄 这会儿 什么都被看光了 伤食序放下手中的水 将视线移到窗外 薄唇蓄着一抹四翼 现在才知道遮挡 是不是太晚了 沈志义背对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口 只能尴尬地转身往房里跑 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清晰地传出流氓两个字 几分钟后 刘妈将早餐做好 去敲她卧室的门 少夫人 早餐准备好了 刘妈是丽家老宅那边的佣人 每天早上过来做好早餐 收拾一下屋子就回去了 沈志义从卧室出来的时候 伤食序已经坐在餐桌前 正在吃自己的那份 餐点他今天穿了件 粉色长款连衣裙 外面搭配黑色西装款的外套 披肩长发 被他扎成了低马尾 露出饱满白皙的额头 看上去清爽干练 想起之前那尴尬的一幕 他选择当个透明人 坐在离伤食序最远的位置 怕我吃了你 坐那么远 他冷眸微态 我乐意 你管不着 沈志义赌气似的 出声对他 瞧着他气鼓鼓的小脸 伤食序低头暗笑 还挺可爱的 二十分钟后 两人一牵一牵地出了门 在去工作室的路上 沈志义接到了慕妮的电话 他将车停靠在路边 接起 喂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 挂断后 沈志义神色凝重地启动车子 向西州第一人民医院驶去 电话里闺蜜说 自己在上班的路上出了车祸 人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沈志义赶到的时候 医生正在给慕妮 处理额头和腿上的伤口 你你 因为是小跑着上来的 沈志义气息有些喘 额头还有细微的汗珠 呜 吱吱吓死我了 慕妮一把抱住沈志义的腰身 见人没事 沈志义心里紧绷的那根琴弦 终于稍稍放松了下来 美好气地轻拍了下慕妮的后背 差点被你吓死了 哎呦 疼疼疼 我都这样了 你还打我 沈志义板着脸 表情严肃 谁让你老喜欢超车 这下 让你长点记性了吧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深得很 这次真的 把沈志义给吓到了 慕妮知道 闺蜜是因为在乎和关心她 才这么生气 赶紧认错 对不起 让宝贝担心了 不过 这次真的不关我的事 怕闺蜜不相信自己 一五一十地 将整个过程都说了出来 沈志义皱眉 人呢 去缴费拿药了 话落后 慕妮不放心地叮嘱她 一会可不准你凶人家哦 她已经向我道过歉了 沈志义 这家伙确定脑子没受伤 多把你伤成这样了 我还不能说她两句了 慕妮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沈志义 这一撞 还撞出感情来了 就在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时候 走进来一位身姿挺拔 美如关玉的男人 这下沈志义 终于知道她这个闺蜜 惊天的反常了 果然这小妮子 三官 是跟着五官走的 这男人确实有迷惑女人的资本 一双邪魅的丹凤眼 透着桀骜与不逊 五官比女人还要精致 暗紫色的西装 彰显着她的张扬个性 萧叶明将手里的药递给慕妮 这是内服的药 一天三次 哦 好的 谢谢 慕妮此时智商已经完全不在线了 哪有被撞了 还谢谢人家的 一旁的沈志义 实在看不过去 直接从慕妮手里拿过药 不嫌不淡地说了句 以后 开车要注意点 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 萧叶明知道这场交通事故 自己负全责 认错态度极好 抱歉 让你朋友受惊了 还好还好 这些都只是皮外伤 过两天就好了 不等沈志义回应 慕妮就抢先接过话来 最后 萧叶明赚了十万元给慕妮 作为对她的精神补偿 可把她给感动坏了 直夸人家 不但长得帅 还善良 对此 作为闺蜜的沈志义 对她是一万字的吐槽 你缺那十万 当然不 我缺男神的微信 沈志义 这孩子没救了 早晚都要再在男人身上 在做完了一系列检查后 确定无碍 沈志义这才放心把人带走 路过门诊科室的时候 沈志义碰到了伤时序的助理 原本她准备上前打个招呼的 当她瞥见她身后科室的名字时 沈志义立马转过身 背对着 她没想到 伤时序的助理来看男科 还被自己给撞见了 这多尴尬 必定是男人的隐私 还是装作没看见吧 就在这时 助理的手机 铃声响了 她接起 我已经帮总裁拿好药了 这就回去 什么 原来是伤时序的药 难怪她说不喜欢女人 原来是 这么大两袋子药 看来她还病得不轻 看出她的异常 慕妮疑惑地问 怎么了 那个男的你认识 嗯 我结婚证上那位的助理 慕妮惊的下巴 快掉了地上 她大惊 我去 难怪对你这个大美女 都没想法 原来是中看不中用啊 真可惜了她那张脸 助理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一时口误 让她家总裁 背上了不中用的称号 晚上七点 夜幕悄然来临 灯火点染了城市的奢华 而霓虹灯 点缀了星光璀璨的夜幕 沈志义今天下来的早班 直接回了新海居 刚一只脚迈入玄关 准备换鞋子 就见一位精神抖擞 穿着暗红色糖装的老人 和蔼的迎上前来 吱吱回来了 商爷爷 你怎么来了 沈志义很惊讶 他老人家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怎么还喊商爷爷呢 该改口了 老爷子洋装生气 赶忙纠正他 沈志义漂亮的信任 眼微微弯起 软声道 不好意思爷爷 我一时之间还没适应过来 保证以后 不会了 逗你完呢 爷爷才不舍得生你的妾 老爷子一改刚刚严肃的表情 此时笑容满面 他第一次见沈志义 是在他两岁时 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 软乎可爱 那时候 可把他给羡慕坏了 回去后 还把儿子给臭骂了一顿 后来老伴 就给他出主意 说两家可以结亲 这样不就有孙女了 如今终于将如愿以偿了 因为外公的原因 沈志义对商老爷子 很是亲切 上前搀扶着他 坐到客厅的沙发上 爷爷 你吃晚饭了吗 吃了 还是我乖孙媳妇 对我老头子上心 不像石旭那小子 就知道整天摆个臭脸气我 商老爷子提起自家孙子 那是吹胡子瞪眼 很是不满 要不是这浑小子倔强 也不会等到现在 才把孙媳妇拐进门 这一句 刚好落到了刚刚入门的 商石旭耳中 爷爷 你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 就过来了 他神色如此地打断了 两人的对话 怎么 我还不能来了 老爷子中气十足的嗓音 不自觉地拔高了几分 两眼炯炯有神地 和自家孙子对阵 最终还是商石旭做了让步 别开视线 漫不经心地开口 没说 你不能来 只是我们这新婚燕耳的 你在这里不合适 他说的是一本正经 丝毫没有半点避讳 脸不红心不跳 说得很像真的一样 沈志义被他的话 给惊得瞠目结舌 他脸皮没有他那么厚 这会脸颊火热 将头埋得滴滴的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老爷子顾忌孙媳妇在 他不方便发威 便将人叫去了书房 门刚一关上 老爷子响彻云霄的怒吼声 就在书房内扬起 臭小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 昨晚你们两个是分房睡的 真当我老头子好骗呢 书房的地板砖 被老爷子手中的拐杖 戳得咚咚响 伤识去皱眉 所以今天 你就为这是来的 他没想到 老爷子在他领证的第二天 就杀了过来 哼 我要是不来 指望你 我猴年马月才能抱上小曾孙 老爷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 很是嫌弃地 瞪着自己孙子 爷爷 我已经顺着你的意 跟他领了证 生孩子的事 你就别瞎操心了 他绝对不会去碰一个不爱的女人 伤老爷子见他态度坚决 也知道不能逼得太紧 既然证都领了 人也住在了一起 他就不幸 这小子没有动心的那一天 此时他已经期盼着 在将来的某一天 他这个大孙子 被今天的话给啪啪打脸 最好来个追七火葬场 这么一想 他心中的怒气消了大半 我不管你 现在能有媳妇吗 要是你把我乖孙媳妇气跑了 我让你好看 伤老爷子最后一句话 威胁未十足 伤时序太阳穴突突地疼 老爷子威胁他的手段 还真是千年不变 老爷子知道他那眼神是什么意思 有点嘚瑟冲他挑眉 别管什么招 对你有用就行 这话让伤时序无法反驳 小时候 父母离婚后又各自再婚 他就成了那个没人要的多余人 是老爷子从国外赶回来 把他从寄宿学校接到自己身旁 亲自抚养教导 重新给了他温暖的家 如今 爷爷对他来说 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无法做到 老爷子拿身体健康来威胁 他还能无动于衷 行了 我老头子就不在这里当电灯泡了 要敲打的也敲打了 要威胁的也威胁了 他可以撤了 伤老爷子从书房的沙发上起身 在转身准备出去的时候补了锯 我让刘妈给你煲了点汤 一会记得喝 闻言 伤时序直接拒绝 伤老爷子干咳了一声 不是消夜 是今天我让江特柱去浩川 那给你开的药 伤时序眉头紧锁 你找他一个看南科的 开什么药 他话刚出口 就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 脸色清晰可见地黑了下去 伤老爷子心虚地挪开视线 抬手蹭了蹭鼻尖 低声道 这不是怕你不给力 耽误我抱小曾孙吗 伤时序脸色肉眼可见地垮了下来 我不需要 老爷子本着 开都开了 不用就浪费的原则 无视掉自家孙子那黑如炭的脸 来到客厅 冲沈志懿和颜月色叮嘱道 芝芝 爷爷先回去了 改天再来看你们 一会你记得提醒石序 把我带过来的汤给喝了 不知内情的沈志懿 乖巧的点头印下 爷爷我不会忘记的 一会我看着他喝 还是我们芝芝做事 让人省心 有你在这陪着石序 爷爷放心多了 老爷子对孙媳妇的乖巧懂事 很开心 送走爷爷爷 伤时序路过客厅的时候 被拦了下来 把这汤喝了 爷爷特意拿过来的 望着傻乎乎的沈志懿 他难得态度没有那么冷 到了吧 我不想喝 倒了 他一副你好浪费的表情 到了挺浪费的 还不如我替你喝了 他可是从小就谨记 历历皆辛苦这句话 伤时序见眉微调 看他的眼神 带着几分意味不明 嗓音低沉 男人喝的东西 你也要 男人喝的东西 该不会是他的药吧 难怪爷爷没喊他喝 沈志懿瞬间一个机灵 收回刚想去拿保温筒的那只手 面色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他壮着胆子安慰 你也别太在意 现在像你这样的情况 应该有不少 你 你要是想要孩子 也可以去孤儿院领养一个的 沈志懿话落 就肉眼可见 伤时序眉头皱的 能夹死一只蚊子了 我为什么要领养别人的孩子 这女人脑子里 都是些什么奇葩的思维 不等沈志懿有所回应 她阴沉着脸再次重申道 就算是为了应付爷爷 我也不会做别人孩子的爹 你不是不行吗 我这不是好心建议一下吗 干嘛这么凶 见他不乐意 沈志懿失去地选择闭嘴 他起身准备回自己的卧室 由于他起的动作有些大 膝盖不小心撞到了 面前茶几的一脚 阿身子不听使欢地 向地面砸去 就在他准备和地板 来个亲密一吻的时候 意外的疼痛感没有传来 取而代之的是 修长有力的手臂 和肩挺后视的胸膛 两人离得很近 近得可以清晰地 听见彼此的心跳 沈志懿还是第一次 和异性近距离的 这样亲密接触 心口一阵狂跳 他没想到 伤时续会出手相救 心里有些感动 这人除了外表高冷了些 其实内心还是很和善的 他借力赶紧站直身子 顾不得满脸的尴尬 谢谢 不过这射死现场 显得自己好像个心机女似的 故意演的这一出 嗯 他神色如常 硬了声 待人站稳后 就抬不去了书房 沈志懿从他脸上也看不出来 他到底有没有多想 第二天 临近午休的时候 助理小苏进来汇报 芝芝姐 下午两点是上来的合作招标会 初同姐让我告诉你一声 嗯 知道了 沈志懿低着头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 他刚刚完成的话稿上 轻挥着手中的话笔 羞羞改改 就在助理即将合上 他办公室的门时 他抬眸 中午我不出去了 你帮我订一份外卖吧 好的 芝芝姐 助理小苏田笑一声 应下 午休过后 沈志懿将准备好的文件 装进公文包里 同小苏一起出发了 之前都是师姐叶初同 负责业务上事情 如今他人还在外地出差 这次只能他出马了 踏入上来的办公大楼 两人就被映入眼帘的 豪华奢侈的装修摆设 给惊艳到了 不得不再心里佩服 上来集团经济实力 还真是强悍 小苏四周张望了下 连声咋舌 咋咋 这豪华程度 都快赶上六星级酒店了 话落他又凑近沈志懿 将从别处听来的八卦 给说了出来 听说上来的总裁人 还不到三十岁 不但长得巨帅 最关键还是单身 你说一会 我们会不会和他来个偶遇啊 说这话时 小苏两眼都冒着金光 好似下一秒 就能被他们遇到似的 沈志懿知道 他们这些刚刚走出 校园的女大学生 还没有被社会毒打洗礼 心思单纯 爱幻想 人家那么忙 哪有时间在公司里 到处乱晃 给你偶遇 小苏眨了眨 他那双明亮又单纯的大眼睛 万一他出来透透气呢 沈志懿没忍心继续打击他 只是在自己心里付费 帅哥有什么看的 既不能当饭吃 又不能当水喝 再说了 还能帅过伤时序吗 来到前台 他们报了工作室名字和来意 不到三分钟 就下来一位 身穿职业套装的美女姐姐 我带你们上去 这边请 沈志懿礼貌性的嘴角挂着浅笑 谢谢 麻烦了 不客气 话落 美女姐姐转身 将两人领向电梯口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间 沈志懿不经意间 瞥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一闪而过 待他走出去 想再看一眼的时候 背影已经消失在了拐角处 沈志懿不确定 那个脊背鼻挺 浑身都散发着强大气场的男人 到底是不是伤时序 细想了一下 又觉得不大可能 觉得肯定是自己看错了 他一个小公司的老板 跑来这里干什么 助理小素见他眼神紧盯着别处 好奇地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但什么都没看到 芝芝姐 怎么了 沈志懿回神 没什么 走吧 进去之后 两人才知道 这次上来的招标合作会 来了十几家工作室 并且实力还都很强 这对于新人设计师和工作室来说 是一场很大的挑战和压力 可即使这样 也没有一家想要退缩的 毕竟上来破天荒的 想要另找外面的工作室合作 这样难得的机会 是可遇不可求的 沈志懿和助理落座后 扫视了一眼今天的竞争对手 在座的都是同行 不是竞争对手 就是曾经的同学校友 没几个是相互不认识的 表面一片祥和的会议室 突然被一道尖锐声打破 哟 这不是我们西大设计系 曾经的细花吗 听说你也开了一间小工作室 说话的女生 正是沈志懿曾经的大学同学 许子萌 她挑着眉 将沈志懿从头到尾的扫量了一遍 嘲讽味十足 学霸现在混得也不怎么样吗 瞧瞧你这从头到脚 一身地摊货 以前在学校里 两人就不对盘 她妒忌沈志懿不但长得漂亮 专业成绩还年年第一 见沈志懿没有想要搭理她的意思 有些恼怒 感觉一拳头打在了棉花团上 此时 负责这次招标合作会的几个高层 一起出现在了会议室 她只好作罢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竞争 最终留下了三家待定 其中就有 遇见工作室的名字 得知这个惊喜 沈志懿和助理两人相对望了一眼 彼此在对方的眼里 看到了欣喜和激动 虽然这还不是最终结果 但是给了他们足够的肯定和鼓励 除了他们三家待定的留下 继续等结果 其他人都纷纷收拾东西 准备打到回府 许子蒙所在的工作室 也在候选待定的名单之中 她眼神很是傲慢 冲两人不屑地吃笑一声 哼 就凭你们那个小工作室 还是省省吧 小苏气不过 起身和她理论 小工作室怎么了 有实力就行 她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 天真 你们以为光有实力就够了吗 小苏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难道不是吗 许子蒙嘴角扬起高傲的笑容 趾高气扬的扬声 当然还有人际关系和背景 你们有吗 小苏气得想起身对她 但被身旁的沈志毅 一把拉住了 她眼神犀利地扫向对面 漫不经心地反击 被狗咬了一口 可不能再咬回去 因为我们不能和畜生一般见识 许子蒙气得面露猙獰 你 你 小苏 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温和淑女的芝芝姐 战斗起来这么强悍 一个小时后 结果公布 毫无意外 入选的是许子蒙所在的 Asley工作室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对于他们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 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人来说 今天无疑被人上了一节政治课 沈志毅和助理小苏两人 带着失落 从上来离开 与此同时 上来总裁办公室内 闪个婚 一个星期都不见你人影 是把你腿闪到了 还是把你腰闪到了 这甩手掌柜当的 还真是合格 说话的男人正是上来的副总 傅锦琛坐在办公桌前的商时序 正在翻看刚刚设计总监 送上来的文件 英挺的剑没扬了扬 这不是想让你尽情 发挥你的实力吗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明明是在奴役压榨他 还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这除了商时序 还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两人是大学同学兼室友 从商时序 接过他外公的 这家高端服装品牌后 他就被好友邀请 加入了上来 这几年 经过两人的共同努力打拼 上来才有了如今 在行业领域标杆领头的地位 傅锦琛在他对面坐下 别再往我头上扣高帽子 不然我这帽子高的 都能赶上厨师长了 顿了顿 他聊起正事 今天是为了夏季服装秀的事情来的 两人不愧是共事多年的好兄弟 他一猜就准 这次入选的设计师 你了解多少 商时序收起刚刚的散漫和随意 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在行业里有所耳闻 实力和口碑都不差 话落他又好像想起什么 不确定地问 你怀疑琳达的专业能力 商时序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将手中的一叠资料推给他 这些设计画稿的风格 你觉得符合上来的理念吗 傅锦琛仔细看了一眼 眉头拧了拧 的确不太符合 滑而不实 还浮夸 上来做的是高端礼服 不单讲究款式别具一格 还要考究衣料的舒适度和实用度 琳达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连他一个不是专业的人都能看出问题 他不相信 身为设计总监的琳达 会看不出来 商时序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这就要问他了 两人对望了一眼 心照不宣 彼此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临下班时 沈志义非常意外地收到了商时序的短信 商 晚上我回去吃饭 你准备一下 这人手机是被盗了吗 怎么突然给他发这样的信息 把他当保姆呢 使唤得这么理所当然 沈志义对着手机屏幕 自言自语 疯狂地吐槽 还准备一下 要不要我换上晚礼服 再画个精致的妆容 站在门口 供应你大驾光临啊 最后还是应下了 谁让他现在是 屈居人家屋檐下呢 芝芝 知道了 不过 你不要期望太高 必定我只擅长黑暗料理 傍晚黄昏 天边的霞光渐渐淡去 留下一抹深沉的余晖 沈志义开门进屋 将从超市买来的食材和水果 提进了厨房 他买了鱼和排骨 准备一会做个清蒸鲁鱼和红烧排骨 再清炒个菜心和紫菜蛋花汤 有荤有素 有菜有汤 搭配的还算丰富 这应该不算是磕待他了吧 之前说 黑暗料理完全就是吓唬他的 其实他做饭还是蛮好吃的 伤时序回来的时候 沈志义正在将刚做好饭菜 端到外面的餐桌上 为了进厨房方便些 他回来后换了套简单舒适的家居服 身上还为了条蓝色带有花边的围裙 耳旁的散落下来的碎发 搭落他白皙细嫩的脖梗上 在明黄的灯光下 他看起来很是温柔贤惠 这幅画面就好像温柔体贴的妻子 做好饭菜等待下班归来的丈夫 沈志义摆好手中的碗筷 转身就撞上了伤时序的视线 他先是在暗自赋语 祖宗终于回来了 后嫣然含笑道 过来吃饭吧 这声音温柔的出奇 伤时序有些不适应 还是喜欢他张牙舞爪的样子 嗯 他不动声色应了一声后 就抬脚去了洗手间 清洗自己的双手 其实回家吃饭这条短信 的确不是他发的 爷爷突然跑到公司来 美其名约的说是想孙子了 来看看 谁知 趁他去开会的空档 偷偷替他发了这条短信 等伤时序发现的时候 沈志义已经看到了 并且还答应了 他也只好准时下班回来 和他一起用餐 放心吧 不是什么黑暗料理 都是一些家常菜 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沈志义坐下后 浅笑着说 丝毫不见先前 恶作聚奈会的架势 看起来很不错 他夹起一块排骨放到碗中 吃了一口后觉得还不错 虽然不能和外面 那些餐厅大厨比 但还算可口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 沈志义吃相优雅 很是赏心悦目 沈志义抬头看了他几眼后 知道他不喜欢多言闲聊 很是识趣地 专心低头吃饭 这是两人闪婚后 第一次在一起吃饭 虽然两人全程 都没说过几句话 但这顿饭吃的 还算是温馨和谐 饭后 沈志义主动担起了 洗碗的任务 这让沈志义很是意外 没想到你还会做家务 我上过一段时间的寄宿学校 家务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沈志义如今谈起那段 暗黑无光的童年 情绪上并无半思波动 显然他已经放下和释怀了 沈志义以为他 是被父母送去锻炼的 就没有声响 既然厨房有人收拾 他准备回房间洗个澡 做饭的时候 身上出了一些汗 有些不舒服 想来是去书房忙工作了 他独自霸占了整个客厅 悠闲地窝在沙发里追剧 突然背后传来他 浑厚暗沉的嗓音 这个周末 我们一起回去陪爷爷吃顿饭 请客后又听他说 爷爷要是问起 婚礼和生孩子的事 你可以都推到我身上 文言 沈志义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 婚礼 生孩子 他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 不对 他担心这些干嘛 先不说 两人是契约婚姻 就算不是 伤持续现在的情况 也生不出孩子 难道商业也不知道 自家孙子 身体 想到这个可能 沈志义看向 伤持续的眼神 多了一丝同情 对上了他乌尘的黑眸 忍着他锐利的眼神 硬着头皮弱弱地问 你的要吃完了吗 怎么都没见你在家吃过 难不成是不好意思 带回家让他看见 不知他心中所想的伤持续 此刻眉头紧 满脸都是疑问 什么样 什么样 这下轮到沈志义不会了 难不成被助理私吞了 好像也不大可能 没病 谁私吞那药大麻 他张了张嘴 疑惑不解 江助理没给你提会去 两大袋子药吗 经他这么一提醒 伤持续终于想起了 前几天爷爷偷偷 在医院给他开的药 沉着脸 冷冷吐出两个字 扔了 他不愿意碰女人 又不是因为身体有问题 这老爷子一天天地乱折腾 按照这节奏 估计离把他逼疯不远了 沈志义 扔了 果然有病都记忆 原本他还想劝说一下的 但看着脸黑的 能低出莫来的伤时序 他将想要说出口的话 给咽了回去 放下手中的电视机遥控器 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啪的一声关上房门 沈志义拍了拍胸口处的小心脏 妈呀 真是个阴晴不定的家伙 上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就变脸了 他踢掉脚上的拖鞋 窝在床边的单人沙发里 闲来无视地拿出手机 刷了下国外最近举办的 几场大型时装秀 随时掌握当下的流行元素 顺便找一些灵感 不知过了多久 睡意来袭 沈志义起身揉了几下 酸痛的脖梗 觉得有些口渴 就想着去外面喝杯水再睡 在他路过主卧的时候 见房门没关 里面的灯还是亮着的 这让沈志义很是差异 毕竟平时伤时序 可是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不容别人偷窥到他的半点隐私 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这么慷慨 就在他站在人家房门口 暗自猜测的时候 身后突然响起伤时序 轻烈如泉水般的嗓音 有事 没事没事 我就是 他转过身话说到一半 猛然被眼前看到的画面 给惊呆住了 他浓密纤长的睫毛动了下 眼睛瞪得很大很圆 Oh my God 他看到了什么 伤时序竟然赤裸着上半身 腰间只为了条深色的浴巾 健硕的胸膛和腹肌清晰可见 性感的人鱼线 顺着流畅的线条慢而下 大概是因为他 常年健身的原因 身上的肌肉力量感十足 画面感莫名让人血脉喷张 他无意识地咽了下口水 以至于都忘记了 自己还在盯着人家裸露在外的上半身看 沈志义 呜呜 他不纯了 眼睛被污了 好看 他浓眉上扬 声现好像低沉悦耳的大提琴声 在寂静的夜晚尤为凸显 刚洗完澡 发现自己的手机落在书房了 头发上的水都没来得及擦就出了卧室 他习惯了一个的生活 突然家里多了个女人 他还是很不习惯 当场被抓包这么糗的事情 沈志义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说不尴尬那是假的 沈志义慌忙的贝过身 头摇得好像波浪鼓似的 不 不好看 话刚出口 他意识到这样说不妥 又赶紧纠正 我不是说你不好看 不不不 我 我是出来喝水的 好像也不怎么渴了 我 我还是回房睡觉吧 因为紧张和害羞 他说的话 有些语无伦次 嗯 伤识序神色怡然地应了一声 好像没有发现他的窘迫一样 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 背过身的沈志义 此时脸颊好像火烧一样 一双局促的手 死死捏住睡衣的边角 小心脏砰砰直跳 他没想会撞到 伤识序这么劲爆的画面 墨地 又赶紧生命 这不能怪我 是你自己跑出来的 刚 刚好咱俩也算是扯平了 与毙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 原路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听到砰的一声 沉重的关门声 伤识序嘴角抽出了下 被白嫖的是他好吗 卧室内 落荒而逃的沈志义 脸颊好像火烧般 又红又烫 他把头埋藏在被子里 小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今晚的视觉冲击太强悍了 他要缓缓 就在这时 闺蜜慕妮的电话打了过来 沈志义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接起 喂 妮妮 宝贝 我给你订了份外卖 十分钟后就到 慢慢享用 姐妹 我就不打扰你了 电话那头 慕妮笑得一脸猥琐 就在沈志义以为 已经结束通话的时候 明天告诉我体验哦 望着已经黑下去的手机屏幕 沈志义一脸猛 他又没说要吃宵夜啊 还有那莫名其妙的最后一句 实在没搞懂闺蜜的这波操作 十分钟后 门铃响起 他猜想 应该是外卖到了 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这才去开门 外卖小哥 将一个包裹岩石的大河地上 请问是沈小姐吗 我是 麻烦你签收一下你的快递 快递 沈志义疑惑 不是外卖吗 这怎么就变成快递了 难不成闺蜜口中的宵夜 其实是泡面 带着疑问 他快速地签了单 并向外卖小哥说了声谢谢 带人走后 他关上大门 将盒子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在厨房里找来一把剪刀 满脸不紧地拆开一探究竟 打开后 里面的东西让他目瞪口呆 几个五颜六色的小盒子旁边 放了件薄如蝉翼 轻如沙地吊带睡裙 沈志义嘴角是抽了又抽 这能穿吗 反正他是穿不出来 再次将视线移到这些小盒子上 醒目的DLS三个字 差点把他混都吓跑了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此时此刻 沈志义终于明白了 慕逆最后那句的意思 慌张地将盒子重新封上 他此时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明天一定 找个伤时序不在家的时间 把这玩意给扔了 哎 交友不慎啊 之后又在心里默念 千万不能被发现 不然那就秀大了 沈志义好像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一样 鬼鬼祟祟地抱着盒子 跑回房间 暴跳如雷地 用手机给慕逆发了条语音过去 芝芝 损友 我要和你绝交小妮子 干嘛这么生气 欲求不满吗 芝芝 满你的头啊 还是留着给你自己用吧 小妮子 我一个单身狗 哪里用得着那玩意儿 芝芝 明天给你送过去 你就当气球吹着玩 小时候 他就误当过 小妮子 你个老六 当我傻X啊 芝芝 行 那我只能扔垃圾桶了 小妮子 别啊 好歹是姐妹 我的一片心意 你就不能穿上战衣 戴上武器 把人给俘虏了 芝芝 她一个需要看南科的人 我俘虏她干什么 小妮子 哇去 我把这茶给忘了 你老公不行 你爸王硬上工也行不通啊 就在沈志义 准备在云过去的时候 她莫名的感觉 后背冷嗖嗖的 疑惑地转头 四目相对 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房门没关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伤时序 什么时候站在她房门口的 天哪 还有比现在更加射死的现场吗 脑细胞超速运转 思索着该怎样解释 沈志义 那个 我闺蜜 她 她在讲笑话呢 她边说边退出聊天框 免得闺蜜 再发来什么奇葩言论的信息 伤时序皮笑肉不笑的挑眉 是吗 她原本过来 是想询问点事的 没想到会意外听见这些 沈志义硬着头皮瞎掰 当然了 她每天晚上都要给我讲睡前笑话的 不然我睡不着 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不会承认 伤时序迈着笔直的大长腿 第一次闯入了沈志义的房间 声音极致的魅惑低沉 我 不行 看着逼近的身影 和渐渐放大的俊脸 沈志义觉得 房间内的空气 仿佛都被抽干了 让她喘不过气来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误会 这都是误会 伤时序继续逼近 直到把人逼靠在墙角里 双手撑在墙上 形成将人禁锢在她面前的姿势 你都没试过 就知道 很好 这死丫头 竟然私下里这么编排她 两人离得很近 伤时序能清晰地看到 她光滑如玉般的肤质 以及沐浴过后 停留在身上的淡淡香气 很好闻 她一点也不反感 沈志义听言 煞尸脸颊好像火烧般 红彤彤的 开 开玩笑 你别听她胡说霸道 伤时序深眸紧盯着 近在咫尺的人 似笑非笑地问 你确定是开玩笑的 她低着头 温热的气息打在她的小脸上 有些痒 沈志义僵硬着身子 不敢动一下 就连眼神也是躲躲闪闪 根本不敢和她对视 确定 她饶有耐心地再次询问 很是执着 大有你不回答 她还可以再问一遍 这种折磨 让沈志义快要崩溃了 赶紧连连点头 确定 很确定 伤时序 看来你读服装设计 还真是屈才了 应该去读中医 见她不明所以然继续解说 望闻问切 自学成才 呀的 你才自学成才呢 明明说的是事实 要不是顾忌你 身为男人的自尊心 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屈服了 伤时序见她小脸 鼓成了包子 不打算再逗下去了 收回手臂 和她拉开些距离 轻起薄唇 我很正常 早上五点半 沈志义一副恋恋不舍地 从床上爬了起来 因为昨晚的事情 她不好意思面对伤时序 想着提前开溜 谁知刚打开客厅的门 就迎面撞上 从外面刚刚回来的伤时序 沈志义 她好想来个原地遁形 怕什么 来什么 她一身黑色的运动妆 额头还挂着少许的汗珠 显然是刚刚晨跑回来 你 你怎么去外面跑了 这狗男人 不是天天在跑步机上锻炼的吗 外面空气好 伤时序坦然自若地 从她身旁掠过 进了客厅 昨晚那一幕 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似的 不见她有半分的尴尬感 就在沈志义 想快速逃离现场的时候 背后传来她浑厚的嗓音 这么早去哪 沈志义 你就不能当没看见吗 她转身 空气好 我也想出去跑几圈 伤时序挑眉 扫了一眼 她身上的裙子和高跟鞋 穿成这样去跑步 看破不说破 你不懂吗 上午十点 正在忙工作的沈志义 接到了邻居发小 宋年峰的电话 她赶到医院的时候 刚好碰到在一楼大厅 缴费拿药的神母 妈 外公现在怎么样了 沈志义满心担忧 血压有点高 没什么大碍 你怎么来了 沈母在这里看见女儿 很是意外 明明自己没打电话给她 得知外公只是血压高 引起的不适 沈志义紧动的神经 这才稍稍放松下来 严峰打电话告诉我的 他边说边从包里 拿了一包湿纸巾出来 擦了下脸 在来的路上 太过担心和紧张 出了不少汗 沈母将女儿散落下来的碎发 别到耳后 一会说完夜就能回去 这里有我就行了 你去忙你的 工作哪有你们重要 沈志义带着一丝孩子气 抱住沈母的一只手臂 脑袋歪靠在上面 你呀 都多大了 还跟妈妈撒娇 沈母用手指 轻戳了下她的额头 语气中满是溺爱 随后又关心地问起 在时序纳住的 还习惯吗 沈志义 我要说不习惯 你能让我搬回来吗 织女莫如母 她哪里不明白 女儿的小心思 果断地拒绝 不能 沈志义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在伤时序这件事上 这么执拗 堵弄的小嘴 妈 你可真现实 当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沈母故意呛她声 泼得又不远 既没出声 又没出事的 走路一个小时就能到 沈志义 这确定是亲妈 见她这表情 沈母只能语重心肠的劝慰 女人这一辈子嫁人 就好像第二次投胎 嫁错了 会毁了你的一生 时序这孩子 虽然性子冷了些 但其他方面都很优秀 有担当 又有责任心 你嫁给她 我和你外公都放心 她不能让女儿 重倒她的负责 错付终生 沈母最后又叮嘱到 你们早点要个孩子 我和你外公 还能帮着代代 和伤时序生孩子 她妈妈可真敢想 她很想告诉妈妈 伤时序根本就不喜欢女人 也生不了孩子 两人就是搭伙过日子 互不干涉 可这些她都不能说出来 沈志义故作委屈 妈 我今年才25岁 现在就要孩子 是不是太早了 别说两人是形式婚姻 就是实质性的夫妻 她也不会这么早 考虑孩子的问题 她卡里存的数字 根本不够给妈妈和外公 换套大房子的 她还要继续努力工作 沈母不知女儿心中所想 继续游睡 早什么早啊 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都已经满地跑了 再说了 时序明年就是笨三的人了 你伤爷爷 也老早就盼着抱小曾孙了 沈志义 这才催婚完几天 就催生娃 还给不给年轻人一条活路了 为了不再被沈母唠叨 她只好随便敷衍了几句 答应过段时间就考虑 从医院里出来 沈志义收到了伤 时序发来的短信 伤 几点下班 直直 五点 原本她想问一句 是不是有什么事 想着一会她自己会解释 就没有多嘴 但是 几秒钟过去了 一分钟钟过去了 五分钟过去了 没了后续 沈志义郁闷 这说话只说一半的毛病 啥时候能改改啊 傍晚时分 伤时序的电话打了过来 她接起 喂 她简短一嗨 在哪 在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 我在你们工作室的楼下 知道她在下面等 沈志义没敢磨蹭 快速地从办公椅上起身 拿起包包出了办公室 果然在大楼门口 看见了她那辆黑色的兵力车 沈志义上前 驾驶位上的车窗 随着她的靠近 缓缓降落 露出伤时序 那张如雕刻般完美的侧脸 低沉雌性的嗓音传来 上车 沈志义没有犹豫 准备拉后排座位车门的时候 就听她说 坐前面 我没有给人当司机的习惯 沈志义忍不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毛病还挺多的 虽然心里对她是一万字的吐槽 但是还是乖乖地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你要带我去哪 怕我把你拉去卖了吗 沈志义 压压的 你试试 伤时序一边启动车子 一边侧头瞥了她一眼 见她眼睛鼓得跟青蛙似的 不禁在心里失笑 逗一逗 就像炸了毛的小猫 朝牙舞爪 凶得很 行驶了大概十几分钟 车子在西州最大的珠宝店门口 停了下来 沈志义疑惑不解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伤时序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挑眉 不认识字 对 我闻吗 此时 沈志义有种暴打她狗头的冲动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狗男人不但腹黑 还毒舌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店 营业员带着甜美的笑容上前迎接 你好先生 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吗 伤时序回头看向身后 还在生闷气的某人 薄唇微张 我和太太想买对婚戒 婚戒 沈志义愣住了 她怎么突然要买婚戒了 伤时序好像知道她心中所想似的 低声解释 明天要去爷爷那里吃饭 你觉得我们两个到现在手指上还空空的 她老人家会怎么想 店里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这对高颜值的年轻小夫妻给夺去了 男的高大俊朗 成熟沉稳 女的温婉漂亮 气质绝佳 店长笑容灿如花 热情地将两人带到了闪亮亮的钻戒柜前 这些都是近期的新款 两位看看有没有合意的 伤时序点头 示意他们自己慢慢看 你可以退下了 沈志义大致看了眼 款式还算惊艳 但价格也贵得令人则舌 随便一款都要五位数 打结呢 这么贵 她是越看越肉疼 伤时序面无波澜 示意她 挑一款 沈志义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 太贵了 我们不如就买两个宿圈袋袋 在她看来 两人就是挂名夫妻 没必要为了应付长辈 真的买对钻戒 伤时序毫不在意 漫不经心地开口 放心 一对钻戒 我买得起 别说一对了 就是把这些都买下来 她也买得起 只不过她平时低调 并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 沈志义 你买得起 但是我买不起啊 两人又不是真的夫妻 她不是一个喜欢占便宜的人 这买婚戒的钱回去 肯定要转给她的 最终 在伤时序的坚持下 选了一对价格昂贵的大钻石对剑 沈志义肉疼的不得了 我今年算是白肝了 伤时序趁营业员拿她卡去刷的空档 转头看向生无可恋的某人 放心 不用你出一分钱 我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 也没有花男人钱的习惯 你倒是挺有骨气的 商总 欢迎大驾光临 这是你的卡 来人正是这家店的经理 他恭恭敬敬地 将先前营业员拿去刷的卡地还 商时序收回自己的卡 淡淡地恩了一声 表情上没有一点变化 身旁的沈志义有些诧异 这怎么还惊动了他们的经理了 而且看经理说话的态度和语气 好像再是好商时序 带两人走后 经理收回刚刚堆满笑容的脸 郑重申命道 刚刚那位商总 如果下次再来 我们珠宝店消费 你们可要给我招呼好了 店员们纷纷不解 但也不敢多问 交代好后 他赶紧拿出手机拨了通电话出去 董事长 大少爷刚刚带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 来买婚件了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 只见经理连连点头 表示迹象了 不过可以听出电话那头的人 心情是十分激动和惊喜的 对于这一幕 商时序和沈志义自然是不知道的 上车后 商时序将手里提着的精致小盒 给拿了出来 侧头问 知道戴在哪个手指吗 当然知道 沈志义接过他递过来的红色丝绒盒子 轻轻取出里面的钻戒 慢慢地套在了自己的中指上 电视里长长眼 谁不知道 商时序 知道还能戴错 最终他什么都没说 侧着身子 向他那边倾斜了些 耐着性子 帮他重新将戒指 戴在了无名指上 这个位置才是正确的 沈志义眨了眨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眼花 原来婚戒是戴在这个手指的 天哪 他竟然记错了 结结巴巴地解释 我 我试试这个手指能不能戴 反正他坚信一句话 只要自己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商时序这次难得没有揭穿他 拿出那没难款 套在了自己的无名指上 随后 温生问 喜欢吃什么 两人还没有吃晚饭 下班就 直奔珠宝店来了 沈志一边扣 安全带边回应他 我不怎么挑的 只要不是太甜太辣 太苦太酸就行 商时序很是怀疑 这丫头到底对不太挑的定义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他神情不变 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了 最后 他将人带去了一家素食主义餐厅 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清淡素食 等点好的菜上桌后 沈志一瞬间傻脸了 全素燕 这狗男人 是把他当养来养了吗 他是标准的肉食动物 每餐无肉不欢 任凭这些素食雕刻烹饪的多么精致 在他眼里和青草无遗 毫无动力和食欲 为什么你点的都是素菜 沈志一暗想 不会是他的钱都拿来买戒指了吧 商时序拿起筷子 不急不慢地说道 你忘记这菜馆的名字叫什么了 沈志一摇头 没注意 他是真的没注意 当时所有的注意都在无名纸上 谁让这没钻戒太亮眼的呢 他带着不适应 分分钟钟都想把他取下来的冲动 摘 菜 馆 商时序 一字一句重复了一遍 这顿饭吃的沈志一 那是一个永生难忘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再也不要来吃草了 嗯 不对 是爱吃摘菜 两人回到新海居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沈志一将手里的炸鸡放在餐桌上 嗅了嗅 飘落在客厅中的香气 万分感慨道 嗯 还是肉肉好吃 这只炸鸡 还是在刚刚来的路上 他强制让商时序停车 他去买的 要不要吃 我分你一点 商时序很是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我不吃这些东西 沈志一不以为然 撇了撇嘴角 不吃拉倒 我一个人全吃了 他一口炸鸡 一口可乐 吃的那是一个满足 就在他一个人吃得正欢的时候 商时序突然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你房间里有没有看见一个工具箱 他昨晚去找他 其实也是为了这件事 只是最后被耽搁了 沈志一点头 我去给你拿 他飞快地从床底下 拖出一个精致的工具箱 搬到他面前 是这个吗 商时序点头 只是在箱子再打开的那一瞬间 沈志一傻了眼 来不及多想 赶紧扑上去 一把将工具盖子给合上 哼 那个 我闺蜜他 喜欢恶作剧 我这就拿去扔了 他昨天就随手一塞 怎么就这样巧呢 真是太丢人了 这玩意儿 还是被商时序给看到了 呜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的仪式英明 就这样被毁了 L就在沈志一尴尬地 想找个地方钻下去的时候 就见他似笑非笑地开口 我不会干涉你的私事 沈志一 鬼要你的这种体贴 隔天就是周末 沈志一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 他有睡懒觉的习惯 所以昨晚临睡前 还特意订了个闹钟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闹钟没把他闹醒 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看 已经快九点了 赶紧起来洗漱 快速地换好衣服 走出房间 商时序鞋 靠在客厅的沙发上 手里拿着一份财经报在看 听到动静 他向这边望了眼 神情平静 早餐在厨房的温柜里 嗯 沈志一见 他没有什么情绪上的波动 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 硬了声就进了厨房 他很喜欢刘妈做的早餐 在和商时序同居的这段日子 除了偶尔要被他摆摆臭脸外 过得还算舒心 他没有让商时序等得太久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就吃完了这顿早餐 今天没有让江特助随行 是商时序自己开的车 扣好安全带 沈志一侧脸问 爷爷喜欢什么 第一次登门拜访长辈 他不可能空着手去 虽然自己和商时序是行事结婚 但商爷爷对他不错 更何况 外公和他还是多年的好兄弟 于情于理 他都觉得自己不能失礼 商时序眼神顿了下 没想到他年纪不大 倒是挺懂礼数的 他一边启动车子 一边回答他 爷爷喜欢喝茶喝下象棋 你可以送套茶具或者象棋 得到提示沈志一心里有了底 在路过商业大厦的时候 他独自下车去挑选 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从商场出来的时候 手里提了好几大袋的礼品 商时序体贴地 帮他打开后备箱的门 沈志一将东西放好后 嘴角勾着浅笑 谢谢 商家老宅 位于老城区那边 从新海鞠过去 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男人清冷的眉眼指示前方 阳光透过车窗 照射在他清冷俊逸的脸上 他神情专注而认真 沈志一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脑海里闪现出那句 只可远观 不可卸完也 这句诗 太符合他的形象了 也不知道这样的男人 以后有了喜欢的人 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很快 车子在一座看起来 有些年代感的园林庭院前 停了下来 车门刚打开 就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叔 面带笑容迎了上来 少爷 少夫人 沈志一面对他的这声少夫人 有些不适应 局促地笑了笑 你 你好 少夫人客气了 叫我老王就行了 管家语气和蔼 面容慈善 看出他的紧张 商时序悄然走到他身旁 介绍到 他是王叔 老宅的司机兼管家 三人没有在门口寒暄太久 就一同进了院内 举目四望 庭院里一片郁郁葱葱 花铺里的奇花异草 和一旁的几葱翠竹 相互映衬 更显鲜花烂漫 草木微蕊 穿过花岗时 铺成的小鹿和长廊 就是庭院的主楼阁 沈志毅惊讶的同时 也很疑惑 外公不是说 商家只是经济尚渴的 小康之家吗 他在网上看过 像这种园林庭院 怎么着也要几百万 收回打量的视线 他向商时序身旁靠了靠 扯了下他的衬衫衣袖 小声地问 我们没走错地方吧 闻言 商时序陡然遁住脚步 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他 而是将视线落到 他扯着自己衣袖上的小手上 他有洁癖 眉头倾醋了下 想让他把手拿开 但对上沿落里 那双清澈如水的毛子 他不自觉将 原本想脱口而出的话改了 没有 听到他的肯定回答 沈志毅肯定了一件事 商家绝对不是 外公口中的普通家庭 瞧见他脸上丰富的表情 商时序波澜不惊的内心 毫无察觉地 荡出一种异样的倾诉 就这样 两人各怀心思地 踏入了主楼客厅 原本以为只是回来吃顿饭 没想到晚饭后 两人被老爷子给留了下来 有多余的被子吗 我打地铺就行了 沈志毅洗完澡从浴室出来 率先打破了 两人要同床共枕的尴尬 他此时身上 穿着老爷子 一早让刘妈准备好的保款睡衣 他有些不适应 总觉得太贴了 商时序 应该有 我找找 虽然和沈志毅相处 他不反感 但要同床共枕 还是有些抗拒的 他打开房间内的柜子 别说被子了 就是多余的床单都没有 商时序哪里猜不到 是爷爷搞的鬼 他转过身 漫不经心道 看来爷爷早有准备 那怎么办 我可不想和你 睡在同一张床上 沈志毅有些着急 他宁愿睡在地上 也不想和大冰块睡在一起 商时序褐色的眸光暗了暗 他这是 被嫌弃了吗 从来都是女人 对他羡慕讨好 及时受过这种冷念 莫名的心中 生出一股烦躁 声音冷了 彼此彼此 我也不想 但今晚 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房门就被敲响 少爷少夫人 你们睡了吗 在千军一发之际 沈志毅眼急手快 将人一并拉上了床 手臂一挥 扯过一旁的被子 盖在了两人身上 啊 这个意外来得太突然 太快 沈志毅都被整猛了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紧挨着 躺在了商时序的身旁 他潜意识地 就想将人推开 刚要动手 耳畔就传来男人温热的低声 别乱动 闭上眼睛装睡 怕他误会 商时序解释 只要爷爷看到了 他想要的结果 就不会一直盯着我们了 沈志毅僵硬的身子 一动也不敢动 吃惊地 看向静在咫尺的脸庞 小声问 还要盯着我们 商时序暗雅的声线 透露出一丝不自然 嗯 他也是第一次 和一个女人 躺在一张床上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但作为商老爷子的亲孙子 他可是太理解 自己的爷爷了 不让人过来确定一下 怎么可能放心 刘妈悄咪咪的 推开主卧的门 探入脑袋 看到床上的情形时 露出满意的笑容 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还贴心地将门关上 闻生人离开 沈志毅赶忙 将身子向外挪了一下 拉开两人的距离 他也是第一次 和男人躺在一起 抬眸间 脸颊透着微不可见的羞涩 那个 这要怎么睡 商时序太阳穴突突跳 他今晚被爷爷 整得彻底没脾气了 床还要让出去一半 掀了掀上眼皮 极不情愿地吐出几个字 一人一半 清晨 刚刚升起的晨曦 透过薄薄的窗帘 溜了进来 光线被窗台外的树叶 层层过滤 折射在两人身上 净显温馨柔美 睡梦中 沈志毅感觉自己 好像抱了一只大火炉 他下意识地低声 咕弄了句 好热 四月中旬的西周 天气凉爽 温度适宜 而他却热得全身冒汗 窗外的阵阵鸟鸣声 让沈志毅悠悠醒来 睁开朦胧心松的眸子 差点被眼前的景象 给吓一跳 自己就好像一只八爪鱼似的 手臂抱住他的腰身 连腿都搭了上去 沈志毅此时尴尬地要命 趁着人还没醒 赶紧抽身 滚到床的另一边去 由于他太用力 动作又大 一下子滚到地上去了 啊 好痛 他小声低音 很怕惊醒了床上的人 我的腰 沈志毅忍着全身的疼痛 慢慢地爬起来 重新回到床上 其实他不知道 在他没有醒来的时候 伤时序就已经醒了 他尝试着拨开沈志毅 但没能成功 他只好作罢 见沈志毅有醒来的迹象 他干脆闭眼装睡 刚刚可是全程目睹了 某个小笨蛋 从床上掉下来的整个过程 重新回到床上的沈志毅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总感觉还在熟睡中的伤时序 肩膀好像在抖动 中午吃饭时 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原本其乐融融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深沉了起来 老爷子面上 也不见了平日子里的慈眉善目 声音冷淡 过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他这句话的前台词是 没看见我们爷孙三个在吃饭吗 你来捣什么乱 爸 我都好久没回老宅了 今天何元特意回来看望你的 说话的中年男人 正是商老爷子的儿子 同时也是商时序的父亲 商森瑶和他一同来的女人 正是商时序的继母 温清云 见公公脸色不好 他也不敢出声 静静地把自己当成隐形人 站在丈夫的身后 老爷子虽然年纪大了 可脑子一点也不糊涂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大孙子回来 他们两位就登门了 你们还真会挑时间 老爷子话中意思不言而喻 不过有孙媳妇在 他也不好发火 吩咐刘妈去多拿两双碗筷来 商森瑶被自己的父亲索罗嫌弃 也毫不在意 拉着老婆在沈志亦的旁边坐下 假装毫不知情 惊讶地问 这位是 商时序从两人突然登门到访 他就猜测到了原委 在心里冷笑 还真会装 老爷子率先回应 他是我乖孙媳妇 你们叫他吱吱就行了 沈志亦总感觉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 好像在那见过 但一时半会又想不起来 不过他怎么感觉 商时序和爷爷 好像都很讨厌这人呢 但作为晚辈 他还是起身大大方方的喊人 叔叔 阿姨 对于他不卑不亢 落落大方的举止 商森瑶对于这个大儿媳 还算是满意 我是时序的父亲 这是你问阿姨 什么 他是商时序的父亲 沈志亦多少知道 一些关于商家父母的事情 没想到 他们父子关系这么差 温清云看起来不过三四十岁的样子 皮肤白皙 身材纤细 他性格温婉安静 说话慢声慢语 好孩子 既然你已经和时序结了婚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话落 他从手提袋里 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 打开映入眼帘的 是一条粉色的钻石项链 这个就当是见面礼 你一定要收下 这个我不能收 太贵重了 沈志亦连连推托 虽然他不太懂珠宝 但这么大一颗粉钻 也知道价值肯定不菲 这是你叔叔和阿姨的一点心意 收下吧 温清云再次将盒子递给他 要不是趴下到小姑娘 依着他老公 还能送出比这更昂贵的 沈志亦一时间 不知如何是好 侧头看向伤时序 见他眉头紧皱 他以为他不高兴 就在他准备再次拒绝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 打断了两人的拉筹 收下吧 他们不差这东西 森盛集团旗下的珠宝专卖店 不计其数 他这话说的也是事实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 伤时序和森盛集团董事长的关系 见儿子没有像以前那样抵触他 伤府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如今也成家了 打算什么时候接手家里的生意 虽然儿子现在事业也发展得不错 但私心里 伤森盈还是想讲自己打拼下了的商业帝国 交到大儿子手中 伤时序此时 全身好像被一层冰包裹住 冷声拒绝 没兴趣 也不需要 伤府不死心 耐着性子继续劝说 不管怎么说 你始终都是我伤森盈的儿子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他这话很明显 不接也得接 自成复业 原本就压抑紧张的气氛 此时更是降到了极点 伤时序好像听到笑话般 失笑一声 你什么时候想起 还有我这个儿子 伤老爷知道 孙子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赶紧出声打断了儿子 还想继续说的话 好了 别说了 吃饭 老爷子一声令下 餐桌上总算恢复了平静 这顿饭大家吃得心怀各异 晚饭后 两人就回了新海居 说什么也不愿多待一晚 沈志毅主要是怕自己 又像今天早上醒来时那样 手脚并用 扒着伤时序不放 入夜 暮色苍茫 万家灯火通明一片 沈志毅刚洗完澡出来 就接到了闺蜜慕妮的电话 宝 出来喝一杯 沈志毅 我想宅在家里当咸鱼 其实 她想说 还不如再加画两张设计稿 多挣点钱来的实际 必定现在她可是欠伤时序一大笔钱呢 虽说 她强调戒指的钱 不用她还 但沈志毅不想占人便宜 还有今天温清云送给她的钻石项链 她会再找个时间说扶伤时序 替她保管 回来的路上 她已经向伤时序提过了 可惜被她拒绝了 慕妮不怀好意 嘿嘿一笑 你不会是窝在家里 跟帅哥在谈情说爱吧 沈志毅 你想多了 她真是被闺蜜 这奇葩思维给打败了 最终还是出了门 二十分钟后 沈志毅驾车来到了大学城旁的小吃街 这里最出名的 就是烧烤一条街 喧闹声夹杂着空气中的烟雾和烤箱 烟火气息十足 包 这里 慕妮从摊桌前站起身 向她挥手 顺着视线 沈志毅向最前排摊位走去 走近后她才发现 发小宋元峰也在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铁得很 待人坐下后 宋元峰将老板娘刚烤好拿过来的压身地上 嬉笑着打句道 给以行补行 祝你早日中奖 沈志毅修的脸色通红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这不应该给你们男人吃吗 宋元峰嘿嘿一笑 这玩意男女通补 可是个好东西 一会儿我们多吃点 慕妮没忍住给这个缺心眼的家伙 来了一巴掌 响亮地忽在了她的后脑勺上 年纪轻轻地补什么玩意 亏你还是个男科医生 书都读到脚底下去了 被挨了一脑勺的宋元峰刺了刺牙 死丫头 就不能斯文一点吗 总是动手动脚的 以后哪个男人敢娶你 作为三个人中的唯一男性 她可是没少被她欺负 慕妮一双张妩媚的桃花眼 瞪得圆圆的红唇半勾起 为什么会要男人娶 就不能是她嫁给我 宋元峰挑了挑眉头 向她竖起大拇指 好稚气 姐妹看好你 嬉闹了片刻后 沈志毅关心地问 元峰 你在医院实习得怎么样了 还行 带我的是 我们学校大姐姐毕业的一个师哥 她读的是八年制的临床医学 最后一年 在西州第一人民医院实习 慕妮停止撸串的动作 插一嘴 你师哥长得帅不帅啊 宋元峰嬉笑地自恋道 帅倒是挺帅的 但肯定没有帅 慕妮小嘴撇了撇 很是不客气地打击道 嗯 是挺帅的 不过是稀帅的帅 宋元峰 这死丫头 一天天不弃她这日子 就过不下去怎么跌 没眼力 我这叫钱力骨 还没发育完呢 慕妮忍不住笑出声来 哈哈 你都多大了 还没发育完 宋元峰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气愤地拿起几串压肾猛地吃 沈志一侧脸看向闺蜜 听说叔叔阿姨 又要你去相亲了 慕妮顿时收住脸上的笑容 放下手中的酒杯 无奈又心酸 我要是不掉个金龟婿回去 我妈怎可能罢手 她太了解慕妮了 仗着她这个女儿 长得有几分姿色 整天就想着 怎样把她嫁入豪门 沈志一心疼地安慰了她几句 慕妮不想被这些破事情 破坏了心情 索性转移了话题 看向发小 你那师哥叫什么名字啊 我明天挂她的磕 低头专心给自己狂捕的宋元峰 看了她一眼 欲言又止 慕妮见她别别扭扭的样 忍不住吐槽 小气鬼 好像怕我跟你抢人似的 宋元峰 她是纯直男 一点不带拐弯的好吧 索性直接告知她 她是男命尿科的主治医生 你确定要挂 她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这二货是男科医生 那带她的那个师哥 肯定也是了 开什么玩笑 她一个女人 看什么男科 沈志义在一旁憋笑 慕妮瞥了一眼 幸灾乐祸的闺蜜 心中立刻有了主意 我挂不合适 但知之挂合适啊 莫名其妙地被点名 沈志义一脸猛 我又不是男人 慕妮一脸深意嬉笑道 你不是男人 但你家有男人啊 沈志义知道 她话中的意思 她可不敢拉伤 时序去看男科 那狗男人 可是光明正大的强调 她没病 她很正常 打住 别打她的主意 我可招惹不起她 想想上次 她的所作所为 沈志义是又羞又怕 她可不想再有第二次 三人嬉笑打闹的这一幕 不巧刚好落到 惊涂此地的伤食序眼中 前面巷子 有一家非常著名的画廊 她来这里是去取一幅画 没想会碰到沈志义 在这里吃烧烤 她此时一身黑色紧身长裙 长度大概到膝盖处 脸上是轻薄的一层淡妆 晚风轻轻吹起她 披在肩头的秀发 唯美动人 第一眼 她确实好看 第二眼 她美得清新脱俗 第三眼 旁边的男人是谁 她对人家笑得这么温柔 伤食序收回视线 心里有些烦躁 莫名地有点堵 最后也不知道 是出于什么目的 她竟然走了过去 沈志义端起半杯啤酒 正准备喝 就听见身旁的慕妮 猛然惊呼一声 哇去 支支你快看 这 这大帅哥 像不像你结婚证上的老公啊 文言 沈志义抬眸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男人气质斐然 一身高档的黑色西装 显然和这烟雾缭绕的街边摊 格格不入 瞬间呆愣住了 这要求 出来撸个串 都能撞到她 顾不得回应闺蜜 抬头对上 已经来到他们桌子前的伤食序 你 你怎么在这 伤食序一脸平静 毫不在意那些打量她的目光 刚好路过 不介意多我个人吧 我要说介意 你能走开吗 慕妮还是第一次见闺蜜老公本尊 激动又兴奋 当然不介意 帅哥 你请坐 宋妍峰也赶紧站起身 将服务员喊过来 加多一双碗筷尾 慕妮是个社交牛高手 有她在 不用担心冷场 活络地自我介绍了起来 帅哥 你好 我是芝芝的闺蜜慕妮 伤食序有洁癖 从来不会在路边摊吃东西 今天是打破了她的底线 虽然有些嫌弃这酒杯 干不干净 但她还是接过慕妮递来的酒杯 伤食序 宋妍峰同样向她举起杯子 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知姐的发小 宋妍峰 伤食序连喝两杯 这才停下 见沈之意一直盯着她看 侧过脸低声问 我脸上有东西 被她的声音 拉回神游的思绪 尴尬的 轻了轻声音 没 没有 她之所以走神 是因为今晚的伤食序太反常了 她就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被抓包了 简直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慕妮将两人的小互动 都看在了眼里 心里暗息 这俩太有CP感了 同时也在心里笃定 他们俩人 今后肯定能成为一对 她看到出来 这男人也不是一点都不在意闺蜜的 应该还只是在萌芽期 她自己还没发现 就让她给两人添一把火吧 来来来喝酒 我们不醉不归 慕妮心中打定了主意 张罗起来 今晚也不知怎么了 沈之意老被自己的闺蜜灌酒 她就只有一杯啤酒的酒量 想要灌醉她 容易得很 几杯酒下肚 沈之意小脸飞红 脑袋也开始有点晕 慕妮还想给她道 她连连白手拒绝 不喝了不喝了 再喝下去她都要醉了 撑着发晕的脑袋 她看向身旁伤识序 今晚搭你的顺风车回去 我头晕开不了车 话落她就站起身 左右环顾了一周 没看到车的影子 伤识序 你的车呢 伤识序 还真是醉了 宋延峰原本想去扶一下沈之意 谁知刚想行动 就被慕妮给拦住了 我也头有点晕 你送我回去吧 宋延峰听她这么说 哪里放心她自己开车回去 赶紧将人扶住 两人在转身之际 慕妮又对伤识序叮嘱道 我们家芝芝就交给你了 照顾好她 伤识序点头嗡了声 表示答应了 沈之意此时酒精有点上头 脚步虚浮 如同踩在棉花团上 轻飘飘的 一个踉呛 差点摔跟头 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的时候 一直强有力的大掌 及时拖住了她 伤森时序将人扶稳 温声道 慢点 虽然隔着布料 她也能感受她腰肢的纤细柔软 莫名的手掌 变得灼热了起来 已经进入醉酒状态的沈之意 只是憨憨地 冲她甜甜一笑 你好厉害 这样也摔不倒 伤识序 没摔倒 你还失望了 转念一想 她和一醉鬼 有什么好计较的 为了防止人在摔倒 伤识序顾不得别的 直接拦腰打横 将人抱起 打开后座的车门 弯腰将人放下 就在她准备退出去的时候 沈之意突然抬手抱住了她的脖梗 粉红的唇瓣微微嘟起 声音软软柔柔的 别动 给我抱一会 软糖 软糖是谁 还是她把她当成另外一个男人了 伤识序肉眼可见的脸色黑了下来 伤识序用力地将她两只手爬了下来 冷着脸 别乱动 不然把你扔下去 好像听懂了她的威胁似的 沈之意乖乖地收回双手 不再乱动 看到如此乖巧的模样 让伤识序忍俊不禁 在心里吃笑一声 还是喝醉的时候比较可爱 随手将车门关好 她坐在了前面的驾驶位上 独自在后排 靠着车窗昏昏大睡的沈之意 后面没有再闹荡 到了新海居 她再次将人抱起 推开她卧室的房门 准备放到床上的时候 就见怀中人 突然在她胸口处蹭了蹭 小手还顺便在她身上乱抓了一把 随后就她小声咕噜了句 阮堂 你怎么变得这么壮实了 伤识序 要不是知道她真醉了 她都要怀疑 这丫头是不是故意在占她便宜 满身酒味加烟熏味 扑面而来 伤识序眉头紧皱 有些嫌弃 忍着想直接把人丢到地上的冲动 冷声制止 别乱动 可能是不满耳边嗡嗡的吵闹声 沈之意身子扭动了几下 伤识序原本就是弯着腰的姿势 被她这么一带 两人直接倒在了身后的床上 好巧不巧的 两张唇瓣触碰在了一起 那种柔柔软软 像触电般的酥麻感 她还是第一次 伤识序 全身瞬间僵硬住了 停留了几秒钟后 她不可置信地眨了眨双眼 她这是被吻了 保留了快三十年的初吻 就这么没了 而且 对方还是一个罪鬼 她要找谁配去 而罪魁祸首 此刻正没心没肺的憨憨大睡 伤识序如今有气都没地方撒 站起身 咬牙切齿地吐出几个字 我可真是欠你的 之后 她别扭地摔门去 这一夜 她睡得并不好 反反复复地 都在做同一个梦 梦中她狠狠地吻着沈志懿 那种耳鬓撕磨的场景 好像身临其境般 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 伤识序进了浴室 洗了两酒的冷水澡 餐桌上 沈志懿感觉今天的伤识序 脸色比以往都要黑 不明白自己哪里 又惹到她了 小心翼翼地 将面前的牛奶喝完 准备开溜 谁知她刚起身 就被伤时序给喊住了 这么急着溜 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啊 这男人 今天脑袋被驴踢了吗 说话又带刀 又带刺的 她仔细地想了想 这两天 也没哪里得罪她 哪里溜了 我只是想早点出门 她这话说得也没毛病 今天上班要打车去 可不得早点出门吗 一起 她一副命令的口吻 沈志懿想着 有免费的车坐 不做白不做 就没有拒绝 车子启动几分钟后 伤时序冷不丁地 丢出来一句话 昨晚的事 你还记得多少 昨晚的事 她只记得 昨晚酒喝多了 头有些晕 最后搭伤时序地 顺风车回来的 这有什么问题吗 沈志懿很是坦然 只记得上了你的车 后面的都不记得了 此时刚好是在等红灯 伤时序显然不太满意 这样的回答 不记得了 很好 她记下了 见她一副 好像要吃人的表情 沈志懿缩了缩搏梗 弱弱地问 昨晚是出了什么事吗 伤时序 只能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她能说我被你抢吻了 并且 那还是她的初吻 她可丢不起那个人 没事 她阴沉着脸 冷冷地丢出两个字 沈志懿 这么凶 大姨父来了 那个 你知道我们工作室的位置吗 沈志懿现在才想起来 这么重要的问题 把地址输进去 伤时序打开车载导航 让她输入目的地 沈志懿 她要是不问 她准备拉她去哪 这狗男人的思维 真不是一般人能猜得透的 说完后 她想到什么 侧头问 你的公司在哪里 凭什么你知道我上班的地方 我还不知道你的 伤时序眼神暗了暗 单身问 想知道 沈志懿 就随便问问 狗男人是什么意思 说得好像很在意他似的 伤时序逆了他一眼 对我公司感兴趣 他是这个意思吗 这男人说话 为什么总是绕弯弯啊 就不能直截了当点吗 爱说不说 他好像赌气似的 撇着嘴角 不感兴趣 小气鬼 不就是问一下 你公司的位置吗 这都不肯透露 怕来上你吗 目测这狗男人 好像又生气了 直到下了车 沈志懿也不知道 他在气什么 刚走进办公室 闺蜜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慕妮 宝 昨晚你们后续怎么样了 沈志懿 你觉得我和他能发生什么 他喝醉了 倒头就水 慕妮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你们就没有擦点小火描出来 沈志懿有些哭笑不得 再次声明一下 我们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觉得 谁能和一个冰块擦出火花来 慕妮 这俩人是真纯情 还是情商低 都给他们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了 竟然一点火花都没有 沈志懿 那狗男人 今天脸色臭得要命 好像谁欠他似的 慕妮突发奇想 该不会他看到你和别的男生在一块 他吃醋了吧 沈志懿差点被他这句话 给金的下巴掉在了地上 连声否决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现在是白天 不适合做梦 他不认为自己有那个魅力 能让伤持续吃醋 午休时 助理小苏惊喜地 推开了他的办公室 芝芝姐 好消息 靠在办公椅上浅眠的沈志懿 被他突如其来的惊呼声给惊醒了 不等他开口询问 就听小苏惊喜若狂地宣告 刚刚上来副总的助理打电话来说 让我们带着上次的设计稿 后天上午十点到他们公司去详谈 这惊喜来的 还真是太突然 沈志懿内心有些激动 缓了一会儿吩咐道 你去把上次的设计稿 重新整理一下 好的 我这就去 这将是迎接他最好的礼物 临近五时 在外出差的师姐叶初彤 如期归来 刚踏入工作室的大门 就被慕妮给抱个满怀 叶师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慕妮今天休闲 三人同是西大毕业的 叶初彤带他们几届 他读研的时候 刚好和沈志懿同一个宿舍 读一学习的慕妮 经常往他们宿舍跑 久而久之 他和叶初彤也成了好姐妹 原本因一路周车劳顿 有些疲惫的叶初彤 此时身心瞬间酥畅了不少 嘴角带着温婉的笑容 抬手轻敲了下她的额头 跟我撒娇没用 我又不是帅哥 整个工作室的人都知道 慕妮唯一的爱好 就是帅哥 慕妮小嘴像摸了秘板 你虽然不是帅哥 但是你是我最爱的初彤姐姐 听到动静的沈志懿 也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刚好听到慕妮的这句话 很是不给面子的揭穿 渣女 你最爱的不是我吗 这么快就一情别恋了 慕妮站直身子 扬起性感的红唇嬉笑道 你一三五 他二四六 这总公平了吧 你当是皇帝灵性妃子呢 沈志懿美好气地 白了他一眼 工作室里的其他二人 见状都纷纷在心里憋笑 他们喜欢这里工作的环境和氛围 没有外面那些职场上的明争暗斗 大家都相处很融洽 两位老板待人又很随和 应着要出去聚餐庆祝 他们今天都准时下了班 傍晚 红日西沉 余辉慢慢散去 西州最出名的私厨菜馆 云烟阁 这是一家中式装修风格的餐厅 古朴端庄 素雅幽静 和繁华喧闹的都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刚踏入大厅 就被告知今晚的包间 已经全部预定出去了 就在几人犹豫着 要不要换一家的时候 背后猛然传来一道响亮的声音 沈小姐 沈小姐 寻着声音 沈志懿和慕妮两人同时转身 就看到两个长相各异的大帅哥 其中一位正是肖叶明 另外一位沈志懿和慕妮两人都没见过 男人一身黑色西装 温润如雅 面容极好 沈志懿礼貌地印着 肖先生 慕妮一向对帅哥没抵抗力 巧笑颜希 这要巧 你也在这里吃饭 和几个兄弟在这里聚餐 你们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说话间 肖叶明已经带着傅景琛 来到了他们面前 在几人没注意到的地方 叶初同的眼神和脸色 都有些不自然 握着包的手指关节处 微微泛着白 只是 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两位帅哥身上 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 慕妮自来熟地接过话 来得不巧 没有包间了 正准备换一家呢 闻言 肖叶明看向站在一旁的经理 把他们安排到六楼吧 六楼市这家餐厅的高级VIP包间 平时只对重要客户开放 好的肖少 经理爽快地印下 能让老板亲自发话的 在经理看来一定是关系非比寻常 他默默地记住了几人的面相 以免下次慢带了贵客 这家店一共有两个老板 肖叶明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多谢你了 改日请你吃饭 慕妮擅长处理这种人际关系 沈志毅没有和他抢 其他几人都没见过肖叶明 自然也答不上话 客气了 举手之劳 他说话时 总是这么温和有礼 但也仅仅是周到而已 不会让你误会 以为他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 一旁始终都没有说过 一句话的叶出瞳 此时完全把自己当成了隐形人 带两人走后 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了下来 不知是失落还是松了一口气 几人同经理乘坐电梯 一起来到了六楼 这是标准的商务包厢 装修华丽大器 除了中间圆形餐桌外 靠墙的地方还摆放着两排红木沙发 以及休息区 刚落座 包间里就响起一阵惊讶和感叹声 天哪 这个萧少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连这种级别待遇的包间都能要到 说话的是工作室前台小周 萧家二少 话落 慕妮递给他们一个 你自己慢慢贫的眼神 他也是前两天从娱乐新闻上才得知 原来那天意外撞他的车大帅哥 就是西周有名的豪门萧家二公子 他就是萧叶明 小周瞳孔猛然放大 既激动又惊喜 你认识 坐在他身旁的是 设计师助理小苏 见他这么激动 难免有些好奇 当然了 只可惜人家不认识我 小周说这话时 眼里是满满的崇拜之情 他前半句嘴角是弯上去的 但说到后半句的时候 嘴角又瞬间搭来了下来 慕妮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哈 该不会你学生时期暗恋过人家吧 哎呀 逆姐姐 你瞎说什么呢 他可是我们海大的风云人物 有几个没听过他大名的 小周害羞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脸颊 刚刚走出校园的小女生 人还比较单纯 不经斗 此时被打去的小脸通红 但没有人发现 一直坐在一旁 明显在走神的叶出童 在他听到慕妮的那句 不会是你学生时期暗恋过人家的话后 整个身体都瞬间僵硬住了 后面他们还说了什么 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莫弟 他站起身 我出去打个电话 几人边听小周叙述大学时期的肖叶明 边嬉笑着叮嘱他 快去快回 叶师姐 叶出童从包间里出来后 只觉得心里闷得难受 就在长廊里漫无目的地游走 打电话 只是他找的一个借口而已 在长廊的尽头 那个今晚搅乱他心神的人 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他鼻挺地 立在长廊的落地窗前 神情凝重地遥望着远处 好像在深思 修长的手指夹着燃了一半的烟 灯光下他的侧影略带孤寂 有所察觉的傅景琛 侧头望了过来 四目相对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突然静止了 叶出童没想到他会突然看过来 紧张地呼吸急促 整个身体都僵硬在原地 时过今年 他没想到两人的久别重逢 竟然是在这样的场合下 两人就这么对望着 谁也没有想要开口说话的意思 比起六年前 他已退去稚嫩 看起来更加地成熟沉稳 最终还是叶出童败下阵来 他努力地挤出一抹笑容 温吞地开口 好久不见 顾隐称 男人温润的脸上 没有半丝情绪 波澜不惊地从他身上一开视线 垂眸将手中的烟恩灭在一旁的烟灰缸里 伯良的语气中 好似带着嘲讽 难得叶小姐还记得我 叶小姐 呵呵 叶出童心里一阵苦涩 既然再见已是陌生人 他又何必让自己 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 他努力压制住即将崩溃的情绪 礼貌疏离地笑了笑 对不起傅先生 打扰了 傅景琛 是打扰了 扰乱了他的心 叶出童有一刹那的哑然 紧敏唇半 没想到他这么不待见他 对不起 我这就离开 话落 他不再多看他多一眼 转身离开 傅景琛望着和当年一样 诀别时的背影 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 猛地刺痛了一下 这顿饭一直吃到八点来中 才结束 沈志毅回到新海区的时候 伤识旭已经下了班 路过书房的时候 建房门没有关 他好奇地探着脑袋 偷偷地观察他书房内的情况 就见男人坐在书桌前 纤细修长的手指 如行云流水般 敲打着键盘 察觉到有视线在打量他 伤识旭猛地抬起头 见是他 又低下头 继续手中的工作 见他不理人 沈志毅壮着胆子 踏入了他的私人领域 伤识旭 我进来参观一下行吗 刚来那一晚 他来过他书房 当时都没好好看过 看见已经走进来的某人 伤识旭抬眸逆视了他一眼 我要说不行 你现在能出去吗 沈志毅 小气鬼 你书房这么大面积 能不能让点给我 听闻 伤识旭挑眉 这丫头 可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把他书房当菜市场了 私人领域数不外见 沈志毅潜笑 我就是想整个小画室 不会打扰到你的 伤识旭知道他 喜欢画画 也知道他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他想要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 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但是 他不习惯他的私人领域 有女人闯入 最后 他指着旁边的客房 旁边那间给你做画室 明天我让人收拾出来 见终于不用窝在房间里 画设计稿了 沈志毅开心地欢呼一声 太好了 谢谢你啊 伤识旭没想到 就答应了他一个小小的要求 竟然能开心成这样 想到什么 嘴角一勾 我给你解决了这么大个难题 你是不是该表示一下 不是都已经谢过你了吗 沈志毅醋眉 这狗男人不会想趁火打劫 想敲他一笔吧 伤识旭 嘴上说得多不显诚意 不如来一点实际行动 你想让我请你吃饭 不应该吗 沈志毅不情不愿地说 行 你挑个地方 就去昨晚的那个小吃街 伤识旭想也没想 就脱口而出 啊 沈志毅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家伙 竟然要去撸串 这是你挑的 可不准反悔 沈志毅好像怕他反悔似的 赶紧一锤子定音 他以为他要狠狠地敲他一顿呢 最起码是要去高档点的餐厅 谁知 他竟要去街边摊 真是搞不懂 这狗男人的奇葩思维 二十分钟后 两人出现在了 大学城旁边的小吃街 这个聚满人间生活气息的地方 真的让人百来不厌 不过今天他不准备吃烧烤了 他想带他去吃点别的 小吃美食一条街 这名号可真不是盖的 各种美食小吃 应有尽有 见前面有臭豆腐 他要了一碗 跟在他身后的伤食序 眉头紧皱 那黑如炭 又奇臭无比的东西 确定是给人吃的 见他落在了身后 沈志毅回头不满地冲他喊道 大哥 你能不能快点 怎么这脚力 还赶不上我一个女生 伤食序冷冷瞥了他一眼 他不是走不动 是嫌弃他身上的气味 不明真相的沈志毅 直接转身跑在他面前 你要不要喝奶茶 不喝 伤食序直接将脸转向一旁 尽量憋气 沈志毅 不喝拉倒 还真难伺候 没一会儿 就见他脸色通红 他很疑惑 走这么点路 你就累成这样 年纪轻轻 就这么虚 看来身体是真的差 伤食序 你再不走远点 他都快要憋死了 沈志毅见他动作 比之前更缓慢了 就以为他是累得快不行了 指着前面的麻辣烫摊档 你吃麻辣烫吗 他们家味道很好吃的 他和慕妮上大学那会 就爱吃他们家的麻辣烫 而且 他还在这里 打过一段时间的暑假工 和他严格保持着 两米以上距离的伤食序 点头表示同意 刚踏入麻辣烫摊前 沈志毅就亲切跑上前 兰姨 张叔 文生 两夫妻同时转过身 哎哟 原来是吱吱啊 老板娘兰姨有些激动 放下手里的活 赶快张罗着两人坐下 老板张叔 有黑的面上露出憨厚笑容 将客人的菜端上去之后 赶紧过来招呼 今天想吃些什么 书请客 谢谢叔 我已经工作了 有钱的 沈志毅眼眶微红 从济世起 他就没有见过爸爸 他从来都不知道 父爱是什么 是不是像张叔这般 伤食序从来没吃过这些 不知道怎么弄 所有的食物 都是沈志毅帮他拿的 看着红彤彤的汤锅中 飘着一层红尖胶 伤食序 全身不禁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么多辣椒 他一向饮食清淡 从来不吃辣椒的 隐约有些后悔 来这里了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老板娘就将烫好的 两大盘食物端了过来 这小伙子长得可真好看 是你男朋友吗 兰姨一脸热切地问 不是 她是我朋友 沈志毅怕伤食序 不愿意在外人面前 暴露两人的关系 就选择了隐瞒 只是他话刚落音 就明显感觉到周围温度 骤然转低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怎么突然间有点冷 闻言 老板娘兰姨一脸的可惜 不是啊 谁知 伤食序在这事补了句 嗯 暂时还不是 这句话意思很明显 暂时不是 不代表以后不是 这话着实把沈志毅给惊到了 不知道这男人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但把兰姨给高兴坏了 这说明 这帅气小伙子在追芝芝 在他看来 伤食序长得一表人才 配置之太合适了 蓝衣笑盈盈地走开 去给两人切西瓜去了 沈志毅见伤食序拿着筷子 一副无从下手的模样 不禁扑斥一声 大笑了起来 哈哈 你不会是第一次吃吧 伤食序肉眼可见的脸色黑了下来 冷眸 扫向一脸幸灾乐祸的某人 有这么好笑 沈志毅强忍着 终于不再大笑 清了清嗓子 你这样子 真的好像那些豪门贵公子 一副不食人间烟火 什么好像 他本来就是 很好 这死丫头胆子大了 竟然敢笑话他 伤食序将旁边的那碗臭豆腐 直接推到了最边上 这么臭的东西你都吃 不怕被毒死 这东西只是闻着臭 吃着可香了 沈志毅不满 他将他的宝贝给推开 站起身将臭豆腐端到自己的面前 好像故意似的 他当着他的面 夹起一块黑乎乎地放到嘴里 还忍不住出声赞美了两句 嗯 还是这个味 伤食序 眉头皱得 能夹死一只蚊子 强忍着胃里的不适 冷声道 扔了 别让我看见他 我这还没吃两口 扔了多可惜 后面的话他还没有说完 就见面前的碗 已经被他一次性筷子挑走了 沈志毅瞪大眼睛 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他 将自己心爱的美食 给丢到进垃圾桶里 浪费粮食可耻 他咬牙切齿地 冲他吼了句 伤食序反呛 反正都是垃圾 浪费就浪费了 没有了这股臭味 他此时心情都好了很多 这意思是说 他刚刚吃的是垃圾 被怒气冲昏了头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 他猛然间站起身 狠狠地在他的唇瓣上 啄了一下 一开后还不忘放狠话 嫌弃我吃垃圾 那你现在也沾了 那这样 你也是在吃垃圾了 他的举动太突然 让伤食序措手不及 整个人都来不及 做出任何反应 直到柔软温热唇瓣 从他嘴边离开 他才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 他 这 这是又被抢吻了 真当他不是男人了吗 一次又一次地调戏他 似笑非笑地凝视着他 这么喜欢占人便宜 对于自己的 刚刚做出的举动 沈志义完全就是 一种冷圈状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他竟然再抢吻一个男人 而且 那人还是伤 食 续 这射死现场 他都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面对他了 对对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 还好吗 沈志义紧张的双腿 都在发抖 很怕他秋后找他算账 他也很吃亏好吗 这可是他的初吻 但他又不想 被这狗男人知道 怕他笑话他 其实沈志义不知道 他的初吻 已经在上次 醉酒的时候 送出去了 伤食旭沉着脸 你说呢 我 我可以赔偿你 沈志义顶不住 他那吃人的眼神 尝试着和他谈判 伤食旭冷笑 你拿什么赔偿我 抢吻了他两次 他赔得起吗 我可以给你洗衣做饭 拖地打扫卫生 沈志义把认为合理的 都说了出来的 见他不为所动 继续游说 帮你干一个月的家务 外加跑腿 这总藏了吧 伤食旭言里 闪过一丝脚狭 这可是你说的 成交 他是商人 从来不做赔本的生意 连本代理的他 都要讨回来 沈志义见 他终于松口了 赶紧点头 嗯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我不会抵赖的 这些活他都会干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只要不让他赔钱就行 他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但愿你到时候 不要哭爹喊娘就行 沈志义没有细想 赶紧义正言辞地保证道 不会不会 以前在家里 我也经常做家务的 商食旭挑眉瞥了他一眼 不再理会 两人商量好了赔偿问题 继续吃饭 可能是因为 心情变得舒畅了 商食旭突然觉得 这些麻辣烫 也十分地美味 拿起筷子 夹起一只鱼丸 慢慢地送入口中 很快麻辣的刺激感 瞬间在他口腔内扩散 好在不是太辣 他还能接受 两人的这些小举动 全部都被麻辣烫的 老板娘看在眼中 忍不住和身旁的老伴 小声谈论了起来 孩子他爸 我看芝芝和这个男生 一定能成 连嘴都亲上了 怎么可能两人没感觉 男人压低声回应 这男孩子看着不错 值得芝芝托付终身 两口子都知道 沈志义从小是在 单亲家庭长大的 很小的时候 他爸爸就抛弃了 他们母女二人 如果有个真心 带他男人出现 也算了他们的一桩心事 第二天上午十点 按照约定的时间 叶初彤和助理小苏 一起出现在了 上来副总的办公室 见到傅景琛的那一刻 叶初彤如同五雷轰顶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上来的副总 就是傅景琛 小苏激动地扯了扯 叶初彤的衣袖 叶师姐 他 他不是那个肖二少的朋友吗 相较于他们的惊讶 傅景琛则要淡定得多 在商场中浸泡了这么多年 他早已练就了 喜怒不形语色 坦然自若道 对 我们之前在云烟阁见过 他没有否定 见叶初彤呆愣在那 他诞声提醒 叶小姐准备就站在门口 不 不好意思 我只是有些意外 叶初彤回过神来 一脸的尴尬 他局促地坐在他对面 手心里都是汗 早知道是他 就让师妹沈志义来了 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两人中间隔了一张办公桌 这是分开六年后 傅景琛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地看他 今天叶初彤身着一身 黑色职业套裙 乌黑的秀发随意地劈散在肩头 清秀的脸上是一层淡淡的裸妆 他长相温婉 五官柔和 身材纤细 典型的江南美人 傅景琛别开视线 表情有些冷淡 叶初彤感觉在他面前 自己的气势都被完全压制住了 被盯得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那个 我们谈工作吧 傅景琛垂眸按下内线 吩咐道 送两杯咖啡进来 其中一杯不加糖 好的 傅总 秘书应下 小苏一脸疑惑 他怎么知道 叶师姐喝咖啡 不喜欢放糖呢 难不成两人认识 闻言 叶初彤也抬眸眼望向对面的男人 他还记得 他喜欢喝不加糖的咖啡 看来 他也不是全然不济的他了 很快 秘书将两人的咖啡送了进来 小姐 你们的咖啡 请慢用 谢谢 叶初彤露出温暖的笑容 小苏嘴甜得很 谢谢漂亮姐姐 傅总好贴心 没想到他一个小小的助理 也有这样的待遇 待秘书出去后 傅锦琛将一个文件夹递到他面前 这是合作计划书 你过目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们就把合同签了 叶初彤一愣 他这话 意思是要和他们工作室合作了 这么顺利 不看看他带来的设计画稿吗 他仔细看过后 提出自己的疑问 傅总 你们不是 已经和Ashley工作室签订合作了吗 傅锦琛看了他一眼 这才漫不经心地回应 这并不矛盾 我们会选择更优秀的 也更适合的 叶初彤 这是要他们两家工作室打擂台吗 叶初彤不喜欢在工作上夹杂的个人因素 他抬眼看向对面的男人 不管上来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 选择MY 但我们有自己的底线 傅锦琛称会议浅效 纳着我们合作愉快 上来也只想和真正有实力的工作室合作 他这句话 很明显地强调了自己的立场 他不会公私不分 签完合作协议后 两人出了上来 小苏忍不住好奇 叶师姐 你和傅总以前认识吗 他总觉得傅总看叶师姐的眼神 有点奇怪 叶初彤一时之间 竟不知如何回答他 真着了下 不认识 我这也是和你们一样 第二次见他 小苏信以为真 这才说出自己的猜想 这个傅总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感觉他看你的眼神 有点怪怪的 叶初彤脸色有些不自然 洋装淡定地轻笑道 我们只是正常地交流 你们这些小女生 就喜欢瞎想 小苏俏皮地吐了吐舌 可能是我看错了 不过这个傅总人真的很好 只可惜叶师姐 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要不然 后面的话他没敢说出来 提起叶师姐的男朋友 小苏就觉得他们两人相处得有点奇怪 都谈了两年了 竟然还没有住在一起 平时更是连约会看电影都很少见 两人就好像在谈精神恋爱似的 只靠着一部手机来联络感情 此时 叶初同心被狠狠地颤了下 如出梦清醒般 对 他已经有男友秦一行了 父亲称怎么 又管他何事 一日 清晨 还在睡梦中的沈志义 就被震耳的敲门声给吵醒 他半眯着眼 不耐烦地冲房门嘟弄道 干什么呀 他知道 这样惹人闲的 除了伤时序 不会有别人 隔了几秒后见 没了动静 沈志义侧身将大狗熊拥入怀中 又和周公约梦去了 只是这份清静并没有继续多久 敲门声又继续响起 只是这一次好像打鼓似的 敲得非常有规律 咚咚 当当 沈志义这下瞌睡 被赶跑了大半 猛地坐起身 烦躁将自己的头顶揉成了鸡窝 气节地熬了一嗓子 啊 烦死了鸭的 把他的房门当鼓敲呢 拉过一旁 被单裹到身上 怒气冲冲地去开门 他倒想问一问 这狗男人一大清早是唱哪出 沈志义开门 见过真是这狗男人 没好气地瞪他 干嘛 装真子呢 真子和阿飘 都是恐怖的代名词 伤时序自然知道 对于他的怒视 他并没有生气 嘴角勾着细血的笑容 沈小姐 昨天你答应的事情不记得了 沈志义 昨天答应的事 不就是洗衣做饭 干家务吗 他又没忘记啊 放心 既然答应你了 我就不会抵赖 没事我关门睡觉了 这男人是不是故意的 就为了这么点事 一大清早扰他亲梦 就在他刚想甩上房门时候 一只健壮有力的手臂 制止了他的动作 既然没忘记 还不赶快去准备早餐 什么 沈志义以为自己听错了 瞳孔猛地放大 你让我去给你做早餐 伤时序好像看傻子 凝视了他一眼 声音淡淡 我说的话很难理解 沈志义一脸郁闷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没说 要给你做早餐啊 对于他的抗议 伤时序不予理会 他漂亮的黑毛挑了挑 做早餐 不算家务 沈志义 他说的做饭 指的是晚饭 都怪自己当时没说清楚 这要他牺牲 早上睡懒觉的时间 还不如让他坑一顿大餐 早餐已经有刘妈做了 我下班回来 给你做晚饭 伤时序定定地看着他 语调漫不经心 我给刘妈放了一个月的假 他这段时间都不会过来 沈志义顿时被梗住了 咬牙切齿 行 你等着 他知道 伤时序就是故意的 在心里问候了他 祖宗十八代 洗漱一番 换上家居服 沈志义来到厨房 打开冰箱看了一眼食材 心中立刻有了主意 他用豆浆鸡 打了两碗紫薯米糊 又用鸡蛋和面粉 摊了两张鸡蛋饼 想了想 这样有些单调 又炒了 拌碗土豆丝卷进去 将做好的摆上餐桌 抬头望了眼客厅上的钟表 已经六点半了 伤时序 此时刚好从书房出来 随便做了点 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沈志义正将刚刚煎好的一只热狗 偷塞进自己的鸡蛋饼里 他抬眸就对上他那嫌弃的表情 少吃那些东西 我就偶尔吃一下 沈志义也知道 这些都是色素相经合成的 但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伤时序拉开餐椅 慢调思理地坐下 拿起自己面前的鸡蛋饼 尝试地咬了一口 他还是第一次吃这种早餐 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却出奇地好吃 在厨房里收拾了一番后 见伤时序还没有出门 他有些疑惑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伤时序从沙发上站起身 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将车钥匙递上 他上眼皮掀了掀 嗓音急至悦耳 开车送我上班 What 沈志义 他鼓着腮帮子 这也算家务 伤时序勾存 语气散漫 当然不算 就在沈志义 以为他还有点自知之明的时候 接着又听他补了句 但这是 你答应的跑腿义务 沈志义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他当时脑袋一定是进水了 才会提出这样的补偿办法 几分钟后 黑色的兵力 缓缓从星海居驶出 虽然有些不乐意给他当司机 但他不得不承认 这豪车开起来 真的很不一样 在商时序的指引下 车子在科技园旁的一座大厦前 停下这里 离星海居和他工作室都不远 路程只要十来分钟 沈志义知道这地方 西州有名的创业科技园 这一片区 不乏一些科技新贵 和金融业投资大佬 他惊叉不已 你公司在这上面 商时序视线 从手提电脑屏幕上移开 淡淡地喷了一声 对于他的惊讶 他并没有太在意 拉开车门 准备转身下车 他好像又想起什么 下班过来接我 听他这理所当然的语气 沈志义气地嘴角抽搐 这还真把他当司机了 此时 他很想丢车走人 可商时序没给他这个机会 一转眼 人已经涌入了上班的人群中 这就是腿长的好处 不但走得快 溜得也快 沈志义咬了咬后牙槽 咕弄了句 也不怕我把你车给开去卖了 这个点正好是上班高峰期 路过的男男女女 都不约而同地 向这边打量 沈志义不想被围观 只好暂时先将车子开回工作室 临近正午 沈志义正准备和同事几人 出去吃午饭 商时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他不想接 索性直接挂掉 谁知短信又追了过来 伤猪头 去餐厅打包份午餐送过来 这备注是沈志义早上给他添加的 沈志义此时太阳穴突突地疼 半个小时后 沈志义手里提着几个打包食盒 出现在大厦的门前 抬头望着高耸入云的楼层 不禁在心里嘖嘖的两声 这么豪华的办公楼 一年得不少租金吧 就在他感慨万千的时候 江特助不知何时 已经走到了他身旁 夫人 这是总裁的午饭吗 见有人来拿 他就不用上去了 按照他要求打包的 你拿上去 我先走了 就在他准备走人的时候 江特助急忙喊住 太太 总裁让我带你上去 沈志义有些莫名 你拿上去 给他不行吗 他不知道 这男人又闹哪出 他还赶着去吃午饭 江特助理清了清嗓音 可能总裁找你 还有别的事情 沈志义压下心中的怒火 勾唇浅笑 行 我亲自给他送上去 江特助直接将人 带到总裁办公室 所在的四十八楼 此时 沈志义才知道 原来外公口中的小公司 竟然就是西州 大名鼎鼎的星火科技 助理在门外敲了两声 很快里面传来 男人低沉雌性的嗓音 进来 沈志义从震惊中缓过神 脚步有些沉重 他走到茶几旁 将餐盒放上去 声音不冷不淡 大总裁 你的午餐到了 闻言 正在认真办公的 伤识序 抬眸看望了过来 就见沈志义拉垮着一张小脸 在凝视着他 有劳了 伤识序漆黑的眸底 闪过一丝笑意 姿态懒卷地靠在座椅上 沈志义邪腻了他一眼 不是你把我使唤过来的 伤识序好看的眉眼 带着一丝漫不经心 这不是你欠我的吗 沈志义顿时被他噎得 说不出话来 看着这间科技感 满满的办公室 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你的小公司 你是不是对小这个字 有什么误解 伤识序挑起眉梢 冷白修长的手指微顿 淡然勾唇 我好像从来没有和你 谈论过我的公司 沈志义气劫 这男人就是一个杠精 屋里都能被他变出三分里来 更何况是他自己 一直没有搞清楚 只是听外公随意提了一嘴 就真以为对方开的 只是一间小公司 从头到尾 他没问他也没说 这能怪到了谁呢 其实伤识序也没有 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只是他一向低调 不喜欢张扬 他名下有两间公司 一间是这家新火科技 另一家则是专注 高端服饰品牌的上来 行 牛脸 沈志义发现自己 在他面前 只有被碾压的份 指着一旁茶几上 他刚刚带上来的午餐 你还吃不吃了 再不吃一会 都凉透了 伤识序这才想起 自己的午饭还没吃 站起身静止地走过去 你吃了没有 沈志义瞅了眼茶几上的 三菜一汤 忍不住吞咽了下口水 但他有自己的骨气 吃了 他的这些小动作 都没能逃脱过 伤识序的眼睛 瞧他这副 跟自己稚气的可爱模样 他忍不住在心里失效 打好饭盒后 他好看得唇角微钩 太多了 我一个人吃不完 不如沈小姐赏个脸 替我吃点 你折腾了我一上午 凭什么还让我赏脸给你 沈志义嘴巴撅着 不乐意的情绪表露无遗 吃还是不吃 伤识序将两盒饭菜 推到他面前 沈志义原本还想拒绝 谁知肚子在这时 传出一阵不合十一的咕噜声 这尴尬的 他都能用脚趾 扣出三十一听来 伤识序浅笑 你的肚子 可比你的嘴巴诚实多了 沈志义 两人不知道与办公室 一门之隔的外面 早已经掀起了波涛骇浪 讨论剩一片 刚刚进去总裁办公室的 女人是谁啊 我听江特助好像 喊他夫人 不会吧 总裁有这么年轻的妈 这年龄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该不会总裁夫人吧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 江特助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大家一窝蜂地扑上前 江特助 刚刚你领进总裁办公室的 那个美女是谁啊 该不会是我们 商总的女朋友吧 对啊 我看他手里 还提着打包的饭菜呢 江特助没想到 他们这么爱八卦 但是总裁也没有吩咐他 不准在员工面前 提他已婚的事实 想了想 斟酌道 总裁他目前确实是已婚状态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这一消息公布落实后 着实把大家都给震惊住了 哦 好伤心 我们总裁大人名花有主了 天啊 到底是哪位姓月儿 把我们总裁给抛到了 好崇拜我们的总裁夫人 是啊是啊 我也好想认识他 曲曲经 他是怎样把商总这朵高龄之花 给摘到手的 大家表情各异 有欣喜崇拜的 就有伤心妒忌的 在一旁的茶水间内 秘书之一的穆小宁 脸色极其的难看 恨不得将手中的玻璃杯给捏碎 从五年前 他进入星火 就深深地被这个男人给迷住了 他养精蓄锐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就是等着一个最佳的时机 再出手 没想到 半路上被别的女人给截糊了 江特助原本进来 想给自己冲杯咖啡 见穆小宁在这发呆 他忍不住提醒 穆密书 这杯子跟你有仇啊 都快被你捏碎了 思绪不打断 他面上重新换回优雅温婉的笑容 在想些工作上的事情 一不小心走神了 话罗又好似不经意地提起 对了 刚刚和你一块的那个美女是谁啊 有点面生 江特助为人直爽 并不太懂女人的那些小套路 但好在嘴巴够言时 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总裁的一个亲切 亲切 原来不是那女人 穆小宁脸色瞬间好了许多 另一边 总裁办公室里 吃饱喝足后 沈志义打算回去了 起身将茶几上收拾了一番 将垃圾都装到袋子里 准备一会顺手带走 见商时序 又坐在办公桌前忙碌起来 忍不住吐槽 你还真是个大忙人 记得和他相亲那天 他一边等他 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在处理工作 商时序抬眸 对上他清澈明亮的眸子 嗓音淡淡 你以为总裁是那么好当的 沈志义撇嘴 你奴役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 做你名义上的妻子 也不好当 商时序 你倒是学会举一反三了 他漂亮的眸子微挑 这不是 你自己提出的赔偿吗 这天没办法聊了 他就是杠金本尊 要是还给你 老娘不干了 他将车钥匙往办公桌上一丢 直接撂挑子了 商时序挑眉 语调轻挑 难不成 沈小姐是想让我再亲回去 沈志义 这男人太狗了 今天是周末 沈志义难得赖在床上 睡了个自然醒 被商时序奴役了一周 他感觉自己 全身都快要散架了 好在他昨天良心发现 提前结束了这场不公平的交易 刚洗漱好从浴室里出来 就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慕妮 宝 我妈今天又给我安排了相亲 沈志义 你想去 慕妮 这次是他花了重金托人介绍的 我要是不去见一面 他能将家里闹翻了 沈志义 需要我陪着你去吗 不愧是闺蜜 已猜极重 慕妮 嗯 你只要在我隔壁桌就行 我怕我应付不来 听说对方是个大公司老板 沈志义 行 一会你把时间和地点发过来 有的时候 相亲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特别是女方 多一个人安全点 挂了电话 沈志义出了卧室 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大厅 没有发现伤时序的身影 见刘妈在 他欣喜地快步上前 抱住刘妈的手臂 坐下来休息一下吧 一会再干 我不累 这一个星期辛苦你了 刘妈温柔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以示安慰 做这些家务 倒不怎么辛苦 就是 某人太烦了 沈志义原本想说 伤时序那家伙 心里变态 但转念一想 当着刘妈的面说 他家少爷的坏话 好像不太合适 刘妈温和地笑了笑 其实少爷他人很好的 他体贴善良 又孝敬老人 在他眼中 他家少爷和商老爷子 算得上是天底下最好的雇主 不摆架子 不摆脸色 沈志义愕然 这说的真的是伤时序 那个大冰块吗 不等他回神 接着又听刘妈拉家 尝试的说了很多 少爷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不懂得红女孩子开心 要是什么地方惹你生气了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沈志义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如何接他话了 只好淡笑着回应了句 他也没有什么地方 惹我生气的 这话说得很违心 事实上 哪哪都惹他生气 刘妈看得出来 少爷对沈志义 是与众不同的 也在心里期盼着 两人有个美好的结果 上午十点 沈志义准时来到了 慕妮今天要相亲的地点 西州最大最气派的时光咖啡厅 这里位于都市繁华的中心 装修奢华别致 环境优雅 推门而入 悠扬婉转的小提琴声 就伴随而来 沈志义扫了一眼大厅 他挑在慕妮身后 临桌靠窗的位置坐下 刚坐下 就见一个中年油腻的秃顶大叔 挺着啤酒肚 闪亮登场 慕小姐是吗 男人昂首挺胸地 走到慕妮桌上前 眼神肆无忌惮地 在他上身扫荡 毫不含蓄 打量一方后 对慕妮很是满意 这才坐下 慕妮显然没想到 妈妈口中的优质成熟男人 竟然是这款 她很想否定 但是 没来之前 她妈妈已经将自己的照片 发给对方了 她忍着犯恶心的冲动 硬着头皮点头 对 你是周先生 男人点点头 对她的言行举止还算满意 温柔可让她喜欢 身后临桌的沈志义 看到这男人的龌龊行为 也感到恶心 虽然是大公司老板 但是这年龄 足够做慕妮她爹了 更不要说 还是一个老色男 接着就听男人说 慕小姐 我的情况 想必你父母也已经告知你了 我们就直奔主题 说说我的要求吧 啥 沈志义 她刚刚喝下去的咖啡 差点喷了出来 慕妮搅拌咖啡的动作 猛然顿住 抬头看向她 忍着性子 微笑着 周先生请说 她想速战速决 等她说完 她就找借口离开 然而 男人接下来说的话 差点令她三观近毁 慕小姐 我名下有五套房产 一家货运公司 以及两辆上百万的豪车 但这些都和你没关系 属于我的婚前个人财产 慕妮 这么房子的女人 还找老婆干什么 领证之后 我每个月会给你一万元零用钱 但你必须辞职在家 专心地养身子和照顾 慕妮 你当这是找保姆呢 你可我年纪也不小了 前期只给我生了两个女儿 我爸妈想要抱孙子 所以婚后 我希望你尽快给我生个儿子 慕妮 生不生得出儿子 这是女人能决定的吗 还有 我平时工作很忙 在外面应酬也多 偶尔出去放纵一下 希望你能够理解 慕妮 这是想要给老婆 头顶一片青青草原 见她终于说完了 慕妮不急不慢地 搅动了下面前的咖啡 嘴角勾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 周先生 你不觉得你的这些条件 都太苛刻了吗 男人皱眉 面露不悦 女人结了婚就应该在家相夫轿子 这有什么不对吗 慕妮沉着脸色 语气毫不客气 你要求你老婆在家相夫轿子 而你却能在外面风流快活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对方脸色立刻大变 气得脸色通红 还以为是个温柔可人的 没想到是个伶牙俐齿的 要不是看在你 长得还算漂亮的份上 介绍人跟我保证 你还没有过男朋友 我会勉为其难地肯娶你 慕妮猛地站起身 冷笑一声 让周先生这么勉强 那多不好意思 我就不在这里浪费你时间了 话落 他拿起自己的包包 向身后的沈志义 使了个眼色 这男人哪里是找老婆 根本就是在找给他伤孩子的保姆 谁知慕妮刚起身 就被男人一把给拉住了 语言粗俗地怒骂道 我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别给脸不要脸 沈志义见状况不对 赶紧起身上前 用力地去扯男人 抓住慕妮的那只手臂 嘴里还不忘放狠话 放开他 不然我报警了 优雅安静的大厅内 被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 给打破了 其他客人纷纷向他们这边 投来诧异的目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男人没想到 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管闲似的 他咧着嘴 我老婆跟我闹矛盾 管你什么事 沈志义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要是不知道实情的 还真被他这句话给唬住了 没料到 他手臂突然一挥 就将人甩开 沈志义因为惯例身子没站稳 胳膊肘不小心 磕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芝芝 慕妮一边担心闺蜜 一边被恶心地破口大骂 滚 谁是你老婆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男人见他这么不听话 抬手就想甩一巴掌 谁知手臂刚举起来 就被一只强壮有力的大掌 给制止住了 接着就是温辰的声音 在两人耳畔响起 打女人 可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 萧先生 慕妮抬眸 惊讶一声 就见萧叶明单手 将男人举起的手臂 硬生生地给他按了下去 因为他是这里的老板 不好直接动粗 他清俊的五官 带着一丝冷意 滚出去 别让我在这里看见你 男人虽然不知道萧叶明的身份 但见他的气势和穿着 一看就非复即贵 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主 认怂的连连道歉 对 对不起 我这就滚 见他这欺软怕硬的熊样 慕妮气得很想踹他一脚 但在萧叶明面前 他还是忍住了 他可不想在帅哥面前 留下自己女汉子的印象 沈志毅刚刚被惊吓到了 没想到那男人这么胆大 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 回过神来 不禁一阵后怕 要是今天他没跟过来 或者萧叶明没有出现 还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呢 直直你胳膊撞伤了没有 慕妮紧张地检查起 沈志毅刚刚被撞的胳膊 没事 就擦破一点皮 他举起手臂给他看 好让他安心 慕妮见闺蜜 确实没有伤到哪里 这才转身 看向萧叶明 今天的事 多谢萧先生了 举手之劳 不必放在心上 随后他疑惑地问 以你的条件 应该不至于 轮到相亲的地步 其实在二楼 他目睹了他相亲的整个过程 自然也听到了 那个男人的奇葩言语 慕妮苦笑着解释 就是因为找不到 所以才来相亲的 是他所接触的圈子里 根本就找不到 能让他父母满意的 萧叶明当然不会 真的相信他找不到 以为他是因为要求高 或者是眼光高 慕妮原本是想要请他吃饭的 谁知他接了个电话 说有事 就匆匆离开了 他只好等着下次再约 买完单后 两人准备出去 找个地方吃中午饭 没想到在咖啡厅的停车场 碰到了伤食序 沈志义停止开车门的动作 抬眸和他视线对上 你怎么在这 伤食序没有立刻回答他 而是将视线 落在他擦伤的胳膊肘上 深沉的黑眸里 看不清他是什么情绪 只见他眉头微皱了下 问 怎么弄的 沈志义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莫名地反问 什么 见他不明所以然 伤食序挪不走近 轻拿起他的手臂 这里怎么受伤的 沈志义对上他深沉的眸子 不以为然地解释道 不小心磕到桌子弄的 等吃完饭回去 我涂点红药水就行了 然而 伤食序却不依他 对坐在驾驶位上的慕妮交代了句 我把他带走了 嗯嗯 慕妮笑得跟躲花时的点头 一脸吃瓜的表情 沈志义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人就被伤食序塞进他车里 砰的一声 他关上了车门 这些动作都一气呵成 让沈志义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你 你干什么呀 怎么都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我拉走了 这男人也太霸道了吧 伤食序不理会他的抗议 翻找出在车内的急救箱 拿出一瓶双氧水 和一块一用纱布 温生道 把手臂转过来 沈志义看出他的意图 态度好了很多 不用这么麻烦的 就只是一点小擦伤 伤食序拉起他左边受伤的手臂 垂眸检查了下 腻了他一眼 语气不算好 这叫没事 沈志义吐了吐舌头 只是看着严重 其实一点也不疼的 当时还不觉得 过后再看着伤口 有点触目惊心 有很多细小的伤口 甚至还溢出了血 伤食序拿出一根棉签 沾了少许的双氧水 给他清洗了下伤口 他动作轻柔 深情认真 浓密的见眉微醋着 正午的阳光透过车窗 照射在他身上 让他冷峻的五官 看起来多了一分柔美 原来他也有温柔的一面 这还是沈志义第一次发现 他都没意识到 自己已经盯着 他脸看了很久 直到耳旁 传来他低沉的嗓音 我好看 沈志义下意识地点头肯定 嗯 反应过来 刚刚自己做了件什么蠢事 又赶紧解释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手很好看 他这话也不算是说谎 他的手确实很好看 白皙修长 根根骨指分明 好像一双充满艺术的手 他每次看到他这双手 都忍不住想去摸一下 伤时序将纱布 用绷带给他固定好 邪腻了他一眼 嘴角微微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再看就要收费了 沈志义 小气鬼 半个小时后 两人出现在了云烟阁 经理见到他后 恭恭敬敬地迎上来 伤总 萧绍他们已经到了 伤时序淡淡地摁了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之后就带着沈志义 去了他们几人的专属包间 包间推开的那一刹那 屋内所有的人都震惊住了 又喝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老铁终于开花了 旭哥 这位美女是谁啊 说话的男人 是伤时序发小之衣的纪好川 沈小姐 萧叶明没想到 这么快又再次看到沈志义 不过令他最惊讶的是 他竟然是和自己的发小一块来的 傅景琛也没想到 沈志义竟然和他的好友 伤时序认识 想到自己和叶初彤的关系 他不禁在心里苦笑 这都是什么缘分 伤时序不理他们惊恶的表情 波澜不惊地对几人说道 我们是来吃饭的 不是来给你们当猴子为官的 几人 沈志义也有点意外 没想到伤时序的朋友 他有两个都是认识的 顾不得想太多 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 你们好 我叫沈志义 他猜想 这些应该是伤时序的朋友 嗨你好 我是你旁边这位的发小记号川 萧叶明瞥了一眼伤时序 嘴角勾着一抹细血 萧叶明 也是你身旁这位的发小 傅景琛 也是你身旁这位的大学同学 这奇葩雷人的介绍方式 虽然心里想吐槽 但他还是笑着点头回应 介绍完后 纪昊川拼命地给伤时序识眼色 想让他介绍一下 和这位美女的关系 奈何人家不理他 其实就是伤时序不介绍 几人也大致地 能猜出沈志义的身份 萧叶明做的离伤时序最近 他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 动心了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伤时序的性格 他再清楚不过 如果对人家女孩子没想法 他是不会把人带来的 伤时序挑眉 否定道 来吃一餐饭 能说明什么 萧叶明 你就嘴硬吧 但愿以后这家伙 不会上演一出 追击火葬场的戏码 今天这顿饭 伤时序被兄弟三人 灌了不少酒 密闭的车厢内 弥漫着一股酒香 沈志义倒是滴酒未沾 坐在驾驶位上扣好安全带 回头看了一眼 靠在后排座位上 闭目养神的伤时序 出声询问 你要是难受的话就说一声 他主要是怕他吐到车里 那气味可不好闻 听到他温柔嗓音 伤时序微微掀开眼瞼 嗓音暗哑地摁 问一声 大概是好酒后惊大的原因 到了新海驱下车时 伤时序脚步虚浮 走路有些不稳 沈志义无奈 只好搀扶着他 只是越走越吃力 他感觉自己 就是在驮着一头大牛 在蹒跚的前行 要命 你属猪的吗 这么壮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才将人给弄进屋 沈志义此时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 往旁边的沙发上一躺 喘着粗气 嫌弃的嘟弄 你以后可别再喝这么多酒了 真是累死我了 伤时序不满他 一直在耳边锅躁 眉头清明 不然下次 你帮我分摊点 他是这意思吗 我酒量不好 保证醉得比你还快 伤时序在心里吃笑 他早就看出来了 不满自己一身酒味 他眉心微醋 我要去洗个澡 沈志义皱眉 你都醉成这样了 还洗什么澡 万一你溺水了 我还得闯进来捞你 最主要是孤男寡女的 不方便 伤时序 他只是有些醉意 并没有醉到不省人事 再说 他这么大一个人 能在浴缸里溺水 他抬手捏了几下眉心 以此来缓解脑袋的晕血 沙哑着嗓子开口 帮我倒杯水 沈志义点头硬下 虽然两人不是真夫妻 但平心而论 伤时序对他不错 他醉久了 他照顾一下也没什么 他不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 很快 他就端来了一大杯水 水来了 你要怎么喝 总不能躺着喝吧 伤时序 自己手撑着坐起身 接过他递过来的水 一口气喝完了 谢谢 你还真客气 沈志义撇嘴 之前奴役他的时候 也没见这么绅士 转身去放杯子 回来就见伤时序 在拉扯自己脖子上的领带 见他拉扯了好一会 也没能成功 沈志义服额 上前弯下腰 嗓音轻柔 不是你这么简单 他边说边动手示范 没两下就成功了 这不就好了 你刚刚太着急了 沈志义没有注意到 他此时和伤时序挨得有多紧 两人姿势有多暧昧 或许是酒精的作用 伤时序视线不自觉地 落在他红润饱满的唇瓣上 侯杰滚动了下 只觉得全身一阵燥热 他用仅有的理智挪开视线 欲调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 解个领带 竟然顺带着 还解了我的衣服 闻言 沈志义拿着领带的手突然一顿 垂眸一看 他脸颊蹭地一下红了起来 心跳猛地加快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他干的 伤时序此番模样 像极了被人轻薄一番后的场面 衬衫褶皱痕迹明显 领口扣子挤了好几颗 精壮的胸膛 直观地展露在他眼前 沈志义慌乱地别过脸 结结巴巴干大地解释 不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这就给你扣上 他刚刚只顾得截领带了 没注意其他的 这怎么就把他衬衫扣子给扯开了 他侧着脸不去看他 摸索着 想将扣子给他扣回去 谁知 因为紧张紧手抖 弄了半天 硬是一个都没扣上了 他越着急 越是乱无章法 语气有些无助 怎么这么难扣 伤时序原本刚刚稳定下来的呼吸 因为这双柔软无骨的小手 变得急促 他的目光 肉眼可见地变得深邃 再次描向他的唇瓣 他想倾他 想念那个 令他魂牵梦绕地吻 但仅有的理智 把他拉回了现实 望着一脸焦急 近在咫尺的小脸 他唇角勾起一抹肆意 你这是趁机占我便宜 又抓又摸 沈志义还在和扣子 做斗争的双手 猛然顿住 修意令他直接从脸颊 红到耳根 他赶紧将手收回 这一下跳进黄河也 喜不清了 只觉得自己今天的智商 严重下降了 怎么竟干这些 引人误会的蠢事 红着脸解释 你这衬衫上的扣子 太难扣了 伤时序和唇角微微扬起 声音里带着蛊惑 要不要我教你 教他 沈志义抬眸 不经意间 唇绊轻轻地从他下巴擦过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两人同时震住了 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的举动 沈志义尴尴尬不已 对不起 你 你自己扣吧 我 我还有事 话落 他就想跑 谁知某人并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手臂一挥 轻轻就将人给带到了怀里 伤时序眼底带着若隐若无的笑意 温热的气息纹维绕在他耳畔 这么不负责任 沈志义飞红的脸也变得滚烫 很不适应这样的暧昧举动 觉得自己此时像急了一只迷途的小鹿 在迷雾森林里乱撞 他挣扎了两下 他手臂一紧 两人直接变得亲密无间 隔着布料 他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强壮有力的心跳 还有 弹性厚实的跃凶击 沈志义怎么都没想到 冰冷禁欲的伤时序 醉酒后会是这副模样 又欲又疗 简直要人命 此时浓郁的暧昧氛围 笼罩着整个客厅 这样的场面 无疑令人脸红心跳 沈志义感觉后背 好像贴了个大火炉 挣扎着想 拖开他时禁锢 语气温软 你 你能不能把手松开 我负责把你衬衫扣好 不就是扣几颗扣子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好过被他这么禁锢着 沈志义以为他喝醉了 在耍酒疯 像哄小孩子似的 在哄他 伤时序眸光意味不明 嘴角微勾 故意在他耳畔轻语 确定 温热的气息 在他脸颊上肆意横行 沈志义忍不住睫毛轻颤了一下 嗓音软糯 我不会抵赖的 得到他的保证 他这才缓缓收回自己的手臂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那目光就好像 是一个胸有成竹的猎人 在盯着自己 已经成了盘中餐的猎物 得到自由的沈志义 不想再发生刚刚那样的意外 直接坐在他身旁 尽量手臂不触碰他的身体 认真的一颗一颗地给他扣上 就在他费力扣最后一颗的时候 后脑勺猛地被一只大掌给扣住 你 后面的话 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唇绊就被狠狠地压住 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 还有唇绊上 那沁人心扉的酒香 沈志义许是被这个 突如其来的吻 给吓到了 将硬着身子 大脑一片空白 不可置信地眼睛眨巴了下 伤时序缓缓放开他 将自己的唇绊 从他嘴边一开 那一刻 他心头突然生出一股异样 如同羽毛轻轻拂过 转瞬即逝 细免又撩人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两久后 耳边响起他大提琴般低沉的嗓音 礼尚往来 这才叫公平 沈志义 谁要这种礼尚往来 真是一个资本家 就连醉了 也不会让自己吃亏 午休过后 伤时序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点开手机 就见兄弟群里 聊正热火朝天 还有艾特他的几条信息 记号穿 你可贼不厚道 藏了这么久才舍得带出来 怕我们兄弟几个组队 翘你抢脚吗 傅警称 没想到你这朵高岭之花 被一个小姑娘给摘了 萧燕明 小嫂子年轻漂亮 她就没嫌弃 你是老牛吃嫩草 伤时序面对兄弟们的调侃 不知可否 懒散地靠在床头 抬手戳了几个字 发到群里 伤 妒忌上了 见正主终于出来冒泡了 两发小一起轰炸 记号穿 你可真不要脸 明明人家长得跟天仙似的 你非要误导我们 你娶了个丑女人 萧燕明 行了 别嘚瑟了 小心哪天小嫂子把你给踹了 毕竟你和小鲜肉可没得比 最多算是一个老辣肉伤时序 他什么时候误导他们 认为沈志义长大丑了 还有这老辣肉 又是什么鬼 真是两个损友 拿刀子砖往人心口上筒 论毒蛇 他就没输过 伤 难道你们和我不是同一年出生的 他和沈志义 也只是相差四五岁 怎么就成老牛吃嫩草了 而且 今年他才二十九岁 还没到三十岁 伤 哦 忘了 你们两个好像比我晚出生几天 是啊 你们才比人家晚出生几天 你喊人家老辣肉 那你们呢 群里顿时鸦雀无声 最后还是傅景琛 打破了这份僵局 傅景琛 签约的那两个工作室 明天会派两名设计师过来开会 需要交代一下设计部吗 伤 不需要 等到他们闹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出面 他就是要借助这次的事情 狠狠地敲打一下琳达 同时 这也是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就看他够不够聪明了 周末就这么一晃而过 很快又开始了新的一周 上午八点 沈志义刚踏入工作室的大门 叶初童就迎了上来 芝芝 今天要去上来开会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替我去吧 沈志义爽快地答应 你抽屉里还有药吗 需不需要送你去医院 叶初童有胃病 她以为是师姐的胃病又犯了 药还有 你不用操我的心 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叶初童不善说谎 说这话时 她眼神有些闪躲 沈志义只觉得 今天的叶师姐 有点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来 哪里怪 稍后 沈志义就驾着她那辆 欧拉猫兰小可爱 向上来集团出发了 再次来到福利堂皇的上来 沈志义已经轻车熟路了 前台对她印象很好 露出标准的笑容 沈小姐 会议室在16楼 早上副总的助理 早已经向他们前台打过招呼 所以 沈志义不需要预约 也不需要说一句话 就能直接进入 她礼貌地到了声谢谢后 直接乘坐电梯上了16楼 她到的时候 会议已经开始了 不是10点吗 怎么提前了 沈志义莫名地问了句 师姐明明跟她说的是10点啊 这怎么才9点40就开始了 许子蒙没想到 这次来的是沈志义 她一副看好戏姿态 随后还不忘踩上一脚 急笑道 沈大设计师 不会是刚睡醒吧 连开会的时间都会弄错 沈志义顺着声音望去 谋底折射出一片冷意 她就说嘛 遇见这女人准没什么好事 你是MY工作室的 说话的是上来设计部的总监琳达 MY全名是 Meeting you 遇见你 她事先在沈志义身上扫荡了一圈后 脸上的不屑和轻蔑 表露无遗 沈志义不吭不悲 大大方方地对上她的视线 声音清澈 是的 我是MY的设计师 沈志义 你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吗 迟到了这么久 琳达语气冷漠 出口就是一顿训斥 沈志义没想 身为大公司的高层 合作第一天 就一副咄咄逼人的气势 莫名地被针对 虽然心里有些疑惑 但她也不是一个任人欺的主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和我们的工作室 都非常的有时间观念 只是为什么 你们通知我们的时间是十点 而你们却提前了 不解释一下吗 琳达见她伶牙利齿 面露不悦 语气竞显傲慢 想要跟我们上来继续合作 就给我乖乖地坐下 不然就给我滚蛋 沈志义握紧拳头 很想和她理论一番 但想到上来 如今可是他们工作室的金主爸爸 她又不得不忍了下来 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面无表情地走进来 在最靠边的一个空位置坐下 对于她的这份自觉 琳达没有意外 露出一抹鄙视 继续之前的话题 上来下季的主题 是剩下系列的怦然心动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都能各手其职 一个星期之后 交给我一份满意的答卷 许子萌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殷勤献 林总监请放心 我们Ashley工作室 绝对会全力以赴 交出令你满意的话稿 沈志义垂谋 会议上她自始至终 都没有发表过一句话 妥妥地把她当成了隐形人 她知道 琳达就是故意的 但又想不明白 自己之前也没得罪过她 为什么会对她 有这么大的敌意 她是最后一个 走出会议室的 由于心里装着事 走路就没注意 一个不查 差点和迎面来的人 撞个满怀 啊 沈志义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忍着鼻尖上的痛意 连声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注意 她刚刚低着头在想事情 没想到撞到人了 只不过 这大长腿 还有熟悉的松木香味 怎么那么像 她揉了揉疼痛的鼻尖 缓缓抬头 这张令无数女人 垂帘三尺的脸 不是伤时序 还能有谁 地上有浅俭 她面色如长 嗓音低唇而轻炼 刚出电梯时 就见她一直低着头 以为走近 她会有些察觉 没想到这么傻直撞而来 她今天穿了一件 水蓝色的小V领 长袖衬衬 下身搭配的是 黑色鞋开叉过细短裙 高级简约中 戴的一丝清新 大概是因为 昨天最久吻了她 伤时序如今 在面对她的时候 沈志毅抿了一下嘴唇 一扫之前灰暗的心情 美眸青阳 你们公司是要买礼服吗 除了这个理由 她实在找不出 一个科技公司的老板 来着的目的 不等伤时序回应 她很贴心地提醒 你要买礼服 还不如直接 找我们工作室定做呢 他们这里的管理层人员 态度超级的差 想了想 又接着补了剧 这上来的老板 眼光真心不咋跌 伤时序 再骂她 伤时序轻抿了下 薄厚适中的唇瓣 嘴角勾了勾 受委屈了 这么大的火气 沈志毅郁郁地吐出一口气 委屈算不上 就是有点心毒 一个徐子萌 就够给她添堵的了 现如今又多了个琳达 还是上来的设计总监 听说她还是上来花重金 从国外聘请回来的 老板肯定是很看重她的 所以 气焰才会那么嚣张 大概也因为 MY是小工作室 她压根看不上 沈志毅如是这么想着 伤时序剑眉微皱 如玛瑙般漆黑的眸底 闪烁着意味不明的情绪 随后勾了勾唇 所以 你今天是来寻仇的 沈志毅 你见过哪个两手 空空来寻仇的 顿了顿 解释道 我们工作室 和他们上来有合作 今天是来参加会议的 可惜她无聊的 想要打瞌睡 伤时序听闻 眼底闪过一丝意外 没想到 她竟然和自己 成了合作伙伴 随后 神色从容开口 行 如果有需要 就找你们工作室 不过 我今天是来找朋友的 她这话也不算是骗她 傅锦琛确实是她朋友 只不过也同时 也监视她的员工 这时还要找个合适的时间 跟她解释一下才行 现在还不合适 沈志毅没想到 上次再上来看到的 那个熟悉背影 真的是她 她原本想问一问 她朋友是谁 但又觉得不太合适 毕竟两人又不是真夫妻 那样就干涉了她的隐私 最后说了句 那你去找你朋友吧 我先回去了 经过的高层 见识他们的总裁 刚想上前打招呼 就被伤时序用眼神制止住了 虽然搞不清状况 但他们都读懂了她的意思 时序地静静走开 对于他们之间的互动 已经转身 准备进电梯的沈志毅 自然是没看到 回到工作室 沈志毅简单地 和叶初同汇报了 这次会议的主题 其他的她并没有说 一是不想影响大家的心情 二是 她如今所有的精力 都集中在一周之后 所要提交给上来的设计稿上 想要有底气的反驳 唯有拿出自己的实力 在狠狠地打他们的脸 夜幕低垂 斩斩街灯 像黑暗中闪光的珍珠 蜿蜒而去 叶初同和沈志毅两人 今晚加班到了深夜才结束 临别时 沈志毅放心地叮嘱她 师姐 你还是在这附近 重新找个房子吧 你现在住的那里 又远还不安全 之前叶初同加班晚回家 门锁就被撬过好几次 也不知道 师姐那男友 到底是怎么当的 这么放心 她一个人住在那里 叶初同无奈地笑了笑 应承道 嗯 知道了 忙完这阵子我就搬 见她不是敷衍 这次是真的听进去了 沈志毅这才放心 叶初同回到租住的小区时 已经快十点钟了 和往常一样 她边走边给男友打电话 嗯 到家了 你出去吃宵夜了 从电话里 她听见周围的嘈杂声 猜测她应该在外面 今晚我们部门聚餐 其他人都出席了 我也不好扫兴 那你少喝点酒 我挂了 就在叶初同准备 结束通话的时候 手机那头传来一道 女生的胶低声 航哥 你替我喝吧 我胃里有点难受 紧接着 就是她男友的声音 好好好 我来 虽然这两句对话 没什么特别的 但莫名地听起来有点 她没多想 毕竟工作室里的 那两个小女生 也经常这样跟她撒娇 她不动声色地 点了下手机屏幕 进了小区 因为是年代已久的老小区 环境和安保方面 都比较差 不仅路灯坏了 时常没人修 低楼层的住户 还常常遭到小偷的光顾 借着昏暗稀疏的几个路灯 叶初童走进了狭窄的楼道 上了她所居住的四楼 正当她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时 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拐角处走来 叶初童惊地手抖了下 啪哒一声 钥匙掉在了地上 借着楼梯内微弱的光线 她这才看清来人的长相 心间猛地 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 刺痛不已 她抿了一下唇瓣 似乎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想让她泄露出来 顿了下 问 你怎么在这里 傅景琛双手插头的姿势站着 目光定定地望着她 和白天工作时穿的西装衬衫相比 她此时身上穿的是 简单的白T加休闲浅色长裤 很休闲随意 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感 叶初童感觉 仿佛又回到了六年前 两人还是学生时期 那个时候 傅景琛很喜欢这样穿着 她说简单舒适 最主要是消费低 不会超出她的能力范围 那个时候的傅景琛 还只是一个靠着奖学金 和兼职过日子的穷学生 日子虽然清贫 但两人真的很开心 很甜蜜 往事一幕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可两人如今却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两久后 傅景琛这才开口 什么时候搬回来的 六年前 她来找过好几次 但她已经搬走了 问房东和旁边的邻居 都说不知她的去向 两年前 其实她一直都没搬过 现在是故意躲着我吗 虽是问句 但是她语气 却是非常的肯定 今天她再上来 并没有看到她 就有了这个猜测 叶初彤有些心虚 她确实是在躲着她 现在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想和这个曾经的前男友 藕断丝连 她没有脚踏两只船的癖 叶初彤浅笑着回她 你想多了 我们之间没这个必要 不是吗 傅景琛沉默了半想后问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她语气净显疏离 如果傅总不嫌弃的话 当然可以 虽然大半夜的 让一个男人进来很不合适 但她知道越是躲着 就越显得她放不下伺他的 进去后她才发现 里面的摆设 还是和六年前一模一样 她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自始至终 她根本就没搬离过 想到这个可能 傅景琛在心里冷笑 她故意躲着自己 她当然找不到了 虽然这屋里的摆设和东西 都没变过 可人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她瞳孔里翻涌着痛苦和悲楚 想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最后会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要搬回来 她知道这里环境和卫生都不好 离她工作的地方又远 她为什么还不搬走 住习惯了就懒得搬 不过也住不了多久 已经打算搬了 说话间 她将倒好的清水递给她 她接过杯子并没有喝 而是被上面的图案给吸引了 这个杯子她认得 是她过生日时 她送给叶初童的生日礼物 原本是有一对的 另一只被她不小心给打破了 如今只剩下女款的这只了 这里到处都是两人的回忆 她再也待不下去了 那种痛是 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她恨她 更恨自己 为什么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放不下 她站起身 打扰了叶小姐 以后你不必再躲着我 毕竟我们的曾经 已经成了过去 她如沐浴春风般的嗓音 却说出来的话 是这么冰冷 叶初童紧拧下唇半 轻轻握起颤抖的手 努力让自己平静 最后挤出一抹清浅的笑容 副总说得对 分手的恋人 再见以男士朋友 她现在终于明白了个道理 第二天 MY工作室里所有人 都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那就是他们的叶师姐 竟然奇迹般地迟到了好久 这在之前 可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叶初童在他们眼中 就是一个工作狂 早到加班 那就是家常便饭 小苏猜测着 叶师姐不会是和男朋友 约会去了吧 小周西笑道 有可能 她男朋友经常加班出差 晚上没时间约会 所以就改成早上了 沈志一闻言 忍不住弯了她一眼 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 就在她画纲落音 叶初童迈着 优雅的小碎布 缓缓走来 她的穿着和妆容 今天都焕然一新 来了个大改变 原本黑色的披肩直发 今天变成了奶茶色的大波浪 几乎和素颜 差不多的淡妆 今天成了精致的淑女妆 多年不变的职业套装 如今换成了优雅修身的 过膝长裙 将她身上的优势 都毫无保留地展露了出来 三人都看呆了 这还是 他们那个温婉端庄的叶师姐吗 此时 站在他们眼前 是一个明念动人的大美人 师姐 你今天好美啊 沈志一有点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叶师姐 打扮起来这么漂亮 丝毫不比那些 当红的女明星逊色 是啊 叶师姐 你简直就是一个宝藏女孩 小苏一脸惊讶 小周收起眼底的惊艳 跟着附和道 叶师姐 你早该这样打扮了 白白地浪费了这么多年的资本 叶初同美眸微调 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所以我今天想通了 女人还是多爱自己一点 这样才不会亏待自己 自从昨晚和傅景臣说开后 她感觉身心都轻松了不少 换个妆容 换个心情 沈志一眼底带着一缕诧异 师姐昨晚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现在也不方便 只能等私下里再问了 都说投入工作中的女人最美 因为这份魅力 来自于她们的充实和成就感 两人加班熬夜了一个星期 终于赶在下周一 完成了这次索要交付的设计稿 完美 两人不约而同的相识一眼 均在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毕生的决心 清晨 阳光穿透 窗户洒在房间里 给人一种宁静舒适的感觉 沈志一在两米的大床上 伸了个懒腰 抬眸看向窗外 嘴角弯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今天是个好天气 周一 上来十六楼会议室 今天 叶初彤和沈志一 一起出现在了会议上 和上次的孤军奋战不同 今天两姐妹是气势张扬 衣着华丽 眼神坚定而自信 徐子萌一脸的不屑 以为多来一个人就能赢了 之前就是我们 Aslee的手下败将 今天依然是 沈志一眼神犀利地扫向她 冷笑一声 上次你们怎么赢的 难道让我当着大家的面 都给你抖出来吗 和徐子萌一起同来的女同事 赶紧拉住了她 低声提醒 别闹了 听说上来的副总 会出席今天的会议 听同事这么说 徐子萌这才收敛了些 最后还不忘用轻视 和不屑的眼神 瞪了下坐在对面的两人 两家工作室 和上来的设计部 均拿出了自己的六幅作品 今天的目的 就是从十八张设计稿中 选出六个作品 作为上来夏季服装秀的主款 和上次不同 今天的会议上 多了一个人的身影 上来的副总裁 傅景琛 在这里见到她的那一刻 沈志一一脸吃惊 没想到她竟然是上来的副总 上次伤识续来找的朋友 应该就是她了 相较于沈志一的惊讶和意外 坐在她身旁的叶出童 则一脸淡定 男人沉稳的嗓音 在寂静的会议室内 尤为嘹亮清澈 开始吧 坐在下位的琳达 立即向徐子萌两人 递了个眼色 接收到信号的两人 其中一人抢先站了起来 副总你好 我是Ashley工作室的徐子萌 由我来为你解说我们的作品 傅景琛皱眉 但又很快舒展开 点了点头 嗯 这算是允许了 徐子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踩着七八公分高的鞋子 站在了会议室大屏幕前 将他们的六幅作品 一一地展示出来 确实第一眼看上去很惊艳 华丽 但也仅仅就是第一眼 没有那种 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 但是琳达却是满眼的赞赏 你们的设计非常完美 期待上来夏季的时装袖上 穿在模特们身上的效果 她这句话 无疑是暗戳戳地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得意地向对面两人 投去一个挑衅的眼神 沈志亦无视她的挑衅 在心里冷笑 这就一锤定音了 偏袒得也太明显了 傅锦琛表情淡淡 声音略冷 林总监的专业能力 似乎下降了不少 被点名质疑的琳达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抬眼望了下坐在最上方 一脸严肃的男人 心里隐约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她今天奇迹般的空降在会议室 已经令她很意外了 没想到她竟然光明正大地地打她的脸 设计部门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副总要和总监杠上了 徐子蒙脸上的得意 还没有完全吞去 这无疑是 当众狠狠地甩了他们一巴掌 两人脸色极其难看 此时大屏幕前 展示的是东道主上来设计部的作品 他们的六幅作品一展出 沈志亦紧绷的那根琴弦 慢慢地松了下来 两久后 终于轮到他们出场了 沈志亦坦然自若地走上前去 将戴去的六幅作品展示在大屏幕上 刚展示出来 在场所有人均露出惊艳和不可思议的表情 六款设计礼服 全方位地展露出了女性的优雅 自信 美丽 哇 好美 原来礼服还可以加入青花瓷的元素 中式和西式 也可以融合得这么完美 这就是怦然心动吧 上来的几个设计师 此时对两人有了很大的改观 都懊悔不已 受了琳达的影响 心胸狭隘了 徐子萌此刻整个人都僵硬住了 之前被捧得有多高 现在就摔得有多惨 他能接受到来自周围人的鄙视和嘲讽 很不不服气的质疑 他们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怎么能设计出如此惊艳完美的作品 他意思很明显 认为 他们MY 肯定是偷偷聘请了更有能力的人帮助完成的 叶初同红唇上扬 坑枪有力地反击道 工作室不在乎大小 有实力就行 傅锦琛眼里露出满意的笑容 因为前女友的关系 她选修了服装设计 专业水平一点也不比专业的设计师差 叶设计师说得对 我们上来就需要像你们这种 真正有能力的人才 期待我们今后的合作 叶初同落落大方 淡然一笑 谢谢副总的赏识 既不骄傲 又不特意地巴结讨好 她如今已经可以坦然面对傅锦琛了 从此 她和她只是业务上往来的合作关系 经过今天这一战 他们工作室在行业内彻底的名声大噪 临下班之时 叶初同慷慨地向大家宣布 今晚我请客 地点你们选 呜呼 那还等什么 当然是先吃饭 再蹦迪了 去云烟阁 然后再去望川酒吧 行 没问题 独一你们 一群人来到云烟阁 就被经理公公进进地带去了 VIP包间 虽然有些疑惑 经理对他们的态度 但也没多想 以为经理是个热情的人 大厅的上空中 飘荡着悠扬的琴声 婉转低沉 犹如一红清泉 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灵 沈志义打量了下四周 这云烟阁 还真像人间的仙境 每次来这儿 我就有种穿越的感觉 小苏嬉笑着硬河道 不如下次 我们买套汉服穿着 叶初同浅笑着 娇撑了他一句 那需不需要再去弄个发型 小苏竟然还觉得 这主意不错 一脸赞同 不都说做戏要做全套吗 我们再买双布鞋 其他几人 等菜上的差不多了 慕妮才姗姗来迟 不过这次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后还跟了一条 纯色的萨摩椰犬 哇 妮妮姐 你怎么把阮堂给带过来了 小苏边说 边欣喜地弯下 要去抚摸阮堂 慕妮回他 天天把他 放到家里太闷了 我带他出来看看帅哥 几人 这还真是 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宠物 一只狗也要出来看帅哥 成经了这事 一旁乖猛可爱的阮堂 实则正在心里 飞狂地吐槽中 阮堂 主人你要点脸吧 是谁天天见到帅哥 就走不动路了 最后把人家盯得不好意思 就把锅拳甩在他身上 美其名约地说 我家狗狗喜欢看帅哥 听听这主人能处吗 有时他不上 有帅哥看 他倒是抢在最前面 神之一见软堂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忍不住憋笑 到底是你要看 还是他要看 慕妮没有被揭穿后的半肆尴尬感 不慎在意的辩解 帅哥养眼 帅哥下饭 帅哥还能让我心跳加速 既然有这么多好处 我为什么不看啊 几人神同步地 给他送了个无语的表情 这小妮子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了 期间 沈志一去外面接了个电话 在经过一间 VIP包间的时候 从里面传出一道熟悉的男人声 汪总 你这是 想要灌醉我吗 他陡然顿住脚步 这声音是 包间是半开着的 他看不清里面的状况 他下意识地走近一点 装作在整理自己的裙板 接着传出一道娇柔的女人声 这一杯就由我来代替 汪总不介意吧 不介意不介意 汪总能有你这么个 体贴董事的秘书 可真是他的福气 汪总过奖了 我只是做了一个 身为秘书的分内之事 女人声音娇软 进退有度 可见她非常擅长 这种酒桌上的交际 沈志一被她缩软的声音 给记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就凭这声音 她敢保证 这女人就是一个游物 哪个男人能顶得住啊 紧接着 就是姜特柱的嗓音 汪总 这一杯是我敬您的 此时沈志一心里 也猜测了个大概 伤时序应该适合姜特柱 以及秘书一起 在陪客户吃饭 她毕竟是一个公司的总裁 这样的应酬避免不了 就在她准备 直接走过去的时候 慕妮不知何时 从包间走了出来 冲她喊了句 芝芝 我带软糖出去一下 话落 就听她小声地 数落着自己狗狗 这上面是没帅哥给你看吗 非得要出去溜达一圈 沈志一怕 惊扰到包间里的人 她压低声音 嗯 知道了 可她不知道是 慕妮刚刚的那一声 已经引起了包间内某人的注意 她刚回到包间不到十分钟 就收到了伤时序的短信 伤猪头 来808 伤猪头 你不在三楼 沈志一下亚然 她怎么知道的 难道她在自己手机里 装了跟踪器不成 她刚刚不还在三楼吗 怎么转眼间 就跑去八楼了 不知道她找自己有什么事 沈志一带着疑惑出了包间 来到808房门外 她犹豫了下 这怎么看着 不太像包间 更像是房间 来不及 让她思考太多 房门猛地被打开 沈志一赶紧用双手捂住眼睛 她自己看到什么不该看的场面 嘴里还嘟囔着 是 是你让我来的 我 我没打扰到你们吧 伤势续刚扯掉脖子上的领带 衬衫领口大开 露出白皙性感的锁骨 见她这举动 不禁吃笑一声 你还想我这里有谁 身为云烟阁的老板之一 这可是 她的专用休息室 除了几个兄弟发小外 沈志一是 唯一来这里的女人 紧接着又补了剧 我是让你来表演盲人摸象的吗 沈志一 这不是怕你受性大发 在做某种不可描述的事吗 见房间内这么安静 不像有第三个人在 她还是不放心地问了剧 真的只有你一个人 她意味深长看了她一眼 拉长语调 你想找找也行 欢迎伤太太随时查岗 这是自两人领证后 她第一次这样称呼她 沈志一感觉有些别扭和不适应 不过她那句查岗 是什么意思 难道 以为她是来捉奸的 明白过来后 她咬了咬后牙草 你想多了 我只是怕 怕你不方便 伤时序唇角微钩 嗯 没想到伤太太倒是挺体贴的 沈志一 这是夸她 怎么感觉 这语气不太对呢 她缓缓拿开遮挡自己双眼的手 只是刚刚闪开一条缝 就被惊得目瞪口呆 伤时序 葱白修长的手指 搭在衬衫领口处 在解她衬衫上的扣子 这场面 引人无限遐想 一颗 两颗 三颗 健壮的月胸肌 若隐若现 最后两颗 八块腹肌 妈爷 这视觉冲击 不要太大 沈志一下意识地尖叫 啊 流氓 伤时序 她就脱个上衣 怎么就这么大的反应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 把她怎么样了 刚刚在包间里 她衣服上不小心 被秘书蹭到了 她有洁癖 所以才迫不及待地 上来洗个澡 把门关上 话落 就见她随手 将衬衫 直接扔进了垃圾桶里 转身就进了浴室 直到浴室内 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沈志一才回神 天哪 这家伙竟然当着她的面 脱衣服 虽然只是上衣 但她还是个清纯的小白啊 几分钟后 伤时序只在腰间 围了条浴巾 赤裸着上半身走了出来 一头湿发环在 不停地滴答着 水珠顺着她的胸膛 滚落下来 一路引入白色的浴巾里 沈志一白皙的脸庞和耳根 顿时泛起一层红浴 尴尬地冲她喊 你 你能不能穿好衣服再出来 她感觉这狗男人 就是一个暴露狂 这么喜欢绣自己的身材 伤时序慢条丝里地 整了下自己的浴巾 唇脚勾了勾 有衣服穿 我会就这么出来 故意让你占便宜 沈志一 好家伙 竟然倒打一耙 我还没说 你污了我的眼睛呢 伤时序垂眸 盯着她小鹿般性眸 嘴角勾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礼尚往来 你也可以 沈志一 她怀疑着男人暗戳戳地 在勾引她 腹黑又闷骚 简直太可怕了 没多久 姜特助就把衣服 给她送来了 穿戴整齐后 沈志一这才敢拿正眼瞧她 你让我上来 不会就是给你来看门的吧 除了这个理由 她实在想不出 还有其他的 伤时序此时 正在对着梳妆台 准备系领带 斜眼腻了她一下 嗯 你这个主意不错 下次把你当门神 贴在我公司楼下 沈志一 压得 她好想揍她一顿怎么办 这么毒蛇 也不知道将来 哪个倒霉的女人 被她看上 不等她气消 男人低沉的嗓音 再次传来 过来帮我系领带 此时沈志一 好像炸了毛的小猫 清澈的性谋瞪大 刚损我一顿 还想让我给你系领带 你想得美哦 文言 伤时序倾笑了下 我这不是 免费给你提前练下手吗 免得以后 给你老公系领带都不会 沈志一 我还要谢谢你了 她无语地撇嘴 不想学 无聊 她都还不知道 未来老公 在哪个角落里待着呢 伤时序嘴角上扬 饶有兴致地转头看向她 之前在包间外 偷听墙角的时候 不是挺精神的吗 沈志一眼睫颤动了下 很不想承认她干过这事 丢人啊 第一次听墙角 竟然还被发现了 只好认怂 我学 还不行吗 小气鬼 她又不是故意的 伤时序看着她 声现温和 过来 我教你 我太笨 要是学不会怎么办 那就一直教会你为止 沈志一 慢腾腾地走到她面前 笨拙僵硬地 将两只手伸到她脖梗处 尝试着自己先记一下 找找感觉 两人离得很近 她能清晰地看到 她脸颊上如羊枝玉般的肌肤 以及细小的毛孔 也不知怎么了 如今她是越看她 越觉得惊艳 哪哪都吸引着她 见她是真的不会 伤时序嘴角掀了掀 我演示一遍给你看 沈志一放开领带让给她 嗯 你动作慢一点 她怕看不清楚 在几次失败之后 她终于记了个成型的 成了成了 你看看 伤时序垂眸 为了不打击她的自信心 她勉强地恩了声 虽然造型有些一言难尽 但终归成功了 她温热的气息 打在她的脖梗处 痒痒的 有些挠心挠肺 她感觉自己 好像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沈志一顶不住 她一直这么凝视着自己 你能不能别总盯着我 这样让我很有压力 你不看我 怎么知道我在看你 沈志一 她忘记了 这人是杠精本尊 她咬牙切齿地 学着她之前的样子 说道 你这样是在占我便宜 她垂眸倾笑 没听过有句话吗 沈志一下意识地顺着问出声 什么话 有便宜不占傻呀 此时她好看的眉眼 带着一抹脾气 和平日里的高冷 境遇形象严重的不服 沈志一没想到这种话 竟然会出自于伤识序之口 她惊恶的正主 很是怀疑 眼前这个男人 是不是被别人给冒充了 张了张嘴 问 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还有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 伤识序 让她学计个领带 怎么智商还能跟着下降了 抬手轻轻地在她额头上敲了一下 语气中带着某种宠蜜 你这小脑袋瓜子里 一天到晚都装的什么 哎呦 你怎么还动起手了呢 沈志一眉头皱起 不满地控诉道 伤识序挑眉 嫌你太傻了 看看能不能敲聪明一点 沈志一 这是嫌她笨咯 你才笨 你全家都笨 你不在我们家户口本上 伤识序好笑道 虽然她近身高将近一米七 但站在将近一米九身高的 伤识序面前 显得有些娇小 吵架都没气势 感觉好像在她面前撒娇似的 沈志一气劫 她竟然还吵不过一个男人 手臂抬得久了 就有些泛酸 她手抖了下 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下巴 天地良心 她真不是故意去摸她脸的 那个 不好意思 手抖了 虽然只是轻轻地划过 但她还是感觉到了 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就像触电般 要命 这根本就是在折磨她 伤识序忍不住喉咙发紧 突然一把握住她的手腕 暗哑着开口 好了 今天就学到这里 沈志一感觉到手腕处的温热 身形正了下 随后 正开她握住自己手腕的大掌 台眸问 你还要回包间吗 不回了 我那已经结束了 她今天能出席这场饭局 已经是给那个汪总很大的面子 她不可能在那等到他们结束 沈志一很想问一嘴 你秘书也回去了吗 可又觉得自己越鬼了 最后顿了顿说 他们还闹着一会要去酒吧玩 我先下去了 伤时续醋眉 本想说点什么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沈志一从808房间里出来 就碰到了傅景琛 显然对她出现在这里 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沈志一淡笑着和她打招呼 傅总 傅景琛看了一眼她身后的房门 温声道 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她温润儒雅 极为绅士 说话时很注意女生的感受 沈志一对她印象很好 浅笑着回 当然可以 虽然疑惑她 找她能聊什么 但想到她不仅是伤时续的朋友 还是他们工作室 合作对象的高层领导 于公于私 她都不好直接拒绝 傅景琛很懂分寸 始终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将人带去了一楼的茶艺阁 这里的装修风格 融合了古人的茶墨书香韵味 别有一番格调 落座后 沈志一开门见山 傅总 你请说 她不想和自己老公的朋友 搞什么暧昧关系 虽然只是她名义上的老公 她也不允许 这是她的道德底线 傅景琛清拧了一口茶后 温润的眉眼略显深沉 顿了顿这才开口 我想和你谈谈 你们MY的另一位合伙人 闻言 沈志一端住茶杯的手 陡然顿住 眼底满是惊诧 你说的是叶师姐吗 傅景琛点头 对 叶初同 沈志一皱眉 看她的眼神带着几分审视 你想追求她 她以为傅景琛看上叶师姐了 想横刀夺爱 然而她得到的答案却是 傅景琛沉思了回她 她是我的初恋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什么 沈志一没忍住惊呼一声 叶师姐是傅景琛的初恋 两人还谈过恋爱 这信息也太劲爆了 她感觉头顶好像炸了到响雷 不行 她要缓缓 她怎么都没想到 这俩人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难怪之前 就觉得叶师姐有些奇怪 现在终于明白了 回神后 沈志一看向她的眼神 有些复杂 所以 你就是师姐在大学里的那个初恋男友 初恋男友这事 还是后来沈志一 后来偶然间得知的 不过她知道的不具体 只知道 师姐和她男友大二在一起 大三下学七就分手了 她大一 才和叶初同认识 那个时候 师姐已经在读研究生了 所以 她那个时候 并没见过傅景琛 傅景琛没有否认 我们彼此是初恋 沈志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叶师姐两年前经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现男友 如今又跑出来一位前男友 并且这位前男友 还是她名义上老公的好友 啊 这关系可真够复杂的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了 最后想了想 还是称呼她副总吧 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那你们后来 为什么又分手了 沈志一不解 两人都不像是那种 对待感情不负责任的人 是什么原因 让两人走到了分手这一步 傅景琛满眼尽显忧郁 好像陷入了某种沉思中 请客后 她悠悠开口 大概是我们那个时候 还不够成熟 也不够冷静 沈志一 所以 不是两个人只要相爱 就能够走到最后 她一问 那你今天找我的目的 是 傅景琛沉默半赏后 我想知道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沈志一了然 斟酌了吓回她 这几年 她一心扑在工作室里 两年前惊人介绍 才认识了现在的男友 傅景琛眼底闪过一抹失落 感觉老天好像跟她开了的大玩笑 既然让两人重逢 为什么要是在这种情况下 沈志一看了她一眼继续道 他们虽然 才交往一年多 但两人 已经有了谈婚论嫁的打算 毕竟师姐 也老大不小了 她话中的意思很明显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吧 不要去打扰彼此 傅景琛抿了抿唇半 谢谢 我知道了 她的话她听得懂 她也不是那种 想要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 沈志一看着她一脸的落寞 想要安慰几句 但想想还是算了 她向来不会安慰人 何况还是一个大男人 夜色越来越浓 晚风轻拂过树梢 地面上留下一片斑驳的月影 沈志一从望川酒吧 回到新海居的时候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建商时序书房的灯还亮着 猜想她还在忙工作 捏手捏脚地 走到书房门前 趴在门边上探着脑袋 向里面望了眼 这才小声地问 我买了烧烤你要不要吃 商时序将视线 从笔记本屏幕上移开 抬眸 晚饭没吃饱 她不习惯吃宵夜 尤其是外面那些街边小吃 觉得很不卫生 沈志一性磨弯了下 晚饭吃得挺饱的 但我就想吃点烧烤 去酒吧蹦跋了那么久 现在也有点饿了 商时序漫不经心地开口 下次如果想吃宵夜的话 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让人从云烟阁打包送过来 自家饭店干净卫生 并且聘请的都是名厨 小小的烧烤 还搞不定吗 沈志一并不知道 云烟阁的背后老板 是商时序和宵夜明 她不想麻烦他 再说了他也不经常吃宵夜 想也没想 就一口拒绝了 不用不用 我就是嘴馋了 偶尔想吃点刺激的 之前连着加一个星期的班 因为熬夜的关系 味觉不是太好 现在就想吃点辣的 她上眼皮危险 谋底藏着别人看不懂的情绪 所以就去了酒吧 寻找刺激去了 沈志一 她吃个烧烤 怎么又跟酒吧扯上关系了 听她这话 总感觉有点怪怪的 你不吃 我就一个人全吃了哦 商时序不予理会 垂谋继续忙自己的工作 沈志一一个人返回客厅 美滋滋地吃了顿毒食 等商时序忙完出来 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 茶几上一片狼藉 除了横七竖八躺着的竹签 旁边还放了两罐喝完的可乐瓶 她眉眉头皱起 迈着两条笔直的大长腿 走了过来 沈志一抬眸 对上她嫌弃的眼神 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 赶紧起身 不好意思 把你家桌子弄脏了 我这就收拾 商时序表情淡淡 嗯 其实她并不反对 她在客厅里吃东西 只是嫌弃她乱吃乱喝 洗完早躺在床上 沈志一总感觉肚子有些不舒服 她没多想 以为是吃得太饱的原因 盖好被子 渐渐地进了梦乡 只是到后半夜 痛感越来越重 她痛得将自己蜷缩在被子里 顷刻间 额头渗出细微的汗水 没多久 汗水也浸湿了她的睡衣 缓了缓 她强撑着起身 重新找了件衣服 将身上的睡衣换下来 跌跌撞撞地出了卧室 不小心撞到了客厅的沙发 忍不住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哼声 啊 客厅里的响动 惊醒了主卧里的伤食序 就沈志一蹲在地板上 揉着撞腾的膝盖时 客厅的灯被猛然打开 紧接着就是 伤食序低沉的嗓音响起 大半夜的 在客厅里梦游吗 沈志一忍着疼痛侧头 声音很轻 我肚子疼 想去医院 伤食序这才看清她脸色辣白 额头渗满了汗水 见她真的是很不舒服 赶紧大不留心地走上前 将人扶坐在沙发上 等我一下 我去换衣服 她动作很快 不到两分钟 就将自己穿戴整齐 弯腰 直接将人从沙发上抱起 边走边 轻声安抚 再忍一下 很快就到了 沈志一痛得咬紧牙齿 闭着眼睛靠在她怀里 没有力气说话 就点了点头 二十分钟的路程 硬是被她提前了一半时间 在来的路上 她就打了电话 刚好今天她的发小记号 穿直夜班 在医院里 替她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病人来 车子刚停下 沈志一就被等候的医生护士 推进了急诊室 记号穿看出她的紧张和担忧 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膀 安慰道 看样子像是吃坏肚子了 别担心 听她这么一说 伤时序猛然想起零睡前 沈志一吃的那些东西 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团 很快 急诊医生走了出来 证实了记号穿的猜测 患者是急性肠胃炎 一会药 带她去做几项检查 伤时序向医生到了泄后 拿着几张医生递过来的单 转身去了交费处 沈志一躺在病床上 正在输液 她不太好意思 去看黑着一张莲某人 都怪自己太贪吃 没想到让她遭了这么大的罪 这么晚折腾的她睡不了觉 她有些过意不去 抿了下唇半 那个 要不你先回去 我自己待在这里可以的 伤时序周身笼罩着一层低气压 一副生人物尽的表情 侧脸腻了她一眼 声音冷冷的 哎都来了 你让我现在回去 她不是嫌她烦 而是气她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之前就提醒过她 不要吃那些不卫生的东西 可她偏偏就不听 在看到她痛成那样的时候 她的心就好像被揪住了一样 紧张担心 还有一种措手无策的无力感 沈志毅 她又没有喊她来 这怎么还气上了呢 过了凌晨没多久 东方的天色已渐渐发白 护士过来 给她换点低频的时候 忍不住向一旁的伤时序 多看了几眼 羡慕着说 你男朋友长得可真帅 一直在这里守着你 可真体贴 怕惊扰到她 沈志毅没有出声 只是笑了笑 带护士走后 她看向靠在一旁椅子上 浅眠的伤时序 她内心第一次 因一个男人而波动起伏 她人高腿长 窝在小小的椅子上 很不舒服 但她却没坑一声 大概是她的视线 在她身上停留得太久 伤时序感受到了 猛地睁开眼 刚好对上她还未来得及 收回的视线 沈志毅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慌张地别开 伤时序勾了勾唇 躲什么 想看就光明正大的 我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沈志毅 她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 她不要面子的嘛 书页到一大半的时候 沈志毅有点躺不下去了 因为她想上厕所 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她忍了又忍 终于忍不住的时候 她侧着身子下了床 听到动静 伤时序撩了下眼皮 很快猜出她的意图 从椅子上站起身 将挂在她床头的书页瓶 拎在手里 淡定从容地对她说 我送你到门口 你自己注意点 沈志毅看了她一眼 垂眸敏唇 现在不是计较别扭的时候 不然她一个人还真不方便 点头 嗡了一声 在洗手间门口 她将瓶子挂在了门上 沈志毅将就着 用单手上玩了厕所 重新回到病房里 刚躺好 纪浩川就走了进来 嬉笑着也遇到 可以啊 商总 你这赵国人的能力 倒是长了不少 话落她坏坏的一笑 就是不知道 你某些方面的能力怎样 伤时序冷眼瞥了下她 低沉地吐出几个字 不用你操心 纪浩川无视她黑下去的脸 好像唐僧念经似的 继续唠叨 我怎能不操心 你可是我的好兄弟 老爷子也是替你着急的不行 就算你自己不在乎 可你也要为老爷子和小嫂子考虑 不是吗 今天既然你都来了医院 顺便让我给你检查一下 保证要到病除 重振雄风 沈志毅 她好后悔 自己刚刚没睡过去 听到了这么多 不该听的秘密 不会被灭口吧 毕竟之前伤时序 可是再三强调 自己没问题 现在就这么无情地 被自己的发小给揭露了出来 这让她身为一个男人 多没面子啊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 她现在还是闭上眼睛装睡吧 而被污蔑 某方面不行的主角伤时序 此时正在用杀人的眼神 扫视着口若悬河的某个大傻子 突然感受到 一股冷嗖嗖的寒意 季浩川忍不住全身打了个寒颤 心里纳闷 怎么突然间这么冷 紧接着就是伤时序 那冷的 能将人冻成冰棍的声音 你觉得我需要挂你的号 这一个个的 都怀疑她不行 是吗 季浩川见她一副痴人的表情 小心脏颤了颤 弱弱地问 不需要吗 伤时序咬了牙后牙槽 冷冷地瞪着她 不然你试试 我到底需不需要 躺在床上 荡隐行人的沈志义 听到这句话后 身子猛地抖了一下 季浩川一阵恶寒 下意识地双腿夹紧 嘶吼道 老子可是这儿八经的唇爷们 不带一点拐弯的 再说了 他们家可就只有他这一根毒苗苗 绝对不能弯了 虽然他天天给人看的玩意 但他思想正着呢 职业不分贵贱 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 伤时序冷声问 你就这么确定我不行 季浩川 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说的吗 说你一点都没用 连个曾孙都让他抱不上 一点也不像他们商家男人 可他不敢直说 顿了顿 不然你就检查一下 好让老爷子他们的放心 他这话刚落音 就招来伤时序的一记冷刀之言 想要我把之前的话 再重复一遍 季浩川知道 这是彻底地把他给惹怒了 不看就不看 干嘛发那么大的火 匆匆丢下这句话 就赶紧溜了 好在他跑得快 不然的话 伤时序真能直接把他给扔出去 闭着眼睛装睡沈志义 颤抖的睫毛 早就出卖了他 伤时序在心里失笑 倒是挺有眼色的 薄唇张了张 睡不着就别勉强 沈志义 他不想睁开眼 太尴尬 射死了 还是继续装睡吧 直到舒完夜 他才睡醒 两人从医院回到了新海居 这一路上 沈志义也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进门到玄关处 刚换好鞋子 伤时序猛地一把 搂住他的腰 他这一举动太过突然 将沈志义吓了一跳 你 他小腰很细 很柔软 没有一丝多余的坠肉 他将视线落在他 洁白无暇的脸庞上 抵着他的额头 微微沙哑地问 你是不是也一直这么认为 沈志义 他敢说实话吗 明显看出今晚他情绪不对 他可不敢招惹他 摇头 没有 你上次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伤时序看到他呼闪的睫毛 从喉咙里一出一声轻笑 直接贴在他耳畔 低声说 只是简单的解释 好像没什么说服力 沈志义瞬间身体僵硬住了 忍不住瞪大眸子 眼里全是惊恐 他想干什么 这家伙 真的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他感觉此时的伤时序 就像是一只危险的大灰狼 见他不说话 他垂眸挑起他的下巴 要不要试试 接吻 最后两个字 他故意停顿了一下 他的嗓音 好像带着某种蛊惑人心的魔力 让人情不自禁地想沉浮 沈志义定定地和他对望 他紧紧地攥住他的衬衫 眸底不知何时布上了一层水雾 他颤动了下睫毛 紧咬住下唇瓣 柔柔地说了句 不知道 他不知道想不想要 又莫名地 好像被他蛊惑了一样 脑袋里非常乱 一颗如小鹿乱撞的心 怎么也平复不了 伤时序抬起他下巴的那只手 轻轻地在移动 葱白的手指 在他白皙嫩滑的脸颊上 慢慢划过 眉毛 眼睛 挺翘的鼻梁一路向下 最后 落在了他粉嫩饱满的唇上 他嗓音如同清澈的溪水一样甘甜 但说出的话 却让人面红耳赤 想问你 可以吗 省之一大脑一时间陷入死机 脑海中不停地在重复着那句 我想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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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不反感他的吻 又觉得 这样好像越鬼了 总之有些矛盾 那双带着惊叉的水雾秋童 看向他 两久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单音 我 就在他左盼右顾的时候 面前的男人 已经强势地在行动了 直到嘴唇上传来温热的触感 他才反应过来 和之前听蜻蜓点水般的前吻不同 这一次他很霸道 很会 他甚至有些享受 这让他感觉自己有些羞耻 竟然莫名其妙地沦陷在他的蚊里 大概是不满意他的走神 唇瓣上突然传来一阵痛感 嗯 你 他想推开它 奈何力量悬殊太大 根本没用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 换来的却是狠狠的惩罚 后脑勺被稳稳地禁锢住 一动也动不了 他只能不能被迫地承受着他的霸道和强势 此时的省之一 感觉自己如同一只干渴的鱼儿 急需寻找水源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他强烈的占有欲 和他身体的变化 感觉到他快喘不过气来 伤时续这才缓缓松开他 手指在他耳垂上揉捏了下 低头凝视着问 现在清楚了吗 省之一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 他知道之前是误会他了 垂下眼瞼 害羞地点了点头 但某人好像并不想就这么放过他 轻轻挑起他的下巴 让他和自己对视 他语气里透着的几份玩味和戏虐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交流 沈志一 这男人是妖精吗 准确来说 他是指疗精 他不想懂他话中的意思 但脸颊和耳根 还是像煮熟了的虾 红彤彤的 伤时续再次搂着他的腰 故意向前拉了下 这样 两人脸庞都快要贴在一起了 沈志一有些招架不住 没想到男人撩起来 根本就没有女人什么事 两人呼吸 几乎是缠绕在了一起 这姿势真的很暧昧 沈志一顾不得害羞 双手抵在他的胸口前 拒绝道 不用 已经很清楚了 他挑眉好笑道 确定了 沈志一红着脸 确 确定 男人听到满意的答案 这才放开他 唇角请起一抹笑 挺怪的 沈志一 今天他不打算去工作室了 想窝在家里补觉 给师姐发了个短信后 就进入了梦乡中 一觉睡到了中午 严格来说 他是被恶醒的 随手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 就见有几条未读短信 叶师姐 在家好好休息两天 不用着急来上班 叶师姐 上来那边 我来接手 其实一直都没跟你说 我和傅景琛以前就认识 有时间再跟你细说 小逆子 抱 听说你病了 严不严重啊 小逆子 本来我想请家去看你的 但想了想你身边有帅哥老公 我去了 只怕会做你们的电灯泡 小逆子 争取早日 把帅哥扑倒 不都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吗 嘿嘿 沈志一看到闺蜜这条短信的后 不禁嘴角抽了抽 他现在躲他还来不及 想想今早上 两人疯狂地举动 他就觉得自己 一定是着魔了 怎么就鬼迷心窍和他 现在想想 又懊悔不已 之前是抱着搭伙 过日子的态度 反正只是行事婚姻 不用讲感情 可如今 两人竟然突破了防线 虽然不是最后一道 但也着实很尴尬 要说喜欢 还谈不上 要说讨厌 也谈不上 沈志一此时感觉自己 好像陷入了僵局 一通电话铃声 打断了他杂乱的思绪 是发小打过来的 他接起 喂 阎峰 宋阎峰 芝芝姐 你现在好点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打包个粥送过去 两家是邻居 沈母又是单亲妈妈 两母女 没少受这位邻居夫妇的照顾 沈志一和宋阎峰 也轻如姐弟 沈志一心头暖暖的 他这个发小弟弟 永远都是那么温暖体贴 输了夜之后好多了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好好上你的班 别替我瞎操心 姐有人照顾 宋阎峰 好 我听芝芝姐的 下班我再去看你 他现在是在实习期 不敢随便请假 两人又聊了一会 才挂断电话 沈志一起身去洗漱 换了件淡粉色的草莓家居服 披肩绣发 被他随意地扎成了个丸子头 露出他白皙纤长的天鹅井 看起来元气满满 原本以为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没想到伤食序竟然也在 他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闭着眼 浓密的睫毛 在眼瞼头下一条浅浅的影子 鼻梁高挺 薄唇紧敏 顺畅的下颌骨线 十分清晰 沈志一怕吵醒他 放轻脚步走进厨房 谁知前脚刚迈进去 背后就传来他沙哑的嗓音 睡醒了 沈志一落下 刚准备迈起的那只脚 侧身看他 嗯 我想去煮点白粥 你要喝吗 昨天医生跟他交代过 这两天只能喝清淡点的粥泪 说话间 伤食序已经站起身 正向厨房走来 他人高腿长 几步就走到了他身旁 我已经吃了中午饭 青菜粥可以吗 他语气自然 丝毫没有因为 早上那个激烈的吻 而不自在 闻言 沈志一以为是早上 刘妈过来煮的 嗯 也行 他为了省事 才想着直接煮白粥的 伤食序绕到他前面 将紫砂包里的粥 给端到餐桌上 跟在后面的沈志一 拿了双碗筷出去 经过他身旁时 说了声谢谢 伤食序抬眸 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脾气 现在跟我这么客气 是不是太晚了 抱也抱过了 亲也亲过了 现在跟他这么客套 是几个意思 沈志一表情僵住 羞愧不已 最后甘大地说了句 我 我喝粥 见他眼神躲闪 不愿意面对 如今两人已经改变的关系 伤食序轻挑眉梢 声音低沉中 隐隐带着隐隐玩味 伤太太这是打算 亲完就不认账了吗 正在喝粥的沈志一 听到他这句忧怨声 没忍住扑吃一声 嘴里的周全被喷了出来 嗨嗨 好巧不巧的 全都喷到了 坐在对面的伤食序身上 对 对不起 沈志一一脸歉意 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赶紧拿起一旁的纸巾 给他擦拭衣服上的污渍 手忙脚乱地胡乱擦了一通 他根本就没注意到 伤食序红彤彤的耳根 某人上半身 被他一双咸猪手给摸了个遍 他还全然不知 伤食序 他能说什么 只能黑着脸起身 阻止他继续擦拭的动作 我回房间换身衣服 沈志一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待人走开后 他重新成了晚舟 只是这一等就是大半个小时 才见人出来 见他一身正装 就随意地问了句 你是要出去吗 他上午在家没去公司 他是知道的 伤食序低头整理了一下 手腕上的表 温生回他 嗯 公司有点事 要去处理一下 话落 他腻了他一眼 勾了勾唇角 之前那个话题还没有结束 晚上回来再继续探讨 沈志一明显一正 之前的话题 什么话题 见他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他好心地提醒 语气里带着漫不经心 清完就不认账 沈志一傻脸 气得咬牙切齿 这狗男人真是欺人太甚 明明是他强吻的 难不成他一个大男人 还要要一个女人负责 终是忍无可忍地反击道 不是你主动的吗 要负责 也是你负责才对 他都没要求他负责 他竟然死皮赖脸地要他负责 沈志一被他这声伤太太 给弄得脸色羞红 得了便宜还卖乖 说的就是沈志一这种人 他就知道 这狗男人嘴巴厉害得很 屋里都能被他变出三分里 水雾般的性谋瞪着他 我不用你负责 咱俩以后还是隔点距离比较好 这句话显然是在告诫他 以后不要再做出像今早这样的事 这男人有毒 要远离 伤时序显然不满意 他这句话 直接走向前逼近他 不来点实际的 我怎么能向你证明 沈志一 合着他还有理了 走到沙发前 他双手撑在他肩膀两侧 两人距离近在咫尺 沈志一紧靠在沙发上 被迫地仰起头 和他对视 两久后 耳畔传来他温热的嗓音 想不想谈个恋爱 什么 沈志一一下子呆愣住了 他刚刚说什么 谈恋爱 和他 这是伤时序说出的话 见他半天不给点反应 伤时序耐着性子再次问 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所以 你愿意吗 他既然吻他 就代表已经在心里完全接纳了他 更何况 他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当然 他也不全是为了负责任 人也让他很心动 既然两人误打误撞地领了证 现在又有了感情 他不想去逃避 他的心告诉他 他想要这个女人 想要得到他 想要将他据为己有 沈志一纯扮微章 你只是为了对我负责而已 其实完全没必要 和这么个大帅哥接吻 他一点也不亏 伤时序能感受得到 沈志一对他是有感觉的 不然也不会接受他的触碰 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男人可以和不爱的女人亲吻 甚至更亲密的行为 但女人不是 被不爱的男人触碰 他会反感 可能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他不能逼得太紧 他可以等 他神色不变地淡然勾纯 你不要这么着急拒绝 好好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沈志一轻颤了一下睫毛 抿了下唇角 嗯 他现在心乱如麻 根本就不能好好地考虑他的问题 伤时序走后 沈志一就一头 扎进了隔壁客房改造的画室里 另一边 云烟格包间 伤时序的慵懒的鞋 靠在沙发上 双腿交替叠加 指尖夹着已经燃了一半的烟 眸底竞显精明和锐利 坐在他对面的高总 一脸的殷勤 伤总 这新项目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两人在谈一个新能源项目 男人想拉伤时序入骨 但他来找了好几次 伤时序没有明显地拒绝 但也没有松口 就这么吊着 他有些着急 扮上后 伤时序将手中的烟 摁灭在烟灰缸里 端起面前的酒杯 轻摇了一下 语气漫不经心 我听说前两天 你已经拉了段总入骨 怎么 他资金还没到位 听他这话 男人神情僵硬了一下 立刻一口否决 没 没有的事 那都是谣言 伤时序深邃的眸底 闪过一丝暗光 轻笑道 你应该清楚 我和段君贺 一直都是竞争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死对头 你想把我们两个都拉进去 搞内斗吗 男人瞬间双腿抖了下 他没想到伤时序会看破 脸上表情有些不自然 他洋装淡定地解释 伤总 你可误会我了 是段总主动来找我的 闻言 伤时序轻斥一声 高总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 这么好骗 他点破不说破 相信高总是个聪明人 果然 男人话锋一转 嬉笑道 伤总说笑了 只要你今天对我个准话 我这就去回绝他 男人是个聪明人 他当然知道如何选择 才是对自己以及公司最有利的 伤时序抬眸 薄唇半钩 你回绝了他之后 明天拿着计划书 到我办公室来详谈 男人一脸惊喜 赶紧站起身过来 给他添酒 那伤总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伤时序淡淡地恩了声 这份项目投资算是敲定了 伤时序今天又多喝了几杯酒 不能自己开车回去 原本喊了江助理来接他 谁知来人却是穆秘书 见来人是他 伤时序皱眉 江特助呢 穆晓宁嘴角勾着温婉的笑容 淡定从容回他 江特助在公司处理事情 脱不开身 就让我替他来了 也不知是不是高总的错觉 总觉得穆秘书看伤时序的眼神 和以往有些不同 他是一个过来人 自然知道那眼神代表什么 漂亮性感的女秘书 暗恋自己总裁上司 他没觉得有什么好稀奇的 更何况 伤时序还是那种能力 和颜值并存的男人 他想应该没几个女人 能抵挡得了他的魅力 除了云烟阁 伤时序将另一另一部车的钥匙 扔给了秘书 开这辆车送我回去 他的车可不是随便一个女人都能坐的 现在这辆车 是他放在云烟阁的备用车 经常借给好友开 对他来说没什么特殊感 可有可无 慕晓宁笑容僵住 不过很快 他就调整好了情绪 好的总裁 伤时序有些反感慕晓宁身上的香水味 眉头一直拧着 斜靠在后排座位上 坐在驾驶位上的慕晓宁 通过车内的反光镜 偷瞄了几次 闭目养神的男人 他真是每一处都透着金贵和无与伦比的魅力 令他着迷不已 在公司里 他可不敢这么看他 他今天穿了套浅喀色的修身的职业套装 将他身材显得妖娆多姿 可伤时序 竟然都没正眼瞧过他 咬了咬唇半 他有些不甘心 可也不敢表露得太明显 不然遭到伤时序的反感 一怒之下 把他辞退 那就得不偿失了 毕竟在星火工作了这么多年 对伤时序的性格 还是多少有些了解 故意找话题 总裁 你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 要不要停车 去给你买点解酒的 伤时序将头撇向一边 有些不耐烦 淡默地回他 不用 他又没喝醉 只是没睡好 有些困而已 再说 他只想快点回公司 这香水味 实在是让他难以忍受 回去要好好的 交代一下姜特助 以后总裁办的秘书 不准上班喷香水 面对他的冷淡 慕晓宁也不气馁 因为他都打听清楚了 伤时序是相亲闪婚礼的证 两人至今连婚礼都没有举办 可见他对那个女人 根本就不重视 应该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所以他 还有机会 明天有个重要的商业酒会 总裁你需要携带女班吗 他要为自己争取机会 曾经他就赔过一次商时序 出席这样的酒会 再说 整个公司除了他 也找不出第二个 比他更合适的 为了这一天 他上个月就已经把礼服给买好了 到时候 他一定要惊艳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只要是他想要的 还没有几个男人 能逃脱得了他的手掌心 然而就在他满心欢喜 等待着他开口 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 结果却听他说 这件事 就不劳木秘书费心了 商时序撩开眼皮 面露不悦 嫌他话太多 有些丑 莫名地 让他想起家里的某人 他低头拿出手机 发了条短信 明天陪我参加个酒会 很快对方就有了回复 我今天刚生病 明天你就让我去喝酒 他回 放心 有我再保证不让你沾一滴酒 面对今天总裁的迟到 员工群里讨论的热火朝天 员工 哎 天呐 总裁竟然矿工了一上午 黑眼圈还这么严重 不会是昨晚在家夜班吧 坏笑 员工B 嘿嘿 总裁 这战斗力 也太牛了 超赞JPG员工C 美色误国呀 我们总裁看来 从此要不早潮了 类奔 Jeff江特助 看了眼群里的信息 差点没绷住 笑出声来 艰难地忍着 但是颤抖的肩膀 还是出卖了他 垂头在认真办公的伤食序 冷冷地憋了他一眼 你肩膀抽筋了 江特助赶紧将手机放回裤兜 顿了顿解释道 没 没有 就是看到一条搞笑的视频 商时序垂眸不去看他 诞声道 你很闲 不过 我一点都不闲 这不是在等总裁你签的 这份佳级文件吗 江特助抹了一把额头的虚汗 善善地回他 对于员工群里的热议 商时序自然不知道 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 他就直接下班 回了新海居 窝在画室里的沈志义 听见开门声 他下意识地向大厅望了一眼 意料之中 商时序那张如雕刻般的五官 闯入了他的视线 他温吞地出声 你怎么今天下班这么早 他平时不加班的几率 可是趋值可数 更何况 今天明显是早退了 商时序抬脚走进画室 在他那幅还没有完工的油画前 静静地看了几眼 这才回应他 嗯 工作处理得差不多 就回来了 他一向以工作狂注称 偶尔放松一下 这不应该吗 当然 他没告诉他 重要的文件他签了 那些不是很重要的 就让江特助代替处理 沈志义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画了一幅小咒菊花绘图 用笔细腻 技法丰富 可以看得出来 他绘画功底很深厚 商时序收回视线 眼底满是对他的赞赏 没想到他 不但会服装设计 连油画 也画得这么好 他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画得挺好 沈志义添好最后一笔颜色 浅笑 我就是随便画画 喜欢的话可以送给你 文言 商时序眼底闪过一抹意外之喜 嘴角情笑 那我就不客气 笑纳了 两人在画室里没待多久 发小宋元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芝芝 把你们家小区的定位发给我 沈志义 你下班了 他没想到他还真要过来 宋元峰 嗯 今天我不用职业班 不过去看你一眼 我不放心 主要是他妈不放心 两家是邻居 父母之间关系很好 宋妈妈很疼爱沈志义 几乎把他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沈志义把新海剧的定位发了过去 挂了电话 他把发小要来他们家的事 跟商时序暴背了下 毕竟这是他的房子 肯定要和人家打声招呼的 商时序不冷不淡地回了局 他倒是挺关心你的 都追到家了来了 沈志义一时间没感觉到 他话中的不对劲 眼角弯了弯 笑着回他 当然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可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 只是 他这句话刚落音 把室内温度明显下降了不少 沈志义莫名地觉得有些冷 低声咕弄道 都快五月份了 怎么早晚还这么冷 看来一会出去的时候 要穿肩外套才行 大约二十几分钟后 宋元峰出现在了 新海居沈志义和商时序的家中 他将手中的饭盒递给他 这是我让医院厨房的阿姨 给你特意包的瘦肉粥 沈志义伸手接过来 笑着说 下次不用这么麻烦 也可以自己煮的 宋元峰毫不客气地揭穿他 我这不是怕你 又随便煮点白粥应付吗 不愧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 果然很了解他 沈志义吐了吐舌头 哪里有 面对沈志义发小的温柔体贴 和嘘寒问暖 在一旁完全被无视成 透明人的伤食序 脸色有些不太好 在心里暗自赋予 当他是死人吗 这么尚感着殷勤 宋个粥有什么了不起的 中午的沈志义喝的青菜粥 还是他亲自煮的 有些不爽地打断了两人热疗 你们医院阿姨倒是挺闲的 沈志义怎么感觉这话 有些怪怪的呢 宋元峰一证 随后解释道 住院部那边的患者 可以单独下单 我让朋友帮忙带来一份 他莫名地感觉到 吱吱的老公 好像对他有点不喜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沈志义一脸心疼 这段时间是不是很辛苦 感觉你又瘦了 不辛苦 我们实习生夜班安排得比较少 他喜欢医生这职业 即使很累 但也甘之若疑 毫无怨言 宋元峰身形轻瘦 五官俊秀 是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 伤时序 没良心的 他一晚上都没睡觉 也不见他关心关心他 心里冒着一股酸味 很是不服气 这种细胳膊细腿 风一吹就倒的男生 到底哪里好了 竟然喜欢这种小奶狗类型呢 对于伤时序一系列的心理变化 沈志义自然不知道 第二日 傍晚 太阳西沉 霞光渐渐退去时 黑夜悄然来临 沈志义换上一件黑色鱼尾长裙 原本就较好的身材 被包裹得玲珑有致 礼服后背的镂空设计 露出一节白皙光洁的美背 如墨般的黑发 被他盘起 用一根几颗珍珠镶嵌的发簪 固定在脑后 和两边耳垂上的珍珠耳钉 形成完美的呼应 优雅间不失性感 眼尾的那颗小致 又给他平添了一分妩媚感 简单地化了的淡妆后 就出了卧室 早已经穿戴整契 在客厅中等候的伤时序 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 眼底满身惊艳 沈志义肤色冷白 一张小巧的鹅蛋脸 在一层淡淡的妆容下 美的名艳动人 见他愣住的表情 沈志义以为自己的妆容有问题 不好看吗 没有 很漂亮 他语气认真 没有一丝敷衍 沈志义牵起裙摆 那走吧 但伤时序却没有动 而是将视线落在了他的后背上 就见他眉头皱起 一副深思的表情 沈志义不解 怎么了 等一下 丢下这句话后 就见他转身去了书房 闻言 沈志义没有多问 几分钟后 伤时序从书房出来 手里多了一块黑色网纱布 和一把剪刀 就在沈志义想出声询问 他拿这个有什么用的时候 就见伤时序拿着那块黑纱 在他后背比划了下 接着就是背后 传来他低沉悦耳的嗓音 大小差不多 挺合适的 沈志义瞬间傻脸了 莫非这块布料是 给他填补后背那个镂空的 这件礼服他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后面的这个星形镂空 堪称这件礼服的灵魂之笔 你不会是想把它放在那里吧 他薄厚适中的唇瓣 轻轻掀起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太丑 沈志义 什么眼光啊 明明很漂亮 真是要被他给气炸了 他忍不住瞪大眼睛反驳 哪里丑了 明明就是你眼光有问题 如果觉得我丑 那我不去好了 见他好似炸了毛的小猫 又凶又狠 沈志义 眸色暗了暗 薄唇清起 以后 碗里服务给你准备 沈志义 这男人是属爹系的吗 管得这么宽 酒会是在森盛旗下的酒店大厅举行的 繁华热闹的宴会大厅里 灯火辉煌 宫愁交错 侍从们穿着统一的服装 微笑着为宾客们倒酒 这样大型的酒会 沈志义还是第一次参加 有些紧张 身旁的沈志义 好似有所察觉 在他耳旁低语 挽着我手臂 沈志义犹豫了下 才挽起他的手臂 酒店的大堂经理 见识他 非常热情地向前招呼 商少 男人喊得他是商少 并没有像别人那样 喊他商总 因为鲜少人知道 其实沈志义是这家酒店的少东家 他淡淡地嗡了声 算是给了男人回应 面无表情地带着沈志义 向宴会大厅走去 俊男美女的组合 很快引起了在场年轻男女们的注意 哇 商总今天好帅 花痴 他哪天不帅了 他身旁那个女人是谁 没见过 不过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哪里漂亮了 这么肃淡 跟条挂面似的 说这话 是一位五官精致 衣着华丽的年轻女人 他不想承认 他就是因为妒忌 才故意这样说的 更何况商时序 从来没有让哪个女挽过他的手臂 这女人凭什么 沈志义觉得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 他怕是 已经被万箭穿心了 唉 女人嫉妒起来真可怕 商时序虽然不经常露面 但身为科技和金融行业的新贵 没有几个人是不认识他的 之前有过业务上 往来的公司老板和高层们 熟络的地向他打着招呼 商总 商总 他谦逊由理地微微汗手回应 脚步没有停留 商时序 今天身着黑色手工膏定 剪裁得当的西装 勾勒出宽阔的肩膀 和净瘦的腰身 白色衬衫的扣子 一丝不苟地寄到领口 配上他那张冷军立体的脸 看起来金贵又禁欲 虽然他是出了名的 不懂得莲香惜玉 但仍然挡不住那些千金名媛们 对他的痴迷和爱慕 沈志一感觉 今天就是来给自己拉仇恨的 轻扯了一下身旁男人的衣袖 身体稍稍向他那边倾斜了一点 小时尔语道 看来你行情还不错嘛 这么多女人盯着你 不等他有所回应 接着又听他语不惊人地补了剧 该不会你让我来 就是为了帮你挡这些桃花的 伤时序 他倒是小看了他的聪明 让他跟着一起出席这场酒会 也确实是这个目的 没想到被他看穿了 他轻了轻嗓音 一脸淡定 你想多了 我只是需要个女伴 沈志一才不相信他的鬼话 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就在两人轻声而语的时候 举办这场酒会的主人迎面走了过来 伤总大驾光临 欢迎欢迎 说话的是个中年男人 眉眼间带着几分精明 他眼神落在一旁的沈志一身上 探究地问 这位是 伤时序神色如常 语气中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我今天的女伴 听他这样说 那位中年男人 眼底闪过一抹身意 都是酒精沙场的人精 有些话不必说得太明 点到为止 既然不想暴露美人的身份 他便识去地不再打探 两人端着酒杯 同几位行内大佬 含蓄了起来 都是行业话语 沈志一几乎没听懂几句 就在他站的脚跟有些酸痛的时候 耳畔传来他低沉嗓音 那边有点心 你去休息一会 这边结束了 我去找你 他乖巧地点头 嗯 在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终于解脱了 他一点也不习惯这样的场合 在点心区拿了块蛋糕 和一杯白开水 躲在无人的角落里边吃 边刷手机 待了一会觉得无聊 就起身到处转了转 宴会厅的后面 有一处观景小花园 位置偏僻安静 他想过去透透气 谁知刚靠近 就隐约听见一对男女 好像在弹琴说爱 女人娇滴滴的 杭哥 我前天看上了一款包包 你是没有时间陪我去看看 明天就陪宝贝去买 哎 先让我亲一口 讨厌 你好坏 原本想悄悄 转身离开的沈志义 瞬间被这道有些熟悉声音 给震住了 这男人的声音 怎么那么像 师姐的男友 秦一行 想到这个可能 沈志义一阵恶寒 明明是已经有女朋友的人了 还在这里和别的女人 亲亲我我 真是个渣男 他对得起师姐吗 亏得他以前 还觉得这个男人很尊重师姐 只要是他不愿意的 他从来不强迫 没想到 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就在他走神的这一会儿 细细碎碎的 又传来两人打情骂靠的声 嗯 你轻便 我口红都被你弄花了 沈志义想上前去确定一下 就在他准备悄悄靠近的时候 手腕被一只大掌给拉住了 接着是伤识序那张放大的俊脸 他眼底满是戏虐 偷看别人弹情说爱多没意思 不如我们自己亲身体会一下 沈志义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他今天穿了双细高跟 身高和他相差不多 他侧着身子趴在他耳边 你先躲到一边去 我去看一眼 他怕是自己听错了 因为隔着一点距离 听得不是太清晰 伤识序 这么个大帅哥站在他面前 他竟想着去偷看别的男人 没有来的心间 顿时生出一阵怒火 借着他侧过来的身体 一把将人抱起 沈志义惊吓地抱住他的脖梗 刚刚他差点尖叫出声 性谋不满地放大 压低声 你干什么 男人不理会他 一直将人抱离那处观景区 才将人放下 好奇 沈志义莫名 什么 对别的男人 他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我只是想去确定一下 伤识序 你认识那两人 虽然是问句 但语气很肯定 他了解沈志义 他不是那种 无聊又爱管闲事的人 嗯 那男人叫秦一航 是叶师姐的男友 但那女的我不认识 话落想了想 又补了句 视线男友 伤识序皱眉 难不成他师姐 还有前男友 不过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很快他就不这么认为了 沈志义挑眉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叶师姐的前男友 其实你也认识 见他一脸疑惑 他便不再卖关子 你好友 傅景琛 他 伤识序很是意外 他和傅景琛认识了那么久 从来没听他提起过 两人是在国外认识的 在大三的时候 傅景琛作为交换生 去了伤识序在国外所念的大学 两人因为志同道合 又是同乡 自然而然的 就成了好友 捋了一番思绪后 他薄唇勾起 所以 你现在是想去抓奸 沈志义一副 你现在才明白的样子 我也不确定 那男人到底是不是 被你这么一搅和 他们现在肯定已经走了 不过八九不离十 会议后 他顿了顿后勾唇 他们有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还怕找不到机会吗 想了想 接着又说 想对付渣男 其实很简单 完全不需要跟他正面冲突 你有办法 他一阵恶然 嗯 你过来 我悄悄地告诉你 沈志义乖乖地凑过来 一副景尊赐教的可爱模样 伤识序在心里暗笑 温热的气息 在他耳边轻轻呼出 只见他薄唇跳动了几下 沈志义听得 是一愣一愣的 与毙 他不可置信地 眨了下眼睛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伤识序淡笑 不好吗 沈志义 直接套麻袋揍人 这叫好办法 对于伤识序的提议 他不与苟同 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 不能冲动 万一不是呢 这不就破坏了 人家两人的感情了吗 沈志义打算回去之后 跟师姐旁敲侧击下 给他提了醒 以免真的被渣男骗了 两人重新回到了宴会厅 沈志义刚端起酒准备 和高总喝一杯时 身后传来一道 阴阳怪气的语调 沈总 好手段 男人生得气宇轩昂 但那双一双细长的丹凤眼 略显阴郁利器 此人正是心悦科技的总裁 段君贺 沈志义微眯双眸 对上他的视线 似笑非笑 段总谦虚了 你也不逞多让 此时 两人火药味十足 暗自较量 过招 沈志义察觉到了 两人之间气场的不对付 并且 两人气场都是那么强大 他下意识想往后让一位 以便两位大佬 一会巅峰对决 男人视线落到身旁的沈志义身上 打亮得过于直白 他黑眸微眯 眼神变得探究玩味起来 欲调漫不经心 这位美女怎么称呼 沈志义很不喜欢这样轻挑的男人 语气中带着冷意 这位先生 我和你又不熟 没必要告诉你名字 对于他冷淡的态度 段君贺也不生气 他淡淡地笑了笑 你是第一个 可以这么亲密挽着他胳膊的女人 所以就有些好奇 既然不熟 我就正式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段君贺 今年29岁 和你身旁 这位是大学校友 同时也是星月科技的总裁 沈志义 这莫名的熟悉感介绍 人家叫星火科技 你就来个星月科技 好家伙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两兄弟呢 亲了亲嗓音 我就是 他拉来挡桃花的 一个路人假罢了 你不用在意 他要是不说两句 估计这男人会纠缠着他不放 段君贺嬉笑地向他挑眉 你是怎么做到 不让他反感的 他着实很好奇 这女人到底 是怎么征服 桑石旭 这朵高岭之花的 他很是怀疑 这女有什么 过人之处的美术 沈志义当然不知道 他已经被别人 怀疑成狐狸精转世了 他刚准备对两句 就听桑石旭冷声开口 段总还真是一点都没改变 总是对我身边的人 何事这么感兴趣 段君贺脸上的笑意脸去了大半 狭长的丹凤眼 变得阴厉起来 语气坚定阴狠 对于若曦 我志在必得 你阻拦不了我 伤时序轻挑眉梢 薄唇半钩 似笑非笑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得到他的心 段君贺双拳紧握 手背上青筋抱起 似乎有些偏执和封批 他是我的 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 沈志义此时心里掀起了一波巨浪 他听到了什么 这两位大佬针锋相对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一个女人 好像叫若曦 这男人 原来是早已心有所属 难怪愿意 和他行事结婚 原来都是为了那个叫若曦的女人 只是 他为什么会感觉有些难受呢 两位大佬斗争结束 伤时序淡定如常 神色不变 见他脸色不好 关心地问 不舒服 沈志义兴致缺缺的摇头 没 只是心里难受 对什么都提不起进来 脑海里还在重复着 刚刚伤时序和那男人的对话 还有那个突然出现的名字 若曦 只听了一遍 他竟然就莫名地记在了心里 出了酒会 阴沉沉的天 却又稀稀利利地落起雨来 不紧不慢 不疏也不密 滴滴凌凌 抽丝似的 上了车后 伤时序就感觉到 沈志义情绪的低落 他侧脸问 累了 他唇角微微下垂 目光有些呆现 没有 伤时序 眼眸垂了垂 这么沉默 一点也不像他平时的性格 在心里笃定 他肯定是心里装着什么事 他耐着性子温和地问 要不要再去吃点东西 他侧头看了他一眼 温温地拒绝了 谢谢 我不饿 语气明显有些梳理 伤时序一时搞不清楚 他这情绪的转变 是因为什么 想了想 莫非是他那个师姐的事情 但他也不擅长红女人 干脆不说了 让他自己冷静一下 就这样 接下来的路程 两人一直保持着沉默 回到新海居 沈志义在自己房间里待了几分钟后 拿起手机 又再次出了门 十几分钟后 望穿酒吧 什么 宁姐可能是被绿了 秦行那个王八糕子 老娘这就去剁了她 慕妮气愤地一拍桌子 起身就要 去找渣男算账 沈志义赶紧拉住 怒气冲冲的闺蜜 你先别冲动 只是怀疑 闺蜜性格冲动 早知道就不跟她说 慕妮一脸忧愁 万一那渣男真的出轨了 师姐肯定要伤心死了 沈志义紧敏纯伴 师姐的性格她了解 对待感情 她是相当认真的 我明天找个时间 给师姐提个醒 让她防备着一点 尤其是金钱方面 慕妮点头 表示赞同 大病出狱 她也不敢让沈志义喝酒 就给她要了瓶 没什么度数的桃花酿 谁知道 她就是接个电话的空档 沈志义就把自己给整醉了 慕妮脑袋疼 我一会怎么跟你老公交代啊 喝得小脸红扑扑 单手撑着脑袋的沈志义 听见老公两个字 反应有些大 猛地仰起头 好像很不满 别提伤时序 她也是个渣男 慕妮郁闷 你老公什么时候成渣男了 渣男不是秦行那个狗男人吗 沈志义醉意已经上了头 压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说着说着 小嘴就开始扁了起来 她心里有女人 白月光 好像叫什么来着 我 我不记得了 她老公心里有白月光 慕妮从她的直言片语中 捕捉到了 这关键重要的依据 为了搞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她摇了摇闺蜜的肩膀 你说的是真的 沈志义真的在心里藏了个女人 沈志义执意地纠正 什么女不女人的 那叫白月光 慕妮 这一晚上 她感觉好像在坐过山车似的 信息是一个比一个劲爆 她以后还要怎么好好的看帅哥 说不定越帅越诈 不对 丑得也照样诈 慕妮忽地想起 吱吱的那个闪婚老公 不是不行吗 难不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敢取白月光的 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那她闺蜜 不是亏大了 慕妮义正言辞道 保 既然那男人用不用心理还有别人 咱就不要了 外面帅哥多的是 姐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 沈志义脑袋昏沉沉沉地将脸凑过来 茫茫然地问 帅哥 在哪呀 慕妮 这怎么不在一个频道上呢 转头巡视了一圈 锁定一个行男 指了指 九点钟方向 角落边那个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沈志义睁大迷离的毛子 撇了撇嘴角 太妖艳了 跟个花工机似的 慕妮 人家那叫时尚 怎么就成花工机了 想了想 闺蜜确实不喜欢这类型的 又再一次打量了一圈 在一处昏暗的吧台上 她又有了重大发现 回转身子 惊喜地处了下沈志义 你背后吧台 那边有个极品 要不要去搭个膳 沈志义此时脑海里 全是伤势序那张脸 顿时心里又堵了起来 闷闷地开口 越是长得帅的男人 心里越像海底针 让人捉摸不透 前天还说 要让她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她谈恋爱 今天就发现 她心里原来还有个白月光 哼 男人的话 骗人的鬼 谁相信 谁就是傻瓜 就像她爸爸那样 花言巧语地哄着妈妈 跟她结了婚 她出生才不到两年 那男人就变了心 慕妮见她情绪不对 赶紧开导 也不是所有的帅哥 都是渣男 还是有例外的 比如 萧燕明 她私下里 都请她吃过两次饭了 她硬是一点反应 都没有 吃饭就只是吃饭 聊天也就只是聊天 竟然对她 没有半点杂念 两人之间 纯的 就像一杯白开水 一度让慕妮 怀疑自己的魅力 是不是下降了 还是这男人 是吃斋念佛长大的 一点都不受凡尘的干扰 慕妮长着一双 勾人的桃花眼 五官五妹 身材火辣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游物 她竟然都能做到无动于衷 想起自己 在萧燕明那里 受到的挫败感 慕妮没有来得心生烦躁 仰头将大半杯红酒 一饮而尽 重重地放下空杯 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帅哥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才不稀罢 这句话貌似是对闺蜜说的 但其实也是 对她自己说的 在酒精的刺激下 慕妮疯狂地想要发泄 就一个人跑去了舞池当中 随着音乐的节拍 扭动得柔软纤细的腰肢 她今晚穿了件 黑色紧身吊带短裙 原本就火辣的身材 被勾勒得更加惹火 引来周围难视注目 而这一幕 恰巧落在三楼观景台上的 宵夜明眼中 她冷眼看着舞池中 那个妩媚妖娆的女孩 收回视线 用力地将烟头 摁在一旁的烟灰缸里 眼底的情绪 让人猜测不透 对这一切都全然不知的慕妮 在发泄一通之后 心情好了很多 重新回到把台 像站在一旁 像根柱子的酒吧安保 抛了个媚眼 多谢了 刚刚去舞池时 她就请她帮忙 看着点有些罪意的沈志毅 望穿酒吧 不同于别的酒吧 这里安保做得非常到位 尤其是对女性的个人安全 她弯腰去晃 趴在桌子上的闺蜜 宝 我们要回去了 醉得稀里糊涂的沈志毅 抬头冲她黑黑一笑 帅哥我们不稀罕 今天我想去你家 慕妮将她胳膊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另外一只手揽住她的腰 当然没问题 你天天去都行 话落她又想起 自己前两天 已经从家里搬出来的事 还没来得及和闺蜜说 我那里的床不是太大 你别嫌弃 沈志毅扭着脸安慰她 不嫌弃 我现在睡的床也不大 好像 好像也才两米 害得我经常掉在地上 伤食序那个狗男人 也 也不舍得买个大点的 慕妮 所以说 不要跟一个罪鬼计较 不然 你能直接抱血管 姑奶奶 两米还不够大 你想整个东北大火炕 整间屋子扑吗 在两人离去的身后 肖叶明 用手机拍了张照 发给发小 喝醉了 和闺蜜一起刚走 我让人在后面跟着呢 别担心 对方回 谢谢了 都是兄弟 用得着这么见外 在路边等了许久 才成功拦到一辆出租车 慕妮 将人扶进后排座位上 她侧身刚准备坐进去 就见迎面开了一辆 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 车速之快 奔驰而来 转眼间呲啦一声 车子稳稳地停在了出租车前 司机被吓得全身哆嗦了下 这 这是来寻仇的 想一想 她也没得罪什么人啊 她对人一向和善 不记得和谁结过仇 扭头急促地催促慕妮 姑娘 你带着你的朋友赶快走 这一看就不好惹 她不能连累两个姑娘 说话间 从车里下来 一位西装鼻挺的男人 迎着夜色 她缓缓走来 待慕妮看清来人 笑着开口 师父别怕 她是我朋友的老公 原来不是来寻仇的 吓了她一大跳 出租车司机松了一口气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是我搞错了 伤时序直接走到后车门前 淡淡对慕妮说了句 我带她回去 对上她强大的气场 慕妮有些饭处 弱弱地开口 我今天没让她喝酒 真的 就只是喝了一瓶桃花酿 最后一句话 她几乎是从牙齿缝里露出来的 面对一身低气压的伤时序 慕妮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天哪 好可怕 她暗暗发誓 以后再也拉闺蜜出来喝酒了 她拾去的脸到一边去 让她把人带走 在心里默念 宝 不是我不讲意见 实在是你这便宜老公太不好惹了 你瞧我这细胳膊细腿 哪里能抢得过她 去撕一撕 秦行那个渣男还差不多 我就不在你老公面前 表演鸡蛋碰石头了 伤时序弯腰将人从车里抱起 静止地回到自己的车上 啪的一声关上车门 冲前面的王叔吩咐 去子景园 好的 大少爷 司机一脸激动 在心里暗自替老爷子高兴 少爷终于接纳了少夫人 看来老爷子的愿望 快要实现了 子景园是私人别墅区 住在那里的人 一般是非富即贵 将人放在沙发上 伤时序烦躁地 解下领口处的两颗扣子 看到他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但喝了酒 还把自己给灌醉了 他莫名的心里 升起一阵怒火 原本想弃之不理的 可他最后还是没忍住去了 被人扔在沙发上 置之不理的沈志意 感觉这样 窝着很不不舒服 转了个身 差点掉在地上 见他这模样 站在一旁的伤时序 差点都要被气笑了 半睁着迷离的毛子 伸着手臂 轻唤了一声 阮堂 过来给姐姐抱抱 他前段时间才知道 软堂竟然是一只狗的名字 亏得他还跟一只狗吃过醋 他都没有抱过他 滚鬼俯神拆的 伤时序俯身让他抱住自己 沈志意感觉到他怀里的温暖 手臂紧了紧 将自己整张脸 都埋在他的胸口上 蹭了蹭 一脸的满足 软堂 抱着你睡好舒服 伤时序被他又抱又蹭的 虽然隔着一层面料 还是被他撩起一阵灶火 垂眸咬了咬后牙槽 别乱点火 抱得真得劲 冷不丁地听到火字 沈志意陡然仰起头 睁着迷茫的性谋 憨憨地问 哪着火了 要 要打 久久吗 伤时序 这真是一个魔人精 忍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起身去将浴缸里的水放满 这套别墅 是他前几年购置的 偶尔过来住一下 他从来没有带沈志意来过 因为那个时候 并不想让他参与到 他的个人生活中 平时每天都有终点工过来打理 所以即使没有住在这里 别墅内也是一尘不染 重新走到沙发前 将人抱起 走进浴室 直接把人丢进了浴缸里 自己洗 这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 他也找不到别人帮忙 只好让他穿着衣服 自己在浴缸里抛 猛地呛了一口水 嗨嗨 延峰 你干嘛扔我 在浴缸里挣扎了几下 沈志意被水呛得很难受 他没有把眼前的男人 认作是软糖 然而却把他荡成发小宋延峰了 小时候 慕妮和他 还有宋延峰三人 去游泳馆学游泳 他就经常遭到两人的戏弄 显然 他此时的脑回路 又再次回到了小时候 他们在游泳馆失情景 沉着脸的伤十序 弯腰俯下身 冷着脸问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该死的女人 一会软糖 一会小白脸 唯独就是没有自己 他就这么没存在感吗 被他这么一吼 沈志意委屈的名起唇半 牟底布着一层水雾 你是不是讨厌姐姐 这么凶 伤十序 还是那个小白脸 刚想对他发火 对上他那委屈巴巴的表情 他立刻又没了脾气 算了 他干嘛跟一个醉鬼计较 压下火气 转身出了浴室 再回来时 手里多了个眼罩 对着不知何时翻转过来 趴在浴缸里 嘴里嘟囔着 在游泳的魔人精 过来 我帮你洗 不要 我要游泳 做了个滑水的动作 他感觉身上的衣服 有些碍事 软堂你走开一点 免得弄湿你 还没等伤十序反应过来 沈志义已经扯出小物件 丢在了浴缸边上 因为用力太猛 衬衫领口的扣子 被他扯掉了两颗 雪白之秋在他眼前晃过 很快没入了水中 伤十序 耳根瞬间烧起一片飞红 撇开视线 将手中的眼罩戴在了脸上 但脑海中 却仍然停留在 之前的那个画面上 或许是他脸上的东西 引起了他的好奇 从水中 伸出一只玉白的手臂 戳了戳他的脸颊 你这眼睛不错吗 在哪里买的呀 别扯 一会洗完澡送给你 伤十序握住他的手腕 禁止他去扯自己的眼罩 不让碰 他有些不高兴 直接双手勾住他的脖梗 鼻尖在他下巴上蹭了蹭 语气软软的 小帅哥 你长得可真好看 伤十序双眸迷起 嘴角半勾着 看上我的脸了 某个小醉鬼连连点头 最后还把闺蜜给出卖了 咪咪说 外面帅哥多的是 要我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 所以我要泡帅哥 这真是实力坑闺蜜啊 伤十序肉眼可见的脸色黑了下来 直接扯掉脸上的眼罩 单手搂住他的腰肢 两人离得很近 只要他轻轻一碰 就能亲吻到他的唇 呼吸缠绕间 他喉结滚动了下 掌心变得灼热 他身材很好 虽然四肢纤细 但该有肉的地方一点都不少 该瘦的地方 没有半点多余的坠肉 他眼神炽热 嗓音撩人 想泡我 沈志毅双眸微动 摇头 不想 你尝得太像伤十序了 我下不去手 伤十序 他有种万箭穿心的感觉 都醉成这样了 还不忘扎他的心 感觉腰间被禁锢了 沈志毅挣扎了下 没能成功正开 一恼怒 直接用手打在他的大掌上 嘴里还嘟囔着 大坏蛋 你走开 小心我咬你 说完还做了一个咬人的动作 伤十序 这又把他当谁了 忍着将人丢出去的冲动 压着蹭蹭冒起的怒火 板着脸立声道 乖一点 别闹 沈志毅大眼瞪他 凶什么凶 比伤十序那个大坏蛋还凶 两人大眼瞪小眼 场面一度有些滑稽 伤十序 他什么时候凶过他了 这女人 怎么就不记点他好的 竟敢骂他 很好 看来平时太纵容他了 才让他这么无法无天 没忍住一巴掌 拍在他浑渊的屁股上 语气严厉 但又掩藏不住他眼里的宠溺 知道哪里错了 沈志毅被打了一巴掌后 委屈极了 憋着嘴巴 伤猪头 你竟敢家暴我 伤猪头 家暴 他在他心里 还真是一点好形象都没有 伤十序被他气得 分分钟钟 想把人按到床上教训一顿 可他不会借着醉酒 趁人之危 那样 他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扯过一条浴巾扔给他 洗干净了 自己出来 丢下这句话 他就匆匆转身出了浴室 不出去 他血压都要被气得爆表了 按了下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低语了句 明天再找您好好算账 伤十序从自己卧室走出 白色玉袍松垮地系在腰间 发烧的水珠 顺着剑瘦的胸肌 一路没滚下 他扫了一眼对面客房 停顿了数秒 两只修长有力的双脚 踩着带有的水渍的拖鞋 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他怕沈志毅会溺在浴缸里 人是他带来的 人身安全 他自然要负责的 在房门上敲了几下 但没原因 他又尝试着喊了几声 沈志毅 沈志毅 睡着了 要是睡在床上倒还好 万一是在浴缸里睡着了 那可就不妙了 顾不得其他 伤十序扭开卧室的门罢 刚踏入一只脚 就发现床边的地毯上 趴着一个人 准确来说 是趴着一个布置用了几条浴巾 把自己裹成粽子的沈志毅 伤十序嘴角抽出了下 这会儿倒是知道包裹岩石 早干什么去了 上前弯下腰 将人抱到床上 感觉到有东西在碰他 不满地嘟弄道 软糖别闹 姐姐要睡觉觉 怕他夜里 把自己给馋窒息了 伤十序伸手 想将多余的浴巾给扯了 扯了一条 还有两条 好在浴室里 只被放了三条 不然这小罪鬼 肯定能再裹上几条 扯第二条时 沈志毅突然翻过身 一只手臂搭在了他的腿上 伤十序皱眉 此时他只穿了监狱袍 紧绷着身子 将他手臂拿开 谁知沈志毅突然一把 将人给拽倒在床上 两人脸对着脸 被酒精蕴染的脸蛋 透着别样的妩媚风情 他睫毛颤了颤 美眸半眯着 胶艳欲低的唇半 动了动 你是 伤十序 嗓音格外的娇媚 字字撩人心弦 伤十序呼吸变得沉重 他艰难地 拉回自己的理智 双手撑在两侧 沙哑着嗓子揉声哄 嗯 我是 乖乖睡觉 他想快点脱身 再这样下去 他怕自己会失控 但偏偏某人不如他意 小嘴撅着 拨光练艳的眸子 透着灼灼的娇媚 不要睡觉 或许是酒精刺激着 他混沌的大脑 让他热切地想要 倾他 他是这么想的 也就这么做了 仰起下巴 对着他的嘴唇压了上去 嘴唇上的触感 让伤十序彻底心弯 他眸底一片赤红 仿佛要燃烧出一天火焰 从嘴角边 露出他的嘶哑声 这是你招惹我的 华洛直接握住他的双手 反客为主 额头 眼睛 脸颊 耳垂 一路向下 回到嘴唇 沈志毅有些飘飘然 分不清到底是梦境 还是在现实中 白镜纤细的手指 紧紧地抓住 蓝白色相间的床单 压抑不住娇声 从唇齿间传出 男人强势地 咬着柔软的唇瓣 吻得近似疯狂 他终于忍不住 小声哼唧出声 嗯 疼 男人深沉的眸中 荡起丝丝柔软 闻声又哄着 乖 放松一点 第二天清晨 在陌生的卧室 陌生的床上 醒来的沈志毅 有些猛 这好像不是 他在新海居的房间 这是奶啊 他瞬间惊慌了起来 揉了揉酸痛的脑袋 努力地回想了一下 昨晚在酒吧的事情 他好像闹着要去闺蜜家 猜测这应该就是 闺蜜租的房子 这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吓死了 他随意地打量了一眼 心里暗暗则舌 这么豪华高档房子 一个月得要多少钱 反正他是租不起 就算租得起 他也不舍得 他还要存钱给妈妈 和外公买大房子 可不敢像闺蜜这样挥霍 在床头摸到了自己的手机 看了一眼 时间是早上六点多 哑着嗓子喊出声 妮妮 你醒了吗 他疑惑闺蜜 没有跟他睡在一起 难不成还有另外一间房 就在他准备再出声的时候 卧室外传来一道低唇的嗓音 既然醒了 就出来把早餐给吃了 沈志义煞时被这道嗓音 给雷的外交内酥 尼玛 谁能告诉他 为何伤食续会在这里 昨晚要不是因为这狗男人 他至于把自己关罪吗 郁闷烦躁地掀开被子坐起身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只裹了条浴巾 这 这是什么状况 沈志义内心慌得一批 又动了两下身体 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处于全真空状态的 他下意识地尖叫了起来 寂静的早晨 他这嗓音尤为突出 客厅里的伤食续 以为他出了什么事 急促地闯了进来 见人安然无恙 他紧绷的神经 这才稍稍放松了下来 眉梢轻挑 语调不快不慢 大清早的 就这么大的反应 他还以为他摔倒了 或者是从床上跌落了下来 你 你 我 沈志义因为又恼又羞 竟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慌乱地重新将被子裹在身上 紧紧咬住下唇瓣 耳根悄然爬上一层红蕴 因为羞于其耻 他只能狠狠地瞪着他 两人对视了一会 伤食续这才收回视线 他还不走向他床边 嘴角扬起 语调透着几分漫不经心 慢慢说 我听着 沈志义将心一横 索性问得明白 我衣服是你帮我脱的 伤食续神色坦然 你自己脱得不记得了 衣服确实不是他脱的 沈志义咬紧嘴唇 继续 早是你给我洗的 他眼眸微眯 从喉咙深处 一出一声低笑 你要是愿意 下次我也可以代劳 他说的是事实 他还没来得及给他洗 人就被他给气跑了 沈志义脸色发烫 尴尬得不行 合着昨晚是自己 把自己给包了个一干二净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还以为是这狗男人 趁他醉酒占他便宜呢 努力地回想着 昨晚醉酒后的事情 但就是想不起来 但为什么他的嘴唇这么疼 还有 他手也好疼 除了这些 他也没觉得 哪里有不舒服的地方 想起之前慕妮说的 女孩子要是那个啥了 会全身都痛 特别是那个地方 他没感觉到 有什么异常 所以 他昨晚就只是在这里睡了一觉 见他脸上表情丰富 伤时续嘴角浮起一丝细血 伤太太 好像看起来有点失望了 沈志义又羞又恼 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谁是你太太 我可不是 狗男人 心里都有白月光了 还纠缠他干什么 想了想 有些话 还是和他说清楚比较好 他表情严肃认真 字字落地有声 我们还是重新回到原点吧 回到原点 他这话什么意思 伤时续静静地望着他 眸色深沉静默 沈志义淡静的姓眸 再次看向他 我们原本 就是形式婚姻 不应该越轨的 越轨了 伤时续呼得心被一揪 眸光沉了下去 有着片刻的尸神 眼里阴晦不明 沉默了片刻后 就见他牵起嘴角 低沉地发出了个担音 好 好 他竟然就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看来在他的心里 真的是 没有他沈志义的一点位置 果然只有他的那个白月光 他不禁在心里冷笑一声 呵呵 沈志义 你到底 还在期待什么 他强压下心脏处袭来的疼痛感 缓缓抬起头 嘴角扯出一抹浅笑 伤先生打扰了 多谢你昨晚的收留 他周身都不折一层低气压 没眼清冷 仿佛又回到了刚开始时 那个不苟言笑 高冷静欲的伤时续 男人面无表情 声音冷冷 不必客气 你必定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照顾你也是我的责任 昨天他拖在浴室里的衣服 伤时续已经帮他 扔到洗衣机里烘干好了 换好衣服后 沈志义出了卧室 眼前的景象 却把他给震住了 宽大的客厅 豪华质地的家具 奢侈精致的装饰 还有正在工作的扫地机器人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 这应该是套欧式装修风格的别墅 这是你的房子 男人嘀嘀地摁了一声 没有做多余的解释 随后又提醒道 这里不容易打到车 吃完早餐 跟我一起走 沈志义点头 嗯 谢谢 两人又回到了之前相敬如兵 客客气气地相处模式 就在他坐到餐桌前吃 了一口三明治的时候 大厅的门外 传来一阵嘀嘀的案件声 沈志义诧意不已 这么早会是谁 就见一个身形轻瘦 五官和伤时续有六分相的男生 踩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进来 哥 为什么我的指纹输不了了 说话的男生 正是伤时续同父异母的弟弟 商议诚 小麦肤色的他 充满了活力 身着一套黑白色的运动服 他一进来 视线就落在沙发上的清哥身上 没注意到 客厅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伤时续抬眸望了他一眼 语气不冷不热 今天学校没有课 一大早就跑我这来 对于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既不讨厌 也谈不上喜欢 对于哥哥的冷淡态度 商议诚思毫不在意 他嬉笑着上前和哥哥挤在一起 嗓音清朗明快 过两天有计算机比赛 学校给我们放了两天假休息 这不一放假 我就来找哥哥了吗 商议诚今年十九岁 是西大计算机系大一的学生 说话间他听到一阵 细琢慢叶的声音 差一扭头 看向餐桌的方向 瞬间呆愣住了 我去 他哥竟然金屋藏胶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他哥将一个女人带回来过夜 他不可思议地睁大双眼 以确保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验证过后 又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痛得他眉头鼻梁皱在一起 随后他就乐呵了起来 有痛感 那就是真实的 自来熟地坐在沈志一的对面 笑容阳光灿烂 姐姐你好 我叫商议诚 你和我哥是什么关系 最后一句话 他特意伸长脖子 压低声问的 沈志一觉得 两兄弟除了身高长相之外 其他没有一点相像之处 哥哥 深沉高冷 弟弟 阳光开朗 这两兄弟 性格可真是天壤之别 不过就凭着他长了一张 和商时序差不多的脸 在学校里 那肯定是妥妥男神级别的 他温和地笑了笑 我和他是领证结婚的关系 他这句话也没说错 两人 确实只是领证结婚的关系 既不是情人关系 也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商议成大力地拍了下桌子 惊呼一声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爷爷 介绍给哥哥的那个相亲对象 好像叫 叫芝芝 沈志一被他突然地举动 给吓了一跳 缓过来后 淡淡地笑了笑 嗯 我叫沈志一 你叫我芝一 或者姐姐都行 但唯独 不要喊他小名芝芝 有点别扭 他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 大概是他年龄比他小 被这么叫 有些不习惯 既然你已经和我哥领了证 就是我嫂子了 怎么能喊你姐姐呢 商议成认真执着地 纠正称呼的问题 沈志一只觉得 这个小他几岁的弟弟 有些可爱 不慎在意地笑道 行 你喜欢就好 其实喊不喊他嫂子 他都无所谓 要是哪天白月光回来 说不定他们两人就要离婚了 一想到这事 他心情就莫名地失落了起来 白月光真的就那么好吗 或许对男人来说 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 商时序抬头向这边望了一眼 他眸底太深 让人根本无法参透 他的真实情绪 只听他低沉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不耐 是你自己回家 还是我让人送你回去 他所说的家 并非是商家老宅 而是商府和现在妻子 温清云住的地方 一听要送他回家 商议沉急了 别压个 我才进门 这凳子还没做热呢 他实在不想回家 爸爸天天骂他不务正业 就因为他 偷偷转读计算机系 为了这事 两父子没少争吵 他可不想回去 又被他骂 躲到哥哥这里来 还能清静两天 见他哥态度坚决 他将主意 打在了一旁的 沈志毅身上 笑嘻嘻地说 我这不是第一次 见嫂子吗 一会我请她去吃大餐 沈志毅沉浸在 自己的思绪中 被他这一声嫂子 给拉回了现实 引去眼底的低落 在抬眸时 嘴角牵出一抹笑意 我一会还要去上班 可能要等到晚上 才有时间 其实 他这是委婉地拒绝 但听在商议沉的耳内 却成了另外一种意思 他乐呵呵地接应道 晚上就晚上 我可以请你吃晚饭 沈志毅 你可真会接话 不等他开口回应 就听商议沉继续巴拉道 我一直以为 能成为我嫂子的 只有若曦姐 没想到会是你 沈志毅脸上表情有些僵硬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片刻后 脸色缓和了一些 他端起面前的牛奶 抿了一口 这才不紧不慢地回他 我也没想到 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会因为一个男人而难过 也没想到 商议续竟然还有这么一套豪华别墅 更没想到 他们两人差点就假戏真做了 好在他及时清醒 指纹密码锁 声控开关 防盗报警器 这一系列的高科技 简直让他叹为观止 这样的大别墅 他大概这一辈子也买不起 他只是职场上 一个小小的新人 而他却是高高在上的总裁 可见 他和他的差距 真不是一心半点 商议沉靠撒娇卖萌 终于成功地留了下来 早餐过后 沈志毅坐进商时序的车 和他一起离开了紫禁园 两人一路无言 临下车时 沈志毅客套道 谢谢商总的顺风车 商时序 眉心微微动了动 眸底似乎藏着一股 但不可见的火苗 冷冷的 客气 这两个字他咬得很重 沈志毅感觉 要是他再多停留一分钟 这狗男人能生吞活泼了他 没敢耽误一秒 直接开门下车 他向车窗外看了一眼他人背影 深邃的眸子里 闪过一抹别样的情绪 收回视线 启动车子 快速地没入车流中 中午吃饭时 沈志毅将师姐 约到了外面的餐厅里 两姐妹很久没像这样坐下来 谈心了 两人聊了有一会儿 沈志毅这才转到主题上 装作随意地问起 师姐 你这两天 房子找得怎么样了 这段时间 叶初彤一直在找房子 但找了很多都不合适 不是离工作室太远 就是太偏僻 要不然就是房租费太贵 叶初彤慢声慢语 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 等周末我再找找 沈志毅斟着了下 问出口 你和秦哥也谈了快两年了 不准备搬到一起住吗 两人都属于 即将奔三的大龄青年 在确定恋爱后这么久了 还没进一步发展的 确实少见 叶初彤 我们想给彼此 多留一点私人空间 再说 他经常加班出差 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住 其实有一点 最主要的原因他没说 他对秦银行的触碰 有些抵触 他的吻 让他觉得犯恶心 所以 两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接过问 不是秦银行不想 是他每次想的时候 都被叶初彤给躲开了 他羞愤的质问原因 他回复是 还不习惯 好在秦银行没有生他的气 很尊重他 愿意给他时间慢慢适应 沈志毅心叹 师姐你心可真够大的 也不怕太让他自由了 给你戴个绿帽子回来 但在没有确切的证实前 他不能随便乱脚舌根 顿了顿 开口 你们在一起时 你会查看他的手机吗 怕他误解 赶紧地补了剧 我就是看好多情侣间 女朋友会时常 查看一下男友的手机 就好奇 你对秦银行也会这样吗 沈志毅感觉 今天他都快成无见岛了 叶初彤没察觉出来 他的用意 很坦诚地回他 当然不会 这是对他的不尊重 我相信他 他没有偷查 男友手机的习惯 不管是傅景琛 还是秦银行 他都没有那样做过 情侣间最重要的 就是信任 再者是包容 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他们要怎么 走进婚姻的殿堂 沈志毅眼底 闪过一抹复杂之色 他没想到 师姐这么信任的男人 重新组织了语言后 他不动声色地 继续绕在同样的话题上 不是有句话说什么来着 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男人的嘴 我们女人 还是要活得人间清醒点好 不要傻傻的 全都相信男人 比如买婚房的时候 如果我们女方也出了钱 那肯定要加上名字 还有 男方如果给你借钱 千万要留个心眼 不但要摸清楚钱的去向 还要保存好转账证据 沈志毅一口气 将所能想到的 都给说了出来 但愿师姐能听到心里去 叶初同后知后觉地发现 师妹今天的问题很奇怪 不禁在心里暗自思索 难道师妹她碰到渣男了 这个想法刚冒出 很快就被她否定了 伤时续她见过几次 虽然外表清冷了些 但平行不差 不像是在外面会乱来的男人 她看向沈志毅 欲言又止 最后终是没忍住劝了两句 男人在外面应酬在所难免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相信 伤总她不是那种人 沈志毅 这怎么还劝起她来了 师姐你劝错对象了 不等她有所回应 就听叶初同又说 你们两人是闪婚 肯定彼此都不够了解 这真是一位贴心的大师姐 此时 沈志毅有些欲哭无泪 赶紧解释 师姐 其实我们就是刑事婚姻 领证完全是为了 用应付家里长辈 她在外面怎样 一点也不关我的事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 就已经协商好的 再说 她心里有喜欢的人 她只是她的挡箭牌 沈志毅端起一旁的茶杯 大口地喝下去 这下终于解释清楚了 不会再怀疑她身上去了吧 叶初同显然被她刚刚所说的话 给震惊住了 秀丽的眉眼间 皆是不可思议 两酒后 她才找回自己的思绪 她吞咽了下口水 你们是刑事婚姻 沈志毅很平静地点头 嗯 想起那天她提出来的 叶初同很是不解 那她为什么想要这样的婚姻 这不就是不想负责任吗 沈志毅眼神闪躲了下 她能说 是因为伤时序不行 怕耽误了白月光的幸福吗 答案肯定是不能 毕竟这关乎着一个男人的尊严 她不能像大喇叭似的 到处往外吧 沈志毅 可能是因为 一直遇不到喜欢的人 又不想 被家里一直催婚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想法 其实她心里的猜测是 沈时序 应该和她的白月光 有什么误会 造成了两人没能在一起 她忘不掉 又被爷爷催婚 只好出此下策 不然 为什么有喜欢的人 还愿意和她相亲领证 之前她提出 想跟她谈恋爱 有可能只是她心血来潮 用来打发时间的 毕竟她样貌和身材都还行 沈志毅人生第一次自我觉悟 承认自己是个美女 叶初童不是很苟同伤 持续这种的做法 这不耽误了师妹的幸福吗 一向温声温语的她 此时也忍不住抨击两句 她这和渣男有什么区别 明面上跟你领证 暗里却和你保持着距离 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大 周围桌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纷纷向沈志毅 投去怜悯的眼神 还有一位热心的妇人 猛然从自己座位上起身 苦口婆心地到他们桌来劝说 大妹子 听姐的一句劝 这样的男人要不得 早离早解放 你这么年轻漂亮 分分钟钟能迷倒一大片帅哥 何必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沈志毅 这话题怎么越跑越偏呢 猛地打了个韩战 几倍隐约凉嗖嗖的 就在她诧异 那位大姐 为何突然溜走的时候 抬头对上 伤时序那张骇人听闻的脸 啥时间 她整个人都傻了 她 她怎么也在这里 刚刚的话 她到底听了多少 不会回去杀了她吧 沈志毅此时尴尬又心虚 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 这要巧啊 伤时序眉头上挑 似笑非笑地凝视着她 是挺巧的 要不然我怎么能知道 沈小姐 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满 叶初同原本想帮着师妹解释两句的 可还没等她开口 就听伤时序不带一丝温度的嗓音响起 沈小姐要是想离婚 我随时配合 她不是那种会强迫女人的男人 如果这是她想要的 她愿成全 沈志毅喉咙一梗 拳头悄然握紧 不争气地牟底布上一层水雾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在抬眸时 她脸色缓和了很多 压住心间的颤抖 嘴角勾起 好 沈先生挑个时间就是 我没有意义 反正迟早都是要离的 早一天晚一天 对她来说有什么区别 她不是一个拿不起放不下的人 就是不知道 该怎么和妈妈外公他们解释 伤时序狠狠地瞪着她 那双身如幽坛的毛子里 惯常的淡漠和冷静不复存在 漆黑如墨的眼底 冰冷寒怒 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雨 两久 李智终于战胜了她的怒火 冰冷的嗓音 不带一丝温度 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选择 江助理在身后 大气都不敢出 因为她清晰地感受到了 来自总裁那圣人的怒气 她原本是陪着总裁 来和一个客户吃饭的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夫人 更不曾想竟会听到这样的一番话 这得多扎他们总裁的心啊 明明总裁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沈志一心间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强撑着身子 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单音 嗯 她没有资格后悔 也没有理由后悔 就让这段错误的婚姻 尽早结束吧 沈志一不知道自己和师姐 是怎么从餐厅回到工作室的 混混沌沌地工作了一下午 一个人回到新海居 吃了桶泡面后 就直接把自己关进了画室里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喜欢画画 只是此时拿着画笔的手 竟不知想要画什么 呆愣了许久 还是突然响起的铃声 打断了她混乱的思绪 来电显示是慕妮 她清了清嗓音接起 喂 慕妮 听说伤时序那狗男人 跟你提离婚了 沈志一 也不算是她提的 准确来说 是那位大姐提的 今天原本是和师姐谈心的 只是结果太让她出乎意料了 慕妮 行了 你也别丧在家里了 出来姐请你去唱K 沈志一 有点累 想早点休息 她现在哪有心情去唱歌 知道她肯定心情不好 慕妮也没也勉强 两人挂了电话 沈志一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 她要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既然要离婚了 这里她肯定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直接搬回家 肯定是不行的 不然到时候 妈妈和外公问起来 她怎么解释 因为暂时 她想先瞒着他们 一时半会 估计也不好找房子 要不然 就先搬到慕妮呢 打算好了这一切 沈志一心情 瞬间通畅了不少 与此同时 望穿983楼 VIP包间内 今晚她这是怎么了 一副失恋的表情 肖叶明向其他三人 挤眉弄脸地问 季浩川 她直接闪婚 都没谈过恋爱 哪来的失恋 肖叶明挑眉 难不成是因为 她的那个闪婚小妻子 季浩川 不会吧 小嫂子对她的影响力 已经这么大了 捕捉到了关键 三人视线 同时落在了 某人的身上 伤时序独自 坐在角落里 手里掐着一支 快抽完的烟 她握着酒杯 轻轻晃动了下 仰头一口喝下 香醇的液体 划过舌尖 润过过喉咙 然而今晚 她却觉得异常辛辣苦涩 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她就不能爱上她呢 是长得不够帅 还是身材不够好 或者 是她不懂情调 明明她是对她有感觉的 就只是因为 别人提了一下若曦吗 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主动追求过女生 很不了解女人 为什么她们会那么善变 她母亲是那样 连她也是那样 不知不觉中 她给自己灌了很多酒 季浩川直接夺下 她手中的酒瓶 操 你今天真想把自己给醉死啊 这一点也不像冰块的风格 今天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 伤时序揉了揉疼痛的太阳穴 声音暗雅 这点酒还不至于 她清楚自己的酒量 顶多就是头有点晕而已 还不至于 让她醉得不省人事 那也不能再喝了 不然都要为穿孔了 季浩川身为医生 可不准自己的好兄弟 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 傅锦琛认识她这么久 还从未见过她像今晚这样颓废落寂 起身走到她身旁坐下 是和弟妹闹别扭了吗 因为叶触瞳的关系 傅锦琛理所当然地 称她一生弟妹 伤时序深沉的谋底 是化不开的墨色 或许一开始 我的决定就是错误的 他们不应该跃现的 她有些后悔了 让自己如今陷入这般境地 傅锦琛听她这语气 心里有了判定 还真是小夫妻俩闹矛盾了 顿了顿 她嘴角掀起 要是有误会 就去找她说清楚 身为男人你主动点 作为过来人 她深知 有矛盾就要及时解决 不然会伤害 消耗两人的感情 伤时序将手中的烟掐 毛唇倾起 她想要离婚 我还能不成全 她原本对爱情就不期待 只不过刚好遇到她了 她才有了动摇的念想 没想到结果却是 既然她不愿意 她也不勉强 不管是她所提出的 回到原点 还是离婚 她都一打 季浩川好像听到了 什么惊天大瓜似的 惊呼一声 卧槽 旭哥 你被甩了 这简直比西州要地震了 医院要破产了 还要劲爆 萧叶明挑眉 故意言于她 你舍得 伤时序神色不变地反问 有什么不舍得 萧叶明 但愿你不会后悔 他敢肯定这家伙 肯定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的那么洒脱 不然也不会在这里 喝了一晚上的闷酒了 伤时序不屑地吃笑一声 你看我像是那种 会后悔的人 萧叶明 嘴硬 早晚是要吃亏的 他坐等着这家伙 被自己的话啪啪打脸 那肯定很有趣 这一晚 伤时序并没有回新海居 第二天早上起床时 沈志亦意外地 没有看到伤时序 知道他这是在和他冷战 他不动声色地坐下 吃着自己的早餐 虽然心里有些堵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刘妈在一旁见他无精打采的 就关心地问了两句 少夫人 你是不是熬夜了 看起来气色很不好 沈志亦吃东西的动作顿了下 台谋浅笑道 昨晚有点失眠 他这句话 也不算是撒谎 昨晚确实没怎么睡好 刘妈也是在十几分钟前才得知 少爷昨晚是在子警员那边睡的 他早上过来 意外地没看见少爷起来晨跑 有些疑惑 就去敲了几下他房门 但没人印 他不放心 就用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 这才得知 原来少爷 昨晚没睡在这里 伤时序有几处房产 偶尔会轮换着住几天 所以 刘妈并没有多想 临出门前 他和往常一样 叮嘱道 少夫人 开车慢点 不着急那几分钟 沈志亦笑着回 嗯 知道了 刘妈 欧拉猫兰小可爱 不急不慢地缓缓 驶出了新海居 算算时间 他今天提前了半个小时起床 昨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就是睡不着 最后好不容易迷了会 没想到一早又醒了 在工作室门口 他毫不意外地遇到了 经常早到的叶出童 一扫之前的灰暗心情 快步上前 甜甜地喊 师姐早啊 见他除了黑眼圈严重之外 心情还算尚渴 叶出童这才放心不少 他眸光温柔 笑容亲切 怎么不多睡一会 沈志亦眨了眨清透明亮的眸子 俏皮地说道 师姐天天都早到 我这个做师妹的 怎么这也要表现一下吗 叶出童阳唇浅笑 都知道打去我了 看来已经雨过天晴了 他这话是指 昨天两人闹离婚的事 说话间已经进了工作室 这一上午 两人都在忙着赶设计稿 沈志亦暂时将那些烦心事 抛到了脑后 临近中午饭点时 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 响了几声 见是陌生号码 沈志亦原本想直接挂掉的 但又怕是客户的 就随手接了 喂 你好 很快电话那头 传来一道清朗的男声 上一晨 嗨 大嫂 是我 昨天晚饭没吃成 不如今天 我请你吃中午饭吧 沈志亦这才想起 昨天因为他心情不佳 就找借口 推了商议臣的邀请 没想到他还记着这件事 已经推掉了一次 他不好再找借口 索性就答应了 让他挑好了地址 发给他 二十分钟后 沈志亦来到了约定好的餐厅 这是一家日式料理 餐厅环境不错 清静优雅 商议臣见他来了 赶忙起身帮他拉开餐椅 阳光清俊的脸上 带着一丝欣喜 大嫂 你请坐 沈志亦面对他的热情 有些不适应 连忙说了声谢谢 这兄弟俩 一个太冰冷 一个太热情 他感觉自己 都快要水土不服了 待他们点的菜式上齐后 商议臣很绅士地 照顾着自家嫂子 一会问需不需要饮料果汁 一会教他怎样吃此生 料理沈志亦很少吃 一是消费高 二是他吃不习惯 可能是个人口味问题 他还是更喜欢中餐 将就着随意吃了一些 好过饿着肚子 商议臣见他吃得那么少 以为他和其他女生一样 是为了保持身材 才不敢多吃 嫂子 你长得这么漂亮 再胖一点 也还是个大美女 沈志亦 这话莫名地中听啊 嘴倒是挺甜的 不像某人 毒舌得很 活该他这辈子 不能和白月光在一起 他此时心情很好 热络地给他餐盘里 加了几样菜 来 你多吃一点 争取明年身高赶超你哥 沈志亦在伤食序面前 总倍感压力 不单只是气场 还有身高 他也要让他尝尝 被人居高临下藐视的心情 心性单纯的商议臣 一脸不减 为什么要干超我哥 他可有一米八九呢 自己竟身高 已经达到了一米八四 虽然比他割矮了几厘米 但他已经知足 沈志亦 傻孩子 你就这么点追求 没听过 后浪推前浪吗 就不想着一浪把你哥给铺在沙滩上 你现在才十九岁 多吃点 说不定还能再长高几厘米 商议臣苦着脸 我已经吃得很多了 再吃就要撑了 他揉了揉圆鼓鼓的肚子 后悔点到这么多东西 没想到大嫂这么不能吃 还没他吃得一半多 沈志亦抬眸望了他一眼 装作无意间问起 你哥之前有谈过恋爱吗 商议臣一脸叹究 大嫂你看不出来吗 他哥除了个青梅之外 整个人就是不尽女色的高领之花 和谁谈恋爱去 沈志亦 这是能看出来的东西吗 他又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腻了他一眼 他额头上又没写字 我怎么看 商议臣 他身旁除了你和若曦姐之外 连个女性朋友都没有 你觉得他像是谈过恋爱的人吗 沈志亦再次听到这个名字 心间还是忍不住的触痛了下 手掌握了握 终是忍不住问出口 若曦和你哥是 后面几个字 他实在是没有勇气说出口 他此时心情很矛盾 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却又怕知道 那个让他承受不住的答案 商议臣是个大直男 有什么说什么 若曦解释我哥的青梅 兼大学校友 青梅竹马 大学一起读的 沈志亦脑袋轰的一下 好像被炸裂般乱轰轰的果然 果然是他的白月光 果然在他心里 有着无可代替的存在 看他脸色不是太好 商议臣后之后觉得发现自己 好像说错话了 怕他误会 赶紧解释 他们两人虽然从小一起长大 又一起到国外留学 但我哥没和若曦姐在一起过 怕他不相信 再次重申道 真的 嫂子 这点我可以向你打保票 话落他神秘兮兮的 压低生意 我哥绝对地清白 嘿嘿 搞不好在你之前 初吻都还在 沈志亦 初吻 难道 想起他第一次吻他时的青涩 他不得不承认 那可能真的是他的初吻 而沈志亦认为的初吻 其实并不是 他醉酒那次才是 只是他自己短片 不记得罢了 沈志亦微不可查地 面上带着一丝修意 嗯 我知道了 除了料理店和商议成分开后 沈志亦给商时序 发去了条短信 沈志亦 商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去把手续给办了 信息发过去之后 等了很久都没有回复 一下午 沈志亦都有些心不在焉 总是时不时地查看一下手机 也不确定 之前那条信息 他看见了没有 索性又重新发了一条 商先生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们去把手续给办了 这条发过去同上条一样 都如同时辰大海 直到晚上加班结束 他也没能等来那人一个字的回复 日子一晃 就过去了一个星期 沈志亦在新海居 也是连着一个星期 没有见到商时序了 他有些郁闷 不知道那狗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无视他呢 还是故意躲着他 一气之下 把他的微信和手机号 全拉进了黑名单 午休时 傅景称的电话打了进来 沈志亦 喂 副总 有事 他暗想着 会不会是商时序让他打的 傅景称 今晚上是上来时装发布会的庆功宴 希望你和夜设计师 能一起出席 沈志亦 行 没问题 到时候 我跟师姐说一声 其实他很想问他 自己为什么不直接跟师姐说 真是 男人心还抵真 比女人还让人难以琢磨得透 傍晚时分 夜幕悄悄拉开序幕 上来服装发布会的庆功宴 在斯哥特酒店举行 沈志亦 一袭白色鞋尖 修身断面长裙 鞋叶出童款款来 他长发松弛的挽起 垂下两缕微卷的发丝 没有佩戴任何发饰 却别有一番妩媚风情 两人刚踏入宴会大厅 就引来阵阵思语声 这个沈设计师 可真是个大美人啊 就是啊 他稍稍打扮一下 都这么漂亮了 要是认真打扮起来 那得美成什么样 我觉得 夜设计师长得也不差 两位美人各有千秋 一个是属于温婉型的 另外一个 则可蠢可欲 就说他那身材 真是让人羡慕 晚上回家多柔柔 只要你坚持一段时间 应该有效果 靠不靠谱啊 试试不就知道了 反正又不用花钱 说的也是 我男朋友老嫌弃 私下里 我悄悄地试过很多种方法 也不差都是一种 随着两人的步入 讨论声渐渐消失 大概是怕两人听见 所以才有所收敛 宴会大厅的灯光 随着音乐的节奏流动 营造出浪漫 而梦幻的氛围 桌子上摆放着鲜花 水晶酒杯和沙晶 使得整个宴会 看上去高贵典雅 沈志毅暗自在心里咋舌 真不愧是 西州最大最豪华的酒店 宴会上邀请了一些 社会上的名流 和权贵人士作为贵宾 他们衣着华丽 风度翩翩 就在这时 傅景称的助理走了过来 沈小姐 叶小姐 副总让我来 亲自招待你们两位 沈志毅谋底闪过一丝诧异 觉得傅景称 是不是太客气了 他们两个 又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用得着还特意派个人来招待吗 和叶初同对视了一眼 他抬眸看向男人 不用了杨助理 你去忙你的吧 我们两个自己随意 沈志毅就是打着来 吃好喝好的目的 身后跟了个尾巴 好像被监控着似的 还怎么让他放开肚子去吃 叶初同也跟着硬核道 今晚你们应该都很忙 不用管我们的 杨助理一时有些为难 这可是傅总特地交代给他的事 一定要把人给照顾好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 沈小姐叶小姐 我就在一旁 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随时喊我 又不过他 沈志毅两人只好随他去 和同行几个关系上可的同学 聊了一会 身后传来一道不合时宜的刺耳声 沈小姐 叶小姐 你们两人如今在行业内 可是风头正经呢 两人顺着声音同时望去 见识上来设计部总监琳达 沈志毅和叶初同两人 均露出一个意料之中的表情 在这里 遇见他并不觉得意外 毕竟这场宴会 可是上来的主场 身为总监 他怎么可能会缺席呢 沈志毅笑意简半 微微勾纯 托领总监的福 我们MY工作室 确实今非昔比了 比挖苦讽刺人 他也不见得会输 毕竟和伤识序住在一起那么久 多少耳濡目染了一些毒蛇本领 叶初同在一旁 暗暗地给师妹竖起了的大拇指 没想到时隔多日 沈志毅对起人来 丝毫不逞多让 他记得以前师妹可不擅长吵架 琳达顿时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他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沈志毅 不但伶牙俐齿 气场还这么足 根本就不像一个职场新人 丝毫没有那种胆怯懦弱 俯首贴耳的作派 他还隐约感觉这气场 有几分自家总裁商时序的影子 但他很快又否决了 这死丫头 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琳达高傲地轻吃一生 沈小姐生了一副好牙齿 就是不知道膝盖是不是也能这么硬气 他如今特别地讨厌 沈志毅和叶初同两人 要不是他们 他也不会遭到总裁的打压和警告 如今 虽说他还是上来的设计部总监 可是明里暗里 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听信于他了 之前所有大大小小的事物 都由他和傅景琛 两人分工操办处理 可如今他完全被架空了 在大项目上面根本不让他碰 沈志毅这几天心不好 脾气也渐长了不少 正愁没地方发火了 我对自己的牙齿向来满意 膝盖也健康得很 绝对不会因为某些小人的威胁 就打了软 有些人不要仗着自己资历 比别人深 就处处欺凌弱小 那种行为真的很让人不齿 也很恶心 职场中 新人被欺背乳 那都是常识 他们周围的人 都被这些话给震惊住了 这位漂亮的美人 可真敢说啊 不过 他们莫名地觉得很解气 因为他们也是从新人走过来的 那种心酸和委屈 只有在无人的夜里 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舌战琳达这一幕 恰巧落到了角落一旁 在和人谈笑风生的伤时序眼中 他眼底划过一丝别样的情绪 看向琳达的眼神 有几分冷意 坐在他对面的汪总 忍不住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 见是三位美人 一个明艳清纯 一个端庄秀丽 另外一个妩媚妖娆 他立刻了然 眼底倾着讨好的笑意 起身给他倒酒 伤总 最近我公司里来了位小秘书 人长得水嫩嫩的 脸蛋身材丝毫不比那三位差 最主要是 还没有交过男朋友 上总你看 要不要我把他喊过来 陪你喝一杯 一旁的姜特柱忽然手一抖 酒杯差点掉在了地上 妈爷 这秃头竟敢给他们总裁塞女人 见过不怕死的 没见过上赶着找死的 就在姜特柱坐等着 总裁发号施令 把人给丢出去的时候 却等来的是 既然这是汪总的一番心意 我怎好辜负 什么 总裁这是想要红杏出墙吗 姜助理惊得下巴 快要掉到了地上 或许因为他的反应有些大 伤时序冷眼扫过去 姜助理吓得腿哆嗦了下 赶紧将张承欧形的嘴避紧 汪总见他终于松了口 喜出望外地吩咐自己的助理 去把人给带来了 之后又笑着开口 伤总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聊 你看怎么样 这一图就不言而喻了 伤时序薄唇微钩 语气里流露着几分轻挑与玩味 急什么 先喝两杯 再换地方也不迟 汪总瞬间领悟 嬉笑着附和道 伤总说得对 喝点酒有利于助兴 姜特助听完两人的对话 忍不住全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此时他脑门直冒汗 因为他刚刚好像看见夫人了 总裁今天好像吃错药似的 竟做反常的事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今晚总裁后院绝对要起火 伤时序见自己的助理 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忍不住轻拧了一下眉 要是有事 你就先回去 姜特助 怎么能离开呢 他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总裁 红杏出墙 绝对不能给他们创造独处的机会 笑呵呵地解释 总裁 我一个单身狗能有什么事 就是这宴会上的音乐太带感 想跟着活动一下筋骨 伤时序别有深意地瞥了他一眼 不再理会他 说话间 汪总的助理已经将人带来了 果然如他所说 皮肤水嫩 身材前凸后翘 脸淡妩媚又勾人 活脱脱的一枚油雾 姜特助吞咽了下口水 赶紧将视线转移到别处去 在心里默默地问候了汪总 祖宗十八代 整这么个童言俱辱过来 谁顶得抓 果然是个老狐狸 汪总笑得一脸深意 商总 小姑娘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 难免有些怯场 你多照顾点 商时序随意地瞥了对方一眼 嘴角牵起 嗓音带着一股脾气 汪总客气了 我是那种不懂得莲香西域的人吗 汪总在心里善善一笑 你可不就是不懂得莲香西域吗 不然也不会被称作高领之花了 不过今晚很是让他纳闷 这个一向清新寡欲的大佬 怎么突然转性了 甭管是什么原因 只要让他的目的达到就行了 他示意美人坐到商时序身旁去 但他没敢照做 汪总只好亲自出马 小李 你陪商总在这里喝两杯 我和姜特柱去聊点私审 美人面带羞涩 抬眸看了一眼对面英俊不凡的男人 声音娇娇细细 我仰慕商总一酒 今晚能有幸和他喝两杯 是我的荣幸 商时序瞥见 渐渐向这边走来的身影 他眼眸转了转 薄唇半勾 美人的嘴就是甜 不知道 他故意顿了下 你酒量如何 姜特柱 这简直没眼看了 今天真是活见鬼了 一向不敬女色的总裁 今晚竟然要一个油雾 来陪他喝酒 还骚话连篇 他都快要长真眼了 最后那句话 差点把他给吓死了 还以为总裁要说 闻起来怎么样 还好不是这一句 美人红唇微张 媚眼勾人 商总 我酒量还行 商时序在心里吃笑 还行 恐怕是谦卑不醉吧 这女人怎么看 都不像是个小白 倒像是经常混迹 在风花雪月中的高手 就在姜特柱 擦拭额头汗水的时候 他被汪总和他助理两人 一左一右给嫁走了 姜特柱 走走走 我们去别墅喝一杯去 他挣扎着不想走 可奈何他一个人 反抗不了两人 带闲杂人走后 美人一改之前的 居数和羞涩 悄悄地将高叉裙摆 向一旁拨了拨 露出白皙光嫩的大腿 他故意双腿交叉叠在一起 这副模样 看起来妩媚风情 又撩人 商总 我今晚忘记穿披肩了 有些冷 能坐到你身边取个暖吗 商时序目光 一直落在别处 并没有注意到 他之前的那些小动作 文言 他那眉头不经意地猝了猝 就在他准备一口回绝的时候 又改变了主意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 让美人动到了 那多不好 他肆意地靠在沙发上 黑色衬衫衣袖 被他挽了一截上去 露出精壮的手臂 和昂贵的腕表 在璀璨的灯光下 他那张极致完美的脸 看起来金贵燎人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小心思 得逞的时候 却见他将一旁的侍从 喊了过来 帮这位小姐拿杯热水来 女人 僵硬着回了句 谢谢商总 你可真体贴 他猜测不透 他到底是真不懂 还是假装不懂 商时序淡笑不语 视线落在对面 不远处的某人身上 猛然间 两人四目相对 商时序勾了勾唇 直接收回视线 将人无视个彻底 站在离他十几米处的沈志义 狠狠地瞪了某人一眼 压低声冒出来一句 狗男人 没时间回答信息 却有时间出来勾搭女人 原本他过这边来 是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的 没想到会碰到这狗男人 他们一起眸子 扫视了一眼 坐在商时序对面的女人 前凸后翘 妩媚妖娆 在心里冷哼一声 哼 男人 果然是视觉动物 就在他想直接掉头走开的时候 一位气质不凡 风度翩翩的男子走了过来 小姐 可以跟你喝一杯吗 男人长得斯文白净 千千有礼 一身书生气息 虽然有搭讪的嫌疑 但意外地 让人不反感 沈志义扬起手中的果汁杯 浅笑道 我酒量不太行 就用这个代替吧 男人笑容淡雅 声音如玉 当然可以 能请你去 一边坐下来聊两句吗 话落他感觉自己 有些唐突了 接着又道 听说 你是为设服装技师 我有些问题 想向你讨教一二 沈志义脚踩着七八公分的细高跟 站了那么久 也确实累了 嘴角勾着一抹清浅的笑容 当然可以 他不想承认自己 也有赌气的心理 还故意坐在了 商时序对面的休息区 两人的一举一动 都落收在了这边 商时序的眼中 肉眼可见的 他脸色黑了下来 全身拢照着一股 生人物尽的气息 仰头 将杯中的酒一口喝下 重重地将高脚杯放下 冲美人挑了下眉 坐那么远 怎么伺候我喝酒呢 闻言 女人喜出望外 赶紧坐到他身旁去 很是识趣地 拿起桌子上的酒瓶 给他空了的酒杯满上 接着又给自己倒了杯 小心翼翼地 商总 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 虽然他身上的香水味 没那么劣质 但商时序 还是忍不住皱眉 向旁边挪了下 和他拉开一些距离 莫名地 他又想审知一身上 那股好闻的香味 抬眸 看向某个身影 声音冷了 不该问的不要问 你倒好久就行 女人不甘心地咬了咬唇半 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见是一对面容较好的年轻男女 他忍不住问 商总认识他们 他收回视线 嘴角掀了掀 声音冰冷 不认识 不认识 女人狐疑 他刚刚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再看那个女的 顿时心生妒忌 想到汪总交给他的任务 咬了咬牙 顾作委屈道 商总 你一个人喝闷酒 都不理我的 感受到女人 在慢慢向他靠近 商时序眉眼间 全是厌恶 见沈志义 从座位上离开 向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他眸色暗了暗 若无其事地说了句 我去抽根烟 雨碧 也不管身旁女人 是什么表情 他直接走开 这边 沈志义从洗手间出来后 准备到更衣室 去整理一下礼服 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感觉月胸口处的某贴 好像歪了 在向一个女服务生 打探了位置后 直接找了过去 他没有注意到 身后跟随着一个人 就在他进入更衣室 不到两分钟 门外响起 商时序低纯磁性的嗓音 沈小姐 需要帮忙吗 室内正在拼命 和自己后背拉链 做斗争的沈志义 动作瞬间僵硬住了 商时序 他怎么会也在这 顾不得探究 这狗男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目前 他确实需要人帮忙 虽然但是 这里无别人可选 要等有女生过来 也不知要等到何时 免为其难 还是向他开了帮忙的口 你把眼睛闭上 把我把背上的拉链拉开 商时序眉头微挑 你不打开门 我怎么进去帮你 沈志义面上顿时一炯 他怎么把这给忘了 温吞地转过身 将里面的门栓给拉开 对上他那张俊脸 他性谋闪了下 语气不算好 不准偷看 闭上眼睛 商时序单手插兜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还挂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这么凶 沈志义 他也不是对谁斗凶的 谁让你这么欠凶呢 他咬牙切齿 麻烦伤总了 他舔了舔嘴唇 直接凑近 将人逼靠在墙壁上 沈志义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 给弄猛了 拉链在背后 我知道 他眸中含着几分笑意 唇角的弧度 有些玩世不恭 呼吸间 两人温热的气息缠绕在一起 沈志义耳根微微泛着红 不自然地将头扭开 不去看他 这张祸国殃民的脸 有个竹马小白脸还不够 如今又来个白面书生 沈小姐胃口倒是不小 他面上虽然依然带笑 可嗓音中 却夹杂着浓浓的怒意 沈志义 你嘛 这就是典型的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他用力一把将人推开 嘲讽道 商总有美人做陪 还有闲情管别人的事 看着他好像炸了毛的小野猫 商时续嘴角微勾 嗓音撩人 只吃盐 不吃醋 沈志义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但他绝对不承认自己 就是在吃醋 商时续脸着眉间 眼里的情绪不明 只见他眼神在他身上滚了一圈 这才漫不经心地开口 上次你给我发的信息 我不小心误删了 你再发一遍 沈志义 他都已经把他的微信和手机号 全加入黑名单删除了 现在还怎么给他重发一遍 他怀疑这狗男人已经知道了 把他拉黑的事情 顿了顿 删就删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商时续冷峻的眉眼微皱 黑眸里有跳跃的火焰 单手撑在他肩膀侧 双眸紧紧地盯着他 语气强势 命令式的口吻 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沈志义 还真是什么都知道 这能怪着他吗 谁让他连着一个星期 都不回他心息的 等回去再说 因为李亏他垂眸不去看他 商时续深邃的眼眸中 带着几分危险的气息 毛唇抿成一条线 视线落到他红润饱满的唇瓣上 侯杰不经意间滚动了下 商时续为什么要闹脾气 沈志义咬了咬嘴唇 没有 商时续非要离婚吗 沈志义一时间搞不懂他了 为什么 不是他先提出来的吗 这怎么又反问他来了 他诞生道 你之前协议上 不是已经写明了吗 如果对方有喜欢的人 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婚姻 商时续咬了咬后牙槽 挑眉 所以 你现在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沈志义无语到家了 明明是他自己 竟然还倒打他一耙 有些气闷 我可不像你 明明有喜欢的人 还要跟人家领证结婚 商时续 简直要被他这话给气笑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一字一句落地有声地问 你听谁说 我之前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沈志义瞬间被噎嘱 想了想 好像确实没有 听他亲口承认过 吞咽了下口水 弱弱地回他 你的小青梅 不是吗 商时续 小青梅 他知道的倒是挺多 他猜测 应该是商议成 那个家伙告诉他的 原来他疏离 他是这个原因 知道了前因后果 他这几天的郁郁寡欢 在这一刻都一扫而光 他轻挑眉梢 似笑非笑着 靠近他的耳畔 戏雪道 就准你有竹马 不准我有青梅 沈志义被他温热的气息 挠得痒痒的 身体向一旁裂了裂 说话就说话 别靠那么近 商时续挑眉 你的问题解决了 那接下来 是不是该解决一下 我的问题了 他莫名 你还有什么问题 商时续眸色深沉 嘴角扬起 一抹好看的弧度 因为你 我这几天吃不好睡不好 说说 你该怎么补偿我 他嗓音雌性而撩人 温热的气息 在他耳间盘旋 痒痒的 如同羽毛轻抚过他的心间 忍不住全身一阵麻酥 救命 这男的就是一个妖精 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他只觉得 空气有些稀薄 让人很闷热 他只想快点出去 温吞的出口询问 请你吃顿大餐 算吗 商时续眉眼含笑 嗓音莫名的勾人 他故意拖着很长的音 怎么个吃法 沈志毅 吃个饭还那么多讲究 他探究地问 嗯 你吃煮的 炒的 煎的 还是 停顿了数秒后 还是蒸的 商时续 他磨磨牙 想咬他一口 对 他想咬他 还想吃 他 奈何这傻丫头 不明白 他从来都是尊重他的 不会不顾他的意愿而强 所以一直都刻忍着 望着他如小鹿般的性谋 无半点杂质 他心间顿时柔软一片 在心里无声地叹了口气 自己的老婆自己娇 还能怎么办 他炽热的眼神掠过他的面旁 清浅的嗓音中 带着些温柔 需要让人重新给你 拿一件礼服过来吗 他以为他礼服坏了 沈志毅将原先 抵在他胸膛处的手 收了回来 不用 我就是想整理一下 你先出去 男人并没有动 显然是在查看他身上的礼服 他大致扫视了一眼 没见到什么不妥之处 就下意识地随口说了句 你要整理拿脸 我帮你 沈志毅 他嘴角抽出了下 郁闷到不行 这话 他怎么说得出口 假如真说出来了 他肯定认为 他是在勾引他 无奈之下 他只好故意板着脸 借用一下你的发财大手 能不能别这么磨解 伤时序 这怎么还凶起来了呢 他不就是 想要帮个忙吗 行吧 不用就不用 他一负无所谓 沈志毅转过身 背对着他 还不忘叮嘱 把眼睛闭上 闻言 伤时序嘀嘀一笑 闭着眼 我可不敢保证能找得到 话罗又自顾自地补了句 或许摸久一点 应该能找到 沈志毅 这说的是什么流氓话 他实在难以相信 长得这么斯文静欲的一张脸 是怎么说出 这么不正经的话来 最后不得不退一步 让他睁着眼睛 拉下拉链 就转身出去 伤时序但笑着点头 行 依你 不看就不看 反正他也不急这一时 随着吃拉一声 沈志毅如雪般的后背 就这么直观地 暴露在了他眼前 肩头圆润 漂亮的蝴蝶美背 线条流畅 肤若凝脂 大概是他的目光太过灼热 沈志毅感觉后背有些发烫 在被他手指倾出过的肌肤 顿时荡起一层涟漪 见他还没有出去 他倾咳了一声 故作淡定 好了吗 嗯 背后传来他暗哑的嗓音 待人出去后 沈志毅紧绷的神经 瞬间放松了下来 连带着空气都顺畅了不少 低头拉开领口 果然如他所料 左边那个小贴贴 快要跑偏了 好在他发现及时 重新贴证后 他将礼服穿好 更衣室的门 被他从里面开了一条缝 探头往外看了眼 好巧不巧的 正对上伤时序 那双探究的毛子 他单手插兜 正在和谁打电话 只听见他淡淡地应了声 嗯 你看着办就行 没过多久 他就结束了通话 还不向他走来 好了 嗯 沈志毅站到一边去 让他进来 伤时序重新给他拉链拉上后 不经意间问起 和你聊天的那个白面书生 是不是姓韩 沈志毅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白面书生 之前还叫严峰小白脸呢 他还真会给人起外号 回想了一下那位先生 向他介绍时 的确说他姓韩 他胡一一了下 嗯 你认识他 他眸光一片清明 淡然勾唇 见过几次 但不熟 他说的是实话 和那男人熟的是他的发小 萧叶明 而自己只是打过几次照面而已 谈不上有多熟络 就在沈志毅以为这个话题 可结束了的时候 以后少跟陌生男人接触 尤其是这种主动来搭讪的 他低沉的嗓音中 莫名地带着一股霸道的战友欲 沈志毅有些不满他的霸道 无语地吐槽道 你管得可真宽 都快成他爹了 再说了他是他的谁啊 瞧他一副不服的样子 伤时序低笑了一声 单手撑在更衣室的墙壁上 嗓音又低又哑 你人都在我结婚证上了 我不管你 谁管你 沈志毅怒瞪着他 我们就只是名义上的 他挑眉 笑得有几分荡漾 你要是在意 我们今晚就回去 把他变成实质性的 也不是不可以 沈志毅气劫 你 我们之前可是签了协议的 他故作诧异 有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沈志毅 他没想到他还有这么无赖的一面 一把将人推开 气呼呼地出了更衣室 沈志毅想去找师姐 时间差不多了 他想回去 伤时序看着他绝强的背影 从喉咙深处 一出一声低笑 他没有继续再跟着沈志毅 而是重新回到了大厅的休息区 见那女人果然还在 她走过去 淡漠地出声 带我转告汪总一声 我有事先走了 女人没想到 就这样把她打发了 显然有些不甘心 表情故作失落 沈总现在就这么走了 汪总一定以为 是我把你惹生气了 我 我 他想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沈总应该不舍得 他受委屈吧 哪知伤时序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男人 他挑起浓眉 一个严厉的眼神扫了过去 不怒自威 薄唇跳动了下 说出来的话 不带一丝温度 这么说 我还走不得了 女人被他凌厉的气势 给吓得一哆嗦 赶紧连声否认 不是的 沈总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伤时序 嘴角浮起一丝冷意 那你是哪个意思 他长这么大 除了爷爷 还没有被谁威胁过 这女人还真是胆大包天 给他几分好脸色 就蹬鼻子上脸了 女人喉咙一梗 吓得是脸色苍白 他没想到 刚刚还温柔多情的男人 转眼间就变得薄情寡义了 嗓音带着几分颤抖 商总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 伤时序眉宇间 都是对他的厌恶 冷斥一声 滚 是是是 我这就滚 多谢商总的高抬贵手 女人顾不得形象 提起裙子赶紧离开 将特助回来时 看到的就是这幅场面 心态 总裁这事又恢复正常了吗 应该是 不然也不会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 瞧把那美人给吓的 另外一边 叶初彤和几个之前的客户 含蓄了一番后 才对以脱身 在宴会上扫视了一圈 也没看到沈志义的身影 就在她垂眸 准备打个电话给师妹的时候 头顶上方传来一阵温润的嗓音 叶小姐 闻声 叶初彤握住手机的手指 不经意地紧了几分 不用抬头 她都知道 这人是谁 毕竟是她曾经深爱的男人 怎么可能连她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她缓缓抬头 对上她温润的眉眼 叶初彤心里 有一丝很浅的抽痛 她把这一切 默认为是局促 毕竟是前任 如今 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再次有了瓜葛 难免有些不自在 她嘴角挂着清浅的笑容 副总 副锦琛垂眸 从裤兜里 逃出自己的手机 上前两步递给她 把你手机号码输进去 怕她不误会 接着解释了句 工作联系方便一点 听了她的这样解释 叶初彤暗自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她多想了 平静地接过她的手机 见屏幕没有解锁 下意识地问 密码 傅锦琛淡定地 爆出了一串数字 820639 她话一落音 叶初彤心间 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这六个数字 她再熟悉不过 这是傅锦琛 他们两个的生日 这个屏锁密码 她竟然一直在用 她手指僵硬着 将这几个数字输入进去 解锁 说好自己的手机号码 在填写姓名时 她犹豫了下 是输她名字 还是叶小姐 就在她愣神的那一刹那 傅锦琛好似看穿了 她的心思 她神色镇定 从容不迫地勾起嘴角 不输入名字 我可能不知道 是哪个叶小姐 叶初同一正 她确实有这个资本 虽然她曾经是属于她的 但现在 已经不再和她有任何关系了 她有多少个红颜知己 或者又有多少个女性朋友 这都和她无关 想通了后 她快速将自己的名字输进去 随后将手机还给她 停顿了几秒后才开口 阿姨身体现在还好吗 她记得大学时 傅锦琛妈妈的身体很不好 常年也要为伴 谢谢挂念 不过 她早在几年前 已经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她说这话时很平静 另外一个地方 阿姨 她 走了 由于太过意外和震惊 叶初同身子 陡然晃动了下 好在一旁的傅锦琛 及时扶了她一把 她脸色有些苍白 抬眸望了她一眼 唇半微动了下 谢谢 不客气 待人站稳后 她就即可拿开了自己的手 以免让人误会什么 给她带来不好的名声 叶初同没想到 自己随口一问 提起了她的伤心事 有些歉意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提起的 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我已经释怀了 她眼里的暗淡 一闪而过 被病痛折磨了那么多年 或许离开 对她是一种解脱 叶初同想要出声安慰几句 却发现 她怎么也张不开口 因为她不知道 该用什么身份 两久后 傅景称若无其事地随口问了句 你男友对你还好吗 叶初同紧敏唇半 斟酌着 该怎样回答她这个问题 其实她不善于撒谎 有她这个前任做对比 轻而易举的 就让她感觉出 现任的不足之处 但她又不想在她面前 叙述自己和现男友的种种 她鼓足了勇气 温声道 挺好的 我们明年准备结婚了 这话是真的 在两天前 男友已经向她求婚了 她答应了 虽然对于秦一行的触碰 有些抵触 但她会慢慢克服 自己的心理障碍 必定两人也谈了两年了 虽然感情不深 但也不是完全没感情的 自己今年也29岁了 父母也急得不行 总是问她 什么时候结婚 生怕她被甩失的 到时候嫁不出去 一番考虑后 她就答应了秦一行的求婚 傅景称被她那句结婚两个字 狠狠地刺痛了心口 她要结婚了 她竟然要结婚了 但新郎却不是她 她整个人 这一刻都好像被抽空了似的 以至于 她都不记得 丢下祝你幸福这几个字 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夜色越来越深 预示着这场庆功晚宴 也即将接近了尾声 宴会结束后 沈志义将师姐 送回了她新租的房子 离她和商时序居住的新海居 只隔了两条街 她去看过 环境和安保都还不错 离工作室也不远 明天见师姐明天见 两人道别后 沈志义开着她那辆 欧拉猫兰小可爱 回了新海居 只是令她意外的是 今晚不再是她一个人独居了 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见商时序时 她还有一些惊讶 你怎么回来了 她挑眉吃笑了一声 这是我家 难道回来还要让你批准 沈志义 狗男人 这要是她的房子 早把她一脚踹给出去了 她不在的那一个星期里 甭提她过得 多潇洒自在了 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 想躺就躺 想睡就睡 想翘个二郎腿 就翘 薯片 辣条 各种零食 被她摆了一茶几 边吃边追剧 那是一个惬意 总之 怎么舒服怎么来 一点都不用顾忌 可如今她一回来 啥乐趣都没了 嘴角下弯 累了 我回房睡觉了 见她一副 很不欢迎自己回来的表情 商时序眼下眼底的神色 牵起嘴角 一会到我书房来一下 准备抬脚 走过去的沈志毅 瞬间顿住脚步 扭头看向沙发 端坐在沙发上男人 她不假思索 脱口出 你不会又让我 签什么协议吧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她主动让她去书房 准没好事 商时序 这是对她书房有因应吗 还是对协议有因应 真聪明 你猜对了一半 别忘记将之前 那张协议也带过去 她眸底引着邪魅的霸气 还有细血的异味 沈志毅表情 立刻僵硬在了脸上 回过神后 咬了咬后牙槽 语气有些不爽 你是怕我分走你的家产呢 还是抢走 你的豪华大别墅 压压的 当她好欺负 时不时的整个协议给她签 商时序眸光正了正 随后勾起唇角 欲掉带着几分漫不惊心 太激动了 容易伤身 沈志毅 她感觉自己 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毫无攻击力 今晚有些累 她只想快点去浴室里 舒舒服服地泡个热水澡 至于她说的是 等着 沈志毅再次从房间里出来 已经是两个半小时之后了 建书房的灯果然还在亮着 她故意慢慢吞吞 迈着极小的步子挪动了过去 不曾想刚到书房门口 就对上了商时序 那双深邃的毛子 就见她薄唇半勾着 你这是 在跟乌龟赛跑 这是最新潮的养生步伐 你懂不懂 沈志毅扬着下巴 胡乱扯了个理由 商时序淡笑不语 她懒得和这丫头计较 她伸手向她讨要手里的那份文件 给我沈志毅灵动的性谋转了转 一脸防备地问 你非要这份旧的干什么 重新签一份 这份没用了 她神色从容 并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重新签 嗯 沈志毅从她脸上 看不出一丝破绽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递给了她 商时序拿到后 转身将自己的那一份 连同沈志毅的 一起放进了粉碎机里 知道要重新签 沈志毅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拉开她办公桌前的椅座下 催促着 把新的拿出来 我签完了 好去睡觉 她此时莫名地对着书房 一丢丢好感都没有 商时序没理会她 只是拿起自己的手机 轻戳了几下 把我微信加上 沈志毅抬眸瞥了她一眼 有些不乐意 但实在被她盯得有些饭处 这才拿出手机 通过了她的好友添加 不准再把我拉黑 不然 我可会惩罚你的 她语气带着某种威胁的意味 沈志毅一个机灵 她可是知道她说的惩罚是什么 下次绝对不会了 就在她坐等着签字走人的时候 她手机铃声再次震动了几下 她狐疑地抬眸看了她一眼 这才垂头划开手机 竟然是一个大红包 准确来说 是商时序发给她的红包 并且还是520元 那不就是520吗 轰的一下 她脸颊瞬间变得滚烫 就在她盯着手机 发愣的时候 头顶传来她低沉悦耳的嗓音 不接受吗 沈志毅抬眸对上她灿若星辰的眸光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在向她表白吗 还是 她只是单纯地 想让她收下红包 就在她脑海中 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的时候 她的嗓音再次响起 不喜欢 沈志毅 有谁不喜欢钱的 可她要收了 是不是无形的 就是在给了她回应啊 到底是 还是不是啊 好纠结 她没有谈过恋爱 现在发现原来谈恋爱 是这么伤脑细胞的 干脆果断一点 直接问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志毅嘴角弯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就这字面上的意思 看不出来吗 她给了她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沈志毅 她不想理这狗男人了 有钱不收 她傻呀 收了再说 反正她就只是收了个红包 她伸出一双纤细的小手 向她讨要 协议呢 沈志毅深邃的眸底 带着一抹脚侠 唇角微扬 在我心里 自己来拿 而且还是永久性的 沈志毅 在心里 在她心里 厚之厚觉得她反应了过来 她这是暗戳戳地向她表白 谁说这狗男人 没谈过恋爱的 情话连篇 还这么懂 老手还差不多 新火科技 48楼总裁办公室 全公司的人都看得出来 今天总裁心情特别好 和前几日的乌云密布相比 今天简直是阳光明媚 连着一个星期的低气压 今日终于能喘口气了 江特助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总裁 会议要开始了 伤时序坐在办公桌前 靠着一背垂眸深思 听见动静 他推了下鼻梁上的眼睛框 台眸问 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开心吗 话落他又自顾自地说道 差点忘了 你连个恋爱都没谈过 问你也是白问 江特助 没谈过恋爱 又不代表他不会追女孩子 他非常不服总裁这样的逻辑 还不等江特助跟他辩驳两句 就见伤时序已经起身 在路过他身旁时 有一些嫌弃的开口 有时间就去谈个女朋友 别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 不知道 还以我这个老板刻带员工 江特助 你才脱胆几天 这就嫌弃上别人了 你又老婆了不起啊 亏得他前几分钟 还在感谢总裁的大姨父 终于走了 没想到他感谢得有点早了 虽然很不服气 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点头 是 谢谢总裁的体恤 几分钟后 会议室内 站在屏幕前汇报方案的人 此时不禁脑门直冒汗 因为他发现自己拿错了U盘 他双腿都在颤抖 两久不见他有进一步的动作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诧异地望着他 江特助在一旁给那人小声提醒 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开始 伤时序浓密的剑眉轻拧了下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 敲打着桌面 整个会议室的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很怕前几日的糟糕经历再次上演 屏幕前的男人 正是项目组的经理 哆嗦地开口 对对不起 总裁 我拿错文件了 他已经做好了被严惩的准备 然而伤时序并没有发火 只是淡淡地嗡了一声 接着就听他沉沉的嗓音响起 既然错了 还不回去重新拿 项目经理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连声应下 试试总裁 我这就去拿 话落他一溜烟地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内除了伤时序 其他人皆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妈爷 总裁这反差也太大了 昨天还鸡蛋里挑骨头 吹毛求疵呢 开个会 好像吃了炸药似的 能把人从头骂到尾 今天项目经理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总裁竟然一句都没骂他 几分钟后 项目经理再次返回会议室 这次没有拿错 他在自己办公室里 确认了好几次 新方案介绍完后 伤时序难得夸赞了句 这次制定的方案不错 没什么事 今天就不用加班了 待他和姜特助离开后 会议室瞬间响起一阵欢呼声 哦 今天终于不用加班了 总裁连加了一个星期班 他们也跟着受了一个星期的罪 老子家里堆了一个星期的衣服没洗 快连裤衩都没得穿了 卧槽 你家还能住人吗 怎么就不能住人了 又不是一个月没洗袜子 嘿嘿 没听说单身狗的宿舍 堪称灾难现场吗 回到办公室后 伤时序抬眸看向姜特助问 我下午都有哪些安排 总裁 下午两点你约了高总 三点是上来的视频会议 另外 晚上还有一个饭局 听完汇报后 他诞生到 晚上饭局帮我推了 今天我要早点下班 早点下班 姜特助愣了下 工作狂竟然不加班了 还要早退 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过也好 他也可以准时下班了 不过他很好奇 总裁不加班 要干什么去 就多嘴问了句 总裁你晚上设有什么节目吗 伤时序抬眸瞥了他一眼 嘴角勾起 等你谈了恋爱就知道了 现在跟你说 你一个单身狗也没法理解 说这话时 他神色如常 丝毫没有半点炫耀之意 姜特助 扎心 太扎心了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就欺负他 美女朋友是吧 明天他就打电话回去 让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都来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他就不相信 还脱不了蛋 下午和上来高层的视频会议结束后 伤时序葱白的手指在办公桌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 看向姜特助随口问了句 去长辈家 一般都买些什么礼品 姜特助虽然一脸狐疑 但想了想 还是给了他很重肯的答案 如果是女性长辈 可以买些珠宝首饰之类的 男性长辈的话 可以根据他的爱好 伤时序琢磨了下 那如果是岳母和外公呢 岳母 姜特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惊讶一声 见他反应那么大 伤时序嫌弃地瞥了他一眼 后又诞生到 都忘记了 你还没有岳母 姜特助扎心了今天 有岳母了不起啊 今年他一定要脱单 不 一个月之内他就要脱单 不然这天天扎心的日子 没法过了 伤时序丢下这句话后 他就起身拿着车钥匙出了办公室 两个小时之前 岳母打来电话 喊他和沈志懿今晚回去吃晚饭 原本他打算早点下班 带老婆去一个地方的 没想到岳母的一个电话 打乱了他的计划 傍晚时分 伤时序两手满满地 出现在了岳母家 沈母笑着在门口将人迎了进来 妈就是喊你们回来吃个饭 怎么还买了这么多东西 他谦逊有礼地回 应该的 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沈志懿比他晚到几分钟 刚进门就看见客厅里放着一堆礼品 不用想 他也知道是谁提来的 走到他身旁坐下 你倒是挺会来事的 伤时序浅笑 女婿孝敬岳母 这不是应该的吗 见他岳母喊得这么顺嘴 沈志懿撇着嘴角 她是我妈 可不是你岳母 伤时序面上带笑 嗯 听你的 以后喊妈 沈志懿被他不按套路的风格 给无语的说不出话 准备起身去厨房帮忙 谁知他刚想要行动 沈母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冲他说了句 吱吱去给时序削个苹果 沈志懿不乐意地咕咚道 妈 你现在眼里 还有我这个亲生女儿吗 都不正眼瞧我一眼 沈母娇穿了他句 没听说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满意吗 你在我眼前都晃了二十几年了 早看腻了 沈志懿 她是亲生的吗 见她吃扁 伤时序暗自在心里憋笑 末弟 她不动声色地开口 岳母不用那么客气 我自己来就行 见女婿这么体贴懂事 沈母美好气地瞪了女儿一眼 瞧瞧人家时序 多时大体 沈志懿 这确定是亲妈 晚饭过后 两人被沈母留了下来 沈志懿是满心欢喜 当然 要是没有某人 在那就更好了 晚上 沈志懿在院子里 陪外公下象棋 两母女就在客厅里 说些贴心话 闲扯了一会后 沈母才进入正题 你们两个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沈志懿故作诧异 我们这不是挺好的吗 同时又在心里暗想 莫非是两人协议领证的事 被妈妈发现了 想想又不大可能 那份协议书 一直都放在新海居 根本没拿回来过 沈母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神情严肃 要是真的像你说的挺好的 为什么你们到现在还是分房睡的 要不是前几天 伤老爷子来家里下象棋 不小心说漏了嘴 她还被蒙在鼓里 沈母在心里叹气 这丫头 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沈志懿抱着沈母的手臂 嬉笑道 妈 你不会长了一对千里眼 连这也知道 她知道瞒不住了 索性就承认了 沈母板着脸 我还顺风耳呢 少给我嬉皮笑脸的 现在说正事呢 我连个男朋友都没谈过 直接就跟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我 我不适应 沈母淡定地说 一回生二回熟 多睡几次 不就适应了 沈志懿 她妈妈可真敢说 妈 你就别管我们了 反正近几年 我们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你就卸了这个心吧 一直这么拖着 也不是个事 干脆果断一点 断了妈妈目前的念头 省得老被催生 听到女儿这话 沈母不乐意了 上一次还跟她保证 等段时间就考虑要孩子 这一转脸 才几天就变卦了 声音都不自觉地高了一个分贝 你要是再拖几年 你就成高龄产妇了 不但风险要多 而且恢复起来也慢 沈志懿嘴反驳道 妈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 再过几年我最多 也就三十岁 她记得网上好像说 超过三十五岁之后 才算是高龄产妇 两母女的对话 一字不落地 传入了院中伤时序而内 殊不知她把这话 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沈家位于西州老城区那边 大多数还是老式房子 两层房屋 独家独院 夜深了 沈母将两人赶回房休息 房间内 沈志懿抬眸了抹嘴 你看 这床能睡下我们两个人吗 她意思很明显 让她去地上睡 伤时序看了眼 那张目测 只有一米二宽的粉嫩小床 眉头蹴了蹴 这么窄 她一个人睡都嫌疾 更不要说两个人睡了 当然 她也清楚岳母的意图 她波澜不惊地收回视线 转头看向她 嘴角半钩 来者是客 难道你好意思让我睡在地上 沈志懿 我才没有半点 不好意思 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她嫌弃地看着她 这是我的房间我的床 你好意思霸占 灯光下 她刚沐浴过不湿粉带的小脸 看上去晶莹剔透 左边眼尾处 有一颗不太显眼的小痣 给她增添了一分别样的妩媚感 在她说话时 如樱花式的唇瓣 一张一合 水润饱满 诱人的光泽 看得伤时序喉咙发紧 吞咽了下口水 这才开口道 有多余的被子吗 这话问到正点上了 沈志懿正住了 因为他们家就三间房间 每间房里 从来都不会被多余的被子 默了默 只好说 我去跟我妈睡 你自己睡这里 她刚想转身 手臂就被伤时序给拉住 你要是过去了 岳母不又得劳道你 沈志懿愣了下 果断地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 她能够想象得出来 如果真去了 妈妈保证能牢到她一晚上 想了想 还不如留下跟她挤一张床 不过她又有些担心 这么窄 不会睡到半夜掉下来吧 这段时间睡两米 大床习惯了 突然间再睡回这张床 怎么都觉得太小了 伤时序扬眉浅笑 只要你把我抱紧一点 就不会掉下来 沈志懿无语地冲她翻了个白眼 你睡外面 要掉也是你掉下来 丢下这句话 她带着闷气 一股脑地上了床 将被子扯盖在身上 背对着外面 不去理身后的某人 伤时序见她气鼓鼓的可爱模样 不禁在心里哑然失笑 床头灯要留吗 沈志懿背对着回她 我没有开着灯睡觉的习惯 要是你需要 就留着 那就关了吧 她也不需要 暗灭床头灯 她利落地上了床 长那么大 她也是第一次 挑战在这么窄的床上睡两个人 但莫名地让她感觉很知足 她还要感谢岳母 给她创造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不然她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抱着老婆睡觉的愿望 过了两久 她轻声问 我能不能往里面靠一点 背对着的她的沈志懿 此时有些难以入睡 或许是因为第一次 这么静静地和她躺在一张床上 又或者是第一次和男人睡在一起 她又局促又紧张 但想到她也是被迫的 更何况她这么大一具身体 挤在这张小床上 确实难为她了 难得同情了她一次 滴滴地恩了一声 得到允许后 伤时序侧身贴了上了 这下两人真的成了 亲密无间的距离 沈志懿手心直冒汗 心口处也在砰砰直跳 她整个人都僵硬着 一动都不敢动 温热的气息在她耳畔环绕 她的嗓音又响起 你外公的大花裤有些扎人 能不穿吗 他们家没有年轻男性的睡衣 沈母就找了条自家老父亲的 大花裤查给女婿 沈志懿想也没想 就一口回绝了 不行 你要是不穿 就别睡了 半裸上半身 已经让她很不自在了 这 这要是在 她今晚就不用睡觉了 时时刻刻来防她这个色狼 见她态度坚决 她只好作罢 行 我穿着 不就是一条大花裤查吗 她就当时一次特别的体验 这么一想 也不是不能接受 两久后 在她熬不住 快要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 一只温热的手臂 突然将她揽进了怀里 滚烫的胸膛 紧贴着她的后背 沈志懿僵硬的身体 突然抖了下 她感觉后背的每一寸肌肤 都像被烧灼般 刚想挣扎着将人推开 耳畔传来她温热的嗓音 别动 不然我不介意换个姿势水 果然 她这话一落音 沈志懿不敢再动了 黑暗中 她嘴角挂着满足的笑容 原来抱着老婆睡觉的感觉 是这般美好 明晚她还想 不 她每晚都想这样抱着 一夜好眠 早上 沈志懿睁开心松睡眼 眼前就是她放大的俊脸 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下意识地闭上眼 然后尝试着慢慢睁开 然而 这一切都不是在做梦 慌乱地将自己的手 从她腰间收回 天哪 她怎么会抱着伤识续睡 就在她准备转过身时 头顶响起 她嘶哑的声音 别乱动 再睡一会儿 她将手臂缠绕在她腰间 动作自然 轻逆 沈志懿紧贴在她胸口处 闻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松香味 莫名地有些舌干口罩 终是忍不住抗议道 我热 你能不能松开点 被她蹭了几下 伤识续睡意全无 睁开迷离的眸子 脸颊贴在她脖梗处 嗅了嗅 嗓音带着睡醒时的沙哑和慵懒 意外地撩人 知不知道 早上男人是不能随便撩的 她的那句 早上男人不能随便撩 让沈志懿神经瞬间紧绷了起来 她吞咽了下口水 舌头有些打结 我 我想起床了 你把手拿开点 然而 她才稍挪动了下身子 伤识续就一个转身 将人给压住 沈志懿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 给惊得差点尖叫出声 气急败坏地瞪着她 你 你干什么 随后 用手抵挡在胸膛前 伤识续呼吸有些深沉 目光炙热地凝视着她那张 又羞又红的小脸 嘴角轻轻勾起 这么明显 猜不出来吗 沈志懿身子一僵 她手虽然抵在她胸膛处 但是压根就没有力气阻拦 她见识过她的霸道和强势 她要是真的想做什么事 她根本就无力反抗 伤识续大掌将她双手反按在她肩膀两侧 目光落在她焦焦欲滴的红唇上 眼中的欲望不加一丝掩饰 嗓音欲聊 宝贝 给吗 轻密地称呼 让人响入非非地挑逗 令她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母胎单身了二十几年的沈志懿 哪里经得住她这般撩拨 心跳砰砰加速 连手掌都出了汗 呼吸更加是混乱不均 就在她心缘一马的时候 伤识续轻轻挑眉 嘴角带着细血 一字一句 所以 宝 贝 给吗 她说话时 呼吸就在她面上 只要稍稍不注意 两人就能清少 每一次微小的触碰 都像电流一样 在她们之间流动 引发肌肤上一阵疏码感 沈志懿有些不知所措 秋水炼焰般的毛子 瞬间布上了一层水雾 她睫毛颤了颤 声音软软 你说什么 试闻 还是 她身体情不自禁地紧绷了起来 伤识续感觉到她的紧张 将掌心和她食指紧扣 她深邃眸光 炽热又魅惑 尾音莫名地勾人 我想要 吻 你 沈志懿瞬间正住 这男人还真是 原来只是想吻她 还以为 天哪 她为什么会有那种羞羞的想法 呜呜 她变得不纯洁了 一定是这狗男人 把她给带偏了 不等她有任何回应 伤识续就低头稳住了 那双娇嫩的唇瓣 或许是忍了很久 她动作颇有些凶狠 呼吸炽热 含着她唇的力道极重 嗯嗯 轻轻点 她有些承受不住 从唇齿间发出一声娇软 沈欣透过玻璃和沙帘折射进来 给昏暗的卧室内 带来一丝朦胧的光亮 缠绵的身影若隐若现 她稳气很好 引着她慢慢沦陷 两久后 她快要呼吸不上来的时候 伤时序才恋恋不舍地放开她 沈志懿细地喘着气 脸颊染上了一层醉人的红韵 她轻抵在她额头上 温柔地帮她擦去嘴角的水渍 眸底带笑 宝贝吻技还带提高 以后要多练练才行 沈志懿此时全身贪软 没有一丝多于力气 只能拿眼瞪她 这男人太狗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她都快差点被轻晕了 她太悔 太能轻 她是真真真的没想到 接个吻还能有那么多花招 待呼吸平顺后 沈志懿瞪她 说得好像你技术很好似的 伤时序挑眉浅笑 我技术好不好 难道宝贝心里不清楚吗 她笑得有几分荡漾撩人 沈志懿被哽得说不出话来 她当然知道 她稳技有多好 温柔的 霸道的 强势凶狠的 她通通都尝试过 真的很享受 很销魂 就在她陷入面红耳赤的思绪中时 耳畔响起她滴滴沉沉的嗓音 宝贝 你也好红 莫非是在回味 我们刚刚的那个吻 这一声声的宝贝 喊得她全身发软 这男人太懂得撩人 又撩又郁 真的是十足的斯文败类 都不知道那么正经的一句话 怎么从她口中出来 就那么的让人想入非非呢 不准再喊我宝贝 她故意板着脸 但娇软的声音 毫无威慑力 她嘴角勾着细血的笑容 那我该怎么喊你 她刚想开口 胎谋就对上她 带有撩人的笑意 她阳唇 还是你想我喊你 亲爱的 或者是 老婆 亲爱的 老婆 沈志懿心间被狠狠地惦击了一下 只觉得又妈又酥 这 这比喊宝贝还让她 心乱 这男人简直是妖念 专勾女人心 默默地别开视线 受不住她 这双勾人的眼睛 慢慢地平复呼吸 这才回应她 你喊我名字就行 伤识去笑了笑 行 那我以后就喊你吱吱 沈志懿 这男人还真是 一如既往地 不按套路出牌 她气节地匆匆丢下去 随你 小明 就小明吧 不管怎么说 好过那些让她头皮发麻的称呼 起身到衣柜里 拿了套她以前的衣服 准备到浴室里换上 伤识续下半身穿了件大花裤 一脸纠结地喊住她 你让我这个样子出去 她衣服昨晚上洗了 晾在外面的阳台上 现在要出去拿 她不好意思出这个屋 沈志懿莫名 你之前还裹着浴巾 到处晃吗 伤识续 那能一样吗 这可是在长辈家里 瞧她那副别扭样 沈志懿忍了忍 开口 等一下我去给你拿 伤识续勾了勾唇脚 明天我让江特助 送几套换洗衣服过来 免得流宿的时候不方便 沈志懿 这里是她的家 一年四季的衣服 她都有 哪里会不方便 像是看清她内心想法似的 伤识续轻挑眉梢解射剧 我的 沈志懿无语地掩了她一眼 你来我们家过夜的几率 应该很低 不用这么麻烦 她轻声道 背着总归有用得着的时候 她可不想再穿一次花裤衩了 这感受 简直是一言难尽 见她坚持 沈志懿没和她再争 吃过早餐后 两人搁自驾车 往不同的方向驶去 上午九点 MY工作室里 突然办公室的门 被助理小苏敲了几下 芝芝姐 刚刚有人给你送了树花来 听闻后 沈志懿视线从画岛上移开 狐疑地抬头 就见小苏怀里 抱了一大束白色玫瑰 喜笑颜开地走了进来 将花放下后 冲她几眉弄眼道 我数了一下 刚好是十三朵白玫瑰 听她语气 沈志懿挑眉 莫非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她对花语和花数量的含义 没什么研究 小苏惊讶道 当然有了 芝芝姐你不知道吗 沈志懿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尖 她只对画画和设计感兴趣 哪里会注意这些 瞧她这副表情 小苏就知道 她是真的一无所知 赶紧地给她普及起 玫瑰花不同数量的含义 一朵代表情有独钟 你是我的唯一 两朵代表 这世界只有我俩 三朵代表我爱你 十一朵代表一心一意 你这数是十三朵 她代表着暗恋 与毕 小苏眼底的八卦掩藏不住 她进一步 芝芝姐 是不是哪个帅哥暗恋你啊 她没敢用追你两个字 因为他们几人都知道 沈志毅如今是已婚状态 不可能跟别的男人 有情感上的纠葛 应该是暗恋者 沈志毅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不会是那晚上来的 庆功宴上 和她聊得甚是投机的韩先生吗 她猛地将放在 她桌边上的花拿起 查看了下 竟然没有找到 留言的小卡片 看到她这动作 小苏笑着开口 大概那人是想保持神秘感吧 这无疑 坐实了沈志毅之前的想法 她只觉得 头皮一阵发麻 一伤十续 都够她应付的了 这怎么又来了的韩先生 让她郁闷的是 她是怎么知道 她工作的地方 她记得自己 并没有透露这些信息 午休时 沈志毅原本想 趴在办公桌上 瞇一会儿 不经意间 瞥见玫瑰花瓣上的水珠 在窗外阳光的照射下 晶莹剔透 格外的美 她忍不住 随手拍了张花朵 与水珠的特写 发到了朋友圈 配文是最洁白的 每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有几十个点赞和留言 小妮子 大设计师 这是哪个帅哥 送给你的花 苏小妹 我数过是十三朵 嘿嘿 那代表安练哦 周大帅 知姐威武霸气 不愧是我们工作室的 颜值担当 从来都不缺乏追求者 后面还有几十条 类似于这样的信息 沈志毅看的嘴角直抽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她就是想赞美一下 这水珠和花的美而已 而她不知道的是 在另一边 某人因为 她这随手发的一张朋友圈 在郁闷地吃醋 下午二点的时候 小苏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 额头上冒着虚汗 声音激动 知 知姐 外面有个自称是花店老板的人 拉着一大卡车玫瑰 说是送给我们工作室 沈小姐的 他们工作室 就只有一个姓沈的 显而易见 这个沈小姐 就是沈志毅 她惊讶地抬头 一大卡车 这得有多少花 不会把整个花店都搬来了吧 小苏很肯定地点头 嗯 说是九十九数呢 这不得 把他们整个工作室 都给塞满啊 到底是谁 这么大的手笔 人家是九十九朵 好家伙 她直接来九十九数 这下沈志毅也淡定不了了 赶紧跟着小苏 一起出去查看情况 花店老板见到郑主来了 满脸笑容地迎上 请问 你是沈小姐吗 沈志毅礼貌应声 老板确认后 就大声吆喝着 一起来的三个伙计 赶快把花 给沈小姐搬到里面去 沈志毅见着症状 赶紧拦住了她 等一下等一下 请问 你知道 让你送花来的人是谁吗 花店老板回想了一下 那人的交代 哦 那位先生姓姜 说是 这是他们家总裁吩咐的 听他这么一说 沈志毅很快确定了 送花之人 一旁的叶初同 也猜测出来了 他好像记得 沈商时序的特助 就是姓姜 他低笑一声 打句道 原来你老公 也是懂浪漫的 沈志毅对于他的浪漫 可真不敢苟同 撇了撇嘴角 就是浪漫过头了 这些花既不能吃 又不能喝 白白浪费钱不说 还把他们工作室 都塞得满满当当 他礼貌地 向花店老板到了声线 不经意地 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好在不是那位韩先生 同时 他又在心里吐槽 伤时序那个幼稚鬼 待花店老板 和伙计一同人走后 沈志毅摸出手机 抬手发了条短信出去 芝芝 你送的花 伤猪头 嗯 喜欢吗 芝芝 下次别送了 伤猪头 美小白脸送的好看 沈志毅嘴角抽了又抽 这男人是看到他发的朋友圈了 吃醋了 隔着手机屏幕 他都能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 芝芝 香味太重 还占空间 现在他们工作室 一进入就能闻到一股 浓郁的玫瑰花香 明天连香水都省了 伤猪头 嗯 是我欠考虑了 下次不会了 当时只想着 用花压死那个 给沈志毅送花的小白脸 没考虑过其他的 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有点冲动了 这一点也不像 他平日里做事的风格 相较于之前的烦躁 他现在已经心平气和了 沉静了会 他按下内线 直接吩咐 让慕秘书来我办公室一下 那头传来姜特柱的声音 好的总裁 很快 慕小宁敲响了 总裁办公室的门 里面传出一道 低沉浑厚的嗓音 静 得到回应后 他欣喜地推门而入 看着办公桌前 优雅俊美男人 他按住心中的悸动 清了清嗓音 总裁 你找我 伤势续视线 从手机上移开 胎眸看了他一下 从喉咙里发出一个单音 坐 在公司里 他总是这样吸字如今 慕小宁从来没见过他 私下里是什么样子 他很好奇又向往 能私下和他有些接触 小心翼翼地拉开座椅 在他对面坐下 内心的激动和雀跃 让他兴奋不已 见他一直盯着自己 伤食续皱眉 眸底带着一丝不悦 葱白的手指 在办公桌上敲了下 快速地进入正题 想问一下慕秘书 你们女生都喜欢什么样礼物 这话让慕小宁顿时一愣 心间顿时好像站开朵花 绚丽多彩 又激动万分 不敢相信自己 刚刚所听到的 总裁竟然想要送他礼物 他就说 总裁被迫闪婚 肯定看不上那女人 没想到是真的 来公司五年了 总裁终于发现了他的魅力 怕自己得意忘形 被总裁不喜 慕小宁平静了下呼吸 勾着委婉的笑容回应 我们大部分女孩子 一般都喜欢玫瑰花之类的 还有一些小宠物 或者是香水 他原本想说的是 珠宝首饰 包包 奢侈品 但为了给伤时序留下好印象 他没敢说实话 听到玫瑰花 伤时序下意识地皱眉 果断地把花给排除了 香水也被他否决了 因为沈志义根本就不用香水 那么剩下的 就只有小宠物了 心中有了打算后 他薄唇微章 你们女生就这么喜欢小宠物 慕小宁故作交态 当然了 那些小动物可是很可爱的 没事的时候逗一逗他们 心情都好了很多 闻言后 伤时序脑海中立刻显现出 沈志义抱着小猫咪的可爱样子 眉眼间都揉了几分 顺带着对慕小宁的态度 也好了几分 我了解了 你先出去吧 慕小宁以为自己被总裁看上了 他仰着高傲的下巴 出了总裁办公室 在门外准备进来的姜特柱 被他无视个彻底 他一脸猛 慕秘书平时见了他都客客气气的 刚刚怎么有点目中无人的感觉 莫非是他看错了 姜特柱是个大直男 直接禀告总裁 刚刚高总打来电话说 新能源项目上 他想多加一个技术人员进来 商时序皱眉 他们公司的 姜特柱 对技术开发部的组长叫秦一航 商时序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 但他又想不起在哪听过 他诞生回 就一塌 你暗地里让人盯着点 如果没能力 就找个借口把他踢出去 姜特柱应下 好的 我这就给高总回复去 下班后 沈志义带着一后备箱的玫瑰 回到了新海局 来来回回 从家里到地下车室 他跑了四趟才拿完 好在每一树不是太多 只有十九朵 不然他腿飞跑废了不可 拿完最后几树回来 沈志义类的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对着无人的客厅哀嚎了句 好累啊 想起某人干的好事 他就来气 人家送的是浪漫 他送的 他此时此刻都无力吐槽了 分给同事和慕妮一些 其他的被他处理给了周边的花店 还没躺两分钟 闺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慕妮 宝 干什么呢 要不要出来和我们涮火锅 就我几个同事 没外人 沈志义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懒得动 慕妮 你一个人在家多无聊 我们点的是鸳鸯锅 你可以涮不辣的那边 快点过来 和我们这群姐妹分享一下 你今天收到九十九树玫瑰花的感觉 沈志义 这要什么感觉 累算吗 慕妮 你不觉得浪漫感动吗 甚至是心花怒放的 想要以身相许 沈志义 感动倒没有 心疼倒是有 那么多花 要是直接折射现金 给她该多好啊 闺蜜要是知道 她是这样的想法 非被她气得翻白眼不可 慕妮 我可真够服了你了 这才闪婚几天啊 就知道替你家老公省钱了 生活要有一事感 偶尔来点浪漫 这叫夫妻情调 懂吗 沈志义很想说 浪不浪漫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 今天差点被花给熏死了 两人结束通话后 沈志义准备去厨房煮点东西吃 平时她都是 在外面吃工作餐的 很少在家里煮饭吃 打开冰箱看了眼 她准备 煮碗青菜肉丝面 几分钟后 一碗简单的青菜肉丝面 被她端放在了餐桌上 刚坐下 准备享用 门外就传来一阵开门声 抬头就对上伤时序 那双深邃的眼眸 她手里 还提了一个大盒子 上面还带有小孔 沈志义一时猜测不出 那里面是什么 和她对视了数秒后 听了清嗓音 问 你吃了吗 要不要来碗面 其实沈志义 就只是随口问问 暗想着 都已经这个点了 她应该吃过了 没想到她既然说 也行 那给我也来一碗吧 其实她已经吃过晚饭了 莫名的她 就是想吃她煮的面 华洛就见她提着盒子 向客厅的阳台走去 沈志义 你还一点都不客气啊 看在自己 在她家白吃白喝白住的份上 起身重新去了厨房 她前脚刚进 后脚伤 时序就跟着走了进来 需要帮忙吗 听到动静 沈志义扭过头 望了她一眼 顿了顿 你帮我把那把小青菜 给洗了吧 既然她想帮忙 她也就不客气了 两人一起动手 这样比较快 伤时序 挽起衬衣的袖口 露出一截健壮的手臂 结果小青菜 非常利落地清洗了起来 沈志义余光 瞥见她的侧影 温柔的灯光打在台面上 她面容被熏得柔和 她优雅地站在水台前 静静地洗着篮子里的菜 她不禁被这样的画面 恍花了眼 原来 一个男人可以将洗菜 做得这么优雅 感觉到她投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伤时序突然开眸 薄唇浅浅勾起 再看下去 我的晚饭只能当宵夜吃了 沈志义面路窘迫 慌乱地将视线转移在面前的锅里 怕她吃不习惯清汤面 她用西红柿做了个底烫 又多加了个荷包煎蛋 很快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西红柿 肉丝蛋面出锅了 将碗端在她对面放下 转头轻喊了声 面好了 伤时序拿下架在鼻梁上的银色眼眶 浅浅地嗡了一声 便起身向餐桌走去 沈志义坐下 刚缩几口面 就听到阳台那边 传来几声喵喵的叫声 她诧异地抬眸 视线望向对面的男人 我们家是不是跑来猫了 她听得很清晰 就是小猫咪的叫声 年龄应该不大 伤时序拨拦不惊地拿起筷子 张了张唇角 嗯 今晚刚带回来的 她提前下班去宠物市场找了好久 才找到这只可爱的小不恶猫 为了给她个惊喜 她打算一会吃完饭 再告知她的 没想到小家伙自己暴露了 沈志义姓某猛然放大 不自觉的声音提高了些 你刚刚纸箱里提的是小猫 天哪 这家伙为什么不早说 伤时序吃相非常的优雅 不喜吃饭时聊天说话 见她蠢蠢欲动 这才不紧不慢地回她 吃完再去看 沈志义眉眼带笑 点头硬下 一碗面被她挤下子就缩完了 估计都没来得及久 雀跃地向阳台走去 隐约还听到她嘴里念叨着 小可爱 我来了 似有心灵感应似的 小猫 听见脚步声又喵喵了两声 她快速地拆开纸箱 露出小猫白色可爱的脑袋 眼睛特别地漂亮 大大圆圆地像蓝蓝的水晶球 沈志义这一眼就被她给萌化了 你好可爱哦 她轻轻地将她抱在手里 温柔地捋了捋她的毛发 见她如此喜爱 伤时序吃完最后一口面 浅笑着开口 她品种属于蓝霜不偶猫 四个月大 沈志义顿了下 原来这就是不偶猫 上大学那会去食堂吃饭 经常能听见男生们 谈论自己的女友像不偶猫 又可爱又黏人 这么一看 还确实如此 就这一会儿功夫 小猫就跟她混熟了 乖巧地窝在她怀里 沈志义抱着她走出阳台 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扭头问 她有名字吗 伤时序吃完面后 主动地担起了洗碗的工作 她低沉浑厚的声音 从厨房内传出 还没有 你给她取个吧 闻言 沈志义垂眸 再次将视线 落到小猫咪身上 想了想 她可可爱爱 又肉嘟嘟地 猛地破口而出 不如就叫肉球 怎么样 伤时序从厨房出来 听到肉球两个字 先微顿了下 吼轻笑道 和她形象挺符合的 是吧 我也觉得 沈志义得意地笑道 被她抱在怀中 快被捋吐了头顶的猛猫 一脸的抗议 她明明就是帅气的小王子 为什么给她 取了个这么土的名字 她不就脸圆一点 身子胖一点 平时贪吃了点 呜呜 就被叫成了肉球 严重拉低她的颜值 好吧 这让她以后 怎么出去泡小母猫啊 对于她的抗议 她的两个主人并不知晓 沈志义越看越喜欢 越觉得这名字很合适她 开心地抱着她喊个不停 肉球 肉球 你好啊 肉球 某小猫 别喊了 别喊了 掉她身份 某霸总 感觉好像 口里咬了口柠檬 她视线 落在一猫一人身上 隐约有些后悔 买着只猫回来了 自从发现小猫后 沈志义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她吸引了 后知后觉的发现 给自己送了个情敌 她都没有被她 这么温柔对待过 更何况 还是被她抱在怀里 自从家里 多了只不偶猫后 伤食序 就彻底地 被无视成了透明人 注意力被吸引走了 温暖的怀抱 也被占领了 她气得牙痒痒的 毕竟她堂堂的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和一只猫争宠呢 再说 还是她送的 待沈志义出门上班后 她将肉球拎起来 冷眼地打量 胖得跟球似的 哪里有半点可爱 某猫被她这么拎着 跟吊鞦韆似的 皮还扯得生疼 肉球内心 在疯狂地哭爹喊娘 她这是做了什么年 才会遇到这个 翻脸比翻书 还快的男主人 昨天带她回来的时候 还和颜悦色 才过了一晚上 就变成包公脸了 伤食旭抬手扯起她的胡须 沉脸着立声道 以后不许 对她撒娇卖萌 不许在她怀里蹭 总之离我老婆远点 不然 她停顿了下 嘴角露出一抹阴沉的笑 我就把你送去淹了 肉球身子 经不住地颤抖了下 赶忙夹紧双腿 两眼鼓得大大的直瞪着她 怒叫了几声喵喵 以此表示她的抗议和不满 在心里无声地骂道 坏蛋 大坏蛋 大大的坏蛋 大大大的坏蛋 伤食旭见她气得招牙舞爪 莫名地想起某人 把她惹急的时候 也是这副表情 嘴角情不自禁地向上扬了扬 嘴角露出一抹细血的笑意 还以为你恃宠而骄 什么都不怕呢 她终于找到 能拿捏住 这球的弱点了 将小东西 拎回她的窝里 心情大好的去上班了 上午九点 星火会议室内 听了几个高层的汇报方案后 伤食旭面色深沉 语气有些冷 公司花那么多钱 请你们来 就拿这些垃圾东西给我看 她啪的一声 将手中的文件夹 扔在桌面上 震得大家小心肝 经不住地颤了颤 显然都感受到了 来自总裁身上的低气压 所有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很怕一个 不慎撞到枪杆子上 将特助此时 对他们今天的表现 也很是不满 总裁给了他们几天好脸色 做事就这么随意应付了 几个汇报方案的高层 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颤抖着开口 总 总裁 我们这就拿回去重新做 伤时续瞥了一眼在座的人 诞生道 今天通通留下来加班 明天我要看到满意的方案 末了 又加了句 慕秘书留下 他意思很明显 其余人离开 突然被点名留下 慕晓宁内心颇为激动 他猜测着 是不是总裁想约他 有这么多人在 他不好意思 所以才单独留下他的 最后一个出去的是江特助 他诧异地在两人身上扫尸了下 这才转身出去 如今会议室只剩下他们两人 伤时续直接开门见山 慕秘书不必拘谨 我只是想问一些私事 私事 他猜对了 他真的是想约他 慕晓宁此时心潮澎湃 放在桌子下的手 紧紧捏住身上职业装的衣角 就等着伤时续的邀约 他甚至心里已经在盘算 晚上要穿哪件裙子 戴哪条项链 就在他暗暗窃喜的时候 听到的确实 你们女孩子喜欢的礼物 除了上次你说的那些 还有没有别的 他清俊的脸上 看不出任何表情 就只是简单地在询问 听到这句话 慕晓宁身子陡然僵住 怎么会是这句 不应该是 他竟然猜想错了 谋底闪过一抹失落 可他很快又调整好了情绪 端着优雅的坐姿 面带婉约的笑容 有像珠宝首饰 包包化妆品 这些也受一部分女孩子的欢迎 看来 上次他说的那些不上档次的 总才看不上 这让他失落的心情 瞬间又复燃了起来 像总才这样身价的男人 出手必定阔气 伤识序听完后 先是眉头皱了皱 后又沉思了回 但莫的开口 多谢慕秘书的提议 我知道 应该给我太太买什么礼物了 什么 太太 礼物竟是买给他太太的 他还承认 那女人是他太太 慕晓宁 犹如被人当头一棒 他白白开心了那么久 竟然都是他的幻想 他紧咬住下唇绊 双手骨节微微泛着白 一脚在他手心里搅了右脚 如果不是顾虑在 伤识序面前 他能把一脚 那块给扯烂 不是说他压根不喜欢吗 是老爷子逼迫的吗 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值得他这么用心 按下心里的不甘心 在抬眸时 他依然是那个 优雅端庄的慕秘书 浅笑着回 总裁客气了 能帮到您 这是我的荣幸 他之所以能在 伤识序身旁 做秘书这么久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 他懂得拿捏分寸 从来不轻易表露出 自己的真实情绪 以及他的野心 伤识序淡淡地嗡了声 就直接起身出了会议室 只留下沐晓宁 一脸的落迹和不甘 即使这样 也没能让他死心 毕竟像伤识序这样 能力和颜值并存的极品男 他怎么能轻易放手呢 越是难得到 他越是想征服 这是有野心的女人 一贯通病 晚上九点 沈志义抱着半袋薯片 握在阳台的吊椅上 正开心地和小肉球玩耍 放在一旁的手机 不合时宜地猛然响起 他拿过来一看 亲爱的三个字 差点闪亮了他的 太合金抖眼 亲爱的 这什么鬼 他怎么不记得 自己手机存号中 有这好人 带着郁闷和疑惑 他按下了接听键 他故意不出声 想先听听对方的声音 谁知 对方比他还沉得住气 整整两分钟 竟然没吭一声 就在他气节地 想直接挂掉电话的时候 那头猛然传来一道 温韵清朗的声音 喂 弟妹 这声音是 很快他脑海中 蹦出傅景琛三个字 妈咽 差点把他 吓得从吊椅上摔下来 他什么时候 把傅景琛的手机号码 备注是亲爱的了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 电话那头又响起说话声 时序喝多了 自己不能开车 也不愿意 让我们几个送 非嚷嚷着 让你来接 沈志毅终于回神 他清了清嗓音 甘大的出声 哦 原来是副总 你们在哪 我这就过去 随后想了想又问 这手机号码 是你的 傅景琛 弟妹连你家老公的 电话号码 都不记得 轰的一下 沈志毅脑袋 被震得嗡嗡作响 这 这号码 是伤识区那狗男人呢 他什么时候 给他改的备注 他竟然都没发现 沈志毅 我一般都不习惯 寄电话号码 他尴尬地笑着解释 得到地址后 沈志毅 驾着那辆小可爱出发了 二十分钟后 他走进望川酒吧 已经来过这里好多次 沈志毅轻车熟路的 就找到了他们的包厢 不知里面的状况 他抬手在包厢门上 敲了几下 给他开门的是记号川 他嬉笑着打趣道 小嫂子来了 直接进就行 不用敲门 沈志毅 我这不是 怕打扰你们的好事吗 万一 有什么辣眼睛的场面 那得多尴尬 当然 这些话他可不好意思 直接说出来 已经见过他们几次 也算熟了点 沈志毅没有什么拘束感 和不自然 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晚上好 伤时序呢 他近来就没见他的人影 就在他话刚落音 在背后猛然响起 暗哑的声音 我在这 沈志毅被吓了一跳 猛地转身 你是阿飘吗 怎么走路 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一个小时不到 他接连被吓了两次 好在他心脏够健康 不然非被吓个好歹来 伤时序眼神闪烁了下 唇角张了张 胃有点不舒服 刚去了一下洗手间 其实他刚刚 是去自己车里 放东西了 沈志毅不太喜欢 这里面的烟熏味 出声问 现在回去吗 不等伤时序回应 其他三人赶紧催促 傅景称 不能再让他喝了 不然明天胃该不舒服 季浩川 再喝下去 我都担心 他到时候会不会肾虚了 沈志毅 真不愧是医生 句句都离不开他的专业 肖叶明 麻烦嫂子了 沈志毅点头应下 也深深地体会到了 伤时序的这帮好兄弟 彼此之间是真心对待 而不是那些 所谓的酒肉朋友 这次醉酒 伤时序能自己走路 沈志毅 只是在一旁虚浮了下 在看到沈志毅那辆车后 伤时序眉心拧了你 这你的车 嗯 怎么 他一脸郁闷 开我那辆 你的车先放在这里 明天我让江测柱来取 他边说边从裤兜里 掏出自己的车钥匙 递给他 沈志毅皱眉 有些不太情愿 他明天好要上班 想也没想 就一口回绝了 我还是喜欢开自己的车 没听说车子和老婆不外借吗 顿了顿 他又补充了句 我不喜欢随便接人家的老婆 伤时序 嘴巴倒是挺能说的 不过 车子可不是他的老婆 不然他那么多辆车 岂不是有很多个老婆 这可不行 他心眼小得很 只能装下一个了 不过这么小的车子 他还没有坐过 人生第一次体验 左右 也能塞得下他 嘴角勾起 行 依泥 他弯腰准备坐进去时 突然砰的一声 他头还是不小心地 撞到了车门框上 嘶 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沈志义抿嘴憋笑 没想到这家伙 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见他在一旁幸灾乐祸 他美好气地逆了他一眼 别笑了 开好你的车 知道在他面前 不能太得意忘形 沈志义自觉地收住笑意 快速地上了驾驶位上 启动车子 随后 一辆欧拉小可爱 缓缓驶出 隐没在星光璀璨的夜幕下 快到新海局的时候 车尾猛然被撞击了一下 传来喷的一声响破天际 由于惯性 伤持续一头撞在了前排座椅背上 他闷哼一声 酒也醒了大半 沈志义身上有安全带固定着 身子没有倾斜多少 因为惊吓过度 他一颗小心脏快跳出了嗓子眼 今晚过得 比他这24年加起来 都还要惊心动魄 肩膀上 不知何时伸出一只强健有力的手臂 隔着椅背 将他紧紧地搂住 耳边响起 别怕 他声音就像是冬日里的一道暖阳 让人温暖安心 沈志义脸色苍白 他回头对上伤时序 那霜如湖水般清澈 如皓月般皎洁明亮的眸子 惊魂未定地动了下嘴角 你额头受伤了 没事 一点小伤 他轻揉了下他的后脑勺 安慰道 此时此刻 他眸中不再是深沉不见底 或许是因为有他在身旁 也或许是他的声音 安慰到了他 他眨了眨有些泛红的眼眶 我们这是被追尾了 嗯 你在车里待着别动 我下去处理 伤时序温声道 沈志义发软的腿 实在无力站起身 他抿着唇 谢谢 今天真的多亏了 他在他身旁 自从拿到驾照后 他也是第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意外 好好的在自己道上开着 车速又不快 这样都能招来横货 伤时序抬手按下音乐播放键 这才放心地推开车门 一张俊美无双的脸 此刻变得乌云密布 下恶线紧绷着 好像随时能卷起一波狂涛骇浪 而此时在后面追尾的那辆车内 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女人 精致的小脸被吓得辣白 颤抖着扯了下 坐在一旁同样惊吓过度的男人 航 航哥 我们好像撞到人家车了 秦一航被这突如其来的撞击 给震得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停顿了数秒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 我下去看看 还不等他开车门 就见前面那辆车 走下来一位衣着考究身高挺拔 气场强大的男人 秦一航下意识地腿抖了下 开车门的手猛然顿住 他有些不敢下车 男人阴沉着脸 来势汹汹 怎么看都不好惹 就在他迟疑不绝时 伤时续已经走进了他的车 他抬手 在他驾驶位的车窗上敲了下 秦一航胆战心惊地 降低了点车窗 心知自己理亏 一脸讨好的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此时他心里懊悔不已 早知道会发生意外 他就不该在开车的时候 还和他调情 伤时续似笑非笑地凝视着他 语气中听不出喜怒 下来 我们协商一下 该怎么处理 他说这句话时 虽然是面带着笑的 可莫名地 给人一种甚人的感觉 秦一航吞咽了下口水 侧头对女人说 安若 你留在车里 我去处理一下 女人收回 在伤时续身上 打量的视线 乖巧地点头 他打开车门 一只脚刚落地 伤时续就一把他 揪住他的衣领 声音冷如冰 你TMD 找死 还未等秦一航反应过来 紧接着就是 一拳头打在了他的脸颊上 他痛苦地闷哼一声 啊 车内的血案若见状 吓得尖叫了起来 啊 救命啊 打人了 伤时续一个冷眼扫过去 我不打女人 实相地就给我闭嘴 女人被他这副 痴人的表情 给吓到了 赶紧闭上嘴巴 秦一航被他揍了两拳 如今是鼻青脸肿 他衣领被伤时续 死死地攥在手中 他拼尽全身的力气 也没能够挣扎掉 只能用眼愤恨地瞪着 你 你放开我 不就是追个尾吗 老子赔钱就是了 他一副大爷不缺钱的样子 还横得不行 伤时续直接用手 捏住他的下巴 那力道 差点把秦一航的下颌骨捏碎 他疼得直嗷嗷叫 哎呀 伤时续直接把他拽到边上去 深邃的毛子眯起 声音不带半丝温度 既然不会做人 我就好好的教你怎么做人 为了不再被挨打 秦一航认损地连连求饶 大哥 大哥有什么好好说 我愿意赔钱 你说个数 伤时续瞄间他脖梗出的唇印 眸色深沉几分 嘴一脚勾着冷笑 你差点把我老婆给吓坏了 你觉得赔多少钱合适 这么宽的路 大晚上的车辆又少 这样都能追尾 可想而知 他和那女人在车里 到底在干什么 不给他点教训 说不定下次还会再烦 秦一航下的腿一哆嗦 也意识到了 今晚他闯了大祸 不单只要赔偿修理费 搞不好 还要赔偿一大笔精神损失费 他在心里暗暗将许安若骂了一顿 没事在车里勾引他干嘛 教训得差不多了 伤时续松开他的衣领 立声道 至于你说的那些费用 就留着当你的医药费吧 他还真看不上那点钱 得到自由的秦一航 抬手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虽然心里有股怒火 但也不敢直接发出来 忍着脸上的疼痛 背弓曲曲的讨好道 谢谢大哥 我以后一定好好开车 好好做人 妈的 再也不在车里乱来了 今天的教训 可谓让他铭记在心 见他认错态度挺好 伤时续瞥了他一眼 默默地走开 在车里等了一些时间的沈志毅 有些坐不住 就降下车窗 向后瞥了一眼 刚好看见秦一航的背影 他只觉得这个背影有些面熟 好像 秦一航 因为只是一个背影 他也不好确定是不是他 待他想看清楚点的时候 伤时续那副高大的身影 挡在了他面前 他神色如常 坦然自若地开口 别看了 对方很穷 没钱赔 我们还是 自己出修理费吧 沈志毅 他要是没看错的话 那车子型号 好歹也要三四十万吧 会穷吗 他越想越觉得 哪里不对劲 想了想 还是拿起手机 我还是打电话 让交警来处理吧 明明是那人的权责 凭什么维修费他自己出 他在心里断定 那人肯定就是故意装穷 想逃避责任 号码还没拨出去 手机就被伤时续给拿走了 沈志毅下意识地伸手去抢 你拿我手机干什么 还给我 伤时续将他手机举得高高的 任由他养着脑袋 抱住他的手臂 勾起唇角 我们就当做善事好了 人家也不容易 一身都是伤 赶着去医院治疗呢 他说的是一脸淡定 好像刚刚猛地揍人的 不是他似的 受伤了 难怪 他就说嘛 这路上都没有几辆车 还能跟他追尾 沈志毅松开他的手臂 原来是受伤了 急着去医院 伤时续但笑不语 他可不会告诉他 那男人的伤 就是他揍的 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温声道 你去一旁坐 我来开 虽然车子的后备箱 被撞得凹陷了一截 正常启动是没问题 现在都这个点了 也不好再麻烦别人过来拖车 将就着开回去再说 沈志毅眨了下成澈的眼眸 下意识地问 你不是喝酒了吗 醉酒开车可不行 伤时续神色不变 嘴角动了动 这么大的动静 酒就早醒了 再说 依照他的酒量 这点酒算什么 见他思维逻辑 比他都还清晰 沈志毅不再多说什么 主动让出了驾驶位 因为车子空间比较狭窄 伤时续的腰都不敢挺直 一不小心就会撞到车顶 之前他坐后排座位时 是斜靠着车窗的 坐在一旁的沈志毅 侧头望了他一眼 嘴角情不自禁地微微弯起 这个样子的伤时续 带着生活的烟火气息 不再是一副 生人物尽的表情 不知从何时起 他有了这样的改变 回到新海居后 沈志毅找来家里的急救箱 坐下别动 我给你处理一下 你额头上的伤口 伤时续毫不在意地说 不必过一晚上就结疤了 其实也不算严重 就是破了一层皮 他一个大男人 还没那么矫情 但沈志毅不依他 直接将拽坐在沙发上 小嘴巴拉起 要是留了疤怎么办 我可赔不起你这张脸 伤时续见他 依附你别赖上我的模样 好笑地开口 脸就不用你赔了 赔个老婆给我就行 沈志毅脸颊 顿时像煮熟的瞎子 他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手上的力道重了几分 痛得伤时续撕的一声 倒吸了口凉气 他头低了点 稍稍拉近了和他的距离 嘴角扯出一抹细血的笑容 你这是在谋杀亲夫吗 那温热的气息 扑洒在他脸颊上 洋洋地又带着醉人的酒香 沈志毅浑身颤了颤 这男人还真是 狗得狠 就连一旁的肉球 都冲他投了个鄙视的眼神 对上他深邃的眼眸 沈志毅默默地向后拉开点距离 洋装淡定地轻了轻嗓音 纠正一下 你只是我名义上的 不知为何 他这话一落音 莫名地感觉到室内的气压 低了很多 有些让人透不过气 伤时续见刚刚快要抱到怀中的人 不知不觉地 又跟他拉开了距离 他有点想 想咬人 以此来惩罚他的不乖 他心头微动 眸色也跟得深了几分 轻扯了下脖梗上的领带 没烧轻条 低笑了声 夫人这是在怪我 没有尽到夫妻义务 什么 夫妻义务 沈志义在心里默念了点 猛然反应过来 顿时小脸刷的一下 瞬间红成了小番茄 这男人 他都无言以对了 见他目瞪口呆的可爱模样 伤时续眉眼间全是笑意 他就喜欢没事逗逗他 看他害羞 又不知所措的样子 沈志义无语地瞪了他一眼 又羞又闹 谁要你尽这样的义务了 天哪 真是羞死人了 这男人的嘴 可真是什么都敢说 停顿了数秒后 他修长的手臂一挥 将人拉靠在怀里 脸庞贴在他脖梗处 低唇好听的嗓音 在他耳边萦绕 啊 这只打算什么时候 让我尽这个义务 嗯 什么时候要他尽义务 沈志义感觉 此时大脑好像有点不够用 绕不过来弯了 他低头看着怀中的人 沉沉地笑了笑 慢慢想 不急 话落 他抬手 将他洒落在脸颊上的碎发 轻轻地别在耳后 娇嫩的肌肤 被他不经意触碰 瞬间荡起阵阵涟 须于 沈志义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他这又是被套路了 果断地拒绝 不需要 虽然他那张禁欲的脸 很惹人犯罪 好刀爆的身材 很撩人 但是 他是有骨气的 不会随便 被他的八块腹肌 人鱼线 攻狗腰 轻而易举地给迷惑 伤时需轻挑起他的下巴 让他和自己对视 薄唇微微牵起 嗓音带着蛊惑的意味 难道不想 泡一下我这种帅哥吗 对着他这双蛊惑人心的双眸 沈志义大脑完全来不及反应 嘴比大脑诚实 脱口出 泡 泡你 嗯 这辈子只给芝芝你一个人泡 好不好 他目光灼灼虔诚地望着他 他眸色清明 有些不可置信 只给我一个人 对 只给你一个人 所以 芝芝 要吗 男人牟底藏着一抹 不易察觉的战有欲 尾音疗欲勾人 故意步步引诱着他入局 窝在角落里的肉球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默默地为女主人默哀 男主人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啊 女主这只小白兔 哪里是他的对手 被吃掉那些早晚的事 没眼看了 没眼看了 还是去窝里躺平吧 喵喵了两声 他快速地溜了 如今做只猫也不容易了 不但要吃猫粮 还要时不时地被塞狗粮 他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 嗯嗯 反应过来 他又赶紧摇头 不不 沈志义此时此刻十分地郁闷 今晚明明喝醉酒的不是他 怎么感觉他自己也醉了呢 竟说些胡话 他现在 尴尬地都能用脚趾头 扣出三十一听来了 望着他泛红的脸颊 和英红的唇半 伤时序 喉结不禁意间滚动了几下 葱白的手指 一到他唇边轻轻抹撒着 嗓音暗哑 不想吗 沈志义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点头 嗯 确定不想 他尾音拉得很长 两人靠得很近 几乎快要贴在了一起 呼吸相互缠绕 淡淡的酒香围绕在两人鼻息间 沈志义脸颊滚烫 心跳加速 他已经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醉了还是没醉 挣扎了下 想要从他怀中起身 谁知一不小心 扯开了他衬衫的领口 两人同时正住 反应过来后 沈志义尴尬地松开 扯住他衬衫领口的手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没想到 就这么一扯 竟然开了三颗扣子 不得不让他怀疑 衬衫质量的问题 太容易解开了吧 望着他扭泥不安的眸子 伤时序若无其事的 挑眉低笑 嗓音意外的勾人 语调缓慢 吱吱的嘴巴可真不诚实 刚还说不要 这会儿又来占我便宜 沈志义 他被噎得无言以对 感觉这跳进黄河爷 喜不清了 他努力地 想要解释清楚 我 我没有 我就是这么轻轻一扯 谁知道就开了 原本他想问 他衬衫质量 是不是不好啊 可看他那衣服的布料 和做工又不像 虽然他的每件衣服上面 都没有商标 可作为设计师的沈志义 却知道 这些衣服的造价 可都不菲 伤时序看到他因紧张 而无处安放的小手 不禁在心里哑然失笑 这丫头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 单纯可爱 眼底带着宠溺的笑意 低沉的嗓音中 难掩心中的愉悦 嗯 知道了 我相信我们家芝芝 一定不是故意的 沈志义窘迫不已 感觉他再怎么解释 都显得多此一举 抬眸对上 商石序那双黑药石般的毛子 他浓密卷翘的睫毛颤了颤 你 你自己扣好 我 我回房了 商石序饶有兴致地盯着他 嘴角勾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占完便宜 就不负责了吗 沈志义头皮有些发麻 弱弱地低声嘟囔道 反正你也要去洗澡了 还省得 一会儿你再解开 他一副 你何必再多此一举的表情 商石序知道 不能再逗他了 不然一会儿可真要脑了 他收回放在他腰间的手臂 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语速悠悠道 嗯 谢谢芝芝的体贴 为我解了三颗扣子 沈志义 谁要你这种谢谢 都说了 他不是故意的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落荒而逃 刚回到房内 就接到了叶初彤的电话 沈志义 喂 师姐 叶初彤 芝芝 明天我可能去工作室要晚一些 沈志义 没关系的师姐 明天你手里的单我接过来 师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叶初彤 别担心 我没什么事 是你情歌他出了点事 说是和别人的车撞了 沈志义 他人没事吧 这也太巧了吧 他今晚也出了车祸 好在人没什么大事 受了些惊吓 叶初彤 受了点轻伤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正准备去医院呢 沈志义 不严重就好 现在马路杀手可真多 随后又叮嘱他 开车注意一点 两人就结束了通话 看了一眼窗外的月色 他脑海中又想起那个相似的背影 要不是他之前见过秦银行的车子 他今晚不得不怀疑 那就是他 从浴室里出来后 沈志义猛然好像想起什么 找了件外套穿在身上 就出了卧室 他走到主卧门前 抬手敲了下 紧接着就隔着门喊了句 你伤口沾到水了吗 他话音刚在门外响起 眼前的门就被人从里面打开 沈志义抬起的手 还在半空中 没有来得及收回 他呼吸一致 天哪 他为什么 这么 这么的 会挑时间 之前才把人家衬衫扣子 给扯开几个 现又在人家洗澡的时候 来敲门 他脸上露出一个笑哭的表情 你 你才洗好啊 他一个大男人 怎么比他一个女生洗澡 还磨叽 还以为他早洗好了 来检查一下 伤口有没有沾水 好重新再给他处理一下 伤持续健壮 面部改色 滴滴地从喉咙中发出一个单音 嗯 他身上夹带着一层水雾 像是刚刚从浴室里才出来 浴袍袋子 松松垮垮地被他系在腰间 露出大片线条流畅的胸膛 未来得及擦拭头发上 还在滴搭着小水珠 顺着他的额头慢慢滑落 经过棱角分明的脸颊 性感的锁骨和胸膛 最后没入白色的腰带里 他这副模样 真的 让人面红耳赤 很想拿手去碰一下 那是什么感觉 沈志毅只觉得一阵口舌干燥 舔了舔唇瓣 平复了下自己错乱的心律 粉唇微张 我 我就是来看看 你伤口弄到水了没有 伤时序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性感分明的喉结 上下滚动了下 如大提琴般低沉嗓音 缭绕在他耳旁 吱吱是想进来 参观我的卧室 沈志毅正主 为什么这么正常的名字 从他嘴里喊出来 却这么暧昧 灯光下 他那吹弹可破的肌肤 泛着一层粉嫩 如玉般的脸颊 带着点点水滴 宛如出水芙蓉一般 轻力脱俗 无声地发出诱人的邀请 让人忍不住 捧着他的脸蛋咬一口 他单手撑在门边上 微微垂下头 两人挨得很近 温热的气息打在他的面上 语调缓慢 不想吗 要命 这是什么妖念男 好好的一句话 为什么被他说得这么勾人呢 沈志毅眼眸轻眨了下 身子向后退了一步 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拒绝道 不用不用 既然你伤口没沾到水 我就回去睡觉了 这三更半夜的 又是孤男寡女 他往一个男人房里钻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他故意向前逼近一步 凑近他耳边 好看的眉眼 带着很深的笑意 确定看清楚了 他成熟浑厚的嗓音 在寂静的夜里 极为凸显 这好听到 能让耳朵怀孕的声音 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沈志毅严重怀疑自己 已经加入到了声控的队伍里 他眨了下浓密卷翘的睫毛 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伤口吗 伤时序嘴角勾了下 不然呢 芝芝还以为是什么 他眉头上挑 故意将音拉得很长 知道自己会错了意 省之一耳间飞红 他还以为是说他身材呢 真是丢人啊 这射死现场 想了想 还是赶快溜吧 匆匆地丢下一句 我 我回去睡觉了 看着落荒而逃的某人 身后的伤时序 眼底闪过一抹脚霞 深夜时分 一个高大的身影 轻手轻脚地 扭开了最后一间客房的门把 如他所料 这丫头晚上睡得格外香甜 他站在床边 借着微弱的星光 看了眼熟睡的人 怕他一会醒来 他没敢耽误太久 轻轻地掀开 裹在他身上的被子 俯身弯腰 准备将人抱起 感觉到身上突然的凉意 他不满地嘟着嘴 轻哼了句 肉球 别抢我的被子 怕他惊醒 他不得不把被子重新盖在他身上 一同抱起 一日清晨 沈志义悠悠醒来 半眯着心松的朦胧的睡眼 因为是刚刚醒来 还带着几分迷茫 看着陌生的吊灯和天花板 让他有种我在梦里 这一切都是幻想 不是真的 还没等他有所清醒 就感觉自己腰上 好像缠绕着一只手臂 显然不是他自己的 并且后背好像 有堵温热的肉墙 宽厚又有弹力 还有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妈爷 他大脑瞬间开机 所有的睡意都全部一扫而空 就在他想转过身 一看究竟的时候 耳畔传来男人低沉沙哑的声音 别动 再睡一会 这一声 让沈志义才苏醒过来的大脑 瞬间又死机了 他整个身体都僵硬住了 谁能告诉他 为什么伤持续会在他床上 墨地 他才想起 这好像不是他的房间 他吞咽了几次口水 才艰难地张开喉咙 这 这是你的房间 他半迷着双眼嗡了一声 放在他腰间的手臂紧了紧 再睡一会儿 还没到点 他嗓音带得刚醒来时的沙哑和慵懒 然而 被他搂在怀中的沈志义 却不淡定了 他明明是 睡在自己房间的 怎么就跑到他房间里来了 房间的门 他没完可都是反锁了的 见他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伤食绪谋色暗了暗 若无其事地问 你怎么跑到我房间来了 他的声音 打断了沈志义的自我反省 他哭笑着回 我要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相信吗 他现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有梦游症 不然这一切怎么解释 他左想右想 只有这个原因了 不然还能是人家伤食绪 把他给偷抱走的不成 想想没这个可能 记得刚搬来新海居那会儿 他天天把他防得跟贼似的 进去就把卧室的门给反锁 很怕他打他主意似的 伤食绪温热的呼吸 撒在他的脖梗上 嗓音低啊 所以 你这是梦游到了我的床上 沈志义背对着他 脸上露出了笑哭的表情 心虚地应了声 下次不会了 雨碧 他又觉得 哪里好像不对劲 猛地扭过身 胡一道问 你天天不都有反锁门吗 为什么我还能进来 他就奇怪了 伤食绪的这套房子 是四室两厅的格局构造 隔壁还有一间房间呢 为什么他偏偏跑到他房里了 对上他漆黑成车的眼眸 伤食绪眼神闪烁了下 淡定地回他 我昨晚喝了那么多酒 哪里记得这些细节 有没有锁 我也不确定 沈志义 好像也有道理 难道他昨晚真的梦游了 可他记得自己从小到大 好像都没有梦游过 沈志义起身 回了自己的房间 洗漱好出来 路过书房时 就听见伤食绪 好像在和谁通变话 因为门是开着的 他的声音清晰地 从里面传了出来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和谁领证结婚 都不管你的事 请方女士摆正好自己的身份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与毕 他就直接掐断了电话 不给对方再开口的机会 沈志义恰巧扭头 就对上了他忧深的眸子 他人愣了一下 随后 张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 伤食绪面上并无过多的表情 只是淡淡地摁了一声 就抬不向客厅走去 沈志义见他一副 根本不在意的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刚刚确实不是故意的 只是好奇 什么是让他这么烦躁 大怒 两人一前一后 在餐桌前坐下 静静地吃着自己的那份早餐 两久 耳畔传来他低沉的嗓音 你的车 我让姜特柱送去维修了 一会我送你上班 沈志义抬眸 会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两人上班又不顺路 他不好意思麻烦他 伤食绪一扫之前阴郁的心情 嘴角半勾 再忙 送老婆 上班的时间还是有的 沈志义被他口中的老婆两个字 给弄得羞红了脸 碍于有第三个人在 他不好反驳什么 只好用眼瞪他 两人的小互动都如数 落在了一旁刘妈眼中 他心中暗息 早上来的时候 他可是看见 沈志义是从少爷房里出来的 看来这两小夫妻的感情 比老爷子想象中发展得要快 嘿嘿 看来过不久 他就有小小少爷带了 沈志义今天到工作室的时间 要比往常早一些 上午十点的时候 MY工作室会客厅 韩先生 沈志义惊讶出生 他没想到 师姐口中的重要的客户 竟然是他 韩绍青白净的五官上 带着温润的笑容 沈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相对于沈志义的惊讶 而他则要平静的很多 好像在这里见到他 一点也不意外 寒暄了几句后 沈志义就直接进入了今天的主题 将叶初同交代好的几张设计稿 拿了出来 韩先生 你先看一下 有没有需要再修改的 关于选料和细节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沟通 他接过来 认真地看了起来片刻后 他抬眸浅笑道 非常满意 让你们费心了 虽然一开始 他是冲着人来的 却没想到 他们工作室的实力这么强 韩绍青不免对沈志义的好感度 又提高了一个台阶 对于其他细节的问题 两人又商讨了一两个小时 才确定下来 韩绍青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开口道 正好到了饭点 沈小姐不介意 我请你吃个饭吧 沈志义 你都这么说了 我要说介意行吗 他浅笑 韩先生客气了 来者是客 应该我请你才对 韩绍青笑了笑 温声细语道 行 这次就听沈小姐的 下次我再请 他笑容温柔 说话时也温和有礼 给人一种平逆近人的感觉 沈志义一正 这怎么还把下次的也约了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那句想拒绝的话 在喉咙里来回转了几个圈 他硬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他笑了笑 韩先生 你太客气了 莫然 又想起前几天 收到的那束 没有任何流言的玫瑰花 沈志义打算 一会吃饭的时候 顺便问一下 毕竟他现在可是已婚妇女 随便收别人的花不合适 二十分钟后 云烟阁 二楼 这里是半开放性小隔间 沈志义见他轻车熟路 忍不住好奇地问 经常来这里 他来过这里吃了好几次饭 他都不知道 原来二楼以上 每层的装修风格是不一样的 以具有水墨化特色的屏风和竹帘 围成四周 隔间与隔间之间 又有植物景观做装饰 相对于完全封闭的包厢来说 他更喜欢这里 韩绍青绅士地帮他拉开座椅 这才不紧不慢地回他 这家餐厅有两个老板 不巧 其中一个和我是好友 沈志义了然 原来他和这里的老板是朋友 看来是经常光顾了 落座后 韩绍青将适应生递过来的菜谱 推到了他面前 看看喜欢吃些什么 沈志义愣了下 随后笑着开口 我请客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 他温和的浅笑 在我这里 女士有优先权 听他这么说 沈志义也不好再推脱 他翻开菜谱 来来回回看了两遍 也不知道要点些什么 因为他对吃真的没研究 不像闺蜜慕妮 那个吃货 西周大大小小能叫得出来名字的餐厅 他几乎都吃了个遍 自然熟记于新美家店的特色 抬头看向坐在他对面的男人 尴尬地笑了笑 那个 还是你来点吧 我对这里的招牌猜不熟 韩绍青笑了笑 喜欢吃鱼吗 他们这里的鱼 做得很不错 文言 沈志义眸色顿时一亮 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吃鱼了 莫名的他还有点嘴馋 他答 可以 红烧鱼 水煮鱼 酸菜鱼都行 他眼底的喜色 没有逃过韩绍青的眼睛 他转头 对适应声开口道 来个红烧鱼和酸汤鱼片 另外加两个精品招牌菜 好的 两位请稍等 适应声礼貌地印下 沈志义瞥了一眼 隔间外幕架上的花 想到了 还有一件正式没问 他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 问 你前两天 是不是让人给我们工作室送过花 韩绍青捏住茶杯的手 陡然顿了下 停顿了数秒后 他面不改色地笑着回 沈小姐是怎么猜出来的 他这是间接性地承认了 那花是他送的 沈志义诞生道 谢谢你的花 但下次别送了 会让人误会的 知道是他送的后 他语气明显疏离了很多 就是一束花而已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他不以为然 沈志义郑重有声地回 我是有老公的人 怎能随便收别的男人送的花 有老公的人 他结婚了 韩绍青如同被人兜头 倒了一盆凉水 从头凉到脚 他没想到 他竟然已经结婚了 回过神来 韩绍青难掩眼底的失落 白金的脸上带着一丝谦意 不好意思 给你造成了困扰 他淡淡地回 还好 下次别再送了就行 韩绍青有些窘迫 抱歉 是我唐突了 他只打听到他没男朋友 不曾想人家有老公了 说开后 沈志义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总算是落下了 他可没有脚踏两只船的癖好 更不会顶着已婚妇女的身份 和别的男人搞暧昧 韩绍青是个见谈的人 他丝毫没有被之前的话题给影响到 用餐间 他依然幽默风趣地侃侃而谈 用完餐后 两人出了二楼 隔间 在经过一段长廊时 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的韩绍青 猛然出声 等我一下 我去和朋友打个招呼 沈志义点头 你有事就去忙吧 我自己打车 回去就行 韩绍青坚持 你人是我带出来的 当然要负责 把你送回去 我就是打个招呼 很快的 就在两人说话间 不远处传来一道细血的笑声 绍青 你什么时候交了女朋友 闻声 两人同时抬头望去沈志义 陡然撞进伤时序 那双颇有深意又深邃的眼神里 男人一身深色西装 俊美如丝 在几个人当中 是最显眼的那个 韩绍青看向来人 他干净清俊的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叶明哥 你误会了 他是我朋友 一旁的沈志义 莫名的有种被抓奸的心虚感 他抿了抿下唇半 错开伤时序的视线 垂在身旁两侧的手 竟不知何时出了些汗 刚刚说话调侃他的肖叶明 待看清他身旁女生五官时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硬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和韩绍青一起的漂亮女生 竟然是沈志义 他下意识地瞟了眼身旁的好兄弟 见他面上看上去 还算是风平浪静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接着就听见他清朗的嗓音响起 这妖巧原来是小嫂子 沈志义此时有点想骂爹 这个时候 把他点名出来干嘛 他还想悄悄地溜了呢 见躲不过去 干脆大大方方地 和大家打个照面 精致的小脸上 带着浅浅的笑容 你们今天是在这里聚餐吗 根据这段时间的接触 沈志义发现 这几兄弟隔三差五的 都要在这里聚一聚 萧夜明率先开口 也不算是 只是碰巧遇见 原本是傅景琛和伤识序两人 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谈 中午约在了一起 没想到他刚好 也在云烟阁 索性三人就聚了一餐 一旁的韩绍青 见沈志义和三人不但认识 而且看起来 关系似乎还不简单 因为萧夜明喊他的那声小嫂子 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 此时他内心有不少的震撼 他视线落到 沈志义和傅景琛两人身上 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番 他在推测这两人中 是不是有一位是沈志义的老公 因着萧夜明和姐姐的关系 他可是知晓 沈志义和傅景琛两人身份的 沈志义实在是顶不住 沈志义那双深沉的毛子 顿了顿 扬声道 韩先生 你和你朋友慢慢聊 有什么事 我们电话里沟通 我先走了 宇碧 又对着另外三人说道 萧绍 副总 我工作还没忙完 就先回去了 并排站了三个人 唯独露了某人 沈志义 当他是透明的 还是他见不得人 在小白脸面前 不想认他 很好 看来 他是一点也没记住自己的身份 道别后 沈志义出了云烟阁 刚准备在路边来辆出租车 就见一辆黑色的卡燕 稳稳地停在了他身旁 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沈志义 那张完美如雕刻般的脸 紧接着 就听见他低沉的嗓音传出 上车 沈志义顿了下 最后还是温吞地上了车 啪的一声关上车门 就听见 他对前面的司机吩咐了句 今天你可以下班了 我自己开回去 可以提前下班 司机自然是乐意地 没敢多逗留一秒钟 立即下了车 伤时序打开车门 自己坐在了驾驶位上 扭头看向后排座位 薄唇轻起 坐到前面来 我没有给人当司机的习惯 沈志义 他不得不重新打开车门 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在狭小的车厢内 他明显地感觉到 来自他身上低气压 快到工作室时 他猛然将车子 转入了一个偏僻的巷子内 停靠下来 沈志义眨了下疑惑的眼眸 出声问 怎么停在这里来了 刚刚看他拐进来时 他还以为他是要抄小路走 伤时序面上 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诞生到 处理点事 沈志义一正 有什么事 需要在这里处理 他怎么感觉 他这话有哪里不对劲呢 他伸出骨节分明 葱白手指 扯了几下脖梗处的领带 侧过脸 冷声问 不愿意让他知道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冷不丁地被他这么问 沈志义一脸猛 疑惑又茫然地开口问 他指的是谁啊 话落他猛地反应过来 该不会说的是 就在他准备解释一下 今天和韩绍青一起吃饭的事 还没来得及张口 男人温软的唇绊 就贴了上来 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沈志义 来不及做出反应 他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强势霸道 肆意地掠夺 像是带着某种怒气 故意在惩罚他 沈志义承受不住地 向后躲闪了下 双手抵在他胸膛前 试图拉开点距离 结果他整个身子都压了过来 直接将人抵在了车窗上 嗯 放 见他挣扎得厉害 伤时序直接将人捞抱起 跨坐在自己腿上 暗哑撩人的嗓音 滴滴地从他喉咙管内发出 乖一点 他稳得缠绵 稳得激烈 压根不给他退缩的余地 滚烫的大掌 在他腰间游走 在背后一路向上 轻轻地探入 好在这个巷子偏僻 此时没有什么人经过 沈志义全身犹如触电般 忍不住激起一阵阵战力 他下意识地双手抱住他的脖梗 整个身体都瘫软在他怀里 从唇齿间一出嘀嘀的阴鸣声 他的这一反应 差点将伤时序引以为傲的自控力 给击垮 忍不住 仅存的一点理智 他及时杀住车 移开自己的唇绊 垂眸看着软瘫在他怀里的人 心底顿时生起一片柔软 在这一刻 什么怒气全都烟消云散 抬手温柔地擦拭了下 他嘴角被自己弄花的口红 暗哑着嗓子开口 对不起 失控了 沈志义此时犹如一只干涸的鱼 急需水分和空气 因为缺氧的原因 他脸颊潮红 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软声控诉着对他的不满 你 你这可是在外面 天哪 真是羞死人了 好在这个巷子比较偏僻 没什么人经过 他没想到 中午就出来吃个饭 碰到这个恶魔 被他给揉捏了一顿 还是在车里 他胆子怎么这么大 就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吗 伤时序知道 今天把他给轻狠了 认错态度极好 他完美的嘴型轻轻勾起 老婆教训的是 下次 我忍着点 等到回家再轻 他说的是一本正经 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沈志义 他是这个意思 这男人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狗啊 拍开他搭在自己腰间的手臂 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想得倒是挺美的 被他拍了一巴掌 伤时序也不生气 他挑眉轻笑了声 老婆 你这属于家暴行为 知道吗 沈志义被他这语不惊人的话 给震得目瞪口呆 老婆 家暴 他一个大男人 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的 他就是拍了一巴掌 这也算是家暴 就两人这体格差距 说出去谁相信啊 沈志义美好气地瞪着他 就你这身高 这体格 我能家暴得了你吗 他嗓音异常地娇柔 话一出口 连他自己都被惊呆住了 为什么声音会变成这样 明明是质问的口气 可说出来 就变成了撒娇的语气 沈志义羞红着一张脸 将头埋得低 有点无脸贱人 伤时序被他可爱娇羞的模样 给逗笑了 慈性浑厚的嗓音 带着一丝愉悦 当然能 只要你愿意 我躺着 任让你处置 最后一句话 他故意脱长音 莫名地让人想如飞飞 沈志义 这就是一只撩人精 同时 还是一只醋精 想了想 还是觉得 有必要解释一下 今天吃饭的事 他只起身 看着他说 韩绍青现在是我们工作室的客户 谈完工作上的事情 我们就随便出来吃了餐饭 他这是在向他解释 伤时序谋底一片喜色 不错 知道在意他的感受了 另一边 云烟阁一楼 茶一厅 萧叶明慢条思理的 将刚刚煮好的茶 递给对面的男人 试试看 我在里面加了点薄荷 韩绍青笑着接过 抿了一口后 点了点头 还行 茶香中带点清凉 他抿了几口 就将茶杯放在了桌子上 眼神复杂地看向对面 这个曾经差点成为他姐夫的男人 他知道 不会是单纯地 来找他喝茶叙旧的 果然如他所料 不多时 耳边传来萧叶明清朗的嗓音 不管你对他有什么想法 从今天开始打住 他不是你能招惹起的人 男人看男人是最准的 他懂得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有意思 那眼神是什么样的 而他口中的他 韩绍青自然知道 指的是谁 他神色认真 语气中带着一丝探究 和他结婚的那个男人 是伤总吗 萧叶明勾唇 语气中带着一抹赞赏 还不算是太本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韩绍青彻底地卸下了心 商时序明面上的身份 他都无法比拟 更何况 他还有另外一个 更加强悍的身份 那就是 商业帝国 森盛集团董事长 兼西州首富商森瑶的儿子 虽然商时序 从来都不屑用这个身份 可他是首富的儿子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韩绍青不傻 自然明白萧叶明 找他来谈话的用意 他郑重其事地应承道 多谢叶明哥的提醒 我以后见到沈小姐 会注意好分寸的 萧叶明很满意他的时趣 依照自己对好兄弟的了解 不然 整个韩氏 都要沦为他的陪葬品 沉默了片刻后 韩绍青轻敏了一口茶 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姐姐上个月订婚了 其实比起现任姐夫 他更喜欢 眼前这个前任姐夫 他实在猜测不透 姐姐为什么放着 这么好的男人不要 选择了逃婚 文言 萧叶明内心 划过一抹苦涩 他当然知道 他订婚了 在得到消息的那一刻 他还因为走神 把人家女孩子车头给撞了 好在没酿成大祸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和惊吓 他牵起嘴角 略带自嘲地说 我这个前任 是不是该祝福他一声 毕竟是爱了十年的女孩 说不心痛 那是假的 韩绍青知道 他对姐姐用情之深 虽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有些残忍 但他也不想 看到他就这么孤单下去 停留在上一段感情中 走不出来 虽然对姐姐的做法很不认同 但他知道 感情是勉强不来的 韩绍青离开后 萧叶明独自在茶艺厅做了许久 直到一通电话 打断了他远飘的思绪 见是家里打来的 他快速地接起位 萧叶明 别着急 我这就回去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 他急匆匆地拿起车钥匙 离开了云烟阁 半个小时后 西州最大的宠物医院 他风尘仆仆赶来 但丝毫不影响他俊美的容颜 从他踏入医院大门起 就不知道招来多少女生 痴迷的目光 他若无其事地绕过他们 直接上了二楼的救治室 家里的保姆 看见萧叶明的那一刻 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二少爷 他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 焦急地询问 艾力克怎么样了 艾力克是一只三岁大的阿拉斯加 宠物狗 保姆心惊胆战地回他 医生正在里面给他做手术 他平时在萧叶明的公寓里 除了打扫卫生 就是负责照顾艾力克 中午吃完饭后 他就按照惯例 带狗狗去楼下的小区公园散步 没想到一个不留神 被迎面横冲过来的电瓶车 给撞了 可把他给吓坏了 这艾力克 可是二少爷的新头宝 见他全身有些颤抖 萧叶明原本想要说出口的话 又被他给咽了回去 与其稍稍温和了先 你先回去吧 我守在这里就行了 保姆见他没有生气 心里紧绷的那根琴弦 这才稍稍松了下来 赶紧应下 好 好的二少爷 要是需要我 你就打个电话 萧叶明淡淡地应了声 过了十几分钟后 救治室的门缓缓打开 身穿白大褂 脸上戴着口罩的慕妮 在看到萧叶明的那一瞬间 呆愣了下 他怎么在这 泽泽 几天不见 好像又变帅了 因为戴着口罩 萧叶明并没有认出来他 见他赤裸裸 不加掩饰地盯着自己 他很是不愿 冷着脸 请问医生 我家狗子怎么样了 慕妮挑了下眉 阳唇一字一句地回他 左前腿有轻微的骨折 伤口缝了十五针 话落后 他妩媚地冲他笑了笑 还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 请这位先生 移步到我办公室来吧 他身材妖娆 虽然是宽松的工作服 但穿在他身上 却别有一番风情 萧叶明一双单缝眼 狭长深邃 让人看不出他的真实情绪 清朗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笑意 行 反请医生带个路 其实在他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听出来了 之所以装作没认出来 就是想看看 这小妮子 想搞什么花样 慕妮淡定地走在前面 将他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指着一旁的椅子 示意他坐在那 接着问了句 喝咖啡还是茶 萧叶明随意打量了一下他的办公室 抬眸对上他妩媚漂亮的桃花眼 嘴角半勾起 白开水就行 慕妮抬起修长嫩白的手指 挑开脸颊上的口罩 扬起一抹妩媚的笑容 和他对视 萧二少 喝得这么索 萧叶明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不装了 他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 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交错叠加着 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敲打着 慕妮在饮水机旁 接了杯温水给他 自己也坐了下来 中间隔了一张桌子 两人面对面地望着 他没有被揭穿后的尴尬感 淡定从容地地笑了声 性感娇艳的红唇 一张一合 这不是想试试萧二少 你记忆力好不好吗 他五官精致 笑容妩媚 身材性感撩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美人 硬是被他打击到 怀疑人生的地步 想想慕妮就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 刚刚才故意不摘口罩 装作不认识他 萧叶明哪里看不出来 他这是因为之前连连被拒的事 记恨上了自己 他潇洒英俊的脸上 带着微不可查的笑意 所以 慕小姐对比人的记忆力 还满意吗 慕妮眸色微顿 没想到帅哥今天不按套路出牌了 眼里的笑意不打满 轻轻吐出两个字 还行 他现在已经想开了 拿不下 就放弃 不动手 也不动心 就动动眼 无事实 宝宝眼福 天底下 又不是只有 他一个大帅哥 还省得 为了啃他 这块硬冰块 把自己牙齿给磕掉 萧叶明一双深眸 高深莫测 让人偷窥不到一丝 他内心的想法 他半眯起眸子 匹帅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烟红的唇瓣 抿成一条直线 继而又张口 扮声道 穆小姐有什么交代的 现在可以告知吗 慕妮垂眸 从桌面上的一角 抽出一张A4纸 低头刷刷写下了几行字 递给他 该注意的事项 我都已经写在了上面 毕竟萧二少可是贵人多妄事 省得回去不记得了 他声音娇软 但说出来的话 却句句都带词 活脱脱地一朵 带词的娇艳玫瑰 妩媚撩人 但也扎人 萧叶明不置可否地倾笑了声 多谢穆小姐的体贴 他拿在手里 大致地扫了一眼 将里面的内容记了得大概 都说字如其人 可慕妮的字 却和他本人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风格 他字迹捐绣工整 颇有大家闺秀小凯峰 这倒是让萧叶明有些意外 该交代的也交代了 慕妮没有跟他闲聊太久 就放人走了 毕竟现在是工作时间 可不适合炮帅哥 更何况 还是一个他死活都炮不到的男人 看着就让他糟心 另一边 沈志义从车里下来后 轻拍了下滚烫的脸颊 轻碰了下红肿的唇瓣 嘶的一声 倒吸了口凉气 在心里将某人给臭骂了一顿 又轻又咬 这男人是属狗的吗 想了想 他决定一会回办公室 找个口罩戴一戴 在工作室门口 他碰到休了半天嫁回来的叶初彤 他笑着开口 失检 叶初彤见他是从大街方向走过来的 疑惑地问 出去了 沈志义耳间有一瞬间的潮红 眸色闪烁了一下 温吞地回他 嗯 请韩先生吃了顿饭 说话的时候 他还故意用手遮了下嘴唇 很怕被师姐看出来什么异样 叶初彤并没有发现他的小动作 笑着说 是该请他吃顿饭 他可是 给了我们工作室一张大单 两人边走边聊 沈志义呼地想起 对了 秦哥的伤势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脸有点肿 医生已经给他 开了消肿止痛的药 虽然他伤得有些奇怪 但叶初彤也没多想 随后又补充了句 就是可惜了 他刚买的那辆新车 新车 沈志义猛然顿住脚步 侧头问 他买新车了 叶初彤点头 嗯 他说 原来那辆空间太小了 就换了辆大的 他和秦一行 都不是西州本地人 逢年过节回家 难免要带一些东西回去 后备箱小了 两个行李箱就塞满了 还是大空间用着方便 所以他说要换车 他就赞同了 叶初彤疑惑 师妹为什么反应这么大 不等他想明白 紧接着就听沈志义问 师姐 你有没有发现秦哥 这段时间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叶初彤不明白他的用意 但还是认真地想了想 片刻后 他肯定地摇了摇头 没有 不过这次两人 倒是谈了一下 明年结婚的一些事项 秦一行提出 想买婚房 首付他来付 月宫他负责 他没有拒绝 但也没有松口 只是说 现在手头上的钱还不够 要等一等 其实他手里的钱够付首付的 只是他有些犹豫 毕竟这笔钱 也是他辛辛苦苦 攒了这么多年才存下的 突然间要全部拿出来 他感觉 心里有些不踏实 沈志义怕师姐多想 顿了顿 笑着解释 这不是听妮妮说 过了恋爱甜蜜期 男生就那没那么殷勤了 就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果然 说谎真不是每个人都擅长的 他感觉手心都在冒汗 叶初彤只当他是小女生好奇 秀丽的脸庞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温生说 也不全是 这取决于男生 够不够爱你 如果是深爱 怎么会随意地忽略你 话落 他莫名地想到了傅景琛 心间猛然涌现出一种悲凉的情绪 但这种情绪 没有停留太久 只是一转即逝 沈志义一副受教的模样 点头道 嗯嗯 师姐说的有道理 说话间 两人走进了各自的办公室 投入到工作中后 沈志义一直忙到下午六点 傍晚时分 夕阳渐渐地破进地平面 将天边的云朵 渲染得一片通红 沈志义和几人刚出工作室的大门 就看见路边那辆熟悉的黑色兵力 他目光微顿了下 和师姐他们打了个招呼后 就静止地向车边走去 人还未走到车旁 将特助就从车里走了出来 他恭敬礼貌地开口道 夫人 总裁让我来接你下班 他边说边打开后排座位的车门 沈志义礼貌地向他焊手 听这话 伤时续没来 骑士地随口问了句 他在加班吗 将特助露出标准的笑容 回他 总裁已经下班回家了 回家了 沈志义倒是很意外 工作狂竟然不加班了 对 总裁说他有事要早点回去 将特助温和地回应着 他一想起临下班时 伤时续那句 今天不加班了 回家给老婆做饭 他就觉得扎心 天天有事没事 都要在他面前秀老婆 他真是被气得饱饱的 这都是命啊 他为什么就碰不到 像总裁夫人这么好的女孩 自从为了能尽快脱单 将特助每个周末 都要被安排好几档相近 可见到的那些女孩 一个比一个奇葩 一个体重200斤的女人 竟嫌弃 她这个130斤的人胖 还有一个 那女的长得眯眯眼 遭鼻头 还嫌她长得不够帅 还有还有 那女人目测最多 只有一米六 竟反过来嫌弃 她这个一米八的人爱 说什么 不能组成罪萌身高差 这一幕幕 将特助简直不堪回首 就没有几个是正常的 更不要谈漂不漂亮 温不温柔了 沈志毅回到新海居 刚走到玄关处 就闻到一股饭香味 她视线穿过客厅 描向厨房 男人心肠优雅的背影 倒映在了她的眼帘中 白色衬衫的袖子 被她卷上去了一截 露出白皙健壮的手臂 她动作娴熟 慢条丝里地 在翻动着锅中的食物 沈志毅不动声色地 斜靠在厨房门边 慢慢地欣赏着 感觉到背后 有道炽热的目光盯着自己 伤时序不回头 也能猜出是谁 她雌性浑厚的嗓音 猛然从厨房里传出 再这么盯着 你老公看 我可不敢保证 今晚还能不能有饭吃了 沈志毅冲她的背影 吐了吐舌头 小嘴咕弄着 不看就不看 不过她很开心 因为今天能吃到她做的饭了 不过总有一些男人 大男子主义地认为 做饭的事 那是女人干的 所以 如果有一个男人为了你 愿意戴上围裙走进厨房 就好好珍惜吧 一日 周末 因为今天不用上班 沈志毅就睡了得自然醒 洗漱完出来后 竟意外地 看到了伤时序的身影 她穿着一身家居服 鼻梁上架着银丝眼镜 此时正双腿交叉叠放 端坐在沙发上 在处理工作 全身上下 都冒着斯文金贵的气息 沈志毅莫名地想到了那句 斯文败类 感受到投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伤时序掀起眼皮 朝她望了眼 薄唇勾起 再看我也不管薄 早餐一会该凉了 沈志毅回过神来 耳间带着一丝红韵 愣了数秒后 这才想起正事 她惊讶地问 你今天不去公司了 她记得她周末经常去加班的 今天倒是稀奇了 竟然没出门 伤时序视线 再次从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一开 聊起眼皮看着她 嗓音浑厚 今天周末 沈志毅 谁不知道今天是周末 好似能读懂她内心想法似的 随后 就听见她补了句 要在家里陪老婆 沈志毅冷不丁地听到她这句话后 将刚刚喝下去的牛奶 全部喷了出来 嗨嗨 还把自己呛得小脸通红 这男人真是 骚话张口就来 就在她低着头 给自己顺气的时候 面前突然递过来两张纸巾 她雌性浑厚的嗓音 在她头顶上方响起 有这么激动 沈志毅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她哪里是激动啊 明明是惊吓还差不多 她说的那个陪 她可不敢苟同 顺过气来后 她看着她说 我不用你陪 又不是三岁小孩了 你去忙你的吧 伤时序抬手 给她整理了下脸颊两旁的碎法 轻声道 既然不愿意在家里待着 不如我们出去约个会 什么 约会 沈志毅今天真是被她语不惊人的话 给弄得差点要发疯 一会说要在家陪她 一会又找她约会 她忍不住诧异的出声 你今天是受什么刺激了 不然 她实在想不通 她今天为什么这么反常 伤时序眉头上挑 嘴角勾着一抹醉人的笑意 宝贝 不如我们就从谈恋爱开始 What 沈志毅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不可置信地眨了眨眼眸 她竟然要跟她谈恋爱 正都领了 才去谈恋爱 这是什么什么操作 见她一副目瞪口呆的可爱模样 她忍不住轻捏了下她柔软的脸颊 语气中带着难以掩藏的愉悦感 完美的唇形勾起 吃完早餐 已会带你出去约会 沈志毅回过神来 眼底带得一丝茫然 我们这样 到底算什么 是情侣 还是夫妻 或者是合租伙伴兼顾恋爱体验 文言 伤时序眉头紧皱 这傻丫头 她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 看来是她表达得还不够清晰 给了她错误的判断 她拉开餐椅 直接在她身旁坐下 一字一句 落地有声 正都领了 你说我们 是什么关系 沈志毅紧敏纯半 默了默开口 那不是为了应付家里长辈 才领的证吗 她不确定 她到底是不是真心 还是只是她的一时兴起 所以 她不敢轻易地去尝试 害怕像妈妈那样被伤害 可她又情不自禁地在接受她 沈志毅 现在真的是矛盾极了 不敢轻易地给她回应 伤时序真的要被她给气死了 抬手轻敲了下她的额头 语气中带着几分宠溺 小笨蛋 怎么就这么糊涂呢 她要是不准备和她共度一生 何必浪费这么多时间 跟她谈情说爱 她又不是那种烂情的男人 不用管什么真心 能上就上 能做就做 能谈就谈 一句话就是 走肾不走心 沈志毅撇了下嘴角 低声咕咚道 你才小笨蛋 她才不笨呢 她只是太清醒了而已 伤时序瞧见她气鼓鼓的脸颊 低笑了声 好 我们吱吱一点也不笨 是个小机灵鬼 沈志毅被她弄得一点脾气也没了 垂眸 专心吃早餐 故意不理她 男人完美的嘴型 抿成了一条直线 气间瞟了她几眼后 嘴角半勾起 要不 我们从恋爱开始 两人没有谈过恋爱 就直接领了证 她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所以她想弥补 沈志毅目光沉沉地 在她脸上停留了数秒后 你认真的 伤时序神色认真 郑重地点头 当然是真的 沈志毅喝完最后一口牛奶 嘴角扬起一抹好看的糊涂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说 既然这样 那就等伤总追到我再说吧 伤时序 她气得牙痒痒的 竟然被这丫头给摆了一刀 她眉头上挑 嘴角勾着一抹肆意的笑容 行 宝贝说 怎样就怎样 沈志毅被她这明媚的笑容 给谎花了眼 总觉得她笑得有些不怀好意 她刚想站起身回房间 手腕就被她给拉住了 她扭头 狐疑地看着她 伤总还有事 男人舌尖顶了顶上额 向她靠近了两步 漫不经心地问 芝芝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他们面对面挨着 沈志毅能清晰地 看到她脸上细小的绒毛 还能闻到她身上那股 若有若无的松香味 沈志毅下意识地 吞咽了下口水 这男人还真是分分钟钟地 都能勾人 她眸色闪烁了下 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步 洋装淡定地问 什么事 沈志毅嘴角勾着 似有似无的笑意 没有答她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脚下的步子渐渐逼近 两人 你退一步 她就进一步 好像两个骑者在搏异 沈志毅头皮有些发麻 不停地向后退 直到将人逼靠在了墙壁上 再也无退路 沈志毅单手撑在墙壁上 伸出骨节分明的手指 轻挑起她的下巴 嗓音撩人 想追吱吱 给 妈 她故意拉长着尾音 沈志毅 要命 这声音 好缩 她没想到一个男人 嗓音竟然也能这般勾人 她瞥见她泛红的耳尖 眸色暗了暗 故意将下巴贴在她脖梗处 声线滴滴沉沉 回答我 温热的气息 在她脸颊环绕 痒痒的 沈志毅紧抿着下唇半 保持着这个姿势 很是煎熬 这狗男人 她就是故意的 见她还在强忍着 不肯松口 男人嘴角露出一抹脚侠的笑容 温热的大掌 轻轻滑到她水润的唇半上 妈撒了下 低头缓缓贴近 就在她快要触碰到的时候 沈志毅猛地 将双手抵在她胸膛上 喘着轻微的呼吸 语气很是无奈 给 给你追 还不行吗 她没想到 这男人还有如此恶劣的一面 原本还想着 借此好好地制止她的霸道 没想到 她竟然威逼她 竟然连十分钟都没撑到 就答应了 伤识序见目的达到 眼底笑意很深 抬手给她理了下耳边的碎发 嗓音上调 嗯 女朋友 我们一会去哪约会 沈志毅咬了咬后牙槽 瞪了她一眼 这些不是男朋友决定的事情吗 她又没谈过恋爱 哪里知道怎么约会 伤识序摸了摸鼻尖 有些窘迫 她也是第一次 怎么会知道 如何跟女生约会 顿了顿 她牵起她的手 你们女孩子 不都喜欢逛街吗 我陪你 沈志毅 跟她去逛街 她不敢想象 上次陪她一起 参加宴会 都不知招来多少女生的冷刀子眼 跟她一块出去 简直就是 给自己拉仇恨的 见她一脸的抗拒 伤识序浓密的剑眉 轻挫了下 温声问 不喜欢 沈志毅抬眸 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数秒后 心中立刻有了主意 没眼弯了弯 就去逛街吧 伤识序在心里暗笑 果然还是小女生习性 上一秒还不乐意 下一秒又迫不及待 她嘴角挂着笑 忍不住提醒道 你不用换衣服了 闻言 沈志毅才想起 自己身上穿的是家居服 表情有些囧 匆匆丢下这句 你等我一下 人就一溜烟地返回了卧室 大概是因为心里 有些小激动 沈志毅站在衣柜前 竟不知该选哪件 粉色甜美 紫色大气 白色仙女 黑色神秘性感 她有些郁闷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注重起穿衣打扮来了 不就是和她出去逛个街吗 为什么这么在意 自己穿得够不够漂亮呢 犹豫了下 她还是掏出手机 给闺蜜发了条请教的短信 芝芝 出去逛街 是该穿休闲一点 还是正式一点 信息刚发过去 几乎是秒回 小妮子 你个没良心的 要逛街也不找我 JPG心碎沈志毅 你搬不上了 难不成又要撬搬 她都不记得闺蜜 这个月撬了几次搬了 真担心她哪天被老板炒鱿鱼了 小妮子 这不再上着吗 偶尔任性一下 生活才有滋有味 你一个人逛街多没意思 芝芝 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伤时序 小妮子 挖去 不错不错 都知道拐你帅老公去约会了 沈志毅看到她这条短信 嘴角情不自禁地抽了抽 不被她拐就不错了 那男人就是大尾巴郎 狡诈腹黑得很 亏得她之前 还觉得她很绅士风度 呸呸呸 全都是骗人的 小妮子 跟你家帅老公出去约会 当然是把你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啊 小妮子 既要显身材 又能露大长腿的 嘿嘿 最好还能若隐若现地露出凶气的那种 沈志毅一脸黑线 这出的都什么馊主意 要真穿成那样 她敢保证 今天就不用出这个门了 上一次挑了件露背的礼服 伤时序都嫌弃地 要用纱布给她遮挡起来 芝芝 不打扰你上班了 我已经选好了 小妮子 呜呜 我这个苦逼的打工人 又要给狗子捋毛去了 慕妮是一名宠物医生 她每天接触最多的 就是那些小猫小狗 小妮子 对了 记得在驳梗处喷点香水 那样就更完美了 沈志毅敷衍地回她 知道了三个字 就将手机放到一边去了 香水就免了 没迷倒她 她怕把自己给熏晕了 她就不该询问这小妮子 甩了甩混乱的思绪 选了条米黄色的一字旗肩裙 换上 又简单地化了的淡妆 乌黑的披肩中长发 随意地搭在肩头 刚好可以掩盖一下 裸露在外的肩膀 打扮妥当后 沈志毅出了卧室 伤时序目光停留在她肩膀处 停顿了几秒后 抬手将她裙口向上扯了下 这才道 走吧 沈志毅错愕地看着她 随后乖巧地点头 嗯 她刚刚是嫌她的裙子露得多了 可她就只露了脖梗 和一点点肩头 两人上了黑色卡宴 车子缓缓从新海驱驶出 二十分钟后 两人出现了西州的购物广场 帅哥美女的组合 走到哪里 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招来男人的羡慕目光 招来女人的极度眼神 感受到那些女生投来的冷刀子眼 沈志毅一脸无语 她就知道会是这样 好在她早有准备 好像变戏法似的 她手掌心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只口罩 被她牵着的那只手 故意用手指在她掌心挠了下 伤时序被挠了下手心 心肩如触电一般 一阵苏玛感袭击全身 她陡然顿住脚步 垂眸看向一脸无知的某人 猴姐滚动了下 压低声 男人的掌心别乱挠 停顿了半秒后 怎么了 沈志毅还在苦思冥想 她上一句话的意思 这会儿倒是把正事给忘了 经她这么一问 猛然想起手中的口罩 给 把这个戴上 伤时序看着地在她面前的黑色袋子 好看的眉头皱在了一起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沈志毅见她这表情 就知道她误会了 不是见不得人 是太能见得人了 你没看 那些女生看你的眼神有多恐怖 说话间 她已经自己动手 拆开了包装袋 沈志毅双手扯着口罩的两边袋子 仰头软声道 你低下头 我够不着 明白了她的用意 伤时序嘴角勾着浅笑 稍稍弯了下身子 一张放大的俊脸 直逼在沈志毅的面前 她眼睛瞪得大大的 卷翘的睫毛呼闪了下 大概她自己也没想到 现在两人会是这样的姿势 脸对着脸 鼻尖对着鼻尖 嘴唇对着嘴唇 这距离 这角度 嗯 很适合 接吻 见她呆愣走不动 男人勾起嘴角 吱吱在想什么 脸颊这么红 她笑得别有深意 有种坏坏的脾帅感 沈志毅原本就已经泛红的脸颊 此刻被打去得更加烫了 她赶快将口罩给她戴好 躲开她炽热的眼神 重新和她拉开距离 干咳了两声 才没想什么呢 就是今天有点热 话落她还配合动作 用手不停地给自己脸上扇风 表情模样甚是可爱 伤时序在心里暗笑 没打算揭穿她 两人并排地走着 她重新牵起她的手 走 我们去那边看看 沈志毅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一脸诧异 那边好像都是珠宝首饰专柜 去那里干什么 好似看穿她心思似的 伤时序撩了下她肩头上的秀法 漫不经心地开口 你脖子上不是缺条项链吗 她竟然要给她买首饰 上次去老宅吃饭时 她就已经收到了一条昂贵的钻石项链 她不想让她破费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虽然她可能根本不在乎这点钱 但沈志毅不想因为她 去改变自己原有的物质观念 想也没想 就一口拒绝了 不用 我平时都不喜欢戴那些的 她这话说的也是事实 平时上下班 她确实不怎么戴首饰的 唯一能算得上的 大概就是她常戴的那只几百块的手表 以及偶尔被她戴过几次的珍珠耳钉 伤时序握住她的大掌紧了几分 完美的唇形 此时被她抿成了一条直线 停顿了数秒后 她浑厚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 除了婚件 我都还没有送过其他首饰给你 确定要拒绝 沈志毅 这怎么还委屈上了呢 她也是在帮她省钱 好吧 好像不让她送 就不高兴似的 最终顶不住她那双抑郁的眼神 沈志毅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但同时她又在心里盘算着 也会挑挑最便宜的 伤时序 挫开最大的那间品牌珠宝店 挑了个最边上较小的一间 沈志毅很疑惑 买这些贵重物品 不应该去大的店更有保障点吗 不解归不解 但她没有出声询问缘由 两人刚踏进门 就有好几个穿着统一黑色裙装的漂亮姐姐 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其中一个相貌较好 身材出挑的贵姐 直接冲到伤时序面前 热情地开口 你好先生 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 这男人虽然面上戴着口罩 但一身的贵气 他看人一向很准 在心里断定 这是个有钱的主 项链 他眼瞼一该 画落 他视线落在一旁的玻璃柜中 那请问先生 你有没有想要的类型 贵姐端着标准优雅的笑容 有意无意地向伤时序身旁凑 被挤到一旁的沈志逸 一脸都无语 这么明显的现阴情 当她是透明的吗 其他几个贵姐 对她这样的行为 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的翻白眼 有的撇嘴角 有的露出不屑的眼神 但都出乎一致地 没有上枪和她争强 沈志逸将其他几人的表情 都收入进了眼底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 这个卖力摆弄风骚的贵姐 此时 正极力向伤时序 推荐一款硕大钻石的项链 先生 这颗蓝色钻石吊坠 又大又闪 和你太太的肤色很相配 文言 沈志逸在心里翻了的大白眼 把她无视个彻底 这会儿 又把她拉出来做借口 这女人可真是有意思啊 都不问一下 她这个郑主的意见 只一心扑在男人身上 哼 她算是长见识了 这女人 以为只要搞定了男方 这单就算是成功了吗 伤时序眉头紧簇 不耐的意味很明显 冷声打断了她的话 我想和我太太先自己看一会 你不用跟着 她这话一出 贵姐脸上的笑容顿时僵硬住了 她在这一行工作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 被男人当场落了面子 贵姐脸色有些难堪 不甘心的 还想再争取一下 但对上伤时序 那双冰冷锐利的毛子 顿时没了勇气 很是时序地闭上嘴巴 站到一旁去 店内的其他几个贵姐 眼底均露出一抹解气的表情 没有了凡人的嗡嗡声 伤时序牵起沈志懿的手 和刚刚对贵姐的态度截然不同 就听她耐心温柔地问 看看有喜欢的吗 话落 她拉开柜台前的椅子 示意她坐下慢慢选 沈志懿看着一排排璀璨耀眼的钻石 差点闪下了她的眼 这么多款式放在一起 不灵不灵真的聚闪 但都不是她想要的 凑向她耳旁小声道 这些款式都太复杂夸张了 我想要简单一些的 伤时序听闻后 认真地扫视了一眼 她也觉得 这些款式和沈志懿的气质不相配 虽然钻石越大越好 可太大了 也显得吐气得很 她转头将另外一位贵姐喊了过来 偏受点的贵姐 笑眼盈盈地快步走了过来 热情的开口 有什么可以帮助两位的 沈志懿自己率先开口 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款式简单一点的 贵姐听后 热情地将两人 引到了另外一个柜台前 这些都是今年的新款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些 沈志懿满意地点了点头 果然还是这些看起来顺眼 此时 伤时序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并没有第一时间接 侧身温生对身旁的人说 你先慢慢挑 我出去接个电话 沈志懿点头 嗯 你去吧 男人的温柔 落在这些贵姐眼中 是既羡慕又嫉妒 特别是之前那位 被伤时序落了面子的贵姐 带伤时序走后 沈志懿挑了一条钻石 又少又小的一款 月亮形的吊坠 中间指向了一颗小钻石 简单好看 沈志懿拿在手里看了下 觉得很满意 她笑着将锦练 递给青瘦美女姐姐 就这条吧 好的 请稍等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包起来 就在贵姐转身后 一道尖锐的嗓音 在沈志懿身后响起 沈大设计师 就买这么条寒酸的项链 这么尖锐刻薄的声音 除了徐子萌 还能有谁 沈志懿转过身 望为眼刚刚走进来的两人 不冷不淡地开口 徐小姐 还是一如既往地 喜欢关心别人的事 徐子萌今天陪妹妹逛街 没想到在经过店门口的时候 意外地看到沈志懿 忍不住就拉着妹妹走了进来 她仰着高傲的下巴 一副不屑的表情 讥讽道 对面有家银铺 倒是挺适合你的 对于她的挖苦 沈志懿选择了无事 坦然自若地绕过两姐妹 转身向收银台走去 刚准备将自己的卡 递给贵姐的时候 一道修长的手臂 拦在了她前面 刷这张 再去多选几条一块结 沈志懿抬眸 就见刚刚出去打电话的 伤时序 不知何时回到了她身旁 她眨了眨眼 她这是 再给她撑面子 其实沈志懿想错了 伤时序确实想让她多挑几条 打脸那只是顺带的 她摇摇头 我不太喜欢带 买多了放在家里也是浪费 贵姐是个人精 一听就知道 是这位太太 真的不喜欢首饰 才随意地挑了一条不起眼的 并不是像刚刚那位小姐说的那样 她笑着接下了那张黑金卡 二位可以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来 轻瘦贵姐 眼底满是羡慕 这两小夫妻真的太甜了 老公太宠老婆了 好羡慕 她啥时候才能遇到这样的男人 徐子萌被那张黑金卡给放花了眼 别人或许不清楚 这卡的象征意义 但她恰巧知道 有资格拥有这张黑金卡的人 别说买条钻石项链了 就是把整个店买下来 那都是九牛一毛的事 感觉脸颊被人打得生疼 不过 沈志义怎么会认识这样的男人 难不成也学着别人帮大款了 想到这个可能 她嘴角挂着一抹不屑的笑容 还以为多高傲呢 还不是一样利用自己的资本 她这句讽刺的话 清晰地传入进了伤石须的耳中 她冰冷的视线 向两姐妹这边扫过 冷声开口 我太太是哪里招惹到你们了 她虽然面上戴着一副黑色口罩 但周身散发出来的强大压迫感 令人心生胆寒 太太 她竟然说 沈志义是她太太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徐子蒙一脸错愕地望着两人 全身都僵硬在了原地 莫然 她颤抖着开口 对 对不起 这位先生 误会 这都是误会 伤石须似笑非笑 低沉的嗓音中带着微压 是吗 徐子蒙手心里直冒汗 顶着她痴人的眼神 弱弱地回 当然 我和你太太是大学室友 我们就爱开玩笑 听她这话 沈志义无语地翻了个大白眼 不想被破坏心情 她轻扯了一下身旁男人的衣袖 走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 伤石须再次扫尸了两姐妹一眼 这才卸下全身的力气 温柔地牵起她的手 嗯 全程没有开口说过话的许安若 看着眼前的男人 莫名地有种恐惧感 她拉了下姐姐的手臂 小声道 姐 我们去楼上逛逛吧 因为 她隐约地发现 这个戴着口罩男人 不管是声音还是身形 都很像上次打情银行的男人 再下意识地在心里范畜 不想再碰见那男人 沈志一刚迈出去的脚步 猛然顿住 她抬眸仔细打亮了急眼许安若 女孩看起来二十二三岁的样子 皮肤白净 身材玲珑 一副小家碧玉的清纯模样 沈志之收回目光 很确定 她没有见过这女孩 但她的声音却有些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沈志一一时想不起来 到底在哪里 听到过这个声音 看出她的异常 伤时序脚步微顿了下 她黑眸轻垂 怎么了 此时 两人已经出了珠宝店 手牵的手 正漫步在街头 她挨着她很近 下巴刚好在她耳畔的位置 看起来好像热恋中的小情侣 亲密无间 温热的气息 钻入她耳内痒痒的 沈志一抬手揉了揉发烫的耳尖 声音软软柔柔的 嗯 就是觉得我同学的妹妹 声音有些耳熟 她深邃的眸底一片清明 落在她身上的眸光 过分温柔 菲薄的唇瓣 勾着好看的弧度 可能是以前 两人打电话的时候 你不小心听见过 毕竟两人是同学 又是同一个宿舍 也不是 没有这个可能 话落她又补了句 想不想去看电影 她也想像普通情侣那样 和女朋友看的电影 沈志一结束深思 意外地重复了一遍她的话 看电影 嗯 芝芝不想吗 她神色认真的看着她 想 看着她的漆黑深邃的眼眸 她好像被蛊惑了般 下意识地点头 嗯 我也想和芝芝一起看 她嘴角挂着一双甜蜜 沈志一一颗小心脏 被她聊得欢蹦乱跳 平复了下呼吸后 她目光移到她脸颊的口罩上 犹豫了一下问 你带着她 会不会闷 伤时续漆黑的眸底 一出点点笑意 眸光下意在她水润的唇瓣上 停留了数秒 轻轻勾起唇 嗯 需要支支给我不点氧气 啊 沈志一愣住 数秒后 终于明白了 她话中的意思 她脸颊刷的一下 变得红润 这男人还真是 不分场合 不分时间的撩人 她此时此刻 猛然想到那句 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大概说的就是她了 索性直接转身背对着 一个人走在前面 选择无视 她这流氓行为的要求 见她不理人 伤时续也不生气 轻推了下鼻梁上的眼眶 在心里哑然失笑 呵 挺有脾气的 真不愧是她伤时续看上的女人 两人来到电影院门前 沈志毅扫了下今日播放影片的宣传栏 内心有些小雀跃 刚好有新出的一部电影 她想来看很久了 但都没有时间 她也没想到 伤时续竟然会陪她来看电影 还以为像她这种 日理万机的大总裁 都不卸来电影院呢 她将视线投向身旁 一脸深思的男人 性眼弯了弯 问 你喜欢看什么类型呢 伤时续嘴角勾了勾 都行 吱吱做主 她并不是敷衍她的 电影这些什么的 她从来不看 所以看什么她真的是无所谓 沈志毅 这问了等于没问 想来 她应该是不怎么看电影的 还是挑她自己喜欢看的那部吧 买好了票后 伤时续转身去给她 买了一大桶爆米花 奶茶 直到两人进了影厅内 沈志毅人都还是猛的 谁说这男人没谈过恋爱 瞧瞧 比她都懂 两人买的票是 VIP情侣放映厅 环境相对比较安静舒适 人也比较少 沈志毅没想到 原来情侣区的座位是这样的 莫名的有些不好意思 在家她都没有这样 跟她挨着坐过 她问 你坐里面还是外面 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后 里面直接是靠着墙的 伤时续人生将近三十年来 第一次进电影院 她垂眸看了眼两座的沙发 薄唇半勾起 外面吧 死心里 她不想别的男生偷窥到她 坐在外面 她可以挡一挡 两人落座后 沈志毅的肩头 就被搭上了一只修长的手臂 俨然成了一对热恋情的小情侣 亲密无间 斜对面的一对情侣 男生时不时地向他们这边飘 感受到男人的小动作 女生不满地都嘟囔道 不准乱看 你女朋友在这呢 男生没想到 自己做得这么小心 竟然还被抓包了 赶紧将人搂在怀里哄 宝贝别生气 看错人了 还以为是我表妹 女生听了她的解释后 果然不生气了 男生又趴在她耳边 不知道说了什么 把她逗得娇羞不已 伤时续不动声色地 将人往自己怀中紧了紧 生怕老婆被别人给偷跑了似的 沈志毅被她这么搂着 脸部由自主升温 一颗小心脏 砰砰直跳 请客后 她轻喊了声 伤时续 她垂眸 性感的喉结轻滚了下 发出一声低音 嗯 我就是想喊一下你的名字 她秋水炼烟般眸子 带着几分娇巧 调皮 她抬手在她额头上轻弹了下 与其溺爱又温柔 沈志毅吐了吐舌头 嘴角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眸光悄悄地移到她的脸颊上 视线慢慢下移 浓密的眉毛 深邃漆黑眼睛 阴挺的鼻梁 完美的嘴唇 流畅的下巴 性感的喉结 她就像上帝的褚儿 无一处不透的完美 她是第一个让她心动的人 心间猛然泛起一阵阵填圈 察觉到她在偷瞄自己 伤时续眸底一片柔软 嘴角勾着浅笑 影片不好看 还来偷看我 反正偷看抓包 又不是第一次了 沈志义没有半丝尴尬感 嘴角带着俏皮的笑容 故意说 嗯 没你好看 伤时续不得不承认 被她这随口的一句话给取悦了 葱白修长的手指 在她鼻尖轻轻刮了下 语气中净嫌宠腻 小坏蛋 嘴巴倒是挺甜的 她视线落在她红润饱满的唇瓣上 侯姐滚动了一下 让我尝尝 话刚落音 她湿热的唇瓣就贴了上去 突如其来的动作 让沈志义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可能是估计在外面 伤时续只是在她唇瓣轻拙了几下 就结束了这个蜻蜓点水般的吻 随后 就见她笑得一本正经 嗯 果然很甜 要不是唇瓣上还残留着她的气息 沈志义都要怀疑 刚刚那一幕是不是她的幻想 她怎么能这样呢 说轻就轻 都不提醒一下的 她抿了抿唇瓣 羞红着脸 吐出两个字 流氓 伤时续身子向她那边歪了歪 垂眸低笑 嗯 流氓就流氓吧 但我只对芝芝一个人耍流氓 沈志义 这么说她 还光荣上了 这一天天的日子 真是没法过了 两人嬉闹了一会 影片也很给力 这部影片是爱情片 难免会有些让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影片放到一半时 男女主在狭小漆黑的楼梯间内 忘情的激吻 缠绵的低喘声 生生入耳 如同一支催发剂 勾得人心养难熬 这使得影厅内很多对情侣 忍不住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沈志义脸颊早已红得如同小番茄 紧抿着下唇瓣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部影片中 竟然还有这么刺激的场面 太尴尬了 她红着脸 不敢去看身旁的男人 但是她不去看她 并不代表她没有看她 见她像鸵鸟一样窝在沙发里 伤时序狭长的黑眸 闪烁着很深的笑意 不禁起了逗弄她的心思 悦尔的嗓音 从她头顶上轻飘入耳内 宝贝 睁开眼睛学一学 今晚回去 我们好实验操作一下 沈志义 这个男人的嘴 就没有她不敢说的 她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了 沈志义刚想开口说什么 就被一道熟悉的声音给吸引住了 宝贝 你好香 这声音 请一行 沈志义脸颊上的温度 瞬间消失了大半 稍稍坐直了下身子 她和师姐也来看电影了 想到这个可能 她顺着声音的视线望去 和他们只隔了两排的右上角 看到了两道缠绵在一起亲吻的身影 男人突然停下 一脸坏笑着贴着女人说 小妖精 回去再好好治你 女人娇羞地趴着她耳边 不知说了什么 男人又低头吻了上去 沈志义神情不自然地收回视线 但心里却如同荡起了波涛骇浪 这男人他看得很清楚 就是秦一行 可那女人 不管是背影还是身形 根本就没有半点视节的影子 见她脸色不对 伤时续搂在她腰间的手臂 紧了几分 下巴贴着她脸颊 温生问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沈志义握紧的双手 轻轻松开 抬眸和她对视了眼 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我刚好看到一个认识的人 嗯 她耐心地听着她 继续往下说 我师姐的男友 陪着另外一个女人 也在这里 她没好意思说 两人在接吻 伤时续阴挺的剑眉轻皱了下 薄唇轻起 这样的男人配不上你师姐 也不值得她付出 劝她早点跟那男人分了 她对这样的渣男行为很不齿 这样的男人 她也瞧不起 只觉得很丢他们男人的脸 又上方痴缠的两人 终于结束了这场热闻 越过人群 沈志义愤愤不平 瞪着两人的后脑勺 想到什么 她赶紧拿出手机 我要拍张照留个证据才行 你帮我挡着一点 别被他们发现了 伤时续见她搞得跟侦探似的 笑着回她行 我帮你遮挡着点 她悄悄地举起手机 对着两人的背影 快速地拍了两张 就在她低头保存图片的时候 响起两道熟悉的对话声 杭哥 我今晚想去你那里 这可不行 万一被我女朋友发现了 可就糟了 你们两个又没住在一起 她不会发现的 好不好吗 宝贝 乖 别任性 一会我们去酒店 那里可比宿舍里舒服多了 不要 每次都去酒店多没心意 我想 后面的话 简直是不堪而入 沈志义猛然抬头 视线死死地盯着右上角的两人 这女生是 脑海中陡然出现一张清纯林家妹妹的脸 难怪她觉得这女人背影有些眼熟呢 沈志义不可置信地低浓了剧 怎么会是她 她怎么都没想到 秦义航出轨的对象 居然是 之前在珠宝店里见过的女生 同时也是许子蒙的妹妹 她猛然想起 之前参加宴会时 不小心撞到的那对偷情男女 应该也是这两人吧 伤时续见她一脸惊讶的表情 诧异地问 你认识那女人 她回过神来 点了下头 嗯 之前我们在珠宝店见过 我同学的妹妹 你还记不记得 她坦然道 没注意 不重要的人 向来在她眼中 没存在感 更别说 还是两个讨厌的女人 沈志义 你还真是把两个大活人 比无视得够彻底 真真切切地应了那句 目中无人 她不假思索地脱口出 不记得就不记得吧 省得污了你的眼 此时此刻 沈志义真的对那两姐妹 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她和师姐两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她们两姐妹 八字相冲 上大学那会儿 宿舍里经常被 许子萌搞得乌烟瘴气的 不是嚼舌根 就是被她传是非 总之 整个大学时期 拜那个是非金所赐 她耳根就没亲近过几天 现在好不容易 踏入社会工作了 没想到 因为是同层的关系 竟然又成了死对头 这都是什么孽缘啊 见她心情不佳 伤时序将人搂在怀中 语调轻柔 别烦恼了 渣男就跟垃圾一样 不好 丢掉就水 沈志义靠在她宽厚温暖的怀里 感受着 她身体慢慢渗过来的温度 以及安心的心跳声 刚刚抑郁的心情 瞬间好了大半 樱花粉的唇瓣抿了抿 说的倒是容易 师姐可是个重感情的人 真的有那么容易割舍 也不至于 后面的话她没有说出口 因为那是师姐的伤痛 第一段感情 带给她的伤害太大了 接受秦一行的追求 她也是用了很大勇气 才迈出那步 可到头来 这男人竟然背叛了她 从两人的对话中 也可以判断出 这对狗男女 已经私混在一起 有一段时间了 她现在也不知道 如何跟师姐说这件事 回去要好好想想 影片结束后 为了错开秦一行两人 沈志义和伤时序 等人走得差不多了才起身 她伸出温热的大掌 牵起她的手 还不忘叮嘱到 小心点台阶 嗯 她甜甜地笑了声 走在两人后面的几对情侣 面面相去 在心里感慨 女的暗自赋予道 这男人也太体贴温柔了吧 要是自己的男友 也能做到这样 她绝对二话不说 明天就嫁给她 男的一脸羡慕 草 美女的笑容好甜哦 她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就是天天做牛做马也情愿 沈志义和伤时序 两人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成了 众人眼中的羡慕对象 天公不作美 外面飘起嘻嘻嘻嘻的小雨 好在电影院门口 有卖雨伞的 伤时序转身去买了一把 回来时 见她手里只拿了一把伞 沈志义狐疑地问 就剩下这一把了吗 她摸了摸鼻尖 脸不红心不跳地点头 嗯 没带伞的人多 一下子都卖完了 沈志义信以为真 没有在说什么 虽然只有一把 但好过没有 伤时序举起伞 将人往怀中带了下 你靠近一点 不然衣服会被打湿 已经挨得很近了 沈志义有些不习惯 在大庭广众之下 这么被她拥着 伤时序贴在她耳旁 低笑了声 害羞 沈志义不想老被她打去 一口否定 才没有 那你就再报警点 我怕你不好走路 嗯 还是支支贴心 话落 她将伞递到了她手里 你拿着 沈志义 就在她一脸 猛猛地看着她的时候 伤时序突然俯身 将人给抱了起来 啊 你 沈志义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 给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伸手 抱住了她的脖梗 好在她抱她的时候 裙子特意地被她整理了一下 不然非曝光不可 她不后适中的嘴唇 勾着迷人的笑容 嗓音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想抱着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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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义大脑 瞬间进入循环复读状态 回过神来后 沈志义羞的脸颊通红 这么大了 还被人抱着 怪难为情的 她娇羞地开口 我们这样 会不会被人家笑话 伤时序好笑的垂眸看了她一眼 不会 她们只会羡慕 她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可不得惹人羡慕吗 沈志义 她都不知道害臊的 不过这种感觉真的很奇特 有如喝了一杯蜂蜜水 甜丝丝的 果然如她所说 一路上不知招来多少女生的羡慕 啊呀 好甜蜜啊 哇 好男人都是别人家的吗 天呐 好幸福 下次和男朋友逛街 我也要试试 两人的背影沐浴在雨中 好像披了一层朦胧的沙 温馨又浪漫 她体力很好 绕了大半个街 丝毫没有半点喘息 窝在她怀里的沈志义 一颗不受控制的小心脏 此时怦然乱动 她总是不经意间将目光落 在了她完美的脸颊上 越看越入迷 甚至忘记了收敛些 感受到她炽热的视线 伤时序抱住她的手臂紧了几分 顿下脚步 垂眸贴着她的耳畔 嗓音缠绵 吱吱 沈志义下意识地仰头 嗯 她眸色暗了暗 薄唇半勾起 我们还在外面 沈志义莫名 一脸的诧异看着她 她猴姐滚动了下 眉梢上条 你一直这么看着你家老公 她可是会受不了的 思考了三秒后 终于领悟到了她话中的意思 沈志义羞红着脸 将头埋得滴滴地低声了句 流氓 伤时序 感觉不做点什么 都对不起这两个字 她瞥了一眼旁边的台阶 果断地将人放下 站在台阶上 两人身高形成了水平线 脚刚挨地的沈志义 仰头刚想开口说话 就被一张湿热的唇瓣给堵住了 嗯 你 煞时间 她只觉得脑子里有烟花炸开 心跳震耳欲聋 此时沈志义又羞又惊 双手撑在她胸膛前 试图将人推开 别 她想提醒她 这里可是外面 可她那点力气 在伤食序面前 如同挠痒痒一般 男人一只手撑着雨伞 将两人遮挡了起来 一只手扣着她的后脑勺 含住她娇柔的唇瓣 轻轻地撕磨着 贪婪地品尝着 独属于她的方向 女孩柔软的唇 清甜得如棉花糖般 令人食不知随 稍稍移开点唇瓣 从她喉咙里一出一声 吱吱 我爱你 很爱 我爱你 我爱你 这是她的表白 这一声 彻底地 让沈志义 陷入了她温柔的漩涡里 心肩如触电 一般妈妈的 她浓密卷翘的睫毛 呼闪了下 迷离的眸子 布置一层水雾 发现她的走神 她嘶哑着出声 闭上眼睛 沈志义和对视了一眼 双手抱住她的脖梗 羞涩地闭上眼睛 跟着她的节奏 一起沉沦在 这令人无限遐想的雨雾中 她轻轻地浅尝一番 后又慢慢地加身力道 稳得让人心乱如麻 雨势渐渐加大 绵绵的细雨 连成了一条条线 将两人完全隔绝 在了自己的世界中 小羽珠肆意地 洒落在他们的雨伞上 如同敲打着 带有节奏的音乐 过了两久 直到感觉 她人快呼吸不过来时 伤持续 才渐渐地离开她的唇半 微微垂眸 看着她透着粉红的小脸 她笑得有几分荡漾 与中文 吱吱还满意吗 她嗓音嘶哑 但莫名地 又带着勾人心弦的诱惑力 与中文 她会得倒挺多 不过也很能轻 很会轻 很享受 她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沈志义这会 正靠在她肩膀上休息 顺带呼吸下着新鲜的空气 此时 小脸红彤彤的 她为什么这么回味她的吻 吱 肯定是中了她的毒了 见她脸色表情丰富 一会皱眉 一会苦恼 甚至可爱 伤持续忍不住 抬手在她脸颊上捏了下 嗓音低沉撩人 吱吱 是在 想刚刚的吻吗 沈志义 这男人为什么会要说出来啊 不知道她要面子的吗 从她肩膀上离开站直身子 抿了抿唇绊 才没呢 你想多了 伤持续挑眉 低笑道 看来夫人不太满意为夫刚刚的表现 下次还得再接再厉才行 沈志义 瞬间身体僵硬住了 再接再厉 那她唇绊还不得肿得跟香肠似的 知道 把她逗得差不多了 伤持续见好就收 将人搂入怀中 下巴贴在她耳旁 轻笑了声 吱吱今天的表现很棒 该奖励一下 沈志义脸颊还未退去的红润 此时又缓缓地爬了上来 她不要奖励行吗 真是羞死人了 两人往另外一条街走去 经过一间花店 伤持续陡然遁住了脚步 侧过脸 笑着问 奖励你树花 怎么样 自从上次她送了99树玫瑰后 就再也没有送过花了 不过她看得出来 她很喜欢花 之前她拿回家的那几树玫瑰 都用来装饰客厅和书房了 虽然她房子当初装修的时候 是冷色调 但是放上几树花后 变得温馨了许多 之前爷爷就老嫌弃 她的房子冷冷清清的 一点都没有生活气息 自从沈志义搬进去后 终于向了家的感觉 她回 我喜欢白色玫瑰 不太喜欢那些太艳丽的 伤持续重新将手中的口罩 戴在了脸上 牵着她走进了花店 老板娘见识一对年轻的情侣 微笑地迎了上来 想买什么样的花 沈志义浅笑着开口 老板 我们想买几朵白色的玫瑰 一般花店 都是将花包装成一束束的卖 这样几朵地买 还真很少见 老板娘是个和善的人 行 想要几朵 还不等沈志义回应 身旁的伤持续 就率先开了口 九朵 沈志义差异地侧脸望着她 你对玫瑰花的花语也有研究 不然她一个大男人 怎么会知道 九朵代表什么 伤持续勾嘴浅笑 嗯 以前不知道 跟芝芝在一起后就学会了 上次将特助 给她恶补了一些玫瑰花 这方面的知识 沈志义 你这小嘴可真甜 老板娘将将九术白色玫瑰包好后 递给两人 给 祝你们长长久久 伤持续接过来 正中有声地回 谢谢 我们会的 出了花店 沈志义伸出白嫩匀称的手指 给我拿吧 怕她一个大男人 拿着花走在街上 别扭 伤持续挑眉 谢谢女朋友的体贴 但我还是觉得 男朋友拿着比较好 雨碧 她故意贴着她耳朵低语 怕吱吱累到了 毕竟我们才刚刚结束完一场运动 她尾音故意拉得很长 话语足够让人浮想连篇 运动 累着 就几只花 哪里能累到她 之所以没有要整数 是因为 逛街抱着一大树花 很不方便 单纯的沈志义 此时还没明白过来 她话中的含义 牟底带着几分懵懂 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什么运动 男人眸色闪烁了下 随后嘴角擒着一抹笑 嗯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回家讨论比较好 沈志义更加诧异了 雨不惊人地 猛然想到了剧 该不会是逛街吧 这确实是一件体力活 尤其是陪女生逛街 伤时序眸色暗了暗 眼底闪过一抹脚霞 嗓音带着某种隐诱的意味 想知道 求知的欲望 促使着沈志义 不假思索地连连点头 嗯 她故意掉足她的胃口 回家再告诉你 沈志义 这样是很缺德的 知道吗 说话只说一半 挠得她心痒痒的 从不行街离开后 两人又去了游乐园 将普通情侣做过的那些 他们统统过了一遍 以弥补 没有经过恋爱 就领证结婚的遗憾 这一天 对于两人来说 真的是犹如重新回到了 青春懵懂时的 那段青春岁月 有心动 有激情 有感动 有浪漫 此生已无憾 晚上八点 西州图书馆附近 叶初同没想到 出来买几本书 刚出地下停车场没多远 车子就出了故障 她尝试着重新启动 轻踩了下油门 可车子依然纹丝不动 望着车窗外 稀稀利利的小雨 她有些焦急惆怅 想了想 还是给男友播了通电话 铃声响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被接通 从电话里 传出秦一航沙哑的嗓音 喂 初同 也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 总感觉男友的嗓音有点喘 来不及多想 叶初同 一航 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秦一航 我和朋友在健身房锻炼呢 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听的声音 有点怪怪的 叶初同心中的疑虑 立刻被打消 我现在在外面 车子突然打不着火了 你能不能帮我来看一下 秦一航 这我也不会修车呀 要不你 直接打给保险公司 看他们怎么处理 叶初同 行 你忙你的吧 挂了电话后 虽然她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可也没有往心里去 毕竟秦一航说的也是实话 她也不会修车 等了大概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拖车人员才赶过来 对不起 小姐 前面塞车耽误了些时间 她温和地笑了笑 没关系 也没等多久 交接好后 车子被拖走 她撑着一把伞 手里 提着之前买的几本书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路边 稀稀利利的雨滴 不停地拍打着她的雨伞 最后又滚落在她的脚边 阵阵晚风吹来 被打湿的后背 还有些凉意 夜初同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大概是因为下雨的原因 打车的人比较多 她等了许久 都不见有空位的出租车经过 不知何时 裤子的脚边也被打湿了 夜初同动得有些瑟瑟发抖 就在她犹豫着 要不要去对面坐公交车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路虎停在了她的面前 就在她准备走开的时候 驾驶位的车窗缓缓降落 露出傅景称那张温润的脸庞 她侧头对上她惊讶的瞳孔 去哪里 我送你 夜初同拿着伞的手紧了紧 抿了抿下唇绊 有些犹豫 她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不应该再和前男友 有什么纠缠 就在她刚想开口拒绝的时候 就听男人温和的嗓音 响起 这个点很难打到车 你确定要拒绝 更何况 我们又不是什么仇人 没必要这样避之不及吧 看出她的抗拒 傅景称主动开口 思溜了片刻后 夜初同无奈的 还是上了她的车 因为现在已经快将近十点了 她现在是又冷又困 再耽误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家 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她要是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她要是还拒绝 那就显得她太矫情了 关上车门后 她默了默 开口 谢谢 夜初同这句话 是发自内心的 没想到在这里会遇见她 傅景称 瞥了一眼她发尾端的水珠 不动声色地 拿出一条干净的毛巾递给她 擦擦吧 别动感冒了 话落 她又将车内的暖气给打开 夜初同抬起冰凉的手 温吞的结果 干巴巴的张口 谢 谢谢 在她的记忆中 她一直都是温柔体贴的 现如今 她对其他女生 是不是也是这样 傅景称侧过脸 嘴角露出一抹苦涩 我们之间 是不是只剩下这些客套话了 夜初同一正 除了这些客套的话 她不知道 还能和她说什么 她们既不是亲人 也不是朋友 之前也是她先提出的 以后就当是陌生人顿了顿 回她 不然呢 傅先生还想怎样 她视线 落在她动得有些发紫的脸颊上 微不可查的心中 泛起一丝心疼感 她男朋友呢 为什么这么晚 让她一个人站在路边 不过来接一下她吗 她很想质问她一番 可回过头来 她以什么样的身份 去过问这些呢 一阵沉默后 车内响起 她温和的嗓音 你搬家了 她这句话虽然是问句 但语气肯定 显然她是去过她先前的住处 夜初同愣了下 那里 离我工作室太远了 上班不方便就搬了 她语气平淡 对于搬家 并不是突然间才决定的事 她边启动车子 边出调出车子内的导航 现在的住址 夜初同轻声到 明雅阁 在她说出这个地方的时候 傅锦琛明显身子僵硬了下 不过很快 她又恢复如初 向征信地在汽车导航内 输入了目的地 随着暖气不断地涌入车内 夜初同感觉身子暖和了许多 不经意间 她瞥见了车内摆放的 一只小玩偶 她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了六年前的某天 两人逛街时的情景 锦琛 你看这个娃娃漂不漂亮 挺好看的 喜欢就买下 嗯 锦琛你真好 就一个娃娃而已 瞧把你给感动的 等我以后有了钱 给你买很多很多 好啊 我等着 那时的她天真烂漫 是一个被男友捧在手心里宠溺的小女生 而傅锦琛那时 则是细心体贴的青涩大男孩 那是她人生中 最开心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见她发现了 她珍藏已久的玩偶 面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她敢咳嗽两声 解释道 这是我在你搬走那天 在你宿舍门口捡到的 叶初彤被她的声音拉回了现实中 她握起的手指 微微泛着白 平复了下呼吸 搬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弄掉了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她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解释 附近温润的面上 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 淡淡地嗡了声 从西州图书馆到明雅阁 大概要三十多分钟 叶初彤回到家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十一点了 她赶紧去浴室内 给自己泡了个热水澡 刚刚从浴室里出来 准备去客厅倒杯温水 她家的门铃突然响起 她下意识地以为是秦一行 隔着门板轻声说了句 等一下 转身赶紧回卧室 拿了件外套穿上 这才去准备开门 不过在开门前 她还是从猫眼里看了一眼 只是门前放大的那张脸 让她惊讶不已 她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她愣神的这几秒钟 门铃又再次响起 叮叮叮叶叶叶出童犹豫着 该不该给她开门 毕竟两人的关系有些特殊 再说 也已经这么晚了 就在她装作没听见门铃声 准备悄悄溜回卧室的时候 隔着门板传来傅锦琛的嗓音 出童 开一下门 我给你买了盒感冒药 出童 她终于不再喊她叶小姐了 感冒药 原来她是来送药的 叶出童收回混乱的思绪 将门打开 四目相对 彼此接一阵沉默 这要你拿进去喝下 一天三次每次一礼 话落 可能感觉自己的举动太唐突了 会吓到她 主动解释了句 我也住在明雅阁 在你们对面那片区 她这话一落音 叶出童身子瞬间僵硬在了原地 她说什么 也 也住在这里 据她所知 明雅阁总共分为三个档次区 叶出童租住的这个区 属于普通档次的单身公寓区 一室一厅 里面装修相对简单 对着的两个区 是属于中高档区 面积大环境好 里面的装修更是高档奢华 很多户型都是两户一梯 独立和私密性都比较好 以她现在的身份 想必不会租房子住 应该是自够的 叶出童向她道了声谢谢 顿了顿 问出心中的疑惑 你是怎么知道 我家地址的 虽然同住一个小区 她自搬来 并没有遇见过她 她是怎么找到的 父亲称温和的目光 落在她的脸颊上 坦然道 向物业打听的 身为这里高档小区的业主 找个理由 询问下租户的基本信息 还是轻而易举的 叶出童面上表情一正 随后尴尬地笑了笑 原来是这样 看来是她自作多情了 还以为她偷偷地 跟着她过来的 竟然忘记了 还有物业这一场 请客 就听见她平淡的嗓音 在寂静走道里响起 太晚了 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好 好的 你也早点休息 叶出童呆呆地站在原地 目送她向电梯方向走去 直到她的身影 彻底地消失在走道中 她才转身关上了门 垂眸看了眼手里的药 心间顿时划过一抹 意味不明的情愫 走到厨房倒了杯温水 拿出一粒药含到嘴里 仰头喝了一大口水 将药吞下 刚放下水杯 丢在客厅茶几上的手机铃声 就响了起来 见是男友打过来的 她心里有点小情绪 不太想接 今晚她一个人 站在路边那么久 身为男友的她 竟然一个 问候的电话都没有 铃声结束后 没过两秒 她的呼吸调整了下情绪 这才按下接听键 喂 秦一航 初童 你现在回去了吗 叶初童 回了 已经准备休息了 秦一航 那我就放心了 原本想过去接你的 谁知道我朋友突然有事 把我车给开走了 你没生我气吧 叶初童 没有 我刚好碰到一个朋友 他送我回来的 秦一航 那就好 对了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叶初童握住手机的手紧了几分 什么事 你说 秦一航 我想这段时间 去看看房子 可以的话就定下来 这样我们年底就可以搬进去了 叶初童 好 等我忙完这几天 太晚了 你早点休息 秦一航 晚安 叶初童 晚安 挂了电话后 她轻轻吐出一口魂气 又压抑 又烦躁 叶初童 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 走到落地窗前 看了眼漆黑夜空 在透明的玻璃上 竟然映出了傅景琛那张温润的脸 叶初童吓了一大跳 她怎么想起她来了 甩了甩脑袋 赶紧回房睡觉 下了一整天的小雨 此时还在绵绵不断地洒落着 另一边 新海居 在外面玩了一天 刚吃完宵夜回来的两人 此时正在客厅里 讨论着某个肉球 沈志亦 你有没有觉得 最近这段时间 肉球都不怎么理我了 伤食序神色如常 坦然自若到 大概是长大了点 独立性强了 不想粘着你 一旁的肉球听了 直翻白眼 某猫 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明明就是被她威胁的 她一个宠猫 要什么独立性 真要是独立了 估计都没哪个主人喜欢她了 肉球翻完了白眼 哼紧哼紧地钻到了沙发下面躲着 免得招某狗男人的冷眼 对于肉球被威胁一事 沈志亦自然是一无所知 她想不明白 自家的不偶猫 怎么突然间就转性了 不撒娇 也不黏人 有的时候 甚至对她避之不及 她有那么可怕吗 沈志亦郁闷地不行 滴滴地说了句 她是不是独立地过了头 之前没事 还可以捋捋猫 现在连个毛都碰不到 伤时续瞧她拉垮的一张小脸 滴滴地笑了声 这样不是挺好 省得老缠着你 沈志亦 要是宠物都像她这样 那还买宠物 回来干什么 宠个寂寞 就在她准备起身时 腰间猛然被一只 强健有力的手臂给缠住 坐过来一点 之前不是想知道 后面半句她故意没说 温热的气息 打在她白皙光滑的脖梗上 无意间激起一层酥麻感 沈志亦脸颊陡然生热 她正正地偏过头 入眼的便是她凸起的性感猴结 她心里陡然生出一个念头 想咬一口 对 就是想趴在她猴结上咬一口 沈志亦被自己的这个想法给修到了 赶快一开视线 对上她漆黑深邃的眼眸 她睫毛颤了下 哑声问 知道什么 伤时续视线 落在她染着一层狭韵的脸颊上 眉眼脸着笑意 低头靠近了鞋 轻轻吐出两个字 运动 沈志亦眨了一下眼眸 嗯 你说 掉她一天的胃口了 现在终于肯说了 她倒是想听听 怎么个运动法 伤时续对上她那双清澈如清水般的毛子 竟然有几分不忍 感觉自己有点像禽兽 在诱惑人类小幼崽 她极力压制着身上的那股冲动和战有欲 望着近在咫尺的女孩 猴结滚动了下 说的运动就是逛街 沈志亦 不带这样玩的 坏蛋 她就是故意的 明明之前她就猜对了的 果然 男人都是大尾巴狼 在一旁的手机铃声响了一下 伤时续利用自己手臂长的优势 将她手机拎了过来 顺带瞟了眼屏幕上方信息头像 见是个女的 她爽快地将手机递到了她手里 是闺蜜发来的 小妮子 宝 姐妹要挂了 明天老娘又要我去相亲 JPG大哭吱吱 抱抱 太可怜了 需不需要姐妹给你两肩插刀 小妮子 我 还是我家保奖意见 但这次拔不了 也插不了 芝芝 小妮子 对方是我混球后爹的祖宗 得罪不起 芝芝 电话详情 姐妹给你参谋参谋 华洛就起身去了卧室 跟闺蜜包电话周去了 被晾在客厅里的伤食序 一脸阴郁 在心里暗自盘算着 在老婆心里 她能排第几 肉球悄悄地从沙发底下爬了出来 一脸幸灾乐祸 猛猫 真是恶有恶报啊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肉球将尾巴翘着高高地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故意在某人面前晃了两圈 看上去 心情格外地好 上午九点 慕妮 被自家老娘 从宠物医院的办公室里 给拽了出来 慕妮 不顾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对自己的女儿料狠话 这个可是你爸顶头上司的儿子 你要是敢把人给我吓跑了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慕妮五妹的眉眼 透着几分不屑加鄙视 她用力甩开慕妮的手 不耐烦地回道 我把她当祖宗一样供着 这总行了吧 慕妮见她这副心态 恨铁不成钢地怒瞪着她 我怎么就生了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看看人家晓妮 研究生毕业 就进了大公司做秘书 再看看你 整天围着一群动物传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保姆呢 慕妮最讨厌的 就是把她和慕晓妮做对比 在她眼中 这个亦父亦母的季节 可不是个好东西 不但是躲白脸 还是个心机表 自从十三岁 跟着妈妈住进慕家 她可没少 被这位好妓姐欺负 慕妮握紧拳头 几乎是嘶吼着喊出来 既然她那么好 你认她做亲生女儿好了 慕妮见她竟敢顶撞自己 气得差点仰手给她一巴掌 但想到今天来的目的 她又不得不忍了下来 一反刚刚强势的态度 重新换上温柔的笑容 傻孩子 说什么胡话 在妈妈心里 你是无可替代的 见她变脸比翻书还快 慕妮忍不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但也知道 今天这场相亲宴 是躲不过去了 与其被她强行地压上场 还不如自己主动去 掀了掀眼皮 态度缓和了掀 你把地址和时间 发到我手机上 等我把工作收一下尾就过去 慕妮怕她一会 又出什么幺蛾子 坚决不让步 不行 你现在就跟我走 我亲自把你送过去 自己女儿什么德性 她这个当妈的 可是一亲二楚 为了保险起见 她还是亲自跟着去 慕妮一张美艳的小脸 此时没有半点血色 她眼神直勾勾地 看着面前女人 冷笑一声 自嘲地说道 这么不放心 是怕我跑掉吗 慕妮虽然年过四十 但由于她五官长得精致 保养得当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要年轻些 慕妮的模样 其实是随了她 并且比她有过而不及 疯腰翘臀 加上一双妩媚勾人的桃花眼 深得豪门公子哥的青睐 所以慕妮就一心 想要利用女儿 过上富足的生活 已圆了自己年轻时的梦想 瞧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妈妈 这不是怕你怯场吗 慕妮在心里冷笑 这是铁了心 要把她送进豪门 呵呵 都说虎不食子 可偏偏生她养她的妈妈 却硬要把她往火坑里推 回想起给她介绍的 那些相亲对象 不是丧偶的中年老板 就是天生有缺陷的 有钱家贵公子 不知这一次 又是哪个类型的呢 对于被亲生母亲的 无视和不在意 慕妮已经麻木了 此时此刻 她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 如果她还活着 她肯定不会同意她 嫁给这些人中的某一类 有时候 慕妮宁愿自己 没有长着这样的一张脸 那样 她就不用像物品一样 被明码标价卖出去 她冷漠地收回目光 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淡漠地出声 走吧 去换你给我准备的衣服 每次去相亲 衣服都是由慕妮亲自准备 显然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一个小时后 忘忧咖啡厅 慕妮在身旁慕妮的监视下 身着一条性感紧身的黑色 吊带短裙缓缓走了进去 在来的路上 就已经得知了男方的座位后 慕妮抬眸看了一眼 对方所在的位置 果然见有位 轻瘦高雅的男人 端坐在那 显然慕妮也看到了 见人长得轻俊帅气 一脸欣喜 催促着女儿 快去 别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话落又不放心地叮嘱到 记得一会坐姿要优雅 露出自己的优势 慕妮冷着一张脸 声音不见半丝温度 要不你去 见她不耐烦 慕妮只好收声 怕把她惹恼了 一会把气全撒在男方身上 那就得不偿失了 顿了顿 她和颜悦色地安慰了两声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能嫁入豪门 这可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 既然妈给了你一副好皮囊 为什么不好好利用 慕妮没有理会 她那所谓的 为你好 面无表情地绕过她 直接向相亲对象走去 男人正对着这边 一身剪裁得当的黑色西装 将人衬得清俊帅气 大眼高鼻梁 薄嘴唇 第一眼 慕妮确定是个帅哥 比起以往的那些歪瓜裂走 不知强了多少倍 走到桌前 男人恰好也抬起了头 你是慕小姐 你是周先生 两人几乎是一口同声 慕妮感觉还不错 脸上稍稍带了一些笑容 没想到 我们两个倒是挺有默契的 男人浅笑了声 慕小姐请坐 男人大大方方 风度翩翩 说话语气随和 虽然是个富二代 但没什么架子 慕妮见她不是那种 第一眼只知道 垂怜她美色的男人 对她的印象又加了一分 但这也只是仅仅不讨厌 因为她向来 对富二代没什么好感 既然可以将就得聊两句 那就做个样子 应付交差吧 她红唇半勾着 语气随意 周先生是从事哪种行业的 美人单手拖着下巴 搅动着面前的咖啡 语气中 透着几分漫不经心 完全不像是出来相亲的 倒像是出来闲聊的 男人收回目光 轻笑了声 慕小姐 是我见过的相亲对象里 最特别的一位 语辟 又补回了她刚刚的问题 不如慕小姐来猜猜我的职业 给个提示 严格说来 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 同行 原来也是个医生 看起来也不像啊 慕妮停止搅拌的动作 这才正眼瞧了她一下 打量了数秒后开口 医生 男人过分薄的唇瓣浅浅勾起 对 我是一名外科整形医生 她妈妈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她爸爸是公司的高层领导 而她则选择了自己的爱好 和朋友开了一家整形医院 所以她对女朋友的外形条件 要求很高 慕妮面露惊讶 见她长得丝丝纹纹白白净净 没想到 竟然是位整形医生 她诧异地问 那你应该有机会 接触到很多美女 为什么还愿意出来相亲 男人倒是坦荡 毫无避讳地回她 因为职业的关系 我认识的女孩子当中 多数都不是天然的 慕妮好笑 自己是整形医生 却又嫌弃那些 动过刀子的女人 从心里她有些鄙视这种 爱慕虚荣的男人 她轻轻扬起性感的红唇 脸上带着妩媚的笑容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 话落 她就起身离开了座位 话不投机半句多 她要去磨蹭点时间才行 不然这一个小事怎么过 来之前 慕妮要求她一定要和对方 聊够一个小时 男人看着她玲珑有致的身形 眼底闪过一抹玩味 够细 够挺 料足 够近 她更关心的 是不是原装的 不过 这可难不倒身为整形医生的她 下次约她出去 找个机会验验货 她的这些猥琐想法 慕妮自然是不知道 她在洗手间内 整整磨蹭了十几分钟 腿都快抹了 从洗手间出来后 她在拐角处扶着墙靠了下 猛然一道高大的身影 静止地走了过来 她清朗的嗓音 在慕妮背后响起 慕小姐 又在相亲 慕妮站转过身 看清楚来人 心里微顿了下 这是什么缘分 每次相亲 都能被她撞见 不理会她的打趣 惹火的红唇半勾起 嗨 肖二少 我们又见面了 她笑起来 没有几个男人能抵挡得住 妩媚勾人 加上她火辣的身材 活脱脱的一个性感有物 肖夜明视线 落在她暴露的衣着上 眼底神色晦暗不明 不动声色地移开 对上慕妮 那双妩媚如蜜的毛子 声线沉沉 穿成这样 不怕再吃亏 她语气慵懒 又带着几分漫不惊心 慕妮神色卡顿了下 没想到她会突然来这么一句 但很快又恢复如初 她一双明媚的桃花眼 此时眼角微微上挑 水光红艳的唇 弯起明月的弧度 你在关心我 她笑得有几分肆意 好似又带着某种撩拨 肖夜明神色如常 语气淡淡 慕小姐想多了 只是提醒一下你而已 毕竟 她停顿了下 视线和她对上 这么明显的邀请 两人面对面 挨得很近 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烟草味 又夹杂着细微的玉龙茶香 两者结合在一起 敬意外的好闻 慕妮此时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她凸起的猴结上 在明黄的灯光下 加大了男人猴结的性感 和诱惑力 她舔了舔唇绊 妈的 好有男人味 勾得她春心荡漾 心痒痒的 就是泡不到 片刻后 收回心缘一马的思绪 她站直身子 轻扯起她的领带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嘴角擒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红叶玉帝的唇绊半勾起 阴色撩人 萧二少的眼神倒是挺好 好看吗 她笑得风情万种 眼底的挑逗 和细血意味很明显 萧叶明狭长的毛子 微微眯起 低头看着 近在咫尺 肆意妄为的女人 眉头轻皱了下 她没想到 她这么胆大 相亲对象就再不远处 她竟这样毫无顾忌 她沉着脸 将领带从她手中抽出 不冷不淡地开口 还望沐小姐自重 我不是一个 只垂怜女人美色的男人 想了想又继续说到 不要轻易践踏自己的资本 走圣不走心的男人多的是 女人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不要让受到伤害 大概是见她这么不自爱 最后一句 算是对她的忠告 手里的领带被她抽走 慕尼手指还僵硬在半空中 她脸色瞬间变得辣白 下唇半 差点被她咬出血来 平复下呼吸后 她后退了一步 拉开和她的距离 拨光练练的眸子 复杂地看着她 语气中带着自嘲的意味 谢谢肖二少的好心提醒 可是怎么办呢 我妈一心只想 让我调个金龟絮回去 她嘴巴虽然也得很 但其实是个小白 实际操作经验一次都没有 只会纸上谈兵 不熟悉她的人 都会以为她是一个烂情的女人 对于她的直白 肖叶明是没有料到的 见过她这么多次相亲 目标出奇的一致 无不外乎都是有钱人 所以 慕尼给她的印象就是 贪图富贵 爱慕虚荣的女人 可没想到 她竟然就这么坦诚地说了出来 更加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层原因在里面 她谋色暗了暗 轻声道 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没必要为了别人而委屈求全自己 即使是父母 也大可不必 肖叶明没有继续逗留 说完后就当转身离开了 慕尼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深思了良久 深呼吸了一下 缓缓吐出 拿出手机 给闺蜜发了条短信 小妮子 抱 十分钟后 你打电话给我 一会儿我再去收收尾 就能走人了 芝芝 收到 那男人没对你动手动脚吧 小妮子 没有 挺绅士的 人也思思文文 芝芝 幽至男 有没可能试着发展一下小妮子 不感冒 总感觉她有点 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芝芝 知道了 不喜欢就不喜欢 感情是抢求不来的 姐妹永远支持你的选择 慕尼盯着手机屏看了会 终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去他妈的帅哥 娶他妈的男人 娶他妈的豪门 老娘单身不香吗 没事看看帅哥 逛逛街不香吗 何苦把自己埋葬在一地鸡毛的婚姻里 没日没夜地带孩子 得了忧郁症 或是成了黄脸婆 到头来 不但得不到丈夫的体贴和包容 有可能还会被嫌弃 或是抛弃 女人还是要多爱自己一些 比什么都强 重新回到大厅 男人面上并没有任何不耐 不悦的表情 温和有理的开口 穆小姐 平时都有些什么爱好 晾了他那么久 竟然半点怨言都没有 穆尼在心里暗想 这男人要不段位高 要不就是真的绅士好脾气 他挑了挑眉梢 性感的红唇 半勾起 我比较爱玩 尤其爱泡巴 泡帅哥 你呢 穆小姐倒是挺活泼的 我一般比较喜欢健身和音乐 男人平静的面上 终于有了一丝细微的表情 虽然他隐藏得很好 但还是被穆尼成功地捕获到了 很好 有效果 他嘴角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 继续 周医生建议女朋友非C吗 不等他有所回应 接着就听见他又补了句 其实我也没谈多少男朋友 大概只有十几个吧 男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数秒后才回他 完全不介意 那毕竟是穆小姐的过去 穆尼在抬眸看他时 男人已经恢复原样 又成了彬彬有礼的高雅公子哥 妈爷 这承受能力到底该有多强啊 看来还要再抱点更猛的才行 为了自由 为了不入火坑 穆尼咬了咬牙 将昨晚和闺蜜商量好的对策 给拿了出来 坦白说 我上个星期刚打完胎 昨天才跟渣男分手 周先生应该也不介意吧 男人脸色肉眼可见的 再也绷不住了 穆 穆小姐 我医院有急事 要先回去了 穆尼一见他起身要走 赶忙又追加了一剂猛药 周先生 你是不是嫌疾我了 其实我除了不孕 身体还是很健康的 男人蹭的一下起身 从皮夹里 掏出一张百元大钞 放在桌面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望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穆尼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 可以收工回去了 这时 闺蜜的电话打了过来 穆尼起身边走边聊 宝 成功把人吓跑了 哈哈 你都不知道 他当时的表情有多好笑 沈志义 行了 你好好想想 该怎么跟阿姨解释吧 穆尼刚刚走出咖啡厅 抬眸望了眼对面的 西州大酒店 视线猛然被吸引住 妈爷 不会是他眼花吧 穆小宁竟然跟着一个男人 进了酒店 只是在他看清楚后 嘴角的吃瓜笑容 立刻僵硬住了 他瞳孔骤然放大 握住手机的手 不经意地颤抖了下 差点掉在了地上 平复了下呼吸后 压低声宝 你快点赶来西州大酒店 我有钥匙相伤 莫尼的一颗小心脏 此时犹如过山车般 跌宕起伏 季节那朵白脸 竟然和他闺蜜的老公 一起来酒店 如果换成别人 他或许没那么惊恐 毕竟来酒店又不代表什么 可能是来谈生意 也有可能是来吃饭的 但如果对象是 慕晓宁那个心机表 那就不妙了 他焦急地在酒店大门外 等着闺蜜 差不多半个小时 才看见 姗姗来迟的沈志义 他上前急匆匆地拉着她 抱 快点 再晚就来不及了 面对闺蜜 火急火燎地拉扯着 他往酒店里面冲 一头雾水的沈志义 疑惑地开口询问 我们来酒店干什么 慕尼来不及跟他解释那么多 别问了 再耽误下去 你就要洗当娘了 沈志义 莫名其妙地 被闺蜜拉进了西州大酒店 踏入大厅 气派华丽的装潢 让两人感觉 犹如进入了某个城堡 前台见两人神色慌张 礼貌地询问 请问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呢 沈志义愣了愣 他也不知道来干嘛的 闺蜜也不说清楚 身旁的慕尼率先开口 我想问一下 半个小时之前进去的 一男一女 她没有在这里开房间吗 她说的不具体 又补了句 就是那男的长得特别高大帅气 女的一脸蛇金像 沈志义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一男一女 闺蜜这是来抓奸 好像也不对 她一没老公 二没男朋友 所以说 她抓谁的 前台被慕尼那具蛇金像 给逗得明嘴憋笑 也明白了两人的来意 是来抓老公出轨的 但根据酒店的规则 他们是不能随意 向外人透露客人信息的 她礼貌歉意地回 对不起两位 客人的信息 我们不能随便 向你们透露 慕尼一连忙 这么多房间 难不成要他们 一间一间地去找吗 一旁的沈志义 轻扯了下好闺蜜的胳膊 贴着她耳旁问 我们到底是来干嘛的 之前她以为是来捉奸的 但细想了一下 没这个可能 慕尼抿了抿唇半 将人拉到一旁去 我看见我姬姐 跟一个男人来酒店 所以就想进来看看 沈志义 所以把她喊来干嘛 难不成是嫌 一个人吃瓜太寂寞了 两人有个伴吗 与此同时 酒店餐厅的包间内 沈总 我敬你一杯 高总举着酒杯 有几分讨好的意思 沈志义微微汗手 端起面前的酒杯 像争信地抿了小口 一旁的沐晓宁 有意无意地偷瞄他 旁边的另外一个老总 是个人精 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思 眼底闪过一抹金光 即刻也端起了酒杯 笑着开口 沈总 你这秘书 已经跟在你身边 有好几年了吧 沈志义淡淡地应了声 嗯 高总也跟着硬喝 是啊 沐秘书不但长得漂亮 身材也是一等一的好 在一旁被当作透明人的沐晓宁 突然被提起 心思立刻活跃了起来 精致的妆容 加上优雅的举止 确实让人赏心悦目 平时跟着商时序 出去商务应酬 沐晓宁可没少被称赞表扬 他嘴角勾着婉约的笑容 谦虚地回应 谢谢两位老总的夸奖 小宁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还需要再学习 之前说话的那位老总 对他有几分垂怜之意 奈何他是商时序的人 他只好歇了心思 但也看不得美人 小心翼翼地爱慕着 却又不敢表达出来 所以就想着 推波助澜一把 继续笑着开口 沐秘书太谦虚了 如若我能得像你这样 精明能干的帮手 那我真要感谢老天了 这位老总的倾慕之心 异于言表 接着他又将事先落在 丝毫不为美色所动的 商时序身上 别有深意地笑道 美人在旁那么久 商总就没有别的想法 他问得很直白 将大多数男人的 那点龌龊思想 表露于前 文言 商时序眉头皱起 面露不悦 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面带着几分严肃 他是我秘书 我是他老板 需要有什么想法 高总察觉出他情绪的变化 赶紧出来兜场 开玩笑的 老李他喝多了 商总别放在心上 男人也赶紧点头 对对对 我喝多了 瞧我这张嘴 说的都是什么胡话 商总千万别介意 商时序面带几分严肃 正准备说什么 裤兜里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见是酒店经理打来的 他眉头皱了下 但还是出了包剑接起 他检验一骇 说经理 大少爷 少奶奶和他朋友 在楼下大厅 要不要我把人带上去 酒店经理之所以认出沈志毅 还是因为 上次商时序带他 一起来参加酒会 意外得知的 商时序 别吓到他 把人送到我专属套房去 这里不适合他 乌烟瘴气的 要不是为了应酬 他也不喜欢参加这样的饭局 得到指示后 经理收起手机 静止地走到沈志毅面前 沈小姐 商总在我们酒店 和客户在用餐 他让我带你上去 慕妮 还真是来用餐呢 默了默 他决定 还是别把实情告诉闺蜜了 省得节外生枝 他今天有点冲动了 瞄了眼男人胸口前的工作牌 见识经理 慕妮心里不禁纳闷了起来 这男人怎么 对他们这么恭敬 沈志毅刚想问几句的时候 就收到了伤时序的短信 亲爱的 先让经理带你去楼上房间 我晚一会就过去 这个备注 是前天某人强迫他改的 芝芝 嗯 别喝太多酒了 亲爱的 谢谢老婆的关心 我尽量 看见老婆两个字 沈志一脸不由的脸颊 泛起了一丝丝红韵 这段时间 他们犹如热恋气的小情侣 每天就像泡在蜂蜜罐子里似的 被甜蜜包裹着 见他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 慕妮拿胳膊轻轻戳了下他 傻愣着干嘛 回过神来 沈志一收回手机 和闺蜜两人 跟着经理乘坐电梯 去了酒店顶层 出了电梯 沈志一才注意到 这一层只有一个房间 西州大酒店 是森盛集团旗下的 酒店的楼层数越高 房间的级别就越高 经理拿出之前 准备好的备用房卡 给两人开门 恭恭敬敬地开口 沈小姐 你们在这里稍等片刻 商总应酬完了后 就会过来 沈志一里冒微笑地点头 带经理走后 慕妮忍不住 惊讶地喊出声来 哇 这房间也太大 太豪华了吧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 总统套房 沈志一也被里面的奢华程度 给震撼到了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 越看越肉疼 忍不住说出声 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啊 慕妮收敛了下脸上的表情 忍不住言语了两句 你怎么就光心疼钱呢 就不想想 在这里住一晚多享受 他是典型的月光族 从来不亏待自己 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该花就花 人生暂时短短几十载 何必把自己活得像牛一样来 他人生没有什么大目标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吃饱喝足 不用露宿街头就行 就在两人坐在柔软舒适的 真皮沙发上 感慨人生的时候 伤时序终于出现了 他视线落在沈志一身上 温声问 怎么突然跑酒店来了 沈志一一正 怎么跑来的 他下意识地 瞥了眼一旁的闺蜜 慕妮顿时一脸心虚 他能说他是带闺蜜来捉奸的吗 当然不能 明艳的桃花眼 转了两圈后 很不仗义地开口 哦 我这个电灯泡 就不在这里碍事了 先撤了 话落后 还不忘递给 闺蜜一个 你自求多福的眼神 沈志一 不讲义气的家伙 这闺蜜情 是塑料的吧 就这么把他给丢了 就在慕妮将手 放在门把上的时候 突然转头问了句 那个 商总 慕晓宁 是你的秘书 商时 续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嗡了声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慕妮一秒钟 都没敢耽误 开门在关上 几乎是一气呵成 一溜烟地不见了人影 沈志一一脸猛地站在原地 原本他起身打算 和闺蜜一起走的 没想到自己 被无情地抛弃了 不过 瞧见闺蜜那心虚的样 再结合他之前所说的话 现在哪里还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 对上商时序 那双探究的毛子 沈志一干笑了两声 那个 他性格就那样 风风火火的 他取下鼻梁上的眼镜 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白色衬衫最上面的 两颗扣子 被他解开 不知何时 他已经挪不到了他的面前 眸色深沉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勾唇一笑 他性格怎样我不感兴趣 倒是你 是不是该跟我解释点什么 嗯 高大的身形一靠近 沈志一瞬间 就感觉到了 扑面而来的淡淡酒香 以及强烈的荷尔蒙气息 他定定地望着男人 幽深的黑眸 涂着樱花粉的唇瓣 微微张起 我要说是被闺蜜骗来的 你信吗 这次真是丢人丢大了 竟然会跑过来抓伤 时序的肩 要是之前 慕妮就说清楚 他绝对不会过来的 他低下头 气息吹拂到他耳朵上 嗯 所以你们到底在找什么 闻言 沈志一不可置信的 征元姓谋 他知道了 知道他们闯进酒店的目的 看着眼前目瞪口呆的人 伤时序抬手 给他理了 散落在耳旁的碎发 他动作很轻柔 他眉梢上挑 完美的唇形半勾起 低雅的嗓音 萦绕在他耳畔 是在找我和 慕秘书吗 砰的一声 沈志一感觉脑袋里 好像有烟花炸开 那声音震耳欲聋 他竟然什么都知道了 呜呜 这一下彻底地没脸见人了 他轻咬着下唇 心虚地不敢 和他对视 他眉眼脸着笑意 吱吱怎么不说话了 他尾音拉得很长 呼出来的气息 如数都铺在了他的脖梗上 两人近在咫尺 只要稍稍一碰 就能亲上去 沈志一颗狂跳的心 早已经试了节奏 他松开紧咬的下嘴唇 温吞地开口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怀疑你们的 其实他并不会怀疑他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还是有些了解 他秉庆和原则的 伤时序伸手搂住他的腰 轻轻往前一带 四目相对 他性感的喉结滚动了下 欢迎伤太太 随时来查岗 不过嘴上说道歉 多不显诚意 沈志一 嗯 不如换个方式 他漆黑如墨的眼眸 一瞬不顺地凝视着他 他那双眼睛 好像有某种魔力 吸引着你 想要钻进去探究一番 他一时愣的张口 什么方式 他手臂稍稍紧了几分 低头贴着他 嘴角露出一抹暧昧的笑意 想要支支一个吻 给吗 沈志一正了下 想要个吻 他又不是没吻过他 怎么这会儿 他睫毛颤了颤 问 你什么时候这么绅士了 灯光下 他粉色饱满的双唇 泛着水润诱人的光泽 忍不住想要一品他的芳香 伤时续目光 落在他娇艳欲滴的唇瓣上 呼吸不经意间 变得粗重了些 阴线带的几分暗雅 吱吱 沈 嗯 沈 是你的吻 沈 我的吻 沈 对 你吻我 你 吻 我 沈志一在心里重复了遍 灵光猛然一闪 他身体瞬间僵硬住了 是要他主动吻他 耳畔的呼吸声越来越灼热 他眼神灼热地盯着他 眸底的期待与渴望 显而易见 沈志一如迷路般的性谋 有一瞬间的惊慌失措 他微微颤动着眼上的睫毛 胸腔内似有一对鼓手在敲打 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忘记了回应 两久后 耳畔又传来他温热的嗓音 所以 宝贝 给吗 他饶有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回应 深沉的黑眸 静静地凝视着 他为数不多的温柔和耐心 都用在了眼前女孩的身上 尊重他 在意他的感受 怕弄伤他 又怕弄哭他 长那么大 他还从来没有因为一件事或一个人 而顾虑这么多 沈志一完全抵挡不住他这眼神 因为紧张 手心竟然出了许多汗 脑海里不断地重复着 给吗 给吗 他完全遭不住 诱人的眼神 撩人的嗓音 他张了张唇 我刚发出一个单音 发现竟然说不了话 你什么 他抬手抹撒了下他的下巴 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后续 四目相对间 两人灼热的视线地勾然在了一起 瞬间暧昧的气息在四周涌动 沈志一舔了舔唇 仰起头 朝着他的唇半吻了上去 他用这个吻 直接给了他答案 学着他之前吻他的样子 轻轻柔柔地咬视 虽然很青涩笨拙 但却将人挠得心痒痒的 伤持续低声暗骂了句 真是勾人小妖精 他直接单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反客为主 霸道地加深了这个吻 沈志一受不住 向后退了步 嗯嗯 两人一起 摔到了身后的沙发上 一上一下 这姿势莫名地有点 嗯 两个人的吻还在继续 近似有种疯狂和痴缠 沈志一感觉快要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他的半身裙 不知何时被推到了腰间 他气息不稳地 在他背后挠了两下 从唇齿间露出几个字难 感受到他的动作 伤持续缓缓移开自己的唇瓣 将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 稍稍缓解了一下呼吸 声线低呀 现在好点了吗 因为喘息 两团雪白也跟着起起伏伏 嗯 好 好些了 他声音娇软得不行 脸颊透着一层粉红 柔软的身体曲线 娇滴滴的美人 还是自己爱的女人 他不是柳夏慧 立刻有了反应 直挺挺地处在两人中间 颇为壮举 即使没有经过 人事的沈志一 这会儿 也一张脸红的 能滴出血来 他脸颊染上了一层红韵 羞涩的嗓音 带着几分娇软 你 你先起开 他眉眼间情外暗涌 一直在极力克制着 他单手撑着 从他身上起开 见他这么害羞 他嘴角半勾起 我弟弟想见见你 我也控制不了 沈志一休的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一时间都不敢去看他 伤食序若无其事地 向浴室走去 在临门前突然转身 一会陪我吃午饭 吃午饭 他不是刚刚才吃过吗 不等沈志一有所回应 就已经进了浴室 但他好像没 关好门 半开半眼着 门还是磨砂玻璃的 这诱惑力 这冲击力 简直是要爆表的节奏 顷刻间 浴室内的充斥着弥漫的水雾 若隐若现的身形轮廓 印在了磨砂玻璃上 沈志一瞬间身子僵硬住 他赶紧拿起一旁的抱枕 将连捂了起来 呜呜 这太引人犯罪了 即使他不看 但脑海中已经放映出了某种画面 男人健硕高大的身形 仰着头 站在花洒下 水流顺着他深邃的眼眸 高挺的鼻梁 性感的嘴唇 完美流畅的下额线 锁骨 腹肌 最后一清而下 顺着修长的腿 流转到了他脚边 一幅令人血脉喷张的画面 立刻跃于眼前 这太让人 响入飞飞了 简直有种口水直流三千尺的即视感 沈志一赶紧拍打他滚烫的脸颊 小声地念叨着 不要想 不要想 他的每一块腹肌 都犹如刻进了他的脑海般 怎么甩也甩不掉 不知何时 伤时序已经洗好出了浴室 见他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脸颊 嘴里还嘀咕着什么 他脚底带着浴室的水迹 身上穿了套棉料睡衣 抬步走了过来 低笑了声 嗓音带着一丝慵懒和沙哑 再拍 脸就要肿了 沈志一的视线 顺着笔直的大长腿 缓缓上移 也不只是有意无意 目光在某处 竟然停留了半秒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沈志一脑袋轰得一下就炸开了 他 他怎么会 偷瞄人家那脸 呜 要命啊 他色色了 要长真眼了 不不不 他不是故意的 就只是好奇 想看看还竖着没有 见他脸色堪比变色聋 伤时序忍不住低笑了声 吱吱在意想我什么呢 沈志一把脖子缩了缩 犹如一只鞍唇 整个脸颊被埋了三分之二在抱枕下 从抱枕下闷闷地传出声 没 没绝对没想 一点点都没想 有句成语叫 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的就是他 伤时序脸下 眼底的笑意 在他身旁坐下 伸手准备拿开抱枕 温生红 乖 把抱枕给我 这样不透气 沈志一好像护士的小幼崽 死命的巴拉的抱枕不放 不给 嗯 你确定不给 他连人将抱枕一块 揽在自己怀中 下巴落在他肩膀上 语调缓慢 又带着某种威胁的意味 温热的气息 在他脖梗处散开 沈志一忍不住抖动了肩膀 想拉开点和他的距离 哪知他还没成功 人 就被抱了起来 吓得他赶紧丢开抱枕 双手抱在了他的脖梗上 在抱枕落地的那一瞬间 他耳畔传来伤时序的低笑声 原来吱吱是想让我抱着 过分 竟然用这招来对付他 被迫窝在他怀里的沈志一 眼眸轻眨了下 不是说陪你吃午饭吗 他算是看清楚了 这男人就是知腹黑的狼 不单只能聊 还能欺负人 更是小心思多得很 他垂眸看着怀里 一脸潮红的女孩 滴滴地应了声 嗯 不过在去吃饭之前 先来点开胃小菜 单纯的小兔子 哪里懂得这些 轻眨了下诧异的眸子 你房间里还有小菜 下意识的 他以为是喝酒前的那些小菜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小菜非比小菜 伤时序猴头滚动了下 暗哑的嗓音带着某种蛊惑 嗯 知之要品尝吗 他目光灼灼 有时像夜空中一样 深邃神秘 有时又那样的深沉 有时又是那样的温柔 撩人心怀 沈志亦无法抵挡他这样的眼神 下意识地点头 嗯 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这丫头 还真认为是吃的菜呢 伤时序在心里暗笑 果然是一只 什么都不懂的傻兔子 他挑眉 嗓音带着点勾人心弦的意味 带你去床上慢慢品 不就知道了 什么 床上 他笑容怎么这么污囊 沈志亦对上他细血的眼神 后知后觉地 嗅到了一丝危险 他挣扎着想下来 可某人根本就不给他这个的机会 我不吃了 我要下来 不理会他的挣扎 直接将人放到了床上 紧接着 他也压了上去 将他两只不安分的小手举过头顶 他用大掌反扣着 声音透着愉悦的笑意 知道我来酒店干什么吗 沈志亦望着他这张非常犯规的脸 脸颊微微泛的红 长而翘的睫毛 因为紧张的原因 呼闪了几下 陪客户吃饭 他视线灼热 贴在他耳旁轻语刀 芝芝说得对 但我今天还没吃饱 想要吃你 他将脸颊埋在他脖梗处 清秀了下 独属于他的那股淡淡体香 沈志亦煞时间身体僵硬住 想吃 他 原来 他说的吃是这种 他还没准备好 有些怕 听说很疼的 他怕疼 伤识续盯着他小鹿般的性谋 眼底带的一抹细血 薄唇勾起 都送上门来了 哪有不吃的道理 沈志亦 他竟然无法反驳 此时此刻 他全身的毛孔都在紧张 闭了闭眼 轻颤了下睫毛 呼得又睁开 对上他深邃迷人的毛子 沈志亦吞咽了下口水 虽然他有些心动 但是他还是有些怕 他默了默 结结巴巴地开口 我 伤识续眸色暗了暗 低笑一声 嗯 听着呢 你什么 他边说边开始去解自己睡衣的扣子 一颗 二颗 精壮性感的锁骨 三 四 线条流畅 纹理紧致的胸肌 五 六 紧是弹力的腹肌 沈志亦一时间看呆了 眼珠子好似粘在了他身上似的 竟一眨都不眨 就这么直勾勾赤裸裸地盯着 他不止 吞咽了几次口水 要命 这是要 伺诱他吗 就在沈志亦看的哈喇子直流的时候 男人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别看了 小蝉猫 过来 帮我挑套衣服 一会出去吃饭 话落他赤裸着上身 向里面的衣帽肩走去 留下一脸猛逼的沈志亦 啊 这就完了 见他还傻愣着没动 男人侧身望了过来 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莫非知知 在失落什么 其实他也是故意逗他的 没打算就这么轻率地要了他 沈志亦轻语 拍了下滚烫的脸颊 连声否认 没 才没有 他快速地从床上下来 跟着走了进去 见到一排排的手工高定西装 以及一条条不同款式的领带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里时 沈志亦差点傻了眼 他一个男人竟然有这么多衣服 但清一色的都是黑白灰 他情不自禁地嘴角抽了抽 你这人穿衣服 还真淡掉 根本就用不着选 伤时续挑眉 浅消道 要不知之帮我设计几套 沈志亦抿了抿唇 我只会设计女装 男装没试过 他眸光一片温柔 有些期待 闲暇的时候你可以试试 不着急 我等着 嗯 我试试 他有些蠢蠢浴室 给自己喜欢的人设计衣服 那是一种什么样感觉 转身挑了套灰色的西装 和白色衬衫递给他 看你天天穿黑色的 今天换个颜色吧 伤时续嘴角扬着一抹好看的弧度 嗓音勾着撒娇着语气 想要吱吱帮我穿 沈志亦 他竟然还会撒娇 这么金玉的一张脸 竟然也能这么萌大大 不知为什么 他莫名的感觉 此时的伤时续 像急了刚刚来他们家的不偶猫肉球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扰乱了这一世的暧昧氛围 见识经理打来的 他眉头轻皱了下 接起 很快 电话那头就传来男人急促的声音 大少爷 大少奶奶的朋友 跟你的秘书打起来了 收了电话 伤时续脸色有些不太好 但语气还是很温柔 芝芝 你先去外面等我一会 好不容易和老婆待一会 培养下感情 还被打扰了 心情能好才怪 沈志亦 不缠着让他伺候了 既然他自己愿意动手 他乐意至极 换好衣服出来的伤时续 上前一步 牵起他的手 温声道 先去楼下处理点事 一会再去吃饭 沈志亦以为是他公司的事 就没有多问 两人乘坐电梯 到达一楼大厅 隔着硕大的玻璃门 就见酒店门口 扭打在一起的两个女人 还有两个酒店保安 在努力尝试着 上前分开两人 沈志亦定睛一看 其中一个竟然是木匿 他惊恐地喊出了声 你你 伤时续一把将人搂在怀中 怕他跑出去 黑气的眸子 扫向一旁的几个酒店保安 立声道 还不去将人拉开 在一旁木瞪口呆的几个年轻保安 赶紧回神 上去帮忙 他们没想 两个身形纤细的女生 撕打起来竟这么彪悍 尤其是那个 看起年龄要小些的 战斗力丝毫不亚于男人 又拉又扯 又拽又踢 手脚并用 这简直颠覆了 他们对女生的新认知 妈爷 吓得他们都不敢找女朋友了 怕被家暴 彪悍的木妮 此时正扯着木小宁的头发 将人往一旁拽 嘴里还不忘放狠话 今天是你惹我的 别怪我不客气 谁让你把脸伸上来 让我打的 她嫌在酒店门口太显眼招人 不想把自己 女汉子的一面 展露在大众眼前 两人身高差不多 只是木妮从小也惯了 打架一点都不含糊 骄养着长大的木小宁 哪里是她的对手 猛然听到好姐妹的声音 她一把丢开木小宁 转过身 眼底满是惊讶 芝芝 你怎么下来了 几个保安趁机将两人隔离开 顺手将狼狈不堪的木小宁 给扶到了一边去 沈志义也挣脱了伤时序的禁锢 来到了闺蜜面前 你没伤到哪里吧 她边将木妮凌乱的头发给李顺 边关心地问 没事 我吃不了亏 木妮勾着红唇 给闺蜜递了个安心的眼神 沈志义见她身上确实没有伤 这才松了口气 将视线落在一旁 衣服被扯得凌乱 很是狼狈的女人身上 这女人 就是闺蜜的那个白莲花妓姐 不等她开口 木妮在她耳旁小声道 她就是我的妓姐 也是你帅老公的秘书 闻言 沈志义一正 伤时序的秘书 这也太巧合了吧 闺蜜口中的白莲花心机表 没想到 竟然是自己老公的秘书 这是什么缘分 她诧异地问 那你为什么跟她打起来 据她所知 闺蜜一向都隐忍 她这个季节的 今天怎么就爆发了 木妮整理了下裙子 小嘴撇了撇 还不是 她嘴巴太臭了 实在太讨厌 平时 按理明理嘲讽他们母女就算了 今天既然把她已经去世的爸爸 也给牵扯了出来 她怎么能允许这个蛇精脸 随便侮辱践踏呢 沈志义了解她的性格 不是一个会主动挑适的主 看来是她这个季节 今天说话过分了 她跨着闺蜜的手臂 安慰道 好了 别不开心了 你又不是才第一天认识她 不远处的沐小宁 在看到沈志义的那一瞬间 满脸惊讶 她没想到 这女人竟然跟她的便宜 既没认识 并且看起来 好像关系还不一般 收回打量的视线 在心里不屑地冷哼一声 还真是物以类聚 都这么让人讨厌 刚弯腰起 剪跌落在地上的包包 不经意间 竟然看到了伤时序 身子猛然僵硬在了原地 她什么时候出现的 抓住包的手指骨节 几分力道 她好不容易维持的 优雅知性形象 今天全毁在了 慕妮那个小剑蹄子手里 此时此刻 对这个季妹的厌恶 又加深了几分 她稍稍整顿了下情绪 一副楚楚的柔弱感 与其带着几分无奈 商总 让你见笑了 我季妹她太任性刁蛮了 她说话很有技巧 竟然将这出闹剧 化解成了 她是受害者 商时序对他们的事情 不感兴趣 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但莫得出声 今天放你半天假 慕晓宁欣喜不已 以为总裁这是怜悯心疼她 自信满满地凹凸着 她娇好的身材 谋底续着九分爱意 和一分妩媚 嗓音娇软 谢谢总裁的体恤 商时序面无表情 淡淡地嗡了声 吩咐司机将人给送回去 毕竟是跟着她一起 出来应酬饭局的 她也不好 直接把人给扔着不管 处理好事情后 转身重新踏入酒店的大厅 此时 沈志毅正给慕妮用湿纸 清理花掉的妆容 她静止地走过去 温声道 走吧 带你们去吃饭 慕妮不想打扰他们的二人事件 拍了拍闺蜜的肩膀 我妈还在车里等着我呢 下次找个机会再约 沈志毅不放心地叮嘱了她几句 同时也在心里替闺蜜捏了一把汗 今天不单只把相亲给搅黄了 还把季姐给打了 可想而知 慕母那里绝对不会侵扰她 商时序很是自然地搂住她的腰身 温柔地 给她理了下耳旁的碎发 语气有点酸 人都走了 还看呢 沈志毅扭头望了她一眼 嘴角勾着笑 女人的醋你也吃 她在心里好笑 没看出来她 还试得大醋缸子 男人一本正经地回 嗯 是有点妒忌她在你心里的位置 沈志毅 还有男人 这么大大方方地 承认自己吃醋的 她总是不按套路出牌 整得她都不知道 如何接这话了 想了想 她的眸光流转 嘴角勾了一抹完美的弧度 仰头 悄悄地在她性感的唇瓣上 播的一声落下一吻 对于她突然的主动和举动 让在场的其他人揭示一愣 经理 少奶奶好威武 前台 原来帅哥都喜欢主动的 学到了 学到了 保安 妈爷 现在世道到底是怎么了 美女也疯狂了 被强吻的某人 一脸甜蜜地看着面前 羞红着脸小兔子 她嗓音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吱吱这是学会反击了 沈志毅一脸傲娇地说 没听说兔子急了 会咬人吗 对于这边两人的甜蜜 而另一边叶师姐 显然有些不太好 与此同时 某餐厅内 叶初彤没想到 出来吃个中午饭 竟然会撞到这一幕 楼下没有位置了 叶初彤和小苏三人 被服务生领去上了三楼 手机不小心被落在了车内 她又折回去一趟 在经过二楼的时候 不经意间 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她顿住脚步 待看亲后 身子猛然僵硬住了 男人正在柔温地 哄着怀里生气的女孩 宝贝别生气 我没有不理你 只是这几天工作比较忙 今天不是过来陪你了吗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回 我以为你不爱我了呢 新公司那边管得比较严 我不能随便玩手机 以后我尽量找机会 给你回信息 这总想了吧 真的 骗你干什么 傻丫头 不生气了 就赶快吃饭 一会我还要回公司 两人的对话结束 叶初彤不动声色地 转身回了三楼 另一边 从酒店餐厅离开后 伤时序将沈志毅 带回了公司 两人刚踏入星火公司的大门 员工群内瞬间炸开了锅 员工 哎 天哪 我刚刚午休醒来 不会是眼花了吧 总裁竟然温柔地牵着一个美女 员工B 我也看到了 两人好般配 好甜蜜哦 不过那位美女 好像上次来过 员工C 九明九明 不会她 就是传说中的总裁夫人吧 员工D 有可能 不然你看总裁什么时候 对一个女人这么温柔了 员工E 啊啊 原来我们的高领之花总裁 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员工F 我们神秘的总裁夫人 终于露出了水面 原来是个大美女啊 对于员工群内的热议 两位主角自然不知道 沈志毅今天穿了套黑色 竖条纹女士西装 阔腿款式 腰间还系了条腰带 将她隐隐一握的小腰 勾勒更细 伤时序从背后 环抱住她的腰身 将下巴放到她的肩膀上 嗓音低沉雌性 你在这里弄你的设计稿 我五分钟后有个会议 莫名的 她现在一点也不想和她分开 恨不得分分秒秒的 都和她黏在一起 沈志毅脖梗 被她头发挠得痒痒的 忍不住用手去拨弄了两下 你发质怎么这么好啊 好柔顺 伤时序薄唇清起 低沉雌性 那芝芝喜欢吗 嗯 挺喜欢的 那人呢 喜欢吗 也喜欢 我也喜欢芝芝 沈志毅 莫名的感觉被套路了 她反转过身 性眸眨了下 不是有会议吗 她一双深邃的眸子 倾着撒娇的笑意 嗯 芝芝给点奖励 不然没动力 沈志毅 这还是当初那个高冷的男人吗 动不动就粘人撒娇 谁受得了啊 她抬眸看着她 好笑道 怎么还学会撒娇了 她嘀嘀地笑了声 跟芝芝在一起后 就无视自通了 她微微低着头 连姿势都调好了 就等着她主动 无奈之下 沈志毅只好又献了一次 自己的相问 终于把人给哄好 乖乖去开会了 此时 偌大的办公室 只有她一个人 沈志毅在靠墙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拿出从车里带过来的笔记本 继续之前没有完成的设计稿 不多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咚咚 沈志毅犹豫了下 不知道该不该去开门 但又怕是伤势去拆人过来 拿什么忘记的文件 最后 她还是轻声喊了句 请进 得到回应后 办公室的门从外面被人推开 走进来一位身材圆润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女子 手里还提了杯奶茶 她笑着开口 夫人好 这是总裁吩咐我出去 给你买的奶茶 她笑起来时 两边有一对可爱的小梨窝 很是可爱甜美 沈志毅有点受惊若惊 没想到伤时序 竟然还让人去给她买了奶茶 她连忙起身 接过来 谢 谢谢 不用谢 不用谢 女孩没想到 总裁夫人这么平易近人 眼前的女孩 正是姜特柱的一个远房表妹 现在是总裁办了一名实习小助理 任务完成后 她赶快出了总裁办公室 一个多小时后 伤时序推门而入 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 正午阳光 透过百叶窗的缝隙 斜照进来 头下一条条温暖的光影 有种朦胧飘渺的温馨感 女孩正聚精会神地 在忙碌桌手里的画稿 她肤如凝脂 胶唇红润 眼尾处的那颗小痣 添了几分恋眼勾人 漆黑卷翘的睫毛 如同一把小刷子 时不时地轻轻颤动着 在下眼帘 头下一片阴影 她就这样静静地凝视了会 竟然看得入了迷 感觉有道炽热的视线 望盯着她 沈志义猛地抬头 两人四目相对 她眼底划过一丝欣喜 性谋弯了弯 会议结束了 她丝毫没有偷看 被逮到的尴尬感 嗯 奶茶好喝吗 话落 她顺手将办公室的门给关上 说话兼人 已经来到了她身旁 挺好喝的 你要不要试试 沈志义举起自己 已经喝了一半的奶茶 她丝毫没有觉得 沈志义神色正了下 俯身就着她 伸过来的奶茶杯 吸了一口 眼底染着几分笑意 味道不错 她这话意味深长 不知是说人还是说奶茶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沈志义 脸上笑容灿烂 没骗你吧 沈志义垂眸 对上她恋眼波光 水雾般的眸子 喉结滚动了下 语气轻缓 嗯 的确很美味 令人欲罢不能 她笑得别有深意 重新站直身体 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打开抽屉 将准备好的卡 拿了出来 吱吱 嗯 过我这里来 她声线带着五分温柔 三分低沉 和两分宠溺 沈志义眸色正了下 放下手中的笔记本 起身走了过去 她声音带着几分软糯和犹豫 不打扰你工作吗 待她刚靠近 伤时序就将人抱坐在了腿上 耳旁传出她低沉雌性的嗓音 不打扰 我工作处理得差不多了 边说边将她的手掌慢慢打开 感觉到自己手上有什么东西 沈志义垂眸一看 竟然是一张银行卡 只是这张卡有些面熟 好像上次在珠宝店她刷的那张 沈志义完全梦忘 不知道她这是何用意 圆圆的姓谋 带着几分诧异和不解 干嘛给我这点 伤时序勾起嘴角 我的工资卡 当然要由我太太来保管 婚后 男人主动上交自己的工资卡 给老婆保管 这虽然是罪土的情话 但可以让女人安心和踏实 尤其是婚后 因为照顾家庭和孩子 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 全职家庭主妇 但沈志义不想接 这张卡可不是普通的卡 有可能是伤时序全部的身家 她感觉如同烫手的山芋 连连摇头拒绝 不行不行 我不要 这里面的金额 大概能把她给砸晕了 她可不敢接 不然 她睡觉都睡不踏实 伤时序见她反应那么大 眉头倾错了下 看来老婆不贪 她才也不是件好事 她挣的钱都没人替她花 最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 将另一张副卡给拿了出来 这张是我的副卡 没事限制你可以随意刷 沈志义 没事限制 随意刷 她有种突然间暴富的感觉 脑海中 此刻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A 花老公的钱 那是天经地义 拿着 B 不行不行 咱要有点骨气 女人也应该当自强 不能依附着男人 见她小脸一会开心 一会皱眉头 一会又撅嘴巴 伤时序不禁在心里哑然失笑 她老婆还真可爱 最后忍不住揉了揉她的发顶 低沉地笑了声 不是想要给岳母和外公买大房子吗 明天陪你去看看 文言 沈志义一愣 抬眸和她四目相对 惊讶中又带着一丝轻颤 你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她从小到大的愿望 也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她坦然道 上次去你家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吱吱的日记本 没想到她家小姑娘 这么有出现 初中就定下了这个远大的目标 沈志义有些迥 年少时自己用来碎碎念的手杖 没想到被她看到了 好在她那个时候 没有暗恋哪个男同学 不然就糗大了 她善善地笑了笑 哼哼 那是我瞎邪的 伤时序目光落在她脸上 语气满是宠溺 可我想提小吱吱 实现这个愿望 小吱吱 沈志义呼吸一致 她感觉此时 自己好像跌入了棉花团里 好暖 好心动 怎么会有这么宠老婆的男人 可我想凭自己的能力 她清澈的毛子 仿佛布着一层水雾 因为感动 有些泛红和湿润 再没认识她之前24年的人生里 她生活的可以说是平淡如水 她既不渴妇爱 也不渴望爱情 自从认识她后才发现 原来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是残缺和伤痛 她眸底含着不轻易流露的温柔 低笑了声 你是我老婆 难道花老公的钱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她有点后悔 没能早点听从爷爷的安排 和她见面 但同时她又万幸 好在那次 她终于去了 沈志义真是被她的温柔给打败了 让我考虑一下 伤时续垂眸定定地看着她 别考虑了 就当是我娶你的聘礼之一 她有些惊讶 水雾般的毛子 骤然争大 聘礼 嗯 爷爷已经在着手准备我们的婚礼了 所以 聘礼当然是少不了的 既然已经认定她了 她不会就这样简单地领个证就算了 她要光明正大的 把她娶进门 做她伤时续的太太 沈志义真的没想到她还要补办婚礼 说不敢动她是假的 毕竟能穿上漂亮的婚纱 嫁给自己心爱的男人 这是每个女人梦寐以求的心愿 以前没想过 但现在有些期待了 想了想 沈志义嘴角情不自禁地杨起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找个时间 去拍套婚纱啊 她好像记得 婚礼现场要摆放婚纱照 房间里也要 沈志义温声细语地问 嗯 这个周末行吗 想了想她回应道 应该有时间 就在两人拟弄我浓情一绵绵的时候 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咚咚咚 沈志义下的身子一僵 赶紧推了推她的手臂 有人来了 我去沙发上 沈志义不急不缓地道 没有我的允许 他们是不敢进来的 随后帮她整理了下衣服 又柔声问道 要不要去卧室里休息一会 沈志义 她准备金屋藏娇吗 不过 想想又没这个可能 她要真是想藏的话 就不会带她来公司了 大概是真的怕她累了 沈志义点头 就在这里面吗 嗯 我带你去 她直接抱着她起身 轻推了下红木书架旁边的一道墙门 抱着她走了进去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间超大的卧室 里面配备很齐全 跟家里的卧室无异 沈志义笑着打句道 看不出来 你这间办公室 原来还别有洞天呢 将人放到床上 俯身在她额头上亲吻了下 目光温柔地落在她精致的小脸上 沟纯浅笑道 要不 支支以后 中午就来我这里休息 她嗓音滴滴沉沉的 尾音有些勾人心弦 这个猝不及防的邀请 有些让人心动 沈志义有些抵挡不住这诱惑 毕竟她这里离自己工作室 也不太远 这宽大的卧室 这舒服的两米大床 就在她稀里糊涂 差点就要答应的时候 猛然清醒过来 她要是过来 不就要跟她睡在一张床上了吗 赶紧摇头拒绝 不用不用 太麻烦了 我在办公室里密会就行 好险 差点被她套路进去了 见小兔子不上当 伤时序有些无奈 笨兔子变聪明了 没那么好骗了 行 不强迫你 你要想来随时过来 她站直身子 慢悠悠地说道 沈志义催促她赶紧出去 外面 还有人在等着她回应吗 她转身出了卧室 贴心地降门给关好 刚在办公桌前坐下 敲门声又响起 并夹杂的女人的说话声 沈总 你在吗 静 一道低沉的嗓音 隔着门板传了出去 见终于有了回应 办公室的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 随即传出 清脆塌塌的高跟鞋声 在这寂静的办公室内 尤为凸显 伤时序眉头紧促起 抬眸看向来人 她脸上并没有过多的表情 不是让你回家休息了吗 怎么又来了 进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原本在家休假的穆小宁 在员工群里得知 总裁的夫人来了 她在家还怎能待得住 所以精心打扮了一番 赶紧赶了过来 会议会真的女人 相较于上午在酒店门外的 那不堪一幕 她现在整个人都散发着 优雅高贵的女神气质 上衣是件酒红色的身V领 竖腰短装衬衫 下身是一条包臀紧身鱼尾裙 将她身材包裹得玲珑有致 领口处的若隐若现极为性感 她握了下手掌心 给自己鼓足了勇气 卖着优雅的小碎步 缓缓来到她办公桌前 将准备好的文件递给她 总裁 有份重要的文件 我忘记了拿给你签 文言 伤时序抬眸扫视了她一眼 冷声道 先放在这 你先出去 作为一个在商场厮杀多年的男人 女人的这点小心机 她怎么会看不出来 之前以为她是个聪明人 不会踩着她的底线 如今看来 是她看走眼了 慕晓宁紧咬着下唇绊 都已经迈出第一步了 要是不做点什么 有点不甘心 她第一次穿这么紧的裙子 想绕过桌子 来个近身诱惑 没想到一个不稳 突然扑倒在了桌子边上 啊的一声 尖叫出十声 好巧不巧 就在这个时候 将特助推门而入 总裁这里有一份 眼前的一幕 差点把她惊得下巴 掉在了地上 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 你们继续 将特助下 给赶紧退了出去 她站在门外 拍了拍受精的小心脏 妈呀 都说女人猛于虎 没想到 平时看起优雅端庄的木秘书 浪起来是这么猛 竟然色诱他们总裁 好大的胆啊 不对哦 好像总裁夫人 还在办公室呢 将特助一脸惊恐 这是什么射死现场 今晚总裁回家 会不会跪键盘啊 外面的动静 惊醒了卧室内 浅眠的沈志义 她悠悠睁开眸子 好像刚刚听到了女人声 坐在办公桌前的伤食序 脸色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冷着脸 沉深开口 滚出去 以后不要再进我的办公室 原本摔了一跤 就一脸委屈的沐小宁 没想到她竟然还是无动于衷 又羞又闹 可她不敢辩解 因为 她了解伤时序的性格 颤了颤发抖的双腿 赶忙道歉 对 对不起 我这就滚 沐小宁紧咬住自己的下唇半 站直身子 就在她准备转身的时候 卧室的墙门被打开了 露出一张又唇又郁的精致五官 紧接着就是 虽纤细高挑 但玲珑有致的身子 办公室内的三人皆一愣 伤时序没想到她这个时候醒来 冰冷的眸子 立刻温柔了下来 起身静直地走到她身旁 温身开口 吵醒你了 边说边替她整理了下头发 沈志毅收回在沐小宁身上的视线 看向她时 眉颜带着甜甜的笑意 没有 我刚好醒了 眼前爱慕了多年的男人 她温柔的这面 是沐小宁从来没见过的 在心里猜测着 莫非她就是 伤时序闪魂的对象 想到这个可能 沐小宁有些极度恨 除了脸蛋长得漂亮 和身材好点外 沐小宁并不觉得 她有什么出色之处 心里的不平衡 导致着她 差点把唇瓣咬出血来 最后努力地平复了下自己的呼吸 勉强地扯出一抹潜笑 总裁 这位是夫人吗 她的出生 打断了两人的甜蜜对视 伤时序的耐心 彻底地被毫光了 棱眼扫了过去 一字一句 你不是第一天才做我的秘书 我的脾气 你应该清楚 念你在心火 兢兢业业了五年的份上 自己去人事部递交辞成 沐小宁顿时一脸错愕 她不想失去这份 体面高薪的工作 试图做着最后的挣扎 颤颤巍巍地开口 商总 你再给我次机会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做这种蠢事了 沈志毅虽然不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但见沐小宁的这身打扮 莫名的心里有些不舒服 正常情况下 她想应该没有哪个员工上班 穿成她这样 这赤裸裸的小心思 傻子也看得出来 商时续对她的恳求毫无反应 将江特助喊了进来 把人给轰了出去 这下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优雅端庄的沐秘书 竟然跑去办公室 试图勾引总裁 天啊 真没看出来 沐秘书竟然是这种人 就是 好好的秘书不做 非一天走见风 也不看看 咱们总裁是什么脾气 她也敢去勾引 唉 又是一个拎不清的 落了个被轰出来辞退的下场 大家热议了一会 唏嘘不已 这个小插曲过后 大家又继续忙碌各自的事情 下午 距下班点 还有将近一个小时 不出大家所料 商大总裁今日早退了 将助理吐槽 总裁早退回家 给老婆做晚饭去了 我留下来陪你们加班 呜 好惨啊 被塞狗粮就算了 还要留下来加班 全公司的员工 一片哀嚎 而两位主角 今天没有回新海居 而是去了紫景园 他们在别墅附近的超市里 够了一些食材回去 商时序手里 拎着两大袋的蔬菜水果 以及今天晚饭需要用的食材 进了厨房 将袋子放在地上 一样一样的分类 摆放在冰箱内 沈志毅手里 只提了一个较轻的小袋子 凑上前去 这些要放在哪里 商时序收拾东西的动作 没有停下 柔生回 放在这里我来弄 你去沙发上休息一会 我不累 想留下给你帮忙 他兴致高昂 看着他有条不紊 摆放着这些食材 沈志毅现在才知道 他不但会烧饭 而且还是个居家能手 有些生活细节 连他这个女生 都自叹不如 商时序抬眸看了他一眼 低笑道 想帮忙 嗯 他认真的点头 像像极了 懂事听话的乖宝宝 他挑出几个袋子拎给他 那就去把这些东西 拿到厨房里 清洗清几遍 沈志毅乐呵呵地硬下 转身就进了厨房 不多时 收拾完东西的商时序 也走了进来 从背后将人拥着 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 温声问 芝芝想吃什么做法的鱼 上次去岳母家吃饭时 他私下里 向外公打听一些 沈志毅的喜好 得知他 比较喜欢吃鱼 就下来的早班 准备亲自给他 做一顿美味丰盛的晚餐 温热的气息 打在他脖子上 痒痒的 沈志毅不自在地 扭动了下脖梗 你别对着我脖子说话 我怕痒 嗯 那这样呢 他轻柔地在他脖梗上撕磨 种下几个草莓印 温热的触感 落在娇嫩的肌肤上 引起一阵阵的酥麻感 颈部是女人 比较敏感的部位 沈志毅被他磨得 有些招架不住 他真的很怕他 突然来个饭前吻 或者是厨房吻什么 之类的奇葩说辞 扭头看着他说 我想吃松子鱼 你会做吗 伤时序停止到他的动作 在他脸颊上 轻轻落下一吻 这才慢悠悠地回他 反正自家饭店里 有现成的名厨 抽点时间出来去学学就行 沈志毅一颗小心脏 喷喷直跳 他怎么能这么好 我好感动 他会不会有一天 因为心跳失虑 进医院啊 待心跳平稳后 他转过身子 定定地看着他 不用 就做你会的就行 伤时序看他的眼神温柔至极 低笑了声 怕耽误我的时间 嗯 你平时那么忙 好 听吱吱的 我努力多赚些钱给老婆花 沈志毅 这老婆 喊得可真顺嘴 不过 他怎么莫名地这么开心呢 这小嘴可真甜 他嘟囔的小嘴 娇称他句 越来越油腔滑掉了 他低笑了声 一本正经地开口 老婆面前不需要绅士 沈志毅没想到 他现在什么话都能往外蹦 休瞪了他一眼 此时 放在客厅茶几上 手机铃声响了两下 他将洗好的配菜 给他放在一旁 转身去客厅 点开手机屏幕 小妮子 宝 一会出来陪姐妹喝两杯 我心里好难受 芝芝 怎么了妮妮 隔着手机屏幕 都能感受到 她的焦急和担忧 小妮子 我妈把我臭骂了一顿 还让我明天去 给那个相亲对象 赔礼道歉 要不然 就把我嫁给一个 中年丧偶男人 小妮子 你说天底下 怎么会有她这样的妈妈 我世人 不是一件 没情感的物品 沈志毅 你现在在哪 小妮子 安心了 在医院延峰症 得知她在发小那 沈志毅心里紧绷的那根琴弦 终于放松了下来 黄昏渐渐退去 夜幕悄悄来临 望穿酒吧 门口的侍应声 见到来人 恭恭敬敬地开口 伤哨 男人清冷的面庞 淡淡地嗡了声 温柔地牵着身旁女孩的手 继续向里走 嘈杂的音乐声声入耳 舞池中 男男女女 在肆意地摇曳着美妙身姿 两人直接上了二楼 沈志毅快速打量着四周的卡座 寻找闺蜜和发小 数秒后 她目光顿住 侧头对着身旁的男人说 我看到他们了 在那边 伤食序金贵清冷的气质 显然和这里格格不入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 入眼的便是熟悉的那两人 收回视线 她贴心地叮嘱道 一会我让人给你送杯饮料过去 别喝酒 知道吗 嗯 我过去了 去吧 我就在楼上 有什么事 记得给我打电话 临转身之际 沈志毅突然点起脚尖 在她嘴唇上拨了下 紧接着 就是女孩甜美的嗓音 在她耳畔缭绕 知道了 叙叙 她性眸弯着 笑容宛如含苞欲放的花蕾 清纯而妩媚 勾人心神 叙叙 伤食序还没有从突降的福利中回神 此时又被这别具一格的称呼 给弄得愣住了 沈志毅见她这目瞪口呆的表情 很是满意 哼 终于翻身了 哼哼 两人谁不会啊 看着女孩欢快的背影 伤食序眸底一片柔软 低笑了声 还真调皮 这边 沈志毅拐过墙角 就来到了闺蜜和发小卡坐前 她视线对上发小 小声问 这么多久 宋妍峰耸了耸肩探探手 表示她也无奈 拦不住 慕妮刚给自己杯子满上 抬眸就看见闺蜜 嗨 宝你来了 沈志毅 少喝点 一会发酒疯 我们两个可拦不住你 这小妮子 发起酒疯来能要命 又闹又哭 又跳又吼 慕妮心虚地撇了撇嘴 我那是放飞自我 真性情 好吧 宋妍峰一脸无语 很是不给面子的吐槽 你的放飞自我 就是扒人家帅哥的裤子 上次这小妮子醉酒 宋妍峰可是记忆深刻 在酒吧里 硬是拉着长得比较帅的男人 非要扒人家裤子看 一个劲地嚷嚷着 要找一排来比大小 结果气得人家差点要报警 慕妮一从桌子上的小碟里 拿了块小点心塞在她嘴里 堵上你的狗嘴 那次是喝了也哥 解采出了那么大的丑 那酒她可不敢再次轻易尝试了 后劲贼大 差点毁了她的仪式英名 闻言 沈志亦皱眉 那你还叫了这么多酒 不怕再喝醉 她这话刚落音 不等慕妮有所回应 对面的宋妍峰就接了过来 她义正词言地说道 这丫头 今天要是再喝醉了 咱们就把她送去橘子里 省得她在外面霍霍 慕妮气得没忍住 抬起桌子下的脚 狠狠地踩在了对面的 宋妍峰的脚背上 咬牙切齿 双眼圆睁 狗东西 姐要是真进了橘子 第一个就举报你 宋妍峰 真是损友 她咬了咬后牙草 你举报我什么 我一不贪污 二不受贿 两袖空空 口袋里鼻脸都还干净 慕妮挑眉笑得有些间 说你利用职业之便 打秋风 宋妍峰 她一个男科医生 打秋风 亏这死丫头说得出口 她自己又不是没有 用得着偷窥别人的吗 她这话刚落音 沈志义一个没忍住 扑斥一口 伤时续让人给她送过来的奶饮 她刚喝下去一口 如今都喷在了对面的 宋妍峰的脸上 嗨嗨 见状 慕妮一脸幸灾乐祸地笑道 活该 谁让你狗嘴里 吐不出象牙来呢 她边说边抽了几张纸巾 递给身旁的闺蜜 沈志义又赶忙 将自己手里的纸巾 分了两张给她 抱歉 让你免费洗了把脸 分明就是两个讨债鬼 她狠狠地瞪着某个罪魁祸首 顶了顶上牙槽 你行 你吐个象牙出来 给我瞅瞅 慕妮扬了阳性感的红唇 象牙没有 智齿倒是有两颗 等我什么时候有时间拔了 快递给你 宋妍峰 这就是传说中的恶毒包裹吗 妈呀 想想她都要竖起一身汗毛 她忍不住吐槽她 死丫头 你可真恶心 慕妮不客气地 翻了个白眼给她 三人正聊着 突然有个适应声走到慕妮身旁 礼貌地开口 小姐 这杯马天尼 是三号卡座的那位先生请你喝的 经常泡巴的人都知道 花有花语 酒也有酒语 比如这杯马天尼 她的暗号 就是我想跟你聊聊 慕妮笑了笑 谢谢 帮我回杯玛格丽特 她的暗语是请不要打扰我 明显是拒绝了那位先生的邀请 适应声点头应下 转身去了调酒台 慕妮将她送过来的那杯鸡尾酒 给放到了一边没去碰 拿起之前点的长岛冰茶喝了起来 这酒口味香甜 不知不觉 她已经喝了好几杯 宋颜峰情不自禁地嘖嘖了两声 瞧瞧 这又是哪个不长眼的男生 种了你的迷魂香 两人从小对到大 说他们是亲兄妹 都没人怀疑 慕妮实在没忍住 一巴掌给护在了她后脑勺上 你个狗 就不能说句人话 姑奶奶是蛇精吗 啊 疼 宋颜峰被虐得惨叫连连 没办法 她只好谎称 要去洗手间 一溜烟地不见了人意 剩下两姐妹 说了一会知己话 慕妮端了杯长岛冰茶给闺蜜 试试 挺好喝的 沈志义抿了一小口 感觉像饮料一样 没什么酒精味 就喝了一杯 渐渐地她感觉脸颊有些发烫 但头倒是没感觉到晕 慕妮今晚喝了不少酒 说话越来越飘 宝 我要泡帅哥 帮姐妹瞅瞅 全场最亮的宰在哪呢 沈志义纳闷 帅哥不是被你刚刚拒绝了吗 慕妮单手放在桌面上 撑着下巴 迪笑道 那个不够帅 我要泡最帅的 就像 就像萧和尚那样的 萧和尚 沈志义一脸猛 他们认识的人中有和尚吗 不等他开口问 慕妮就悄悄地 敷在他耳边轻声道 萧和尚 就是萧叶明那块大石头 话落好像觉得不够 又继续补充道 是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所以我不泡他了 我要泡暖暖的帅哥 沈志义见他说话上下矛盾 心叹 这又喝过头了 知道今晚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就没怎么拦着 原本以为只是一些鸡尾酒 应该没那么容易醉 没想到还是醉了 宋妍峰回来的时候 就见这小妮子 嚷嚷地要去找帅哥 他有种想掉头逃跑的冲动 但想归想 他可不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 他一把将人得按坐在卡座上 闭嘴 别吵了 要看就看我 慕妮一张桃花眼 倾着迷离的水雾 瞅了眼他这张脸 撇了撇嘴 太丑 不好看 沈志义鸣嘴憋笑 这小妮子 就是一个活宝 都喝醉了 还能分辨出没丑 宋妍峰 我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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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跟你绝交 就在慕妮闹得厉害的时候 伤识旭和肖叶明 从三楼走了下来 原本还在疯狂嫌弃着 某人很丑的慕妮 在见到眼前的两位大帅哥时 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指着其中的一位 大放厥词 帅哥过来 给本姑奶奶瞧瞧 沈志义立刻捂住闺蜜的嘴巴 小声地在他耳旁提醒 他是肖叶明 你常常挂在嘴边的大石头 慕妮双手扒拉开他的手 惊呼一声 啊 石头哥 还以为是这里的头牌呢 沈志义 宋延峰 伤时序 被荡成头牌的肖叶明 看着不知死活的罪鬼 他眯起狭长的毛子 顶了顶上牙槽 我长得就这么像 宋延峰没见过他 下意识地将人揽在身后 歉意地开口 对不起先生 我朋友喝醉了 但某个醉鬼 却偏偏不听话 从他身后探出脑袋 笑嘻嘻强调 我没喝醉 我就要泡他 宋延峰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太坑了 沈志义赶忙 将人拉到自己旁边 一边哄劝他不要闹 一边看向伤食序 他喝醉了 我们先把他送回去 站在一旁 莫名地看了一场戏的伤食序 抬手拍了下好兄弟的肩膀 何必跟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计较 多淡呆点吧 肖叶明一张又绿又黑的脸 慢慢地恢复了原样 点了下头 可某个醉鬼一风上来 谁也拦不住 死活非要再喝杯 死吧拉着拉台子不放 嘴里还不停地嚷嚷着 不要回家 我都已经没家了 我要喝酒 沈志义原本就发烫的脸颊 此时被他摇晃了几下后 脑袋突然传来一阵晕眩感 身旁的伤食序 一把拦住了他摇晃的身子 垂眸看着他红扑扑的小脸 柔声问 喝酒了 由于光线的问题 他刚刚没有发现 此时近距离才看清 沈志义只是头有些晕 但脑袋还是清醒的 他心虚地不敢和他直视 弱弱地回到 嗯 只喝了一杯 伤食序撇头看了一眼 还在闹腾的慕妮 视线对上一旁的好兄弟 薄唇清起 你一会开车送他们两人回去 我先带他回去 沈志义听了他的安排 有些不太赞同 我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还是别麻烦萧先生了 一旁的宋延峰率先开口 不用这么麻烦 一会我交个代价就行了 他今晚也喝了些酒 虽没醉 但也不能开车 一旁的慕妮 猛然扑过去 抱住萧叶明 可怜兮兮的仰头看着他 不要 我谁都不要 宋延峰一脸黑线 这见到帅哥就扑得毛病 啥时候能改改 他刚想过去 把人给拉过来 就听萧叶明清朗的嗓音响起 乖乖地站好 我送你们回去 见帅哥不丢下他了 慕妮点了点脑袋 嗯 我乖乖的 宋延峰在一旁看傻了眼 嘴角是抽了又抽 这死丫头 还有这么乖巧的一面 平时跟他在一块 就跟个母叶叉似的 眼前这乖顺的小绵羊 是哪个 沈志亦此时 整个身子都依托在了 伤十序身上 他脚步虚浮 走起路来 感觉像踩在了一团棉花上 他靠在他胸膛 水润的红唇张了张 那就麻烦萧先生了 萧叶明 嫂子客气了 他垂眸凝视了下 挂在自己怀里的罪鬼 眼眸晦暗不明 妥当安排好后 几人分成两辆车 往不同的方向出发 黑色的卡燕车内 沈志亦小脸红扑扑地 靠坐在副驾驶位上 性眸中不着了一层湿润和迷离 看上去可爱又撩人 伤时续腾出一只手来 忍不住在他脸颊上轻柔了下 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和纵容 小坏蛋 不是告诉你不能喝酒吗 自己的酒量不清楚 一杯倒还要逞能 沈志亦用紧有有的一点理智 默了默解释道 喝之前我还试了一小口 真的 一点酒精味都没有 嗯 的确是没有酒精味 但还是把它给喝醉了 伤时续声线含着些笑意 缓慢而又低沉 所以说 你现在没醉 沈志亦后脑勺靠在一背上 扭着头望着他 抿了一下唇瓣 弱弱地说 只是有些头晕 人 人还没醉 反正一到家 他就回屋倒头睡觉 醉没醉 他也不知道 哈哈 他真是个小机灵鬼 可往往是想法很美好 可实际 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回到家后的沈志亦 酒精彻底地上了头 亮亮呛呛地出了浴室 直奔主卧去了 刚洗完早出来的伤时续 猛然被扑了个满怀 一把抱住他的腰 养着脑袋 雨掉甜的 好像掺和了蜂蜜 叙叙 我要轻轻 他炼斌的毛子里 这一层水雾 迷离又勾人 一张嫩滑如 包了颗鸡蛋的脸颊 此时透着一层诱人的红韵 伤时续突出的性感猴结滚动了下 抬手在他红润饱满的唇瓣上 轻轻抹撒了下 低声笑了声 芝芝想要 他乖得像只小猫 嗯 他眉头挑了挑 嗓音带着一丝引诱的意味 那芝芝要乖乖听话 以后别叫我叙叙 要叫我老公 老公 沈志逸潜意识地感觉 这两个字有点别扭 摇了摇头 能不能换感 伤时续 喝醉了 也不忘抵出这个称呼 想让他喊句老公 就怎么这么难呢 伤时续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垂眸轻着了下他的唇瓣 哑声开口 给轻轻了 吱吱乖乖 回屋睡觉好不好 他温柔地哄着 再这么折磨下去 他怕把持不住 看着近在咫尺的完美俊脸 沈志逸莫名地想 扑倒他 在酒精的刺激下 沈志逸变得异常地大胆 言行举止 完全不受他大脑控制 他在他胸膛前蹭了衣 仰头贴在他耳畔 软声说 要轻轻 不够 伤时续忍着颈动的身子 垂眸软声软语地哄着 刚刚不是给了吗 他柔软的小手搭在他脖梗上 缓缓地靠向他下巴 温热的唇瓣 落在了他白皙的脖梗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轻啄着 虽然动作很轻涩 但却让他乱心神和呼吸 他眸底闪烁着一抹赤红 下颚线不经意间 微微收紧了些 呼吸变得沉重 侯杰上下滚动了下 声线嘶哑 芝芝 你这是想憋死我 饶食他有再好的自控力 也不经他这么挑拨 进入醉酒状态的沈志逸 智商完全不在线 水光般迷离的眸子 轻眨了下 有点小委屈 你凶我 见他小嘴扁着 一副要哭的模样 伤时续一下子慌了神 心疼得要命 将挂在他怀中的胶气包 紧紧抱住 耐心又温柔地解释着 眉胸吱吱 你这么乖 我怎么舍得 沈志逸抬眸 眼中炼焰着一层水光 眼前竟然出现了好几张 伤时续放大的俊脸 叙叙 你 后面的话 他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伤时续就低头 稳住了他湿润的唇瓣 他的吻带着霸道和激烈 时而轻 时而重 从嘴唇 搏梗 两酒后 他从唇齿间一出一声 吱吱 帮帮我 另一边 醉酒发疯的慕妮 被哄上车后 见帅哥跟他中间隔了座椅 这下不乐意了 伸手就要将 驾驶位上的座椅给扒开了 嘴里还一直嚷嚷着 走开 别在这里挡着我看帅哥 车座椅 美女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不在这 你想我去哪 和他一起坐在后排的宋元峰 被闹得太阳穴突突地疼 起身扯开他 趴在前排靠枕上的手 忍着将人扔下去的冲动 板着脸训斥道 再闹 信不信把你送到橘子里去 猛地被这么一顿吼 慕妮松开抱在怀里的靠枕 扭头看了他一眼 就在宋元峰 以为自己都威胁起了作用的时候 慕妮一把扯住他的头发 语气乃凶乃凶的 狗东西 你敢凶姑奶奶 看我不打抱你的狗头 对于他突然的举动 完全是打得宋元峰措手不及 他痛得哇哇大叫 啊 疼 死丫头 你快给我松开 他皱着眉头 很不高兴 你谁啊 为什么要拦着我和帅哥贴贴 宋元峰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 被气得血压 蹭蹭地往上飙 美好气地吼了他一句 我是你大爷 你嘛 这是要命了 他都恨不得要跳车窗了 他歪着脑袋 很认真的问 大爷是什么东西 能喝吗 某人已经被他的风言风语 给折磨得 快要怀疑人生了 专注开车的肖叶明 被吵得头疼 这俩人自从上了车 就没消停过 见他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慕妮有点不乐意了 你去前面开车 我要帅哥陪我聊天 说完后 他一屁股坐下 拎起掉在座位旁的包包 嘴里还念叨着 我的钱钱呢 这小鸭长得这么好看 肯定很贵 我得多找点钱出来 他这话刚一出 车内的温度 好像瞬间降下几个度 宋元峰 小鸭 他要是再这样继续做死下去 保不准一会 他俩都被丢到大马路上去 他尴尬地冲前面驾驶位上的 肖叶明开口 这丫头一醉酒 嘴巴就不把风 你别放在心上 肖叶明是背对着他们的 看不清楚 面上是什么表情 数秒后 他淡漠的嗓音响起 放心 我还不至于跟一个醉酒计较 宋元峰已经想起来 这个高大帅气的男人是谁了 小妮子心念念 一直没能拿下的那个肖二少 眸光一转 他顿了顿 又开口 我突然想起 医院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 不能能在前面医院门口停一下 文言 肖叶明神色微顿了下 没有说什么 淡淡地瞪了一声 五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西州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口 宋元峰临下车时 贴在他耳旁小声道 机会我已经给你创造了 能不能把握得住 就看你自己了 打开车门时 还不忘到了声线 肖叶明刚准备启动车子 裤兜里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见是酒吧经理打过来的 他快速地接起 什么事 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 他清俊的脸上 始终没有半点表情 只听他淡淡地回了声 我这就过去 收好手机 他快速地启动车子 调转了个方向 执着翻找包包里浅浅的慕妮 这会儿大概是有些累了 飞红的脸颊上 带着别样的妩媚风情 他斜靠在后座位上 眼睛眯着 乖巧得很 透过反光镜 他瞥了一眼后座位上的情况 灯光下 女孩皮肤白得好像能发光 胶艳欲低的红唇微嘟起 无声无息地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他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 抓住方向盘的骨节 不经意地紧了几分 重新回到望穿酒吧的肖叶明 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女人 乘坐电梯上了顶层 他在这里的私人专属套房 将人放到沙发上后 他转身地退了出去 半个小时后 慕妮因为口渴的厉害 悠悠转醒 他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 有点难受 就用手揉了揉太阳穴 打量了下四周 感觉有些眼神 他嘶哑着发出几个音 这是哪样 他大脑的记忆有些混乱 隐约想起自己是在酒吧 不过闺蜜和发小呢 他想着去找点水喝 就迈着虚浮的脚步 在房里转了转 可惜没找到水 亮呛着摸到门边 想出去 但没打开门 莫名其妙地就升起火来 对着门破口大骂 你个臭门 给我滚开 信不信姑奶奶一脚给你破了 某门 这哪来的疯女人 有病不去医院挂脑科 跟她耍什么横 如今做个门也不容易了 处理完事情回来的萧叶明 隔着门就听见屋内的女人 好像在跟谁吵架 他疑惑地拿出钥匙开门 就见原本躺在沙发上 睡觉的某醉鬼 不知何时站在门后掐着腰 正怒瞪着谁 好在他有所准备 没有开得太用力 不然会撞到他的头 他清朗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探究 酒醒了 慕尼见识大帅哥 瞳孔瞬间放大 口水都快流到了地上 花痴得惊讶出声 哇 你不是那个头牌吗 不等萧叶明有所反应 紧接着又听他 蹦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来 小鸭鸭 你是按小时来计算的还是 说到后半句的时候 他突然想不起来了 随后 他仰着脑袋问得无比认真 呃 那个 另外一个方式 是怎么算的 萧叶明 这死女人 把她当成了什么 还按小时来算 他用舌尖顶了顶上牙槽 危险地眯起冷眸 向前迈了一步靠近她 完全不知危险来临的慕妮 甩了甩混沌的脑袋 红润的唇瓣一张一盒 包一晚上 一会跟姐回家 萧叶明垂眸 凝视着近在咫尺的女人 停留了数秒后 眉头上挑 想睡我 她妩媚的桃花眼 带着几分迷离 呼出来的气息 带着浓浓的酒香 对啊 你今晚不营业吗 慕妮今天穿了条牛仔 吊带短裙 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包裹得更加凸显 一头奶茶色的大波浪秀发 随意地披散在肩头 因为醉酒的原因 她那双妩媚勾人的桃花眼 带着勾人心弦的媚态风情 萧叶明侯姐滚动了下 低头在她耳旁低语道 想清楚了 我可是 很贵的 慕妮被她身上熟悉好闻的味道 给勾得心痒痒的 头不但晕得很 心也跳得飞快 她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因为口干她 舔了一下唇瓣 弱弱地问了句 我是第一次 你能不能便宜点 能不能便宜点 萧叶明 还真把她当成牛郎了 她一张清俊的五官 黑得能低出墨来 这死女人 就是欠收拾 抬手捏住她的下巴 嗓音中带着一丝薄怒 看清楚我是谁 下巴被人捏得生疼 慕妮小脸皱巴巴的 不满地将她的手给拍开 鸭的 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温柔啊 我要去投诉你 服务太差了 她边说边用手揉了揉 有些疼痛的下巴 此时的帅哥在她眼里 好像没那么香了 太粗暴了 她不喜欢 抬头 十分不满意地瞪她 服务取消了 姐要去重新换个小奶狗弟弟 温柔体贴 话落 就转身准备开门出去 她的话 彻底地激恼了 刚刚还尚有几分理智的萧叶明 她还想去找别人 还想奶狗弟弟 越想越生气 直接上前一步 将人拦腰抱起 突然脚离地的慕妮 下意识地尖叫出声 啊 流氓 你快放开我 任她双手在她胸口怎么敲打 萧叶明都毫不理会 直接将人抱进了浴室 扔进了浴缸里 她打开花洒 清洗而下的水雾淋在了她的脑袋上 慕妮被呛得连咳了好几声 眼眶泛着红 男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嘴角勾起 清醒点了吗 被淋成落汤机的慕妮 此时确实酒醒了大半 她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 抬头对上她薄凉的毛子 咬了咬牙 有些气节 萧二少都不懂得连香西域的吗 这狗男人 竟然这么对她 好歹她也是个大美女 死男人臭男人 助她做一辈子和尚 萧叶明见她清醒那些 嘴角勾着一抹肆意的笑容 慕小姐的记性好像不太好 是你主动招惹我的 被这么一折腾 慕妮肩膀上的袋子 滑落了一边 极为突出的曲线 大面积地展露了出来 她还浑然不知 她那双勾人的桃花眼 带着十足的挑衅意味 红唇微微勾起 萧二少是真绅士呢 还是 不行 呀的 她都这样了 她竟还能无动于衷地 将人拎进浴缸里醒酒 这么冷静的男人 竟然被她给撞到了 好死不死的 她还看上了她 萧叶明一脸黑线 看她的眼神 恨不得要把她给生吞活泼了 男人最忌讳的 就是说她不行 更何况 还是让她有点想法的女人 上前一步 把她逼靠在洗漱台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慕小姐又没和我试过 怎就知道我不行 她笑得有几分脾帅 又有几分浪荡 狭长的单凤眼 勾着扣人心弦的挑逗 慕妮被她的轻挑给吓得不轻 吞咽了下口水 她是那种 嘴巴说得比谁都溜 实际经验是小菜鸡的那种 善善地干笑了两声 呵呵 我猜的 话落 又暗自在心里赋语 过过嘴瘾不行吗 谁让泡不到你呢 她双手撑在浴缸的两旁 站直身子 准备出去 毕竟 这里可是危险之地 由于是光着脚 地板上又有水 她一个不注意 身体猛然向后倒去 慕妮任命地闭上眼睛 尽量地让姿势好看一点 不至于那么狼狈 料想中的疼痛和尴尬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 温暖的怀抱 睁开眼睛 就对上她那漆黑如沫的眸子 以及她细血的笑容 她嗓音极致撩人 这种事情 怎么能靠猜呢 不如慕小姐亲身体验一下 慕妮瞬间被她的话 给进个目瞪口呆 这男人在说什么 要她亲身体验 和她 天哪 她不是摔了一跤 穿到天堂去了吧 就在她心愿一马的时候 肖叶明直接将人 放在了洗漱台上 还未待慕妮反应过来 她有何用意的时候 她的下巴 就被骨节根根分明的手指捏住了 紧接着 就是男人火热的唇瓣 吻在她嘴唇上 嗯嗯 你 她挣扎着从牙齿缝里 传出一道声音 肖叶明抵近一些 刚好卡在她两条腿间 一只手擒着她的下巴 另一只肆意妄为地 在她腰间游走 所到之处 接聊起一波波酥酥麻麻的痒感 她吻得很凶 带着强烈的歪望和战有欲 霸道又激烈地啃噬着 慕妮出惊情势 毫无招架能力 纤细地指尖在她背上 不经意留下重重的一道抓痕 喉咙里轻轻地溢出一道阴鸣声 这无疑是给灼热的火焰 添加一阵狂风 她边吻边 将她柔软的手指 放在自己衬衫的扣上 按哑着声开口 帮下忙 说话间 她动作并没有停止 一边引导 一边含着胶软的唇瓣 柔柔地撕磨着 慕妮此时大脑完全是放空的 跟着她的指引 一颗颗的解开 哗啦一声 衬衫落在了地上 没有了衣物的格挡 慕妮清晰地感觉到了 她肌肤的滚烫 和肌肉感 她下意识地 想收回自己的手 然而某人比她更快一步 拿起她的手 暗放在自己腹部肌上 她稍稍离开了些她嘴边 嗓音又勾又撩 喜欢吗 慕妮整个腰身都是软的 眸中 沁着炼烟般的水雾 整个人看起来迷离又妩媚 从喉咙里 一出一道胶软声 喜欢 够紧 够弹 她简直爱不失手 她眉眼间 带着愉悦的笑意 重新稳住了她水润的唇半 一时朦胧间 慕妮猛然感觉 身上传来一阵凉意 接着 细细麻麻的吻 落在了她脸颊 耳垂 下巴 我梗 就在浴室内 以你的氛围即将爆发的时候 耳畔陡然响起 她温热醉人的嗓音 宝贝 要继续吗 慕妮 剑都在弦上了 她竟然 还能忍住不发 这死男人就是故意的 把她勾引成这样 她竟然还能理智地停下来 装模作样地询问她 慕妮双手遮盖了些自己 气得对着她的脖梗咬了口 萧叶鸣痛地撕的一声 倒吸了口凉气 她垂眸定定地 看着一副欲求不满的女孩 低笑了声 宝贝这么喜欢咬人 这声宝贝 莫名地 让慕妮羞红了脸 她羞愤地想要从洗水台上下来 哪知 萧叶鸣救着她下来的姿势 一把将人抱在怀里 她低头贴在她耳旁清雨道 换个地方 我们继续 一会宝贝可不准哭夜色见愁 漆黑的天幕中 坠满了星星点点 为这静谧的夜晚 增添了几分梦幻撩人的色彩 沈志毅在浴室被清洗干净后 重新抱放在了床上 被奴役了一番后 她此时清醒许多 因为害羞 裸露在外的肌肤 犯着一层红韵 伤识旭从背后 将人拥入怀中 脸颊贴着她 脖梗柔声细语道 抱歉 让支支泪坏了 天知道 她此时此刻 有多不想清醒 炼焰波光的眸子因为生气 微微泛着红 哼哼唧唧地控诉道 大骗子 别挨着我 以后 不要妄想让我 后面那句 她说不出口 太羞人了 她拿画笔的手 竟然干了这样的事 呜 其实她不知道 上次醉酒的时候 某人也趁机干了这事 那是第一次 只不过她断片了 完全没有奈婉的记忆 伤识旭轻拙了下她的脖梗 嗓音外聊 听吱吱的 下次不踩刹车了 反正我们也是合法驾驶 这男人的嘴 哪里有胶布 她要把她嘴给封起来 一套一套的 都不知道 她这是从哪学的 真怀疑她是个情场老手 她倔强地挪了挪身子 拿开她搭在自己腰间的手臂 从喉咙里哼出两个字 流氓 话落 她又向外挪了挪 一副要跟她划清界限的做派 察觉到她的小动作 伤时序漆黑如沫的眸子 带着微不可查的笑意 神不知鬼不觉地 悄悄跟着贴了上去 单手撑着后脑勺 静静地欣赏了一会 女孩优美的蝴蝶骨 她眸色暗了暗 重新将人搂在怀里 从喉咙深处一出声低笑 这次吱吱可是冤枉我了 今晚可是你主动跑过来的 不单指索要轻轻 还要闹着要贴贴 她声音苏聊 连喷洒在她耳畔的气息 都带着勾人心弦的苏玛 沈志毅身上只穿了剑睡裙 是处于真空状态 被她占了那么久的便宜 她想想就休得不行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 回放起先前的画面 又咬又啃又轻又贴贴 她脸颊极可红得像煮熟的虾子 拱了拱身子 将自己脸颊埋在被子里 伤时序被她可爱的模样给逗笑了 重新将人拉抱在怀中 替她扒开脑袋上的被子 嗓音低唇 带着野鱼的语气 这么容易害羞呢 要是再做点更亲密的事 芝芝可怎么办 更亲密的是 反应过来的沈志毅 被她的直白弄得羞红了脸 将身体往被子里缩了缩 继续装鸵鸟 瞧着被窝中的小骨包 伤时序不禁哑然失笑 轻柔地理了下她耳边的碎发 暗哑的嗓音夹杂着愉悦的笑意 困了就睡吧 不闹你了 话落 她侧着头 在她额头上 轻轻落下一个晚安稳 大概是真的太累了 沈志毅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中 借着微弱的月光 伤时序看着窝在她怀里 一脸酣睡的女孩 心里无比的满足 真好 她终于等到那个唯一想偏爱的女孩了 晨曦徐徐拉开了序幕 阳光顺着窗帘的缝隙挤了进来 洒落在香油而眠的两人身上 睡梦中 慕妮感觉自己抱着只大火炉 喉咙干得能冒出火来 不满嘟囔了句 热 好热 她下意识向外翻了个身 感觉全身好像被碾压过似的 不但酸还痛 呼得一只大掌 搂住她的细腰 轻易地把人重新给带到了怀里 耳畔响起一道嘶嘶哑哑的嗓音 再睡一会 迷迷糊糊中 慕妮感觉自己 好像听到了一道奇怪的声音 她家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 而且 这声音还莫名地熟悉 就在她即将要转醒的时候 男人放在她腰间的大手动了下 温热的气息 不经意间窜入她的耳内 嗓音又郁又酥 宝贝 宝贝 这声音 萧叶明的 不会错 她努力地睁了真心松毛子 感觉自己的脑袋快炸裂了 头皮发麻地将在床上 昨晚的画面 犹如影片似的 慢慢地回放着 唯独不记得 在车里发酒疯的那一幕 慕妮缓缓侧过脸 待验证后 她心里慌得一批 又赶紧低头 查看自己盖在被子下的身子 要命 她竟然挂的是空档 妈爷 自己真的 把萧叶明给扑倒了 一会这狗男人清醒过来 会不会把她生吞活泼了 越想越后怕 慕妮脑海中 快速蹦出来一个字 那就是 溜腐凭了呼吸后 她悄咪咪地 从男人怀中逃脱 忍着身子的疼痛 在心安骂了句 狗男人 这么狠 好像八百年 没有过女人似的 她咬了咬牙 从床上下来 光着脚捞起地上的裙子 和小衣物 慌乱地套在身上 之后拎起高跟鞋 捏手捏脚地扭开门吧 走路的姿势有些怪异 但速度不慢 那模样 像急了后面 有一只大狼狗在追她 其实在她起身的那一刻 床上的萧叶明 就已经醒了 她以为她是去洗手间 没想到 竟然是逃跑了 起身鞋靠在床头上 从柜子里拿出一根烟 啪哒一声点燃 她狭长深邃的毛子 带着一股意味不明的情绪 滴滴地吃笑了声 还真是睡完就跑得渣女 又好气又好笑 她怎么就折到了 这种女人手脸 请客后 将燃了一大半的烟恩灭 在烟灰缸里 掀开被子准备起身 不经意间 撇到了床单上的那抹粉红 她没有太意外 因为昨晚就已经知晓 看着一地凌乱的垃圾 她弯腰清理了下 这无不彰显着 昨晚两人的疯狂 而她口中的渣女 此时正心虚万分地 躲在离酒吧不远处的地方 给自己的闺蜜打电话 慕妮 呜呜 抱 昨晚我闷声干了件大事 她竟然把佛子拉下了神坛 沈志义 你不会把延峰宿舍的屋顶 给掀了吧 这丫头醉酒能闹腾 她是知道的 掀屋顶这种事 她绝对能干得出来 慕妮 屋 比掀屋顶还严重 沈志义 难不成你把她裤子给扒了 反正她有先例 扒个裤子 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随时接下来的话 差点惊得她 下巴掉在了地上 慕妮 这次倒没有 就只是把 沈志义 没扒裤子就好 其他的事那都不是事 慕妮 就是把萧雁明给睡了 她这话一出口 手机里清晰地传出啪的一声 物体跌落在地上的声音 停顿了数秒后 手机里才重新传来闺蜜的嗓音 沈志义 你 你先让我缓缓 这消息太劲爆 原本就有些晕得脑袋 现在更猛圈了 好家伙 这一冰一火 堪比雪糕遇上了小米娇 消化了数秒后 沈志义 你先别恐慌 一会和她好好聊聊 毕竟把人睡了 怎么着 也要给人家 一个交代和解释 慕妮 我趁她还没醒 就 就偷跑了 沈志义 跑 跑了 把人给睡了不说 还拍拍屁股跑路了 还真是名副其实 睡完就跑得渣女 和闺蜜结束通话后 沈志义 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 身旁的伤时序 可是把她两姐妹的话 一字不落地 听进了耳内 她神色微顿了下 随后恢复如常 嗓音滴滴沉沉 放心吧 她不是一个 没分寸的人 不会让你闺蜜吃亏的 以她对好兄弟的了解 萧叶明 不是一个 会趁人之危的男人 能发生这样的事 显然是对这个女人动心了 就凭一个酒吧老板 能在烟花之地 做到片叶不沾身 可想而知她有多自爱 沈志义跟她想的不一样 萧叶明 一直可是拒绝慕妮的 她担忧地问 萧二少 会不会找妮妮的麻烦 毕竟萧叶明 也是出了名的 不懂得怜香惜玉 两人斜靠在床头 伤时序将她拥在怀里 滴滴地开口 你觉得我兄弟 会是这么没品的人 疼爱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去 找人家姑娘麻烦 沈志义不太好意思地笑了笑 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 这不是被 被强睡了吗 到现在为止 两姐妹都认为 萧叶明是受害者 是慕妮醉酒后 强行把人家给扑了 毕竟在清醒的时候 她就心心念念地 要扑倒人家了 伤时序垂眸凝视了她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这傻兔子 要是男人不愿意 女人能强的了 昨晚 他们是在子景园这边睡的 为了不打扰两小夫妻恩爱 刘妈早上并没有过来 给两人准备早餐 伤时序轻柔了下她的发顶 贴着她耳畔温声道 你再睡一下 我去煮点早餐 因为昨晚醉酒的原因 沈志义现在脑袋 还有些昏沉 她仰头送上自己的香吻 田笑道 辛苦我们家叙叙了 对于这别具一格的称呼 伤时序显然已经接受了 从开始的别扭 再到如今的习惯 她竟然只用了一个 星期不到的时间 看来她所有的原则 都会因为她而改变 伤时序眸中含着温柔的笑意 轻声道 不辛苦 为老婆效劳我乐意至极 沈 油嘴滑舌的 沈 要是跟老婆都还有一本正经的 那我们男人还有什么乐趣 沈 你这些套路 都是跟谁学的 这情话张嘴就来 比谁说的都溜 确定没谈过恋爱 沈 有了吱吱之后 就无视自通了 沈知义 她怎么就没有 无视自通的本领了 伤时序俯身在她额头上 亲吻了下 这才掀开被子下了床 这一觉她睡得很沉 再次醒来的时候 竟然已经到了中午 洗漱好后 她出了卧室 谁知 刚踏入客厅 就闻到一股浓郁的饭香味 沈知义下意识地 抬头看向厨房 就见那抹熟悉的身影 在厨房里 有条不紊的忙碌着 她惊讶地出声 你今天没去上班 听到动静 伤时序停止手上的动作 顺手关了 已经熬得差不多的汤 转过身 看见她的那一瞬间 仿佛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起来 她眼神温柔又深情 浅笑着开口 早上回了公司一趟 刚赶回来 给你做午饭 沈知义没想到 她是特意回来的 一瞬间 心里被温暖填满 她静止地走过去 张开手臂 娇声娇气地开口 索要抱抱 伤时序眼底 擒着宠溺和纵容的笑意 过来给你抱 沈知义眉眼弯了弯 扑在她怀里 双手搂住她的脖梗 甜笑道 这么香 是汤吗 她抬手轻捏了下 她的秀气的鼻尖 浅笑道 鼻子可真灵 给你包了点鸡汤 她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动手包过了 刚刚试了下味道 还不错 沈知义没想到 她连这个都会 仰头笑着夸赞 你真的好全能 好像什么都会 伤时序低谋 对上她崇拜的小眼神 低笑了声 会做个饭 这就算是全能了 她认真的点头 当然了 如今会做饭的男人 可不多了 她认识的男性当中 就没有几个会做饭的 比如外公 发小 师姐的男友 还有 她那个没有任何印象爸爸 沈知义曾经听妈妈吐槽过 她爸爸从来没有 给他们母女 做过一餐饭 所以 她才会有这么大的感触 伤时序没想到 就只是给她包了个汤 这丫头就能感动成这样 眼底瞬间溢满了 浓浓的温情和爱意 手指轻顺了下她的头发 温声说 你先去餐厅等我一会 我再弄个菜 沈知义从她怀中 离开站直身子 轻硬了声 然后就拿着手机 给师姐叶初彤 回了条短信 芝芝 师姐 不好意思 现在才回你信息 早上醒来又睡过去了 叶初彤 没关系 你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反正这两天也不忙 芝芝 昨天画好的设计稿 还在我手里 下午我给你送过去 叶初彤 不着急 你明天再给我吧 客户后天才要 芝芝 嗯 好吧 芝芝 对了师姐 你真的不打算 跟秦一航那个渣男分手吗 前几天 她已经将秦一航出轨的事情 告知了师姐 可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师姐竟然跟她说 暂时不分手 叶初彤 嗯 对于她的坚持和执着 沈知义真的很不赞同 可作为好朋友 她也不好过多地干涉 只能在一旁盯着点 以免叶初彤 受到更深的伤害 聊天结束后 沈知义情绪有些波动 看着伤时序 宽厚鼻挺的背影 她突然走进去 从身后抱住了她 脸颊贴靠着她后背 闷闷地开口 伤时序 她便用锅铲 翻炒着锅里的食物 便回应她 嗯 在呢 她问 有一天 你会不会 也会对其他女人这么好 因为叶初彤和秦一航 沈知义 明显是产生了一些 低落的情绪 伤时序关 吊灶台上的开关 转过身 垂眸和她视线对上 郑重有声 不会 因为我 已经有了吱吱 虽然这句 称不上有多煽情 多动听 但从她的口中说出来 却是那么地让人安心 沈知义低落的情绪 瞬间云霄雾散 她性谋弯了弯 我也不会 伤时 旭低谋笑着问 所以亲爱的老婆 能去餐厅吃饭了吗 听到老婆两个字 沈知义有些害羞 但还是红着脸点头 刚在餐桌前坐下 就听见她又说 一会吃完饭 带芝芝去的地方 沈知义拿筷子的手 突然顿住 抬眸好奇地问 哪里 她故意卖弄关子 嘴角勾着一抹醉人的笑容 你猜 半个小时后 车子停在了一家 婚纱高定店门前 沈知义正了正 你带我来 是为了看婚纱 嗯 难道芝芝 不想穿上漂亮的婚纱 嫁给我吗 想 当然想了 应该没有哪个女孩 能拒绝得了 穿上洁白无瑕的婚纱 嫁给心爱的人 她睫毛颤了颤 心脏也跟着重重地 跳动了起来 手心不自觉地 冒出了些汗水 她竟然还有些紧张 和不真实 大概是因为爱情 和幸福来得太突然 很怕这一切 像梦幻般的泡沫 随时都会破灭 半上 她冷静下来 猛然想到那句 爱也需要勇气 抬眸对上她热切的眼神 嘴角弯起 想 不过说到这 她故意停顿了下来 伤时续从她眼底 那抹脚侠的笑意 读出了一丝别样的意味 她心里暗笑了声 小兔子 蜕变成小狐狸了 竟知道反套路了 她不动声色地 收连其表露在外的情绪 若无其事地问出声 不过什么 见她这么淡定 沈志义眸底 划过短暂的狐疑 这男人怎么就没有半点 好奇心呢 见她反应这么平静 沈志义瞬间 没了套路她的兴致 淡淡地回她 没什么 就是太意外了 就在她低眸 绕弄自己手指的时候 男人突然俯身过来 深眸定定地 凝视着近在咫尺的女孩 她完美地唇形半勾起 支支有心事 虽然是问局 但语气却很肯定 沈志义对上她那 深不见底的眸子 有种小心思 无处可藏的窘迫感 干巴地回应了句 没 没有 你为什么这么问 伤时序单手轻掐住她的腰 视线落在她水润的唇瓣上 眸色不经意地伸了几分 支支确定不告诉我吗 雌性的声线 带着有质感的尾音 故意脱长 很是勾人 沈志义耳间发麻 轻咬着下唇瓣 你 她是不是看出来了什么 伤时序低迷的笑音 从胸腔内震出 支支很紧张吗 她漫不经心地 将唇瓣贴在她耳边 轻柔地在她耳阔上 蜻蜓点斑划过 顿时荡起一片片涟漪 她护出的温热气息 酥酥麻麻地 钻进了沈志义的耳内 淡淡的木香味 和浓浓的荷尔蒙气息 一股脑地缠绕在她的鼻息间 救命 又太狗 沈志义双手抵在她胸膛前 吞咽了一下口水 刚想说话 嘴唇就被一张滚烫的唇瓣给堵住 嗯嗯软唇落下的瞬间 沈志义身子轻叉地下 她越来越适应她的稳了 玉白的手臂 不知何时揽住了她的脖梗 慢慢开始学着回应了起来 伤时序牟底顿时一亮 掐住她腰的大掌 不经意地紧了几分 动作由刚刚地轻柔到强势 乖 松口 她声音低沉暗哑 好像一只无形的钩子 沈志义只有完全被掌控的范儿 无意识地听从着她的指引 她一双清澈的性眸 不知何时染上了一层水雾 炼焰波光 楚楚动人 两久后 伤时蓄才 炼炼不舍地结束 垂眸抽出一张纸巾 给她嘴角边溢出的口红 擦拭干净 低唇的嗓音 环绕在她耳边 想听吱吱的真心话 行吗 沈志义带呼吸顺畅了些后 探究性地看着她的眼睛 声音娇软 你真的想知道 不然呢 她神色认真 耐心地等着 沈志义咬了咬唇 这才慢悠悠地开口 你还没有向我求婚呢 她一开始想说的 就是这句 从恋爱到求婚 再到婚礼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虽然两人正都领了 再提这些 显得有些矫情 但在爱情里 仪式感同样很重要的 矫情就矫情一次吧 伤时蓄显然没想到 她是因为这个不开心 搞清了问题的所在 她眉眼带着些笑意 多谢芝芝的提醒 是我的失误 沈志义傲娇地仰起头 难道不应该吗 伤时蓄聊起 一缕她耳边的秀发 嗓音滴滴沉沉 尾音故意拉长 当然应该 让芝芝着急了 其实这个惊喜 已经在她的准备当中了 这男人的嘴 不知道女生也要面子的吗 此时此刻 沈志义尬的能用脚指 抠出个魔仙城堡出来 羞红着脸 不好意思去看她 赶紧转移话题 不是要去看婚纱吗 走吧 说话间 她已经打了车门 伤时蓄知道 她脸皮薄 不再逗弄 绕过车头 温柔地牵起 她柔软无骨的小手 两人并排 走进了一家 私人高端定制婚纱店 门口的服务生 小姐姐见到来人 立刻露出标准的礼仪笑容 两位好 欢迎光临 这时店长走了过来 她笑得异常的热情 伤少 文森特老师在楼上 需要带你上去吗 伤时蓄黑眸淡淡地扫了她一眼 诞声道 不用 我们今天是来看婚纱的 店长脸上的笑容 有一瞬间的僵硬 但很快又恢复过来 笑着恭敬道 好的伤少 这边请 三人乘坐电梯来到六楼 这楼层摆放的婚纱件件 都堪称精品之作 是这家店的老板 同时也是国际著名 婚纱设计大师 墨宇的巅峰之作 对于店长过分热情的态度 沈志亦有些不解 虽然顾客是上帝 可这也太过了吧 还有 为什么有些人喊她的是伤少 而不是伤总 弄得跟豪门公子哥似的 见她心不在焉地走神 伤时蓄轻敲了下她脑门 语气宠密 你张小脑袋瓜子里 又在想什么 沈志亦思绪被打断 她抬眸凝视了她数秒后 轻赞道 就是觉得这里的每款婚纱 都好漂亮 不禁看花了眼 她一点没有夸大其词的意思 这里的每个款都让人心动 同为设计师 她不得不佩服 伤时蓄走到一款 白色拖地鱼尾裙前 脚步停留了下来 转头看向慢半拍的沈志亦 温生问 这款怎么样 时间有些赶了 不然她会找人重新设计一款 沈志亦收回落在别处的视线 仔细打量起 这款带着许多闪亮细钻的鱼尾 拖地长裙 眼前瞬间一亮 眸底的那抹惊艳之色 隐藏不住 欣然地点头 嗯 很漂亮 伤时蓄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背后就响起一道响亮的男音 今天是什么风 把商大少爷给吹来了 他话刚落音 猛然看到了一旁的沈志亦 眼底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没忍住 惊呼出声 卧槽 哪来的小美女啊 来人正是这间婚纱店老板的爱徒 文森特 国内有名的婚纱 设计大师 伤时蓄挪动了下身子 挡住她的视线 声音有些冷 眼珠子不想要了 男人见她护得这么紧 瞬间来了兴致 面带八卦地问 这位小美女是你女友 伤时蓄瞥了她眼 更正道 我老婆 时 什么 文森特 瞳孔瞬间放大 一副很不可置信的样子 不得了了 铁书竟然也有开花的一天 不过这小美女 长得确实是秀色可参 脸是脸 腿是腿 身材是身材 简直就是男人梦中的完美女神 半晌 她看向伤时蓄也遇到 没想到你这老牛 竟然还吃了颗嫩草 沈志亦 你礼貌吗 她这个当事人还在呢 严格算起来 两人也就只相差四岁 怎么就成了老牛吃嫩草了 伤时蓄挑了挑眉 似笑非笑 怎么 你这条老辣肉极度了 文森特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对她的话嗤之以鼻 你才老辣肉 我就只比你大两岁 本帅哥妥妥的小鲜肉一枚 哼 什么眼神 听到她这傲娇又幽默的话语 沈志亦默默地在心里 猜测着两人的关系 看起来又像是朋友 又像是亲戚 伤时蓄不想跟她在这里浪费口舌 撩了撩上眼皮 一边去 别打扰我和老婆看衣服 男人双臂还于胸前 抽了抽嘴角 不屑地对她 有老婆了不起啊 哥要是想能给你领一打回来 信不信 沈志亦 好家伙 你当是祖族球队呢 伤时蓄嫌弃地开口 那就等你凑齐了一打再过来 文森特 行 算你狠 老子一定去凑够一打 回来虐抱你 伤时蓄 转头看向背后 温生开口 喜欢就去试试 虽然 她不喜欢这家店的老板 但她不否定这些婚纱 的确很美 沈志亦点头硬下 因为她确实很喜欢 两名店员小姐姐 麻利地将婚纱 给拿进了旁边的室衣间内 伤时蓄 就在了外面的沙发上 耐心地等待着 文森特在她身旁坐下 顿了顿开口 老师这两天 就回国了 你结婚的事 她知道吗 伤时蓄面上 没有过多的表情 淡漠的出声 不相干的人 没有知道的必要 文森特 语重心肠地劝慰道 不管怎么说 老师始终都是你的母亲 时蓄 你就不能给她 一个弥补的机会吗 她面色凝重 语气略显不耐 我从来没有恨过她们 但这不代表 我会接受她们 如果你是来当说客的 我劝你 还是泄了这个心 心非一日之寒 现在想弥补 早去干什么去了 都说迟来的深情比苟见 那么迟来的亲情 和温暖 那便是一文不值 文森特 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 你的心情我理解 这是我再也不提了 语弊 她看了一眼 事宜间的方向 人不错 也很漂亮 值得你铁树 万年开花一次 伤时蓄侧头腻了她一眼 不冷不淡地回了句 眼珠子给我收好了 别乱嫖 那是她老婆 谁也别想消想 看看都不行 男人一脸无语 瞧你这该死的战有欲 我就是想夸赞两句 她冷声一哼 我的老婆 用得着你夸 文森特 这整个就是霸道总裁 她默默地在心里 替那女孩默爱 原本是下来 找她联络下兄弟情的 对 还是别在这里碍眼了 十几分钟后 换衣间的门缓缓打开 沈志义双手提着两边的裙摆 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 为了能撑起这件婚纱 店长给她换了双稍高一些的细膏根 她脸颊带着羞涩 小声地开口 好看吗 听见动静 伤时序将视线从手机上一开 那一刻 她仿佛看见了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仙女公主 美得一尘不染 女孩一袭白色婚纱 后面长长的拖地裙摆 还镶嵌着星光璀璨的细钻 随着她步伐地走动 折射出亮眼的光芒 果凶设计将较好的曲线凹凸得更甚 锁骨处被一片薄纱遮挡 若隐若现 性感勾人 她漆黑如墨的眸子 漫不经心地划过她身上的每一处 心尖微不可查地轻颤起 良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暗哑着嗓子回她 嗯 很漂亮 美地不可方物 如同天山上的雪莲一样 冰青玉洁 她极力克制着心底的那抹狂躁的悸动 目光不自觉地落在她若隐若现的 事业 线上 手背上抱起的青筋 揭露了她此刻隐藏在心底的蠢蠢欲动 怎么办 她大概是等不到婚礼的那一天了 沈志亦没有发现 她的异常 在失忆镜前打亮了一会儿 灿弱星辰的眸子 瞬间弯成了一道月牙 我也觉得好漂亮 就是 说到后半句的时候 她凑向她耳旁小声说 就是太贵了 我刚刚悄悄地 看了一下吊牌上的价格 好吓人啊 说话时 她卷桥的睫毛 如同轻薄的叠翼 轻轻扑闪挥动着 白皙无瑕的脸蛋 只化了一层淡淡的裸妆 却美得不可方物 娇嫩欲滴的唇瓣 泛着一层水润的光泽 好像熟透了的樱桃 无声无息地引诱着人去品尝 伤时序从未感觉像今天这么失控 她慢慢地抚平胸口处 急促地呼吸 请客后 她抬手帮她理了下 散落在肩头上的碎发 浑厚的嗓音中夹杂着宠溺 和认真 一生中就这么一次 难道吱吱还想将就 沈志义抬眸对上她热切的目光 那生要不重新挑一件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不等她回应 接着就听见她继续说 我不想让吱吱将就 喜欢就买下 我们又不是买不起 她的身价 她根本不敢说出来 她吓到她 这点钱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沈志义咬了咬牙 嗯 就听叙叙的 嘴上说得挺爽快的 但她心里还是在底线 六位数 六位数呢 一件婚纱竟然要这么多钱 都够买套房子的了 真的好败家 相较其他的肉疼 商时序刷卡付款的时候 眼睛都没眨一下 两人刚出婚纱店 就接到了商老爷子的电话 爷爷 臭小子 这么久 都不带我乖孙媳妇 回来看我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家伙吗 她没想到电话 一接通 就传来爷爷的一阵咆哮声 脑袋突突的疼 看来周末的计划 又要取消了 商时序 嗯 知道了 她言简意该 见木的答到了 老爷子语气 稍软了几分 爷爷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周末我让刘妈 多做一些 吱吱爱吃的菜 商时序 嗯 商老爷子 就一个字 多说几句 能憋死你小子吗 隔天 周日 早上九点时 商时序 带着沈志义 在隔壁小区 看了几套房源后 才启程 向商家老宅驶去 黑色卡燕车内 吱吱想说什么 见她不停地偷看自己 还欲言又止的样子 商时序忍不住撇头问 沈志义在心里 阻折下语言 这才缓缓开口 那个 序序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她侧身稍稍 向驾驶位倾斜了些 商时序忍目不斜视地 看向前方 握在方向盘上 根根分明的手指 葱白修长 她喉咙轻滚了下 嗯 你说 沈志义 明艳的性谋 带着些试探 但语气 却又显得无比认真 给我妈妈和外公 买房子的那些钱 能不能算是 我跟你借的 她思前想了一番后 觉得还是这样 比较妥当 她可以分期付款 每个月都还她一点 文言 商时序利用 在等红绿灯的空档 侧脸凝视了她一会 在心里默默地 猜测着自家老婆的想法 片刻后 就听她说 如果芝芝觉得这样 比较能接受 也不是不可 见她没有反对 沈志义美眸弯下 这么说 你同意了 她嗓音中 难掩心中的小窃喜 商时 旭眸闪烁着一抹脚 顺着她侧过的脸 轻声细语道 同不同意 要看吱吱的表现 她嗓音 带着勾人的意味 明明是很正常的一句话 却被她说得 莫名地撩郁 微热的气息 不经意间 窜入到她的耳内 带着骚骚痒痒的触感 沈志义心间 陡然颤了下 她感觉自己的敏感度 越来越低了 还是被这男人 给撩得成敏感激 她紧咬住下唇瓣 眨了眨眼眸 什么表现 她声软糯 却又轻透干净 商时序看着 竟在咫尺女孩的精致脸旁 忍不住台场轻浮了下 眼角藏着笑意 薄唇半勾着 晚上再告诉芝芝 沈志义 什么毛病 老喜欢吊人胃口 不管怎么说 她只要答应了就行 至于什么表现 不表现的 到时候 就见机行事 车子 大约快开了一个小时 到达了 靠近郊区的商家老宅 车子停下后 商时序先去后备箱 将东西给拿出来 腾出一只手 去牵自己的小娇妻 走吧 沈志义的手 被她大掌包裹住 心里泛起了思思甜意 刚踏入大门 就迎上已经等得 有些焦急的伤老爷子 虽然她一头银发 却精神抖擞 步伐矫健 见到乖孙媳妇 她笑容满面 语气和蔼 哎呀 支支来了 但当时线 落到自家大孙子身上 表情秒变 臭小子 怎么现在才来 我给我乖孙媳妇 包的老鸭汤 差点都要糊底了 老爷子看着自家大孙子 吹胡子瞪眼 要多嫌弃 就有多嫌弃 好似大孙子 是捡来的 孙媳妇 才是亲生的 沈志义 这确定 是亲爷孙俩 他感觉自己都比 伤食旭 在爷爷面前 受待见 然 伤食旭 并不在乎爷爷 对他的态度 稍稍将小妻子 往自己身旁拉靠了些 漫不经心地开口 爷爷 我和支支 两个都很累 确定一直站在外面说 虽然被自家孙子抱怨 可老爷子一听有情况 瞬间欣喜不已 连带着 对大孙子 也合颜悦色了些 但脸上的嫌弃 丝毫未减半分 这么年轻就虚了 话刚落音 好似又想起什么 要不让浩川那小子 再给你开几副不要 听到不要两个字 伤食 蓄脸色黑的 能低出莫来 态度异常地强硬 不需要 开什么玩笑 他怎么可能不行 不但行 还非常行 他有这个自信 伤老爷子撇了 自家大孙子一眼 靠上前半信半疑的 再次问 真的不需要 伤食蓄 从哪里看出来 他需要 还不等他开口 就听老爷子 继续在他耳边捕道 要是真那个啥 也别不好意思 既家那小子医术 还是很可靠的 伤食蓄 被自家爷爷 在胸口插了几刀后 脸色和耐心 都肉眼可见地 降到了零点 黑着脸 扭正老爷子的错误判断 爷爷 我没有不 行 见他脸色那么臭 伤老爷子 瞬间哑声 善善地摸了摸鼻尖 在心里默默地狐疑着 难道是他搞错了 想到这个可能 伤老爷子心底的 那团仇云 瞬间云霄雾散了 他就说嘛 他们伤家哪 哪有不行的 吓得他 还以为是精英突变了 没想到 原来是虚惊一场 伤老爷子 心虚地看了眼大孙子 干咳了两声 既然行 那就拿出实力来证明 想了想又补了剧 但也不能把我孙媳妇 给累坏了 不然我饶不了你 伤食蓄 撩了一下上眼皮 一本正经地回道 爷爷 出力的是我 老爷子嘴角撇了撇 毫不留情地嫌弃道 你也就这点用处了 有什么好骄傲的 沈志义 这话 是他能听的吗 他一个大活人站在这 你们爷孙俩 都不顾忌一点的吗 伤食蓄 见小娇妻脸色飞红 赶紧转移了话题 该问的也问了 该回的也回了 爷爷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屋了 伤老爷子 显然把这茶给忘了 悄悄地瞪了 自家孙子一眼 那眼神好似在说 混小子 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 害得让乖孙媳妇 在门口站了这么久 伤食蓄接受到 爷爷怒诉的眼神 一脸无辜 瞪完孙子的伤老爷子 转头乐呵呵地 将乖孙媳妇 引进了客厅 某人 这差别还真大 王叔的妻子李姐 从厨房里 端出一叠水果拼盘 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 大少爷 少夫人 来吃点水果吧 沈志义之前 在子景园见过一次李姐 对她并不陌生 笑着回应 好的 谢谢李姐 老宅 一共有四个佣人 除了王叔 夫妻二人和刘妈外 还有一个 打理花草的赵大叔 今天的午饭 是由刘妈和李姐 两人共同组织的 满满的一大桌子 可谓是色香味俱全 爷孙三人围在桌子上 有说有笑地奇了融融 伤老爷子嘴角的笑容 一直没有断过 芝芝 这个老鸭汤 是我亲自煲的 你多喝点 华落又将一盘糖醋排骨 推到了她面前 你们小姑娘 应该爱吃这个 酸酸甜甜的 此时老爷子眼里 只有这个乖孙媳妇 完全把自家孙子 给无视了彻底 沈志义性磨弯了弯 生筷子 也给她加了一些菜 爷爷 你也多吃点 好好 谢谢芝芝 伤老爷子 嘴角笑得 都快咧到霍尔根了 看着这么体贴懂事的孙媳妇 她忍不住又嫌弃地 看了一眼大孙子 午饭过后 沈志义想进厨房帮忙 但是被刘妈和李姐 给劝了出来 刚好爷森三个 在客厅里唠了下家常 商老爷子笑眯眯地 看着两人 一脸欣慰地开口 芝芝啊 你和时序的婚礼 打算什么时候举办 沈志义刚准备开口 门口猛然传出 王叔恭敬问候的声音 夫人 闻声 沈志义下意识地 抬头向门口望去 就见一个体态 优雅富贵的中年女人 走了进来 她身着一件 青蓝色的过膝旗袍 微卷的长发 挽在脑后 用了跟珍珠发簪装饰 妆容淡雅 笑容温和 但眼底却隐藏着一股冷傲 沈志义第一眼 就是感觉这女人有些面熟 在看第二眼的时候 她猛然想起什么 视线不自觉地 落在了商时序的脸上 难怪她会有熟悉感 原来长得 和商时序有几分相似 女人笑容优雅 声音婉转动听 爸 好久不见 身体还好吧 商老爷子在看见 这位昔日的前而席时 眼神有些复杂 她对她 也不是没有怨言的 但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已经不想再去计较了 脸上 带着得体的笑容 应了句 哦 原来是墨宇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 女人视线 瞟向面无表情 伤持续的脸上 见她对自己的到来 毫无反应 心里不禁泛起了一丝失落感 重新看向老爷子 但笑着回 爸 我早上刚下的飞机 随后 商老爷子但笑道 墨宇啊 你和森瑶已经离婚了 实在没必要再这样喊我 以后还是喊我伤叔吧 她虽然是笑着说的 可语气 却严肃认真 文言 方墨于脸色有些僵 随后扬装淡定地笑了笑点头印下 好的 商叔 一旁暗自揣测她身份的沈志义 此时毛色顿开 原来她就是商时序的亲生母亲 也就是她的婆婆 就在大厅内 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 王叔已经沏好了茶端了上来 夫人请喝茶 女人笑容温和 但不达眼底 客气又疏离 谢谢 此时大厅立刻寂静了起来 商老爷子瞥了眼自家大孙子 见他完全一副默不关己的态度 老爷子一时犯了难 怎么说 上门都是客 总不能把人轰出去吧 更何况 人家还一口一个爸的喊着 他着实开不口 磨错了半会后 他顿了顿开口 芝芝啊 困不困 要不要时序 带你回屋睡个中午觉 与其这么尴尬的大眼瞪小眼 还不如 让两个孩子回避 他一个人来应付 听到点名后 沈志义乖巧地应了声 嗯 确实有点困了 这气氛明显有些压抑 既然爷爷都发话了 他也不想再继续待在这 再说了 他这位名义上的婆婆 全程都没有正眼瞧他过 完全没有想认识 他意思和态度 原本他还想和婆婆打个招呼 但爷爷和伤时序 都没有主动提起 他也不好自作主张 就在两人准备起身回房的时候 方默于猛然出声 商叔 这位是 商老爷抬头看了一眼孙子 见他面上表情还算平静 这才不紧不慢地回到 我大孙媳妇沈志毅 话落 他并没有介绍 两人认识的意思 这让方默于有些尴尬 只好自己找了个台阶 温婉地笑了笑 原来是沈小姐 这称呼一出 在场的两个男人 皆愣了下 商老爷子 我表达得不够清晰吗 还是我说的话 你听不懂 明明就是他的乖孙媳妇 怎么就成了个沈小姐 商时序 行事做派 果然还是那么令人作悟 不过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老婆 用得着她来承认吗 沈志毅没想到 她会这么称呼自己 眉头青凑了下 在心里琢磨着如何开口 紧握住她手的商时序 突然在她手心里挠了下 沈志毅下意识地抬眸看她 不等她开口 她低沉的嗓音 就在大厅中响起 不好意思方女士 我要带我老婆去休息了 这话无疑给了方默于 一个响亮的巴掌 商时序 这是光明正大的护妻 同时也在表明自己的立场 张老爷嘴角偷偷地露出一抹笑意 但为了不被人发现 她很快地又给掩盖了过去 嘿嘿 真不愧是她的好孙子 基因里还是懂得疼老婆的 方默于没料到 她竟然对自己会是这个态度 面上温和的笑容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愤怒 历生呵斥 我怎么说也是母亲 这就是你对我这个长辈的态度 闻言 商时序好像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 勾唇吃笑一声 母亲 她语气一转 眸光冰冷 敢问方女士 可有经过一天做母亲的责任 在她童年的记忆中 妈妈永远是不着家的 爸爸永远是喝得烂醉如泥 在抱怨 在控诉着自己老婆的不忠 心情不好时 甚至会对她拳打脚踢 还质疑她到底 是不是她伤三咬的儿子 最后两夫妻决裂 谁也不愿意要这个儿子 干脆把她丢到了寄宿学校 那时她八岁 可笑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如今频频跑在她面前来 自称是她的父亲和母亲 敢问他们哪来的脸 方默语背对的脸色发白 时序 卡在喉咙里的话 她怎么也说不出口 沈志毅显然没料到 伤时序和她母亲的关系 一点也不比伤父好哪里去 感觉到她身子的冰冷 她悄悄地抱住她的手臂 试图给她些温满 察觉到她的小动作后 伤时序心间 顿时划过一道暖流 被他们抛弃了 又怎么样 最起码 她还有爷爷和她 今生唯独想偏爱的女孩 她身上的冰冷气息 瞬间消失不见 眸底一片柔软 别管那些不重要的人 你不必理会 对上她温柔的眸子 沈志毅一时间 竟然不知该如何接话 停顿了数秒后 她淡淡地摁了声 好 这一刻 不管是对还是错 她选择了站在丈夫这边 他们两个都是屈爱的人 就让彼此相互温暖对方吧 六月的西周 渐渐入了下 正午的阳光有些烈 步行街 某品牌珠宝连锁店内 朱同 你看这条怎么样 感觉更配你 秦航眯卓眼 在一排璀璨闪亮的钻石项链中 挑了颗最小钻的递给女友 一旁的叶出铜 只是随意地扫了眼 但并没有接 她转头 将视线落到那颗大钻上 笑着看向贵姐 麻烦把那几条拿出来 给我看看 贵姐端着优雅标准的笑容 热情又专业地提议道 小姐 你气质温婉 皮肤偏白 适合这种稍大颗的蓝钻 或者是中等的紫钻 更显得优雅贵气 她在一旁早就看出来了 她买那些小碎钻 不等叶出铜有所回应 一旁的秦银行耐不住了 出铜 别上当 他们就是想 拿到更多的提成 才忽悠 你买这种的 一旁的贵姐 虽然对她的话表示很无语 但还是礼貌地笑着回应 先生 我们是森瑶集团旗下的品牌连锁珠宝店 不存在恶意推荐 或欺诈消费者行为 如果你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的不满 都可以去我们的官方网站投诉 秦银行顿时哑声 她想不明白 为何一向节俭的叶出铜 今天怎么就奢侈了起来 叶出铜歉意地开口 不好意思 你别理她 贵姐笑了笑 表示无碍 在她的建议下 叶出铜认真地挑选条蓝钻项链 拿在手里 眼底满是惊艳之色 面部显露地 转头看向身后的男友 选来选去 我还是觉得 这条更适合我 不等秦银行开口说话 紧接着又听她说 一行 你都还没有送过项链给我 今天的叶出铜 给她的感觉很是不同 声音时而温柔 时而娇软 秦银行莫名地 被这样的女友 给勾得春心荡漾 她越看越心动 这样的女人 无疑才是最适合她的 独立又能挣钱 还时不时地撒撒娇 秀个温柔体贴 毫无犹豫地 就脱口而出 那就买这条 转头对贵姐说 麻烦帮我们开单 叶出铜转过身后 嘴角的笑容 瞬间消失不见 去年 秦银行妈妈 从老家过来看望两人 她以长辈自居 向叶出铜索要了只翡翠镯子 迫于她和秦银行的关系 叶出铜咬了咬牙 买了只送给她 叶出铜转身面上 重新挂着温婉的笑容 一行 今天让你破费了 嘴上虽然是这么说 可心里却不是这么认为的 她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凭什么要浪费在甘蔗男身上 秦银行故作大气 你是我女朋友 给你买条项链 这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 我们也快要结婚了 你穿婚纱的时候也需要 叶出铜结婚 你做梦去吧 刷卡时 秦银行还是肉疼了下 但想到过两天 叶出铜要给两人的房子 付首付款 心里瞬间又平衡了些 顿了顿她问 明天有时间吗 我们去看房子吧 叶出铜接过贵姐手里的 精致包装盒 温柔地到了生线 这才抬眸看向她 微微笑了笑 明天不行 后天上午 你等我电话 秦银行面露喜色 殷勤地开口 新大街那边 开了家泰式菜馆 菜色和味道都不错 不如我们一会去那里吃吧 叶出铜一口回绝 可能不行 我工作室那边 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 不能陪你去 抱歉 听闻 秦银行虽然有点小失落 但也并没有多在意 没有女朋友陪 她还有小甜心 秦银行故作体贴地说 没关系 工作要紧 我们下次再约 出了珠宝店后 叶出铜并没有回工作室 而是驾车回了宿舍 另一边商家老宅 穿过一片竹林 和假式堆砌的观景园 来到一处两层小阁楼 推门而入 便是黑白灰的统一冷色调 这是商时旭 第一次带沈志义来 自从出国留学后 再也没进来住过 虽然没人住 但有定期打扫的一尘不染 这 这也是你的房间 沈志义惊讶地问 商时旭抬眸对上 她惊讶的眼神 温声道 嗯 有好多年没住了 小时候住的 平时回老宅 她基本都住在前院里 很少往后院来 她真没想要 来和她睡午觉 顿了顿说 你困吗 我不太想睡 商时旭上前 将人拥到怀里 脸颊贴在她耳边 轻声道 既然不困 不如我们来做点别的 沈志义眸子眨了下 温温地 问 什么 她神情有些茫然 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 商时旭低头 轻咬了下她的耳轮廓 嗓音嘶哑 让我想想 沈志义耳朵异常地敏感 被她撕磨得心口发软 抬手轻推了下她 美好气地娇撑了她句 好好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这男人属狗的吗 怎么就喜欢咬啃她 商时旭嘴唇 从她耳边移开 勾笑道 知之可冤枉我了 我动的是嘴 沈志义 你脸皮 能在后点吗 这么会强此夺脸 得 她还是睡会觉吧 省得被她又啃又咬 她抬眸对上 她目光好似着人的眸子 我想睡会午觉 要不你到 一边玩会去 商时旭 这语气 把她当成三岁小孩哄吗 拿起她耳边的一缕 碎发在手指上弄着 烟红的唇瓣微勾起 嗓音有点撩人 知之要一起吗 沈志义 怎么感觉这话 有点不对劲呢 她轻掺了下睫毛 什么 男人贴着她耳朵 声音极低 想和吱吱像上次那样贴贴 沈志义脸颊蹭的一下 变得飞红 如同熟透了的樱头 她双手抵在她胸口前 身子稍稍向后仰着 萧红的凤眸 美好气地瞪她 想得倒是挺美 话落 就灵活地淘开她的禁锢 她准备去浴室洗漱一下再睡 沈志义逆了眼 她窈窕的背影 嘴角轻扬起 语气中 带着思思慵懒和漫不经心 对自己的老婆有想法 这不是很正常 她要是没想法 那才不正常 说话间 她已经跟着走了过去 沈志义转头 就对上她近在咫尺的 一张清俊脸庞 吓了一跳 她走路怎么都不带声的 平静了下心跳 压着声 你怎么也进来了 沈志义挑眉 低笑道 来看看老婆 需不需要我的服务 不用 我就是洗下手 嗯 吱吱确定不要 她尾音拖得颜绵低沉 对上她似笑非笑的漆黑毛子 沈志义莫名的感觉 她有点想使唤 咬着淡红色的唇瓣 摇头 不要 她就洗个手而已 又不是巨鹰宝宝 还需要帮忙 然男人却不依她 拉起她的手 走到洗手台前 从背后拥着她 扭开水龙头 将她一双柔软的小手 放到水下 认真地冲洗了起来 沈志义一脸猛 挣扎了下 我自己来 都说了 要为支支服务的 她下巴贴着她的脖梗 嗓音缠绵 好似轻易的羽毛 轻轻划过后 留下瞬间的一片涟漪 她手指葱白修长骨节 根根分明 过分地好看 捏着她纤细的玉指 柔柔地搓了下 在她手掌心上 轻柔地画着圈 沈志义 感觉自己身子渐渐有些软 受不住想抽回手 已经很干净了 一张口 她才发现自己的声音 这么娇柔 然而 沈志义却不如她意 带着蛊惑的嗓音 在她耳畔撕磨 这才开始 支支确定不要 温热苏麻的呼吸 在她耳边轮廓上轻抚过 是无疑 又似有意 她另一只大掌 慢慢抹扎着她的腰间 不经意地滑在 平坦警示小腹上 沈志义顿时心里一慌 下意识地握住 她的手腕制止 你 你干什么 干渴的鱼儿 悄悄地靠近草丛 手心的大掌 陡然拿开 轻捏起沈志义的下巴 将她脸侧过来先 对着她 如樱花般柔软的唇 吻了上去 嗯 你 沈志义有些措手不及 一只手撑在洗手台上 一只手不自觉地 抱住了她的手臂 伤时序加重嘴上的力道 吻得凶猛 沈志义背靠着她 强劲有力的胸膛 身体和双手 瞬间软得无力 意乱情迷之际 耳畔传来 她嘶哑的声音 乖 放松一点 她稍停顿了下 炽热的吻 再次席卷下来 撩外的嗓音 再次响起 知知喜欢吗 沈志义此时 呼吸变得错乱无规律 漂亮的毛子 含着一层动人的水光 她彻底地沦陷 进了她的温柔圈套内 跟着她步步沉沦 羞涩地说不出一句话 伤时序眼底 带着一抹喜色 将唇瓣移到她脖梗处 轻轻撕磨 柔柔地清整 掠过湿润的绿洲和草丛 鱼儿终于游到水源地带 沈志义无意识地咬住下唇瓣 忍着身子泛起的 振振颤力 整个人仿佛没有骨头似的 软靠在她怀里 别咬自剪 她温热的唇瓣贴着她 呼吸很沉 嗓音中夹杂着少许的喘息 话落 她含住她的双唇 轻轻地吻了又吻 两久后 沈志义呼吸有些急促 抱住她手臂的手轻推了下 察觉到她呼吸的困难 伤持续移开自己的唇瓣 给她些时间缓解 微畅感慢慢消失 沈志义脸颊带着不自然的潮红 转过身 羞涩地将把脸埋在她胸口处 她垂眸 看着怀中羞哒哒的人 语速缓慢 声音格外地撩人 作为礼尚往来 这是回敬吱吱的 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 沈志义 哪里有胶布 她真的好想 把她嘴巴给粘起来 她已经羞得快不行了 她竟然还问满不满意 见她像只小鞍唇窝在她怀里 伤识 续抚身在她脸颊上 亲吻了下 暗哑着嗓音 低笑了声 吱吱不出声 我就当是满意的 她近着一层水渍的手指 在她眼前晃了一下 若无其事地打开水龙头 冲洗着 沈志义莫名地红了脸 因为 她知道那是她的 越想越羞人 她怎么会 一日 上午 沈志义从上来副总办公室出来 迎面碰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人 出于礼貌 她尊敬地开口打了声招呼 方阿姨 方墨宇显然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沈志义 她跨着昂贵女士皮包的手 微顿了下 随后 面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沈小姐是在这里工作吗 沈志义不吭不悲 但笑着回应 不是 我们工作室和上来 有点业务上的往来 方墨宇了燃点头 原来是这样 随后又开口 沈小姐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她笑容婉约 说话语气拿捏得当 摆出一副 平易近人的姿态 可沈志义心里清楚 她并不像现在 表现出来的那么和善温柔 但她也不好 直接拒绝 只能硬着头皮面对 当然可以 出了上来公司的大门 不等沈志义张口 方墨宇就率先出声 妄忧咖啡厅 二楼 她话刚落 就缓缓驶来一辆 黑色的高档小轿车 片刻后 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方墨宇面前 从车里下来一位 身穿西装的年轻男人 她打开后 座位的车门恭敬道 夫人 女人面容 清冷淡淡地嗡了声 就坐进了车内 看到这莫名熟悉的一幕 沈志义莫名地 想到了伤时序 原来她的容貌 和性格是随了她母亲 二十分钟后 妄忧咖啡厅二楼 二楼相较于一楼 更加寂静优雅 装修也更加华丽 方墨宇今日 穿了套月白色裙装 长发依然是盘在脑后 脖梗上戴了条珍珠项链 看起来很是雍容华贵 沈志义收回视线 迈着平稳的步子 走了过去 主动开口 方宜 方墨宇 看她的眼神很淡 想真心地点了点头 坐吧 不用这么拘束 沈志义 始终都保持着沉静和淡定 拉开座椅坐下 美食咖啡喝得习惯吗 女人抬眸问了句 似是随意 却又别有深意 沈志义抿了下唇 礼貌地硬着 还行 她这话 也不算也很随意 大部分口味的 咖啡她喝了个遍 貌似都能接受 方墨宇搅拌了面前的咖啡 随后轻拧了一口 将杯子放下 她将视线落在沈志义脸上 静静地打量了片刻 不紧不慢地问 你和时序认识多久 你了解她吗 沈志义握住咖啡杯的手 顿了下 数秒钟后 抬头对上她探究的眼神 淡定地回她 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 她的过去我不了解 但现在的她 我还是很了解的 女孩的聪明睿智 倒让方墨宇有些意外 她眸色暗了几分 嘴角的笑意消失不见 沈小姐觉得自己配得上她吗 沈志义握住咖啡杯的手指关节 微微泛着白 和伤时序身份的相差 无疑是她的死穴 同样也是她最脆弱地方 见她沉浸的面容上 终于露出了无措的表情 方墨宇知道自己 成功找到了突破口 在心里冷笑 果然还是个涉事未深的小丫头 即使伪装得再淡定 还是露出了自己的弱点 她不动声色端起咖啡杯 沈小姐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家时序和森盛集团董事长的关系 停顿了下又补了句 或者说商家和西州首富的关系 沈志义惊恶失色 森盛集团 那个号称西州第一财团 业务渗透了各个行业领域 名副其实的商业帝国 西州首富 名字好像叫 叫商三瑶 两个人都姓商 难道他们两个是父子 想到这个可能 沈志义握住咖啡杯的手都在抖 不怪她上次在老宅吃饭 没认出来商妇的身份 实在是因为 首富商三瑶 从不轻易露面 见过她本人的少之又少 这一连串的劲爆信息 让沈志义 全身僵硬在了椅子上 她这一系列的表情变化 都如数地落到了方默于眼中 女人面上 带着轻傲的笑容 不管是西州首富 还是森盛集团董事长 她都是同一个人 时序的父亲 商三瑶 沈志义脸色辣白 放在桌面上的手 不自觉地紧钻着 她嘴唇紧抿着 一言不发地沉默着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闪婚老公 竟然会是西州首富的儿子 这比买彩票中了头等大奖 还要来得晴天霹雳 方默于继续道 你配不上她 趁着现在你俩感情还不深 你主动提出离婚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怕打动不了她 又补了剧 除了一笔剧款 我另外 还给你送套别墅和车子 昨天回去 她就让人 去查了下沈志义个人背景 对她家庭情况是一清二楚 这么普通家庭的女孩 怎么能配上她天之骄子般的儿子 沈志义还没有从上个震惊中 回神过来 现在又听到 她竟然提出了这么无理的要求 清澈的性谋按了几分 嗓音虽轻 却字字有力 因为你是她的母亲 所以我尊重你这个长辈 但这并不代表 我会接受你的说教 配不配得上 她不是你说了算 谢谢方女士今天请的咖啡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与毕 沈志义起身准备离开 却听见方默于嘴角 勾着一抹轻蔑的笑容 语气有些尖锐刻薄 如果石旭只是个穷小子 你还这么巴着不放吗 原本打算离开的沈志义 听到这话后 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方女士觉得 钱能买来爱情吗 还是在你眼里前世万能的 不瞒你说 我对豪门丝毫不感兴趣 如果有得选 我宁愿她只是 一个普通的小老板 见她牙尖嘴利 方默于面上的冷意更甚 冷笑一声 沈小姐大概不知道 石旭为什么单身这么多年 沈志义愣了下 随后淡定到 方女士果然是个特别的母亲 不好好的修复 你们母子的关系 却跑我这来挑唆离间 她可不会上这个当 伤时序的过去 她没有参与 所以没有资格去计较什么 即使有什么小青梅白月光的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 脊背直挺地 直接转身离开 刚下楼梯 伤时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沈志义平复了下 呼吸接起 喂 手机里传出她低沉浑厚的嗓音 她约你出去了 她口中的她 沈志义自然知道 指的是谁 她握住手机的手盾了下 你怎么知道的 伤时序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你先给打电话给我 不要单独去见她 随后默了默又说 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没想到 自己那个自私自利的母亲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 她小妻子身上 沈志义故作轻松地笑了声 别担心 她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她就是说 我们彼此可能没那么了解 她没有把方默雨 在她面前说的那些话 再叙述一遍 给伤时序听 伤时序沉默地片刻 芝芝 我只有你 不用猜测 她都知道 那女人能说出什么话来 心动的 深爱的 触碰过的 自始至终 只有她的芝芝一人 她的声音 犹如冬日里的泉水 驱散了沈志义之前 在心里的那股沉闷 沈志义不自觉的嘴角 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嗯 我知道了 但随后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刚扬上去的嘴角 又弯了下来 声音有些严肃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该好好地给我坦白一下 她还真没想到 自家老公竟然还有个强大的身份背景 这么大的馅饼 差点把她给砸晕了 说不生气 那是不可能的 电话那头的伤时序 猛然有股不好的预感 涌上心头来 默了默后 芝芝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但有一条 你必须答应我 沈志义压着心中的怒火 你说说看 伤时序 芝芝不能生气 也不能和我冷战 更不能提 离开我 冷战过一次 她就已经怕了 不想再来第二次 沈志义 这狗男人 还真是有先见之名 把她想做的事情 全部都提前避坑了 尼玛 她现在一肚子火气 都没地方撒 真是憋屈死她了 咬牙切齿 对着手机哼了句 我不生气 也不和你冷战 更不会跟你提离婚 我回我妈那里 住两天总藏吧 雨碧 黑着脸笨断了通话 手机那头的某人 这叫没生气 都要离家出走了 还叫没冷战 这边 沈志义出了咖啡厅 抬头望了眼黄眼的太阳 低声呢喃了句 怎么不来长雨 娇娇我心里的火气呢 她感觉自己快要成了火娃 一张嘴能喷出一米火来 话刚落音 拿在手里的手机 屏幕亮了下 垂眸瞟了下 信息发送人士 亲爱的 沈志义嘴巴翘得老高 在心里暗哼着 不看不看就是不看 我不冷战 但我无视你 对 无视不等于冷战 不理你 也不叫生气 离家出走 也不叫离开你 哼 狗男人 让你骗我 气呼呼地打开车门上了车 刚扣好安全带 手指就不听使唤地 解锁了手机屏幕 亲爱的 老婆 我有罪 不该隐瞒你一些事情 请你看在我这么爱你的份上 能不能别生气了 亲爱的 怎么惩罚我都行 但你不能把自己给气坏了 我心疼 沈志义嘴角抽出了下 这情话说的是越来越溜了 刚想抬手指戳几字回过去 又猛然停住了动作 在心里默念着 我没看 我没看 试图自我催眠 把刚刚偷看信息的举动 从脑海中给划掉 随后 又悄悄地 将手机塞在包包里 当作没看见 驾车 刚到工作室的停车场 人还没下车 就见他车位旁 不知何时停了辆蓝色的 阿斯顿马钉 沈志义按了下安全带按钮 诧异地扭头望去 第一眼 哇 好车哦 第二眼 好霸气 第三眼 妈爷 这得要多少米啊 下意识的他 就想重新把车子倒出来 往里面靠一点 因为大家见到豪车 都有这种远离的心理 他自然也不意外 碰不起还躲不起吗 还未待他做出反应 豪车驾驶位上的车门 突然打开 露出一双赠亮的皮鞋 以及西装裤下包裹的 笔直大长腿 顺着视线往上移 沈志义打开车门的手 陡然顿住了 眨了眨放大的性谋 伤时序 怎么是你 发现男人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并贴心替他打开车门 低头对上沈志义 一双惊讶的毛子 他薄唇半勾起 老婆生气要回娘家 我当然是提前来劫胡的 他都还没行动 人就被劫了 请问你礼貌吗 好歹 也要等他下班回家 拎着箱子出家门 沈志义从车里出来站稳身子后 气得瞪着他 语气有小小的胸 你走开一点 我要跟你绝交一天 不 是三天 他就没见过这样的男人 一点念想都不给他 刚有点想法 就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他被骗了那么久 生一下气都不给 越想火气越大 伤识续见他情绪波动这么大 知道这次是把他给气坏了 伸手揽住他的腰肢 低头把人紧紧抱在怀里 贴着他的耳畔嗓音沉沉 绝交的是友情 我们的绝交不了 他连绝个交都不行 呜呜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都跟你绝交了 你还抱我 他双手抵在他胸膛上 挣扎着想推开 但他力气不够大 伤识续拦抱住他后背的手臂 不自觉地收紧了下 耐心又温柔地哄味道 好 我答应芝芝 从明天开始行吗 沈志一语气坚决 不要 就现在 万一今天气消了怎么办 他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伤识续没想到 这丫头倔起来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怎么办 自己老婆自己宠着呗 低头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强制让他和自己对视 眸光流转间 从喉咙里立出一声低笑 芝芝确定要离家出走 沈志一先点了点头 后又摇了摇头 我不是要离家出走 我只是回我妈那里住几天 顺便礼一礼 脑子里混乱的思绪 伤识续大掌轻抚着他的脸颊 眸底的柔情掩藏不住 好 三天之后 我去接芝芝好吗 看你表现 他把这句前两天他说的话 原封不动 又给还了回去 伤识续默了默 认真地解释了一番 芝芝 我不是故意隐瞒的 你也知道 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连我自己都不想承认 之所以一开始就没跟你坦白 是因为我没想到 我们两个会走到一起 并不是怕你贪图我的财产 不管是火星还是上来 我从来没想过 特意地去隐瞒你 还有最后一点 你从来也没问过我 沈志一 这还成他的错了 不过 他确实从来没问过 他的家庭背景条件 只是从外公那里听了一嘴 说是什么小公司的老板 不过这上来又是怎么回事 莫非 沈志一惊愕看着他 上来也是你的公司 商时序点头 嗯 是我外公的产验 只不过他接手时 还没有如今这般规模 沈志一瞬间哑然 好家伙 不挖不知道 一挖竟然又蹦出来一条猛料 他真不敢再听下去 怕一会别蹦出一个私生子来 那他就真的喜当娘了 暗暗地做了个深呼吸 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 这才不冷不淡的张口 我现在我需要冷静 你别打扰我 商时序见他脸色 比之前更加难看 不解的眉头拧了下 他是说错了什么话吗 知道他现在气不顺 应该给他点时间 商时序深邃的眼眸 轻垂了下 语调低缓 好 听吱吱的 沈志一相较于 从咖啡厅出来时 心情更加沉重 因为 他感觉心里仿佛 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想挪又挪不开 沉重地压得他难受 心事重重地走了工作室 直到他的背影 消失在他的视野里 商时序才启动车子离开 连着两天下班 回到新海居 看不见老婆的身影 商时序有些不适应 他忍不住拿出手机 打了通电话过去 想了一会儿 电话才被接起 传出女孩 优美动听的嗓音 什么事 商时序嗓音带着些惨调 芝芝 我晚饭还没吃 能不能去岳母家蹭个饭 沈志一 故意阴阳怪气地对他 我们家妙小 容不下你商大少这顿大佛 想了想又补了句 西州大酒店 就是你们商家开的 你会没地方吃饭 还没等他再说上一句 手机里就猛地传出一阵盲音 商时序 原本想卖一下惨 没想到竟然被挂电话了 他盯着手机 渐渐黑下去的屏幕 一脸无措 沉默了片刻后 重新点开手机 往兄弟群里发了条短信 商 在线等 把老婆惹生气了怎么办 刚发 瞬间就有人秒回 萧叶明 买个榴莲回来贵 让他心疼 让他心软 自然就原谅你了 季浩川 贵榴莲太掉逼格了 不符合我们商总的身份 换个高大上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嘿嘿 保准奏效 商时序 滚 要不要我免费送给你一副棺材 傅景称 好好哄哄 再送个花 礼物什么的 萧叶明 你们不是还没读蜜月吗 不如趁机带去海边玩几天 蓝天碧海边 再来个浪漫一文 还能不消气 想了想 商时序决定休假几天 带他出去散散心 至于兄弟建议的蜜月旅行 他还想放在婚礼结束之后 刚好他还有件重要的事没做 商时序 多谢了兄弟 晚上的单挂在我名下 第二天上午 商时序处理完最后一份文件 抬手按下内线电话 来我办公室一趟 很快 江特助推门而入 恭敬地问 总裁 商时序白皙修长的手指 在桌面上轻轻地敲了几下 薄唇清齐 我要休假一个星期 通知各部门下去 十分钟后开会 江特助虽然疑惑 为什么总裁突然要休假 但作为下属 不该问的他 向来不多问 恭敬地回应道 好的 我这就去办 就在江特里疑惑着转身时 身后又传来商时序低沉的嗓音 接下来一个星期 只要不是星火合上来要破产 就不要打电话骚扰我 江特助 哪有老板咒自己家公司破产的 不过总裁这是想要干嘛 一个星期都不准人打扰 莫非 总裁这是要闷声干大事 他忍不住好奇地出声问了句 总裁休假 是因为公事吗 商时序 除了工作 他就不能跟老婆去过下二人世界吗 嫌弃地瞟了助理一眼 勾起嘴角 淡淡地吐出几个字 哄老婆江特助 莫名地被塞了一肚子狗粮 有老婆了不起啊 得 有老婆确实了不起 谁让他这个苦逼的打工人 还是个单身狗呢 所以就把公司扔给他一个人了 清了清嗓音 好的总裁 我这就去通知 与毕 江特助酸溜溜地转身出了总裁办公室 下午两点 沈志义正低头修改面前的设计稿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他以为是自己的助理小苏 就没有理会 继续认真的做自己的事 等了一会 还不见人开口 他诧异地抬头 两人四目相对 你怎么来了 吱吱 两人几乎是同口一声 沈志义没想到 他竟然找到这里来了 对忘了一会 还是商时序最先打破了这份沉静 嘴角勾着淡淡的笑意 第一次来吱吱办公室 不请我做作 沈志义回过神来 美好气地娇称了他句 也没见过你什么时候这么客气了 这不是老婆还在生气中吗 当然要礼貌先 他边说边拉开办公桌前的椅子坐下 对于他的油嘴滑舌 沈志义已经不想再评论了 他站起身 抬头问 我这里只有白开水和咖啡 你喝什么 商时序放在办公桌面上的手指 轻敲了几下 水就不喝了 我赶时间去外地 沈志义姓谋忽然瞪大 你赶时间还往我这里跑 这人是什么毛病 难不成特意过来 就是跟他道个别的 同时 他又忍不住在心里暗暗猜测 他这是要去出差吗 去哪里 要去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 他很想问 但又张不开嘴 瞧见他刚刚脸上的那抹失落 商时序嘴角勾着漫不经心地笑 因为我还落了一样 没带 沈志义呼得抬眸 不太明白他这话的意思 你落了什么 说话间 商时序已经不知何时 走到了他面前 他望着近在咫尺的女孩 眸中有撩人的浮光闪过 嗓音磁性温柔 我最重要的宝贝 沈志义 宝贝 是指他吗 反应过来后 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这情话一套一套的 到底是从哪学的 虽然很土 但是他觉得心里有些甜丝丝的 但想想自己 还在跟他绝交中 又故意板着脸 不在这 你找错地方了 商时序眉头挑了挑 直接俯身将人拦腰打横抱起 沈志义精的尖叫出声 同时双手又下意识地抱住他 伯格 啊 你干什么呀 他办公室的门都没关 太羞人了 都说了是宝贝 怎么能落下呢 他嘴角弯起一抹迷人的弧度 眸光心灰意义 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已经跟你师姐打过招呼了 我还没有回去收拾行列 已经帮芝芝收拾好了 直到把人放进车内 沈志义人都 还是猛的 想起刚刚师姐他们 名嘴偷笑的画面 他就气得想咬他 不是说 别来打扰我吗 三天绝交日都还没到 人就被他落走了 这叫什么事 商时序俯身替他好安全带 眸光落在他气鼓鼓的脸颊上 忍不住抬手轻柔了下 温声道 乖 别气了 是我没信手承诺 吱吱想怎么罚我都行 沈志义嘴巴觉得老高 对他的触碰很不乐意 直接伸手拍开 别动手动脚的 我现在跟商总不熟 这丫头 连商总都称呼上了 抿了抿唇 饶有耐心地 给他散落在肩头的发尾 给顺了下 嗓音中带着一丝宠密和纵容 好 听吱吱的 我们不熟 就在沈志义以为他 终于要消停下来的时候 头顶又传来他温柔的嗓音 商太太 你老公这两天很想你 能不能给他抱抱 对视了片刻后 他捧着脸 告诉他 想得到美 想得不美 怎么能把老婆给拐刀手呢 哎 这小兔子生机成小狐狸后 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挖的坑都不往里跳了 知道拐弯从一旁走 他面上带着一丝小委屈地问 商太太 距离现在为止 你已经跟你老公 绝交了62小时零八分 能不能给放点水 沈志义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眨了眨惊讶的性谋 天哪 他以前怎么都没发现 他这么能说回到 稍稍收敛了些脸上的表情 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数着倒计时过的呀 金算得这么准确 商时序将视线移到 他阴红唇半上停留了下来 娇艳欲滴 像是熟透了的樱桃 泛着无比诱人的光泽 数秒后 他喉咙滚动了几下 当然 美老婆在身边的日子 对于商先生来说 那是度日如年 沈志义望着他这张禁欲清俊 引人犯规心动的脸 在心里暗哼了剧 其实就是个衣冠禽兽 外加斯文败类 他撇了撇嘴角 有嘴滑舌的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在老婆面前 完全失去了性欲度的商时序 面露无奈 这张算是翻不了篇了吗 他神情严肃 认真地再次重申道 商太太 商先生除了身份隐瞒了你之外 其他事情并没有半点隐瞒 沈志义眯起眼眸 似笑非笑地勾起嘴角 那你这辆车又是怎么回事 商时序 这小狐猎 他倒是把这一茬给忘了 对不起 是商先生的疏忽 下次去子警员 带商太太去车库看看 嗯 他最后一句话 尾音拉得很长 嗓音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沈志义在知道他身份的那一刻 其实是有些接受不了的 毕竟两人家庭条件悬殊太大 他受不住这份压力 同时又有些自卑 他从来都没有 向往过嫁入豪门 也深知豪门深四海 他喜欢简单普通的生活 这两天 他也想了很多 沉默了片刻后 沈志义喊了声 伤时序 嗯 我在呢 他声音难掩激动 老婆终于理他了 这是不是代表 绝交也提前结束了 沈志义故意板着脸 让自己看上去 依旧很生气 还有需要坦白吗 别到时候又 伤时序没有给他 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轻捏起他的下巴 将自己的嘴唇压了上去 嗯嗯 放 放开 沈志义双手不安分地 在他胸膛前垂打 大概是嫌弃 他这两只手太爱事 他握在手掌里给摁住 男人吻得很轻柔 像是一阵风掠过 没有过分的掠夺和战友 如蜻蜓点水般 一开唇半后 沈志义又在他额头上留下一吻 亲都亲过了 芝芝不可以再跟我说不熟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一言不合 就吻你吗 这男人 果然是个妖精 他嘴巴撅着咕弄了句 流氓 之后就将身子转过一边 面向车窗外 只留给他一个冷酷的后脑勺 沈志义品了下唇半上的余温 和那抹淡淡的香甜 嘴角情不自禁地扬起一抹 好看的糊涂 坐直身子 准备启动车子 出发目的地 如大提琴般的嗓音在车内响起 芝芝 行程大概要两个小时 你可以睡一觉 雨落 她好似想起什么 将来之前 放在座位旁的一条小毯子 给拿了出来 侧身给她搭盖在了身上 这才启动车子 装作看向车窗外风景的沈志义 在感受到她刚刚的暖心动作后 嘴角不经意地弯起 与此同时 MY工作室 师妹休假一个星期 所有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夜出童身上 从茶水间冲泡了杯咖啡进来 提提神 人还没坐下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屏幕 忽然亮了下 瞟了眼见是男友的短信 他慢悠悠地抬手点开 秦一行 明天有时间吗 手机屏幕前的男人 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连等了两天都未见女友打电话给他 这才等不及地发信息过来追问 不明白这女人到底是真没时间 还是故意找借口推托 夜出童端起咖啡杯 清明了口 放下 这才不急不慢地 戳了几个字回过去 夜出童 抱歉 这两天工作室有点忙 明天有时间 秦一行 好 我早上过去接你 剑终于有了回应 他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嗯灭手机屏幕 男人转头看向餐桌对面的中年女人 妈 明天房子就能到手了 到时候你也搬过来一起住 秦母顿了顿有些犹豫 行二 我一个人在乡下住习惯了 怕不适应这城里的生活 他其实是怕过来给两人洗衣做饭 像保姆似的一天到晚干家务 秦一行虽然品行不佳 但对自己的母亲还是很孝顺的 继续做秦母的思想工作 妈 住在城里更方便些 我和初同两人也好孝敬你老 秦母被说得有些心动 面部显露地故意装作为难 我怕到时候会有婆媳矛盾 秦一行 妈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有我在 就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等结了婚有了孩子 就让初同安心地在家带孩子和伺候你 秦母面露喜色 他就等着儿子这句话 假意地勉强接受 行 既然儿子都这么说了 妈也不好再拒绝 两人一副慈母笑 房子都还没买 就做起了春秋大梦 这边 经过两个小时的行程 商石旭驾驶的那辆蓝色阿斯顿马丁 缓缓驶入了一处海边度假村 沈志毅 其实一路上并没睡 眼睛在看车窗外的风景 看到不远处的金色海滩 他猛地转过头来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他以为他是因为出差带着他一起 没想到 竟然来的是海边 商石旭侧头瞥了他一眼 嘴角勾着浅笑 来海边当然是来度假的 正值夏季 度假村的小道上 到处涌动着花花绿绿的身影 见到这些人的衣着时 沈志毅忍不住瞄了眼 自己和商石旭身上的正装 我们穿成这样 会不会被当成另类啊 他一身西装革履 而自己今天 偏偏也穿了套女士 阔腿西装 两人一点也不像是来度假的 倒像是来谈业务的 商石旭牵着他的手 正抬步走向度假村的酒店 闻言 他偏过头 嘴角勾着一丝笑意 这样才能凸显我们的与众不同 不是吗 沈志毅 你穿个羽绒服出来 更能凸显 就在这时 商石旭放在裤兜里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他骨节分明的手指握住手机的底端 薄唇清气 发出一个单音 说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 大少爷 从国外空运过来的花 已经全部搬进去了 现场布置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 想问问您 之后需不需要留下两个人 商石旭严谨一概 不需要 你们全撤走 电话那头的中年男人 语气恭敬地应下 好的 我知道了 大少爷 结束通话后 商石旭瞥了一眼 身旁注意力不在他身上小妻子 眸光暗了暗 似是松了一口气 但又有一些吃味 因为他发现 沈志毅此时正在看向不远处的几个老外 他酸溜溜地 顺着他的视线再次望去 蓝眼睛 黄头发 大鼻子 没见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忍不住出声 芝芝 你老公是不够帅 还是身材不够好 这跟吃了柠檬似的语气 让沈志毅的视线终于收了回来 侧过头不解地看着他 什么意思 还没发现某人是在吃醋 因为他压根没往这方面想 他之所以盯着那几个老外看 是因为有个黑人 皮肤有黑的发光 竟然都看不见他的眼睛在哪 有些好奇 就不免多看了几眼 见他一副迷茫又不解的模样 商时序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伸出修长的手臂 从他腰背后揽住 语气十分霸道 不准再看其他男人 你只能看我 这一下 沈志毅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还真是吃醋了 他明嘴而笑 没看出来 商总还喜欢乱吃飞醋呢 面对小妻子的打趣 他不以为然 拥着他 迈上了酒店门前的台阶 来到大厅 酒店经理等候着 已经有一会了 见到他人 快步上前恭敬道 大少爷 少奶奶 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这是你们的房卡 商时序面无波澜地 接过房卡 淡淡地嗡了声 就拥着小妻子 台步走向了专用电梯 沈志毅抬眸 看了一眼身旁的男人 欲言又止 听两人的对话 显然这家度假酒店 是商家的 商时序好似知道 他心中所想 主动解释了句 这家度假村 是森盛旗下的旅游产业 沈志毅了然道 难怪经理认识你 但他还有一些想不通 经理为什么连他也认识 这明明就是他第一次来 刚想开口再问一问 两人已经到达了 酒店顶层的专属套房 商时序将房卡插入 扭开门罢 入眼的便是两人的行李箱 沈志毅在心里感叹 这酒店的服务 可真是体贴入微 下了车 行李都不用自己提 有专门的服务生 替你送到房里 商时序伸手将两人的行李箱 拎到一边去 回头看了他一眼 要我帮忙把你衣服找出来吗 沈志毅正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听见他要帮自己找衣服 连忙摇头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 开什么玩笑 当着他的面 他可不好意思 从他手里 接过自己的小衣物 想想就尴尬 虽然行李箱是他收拾的 但他当时不在场 还没那么别扭 商时序知道他那点小心思 其实他并不觉得 有什么不好意思 滴滴地笑了声 知之要早点习惯 毕竟我们是夫妻 早晚都要面对 他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 吴鱼死了 推着行李箱 他慌乱地进了卧室 和普通酒店的床上 四件套全白色系不同 这里是浅蓝色的 和落地窗外的海景 形成了统一的色调 带着海水的清新气息 随着海风扑面而来 使人有种心旷神医的舒适感 沈志毅瞬间就喜欢上了这里 大概是他 站在落地窗前 看风景的神情太过认真 以至于商时序 何时走了进来 他都没发现 从背后 将人紧紧地拥在怀里 好像失而复得的宝贝 终于又回到了他的怀抱中 他脸颊紧贴在他颈处 嗓音如陈年酿制的老酒 唇厚甘甜 芝芝 我想你了 很想很想 想得快要发疯 天知道 这两天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白天上班提不起来神 晚上睡觉还失眠 光去岳母家门前转悠 他就去了好几次 怕惹老婆不高兴 硬是没敢进去 沈志毅 其实再来的路上 气就已经消了大半 重新感受到 他温暖的怀抱 很是想念 梦然转过身来 双手抱住他的脖梗 别以为你说两句情话 我就这么原谅你了 嗯 桑先生太坏了 桑太太想 怎么惩罚他 我帮你 他说得无比认真 好像那人不是他似的 沈志毅被他的后脸皮 给打败了 没好气地娇撑了他剧 你这脸皮 可真是越来越厚了 桑石续垂眸和他视线对上 坦然自若地说道 脸皮和老婆相比 当然是老婆重要了 虽然他是第一次谈恋爱 既不懂得红女孩子 也不懂得逃女孩子欢心 但他可以做到 不管以后两人 因为什么吵架 他都会是最先妥协的那个 洗完澡休息一会 晚一点 带你去海边逛逛 沈志毅歪头看着他 笑了笑 嗯 桑先生和桑太太 这是又和好了吗 桑石续见他 像只小狐狸似的耍赖 低头轻咬了下他耳轮廓 语气很是宠命 小坏蛋 你说呢 他眨了眨无辜的大眼 一本正经的装傻 我怎么知道 你要问桑太太啊 芝芝确定不知道 嗯 他语气中威胁的意味 显而易见 沈志毅在他漆黑的眸子里 察觉到了一丝危险 双手陡然从他脖梗上拿开 向后退了步 急促地说了句 我去洗澡了 他人刚转身 身子就被腾空抱起 头顶响起他的嗓音 一起洗 不要 你放我下来 沈志毅满脸都是抗议 手脚并用地挣扎着 见证脱不开 情急之下 他一趴在他的肩膀上 狠狠地咬了口 疼痛感传来 沈志毅撕的一声 倒吸了一口凉气 蹲下脚步 他低眸 凝视着怀里的小野猫 嘴角勾着笑 牙齿挺好 这么喜欢咬人 沈志毅抬眸 对上他细血的眸子 气哼哼的 谁让你不放开我的 活该 沈志毅将人放在 浴室的洗手台上 视线紧盯着 静在咫尺 精致娇嫩的小脸 饶有兴致地扬了扬眼尾 轻笑了声 支支都还没跟我一起 洗过鸳鸯浴 不如今天试试 他身上的衬衫扭扣 被沈志毅刚刚挣扎时 不小心给拽掉了几颗 露出大面积 精壮性感的锁骨 以及线条流畅的胸肌 这男人明明长了一副 清俊静欲的脸 身材却反差感极大 满眼都是极强的荷尔蒙 分分钟钟都在散发着 让人犯规的冲动 沈志毅下意识吞咽了下口水 不自然地一开视线 脸颊不经意间 蕴染上了一层红霞 鸳鸯浴 他是不可能跟他一块洗的 因为这男人 就是一只腹黑的狼 赶紧打断他的意想 流氓 谁要跟你一起 你快点出去 他边说边用手 将人向后推了下 自己也从洗手抬下来 伤识续故意将身子 向前倾斜了点 靠在他耳畔 语调缓慢 芝芝是不是对这两个字 有什么误解 要不要老公 给你深度解析一下 略带炙热地呼扫 向他的脸庞 如大提琴般雌性的嗓音 莫名地带着勾人心弦的疗意 沈志义 深度解析 是男人 越来越没脸没皮了 他拍了一下发烫的脸颊 美好气地怒瞪了他一眼 谢谢伤总的好意 不需要 语调 人刚想转身 就被伤时序 一把重新拉到在怀里 他俯身贴在他耳旁 温热的气息 不经意间钻进他耳内 声线低沉 饿了 想吃点餐前点心 沈志义轰得一下 脸颊变得滚烫 有过之前的前车之鉴 他瞬间瞄动 所谓的餐前小菜和点心 是一指什么 不等他有所回应 伤时序就单手扣住他的后脑勺 低头吻了上去 带着强势霸道 炙热的唇瓣 重重地压着他吻 两人呼吸混乱地缠绕间 心脏猝不及防地狂跳动了起来 耳畔传来他嘶哑的声音 芝芝 我爱你 他捧着他的脸颊 如同珍宝般 吻了又吻 沈志义双手紧紧地攥住 他胸膛前的衬衫领口 心里的悸动 怎么也压藏不住 睫毛轻颤了一下 从喉咙里一出一声 叙叙 我也爱你 话落 他闭上眼睛 慢慢地跟着回应了起来 两人都近似疯狂 恨不得将之前绝交的那两天里 落下的通通都补了回来 他嘶哑着嗓音 轻轻地诱哄道 乖 张口 沈志义此时大脑完全放空 跟着他的指引 一步步沦陷 伤时序身体一转 双手护住他的脊背 将底靠在了浴室的墙壁上 温软的唇瓣 轻柔地划过他的下巴 脖梗 身上的西装腰带 不知何时被解了下来 较好的曲线 一览无疑炙热滚烫的唇瓣 所到之处 皆是激起的震震酥麻 沈志义忍着轻颤的身子 迷离的毛子 沁着一层水雾 从唇齿间 溢出几声浇吟 身子有些发软 他下意识地抓紧他的手臂 轻凝了声 嗯 停 伤时序感觉到 他渐渐下滑的身体 将双臂搂在他腰之上 转了个身 两人一起 移到了花洒下 水流瞬间从两人头顶喷洒下来 身上的衣服 也很快被浸湿 顷刻间 浴室内被弥漫的水蒸汽填满 花花的水流 将两人身上的燥热感 给冲散了不少 伤时序缓缓离开自己的唇瓣 让小妻子喘口气 抬手给他散落在脸颊上碎发 给别到耳后 眼底带着几分隐忍和克制 声线暗哑 要脱下来吗 衣服都湿了 穿着也不舒服 反正一会也要洗澡 沈志义脸颊因为缺氧而憋得通红 小口喘着气 没 没力气了 他意思很明显 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 伤时序垂眸 低笑了声 看来芝芝还要加强锻炼才行 不然 到了关键时刻怎么办 沈志义脸颊埋在他胸膛上 连声音都带着有气无力 还不得怪你 这么久 如果有接吻比赛 这男人绝对能拿冠军 超会 肺活量还那么强 人都差点被他轻晕了 伤时序大掌附在他脸颊上 轻柔了下 声音带着满满的柔情和宠命 嗯 芝芝说得对 都怪我 见他这副认错态度极好的模样 沈志义被他弄得彻底的没了脾气 十一副粘着皮肤确实不舒服 他嗓音软软糯糯的 还是你帮下我吧 反正便宜已经被他占够了 他也不怕他在做什么了 伤时序收回辅在他脸颊上的手 嘴角微微牵起 低笑道 伺候老婆大人是我的荣幸 他速度很快 但却不乏温柔 几下就将他包的 只剩下了贴身衣物 沈志义赶紧制止住他下一步的动作 行了行了 剩下的留着 再包下去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现在还做不到 和他坦然相待 知道他害羞 伤时序也没勉强 给你留两件 一只手揽着他的腰 另外一只手 拒扯自己身上的衬衫 露出强有力的臂膀 和完美的肌肉线条 流畅的人鱼线和腹肌 一览无疑 沈志义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他胸膛 那眼神活脱脱的小色女 他忍俊不禁地吞咽了下口水 抬手在上面戳了戳 天呐 弹性好好啊 他好像还没摸过 不知不觉的 他竟把自己的心里话 给说了出来 叙叙 你这两块肌肉 好有弹力哦 沈志义看着对他身子垂涎三尺 口水都快流在地上的小妻子 在心里不禁哑然失笑 他生现浑厚雌性 语气中夹杂着一丝蛊惑 只只想要感受一下吗 感受一下 沈志义眼睛都看直了 好像盯着两只烤鸡似的 口水是吞了又吞 抬眸对上他漆黑深邃的眸子 眉眼弯了弯 可以吗 见他好像成功要到糖果的孩子 那么开心兴奋 沈志义心中的柔软 不经意间触碰了下 这丫头还真是容易满足 他大掌握住他的手腕 放在自己的腹肌上 嘴角勾着很深的弧度 我整个人都是吱吱的 你想怎么感受就怎么感受 都是他的 好喜欢 夕阳的余晖渐淡去 度假村的海边 慢慢地升起斩斩昏黄的路灯 两人在酒店里休息了会儿 吃了晚餐后才出的门 蓝色的大海 金色的沙滩 还有远处海浪拍打着礁石的声音 犹如月儿动听的钢琴曲 说不出的美妙迷人 沈志义忍不住闭上眼睛 仰起头张开双臂 用心聆听去这美妙的时刻 这里的夜色可真美 桑石旭眸光落在身旁女孩的脸庞上 嗓音带着浓浓的情愫 对 很美 沈志义此时换了条波斯米亚风格的长裙 海风轻轻拂过 仰起了他飘逸的裙板和长发 借着昏黄的灯光和朦胧的月光 他此时美得宛如仙子 伤时续从背后抱住他 将下巴搁在他肩头上 和他食指交叉 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鼻息间全是他刚沐浴过的淡香味 他脸颊在他脖梗上蹭了蹭 嘴里念到了锯 支支 他温热的胸膛紧紧贴着他的后背 两人变得轻逆无间 隔着布料 沈志义都能清晰听到他强有力的心跳声 他很喜欢被他这样抱在怀里 很温暖 很安心 很享受 即使什么都不做 他都觉得是一种满足和幸福 沈志义缓缓睁开眼睛 下意识地嗡了声 怎么了 耳畔响起他悦耳缠绕的嗓音 支支要是喜欢这里 我们以后常来 常来 沈志义没想到 就因为他一句喜欢 伤时续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怎么有种美色误人的感觉呢 他陡然转过身 将双手搭在他脖子上 两人相对视着 彼此眼里都有着浓浓的爱意和温情 果断地回绝 不行 这样会耽误你很多工作的 伤时续搂住他的腰间 眼底的宠溺和温柔掩藏不住 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工作哪有支支重要 再说 我好不容易才有了老婆 当然要尽量抽出多点时间陪陪你 这土味情话 很是感人 此时 沈志义已经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他眼眶有些泛红 声音里也夹杂着轻微的哽咽 你怎么能这么好呢 能遇到他 大概已经用尽了他这辈子所有的运气 在没和伤时续相亲之前 沈志义从未对爱情和婚姻 有过半思的期待 他也已经做好了孤独一生的准备 所以才想着努力工作挣钱 除了想给妈妈和外公买一套大房子外 他还想为自己存下一笔养老金 小傻瓜 这怎么还哭了呢 你是我老婆 对你好不是应该的 伤时续抬手给他是眼角的泪水 将人拥抱在怀里 温柔地哄味着 沈志义将头埋在他胸膛 有些不大好意思去看他 感觉有些丢人 怕他嫌弃自己 泪点太低了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打消了他此时的尴尬 见是闺蜜慕妮打来的 沈志义清了清嗓音 这才结起 喂 电话那头 传来闺蜜鬼哭狼嚎的呼救声 宝 你在哪 快来救救我 我 姐妹一会 就要去西天取经了 沈志义被他哭得一下子慌了神 担忧又心急 你你 怎么了 你是在和谁打架吗 慕妮单手握住手机 跟闺蜜通电话 另一只手 还在不停地在拍打门板 嘴里骂骂咧咧的 王八蛋 快点放本姑奶奶出去 他骂的每一个字 都如数地通过电话 传到了沈志义的耳中 不等他开口 慕妮带着哭腔的嗓音 再次传来 宝 肖夜明那个王八蛋不是人 他不但欺负我 他还把我关在包间里 不放我出去 听了这些话后 沈志义 一根紧绷的琴弦 终于松了下来 吓他一大跳 还以为闺蜜跟谁打架呢 原来是被追情债 沈志义默了默安慰道 好好地跟他道个歉 说清楚 肖二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他就是一个 披着绅士公子皮的禽兽 平时看着 倒是一副清新寡欲的模样 谁知道 一旦开婚 就是一头恶狼 就在他骂得正起劲时 原本被紧锁着的包厢门 被人从外面给推开 两人四目相对 慕妮匆匆忙忙地挂了电话 对上他那双清冷毛子 弱弱地问 能你想怎么样 这两天 他过得一点都不安生 总是提心吊胆的 很怕他来秋后算账 今晚好不容易和同事 来酒吧散散心 没想到 被他扛到了另外一个包间 给锁了起来 肖叶明嘴角勾着一抹痞帅的笑容 嗓音慵懒 当然是来追债的 说话间 他已经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双腿交加着叠在一起 狭长的毛子 死死地盯着眼前 恼羞成怒的女孩 眸光落在他纤细柔软的腰肢 以及傲人的曲线上 喉咙不禁有些发紧 慕妮今晚穿了条黑色长裙 虽然什么都没露 但却把他身材包裹得更加妖娆 听闻这狗男人是来追债的 他既心虚又气愤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不就是背 那啥了吗 这种事 吃亏的事 我们女人好吗 他清清白白地给了他 再说了 要不是喝醉酒 他也没那个胆量啊 真是可惜了 好不容易扑倒了一次 没有到具体过程什么的都不记得了 只剩下早上醒来时的一身的酸痛 肖叶明狭长的眼眸 带着一抹暗光 薛薄的嘴唇微微勾起 我是不是男人 慕小姐不清楚 也不知是谁 那天晚上又哭又喊的 慕妮背对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顿时脸颊变得滚烫 赤狗男人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老躲着也不是办法 既然都堵上门来了 索性跟他说清楚 在心里阻止了下语言 扬声道 对于那晚的意外我很抱歉 萧二少想要什么补偿 只要是我能力所及的 都尽可能是满足你 醉酒果然误事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再也不让自己喝醉了 闻言 斜靠在沙发上的萧叶明面上 并有没什么明显的表情 凝视了他片刻后 吃笑了一声 慕小姐觉得我缺钱吗 慕妮妩媚的桃花眼 细细地眯成了一条缝 他在揣测 这男人到底想要什么 沉思了数秒后 那你直接告诉我 你的解决方案 这男人心太深沉了 他根本看不透 萧叶明看着他红艳水润唇半 眸光暗了暗 破口而出 一字一句 公平一点 睡回去 他这话一出 慕妮惊讶的下巴 快掉在了地上 瞳孔骤然放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神 什么 慕妮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不然萧否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萧叶明好看的丹凤眼 带着欣慰地看着他 嘴角微勾 我是个生意人 从不做亏本的买卖 慕妮满脑此时都是江湖 他想不明白 这男人是想到哪处 不做亏本的买卖 他这是什么意思 莫不是想要他赔偿 这男人还真是 他一个女人都还没说什么 慕妮性感烟红的唇半微微掀起 细血地看着他 不知萧二少 觉得要多少赔偿合适 他面上虽然是带着笑的 可心里却是咬牙切齿地在骂他 狗男人真把自己当头牌了 半点没享受到 还得倒过来赔偿他 真是亏死他了 文言 萧叶明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指 轻点了下 眸光饶有兴致地 盯着坐在他对面的慕妮 女孩一张漂亮的脸蛋 因为面上的表情过于生动 显得有些俏皮可爱 这一幕 自然没逃过萧叶明那双漆黑深沉的凤眸 他不动声色地勾了勾唇 吃笑一声 穆小姐还真是个俗人 除了谈钱 就不能谈点别的吗 慕妮 这狗男人 竟然嫌弃他俗 他才是俗人 并且还是俗得透透的俗人 真是气死他了 果然这男人不好招惹 他也招惹不起 抿了抿嘴唇 语气中夹杂着一丝嘲讽 不谈钱 难不成和萧二少谈感情吗 在两人没发生那个意外之前 他可是无数次地 使尽全身招数去聊他 都没成功 他默默地在心里盘算着 这男人不会是借着这个幌子 在续谋报复他 萧叶明一双漆黑的眸 深沉的不见底 从不轻易透露他眼中的情绪 他面无波澜地聊起眼皮 清朗的嗓音中带着一股玩味 难道慕小姐对我没有垂怜已久 他笑得浪荡又邪魅 犹如情场里的高手 只要他的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能将女人给撩拨得溃不成军 慕妮慌乱地收回视线 心虚地不敢再看他 他虽然爱看帅哥 也爱炮帅哥 可那都是纸上谈兵 嘴上说说罢了 真要实际操作 他还是有些胆怯的 心虚地干咳了两声 扬声道 你长得这么帅 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难不成还想收门票 听到他这幅歪理说辞 萧叶明勾唇嬉笑道 看几眼当然不用收门票 但是慕小姐 你要的可是VIP服务 尼玛 屁的VIP服务 关键细节处 他全断片了 除了藤核酸 他是啥也没感觉到 现在还要来偿还这笔债务 他真是亏大了 抵了抵后牙槽 他有些不服气 你这是敲诈呢 本姑奶奶啥都没体验到 话落 又咬牙切齿地补了句 你这VIP服务也贼差了吧 萧叶明眉头挑了挑 好笑道 所以 慕小姐是在抱怨 那晚忘记了一些细节 慕妮 你要不要说得这么直白 难怪身旁连的母蚊子都没有 他嘴硬地反驳道 没 没有的事 真是丢死人了 他才不会承认 萧叶明嘴角情的一抹淡笑 慕小姐要是想重温一遍的话 我乐意奉陪 重温一遍 眼前这个萧叶明 不会是个假的吧 行为举止出格就算了 连说话都变得这么流氓 他将张承欧形的嘴 缓缓收回 忍不住揶揄了他剧 你今晚是吃错了什么药 进口吐骚话 不熟悉他人的 肯定会以为他是个海王 萧叶明狭长的眸光 看向他时 带着几分深沉 语气里透着一股玩味 慕小姐此言差语 那是因为 你根本不了解我 文言 慕妮一正 他确实不了解他 有时四浪荡脾帅的公子哥 比如此时 有时又像是高山上的雪莲 不给任何女人触碰的机会 如今也不知道抽奶门子疯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发愣了数秒后 慕妮咬牙切齿道 萧二少说得对 我确实不了解你 狗男人 你给过我了解你的机会吗 之前撩他 怎么都撩不动 别说了解了 就是碰他一下手都不给 仿佛一朵圣洁的莲花 只能远观而不可泄完 见他脸上表情如此丰富 萧叶明在心里暗笑了声 之前天天嚷嚷着要扑倒他 现在他主动送上门 他倒是又成了缩头乌龟 忍不住在心里吃笑一声 呵 胆小鬼 就嘴巴叫得凶 一晚上 差点被他给吵耳鸣了 又哭又喊又叫的 不过品尝过后才知道那滋味 真的很销魂 有点食髓之味 对于自己已经被当作猎物 还全然不知的慕妮 此时被他盯得心跳如骨 他调整了下呼吸 佯装淡定道 太晚了 我要回去了 话落 他起身准备走人 哪知萧叶明冷不丁地扔出来一句 我送你 慕妮拿车钥匙和包包的手钝了下 随后 一口回绝道 谢谢 不用 我可不敢劳驾 你萧二少 可男人并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 猛然从沙发上起身 一步走到他身旁 慕妮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 愣愣地眨了下睫毛 你 你干嘛呀 萧叶明手臂一伸 直接揽住他隐隐一握的小细腰 菲薄的唇绊半钩着 不是都说了 要送你回去吗 慕妮被他的霸道 给弄得一脸猛 他还是第一次 被一个男人这样搂抱着 有些不适应 但心跳 却跳比以往都要快 直接拒绝道 不用 最主要 他是想出去找一下同事 不知道他们现在回去了没有 原本他们在包间里 喝酒扔头子 玩得正嗨 没想到这男人突然闯进去 二话不说 就把人给扛走了 可萧叶明 却根本不如他的愿 强制地将人往前一待 看着他红艳性感的红唇 猴杰不经意地滚动了几下 语气中带着思思威胁的意味 慕小姐 又想让我扛着你出去 慕妮望着他这张 近在咫尺的冷峻容颜 小心脏不受控制的 比之前跳的幅度更大 纤细的睫毛 像根根卷翘的羽毛 轻轻地颤了下 我 我这两天还在生理气 他这话很明显地在告诉他 想要肉肠 这两天不方便 萧叶明眸光暗了暗 杨纯浅笑道 慕小姐想多了 我只是顺道烧你一程 慕妮 就知道 这男人狡猾得很 说那么多 又绕了那么多圈 给他一种 想要肉肠的错觉 何着是故意逗弄他呢 气愤地对他翻了个白眼 甩开他放在自己腰间的手臂 向后退了几步 和他拉开了点距离 红唇轻起 既然非要烧我一程 那就走吧 虽然摸不清楚 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 但有大帅哥坐陪他 还是很乐意的 上了萧叶明的车后 他给闺蜜发了条短信 小妮子 抱 萧否子好像想泡我 再向心里琢磨了一会 他得出了这个结论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毫无兴趣 他不会纠缠着 你不放的 芝芝 你俩这是 睡出感情来了 小妮子 屁的感情 她只是有点不甘心 想要讨回去而已 芝芝 这么说 她对你还是有点感觉的 不然也不会再次想 小妮子 我现在正在她车上 不方便聊 一会到家了 再给你通视频 芝芝 嗯 忘了告诉你 我现在正和我们家叙叙 在海边看星星 嘿嘿 好开心哦 慕妮 对着我一个单身狗炫耀 你礼貌吗 芝芝 那你家把劲 争取把你家男神给拿下 早日脱单 慕妮盯着手机屏幕嘴角 抽了又抽 她不想拿下吗 可是人家硬是不给 她有什么办法 向驾驶位上瞟了一眼 心里堵得很 退出和闺蜜的聊天框 将手机重新装在了包包里 侧着身子 将视线落在了车窗外的夜景上 这是不是也算是有人陪她看星星了 第二日 傍晚时分 两人吃了晚饭后 和昨晚一样 手牵着手漫步在海边 享受着惬意的海边夜景 走着走 沈志义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们已经有些远离海边了 她摇晃了一下她的手臂 侧过脸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伤时续深邃的眸子闪烁了下 随后温柔地解释道 没有 我想带芝芝去个地方 她歪着脑袋好奇地问 什么地方 她大掌揉了揉她的发顶 抬眸看了眼前面不远处的一栋海景别墅 面部显露地低笑了声 故意卖弄悬 到了就知道了 见她神神秘秘地故意绕弯子 一直不肯说 沈志义就更加好奇了 纤细柔软的手指 故意在她手掌里心里挠了挠 就不能提前小小地透露一下呢 她就是个好奇宝宝 越不说 她就越想知道 伤时续垂眸看了她一眼 对上她秋童捡水般的眸子 终究是抵挡不住她的炽热的眼神 喉咙滚动了下 帮芝芝准备的惊喜 沈志义弯着眉眼 很是惊讶惊喜 原本她带她来海边度假 就已经让她很意外了 没想到 竟然还给她准备了惊喜 她暗暗地在心里猜测着 到底是什么惊喜 这么神神秘秘的 说话间 两人已经来到别墅大门外 到了 惊喜就在这里面 伤时续放开她的手 温生说 沈志义抬眸好奇地打亮了一眼 米白色欧式风格的三层小洋楼 处处透着奢华与精致 她脸下眼中的惊艳 顿了顿问 这房子 也是你的 天哪 海景别墅 也太好横了吧 即使还没进去 她在脑海中 都能想象得出 里面是怎样的奢华和气派 嗯 我十八岁生日时 她送给我的成年礼 伤时续说这话时 面上并无过多的表情 好像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她口中的她 沈志义自然能猜到是谁 她笑着打趣道 没想到伤少那个时候就 已经是个小土豪了 同时也在心里暗暗感叹 真不愧是西州的首富 随随便便出手 便是一套豪华大别墅 伤时续单手插在裤兜里 轻握住一只精致的按钮 手指在上面点了下 原本还紧闭的别墅大门 突然闪了一条缝 她若无其事地侧过脸 看向近在咫尺的女孩 嘴角勾着散漫肆意的笑容 所以知知 要不要抱紧我这条粗大腿 沈志义没有注意到 她之前的那个小动作 仰头将双手搭在她脖梗上 清澈的性眸 此时弯成了一道月牙 要 当然要了 伤时续被她这俏皮的模样 给逗笑了 谋底是满满的宠溺和纵容 大腿永远在这 不会跑 现在还是先看看 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吧 沈志义将手从她脖子上拿开 站直身子 甜笑着问 嗯 你拿钥匙了吗 她确实已经迫不及待了 很想知道 她到底给她准备了什么惊喜 她神色平静 嘴角挂着温柔的笑意 刚解锁 直接进就行 听闻 沈志义愣愣地和她对视了眼 谋底是惊诧不已 这就开了 都不用钥匙的 就算不用 好歹也要刷一下脸吧 就在她眸底一片震惊的时候 沈志义这才发现 之前紧闭无缝 看不出是什么材质的大门 不知何时闪了一条缝隙 这是什么高科技 竟然不用刷脸 也不用钥匙 她还真是孤陋寡闻 伤识续俯身在她额头亲吻了下 轻笑了声 嗯 但愿芝芝喜欢 只要你送的 我都喜欢 沈志义恋言般的性谋弯了弯 难掩心中的激动和小雀跃 雨落 轻轻推开了银色无镂空的别墅大门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条长长的特别通道 白色玫瑰花瓣扑弃而成 通道两边 是紧促相拥的白玫瑰和绿色植物 头顶是如瀑布 垂挂满了整个庭院白色紫藤花 这条青线下 让人犹如置身于仙境般的错觉 挂在半空中的圆形小夜灯 和漫天繁星的点缀下 宽大的庭院 此刻如梦如幻 沈志义瞬间被眼前的这一幕 给惊呆了 这 这是你让人弄的 他眸底满是不可思议 心跳如雷鼓 这份礼物 简直太惊太邪 好喜欢 伤识序见他开心 眸底也被渲染了一层甜丝丝的笑意 嗯 知道芝芝 喜欢花和浪漫 来的那一天 就让人着手部布置了一下 为了惊喜不被他提前发现 所以才特意去酒店睡了两个晚上 不然 他直接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沈志义被他的用心和细心 给感动得想哭 那种被人捧在手心里呵护和在意 真的不是 能用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 他眼眶微微泛着红 谢谢叙叙 我很喜欢 这男人总是能精妙地 直击到他的泪点 脑海中猛然蹦出 国外某部著名电影里的情节 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 那场唯美而浪漫的森林婚礼 伤识序用指腹温柔地 抚摸了下他泛红的眼角 低牙好听的嗓音 在他耳畔响起 吱吱喜欢就好 他所做的一切 只愿他开心快乐 给他足够的爱和安全感 把他放在心肩里 独一偏爱 夜晚的海风 轻轻吹来 垂挂下来的长串子藤花 随风轻舞 白色的玫瑰 在月色和灯光下 散发着高雅纯洁的魅力 犹如泥沙透过朦胧 娇羞一眼如初 沈志亦忍不住轻叹出声 好美 伤识序嘴角勾着醉人的笑容 牵起他的手 缓缓地踏进了白雨绿的海洋里 纯洁无暇的玫瑰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给两人即将到来的神圣一刻 添加了别样的风情 他手臂揽住他柔软的细腰 毛底是满满的深情 芝芝 你准备好了吗 知道他喜欢白色的百合和玫瑰 所以就想到了 用这两种花 布置成了森林系的求婚现场 沈志亦一颗小心脏 砰砰跳得厉害 抬头对上他深情的毛子 脸颊布着一层红韵 轻点了下头 嗯 他以为他指的是那件事 两人心意相通 又彼此深爱着对方 他已经准备好了 暮色吞没余晖 灯光摇曳 唤醒了沉寂的夜晚 一切都是那么唯美浪漫 桑石旭垂眸看了一眼 害羞不已的女孩 嘴角的笑容幸福而甜蜜 嗓音温柔又撩人 那支支一会可不准哭 就在沈志亦羞答答地垂着小脑袋 心跳如雷鼓时 桑石旭不知何时 手里多了一束白色的玫瑰花 另一只手里 还拿了个精致的丝绒小盒子 男人漆黑如墨的眸底 倒映着女孩绝美的容颜 他目光灼热 语气温柔且真诚 头顶猛然响起他低沉的嗓音 吱吱 他温柔如水的轻唤声 拉回了沈志亦新马一元的思绪 嗯 他下意识地抬头 对对他灼热而深情的眸光 在看到他手中的花 和红色丝绒盒子时 心肩猛地颤了下 立刻猜想到了什么 他这是准备求婚吗 他猜得没错 下一秒就见伤时序 俯身单膝跪在了地上 他与其缓慢而认真 芝芝 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九十九天 三生有幸 让我遇见了你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一个人 芝芝 你是我今生唯一 想要守护的人 也是为爱上的女人 她今天特地穿了套白色西装 宛如童话书中走出来的 金贵白马王子 笑容温柔 动作优雅 眸中带着一种浓浓的情愫 沈志亦在他膝盖弯下去 触碰到地面的那一刻 脑海中 犹如绽放了一朵璀璨艳丽的烟花 那样金贵的男人 竟然跪下了 震撼又激动 心间瞬间被某种情愫给填满 仿佛在他心间 泼洒了一桶浓稠的蜂蜜 顺着他的五经六脉 蔓延到了他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处 从头到脚 都被甜蜜给包裹着 虽然之前已经被表白过 但这么郑重其事地跪着表白的 倒还是头一次 清澈明亮的眸底 慢慢地步上了一层水雾 鼻尖有些发酸 重重地点着头 嗯 我知道 被他放在心间上宠 被他捧在手心里呵护 这份无微不至又深沉的爱 他感受到了 他早上起身洗漱时 他让他换了条白色的连衣裙 记得他当时在他耳旁说 吱吱穿白色的裙子很美 今天换上好吗 沈志毅以为他是想跟他配成情侣装 两人都是一身白色 没想到原来用意在这里 这男人在细节处 永远做得这么精致 如今 两人站在白与绿的花海里 确实很应景 他已经激动到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你 你在像 像我求婚吗 伤时续见他才反应过来 嘴角勾着宠蜜的笑容 这么明显 还以为吱吱早猜到了 这丫头 还真是被感动傻了 说话间 他已经打开了手里的丝绒盒子 一枚璀璨耀眼的钻戒 陡然出现在了沈志毅面前 他像是一位骑士 虚诚地向心爱的女王 献出自己的真心和忠诚 吱吱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眸底意着浓浓的深情和爱意 低沉浑厚的嗓音 此时带着一丝丝颤抖 有激动 也有紧张 难得在商场上 一向形势雷厉风行 沉着冷静的商大总裁 也会有如此紧张的时候 如果被外人看到 一定会惊讶地下巴跌掉在地上 沈志毅一直在克制着 内心的激动情绪 目光沉沉地望着 单膝跪地的金贵男人 此生唯一挚爱的男人 就在眼前 他终究是没忍住 鼻头酸得不行 眼泪不自觉地滚落了几颗 污 伤时序见不得他哭 心间仿佛被一只大掌 给揪住了般 心疼不已 无措间 他将手里的花 给放到了地上 举起修长的手臂 指负轻柔地 在他眼角处擦拭了下 语气轻柔 乖 支支不哭 沈志毅眼眶红彤彤地 眸底溢满了金银的泪水 哽咽地说道 可 可是我就是想哭 他控制不住 之前他一直强忍着 一半是感动 一半是激动 心爱的男人 能为他做到这一步 何其幸运 他又不是铁石心肠的女人 怎么可能不哭 伤时序心疼 他金豆子跟不要钱似的 一颗颗地往外滚 仿佛是砸在了 他心间里 揪心又生疼 心疼得赶紧安抚 宝宝不哭了 是我不好 又惹吱吱掉眼泪了 他带着温热的指腹 轻轻拭去他脸颊上的泪字 嗓音温柔地不像话 好像对待珍宝般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沈志义正梨花带雨般地哭泣不停 听到他这句话后 才想起正事 一心全扑在感动上 竟然忘了 他还跪在地上呢 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跪天跪地跪父母 没想到今天 他竟然跪在了他面前 沈志义强忍着 再次溢出眼眶的泪珠 破涕微笑 愿意 我愿意 话罗又赶紧催促他快起来 听了他肯定回答 伤时序紧绷的身子 这才稍稍地放松了下来 此时此刻 他手心已经出了些汗水 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 原来求婚也是这么不容易的事 比他去谈一桩过一大单子 都还要紧张 但是他却不着急起来 因为还有件重要的事 没做 戒指还没戴在他的手上 虽然上次两人已经买了对戒 可这次的求婚戒指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伤时序声音温柔地能滴出水来 与其宠溺的 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 轻换了声 宝宝 伸手 宝宝 沈志义还没从感动中回过神 又被他这么轻易地呼喊 脸颊瞬间润上了一层红蕴 天呐 他是小baby吗 他竟然这样喊他 虽然有些肉麻 但他却很喜欢 沈志义乖乖伸出他纤细白嫩的手指 不确定地问了句 是右手吗 没想到 这句话成功地把伤时序给问住了 第一次求婚 他没有任何经验 只知道 求婚戒指戴在中指上 结婚戒指戴在无名指 可具体要戴哪只手 他却不知 深邃的眸子闪烁了下 默了默 有些窘迫的开口 要不我拿手机查一查 沈志义 他们俩是来搞笑的吗 都领证这么久了 竟然连戒指要戴哪只手都没搞清楚 没想到 在这样浪漫而感动的时刻 竟然被一枚戒指 给弄得啼笑皆非 他强忍着笑出声来的冲动 娇柔的嗓音缓缓响起 男左女右 会不会是戴右手 话落 他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那双柔软无骨小手 瞬间对在了他眼前 伤时序可不允许 这么重要的是 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 果断地掏出手机 认真地查了一下 一分钟后 心里有了肯定的答案 他依然保持着 单膝跪地的姿势 很是认真执着 抬眸看向他 微微笑了声 女生的婚戒 是要戴在左手上的 只不过求婚戒指 和结婚戒指 所戴的手指不同 沈志义很是意外 左手 原来不是右手 还以为是按照 男左女右来的呢 他乖乖地伸出 自己的左手 眼神热切地望着他 男人神情专注而认真 沈志义心间的那抹悸动 再次涌上心头来 伤时序从盒子里 取出那枚 独一无二的钻剑 好像什么宝贝似的 真爱不已 将他伸过来手 轻柔地捏起 戒指缓缓地 戴在了他的左手中指上 虽然两人已经领证 但他想给他一个 从恋爱到结婚的 完整流程 所以最终他还是将 这枚亲自设计的钻戒 给他戴在了 订婚戒指的位置上 他低头在他手背上 亲吻了下 嗓音沉沉 我亲爱的女孩 恭喜你成为了 我今生的挚爱 余生有他足矣 他想牵着他的手 慢慢一起变老 不管是十年还五十年 他依然爱他如初 沈志义俯身扑在他怀里 将脸颊紧紧地 埋在他脖梗处 毛底带着一层湿润 谢谢你叙叙 谢谢你让我的余生 不再孤单 余生有你真好 他刚想扶他起身 伤时序就一把 将人拉抱在了怀里 单手扣着他的后脑勺 俯身含住了他柔软的唇瓣 轻柔地吻了起来 唯美的花海中 两人宛如一对神仙眷侣 美得一尘不染 吻得痴缠忘情 伤时序低沉的嗓音中 透着几分疗外 在他耳边轻声道 吱吱 我爱你 沈志义呼吸有些不稳 眸光似星辰大海般 带着浓浓的情愫 娇软的嗓音无比地动听 叙叙 我爱你一生一世 爱你到天荒地老 两人紧贴着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强有力的心跳声 以及他呼出来的滚烫气息 伤时序漆黑的毛子 带着一抹意外的惊喜 搂住他腰支的手臂 陡然一紧 他心爱的小姑娘 再向他告白 心间瞬间被满足 和幸福填满 葱白修长的手指 轻捏住他的下巴 温热的唇瓣 在他嘴唇上啄了又啄 嗓音暗哑 谢谢宝宝的告白 我收到了 之所以喊他宝宝 是因为他觉得 他就像他的珍宝一样 天下间独一无二 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藏在心间 不给任何人一丝偷窥的机会 怕他蹲在地上不舒服 伤时序结束单膝跪地的姿势 拥着他缓缓站起了身 贴着他耳畔轻声细语道 芝芝 我们进屋去 好吗 他嗓音带着极致的蛊惑和撩拨 温热的气息扑在他脖梗上 水般的毛子 此时渲染上了一层迷离的水雾 妩媚又勾人 轻咬了一下唇瓣 将头滴滴地埋在他胸膛前 羞涩地点了点头 嗯 他当然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相较于之前的害怕 如今他已经能坦然面对了 伤时序温柔地在他额头上 亲吻了下 嗓音极致的温柔撩人 宝宝好乖 乖得让他有些迫不及待 乖得让他心动不已 他俯身直接将人抱起 白色玫瑰花瓣铺成的通道 沿着庭院和大厅 一直延伸到了主卧门前 踏入主卧后 沈志义看清了床上的东西后 脸颊瞬间变得滚烫飞红 好像熟透了的苹果 害羞地张了张嘴 这 这也是 你让人准备的 卧室内装扮得像是结婚的洗房 新型的粉色气球 被摆满了整间屋子 红彤彤的大床上 还用玫瑰花瓣摆成了一个新型 中间圈了好几盒彩色的四方小盒子 边上还放了条薄如沙的红色蕾丝睡衣 伤时序收回视线 他只让他们布置了外面 卧室内并没有提 不过倒是挺合他心意的 他若无其事地勾了勾嘴角 这些是他们自作主张意外制作的惊喜 芝芝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到旁边的客房里睡 这里是他的私宅 不管是客房还是主卧 都只有他一个人用 沈志义再次打亮了一眼 其实他蛮喜欢的 很有情调 他漆黑明亮的姓谋 带着勾人的魅惑 双手搭在他脖梗上 嗓音娇娇柔柔 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心意 怎好如此辜负了呢 他水润饱满的唇瓣 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像是熟透的香甜果实 引诱着人去品尝 伤时序性感凸显的猴杰 轻滚了下 身上的燥热再也按捺不住 他低头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滚烫的唇瓣 再次含住了他柔软细嫩的唇 轻轻柔柔地 慢慢地吸食着属于他的方向 沈志毅养着脑袋 承受着他疯狂地索取 双手抓住他胸膛前的衣服 热情地回应了起来 此时此刻他也不再拘着自己 只想跟着感觉走 他的这一主动 彻底地击碎了 他一向引以为傲的自控力 内心不安分的英子 在暴动着 在他身体的各个角落里游走 低沉暗雅的声音 在他耳畔缭绕 知知 准备好了吗 沈志毅一双恋焰 波光般的毛子 如蝶一般的睫毛轻颤了下 如鹰蹄般的声线 撩人心弦 嗯 得到允许后 伤时序将身子一转 就把人压在了身后的大床上 上面的粉色花瓣 随着两人重重地跌倒压下 煞时间被震落了一地 沈志毅一阵头晕目眩 对上他炙热心红的毛子 胸腔好似有一对欢快的兔子 在蹦跳 大概是看出了他的紧张 伤时序大掌捧着他的脸颊 湿润的唇瓣 轻拙了下他的额头 柔声细语地安抚道 宝宝别怕 他的嗓音 如同一道春日里的暖阳 让他一颗慌乱的心 渐渐地安定了下来 暖色的灯光下 床上的人 就像一朵含苞带放的玫瑰 娇艳诱人 怕他害羞不适应 伤时序抬手暗灭了床头的小夜灯 昏暗的卧室里 隐约听见衣服落地的声音 雌性沙哑的嗓音 再次响起 宝宝 放松一点 伤时序用温热的唇瓣 轻轻释去他眼角的泪水 他动作轻柔 语气疼惜 宝宝乖 不哭 月色透过玻璃和纱窗 投射进微弱的光 依稀可见 两道交错的身影 芝芝 我的宝贝 他嘶牙嗓音 极致地勾人心弦 时不时地在他耳畔缠绕 室内浮动得急促的呼吸 以及暧昧的气息 一事已拟 快天光破晓时 卧室内总算恢复了平静 沈志逸实在是太累了 全身软绵绵的 毫无力气 此时也顾不得羞不羞的问题 任由他抱到浴室去清洗 重新将人抱放在床上 温柔地在他额头 留下一个晚安吻 睡吧 被清洗的一身清爽的沈志逸 脸颊润润着一层红霞 张了张有些嘶哑的嗓子 嗯 晚安 大概是真的累坏了 他窝进被子里 不到两分钟就睡着了 伤时序侧头 看着他甜静的小脸 嘴角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 永远爱你 我的吱吱 一日 这一觉 沈志逸睡得很沉 直到五十才悠悠醒了 入眼的 便是天花板上挂满的粉色星形气球 他眨了眨眨眨的眸子 发愣了数秒后 才想起 这是伤时序的海景别墅 昨晚一世的以你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淡淡的玫瑰花香 刚想翻动一下 就感觉自己身子酸楚不已 还火辣辣地疼 他忍不住撕的一声 倒吸了口凉气 强忍着身体的不是掀开被子 刚准备下床 卧室的门就被人推开 随即就响起 伤时序声温柔雌性的嗓音 醒了 他身着一身浅灰色的休闲妆 迈着笔直的大长腿 快步走了进来 一看到他 沈志逸就不由地回想起 昨晚的一幕幕 脸颊瞬间红得像熟透了的小番茄 媚眼如丝 他张了张有些干渴的嗓子 声音软绵绵的 嗯 一张嘴他才发现自己的声音 极其的娇软 有种令人身子骨发软的魅 一瞬间 让他有些错愕 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 羞耻地紧紧咬住下唇瓣 伤时序眸底照 倒映着女孩娇俏玲珑的曲线 以及昨晚他留下的吻痕 喉咙不自觉地有些发紧 他神色也变得有些不自然 在心里暗暗地调整下呼吸 他俯身弯下腰 轻轻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 眸底一片温柔 乖乖待在床上别动 我去给你拿衣服 早上起身时 他已经让人 把酒店里两人的行李 相送了过来 就放在外面的客厅里 沈志毅抿着唇瓣 从嘶哑的嗓音中 发出一个单音 此时他身上穿的 正是那件薄如蚕丝的睡衣 真的勉强只能比不穿好一些 他反应过来后 连忙拉起刚刚掀到一边的被子 将身子裹得指露出一颗脑袋 伤时序被他这可爱的模样 给逗笑了 清俊的脸颊上 带着一抹细血 语气缓慢 别遮了 可没有半点隐私可藏 他的话 成功地让沈志毅 脸颊红的能滴出血来 此时 他像只小鞍唇似的 往被子里缩了又缩 有种没脸见人的感觉 这男人的嘴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 让人无语 他又羞又怒 娇软着嗓音瞪他 流氓 虽然是板着脸说的 但却无任何杀伤力 伤时序怕小娇气一会 真的生气了 赶紧转身 去给他拿衣服去了 两分钟后 他在回卧室时 手里不单只拿得有衣服 另一只手里 还握了只药膏 起先 沈志毅没注意到他的用意 只是在心里猜测着 他是不是手臂或是腿 哪里受伤了 直到 他放下衣服时 眼神有意无意地 向他身上描了下 神情有些不自然 低沉的嗓音中 竟带着一丝紧张感 现在还疼吗 沈志毅此时 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他刚刚给他 放下的那条裙子上 并不是裙子有什么问题 而是衣服的上面 竟然摆放的是 是他白色蕾丝边眼镜 他脸颊蹭了一下又红了 这毕竟是他的贴身衣物 被他翻找出来 多少还是有些尴尬的 见他好像没再听自己说话 伤时续清了清嗓音 清唤了声 吱吱 嗯 沈志毅终于回神 下意识地抬头望他 他轻柔着再次重复了遍 你那里 现在还疼吗 再问第一次时 他还有些别扭和不自然 现在要坦然了很多 昨晚确实有些失控 把他弄疼了 一大早起身后 他就去了度假村的药店 买了这只消肿的药膏 好半天 沈志毅才搞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 从一开始的愕然 再到此时的羞涩 他将头埋得滴滴地 不敢去看他 舌头打结式地敷衍道 不 不疼了 其实还是很疼的 他只是不太好意思说出口 伤时续显然有些不太放心 坐到床边将人搂在怀里 温柔地哄劝道 乖 上点药 好得快一点 沈志毅修地 直接将被子拉盖在脸上 隔着被子传出他羞涩的嗓音 不乖不乖 你出去我换衣服 见他这么抵触 知道他是因为不好意思 伤时续手臂一挥 直接将他裹在身上的被子 给掀到了一边 语气温柔 但又带着威胁的意味 知之是乖乖的涂药 还是让再温习一遍昨晚的事 沈志毅 不要 坚决不要 他现在感觉全身都快散架了 腰不是腰 腿不是腿 估计下地走路都没力 再来一遍 他保证能进抢救世了 这男人就是一只恶狼 他都记不清 昨晚他到底要了多少遍 要不是他哭得厉害 他估计都还能继续 之前是谁说的他不行的 不但行 还特别行 他可怜的小妖啊 将被子从身上掀开 小嘴觉得老高 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我图还不行吗 比起再重来一遍 他宁愿接受上药 刚好下面火辣辣的疼 很不舒服 说不定用了药之后 症状能减轻些 带着这样的心情 沈志毅紧动的神经 明显放松了不少 脸颊和耳间的红润 依然没有减少半分 别别扭扭地张嘴问了句 你能不能闭着眼睛 伤时序嘶哑的嗓音 发出一声低笑 行 就一支支 小妻子脸皮薄 太容易害羞了 接着 沈志毅又不放心地补了句 轻点 伤时序温声回他 好 他这才缓慢地重新躺下 但他的身子有些紧绷 两只手紧紧地 揪着身下的床单 伤时序垂眸打开盒子 又看了一眼上面的说明 这才闭上眼 在一片漆黑中 他缓慢地摸索着 葱白修长的手指轻柔地划过 沈志毅紧咬着下唇半 还是忍不住轻喊的声 疼 他不是矫情 真的很疼 伤时序此时也备受煎熬 全身都紧绷着 虽然眼睛是闭着的 但是他手上的触感很清晰 心里顿时升起了丝丝涟漪 声里已经有了反应 听见他说疼 他满心都是疼惜 对不起芝芝 能疼你了 下次我一定控制点 嘴上是这么说 但不见得 下次他真的能做到 毕竟一旦开了婚的男人 那就是同一只猛兽 沈志毅此次 还没有预料到以后的生活里 这男人就是一只胃不饱的恶狼 他娇羞地应道 嗯 在一阵煎熬中 伤时序终于成功地 把药图准了位置 上了药之后 沈志毅感觉舒服多了 冰冰凉凉的 确实疼痛感减轻了不少 见他要换衣服 伤时序拾去地背过面去 嘴角扬起一抹细血的笑容 支支放心 我不偷看 沈志毅抿着唇脉有些好笑 忍不住也约了他剧 可能要让叙叙失望了 我喜欢去预示换 他边说边下了床 只是当双脚刚挨到地 双腿就不听使唤地打了个软 二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 再和卧室的地毯 来个亲密一吻 但是想象中的疼痛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温暖的怀抱 他感受到腰间的禁锢 眨了眨眼睛 伤时序看着怀中惊魂未定的小妻子 有些自责 又有些心疼 别动 我抱你去 他眸底一片柔光 眼神在看向他时 犹如一块珍宝 沈志毅平复了下呼吸 双手搭在他的脖梗上 嗯 挺叙叙的 他可不敢再逞能了 要是再摔一跤 可就糗大了 伤时序稍稍俯下身 将他抱起 眸光闪了闪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知知是不是该改口了 沈志毅对他上很有深意的眼神 清澈明亮的性谋 眨了眨 有些茫然地问 改什么口 他此时还没反应过来 伤时序见他一脸迷茫 内心有些憋屈 他都已经转正了 怎么就不能听他喊声 老公来听听呢 他故意低头 将下巴埋在他脖梗上 蹭了蹭 暗哑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委屈 老婆 我们已经有名有识了 你什么时候改口喊我老公吗 这怎么还把他给委屈上了呢 不就是一个称呼吗 有这么重要 比起老公两个字 他还是觉得 叙叙更顺嘴 也更亲密 毕竟在他这里是独一无二 这是他对他的专属称呼 不像老公这两个字 满大街都是 但转念一想 这好像才是大多数 普通夫妻该有的样子 既然他很在乎这样的称呼 他也可以 为了他改变自己内心原有的想法 在心里默了默 沈志义缓缓张开唇瓣 婉转娇柔的嗓音 在伤时序而盼响起 老公 这一声太过于突然 以至于伤时序 有些受宠若惊 他面上带着一片喜色 湿热的唇瓣 在他脸颊上啄了又啄 语气中难掩愉悦的心情 老婆 你真乖 再多喊两声 沈志义见他开心的 像个幼稚的像的孩子 嘴角挂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仰起下巴贴在他耳畔 连连喊了几句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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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爱你 他难掩心里的激动 低头清含住了他的唇瓣 轻轻柔柔的 在他娇嫩的唇瓣上 亲吻了几下 他没敢用力 只是轻轻再浅尝了一下 因为昨晚折腾的太过了 沈志义此时 嘴唇是又肿又红 他又把他弄哭了 自从认识了他之后 伤持续最怕的 就是女人哭 尤其是他小妻子的 好像是有根针 生生地刺在他心间一样 很疼很疼 沈志义迎上他温柔的眸光 小心脏不经意地 又开始躁动了起来 他发现 不论何时对他 都有一种激动感 好像永远都看不腻 他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仰起下巴 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下 礼尚往来 这是回赠给老公你的 他笑眼弯弯 从来没有发现 自己此时有多么的妩媚勾人 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 沈志义柔软的身子 如同一根拨动人心的琴弦 轻弹了一下 回力很足 触感很清晰 他昨晚亲身体验过 真的让人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伤时续 嗓子有些发干 性感突起的喉结 滚动了下 吱吱 别蹭 脸颊红彤彤的 赶紧将两只手从他脖梗上收回 稍稍向后仰了下 和他隔了一点距离 此时他完全真空 他这么又搂 又抱又蹭 对于一个成熟男人 并且还是一个刚刚开了婚的男人 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将人放进浴室后 伤时续直接转身 去了隔壁的客房 他急促的脚步 有种落荒而逃的窘迫感 沈志义站在洗手台的镜子前 看到身上大大小小的草莓印 既害羞又生气 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吐槽了起来 这男人是属狗的吗 这么喜欢啃人 他一会怎么出去见人啊 思索了片刻后 他决定一会用遮瑕膏涂抹一下 沈志义从卧室出来后 就见伤时续已经穿戴整齐的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他了 他起身走到他面前 温柔地牵起他的手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在庭院的里 都是芝芝喜欢吃的 在他没醒之前 伤时续就已经吩咐了酒店厨房那边 给他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在院子里 沈志义有些惊讶 那岂不是在花海中用餐 哇 那该是怎样的一副场景 老公抱你过去 伤时续顾及他身子不舒服 腿脚无力 直接俯身将人公主抱 轻抱在怀里 沈志义很是自然地 双手抱住他的脖梗 嘴角擒着甜蜜的笑容 谢谢老公 伤时续深邃的黑眸 拒着点点星辰 嘴角弯了弯 我还是喜欢老婆用别的方式补偿 他语气略显漫不经心和撩拨 沈志义脸颊染上一层霞光 自然知道他话中所指 娇羞地瞪了他一眼 不要脸 闻言 伤时续眉头挑了挑 嘴角笑意更深 在老婆面前要脸干什么 沈志义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这男的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不管他说什么 他总能找到无懈可击的理由反驳 而且还是堵得你哑口无言的那种 试问 有一个这样的老公 适合感觉 出了客厅的大门 外面就是别墅的庭院 沈志义将一脸无语的小妻子 轻轻地放到了地上 低头在他嘴唇上轻着了几下 愉悦的嗓音中带着一丝宠蜜 宝宝笑一个老公给糖吃 沈志义被他这幼稚的行为给逗笑了 笑成月眼的眼眸轻挑了下 伸出他千千玉指 在他面前讨要 糖呢 沈志义凝视着他可爱的模样 喉咙里一出一声嬉笑 嗯 宝宝笑容满分 是该奖励一颗糖 话落 他真的从裤兜里 掏出一个新型透明的小盒子 不用打开就能看见 用咖啡色糖纸 包裹成圆形的九颗巧克力 沈志义愕然地 把嘴张成了O型 灿若繁星的性眸里 满是不可思议 天哪 他什么时候准备的 在这之前 他竟然一点都没发现 伤识续见他喜欢糖 眸底闪过一抹喜色 给 九颗 全给芝芝 他嗓音像是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 一股清泉 清澈甘醇 只要喝上一口 就能沁入心扉 丝丝滋润 又丝丝甘甜 沈志义一颗 小心脏泵的欢快 两久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你什么时候买的 伤识续温声道 早上出去 买药的时候 再次置身于在花海中 沈志义的心境 完全不一样 他仰头环抱住他的脖梗 练艳的红唇 用力地在他脸颊上 拨了下 嗓音甜的聊人 老公 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他的心意和 真诚他感受到了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对他说声谢谢 感情不是一个人 单方面 无怨无悔的付出 而是需要 双方共同奔赴 虽然他是男人 但也需要爱和呵护 伤识续心间 猛地被颤动了下 停顿数秒后 直接勾起他的下巴 低头吻了上去 炙热的呼吸 相互交缠着 白与绿的花海中 两人吻得难舍难分 他如大提琴般 低沉的嗓音 在他耳畔营绕 芝芝 介不介意来点餐前小菜 原本被吻得 七荤八素的沈志义 瞬间清醒了大半 波光炼烟般的唇瓣 轻扬起 今天你不准再欺负我 他还伤着呢 都没恢复好 这男人长了一张 静欲轻俊的脸 表面上看起来是 高冷不喜女色 可实际上 就是个斯文败类 见他苦着一张小脸 伤识续嘴角扬起 好看的弧度 语气轻柔 嗯 听老婆的 不欺负了 但收点利息 还是少不了的 是男人 他将脸偏向一点 自动选择无视他的话 哼哼地吐槽了句 大坏蛋 而被骂做大坏蛋的某人 不但没生气 脸上的笑容还更深了 伤识续抬手 轻柔了下他的脸颊 嗓音低沉雌性 却又不乏温柔 乖 别气了 吃完饭 老公带你出去玩 他语气完全像是 诱哄一个孩子 偏偏做出来的动作 却又是那么的优雅 这让沈志毅 又好气又好笑 清澈明亮的性谋 微瞪了他一眼 不去 腰疼 走不动 没关系 那老公背你 他嘴角的笑容 又痞又帅又撩人 活像的男妖精 勾的人好像没了魂 沈志毅缓缓收回视线 将目光投向 今天多出来的 那顶白沙漫帐 和几盏水晶吊灯上 他侧头问 这是今天心弄的 为了吃一餐饭 竟然又置了个帐篷 沈志毅觉得太过浪费 有钱也不是这样花的呀 看来他要找个时间 好好地跟他说道说道 商总全然不知 自己已经在小妻子心中 留下了铺张浪费的形象 他嘴角勾着漫不经心的笑意 反正县城的场地 就只得桌子而已 原本想来个浪漫的烛光晚餐 但是现在是白天 他伸手揽过他的细腰 低头在他耳边揉声问 喜欢吗 说话间 他身上那股松香味 清晰地萦绕他鼻息间 有种让人舒适安心的感觉 沈志毅信眸眨了下 笑着点头 嗯 喜欢 很喜欢 老婆喜欢就好 他眸色温柔 话落 拥着他向漫帐下走去 长行的餐桌上 摆放着精致的美食和红酒 旁边还有一束 用玻璃花瓶插着的白玫瑰 商食旭替他拉开餐椅 沈志毅边坐边打去道 再加几根蜡烛 就成了烛光晚餐了 在他对面落座后 他低笑着回 晚上可以考虑一下 精致的菜肴 整整摆了一桌子 有澳洲西冷牛排 蒜香烤大排 香煎鰻鱼 西班牙焦糖烤布丁 看着这一桌子美食 沈志毅暗自在心里咋舌 这么多 就两个人 能吃得完吗 商食旭见他一直发愣盯着桌面 没有要动筷子的意思 忍不住提醒了句 不饿吗 啊 饿了饿了 沈志毅陡然回神 那模样有几分呆萌 因为没吃早餐的原因 他现在确实很饿 商食旭眼底脸着几分笑意 既然饿了 那还不快吃 话落他拿起面前的刀叉 动作优雅 神色认真的 一块一块将自己的那份牛排切好 沈志毅拿起刀叉刚想动手 对面就想起他雌性低雅的嗓音 吃我这份 他边说边将切好的那份 推到了他面前 沈志毅拿着刀叉的手 猛然顿了下 缓缓抬头 对上他温柔似水的眼神 原本想拒绝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他总是这么温柔体贴 暗自在心里 小小的感动了一把 笑眼弯弯的 点了点头 嗯 谢谢老公 话落他又补了句 不过 我也想帮你切一份 老公这么体贴他 作为老婆 他不是那种 只知道一味的享受 沈志毅 嘴角弯起好看的弧度 好 谢谢老婆 除了爷爷外 终于有人疼他了 有老婆的感觉真好 用完餐后 沈志毅扫一眼他身上的裙子 轻声问 要不要回去换套衣服 主要是怕一会 背他不方便 沈志毅猜测到了他的用意 行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就在他准备转身时 腰间猛地附上了一只 修长的手臂 头顶响起 他雌性浑厚的嗓音 我抱你去 话落 不等沈志毅有所反应 就已经俯身将人打横抱了起来 沈志毅下意识地双手 抱住他的脖梗 眨了眨水晶般透亮的毛子 温吞地张了张嘴 我 我可以自己走 涂药之后 又缓解了这么久 已经没那么疼了 他完全可以自己走的 伤识续垂眸 对上他清澈的毛子 嘴角勾着笑意 语气缓慢 不是说腰疼 走不动吗 之前是这么说的 没错 他可是记在心里的 你记性可真好 他脸颊渲染着一层粉红 轻拧着下唇半 如阴体般的嗓音 在伤识续耳盼响起 嗯 那谢谢老公了 不客气 为老婆服务是我的荣幸 他嘴角扬着笑 毛底一片柔软 脚步稳健地掠过花瓣 铺成了通道 重新将人放回卧室后 他就转身去了客厅等待 之前行李箱里的衣服 都被伤识续整理到了衣柜里 他来回扫射了两眼 选了套白色血纺上衣 搭配牛仔短裤 屁肩长中发 被他挽在了脑后 弄成了可爱的丸子头 整个人都洋溢着青春活泼的朝气 沈志毅抬脚迈出卧室的那一刻 伤识续眸光在他身上 停留了整整差不多一分钟 被这么可爱仙气的老婆给迷住了 怎么办 他有点不想带他出去 让别人偷窥到他的美 只想私藏在自己家里 留给他一个人看 见他这么盯着他 还以为自己的穿着有什么不妥 恋艳色的红唇微张起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他边问边低头 诧异地扫射了一遍全身 确定没什么不妥 伤识续上前一步 揽住他纤细的小腰 垂眸在他耳畔 轻声道 没有 很美 温热的气息钻入他耳内 如同一根轻易的羽毛 挠得他耳朵痒痒的 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躲开了些 娇娇软软的开口 不是要出去吗 走吧 伤识续见他躲开 故意斜着身子压向他那边 眼里藏着一抹坏笑 怕痒 虽然是问局 但语气却很肯定 在心里暗暗地记下了 沈志一身子一正 原本想点头的 随后想到什么 直接改了口 没有 只是怕头发扎人 他这话说的也不算是假话 伤识续发质非常好 每次他蹭自己脖梗时 都又痒又刺 他悄悄地靠近他柔软的唇瓣 找准时机 轻柔地含住了他的嘴唇 嗯嗯 这个姿势有点向后仰着 沈志一下意识地抱住他的手臂 他现在已经适应了他的节奏 缓缓闭上眼睛 享受起他 给他带来的这美妙一刻 好在他没有身吻 只是浅浅地解馋了一下 就果断地移开了自己的唇瓣 他抬起手指 用指腹轻柔地 在他嘴角边擦拭了下 被他弄花的口红 随后他转身在沙发上 拿出一顶蓝色的渔夫帽 把这个戴上 沈志一瞳孔骤然放大 惊讶地舌头直打结 你 你这 又 又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他怎么能这么贴心呢 比他一个女生都还要细心 哦 好感动 这么好的老公 谁不爱呢 收拾行李箱的时候准备的 因为一直在他那里 没拿出来 沈志一瞳动作很轻 生怕将他的丸子头给弄散了 好在帽子够宽松 没有弄散小妻子的发型 他嘴角勾着一抹满意的笑容 还不错 加了顶带花边的遮阳帽 沈志一此时看起来 更加娇巧甜美了 沈志一瞳色沉了几分 抬手捏住他的下巴 鼓声在他烟红的唇瓣上亲吻了下 极致温柔的嗓音在他耳畔响起 还是我老婆最美 沈志一得到新鲜空气 清喘了几下后 又羞又软地娇称了他句 就你嘴甜 天天甜言蜜语地哄他 都要以为自己 晒过稀施和貂蝉了 伤识叙笑着在他脸颊轻柔了下 那是当然 刚吃过老婆给的糖 他老婆嘴唇就像柔软的棉花糖 甜中带软 胶中带棉 可不就像是吃了糖吗 沈志一被他的甜言蜜语 给哄得心花怒放 仰头在他嘴上也轻拙了几下 刚刚不够 再给你一些 伤识续眸色瞬间亮了几分 就着他凑过来的姿势 双手捧住他的脸颊 用力地继续延长了这个吻 直到感觉怀里的小妻子 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才结束 用指腹在他唇瓣上擦拭了下 迪雅的嗓音难掩撩人 谢谢老婆的糖 品尝过了 很甜 沈志一被他弄得羞红了脸 缓缓平息呼吸后 软绵绵地开口 走了 这男人太磨人了 他要赶快出去透透气才行 伤识续放在他脸上的手并未收回 转移到他耳轮廓上 疗愈的嗓音响起 老婆 晚上能再给颗糖吗 沈志一眨了眨眼明媚的眸子 纠结了会儿 悠悠松口道 只准吃一颗 反正只吃颗糖而已 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伤识续眸底闪过一抹得逞之色 行 就听老婆的 一次就一次 他把时间拉长就行 随后在他面前弯下腰 双手招了招 上来 沈志一一正 没想到他真的要背他 原本他想拒绝的 可想到被自己心爱的人背 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他蠢蠢欲动地想试试 大脑竟然在这一刻 没有赶上他的两条腿 人不知不觉地 已经走到他身后 趴在了他宽厚的背上 双手搭在他肩膀上 将脸颊贴在他宽厚的背上 好了 伤时序 双手揽过他的膝盖弯处 起身将人背起 他嘴角弯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此时此刻正显示着他的好心情 因着午后灿烂的阳光 两人的倩影 出现在了海边的沙滩上 蓝色的天空 碧绿的大海 金色的海滩 甜蜜的情侣 这么和谐唯美的一幕 构成了一幅美丽迷人的画卷 西周某个寿楼处的接待大厅 秦一航 今天一身黑色西装 打扮得非常帅气 看向对面的女友 笑容满面 初童 我看 昨天我们看的那套就不错 除去一间儿童房 还能给我妈留一间 叶初童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时间 嘴角勾得一抹淡笑 是挺不错的 但我心意的不是那套 他说话总是温温柔柔 看起来没有任何攻击力 但气势却很足 现在的房价突飞猛涨 依照他现在的经济能力 根本买不起那么大平方的 花个一两百万 买个仪式一厅的 给自己安个家 还是绰绰有余的 叶初童独自一人 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 早就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秦一航见他态度强硬 根本听不进去他的劝 明显耐心被消耗殆尽 烦躁地扯了扯驳出的领带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 就一间卧室 我妈到时候住哪 叶初童见他终于没了耐心 面部显露的 仰起嘴角 要不你给我凑一些 我考虑考虑换套大点 秦一航一听 要他拿钱出来 眸光闪烁了下 温笑道 初童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首付你来出 月工我来负责的 他知道 叶初童手里有点钱 首付和装修费完全够 按照他现在的工资 一个月有三四万 平时他还能出去接点私活 除去月工和家用 他每个月还能存下 三万属于自己的小金库 既有了房子 又有了老婆 想想还是挺划算的 叶初童语气淡淡道 不好意思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要不是已经知道了 他出轨的事 他提出的这个要求 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毕竟大家都是为了 共同的这个小家 可如今 他却不这么认为了 这男人一味地哄劝着 让他出首付 无非就是不想 动他自己的小金库 哼 这么自私的男人 当初他为什么没看出来呢 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寿楼小姐姐 很是热情地走了过来 面上挂着标准的笑容 二位商量好了吗 这两位买房子 完全是按照自己意愿来 根本就不顾及 对方半点 女方要全款购置 一室一厅的房子 而男方想要贷款 购置三室一厅的 他很是怀疑 这两人真是即将 要迈入婚姻殿堂的情侣 怎么看 都像是离婚之后 来分割房子的 疑惑归疑惑 寿楼小姐姐的职业素养 还是很好的 笑着建议道 两位如果不想有月工的压力 其实全款小户型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不等叶初同有所回应 请一行率先接过话 那可不行 小户型连个客房都没有 多不方便 他妈妈正等着新房子到手 好搬进来住呢 叶初同邪腻了 对面男人一眼 不紧不慢地 端起面前的咖啡杯 清明了口 片刻后 他抬眸看向 对面的寿楼小姐姐 我的房子 当然是要 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他这话一出 对面的秦一行不愿意了 初同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他有些琢磨不透 如今的叶初同 说话做事 总是有点奇奇怪怪 叶初同放下手中的咖啡杯 敏唇浅笑了声 秦先生说笑了 我的房子与你何干 这一下 他连名字也不愿意喊了 直接称他为秦先生 要是现在秦一行 还看不出来点头绪 那他真是个大傻子了 初同 你有话 就好好说 何必这么阴阳怪气的 他边说边思量着 莫非自己 在外面玩女人的事情 被他发现了 叶初同估计着 这是在外面 有些话不方便说 更不屑去质问什么 抬头对寿楼小姐姐说道 就那套带有阳台的小户型 麻烦帮我办下购房手续 谢谢 好的叶小姐 请你稍等 寿楼小姐姐欢天喜地地转身 去给他办理 签购房屋合同一些事宜 秦一行放在桌子下的手 紧紧握成了拳头 脸色十分不好看 待只剩下两人时 他迫不及待地质问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初同端起咖啡杯 抿完最后一口 这才不紧不慢地看向他 就字面上的意思 秦先生很难理解吗 已经做好了分手的准备 他也没什么好掖着藏着的 原本他就打算 这两天跟他提分手的事 秦一行暗自在心里猜测着 难道他真的已经都知道了 就在他琢磨着 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寿楼小姐 手里拿着好几张购房签约合同 落座后 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总感觉气氛有点压抑 他脸上依然保持着 礼貌周到的笑容 叶小姐 秦先生 你们填了这些资料 就可以交付首款了 秦一行刚想拿起桌面上的笔 就被叶初同给按住了 秦先生 这是我的房子 你这什么急 显而易见 他已经在和他撇清关系 不再以男女朋友相称 秦一行脸色突变 眯起的眼眸 带着几分严厉 叶初同 你要闹脾气 也要挑个时间 直到现在 他还一味地以为 即使他发现了什么 顶多就是闹几天 等购房程序完成后 他再花点心思哄一哄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见他现在还一副 唯我独尊的态度 叶初同笑了 他笑得有几分肆虐和讥讽 秦先生 我和你谈了两年的恋爱 你看我闹过吗 话落他从他手中抢过笔 补了句 我的房子 就不劳秦先生掺和了 寿楼小姐姐 看两人闹得这么僵 有些惊诧 他顿了顿问 叶小姐 户主是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吗 叶初同看都没看 对面的秦一行一眼 果断地回应道 当然 没多久 所需的资料就已经签完 就等着一个星期后 再过来交付剩下的余额款 出了寿楼处的大门 秦一行就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腕 怒气冲冲地质问 叶初同 你太自私了 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 他不相信 他一个即将跨入三十岁的女人 真敢跟他闹分手 被他猛得这么一拽 叶初同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大庭广众之下 蒸蒸吵吵 极不好看 叶初同温和的面上 带着一丝怒气 放开我 他面带猙獰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抬头静静地看着他 前面有个咖啡厅 我们去那聊吧 他还是第一次见着男人这么粗暴 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斯文儒雅 他不禁在心里暗暗想着 难不成以前他都是装的 秦一行这才放开他 语气放软了些 初同 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别闹了好不好 文言 叶初同一阵恶寒 呵 爱他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感觉出来 这男人爱的 只有他自己罢了 清冷的眸子 看向他那张白净虚伪的脸 语气淡漠道 我赶时间 走吧 只要一想到这男人 背着他脚踏两条船 甚至还夜夜声歌 颠乱捣缝 他就恶心地想吐 好在没有让他碰过 不然他现在非反胃不可 见他态度如此冷漠 秦一行心里有些不爽 但为了房子 他又不得不忍着 语气有些讨好 童童 是我哪里惹你生气了吗 没有 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冷冷地回了去 经过这段时间的缓冲 他已经彻底地放下 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为他伤心流泪 一点都不值得 对面就是咖啡厅 没走几步就到了 叶初同在靠窗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没两几钟 他叫的甜点和咖啡 就端了上来 他掀了下上眼皮 看向一脸淡定的男人 慢悠悠地说起 你有多爱我 他想听听 这男人到底有多虚伪 秦一行摸不准他的真实想法 精灵的眸底 带着一丝探究 初同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我 他此时此刻 心里也在纠结 叶初同到底有没有 发现他和玄弱的事情 他神色异常地平静 看不出喜怒 嗓音温和 的确是有一桩心事 但没想到要瞒你 中午他饭都没来得及吃 就被这个 这男人十几个电话 给催出来了 这个点才坐下来 吃口蛋糕 叶初同越想越心酸 这就是他交往了 两年的男友 从头到尾都没有 问过他一句 有没有吃午饭 秦一行见他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吃上 心里有些不满 但他是一个 极会掩饰自己 真实表情的人 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 那不如初同 说出来给我听听 看看能不能帮你排忧解难 吃了几块蛋糕后 叶初同之前 有些不适的胃 这才稍稍好了些 抬头对上他薄良的眸子 语气认真严肃 秦一行 我们好聚好散吧 他想给大家 彼此留个体面 省得把那些事情 都摆在桌面上来说 原本还想上演 一出深情戏的秦一行 对他突然提出的分手 有些未出所料 一阵错愕后 他嗓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些 你意思 是要跟我分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对他 有多么的不舍和情深呢 叶初同吃完最后一口蛋糕 扯过一旁的纸巾 轻轻地擦拭了下嘴角 这才抬眸看向他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爱情是自私的 他绝对不允许三人行 更何况 不管他是精神还是身体 都已经背叛了他 秦一行有些不甘心 试图挽留 初同 我从来没想过 要跟你分手 我心里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叶初同撩了撩上眼皮 一字一句地吐出 你的爱我承受不起 还是让给许小姐吧 非得逼他说出来 还把他当成傻子是吗 他的话让秦一行 顿时僵硬住了 果然他知道了 难怪这些天 对他这么冷淡疏离 可男人在外面玩玩 这不是很正常吗 他嘴上虽说是解释 但毫无悔改之意 初同 你听我解释 我跟他只是逢场做戏吧 自始至终 我想娶的人都是你 我一个血气方当的男人 有生理需求 这不很正常吗 你又不给我碰 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吧 这还成他的错了 不让他碰就去找别的女人 他这奇葩思维 简直让他大开眼界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为自己的龌龊行为 找出这么理所当然的借口 叶初同 简直都要被气笑了 清了清嗓音 所以秦先生 觉得自己还挺委屈的 当初他追求她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表明 不接受婚前同居 那时他是怎么回答的 他还记忆犹新 初同 我也是一个 自节自爱的男人 你的这个要求 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是个事 这美好的一刻 当然要留到新婚夜 当时这男人说的 有多么冠冕堂皇 现在就有多么的虚情假意 渣男思维 果然不是正常人能够理解的 叶初同整理了下身上的西装套裙 蛋糕也吃完 咖啡也喝到底了 该说白白了 他向一旁的服务生招了招手 买单 秦一行见他这么决绝 又恼又慌 丝毫不顾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大声地吼了起来 你把我当什么了 想分就分 他并不是有多么不舍 而是觉得没面子 竟然被一个女人给甩了 叶初同眯起眼眸 难不成秦先生 还想问我 讨要分手费 在一起这两年来 除了前几天他 故意索要的那条钻石项链 这男人可没送过 他什么贵重的礼物 他并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 只要是他的心意 送什么 他都很开心 秦一行被他这句 给修得彻底的黑了脸 毫无绅士可言 尽显薄情寡义 如果你执意要分手 请把我前几天 送你的那条钻石项链还回来 顿了顿又补了剧 还有这两年 请你吃饭看电影所花的钱 碰都没给碰一下 他当然要收回自己的损失 看着他这恶心的一面 叶初同在心里冷笑一声 果然分手贱人品 他冷笑一声 爽快答应道 好啊 把你妈的那个十万的镯子 还回来 我就把这条项链还给你 对付渣男就不能手软 两年里 秦母可没少问他要东西 金耳环 金镯子 金戒指 叶初同刚出生 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给丢弃了 是隔壁村的一个孤寡老人捡到 把他抚养长大 老人在叶初同研究生 毕业那年也逝世了 从那之后 他就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他渴望亲情和母爱 才会对秦母的要求 来者不拒 秦一行一正 没想到温柔善良的叶初同 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了 停顿了数秒后 他很是理所当然的拒绝 那些是你自愿买给他的 跟我可没关系 叶初同真是被他的无耻 再次刷新了见识 原本他就没想再回来 只是不想 让他那么嚣张罢了 没想到这男人根本没脸 他冷冷地看着他 亲起薄唇 行 那就各自保管吧 对付不要脸的人 那就是你要比他还不要脸才行 很快 服务生又折了回来 小姐 这是找回的钱 请收好 叶初同接下后 嘴角勾着温婉的笑容 谢谢 和刚刚对秦一行的冷淡梳理 完全不同 话落 他拿起放在一旁的包包 从沙发上起身 刚出咖啡厅的大门 就碰见迎面走过来的傅景琛 叶初同原本想装作没看见 转身走开的 没想到 男人出声喊住了他 初同 他眸色温柔 嗓音低沉 这下 叶初同想 假装没看见也不行了 稍稍整理了下一团乱的情绪 他缓缓转过身来 脸上勉强带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傅总 走近一些 傅景琛才发现 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他眸底带着一丝关切 嗓音如沐浴春风般温暖 不舒服吗 两人间隔只有一步之遥 踏踏高挺的身姿 定定地站在他面前 叶初同抬眸 对上他温润的眸子 心间陡然泛起了酸 刚刚在咖啡厅里待了那么久 秦一行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 这几年打拼事业 经常加班熬夜 吃饭又不准时 导致了他胃不太好 之前在寿楼大厅时候 就已经隐隐作痛了 他一直在忍着 没想到傅景琛一眼就发现了 抿了抿下唇半 他摇了摇头 没有 谢谢副总的关心 我工作室还有事 先走了 傅景琛还是不放心地再次问了句 真的没事吗 他目光温润坦诚 如溪水般清澈见底 如皓月般皎洁明亮 透过他的眼眸 他仿佛看到了一片蓝蓝的大海 平静祥和 海面上还倒映着自己的身影 叶初同收回视线 心里顿时变得五味杂陈 理了理思绪后 他嘴角微微 扬起一抹清浅的笑容 真的没事 见他这么客套疏离 傅景琛只好作罢 神情略显无奈 在和他擦肩而过时 他脚步停顿了下 初同 不管工作有多忙 一定要珍爱自己的身体 话落 他没有再多逗留半分 迈着优雅从容的步子 走进了咖啡厅 叶初同抓着包包的手 不经意地紧了几分 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两人在门口的这一幕 全部落在了晚几步出来的 情依行眼里 他双拳紧握 朝着叶初同离开的背影 看了下一眼 眸底闪过一抹狠色 傍晚时分 天边的红日渐渐隐退 只留下一抹淡淡的霞光 夕阳的余晖 映在海面上波光凌凌 像似撒了一层 会闪动跳跃的金子 度假村海景别墅内 白雨绿的花海中 今晚又上演了一出 浪漫的烧烤大餐 叙叙 这个放哪 沈志毅手里 拿着一根 他突发奇想 用竹签串好的香蕉 商食旭正在将酒店厨房 那边送过来的烧烤食材 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摆在盘子里 闻声 他抬起头 看清楚小妻子的意图后 嘴角勾着浅笑 将一个空盘子递给他 放在这里吧 随后又问了句 一个够吗 沈志毅清明的毛子 完成了一道月牙 笑嘻嘻地点头 够了够了 先烤一根试试 炸香蕉就吃过 烤香蕉还真没见过 万一不好吃 烤多了不就浪费了 商食旭将食材都摆好后 就开始了烧烤前的准备 放炭 生火 刷酱料 他动作流畅步骤娴熟 可见 已经不是第一次 自己动手烧烤了 沈志毅悄咪咪地凑到他身旁 歪着脑袋一脸崇拜 老公你好棒啊 连烧烤你都会 他的叙叙真是太棒了 简直是无所不能 从认识他到现在 就没见过 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听到小妻子的夸赞 商食旭眉头挑了挑 杨纯勾笑道 谢谢老婆的夸奖 只不过 我最棒的可不是这个 沈志毅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好奇地问出了口 是什么 见小妻子 好像一个好奇宝宝 他不动声色地 在心里低笑了声 他老婆怎么这么可爱呢 他侧着脸 垂眸对上他热切的视线 想知道 嗯 晚上再告诉你 他眨了眨原谅的眼睛 有些迷惑 为什么会要等到晚上 现在不可以说吗 商食旭就着他伸过来的脑门 抬手轻弹了下 小坏蛋 不吃晚饭了 他现在要好好地喂饱他 晚上他 才能吃得更多更久 你只需要用嘴说就行 又没耽误你烤东西 沈志毅边揉自己的脑门 边瞪大眼睛 看着他认真的理论 他眸光暗了暗 笑了笑 可是老婆 我没有三心二意做事的习惯 沈志毅一脸猛 三心二意 在这里用何事吗 也不知是不是他想多了 总感觉两人说的 不是同一件事 有种鸡同鸭讲的感觉 郁闷又无语地回他 你现在不就是一心再两用 一边跟他聊天 一边再整烧烤 伤时续看向他的眼神有些炽热 嘴角勾着一抹坏笑 宝宝要是想来点刺激的 也不是不行 刚好 我们还没在露天试过 那感觉应该很不一样 要不要试试 嗯 他俯身 脸颊贴着他的唇瓣 只要稍稍不注意 就能碰到 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沈志毅后之后觉得反应了过来 之前的他那句 最棒的不是烧烤 而是别的 是男人 可太坏了 处处给他挖坑 稍稍不注意 就被他套了进去 刹时间 他脸颊好似 涂抹上了一层薄薄的腮红 明艳动人 结束被他带偏的思路 向后退开一些 和他拉开点距离 仰头瞪了他一眼 不要 烤好你的烧烤 话落他刚想转身 去漫障下的餐桌上 拿瓶水喝 伤时续突然伸出修长的手臂 勾住他盈盈一窝的小腰 稍稍往怀里一带 沈志义就被禁锢在了他怀里 他低头靠近 嘴唇轻轻划过他的唇 如同震翅掠过的蝶翼 留下一阵痒溢 似逗弄 又似撩拨 沈志义心间 犹如一阵电流划过 身体里好像有团火 在慢慢燃烧 他的气息静在咫尺 性感凸显的猴结 在他眼前滚动了下 沙哑的嗓音 好像能蛊惑人心似的 缓慢地响起 宝宝 要吗 沈志义眨了眨眼迷茫的毛子 紧紧咬住下唇 呜 要命 这男人 就是个勾人的妖精 见他抿唇不语 伤时续鼻息凑向他耳边 宝宝 要轻轻吗 沈志义软糯地控诉了句 你 坏蛋 他滚烫的指腹 在他脸颊轻轻划过 掠过眼睛 鼻尖 最后停留在了唇瓣上 他轻柔地 用指腹在上面 抹撒了下 嗓音带着急腔的外 宝宝不喜欢 嗯 沈志义仰头刚想说话 嘴唇就被他滚烫的双唇给堵住了 嗯嗯 我 我嘴疼乖 老公一会给你呼呼 嗯嗯 你 你今晚 不许再吃糖 宝宝 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得问问他 沈志义 好无语 他吻得很轻很轻 好似对待珍宝一般 细细的 柔柔的 像吃棉花糖一样 慢慢地吸吮着 独属于他的方向 如细语般的吻 不急不缓地落下 唇齿相依缠绵着 是急促和混乱的呼吸 发现他身子渐软 伤时序直接一个转身 将人底靠在了餐桌上 沈志义小手不经意地 拽着他胸膛前衬衫领口 也不知是太紧张 还是太大力 一下子将他扣子 拽开了好几颗 露出他精壮的胸肌 和线条流畅的腹肌 伤时序恋恋不舍地结束 放开他 温柔地 给他用指腹擦拭了下嘴角 嗓音温柔 乖 晚上再给宝宝碰 现在老公要去忙了 沈志义 他赶快收回无措的手 敢把巴的解释道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伤时序嘴角勾起 他笑得有几分荡漾和肆意 宝宝不必解释 老公整个人都是你的 随时欢迎来占便宜 沈志义 救命啊 他真不是故意的 怎么越说越解释不清了 算了 他还是闭嘴吧 省得说多错多 伤时序见他一脸呆萌 就知道 他肯定在心里暗自吐槽他 俯身靠近 在他耳边轻声说 宝宝去客厅里休息一会 好好了 我再喊你 沈志义双手抱住他的脖子 养着脑袋 我想陪着你 他眼睛干净透亮 像是漫天飞舞 不含半点杂质的雪花 美地空灵 美得一尘不染 伤时序看着近在咫尺的小妻子 眸底一片柔软 声线柔得能溢出水来 好 那走吧 沈志义好看的眉眼 完成了一道月牙 嗓音娇娇软软软 将双手从他脖梗上撤回 盖抱住他身侧的手臂 两人分工合作 一个负责口 一个负责递菜 拿毛巾给他擦汗 甜蜜得时光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个小时后 所有的食材差不多已烧烤完毕 哇 好香啊 沈志义拿起一串鸡翅咬了口 眉底瞬间亮了起来 伸手又拿了串递给今日的大厨师 老公辛苦了 你尝尝 真的很好吃 就着他伸过来的手 伤时序俯身在他递过来的那串 犹豫上咬了口 品尝了下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还行 已经有好多年没动手了 技术虽然有些生疏 但味道还在 沈志义嘴里有食物 说话有些含糊不清 边说还边向他伸出了的大拇指 老狗 你太厉害了 老公你太厉害了 这几个字 硬生生地被他说成一句骂人的话 瞧着他这贪吃又可爱的模样 他不禁低笑了声 喜欢就多吃一点 没人跟你抢 他边说边疆离得远一些 给端放到了他面前 你别光看我呀 你也吃 啃完鸡吃的沈志义 擦了一下嘴角 拿起一根香喷喷的鸡腿递给他 嗯 谢谢老婆 但比起这些 我更喜欢吃 最后一句话 他是凑在他耳边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的 沈志义瞬间脸色变得飞红 羞得瞪了他一眼 流氓 对于小娇妻的控诉 伤时序丝毫不在意 嘴角勾着一抹肆意的笑容 纠正了下 老婆 我们可是有正驾驶 这可不叫流氓 随后他坦然自若地 拿起两个鸡腿给他 宝宝多吃点 沈志义 吃饱了 然后被你吃吗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还是坏坏的大猪蹄 夜幕来临 海面上一片寂静 吃饱喝足后 两人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 沈志义在一旁帮着打下手 有些好奇 叙叙 你是怎么想到 让人准备这么个大帐篷的 伤时序可不会告诉他 这些细节 都是他上网查找的 他眼神闪躲了下 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尖 随后找了个借口 就突然想到的 你们女孩子 喜欢对着流行许愿 想着 应该也喜欢看星星 沈志义用手里的毛巾 给他擦了把汗 仰头在他脸颊上亲吻了下 谢谢叙叙 我很喜欢 他灿若星辰的毛子里 满满的是感动和幸福 伤时序深邃漆黑的毛子 沁着满满的深情 为了吱吱 我愿意做任何事 以后不必再说谢谢 他为他做的一切都是 心甘情愿的 并不是为了得到他的一句谢谢 他只想 他的吱吱幸福快乐 沈志义眼眶微微泛红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嗯 知道了老公 以后要加倍地对他好 不能被他给比下去了 他的叙叙 也需要爱和关心的 傻丫头 不许再哭鼻子 因为我会心疼 伤时序低头抵在他额头上 语气既温柔又溺爱 才没呢 沈志义心虚地吐了吐舌头 那模样甚是可爱 行 吱吱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一如既往的纵容和宠溺 看着自家小妻子的眼神 仿佛因为他全世界都黯然湿了色 沈志义被他看得见脸颊有些发烫 不经意间将视线落到如雪一样白的花瓣上 有些感慨 真的一点也没浪费这些钱花的价值 两天了竟然还没凋显 从求婚 大餐 烧烤 再到今晚的露营看星星 伤时序抬手给他理了下锤在耳边的碎发 低笑了声 对 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沈志义眸底一片清明 心里如泼了一杯蜂蜜水 甜甜的 他是何其有幸 一生能遇到一个这样爱他的人 而刚好这个人也是他的所爱 帐篷里面放了一张厚厚的床垫 这样就不会感觉腰酸被疼了 搭好了帐篷 两人回卧室洗了个澡 沈志义躺在两米的床垫上 抬头就能看见满天的星星 因为敞篷的顶部有一大块透明的地方 伤时序躺上来后 一把将人搂抱在了怀里 脸颊埋在他颈窝处 贴着他耳边暧昧地开口 宝宝 我饿了 紧贴着他滚烫怀抱的沈志义 脸颊浮现出一层红韵 自然知道他一由所指 不等怀中的人儿有所回应 直接一个转身 将人压在了下面 沈志义心跳如雷骨 对上他赤红的眸子 尝试着跟他谈判 一颗糖 伤时序骨节分明的大掌 轻抚了下他娇嫩的脸颊 眸色带到浓浓的歪旺 太少 吃不饱 他咬了咬牙 小妖可真要受罪了 他指负轻易到了 他红润饱满的唇瓣上 停留了下来 毛里带着一抹脚霞 暗雅的嗓音带着一声低笑 行 听吱吱的 刺色不多 那就拉长时间 沈志义正在疑惑 他怎么答应得这么爽快的时候 嘴唇就被一张温热的双唇给含住了 嗯嗯 你 这个稳来的气势汹汹 从重到轻 又从柔到狠 沈志义被稳得全身发软 他下意识地双手抱住他的脖梗 红色的吊带睡裙也慢慢地滑落掉在了一角 宝宝 我爱你 很爱很爱 月色很美 花儿很娇 一日 清晨 橙色的太阳光 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起 帐篷内陡然响起一阵手机铃声 伤十序半眯的眼眸 伸手将一旁的手机拿贴在了耳边 电话那头 传来一道完转好听的女人声 时序 我回国了 伤十序愣了好一会 才反应过来 怕吵醒怀中熟睡的小娇妻 他将音量压得很低 带着刚睡醒时 沙哑慵懒的嗓音 嗯 怎么想着回来了 他语气淡淡 没有什么起伏变化 电话那头的女人 好似有些不满他的反应 控诉声传出 我们几年都没见面了 难道你就没半点惊喜吗 伤十序语气中 听不出什么情绪 诞生到 一大清早打扰我清梦 这也算惊喜 他目光落在怀中 田径的一张白径小脸 忍不住抬手在他脸颊 妈撒了下 指负传来的触感 很嫩 很滑 仿佛是包了壳的鸡蛋 白侠如玉 电话那头的人不知说了什么 伤十序又淡淡地回了句 度假中 没时间 正在和周公约梦的沈志义 总感觉脸上有什么东西 不满地伸手拍开 小声呢喃了句 别闹 他嗓音甜腻娇软 带着一丝脱长的尾调 格外地撩人 他这声娇懦声 清晰地传入进了 电话那头人的耳内 很快 伤十序的手机里 传出女人的惊讶声 十 十序 你 你谈女朋友了 细听的话 就会发现 他的嗓声 似乎还带着一丝颤抖 和不可置信 伤十序面色不变地否认到 不是女朋友 电话那头的女人 因为他这句话 才刚轻呼一口气 就听见 他又说了句 是老婆 煞时间 手机里陡然传出一声 众物坠落地的声音 停顿了数秒后 电话里再次传出女人嗓音 这么突然 竟然都没告知我一声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青梅了 他将自己失落的情绪 掩饰得很好 语气中带着撒娇的一味 伤十序眉头皱了下 显然他 有些不习惯他 这样说话的方式 看了一眼熟睡的小娇妻 忍不住出声提醒了句 若曦 我老婆还在睡觉 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唐若曦显然没想到 他会突然来这么一句 愣了数秒后 语气有些酸溜溜的 没看出来 你竟然还这么宠老婆 伤十序 自己的老婆 当然得自己宠着 电话那头 唐若曦不知说了什么 他淡淡地嗡了声 就挂了电话 将手机扔到一旁后 他下巴埋在他脖梗处 一脸满足地 抱着怀中的娇妻 继续补交 临近正午时 明媚的阳光 透过帐篷的细缝 折射在了两人的身上 沈志毅睁开心松的睡眼 朦胧间就看见 一张放大的俊脸 他静静地闭着眼睛 睡姿舒展而优雅 宛如一副静谧的画作 他忍不住抬手 在他流畅的脸颊轮廓上 轻轻地描绘了几下 喃喃地低语了句 可真好看 温热柔软的指腹 慢慢下移 最后落在他性感的唇半上 他情不自禁地吞咽了下口水 脑海中猛然蹦出一个想法 想吻他 有了这个想法后 沈志毅立刻就执行了 一点都不让自己憋屈 扬起下巴 直接将自己的唇半附了上去 如扬之欲般的手臂 勾住他的脖子 卷翘浓密的睫毛 如羽毛般 轻轻在他脸颊扶过 好似蜻蜓点水般 在他唇边聊拨 随后缓慢地闭上眼睛 温软的唇 轻轻地吻了起来 原本在熟睡的伤食序 猛然睁开眼睛 眸底一片清明 哪还有半丝睡意 放在他腰间 大掌迅速一到他后脑勺 他用力地加深了这个吻 一时间 暧昧缠绵的呼吸声 在两人耳畔荡漾 沈志毅瞪大双眸 嗯嗯 你 他该不会早就醒了吧 天哪 太丢人了 好不容易偷亲一次 竟然还被抬个正着 伤食序顾及昨晚 把他欺负得太狠 今天不敢再造次 感觉快要把持不住时 匆匆地结束了这个吻 从他唇瓣上一开 难掩心中的愉悦 嗓音中带着打趣的意味 没想到我家宝宝 还喜欢偷香呢 沈志毅轻咬着下唇瓣 灿如星辰的毛子 此时带着一丝窘迫 蹲墙角哭去 他不想承认 一点也不想承认 刚刚竟然干了件偷吻的事 见他整张脸红的 像熟透了的小苹果 伤食序忍不住低笑了声 宝宝是不敢认吗 原本在吭哧吭哧 挖地道的沈志毅 猛然抬起两只小手 把自己的耳朵给捂住 在心里默念道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那个偷吻的人 绝对不是他 哼哼 就是不承认 然后再慢慢地 往被子里面缩 这模样 很像一只毛毛虫 再钻地洞 伤食序被他呆萌的模样 给逗笑了 将盖在他头上的被子 往下拉了下 该这么严 不怕闷到吗 他家小妻子 怎么能这么可爱 沈志毅眼尾 运起一抹桃红 也不知是羞的 还是被闷的 没了没后 抬头对上他含笑的毛子 撅着小嘴 得了便宜还卖乖 坏蛋 不就是偷亲他一下吗 有这么好笑吗 伤食序忍不住 将人禁锢在怀里 脸颊贴着他的脖梗 温热的气息 在他耳边缠绕 嗓音中极致勾人 这样的便宜宝宝 可以多来点 老公很喜欢 沈志毅 这是一只男妖精吧 一个星期的假期 转眼就即将结束 伤食序将收拾好的 两个行李箱 一一放进了后备箱 沈志毅撅着嘴巴 哼唧唧地去了后排座位 还不忘气呼呼地 去瞪某人 回去后 你一个月都不准再碰我 说是来度假的 就前面两天出门了 后面几天 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晚上加班 白天不觉 差点吃的 连渣渣都不省 坏蛋 大坏蛋 回去他就搬回自己房间睡 远离禽兽 保护好腰 面对小娇气的控诉 伤食序深邃漆黑的眸子 闪烁了下 手指摸了下鼻尖 有些心虚 这几天 确实把人欺负狠了 他故作委屈道 老婆 你老公可是个肉食主义者 这摘吃的 是不是太长了 他可不想做一个月的苦行僧 紧接着 他又补了剧 太久不用 功能也会下降的 这男人的嘴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敢说 板着一张脸 下降更好 省得我遭罪 伤食序 这丫头 确定是他轻轻小娇妻 想到这几天 他确实没休息好 也很心疼的 软声软语的哄道 老婆 一个月真的太漫长了 能不能缩短点 28天 要四个星期呢 老婆你远信 20天 这总行了吧 老婆 行行行 我怕你了 10天 不能再少了 好 听宝宝的 沈志毅 这个男人这么会讨价还价 他脸红得彻底 推着她 赶快去驾驶位上开车 刚闭上眼睛准备补觉 闺蜜慕妮的短信 就追了过来 小妮子 抱 今天什么时候回 芝芝 正在回的路上 小妮子 姐妹能去你那里凑合两天吗 沈志毅嘴角瞬间露出一抹欣喜的笑容 她求之不得呢 芝芝 当然可以 欢迎欢迎 信息刚发出去后 她就有些疑惑 好端端的 闺蜜怎么要来她家了 小妮子 谢谢宝的收留 我妈这两天又在读我去相亲 沈志毅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她还以为闺蜜在躲情债呢 芝芝 可怜 回去给你个爱的抱抱 小妮子 谢谢 我跟院长请了几天假 这就回去收拾行列 慕妮知道 这样会打扰到闺蜜 还有可能会被塞狗粮 但总比被她妈 逮着去相亲好过 芝芝 我把地址定位发给你 小妮子 OK 晚上过去 沈志毅退出和闺蜜的信息聊天框后 台眸瞥了一眼前面驾驶位上的某人 顿了顿亲身换她 老公 商时序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从喉咙深处 溢出一个单音 嗯 沈志毅问 妮妮要来我们家借住几天 方便吗 其实该提前询问她的意见的 商时序利用等红绿灯的时间 扭头看向她 芝芝 你是家里的女主人 这些事情 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 你有这个权利 当然 如果你拿不定主意 身为老公的我很乐意为 老婆解决各种问题 她希望她有归属感 真真正正地融入到她的生活里 不要时时刻刻地把自己当外人 而她也会努力地融入进她的生活圈内 沈志毅没想到 她会说出这番话来 她真的是 给了她足够的尊重和体贴 她透亮的毛子 带着一双感动 嗯 我知道了 谢谢老公 两个小时的路程 在临近午时 他们回到了新海局的家里 因为每天刘妈都准时过来打扫卫生 虽然一个星期没住人了 但家里依然是一尘不染 沈志一摊靠在客厅的沙发上 舒服得伸了得懒腰 老公 一会我们去外面吃中午饭吧 这么累 她不想动了 更不想让她劳累 伤时续将两人的行李箱 放回卧房后 坐到她身旁 伸手 将人搂入怀中 嗯 休息一会 带你去云烟阁用餐 自从知道那家饭店 是她和肖叶明 两人的产业后 沈志一内心感慨颇多 即使她不是西州首富的儿子 依照商时续自己的能力 依然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 这一辈子 她是快马加鞭也赶不上了 半个小时后 两人手牵着手 一起出现在了云烟阁 刚迈入大厅时 经理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恭敬道 商总 肖二少和唐小姐 以及继少也在 闻言 商时续眉头挑了挑 有些意外 随后淡淡地回了句 嗯 知道了 话落 她侧脸看向身旁的小妻子 温生问 要不要和他们一起用午餐 经理口中的肖二少和继少 沈志一当然知道是谁 但这个唐小姐 她就不知道是谁了 好似看出她的疑惑 商时续低声解释道 唐若曦 什么 唐 唐若曦 不就是那个传说中 她的小青梅吗 沈志一被她牵走的那只小手 不经意地握紧了几分 紧紧咬住下唇瓣 她抬眸对上她漆黑如墨的眸子 轻点了下头 嗯 去见见 既然都是和她老公一起长大的兄弟青梅 她也理所应该去打个招呼 商时续瞥了一眼睛里 简单地吩咐了一下后 就转身带着沈志一 去了他们几人的专属被 VIP包间 两夫妻的突然出现 让包间内的其他三人 露出一抹惊讶的表情 季浩川 我去 老旭你 终于舍得回来了 还以为你要醉死在温柔乡里了呢 同时又在心里暗暗地吐槽 小气鬼 去游玩也不带上她 萧叶明 还以为你要躲在家里 养精蓄锐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来溜达了 她笑得一脸深意 唐若曦 石续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也是昨天从他们口中才得知 伤时续是带着新婚妻子 不惊异地落到一旁的沈志义的身上 第一眼她就被这个眼神干净 五官精致漂亮的女孩给惊艳到了 难怪 她这个清心寡欲的竹马慧 动了繁星 收回打量的视线 唐若曦面上挂着温婉的笑容 这位就是你的新婚妻子吧 伤时续神色如常地点了点头 对 我妻子 沈志义 随后她给两人做了一番介绍 这莫名和谐的一幕 落在萧叶明和记号川眼里 有种特别的诡异感 别人不知道内情 可他们两人却一清二楚 唐若曦从小就暗恋伤时续 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入魔的程度 不然也不会在表白和现身被拒后 羞愤地跑去国外待这么多年 小娇妻 VS青梅 这简直堪称年度大戏啊 记号川拿出手机 偷偷地发聊天信息 对面的萧叶明 见手机信息 铃声响了下 垂眸划开 记号川 老肖 你说这是什么情况 明知道唐若曦对她的心思 她还把小嫂子给带来了 不怕一会后院起火 萧叶明 她既然敢带来 就说明 她已经准备好了灭火器 或者是压根就不给起火的机会 记号川 我谁都不服 就扶咱旭哥 不声不响地闪婚了 又不声不响地找到真爱了 萧叶明 看着点 感觉气氛不对 就赶紧地出来兜着 记号川 为何是我 你怎么不逗 萧叶明 因为你裤都大 记号川 屁 你怎么不说我好欺负呢 沈志义看了一眼 对面一直低着头 看手机的两兄弟 总感觉他们表情有些奇怪 但又具体说不出来 哪里怪 沈志义放在桌子下的手倾 扯了下身旁的伤食序 轻喊了声 叙叙 虽然 他已经压低声了 对面的其他三人 还是听到了这个称呼 记号川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 忍不住调侃道 我去 你两口子 今天是来杀狗的吗 这么腻歪的称呼 哎呀 他鸡皮疙瘩都快掉了一垫 萧叶明狭长的眉眼 净险细血 老旭 你啥时候 走可爱清明风了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小嫂子在喊儿子呢 放眼整个西周 也就沈志义敢这么喊他了 唐若曦瞪大的瞳孔慢慢回收 他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 伤食序竟然这么纵容 他的闪婚妻子 而且 唐若曦也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个他暗恋了十几年的男人 眼中终于多了一份温柔 但不是因为他 他脸去心中的失落 面上重新挂着一丝清浅的笑容 端起面前的酒杯 食序 恭喜你找到自己的幸福 都说强求的瓜不甜 爱情是强求不来的 他彻底的死心放下了 伤食序波澜不惊地 端起面前的酒杯 跟他亲碰了一下 谢谢 他一只手端着酒杯 另外一只手 还牵着自家娇妻的手 这份溺爱和荣宠 是谁也比不了的 同为女人的沈志义 自然能看得出来 这女人看来 老公的眼神有些不同 不得不在心里感叹 又是一个被他家老公 外表给迷惑的女人 萧叶明放在桌子下的脚 轻踢了下旁边只顾着吃的二货 冷不丁地被踢了一脚的记号穿 先愣了会儿 这才反应过来 抬头看向唐若曦 这次回国有什么打算 他但笑回 在国外漂泊了这么多年 有些想家了 所以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 父母年龄都渐渐大了 他也该在面前 好好地静静笑了 萧叶明 那边工作上的事 都已经处理好了 唐若曦 嗯 我把事务所的股份 全部转给了我朋友 他是一名律师 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国外 和朋友一起 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记号穿 凭若曦姐的学历和能力 要想找份工作 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萧叶明 确实 商时序谋色清明 顿了顿扬声道 上来法务部 还有一个空缺 有没有兴趣过去试试 唐若曦闽纯思考了 委婉地拒绝了她的邀请 谢谢你的好意 我暂时想休息一段时间 不考虑上班的事 商时序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这顿午餐吃了近两个小时 才结束 沈志义想回趟工作室 顺便给他们送几份下午茶 没想到刚下车 入眼的便是 MY工作室大门被泼的 到处都是红漆 他心中猛然生出一丝 不好的预感 赶紧小跑了起来 推开玻璃大门 刚好看见助理小苏 他急切地询问 这怎么回事 小苏满脸心血 芝芝姐 你回来了 沈志义无心跟他闲聊 急切地问 这尤其是怎么回事 小苏一张稚嫩的脸 气愤得不行 谁知道 是哪个缺德的混蛋干的 叶师姐已经报案了 沈志义惊诧不已 他们一向都与人和和气气的 即使是同行竞争 他们也从来没有在暗地里 搞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 他在心里暗自分析着 被同行恶意报复 可能性不大 沈志义表情有些凝重 那他们怎么说 小苏 查了一上午的监控 目标锁定在几个流氓混混身上 叶师姐刚被传过去了解情况 沈志义好看的眉眼轻拧了下 原本想拿出手机 给师姐打个电话的 想了想又作罢了 他抬头看向小苏 先找人把外面这些油漆给处理一下 不然多影响形象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工作室欠了谁的钱不还呢 小苏 知知姐 已经打过电话了 他们一会就到 两人边说边进了工作室 叶初彤回来时 已经差不多快到了下班点 见到沈志义 他还有些惊讶 温和地笑着问 难得出去一趟 怎么不多玩两天 沈志义见师姐神色如常 他心里紧动的那根琴弦 才稍稍放松了些 他浅笑着打趣道 都玩了一个星期了 再玩下去人都要摊废了 主要是被某人天天压榨 还不如回来上班呢 顿了顿 问起了正事 对了 派出所那边有结论了吗 叶初彤温暖的面上 带着一丝沉重 轻叹了口气 那些小混混一口咬定 是泼着玩的 问不到什么 有用的线索 只能自认倒霉呗 索性没有什么 实质上的经济损失 只是工作室的几人 确实受了一些惊吓 叶初彤抬头 温和地说道 小苏 小周 让你们受惊了 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吧 嗯 谢谢师姐 谢谢师姐 小周和小苏年龄要小一些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他们早上来上班 老远就看见 工作室门外 到处都是血淋淋的 确实吓得够呛 还以为出了什么命案了呢 走近一看 才发现是油漆 记得当时小苏 都快吓哭了 双腿都在打颤 他此时想想都一阵后怕 收拾好东西后 冲两人摆了摆手 两位师姐再见 嗯 再见 快回去吧 再见 沈志毅笑着回应 如今工作室大厅内 只剩下两姐妹 沈志毅眉头紧锁 思虑了片刻后 他开口 师姐 要不我们也装个监控吧 叶初同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行 我明天就打电话 让人来装 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 防备一点 总归是没坏处的 就在两人准备起身 下班回家时 工作室的大门 猛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走进来一男一女 叶初同眉头紧皱 脸色明显有些不悦 秦先生来我这工作室 有何贵干 来人正是秦一航 和许安诺 见到这对大摇大摆 走进来的狗男女 沈志毅火气 蹭蹭地往上冒 谁让你们进来的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竟然带着小三 大摇大摆的 来示威来了 秦一航薄琴的唇瓣微掀起 这不是听说 前女友受了惊吓 特来关心一下吗 叶初同握住 车钥匙的手指关节 不自觉地紧了几分 他没想到 这男人品质这么恶劣 当初真是瞎了狗眼 跟他谈了两年的恋爱 现在想想都放恶心 他抬眸冷冷地 看着两人 秦先生身为一个男人 度量还不如一只小鸡 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一旁的沈志毅 差点没憋出内伤来 没想到师姐 骂起人来 竟然这么可爱 秦一航听到他这话 气得一脸泛黑 没想到一向温顺的女人 竟然还有这么 伶牙俐齿的一面 面上带着一丝愤怒 叶初同 你在我面前少装清高 跟我谈了两年的恋爱 连碰都不让我碰 是不是还想攀个有钱呢 那天在咖啡厅门口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那男人衣着不凡 气质出挑 一看就不像是普通人 而且 男人看男人最准 那男人看叶初同的眼神 可不比寻常 他不相信 两人没有什么猫腻 说不定就是因为 偷偷攀上了高枝 才甩的他 叶初同真的要被他 这话给气笑了 眼神冰冷地扫去 贼喊捉贼 说的应该就是你这种人 沈志毅视线 落到秦一行身旁的 许安诺身上 挑了挑眉头 许小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次在酒会的小公园里 和他调情的那个女人 就是你吧 不等两人有所反应 他继续伸疤 还有 在电影院和这位 秦先生热闻的女人 也是你吧 怕两人不承认 他赶紧拿出手机 轻将那天拍下的照片 翻找了出来 看看 这是不是你们两个 他将手机反过来 对着两人晃了晃 秦一行一脸惊讶 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叶初同此时感觉好像 喉咙里含了一只苍蝇 恶心无比 他从来没有这样 不顾形象地骂人 今天也真是气急了 滚 别脏了我的地方 一直没说话的许安诺 忍不住开枪辩解 叶小姐 这是可真怨不得行歌 如果你能牢牢地抓住 他的心 迷得他神魂颠倒的 在C上 又能把他伺候得舒服 他还要那份闲心 去找我吗 沈志毅 这是什么奇葩三观 叶初同 难怪这女人 能成为一个狐狸精 因为她具备这样的钳制 秦一行一脸得意地 将许安诺拥入在怀中 故意在她耳边 暧昧地低语道 我的心肝宝贝 真是爱死你了 晚上一定加倍奖励 许安诺害羞地 在她胸膛上轻垂了下 声音嗲得 能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讨厌 你好坏哦 看着这对 没来眼去的狗男女 沈志毅觉得 午餐都要吐出来了 板着脸 美好气地冲两人提醒道 二位再不走 我可就要关门放狗了 秦一行 哼 走着瞧 他话刚落音 背后猛然传出 一道低沉的嗓音 好大的口气 文言 几人同时抬眸 转头 就见一身休闲装的伤食序 不知何时走了进来 在看到秦一行 和许安诺两人时 他眉头皱了下 迈着笔直的大长腿 直径地走到老婆身旁 揉声问 受欺负了 嘿嘿 老公来撑场子了 沈志毅信磨弯了弯 下意识地摇头 不是我 是师姐 在看清他长相时 秦一行和许安诺两人 好像一副见鬼了似的 脸上的表情 可谓是精彩 由于心理作用 秦一行瞬间觉得脸颊生疼 腿脚都开始在打哆嗦 你你你 怎么会是你 许安诺更是下得赶紧躲到 秦一行的身后 唯唯诺诺地开口 不 不关我的事 我就是来打酱油的 一旁的沈志毅 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状况 貌似乎这他们之间 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 伤食序冷冷地瞥了两人一眼 眉眼间净显厌恶 低沉的嗓音中 不带一丝温度 上次警告的话没记住 秦一行此时在心里 有种骂娘的冲动 谁能告诉他 这可怕的男人 为什么会和他们认识 不过现在 也不是深究这些的时候 如今之际逃命要紧 见两人抖得好像一对小安纯 伤食序不耐烦地 从喉咙里溢出一个单音 滚 他嗓门气势如虹 带着强悍的威压 仿佛能震破人的耳末 秦一行赶紧拉着许安诺 点头哈腰地赶紧道歉 对不起大哥 我这就滚 看到两人落荒而逃的背影 夜出同既好笑又好气 欺软怕硬的货色 刚刚欺负他们 两个女人的时候 也不见得这副模样 他抬头看向伤食序 诧异地问 伤总之前认识他们 见那两人的表情和反应 恐怕不只是认识 估计还得罪过伤食序 沈志义也是十分疑惑 那俩人见到他家老公 就好像老鼠见猫似的 好像很可怕的样子 伤食序并没有隐瞒 他目光看向身旁的妻子 上次吱吱被追尾 就是因为那俩人 所以我打了他一顿 为什么他这个当事人都不知道 要是一早知道 是秦一行那渣男 他也上去揍一顿了 虐渣绝对不能手软 一旁的叶初彤猛然一正 他没想到那个时候 两人就已经滚到一起了 两久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好似自我嘲讽地呢喃了剧 难怪那天 他脸上的伤那么奇怪 原来是因为和别的女人偷情 而造成了追尾现场 到底是他对秦一行太放心 还是他那个时候演技太好 叶初彤此时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回过神后 他说 商总 你带师妹先回去吧 我还有点收尾的工作 没做完 商时序点了点头 随后不紧不慢地开口 都是自己人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不必客气 叶初彤勾唇 轻轻扯出一抹浅笑 谢谢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绝对不会跟商总客气的 沈志毅有些担心他的情绪 想说点什么 可又不知怎样安慰 最后温吞地说了句道别的话 那师姐明天见 嗯 明天见 叶初彤勉强地挤出一抹笑容 让自己尽量地看上去很正常 因为不想在师妹面前 展露自己脆弱的一面 在MY工作室这个大家庭里 她就像大姐姐一样 照顾着这几个小师妹 她不想让他们担心 这大概也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和性格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疼爱依靠 而她没有 只有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让奶奶放心 她习惯了独立坚强 可是再怎么坚强 她也是一个女孩子 她也想被疼爱 被呵护 沈志毅坐入车里后 想了想 还是有些不放心 她拿出手机 准备给师姐发条短信 刚编辑两个字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侧过脸看向驾驶位 老公 你手机给我用一下 伤时序腾出一只手 将揣在裤兜里的手机掏出来 毫无顾忌地 直接放在了她手里 还顺便 报了串屏锁密码 沈志毅刚准备输入她报的密码 手指陡然顿了下 侧着脸 性谋眨了眨 一步小心 发现了你什么秘密吗 伤时序用眼角的余光 斜腻了她一眼 眸底倾着笑意 宝宝顺便查 你老公身正不怕影子嫌 她就是说笑的 哪里会真的去查看她的手机 再说了 如果两夫妻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往后的余生里 还怎么一起生活 她笑了笑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用你的手机 给傅锦琛发条短信 原本她想给师姐发短信提醒 路上开车小心点 但想了想 她又改变了主意 伤时序眉头挑了挑 漫不经心地问了句 宝宝想撮合他们 没想到她的小妻子 竟然还有给人牵线搭桥的爱好 沈志毅眸光从手机上移开 抿了抿唇半 也不是特意 就是觉得他们 这样错过了 有点可惜 想小小地助推一把 和秦一行相比 傅锦琛简直能甩那渣男几条街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就是再怎么希望 盼望 也要两个当事人 有这个想法才行 很快 沈志毅利用自家老公的微信 编辑好了一条短信发出去 沈志毅 师姐今天心情不好 还在工作室里忙 晚饭也还没吃 他短信刚发过去 瞬间就秒回 傅锦琛 你是弟妹 沈志毅 嗯 机会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得住 就看你自己了 沈志毅觉得 他能做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 两个人能不能破镜重圆 就看他们自己的缘分了 傅锦琛 谢谢 同样的错误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我一定会再次把他追回来 沈志毅看了他这条短信后 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他自己拥有了幸福 当然也希望身边的人 同样也能够拥有 两人再回新海剧的路上 去了趟超市 商时旭推着购物车 跟在小妻子身旁 目光温柔着 跟随着他移动 沈志毅在零食区 拿了几大包薯片和辣条 笑眼弯弯地 在老公面前晃了晃 叙叙 你要不要来几包啊 他知道 商时旭不喜欢吃零食 这些都是 买给他和闺蜜 目你两人的 商时旭先皱了皱眉 后又无奈地探出一口气 我不吃这个 这些对身体没益处 你也少吃点 他也知道 要是完全杜绝不让他吃 那也不可能 只能要求他 尽量少吃点 沈志毅投点的 跟小鸡啄蜜似的 嗯嗯 知道了 下次一定少买点 这次先吃了再说 见他这可爱模样 商时旭在心里 不禁哑然失笑 忍不住抬手 在他柔嫩的脸颊上捏了下 行吧 这两天就让你和闺蜜两人 好好地放飞一下 我去紫禁园住几天 他闺蜜过来 他一个大男人留下 肯定不方便的 沈志毅好看的眉眼 完成了一道月眼 欣喜地抱着他的手臂 老公 你真好 商时旭看他的眼神 那是满满的都是宠妮 俯身在他耳旁轻语了句 别忘记了十天之约 沈志毅 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两人手里提了 几大袋的零食 和今晚要做的晚饭食材 回到了新海居 刚进门 慕妮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沈志毅迅速地接起 喂 妮妮 慕妮 宝 我已经到你们小区门口了 第115章 闺蜜借助沈志毅 好 你等我一下 结束和闺蜜的通话后 他转头对商时旭交代了句 就拿着门禁卡出去了 十分钟后 沈志毅再回来时 身后多了一人和一只行李箱 一踏入客厅 慕妮就被房内的奢华装修 给惊艳到了 忍不住连连咋舌 泽泽 宝啊 你老公可真有钱 瞧瞧 这怎么说 也有三百来个平方吧 能在西州这寸金寸土 最繁华的地段 买下这套房子 身家那肯定不菲 但闺蜜能嫁给这样男人 她也替她高兴 沈志毅笑了笑 还行 其实她想说 这套房子 已经是最低调的一套了 她还没来得及告知闺蜜 伤食序的另外一个身份 看来还得找个时间慢慢地 跟她解释一下 慕妮转了转 待看清厨房里 准备晚餐的人是谁时 金的下巴快掉在了地上 愣了数秒后 她猛地惊呼出声 挖去 饱 厨房里做饭的 是你家老公啊 沈志毅有些哭笑不得 她家老公不就是做个饭吗 用得着这么大惊小乖的 她笑着点头 嗯 她厨艺很好的 今天你有口福了 慕妮笑得一脸灿烂 那太开心了 没想到我 还能蹭吱吱的福 被她这么一惊一炸 正在认真处理着手里 瞎得伤时序 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客厅 温和有礼地 向她汗手打了个招呼 慕小姐请随意 不必拘束 慕妮赶紧收回 因惊讶而张成O型的双唇 嗨 商总 你好 这两天打扰了 商时序目光 落到旁边的小妻子上 温和的开口 不算打扰 刚好你过来可以陪陪她 慕妮被她自己老婆的 温柔体贴给膜拜了 苍天啊 大地啊 怎么不给她 也赐一个这样的男人啊 呜 她来错地方了 这里根本就是狗粮制造基地 这下要被撑死了 很快 客厅的餐桌上 摆上了四菜一汤 菜式精致 荤素搭配得很完美 慕妮吃得那是一脸满足 摸了摸圆鼓鼓的肚子 身子向一旁的沈志义那边倾斜了些 悄悄地贴着她耳畔 清语道 宝 你家老公到底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不单只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还宠老婆 身为一个吃货和美食达人 她真心赞扬伤时序的厨艺 真的堪称大厨级别的 但同为女性 她又是羡慕的 一个男人能为女人做到这个份上 可不单只仅仅是真爱 那一定是很爱很爱 甚至是深爱 沈志义被她的话给逗笑了 故意打拒道 我家老公是自学成才的 慕妮 她就不该问 晚饭过后 伤时序准备起身收拾碗筷 但被自家老婆给拦下了 沈志义笑嘻嘻地看着她说 老公做饭辛苦了 洗碗的活你可不准再跟我抢了 她可不忍心 做饭洗碗都让她一个人干 伤时序无奈地笑了笑 行 厨房留给你 我去书房处理一下工作 沈志义笑着点头 嗯 你去忙你的吧 原本想给她一个吻的 但顾及闺蜜 在她只好作罢 慕妮也想进去一起帮忙 但沈志义不让 我一个人就行 你先去沙发坐一会 慕妮拗不过她 只好乖乖地去了客厅 刚坐下 放在茶几上的手机 屏幕突然亮了下 紧接着传出一道 有信息进来的提醒声 她垂眸看了眼 手机上方的头像 见是某男的 她犹豫了下 不禁在心里泛起了嘀咕 这个男人找她干什么 不会是还想着那件事吧 愣神的片刻后 这才滑开屏幕 点击进去 小老狗 下班没回宿舍 慕妮瞥了眼她发过来的信息 不禁嘴角抽出了下 瞧她这语气 好像男朋友质问女朋友 为什么夜不归宿似的 她俩啥关系啊 凭什么要告诉她 撇了撇嘴角 戳了段文字发过去 慕妮 肖二少家是住在海边的吗 管得可真宽 手机那头的肖叶明 看到这条短信后 在心里吃笑了声 还真是一朵带刺的眼玫瑰 又拉又野 看着紧闭的宿舍大门 她漆黑的眸底 带着让人琢磨不透的深沉和情绪 就在慕妮以为她被自己对得 无言以对的时候 信息声再次响了下 肖老狗 我家是挺宽的 但不住在海边 慕妮嘴角抽了又抽 感觉自己头上 犹如有一万只羊驼奔过 这狗男人 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没看出来 这是在骂她吗 隔着手机屏幕 慕妮都能感觉得到 她本人此时一定笑得很狂傲 咬牙切齿地 给她回了过去 慕妮 本仙女在忙着和帅哥共度晚餐 没时间管你家住呢 这狗男人 是心里变态吗 一天不找她查 心里就能长出一朵蘑菇来吗 回完这条信息后 她就气呼呼地退出了聊天框 此时 沈志宜刚好端了份了水果拼盘出来 见她脸色不对 诧异地问 怎么了 是肚子不舒服吗 刚好这几天 是闺蜜小日子要来的前后几天 下意识地 她以为是这个原因 慕妮轻轻呼出一口气 没 只是被一只狗给气的 沈志宜没有多想 因为闺蜜是一名宠物医生 每天都要跟狗狗打交道 偶尔也会遇到那种脾气不好 又反骨的狗狗 她好笑道 你这怎么还跟一只狗被嗷上了呢 来吃块水果 消消气 慕妮心虚地笑了笑 对 我们不能跟狗一般见识 哼哼 狗男人 就骂你是只狗怎么了 反正你也听不见 沈志宜将遥控器对到了她手里 给 喜欢看什么影片自己找 她自己喜欢追剧 自然知道闺蜜也喜欢 所以才会在超市里 买了那么多的薯片和零食回来 慕妮之前刚踏入客厅时 就注意到了 他们家的这套高级别的家庭影院 她嬉笑着 催促道 行行行 你去陪你老公吧 我自己找 见她脸色恢复如初 沈志宜转身回了厨房 去将另外一盘水果 端到书房去 书房的门并没有关上 沈志宜直接走了进去 寂静的书房内 陡然响起她轻软的嗓音 老公 吃点水果吧 伤食序将视线 从笔记本电脑上移开 某底含着些明显的温情和笑意 语调的尾音 故意拉得长些 想吃别的行吗 水果有什么好吃的 不及某人半分 沈志宜 这人脑袋里 一天到晚都装了什么屎黄料 她将水果拼盘放到书桌旁 直接拿起一颗樱桃 递到她嘴边 吃这个 可以降降火 伤食序垂眸低笑了声 谢谢老婆的体贴 也不知是有意无意 在她含住那颗水润饱满的樱桃时 嘴唇不小心蹭了下沈志宜的手指 湿热的触感 仿佛触电般 蹭得一下她脸颊红了起来 虽然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 却莫名地看起来有些撩人 沈志宜羞红着脸瞪她 你 你故意的 虽是问句 但语气却异常地肯定 而某人却若无其事地反问道 故意什么 她笑得三分荡漾 两分体帅 另外五分全是戏血 好像在豆家里布偶猫肉球似的 沈志宜抿了抿下唇绊 不想理她 准备转身走人 但却不想 手腕被拉住了 她转头 抬眸看她 干嘛 伤食序张了张唇 语调清缓 过来给老公抱抱 接下来几天 都要跟老婆分居 她有点舍不得 也有些不适应 突然 有些后悔 答应放她十天假了 沈志宜对上她 清明漆黑如墨的毛子 毫无抵抗力地 乖乖点了点头 绕过桌面 刚走到她跟前 人就被伤食序 一把抱坐在了腿上 脸颊在她脖梗处蹭了蹭 贴着她耳畔 轻轻呼出一声 宝宝 她温热的呼吸 都如数地扑洒在了她耳边 她用湿热的唇瓣 轻含住她白嫩的耳垂 柔柔地撕抹着 她呼吸顿时 变得有些急促 从喉咙里 溢出一道娇媚的声音 你 你别这样 沈志宜紧紧咬住 自己的下唇瓣 身子不经意地颤了一下 要命 这男人总是能 精准地拿捏住她 专挑她最敏感 脆弱的地方下手 这样 是怎样 她嗓音过分撩人 仿佛一根飘逸的羽毛 在她心肩上轻轻划过 惹得从头顶到脚底都在发麻 沈志宜此时感觉一阵口干舌燥 她鼻尖抵着她脸颊 漆黑的眸子 翘首以盼地在观察着她的反应 沈志宜被她磨得想发疯 挣扎了下 想从她怀里起身 今天穿的是条蓝色长裙 裙摆被掀起了一脚 放在她腰间的大掌 不知何时移了位置 意识到她的意图 她扭头赶紧出声制止 别闹 妮妮还在外面 她暗哑的嗓音 在她耳畔响起 动作却没有想要停止 没闹 想宝宝 给个分别吻 老公今晚就要过子警员那边去了 沈志宜正了下 她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就在她抬头刚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伤时序炙热的吻 已经落了下来 她力道时轻时重 一只手托着她的后脑勺 另一手在背后 好像在去寻找什么 半想 刺拉一声沈志宜惊的睫毛颤了颤 唇齿间一出一道低音 嗯嗯 门 她没想到她这么胆大 书房的门都没关 闺蜜还在客厅里 伤时序用眼角的余光 瞥了一下门的位置 她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稍稍地移开了些 沙哑的嗓音在她耳边荡漾 宝宝要试试高难度地吻 沈志宜得到空闲 赶紧呼吸了下新鲜空气 她成亮的姓眸 带着一丝迷离 双手有些发软的 抓住她腰间两旁的衣衫 下意识地摇头 不要 就这普通的 她都有些受不住 伤时序大掌 在她腰间轻捏了下 她嗓音暗哑撩人 宝宝确定不要 嗯 沈志宜刚想张口再次拒绝 双唇就被她滚烫的唇瓣 再次含住了 从额头到脸颊 再到脖梗 从轻柔到霸道 寂静的书房内 只能听到两人急促的缠绵声 沈志宜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呼吸 又再次被她给搅乱 伤时序带着她转了几圈 两人就移到了门旁边 西装裤下 包裹着那条笔直的大长腿 勾了下门 就被轻轻戴上了 沈志宜显然被她一番骚操作给惊呆了 如蝶一般睫毛 在她面上来回轻扫了下 她是怎么做到的 接吻还能转圈圈 也不知是不是被她转了几圈的原因 此时她觉得头有些晕眩 呼吸渐渐变得很乱 她猛猛地直视着 紧贴着自己的那张放大俊脸 眸中炼咽着一层动人的水光 感觉到她快透不过气来 沈志宇稍稍将唇板移开了些 她指负温柔地在她脸颊上揉了揉 好些了吗 沈志宜嘀嘀嘀地喘了几口气 水雾般的毛子带着一些潮红 她嗓音软绵绵地控诉道 坏蛋就知道骗人 说好给她放十天假的呢 这一天都还没过完 沈志宇眸底含着一丝笑意 嘴角微微牵起 怎么就骗人了 我又没犯规 她笑得有几分慵懒和肆意 语调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沈志宇默了默发现 根本就找不出话来反驳她 气得不想理人 将头扭到一边 她揽在她腰间的手臂 将人往怀里带了下 两张脸突然贴在了一起 望着近在直尺精致的脸庞 她嗓音带着几分聊 宝宝是对刚刚的服务不满意吗 沈志宇 她是那个意思吗 这男人就是故意曲解她话的意思 她羞愤地瞪了她一眼 流氓 不理你了 话落 她双手抵在她胸膛前挣扎了下 想逃开她的禁锢 可沈志宇却不给她个机会 直接将人抵扣在书桌前 沈志宇下意识地双手撑在桌边上 对上她赤红的眸子 她莫名地有些心慌 弱弱地提醒道 你 你别乱来 这里可是书房 沈志宇垂眸 看向近在直尺的小妻子 嘴角勾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书房有什么问题 不等她有所回应 紧接着她又补了句 不同的地点 感觉不一样 老婆要不要试试 沈志宇 这男人 妖精 沈志宇恨地牙痒痒地 很想上去咬她几口 就没见过她这样的 每天欺负她不说 还套路多多 她咬牙切齿地瞪了她一眼 你不要故意曲解 我的意思 她明明知道她想说什么 偏偏故意这么逗她 沈志宇气得小脸通红 伤识续见小娇妻这副表情 在心里暗笑了声 还真可爱 她发现 没事逗逗她 还挺好玩 低头在她额头上落下一吻 嘴角勾着一抹浅笑 宝宝生气了 她仰头对上她细血的毛子 咬着下唇瓣 语气有些奶胸 才没呢 伤识续撩起眼皮浅笑了声 嘴巴觉得都能挂下一头牛了 还说没有 话落 她猛地蹦出一句 语不惊人的话来 要不让宝宝占下便宜 她嗓音带着几丝脾气 但又莫名地撩人 沈志宇 我可真会谢你 到底是要她占便宜 还是被她占便宜 她不想去深想 因为这结果显而易见 但就这么放过她 又有些心不甘 她清亮的眸底 闪过一抹脚霞 一脸真诚地看着她 确定 沈志宇此时宛如一只狡猾的小狐狸 眸底藏着一股坏坏的戏弄 伤识续不动声色的脸下 眼底的笑意 语气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嗯 宝宝想怎么站就怎么站 必要时让老公帮忙也行 最后一句话 她故意托长音说的 暧昧意味再明显不过 闻言 沈志宇在心里 给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就知道 天天给她挖坑 她眉眼弯了弯 嗓音软软的 老公可不要后悔 伤识续俯身靠近了她几分 温热的呼吸 喷洒在她脸颊上 痒痒的 鼻息间萦绕着独属于她的松木清香 淡雅不腻 很好闻 地迷的嗓音缓缓响起 宝宝尽管来 老公躺平当闲鱼 任由你处置 沈志宇性蒙咪了咪 随后 嘴角勾起一抹妩媚嫩人的笑容 她柔软的手指 一抹春色 活脱脱钩人的小妖精 娇嗲了声 老公 这妹到骨子里的嗓音 差点让星云一马上 持续破防 她性感的喉结 不经意地滚动了好几下 眸光深色了几分 低沉的嗓音 夹杂着一丝轻颤 嗯 她柔软无骨的小手 好似轻撩的羽毛 所到之处 皆激起一阵阵的酥麻感 你声音好像有些抖 她漂亮的性眸眨了眨 没有半点虚心 手指由原来的绕弄轻晃 此时变成了画圈圈 而且还是在某个点附近 不轻不重地画着 她眼神就那么直勾勾地 注视着她的反应 伤时续忍着全身躁动的英子 垂眸盯着她半上 神色忽暗忽明 让人猜测不透 随后伸手制止住了她的手腕 凸起的喉结滚动了下 乖 这里不能玩 此时她算是看出来了 小娇妻如今已经升级成小狐狸了 仗着那十天之约 故意在她身上乱点火的折磨 沈志毅就这么直勾勾地和她对视 阴红色的唇绊 一张一盒的无比撩人 不能玩吗 那换个地方 脸颊 下巴 说话间她手指已经越过锁骨 移到了她脖梗上 白皙嫩滑的手指 好像身姿妖娆的美人 扭动着柔软的腰肢 最后缠绕在了她凸起的喉结上 伤时续手背上的青筋 根根抱起 她在极力地压制着自己 某底那团熊熊火焰 炙热地烤着她 偏偏某人有恃无恐 还要火上浇油 清明的某底 好似藏了个钩子似的 无声无息地散发着 勾人心弦魅惑 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淡然勾唇 这个好玩吗 伤时续 这小狐狸 是准备烧死她吗 不等她有所回应 接着就听她胶软的嗓音 再次响起 能咬一口吗 伤时续 这小妖精 要她命 见她僵硬着 沈志毅直接趁机 将唇绊贴了上去 她很早的时候 就想这么做了 今天终于逮到机会了 要说男人最性感的地方 在她心里 非猴杰莫属 她每次看到时 都有一种咬一咬的冲动 伤时续 这丫头专挑 她最脆弱的地方下手 猴杰是她最敏感的 她呼吸带着几分急促 压抑隐忍着 嗓音如常 就这么喜欢 沈志毅轻咬了口 趴在她身上 仰头用温热的指腹 在她猴杰凸显处 轻轻地妈撒了下 她笑得妩媚动人 嗯 喜欢 很喜欢 伤时续平复了下呼吸后 垂头看着她 低笑了声 宝宝这是在惩罚老公吗 聊得她一身火 还得忍着 这不是惩罚是什么 沈志毅嘴角扬起 好看的弧度 冲她俏皮的一笑 你猜 就是故意的 怎么样 嘿嘿 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 伤时续俯身在她耳垂上 轻咬了口 唇半贴着她的脸颊 逆宠又纵容地低笑了声 小坏蛋 她话刚落音 放在书桌上的手机铃声 就响了起来 她侧头瞥了眼来电显示 谋底瞬间冷了几分 有点不太想要搭理 可某人就好像跟她杠上了似的 不接听就继续打 直到铃声响了第三遍 沈志毅忍不住提醒道 怎么不接啊 伤时续此时 眉头皱成了个穿字 有些反感着吵人的铃声 对上她清澈眼眸 心头的那抹烦躁 稍稍平复了些 温声道 无关紧要的人不响理 听她这语气 沈志毅猜测了的大概 她伸手抱住她的脖梗 眸光深情换了她声 絮絮 她嗓音软糯 又不显黏腻 清透又干净 伤时续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些伤痛 仿佛得到了灵丹妙药 顿时被治愈了 搂住她腰支的手臂 不经意地紧了紧 将脸颊埋在她脖梗处 感受着来自她身上的温暖 两久后 她贴着她耳畔滴滴地开口 怎么了 她勾唇浅笑 侧脸在她耳边轻语道 我爱你 很爱很爱 比她想象中的都要爱 伤时续心肩猛的 好像被触电了般 放在她腰间的手 不经意地颤了下 接着她低沉的嗓音 柔柔地响起 叙叙也爱吱吱 就在两人你浓我浓时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伤时续掀了掀上眼皮 见号码还是刚刚那个 她眼眸冷了几分 沈志毅从她怀里抬起头 忍不住向桌子上的手机屏幕望了眼 数秒后她温声道 要不还是接一下吧 万一真有什么事呢 伤时续对她清澈的眸子 周身的戾气 瞬间消散了大半 温柔地抬手揉了揉她的发顶 别怕 她阻止不了我人生中的任何选择 也没那个资格 包括事业 爱情 从她嫌弃厌恶地抛弃她的那天开始 她就失去了 沈志毅嘴角微微 扬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坚定地点头 嗯 我知道 她当然相信她 正是她给自己的这份信心和安全感 所以那天 她才敢和方默语反击 给了小妻子足够的安全感后 伤时续这才不情不愿地接起电话 她嗓音淡漠 什么事 电话一接通 里面就传出女人不满的质问声 时续 难道你真的不准备认我这个妈了吗 电话那头的方默语 显然是被气到了 她没想到 自己的亲生儿子 竟然不愿意接她电话 面对她的控诉 伤时续不懈地吃笑一声 方女士是记性不好 还是幻想着我耳朵有问题 二十年前 你就亲口告诉我 你方默语 就当从来没有生过我这个儿子 请客间 那头顿时沉默了 伤时续嘴角擒着嘲讽的冷笑 眸色暗沉 当初走得那么决绝 现在又装着一副母子情声 她实属理解不了 各自安好 互不打扰 这样不好吗 沉默了片刻后 电话里传来方默语无奈又痛楚的嗓音 时续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不该把对伤三摇的恨 都发泄在你的身上 妈知道错了 手机听筒里传来一阵哽咽声 电话这头的伤时续 对她这句迟来的悔意和道歉 并没有多大的感触 她只是冷冷地低笑了声 方女士的道歉 我伤时续接受不起 也不需要了 小时候 别人总是骂她 是爹不疼娘 不爱的野孩子 因为伤父婚后的不忠 导致伤母怀恨在心 经常夜不归宿 还将所有的怨气 都撒在了儿子身上 渐渐地 伤时续就成了两人对战的出气筒 不是打就是骂 还常常被关在大门外 所以 不管在学校受多大的委屈 她从来不敢回来 跟父母透露一个字 因为她怕被他们嫌弃讨厌 很怕真的被他们赶出家门 再也不要她了 谁知这份担心 终于在她八岁那年 梦想成真了 话落 她直接挂了电话 不愿再跟她多说一句 顺手还将这串号码 给拉入了黑名单 沈志义心疼地环抱住她 脸颊贴着她的胸膛 她真的好心疼她 抬眸定定地看着她 一字一句地道 叙叙 你还有我 还有爷爷 我们都很爱很爱你 所以 你不是一个人 也不会再被抛弃 伤时序垂眸 看着趴在她怀里的小娇妻 眸底一片柔软 温柔地揉了揉她的发顶 低头亲吻了下她的额头 对不起 吓到你了 刚刚她忘记 收敛了些身上的戾气 不知有没有给她留下一些不好的想法 沈志义冲她露出一抹浅笑 嗓音娇软 没有 怎样的你我都喜欢 阴着闺蜜就在外面 不敢在书房里再磨蹭下去 从她怀里起开 她抬手给她理了李衬衫的衣领 抬头和她对望着 不打扰你工作了 我先出去了 伤时序垂眸在她眉眼处闻了闻 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开 嗯 去吧 沈志义从书房出来后 就见慕妮一脸兴奋地向她招手 保 严峰那死龟毛 竟然喊我们去唱K 那家伙自从进了医院实习后 半个月能见上一面 都实属难得 约她出来吃顿饭 简直比登天还难 更不要说是出去玩了 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最主要还是 因为她太抠门 怕花钱 今天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吗 竟然约她们去唱K 慕妮简直有点不可置信 那铁公鸡 竟然也能拔出毛来了 沈志义也是一副惊讶的表情 顿了顿 她不会是有什么事 让我们帮忙吧 也不怪她会这么想 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宋延峰那小子抠门得很 请吃吃烤串 喝喝奶茶还行 像酒吧和KTV那种烧糕点的消费的地方 向来都是她们两个女性买单 今天实属是罕见了 慕妮从沙发上起身 冲闺蜜俏皮地说道 管她呢 好不容易有次宰她的机会 可不能就这么浪费了 沈志义忍不住低笑了声 行 听你的 刚处理完工作 走出书房的伤食序 被两人的嬉笑声给吸引了过去 静止地走到老婆身旁坐下 温生问 什么是这么开心 沈志义面上的笑容 还没有完全消退 好看的眉眼弯了弯 严峰请我们去唱K呢 老公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 她都还没有听过她唱歌 莫名地期待着 这么好听的声音 唱起歌来会是怎样 伤食序七飞的眸子闪烁了下 随后抬手揉了揉 她的发顶温生道 我就不去了 一会给肉球洗个澡 她没好意思说实话 自己五音不全 人家唱歌要钱 她唱歌能要命 还是不出去献丑了 免得 她在小妻子心里的形象 大减折扣 被拿着挡箭牌的猛猫气的 翻了个大白眼 在慕妮怀里 喵喵了两声蹭了蹭 一脸的满足 香 还是美女香 臭男人 只有汗臭味 她要把这几个月来所亏欠的 全部蹭回来 嘿嘿 不准她靠近女主人 她就在这小美人怀里狗个狗 沈志毅以为她是怕去了 会让发小和闺蜜两人拘束 对她的体贴和细心 很是感动 慕妮看着一只窝在她怀里 乖巧年人的不偶猫 一颗心都快被她萌化了 宝 你家这猫在哪买的 这么可爱 她话刚落音 伤时序就接了过来 是挺可爱的 这猫不单只乖巧 还省心省事 慕小姐要不要试着痒痒看 沈志毅 听这语气 怎么有点迫不及待的 想给自家猫送走呢 肉球 大坏蛋 夜幕低垂 城市的街道上 万家灯火点亮着繁华和忙碌 叶初彤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 看了很久的夜景 直到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屏幕 突然亮起 才打断她远飘的思绪 转身走到桌前 拿起手机看了下 芝芝小师妹 师姐 忙完了吗 要不要出来跟我们一起唱K 见识沈志毅的信息 夜初彤嘴角露出一抹温暖的笑意 要说这世上 还有什么是值得让她庆幸的 便是在大学里 认识了沈志毅这个小师妹 师姐 准备下班了 你们玩 过两天准备搬家 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想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夜初彤心底的那抹孤寂和伤感 瞬间消散了不少 芝芝小师妹 需要帮忙吗 我和妮妮有的是力气 师姐 你可千万别客气 师姐 就两个行李箱和三个纸箱 我一个人就搞定了 夜初彤这些年省吃俭用的 并没有给自己 值搬太多的物品 所以搬家时很方便 芝芝小师妹 师姐 不适合的感情丢掉了一点也不可惜 适合的就牢牢抓住 别错过 适合的 牢牢抓住 夜初彤盯着手机屏幕愣了数秒 她知道师妹话中的意思 但经过两次伤痛后 她已经对感情麻木了 可以说是 不再抱以任何奢求 余生她要跟工作和姐妹为伴 感情不想再碰 太伤人 夜初彤给她回了个微笑的表情包 退出和师妹的聊天信息框 她拿起钥匙和包包 转身出了办公室 刚迈出工作室的大门 夜初彤的脚步 墨地定住 抬眸望去 对面昏黄的路灯下 站着一位熟悉的身影 她一身剪裁得当的西装 将娇好的身材 勾勒得健硕挺拔 温润儒雅的五官 在灯光下尤为温和 夜初彤想到 那个突然送上门来的外卖 顿时有了答案 要说之前还有几分猜测 此时她已经完成肯定 因为在这个世上 除了奶奶和傅景琛之外 再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她其实是不吃葱姜的 不是因为她挑剔 也不是因为她矫情 纯属是基因遗传的关系 这么多年来 在外面吃饭 她从来没有向外人提起过 而今晚那份特殊的外卖 竟然一个葱花和姜丝都没有 夜初彤心间 顿时生出一股异样 她为什么还要对她这么好 明明他们早已经结束了 傅景琛在昏暗的灯光下 一步走到了她面前 忙完了 嗯 沉默了片刻后 夜初彤率先打破了这种僵局 她抬眸平静地 对上她的视线 谢谢你的外卖 傅景琛没有否定 面无波澜 平静地开口 弟妹说你还没吃饭 我就顺手帮你点了份 夜初彤正了下 在心里无奈地笑了声 原来是师妹谢的蜜 她就说嘛 她怎么会知道 她还没有吃晚饭 要不要出去逛逛 她语气自然 沉默了一会后 夜初彤温吞地出声问了句 去哪 她此时心情一团乱 出去走走 或许能缓解些 所以她答应了 先卖个关子 一会到了 你就知道了 她眉眼间 带着少许的神秘 夜初彤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终究没有问出口 跟着她一起坐进了她车里 二十几分钟后 眼前闪过的一幕幕 熟悉的建筑和街道 夜初彤才明白 她要去的地方 她惊恶地侧头看了她一眼 试探地问 你要去西大夜市街 没错 他们所在的位置 正是西州大学的后门 时隔多年 再次回到这里 夜初彤既激动又酸楚 夜市街没有什么变化 可人和心境已经不同了 曾经这条小吃夜市街 是她和傅景琛 两人最喜欢逛的地方 这条街 承载了西大多少人 大学生涯里难忘的过往 傅景琛将车子停稳后 扭头看向她 嗯 下车吧 两人下了车后 步行走到对面 夜初彤看着熟悉的景物和店面 有种光阴穿梭 恍惚间 两人又回到了大学时期 她颇为感慨地说 几年了 没想到这里一点也没变 傅景琛抬眸扫视了眼 回应她 对 还是原来的样子 两人的缘分 也是这里开始的 她记得尤为清晰 那是在大义新生报道那天 夜初彤为了给奶奶减轻一些经济负担 省吃俭用的 没舍得在学校饭堂用餐 人生地不熟的一个人 摸索到了学校后门这条街上 她找了好久 才找到一家包子铺 买了三个包子当午餐 正当她喜滋滋地提着包子往回走 在路口拐弯时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 因为惯性 差点摔了一跤 三个包子 如仙女散花般 洒落在地上 夜初彤被一只修长的手臂 稳住了站立不稳的身体 虽然没有摔倒在地 可她的午餐却没了 心疼不已的她 那天的态度也是不好 一脸无措的傅景琛 将人扶稳后 连说了几声对不起 并且想要赔偿她的包子 夜初彤很是烦恼地拒绝了 原以为两人 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没想到 在新生代表发言会上 两人作为优秀生同台 再次相遇了 见她视线 落在前面拐弯处的那个路口上 傅景琛想到了什么 她眸色暗了暗 不动声色地和她拉近了些距离 如沐浴春风般的嗓音 在夜初彤的头顶上方响起 彤彤 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既然老天给了他们这样的缘分 她不想再错过 夜初彤脑海中 如同炸开了一朵烟花 震惊不已 有惊讶 有不解 她竟然想要跟她重新开始 稍稍平复了下呼吸后 她一脸复杂地看着她 语气认真执着 为什么 是真的放不下 还是在可怜她 如果是后者 大可不必 迎上她探究的眸子 傅锦琛没有任何的躲闪 一字一句郑重有声 因为放不下 事实上 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放下过她 即使是两人当年迫不得已地分了手 她依然没有减少半分对她的爱意 隐藏在眼底深处的 那么浓浓的深情 不经意间泄露了出来 夜初同心呼的一咎 眸光有片刻的尸神 在心里反复地呢喃着 放不下 放不下吗 既然放不下 当初为何又要提分手呢 她呼得抬眸 仰起嘴角 傅先生把我当成什么了 想分手就分手 想复合就复合 她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和质疑 显然那段感情带给了她无法磨灭的痛 傅锦琛沉默了会 眸底隐隐地闪烁着一抹伤痛 那日的情景 仿佛电影回放般 立刻涌入了她的脑海中 和往常一样 趁着午休时 她提着在学校食堂打来的粥 去医院看望重病在身的母亲 可刚到门口 就听见病房内有道陌生男子的声音 就在她疑惑地想推门 进去的时候就听到 阿姨 你们家什么情况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你儿子天天忙着兼职赚钱给你看病 穷得叮当响 拿什么给人家女孩幸福 不等父母开口说什么 男生接着又说 你说初同跟着他不是遭罪吗 再说 他本身家庭条件就不好吃不好 穿不好 已经够可怜的了 如今又跟你儿子走在一起 这不是穷上加穷吗 我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的是钱 我也是真心爱初同的 阿姨 你好好地劝劝你儿子 让他放手吧 一字一句 仿佛是带刺的针 深深地扎在了门外的傅景琛心口上 让他痛不欲生 他一个靠打工和讲学金过日子的穷学生 有什么资格去爱 所以第二天 傅景琛就给叶初同 发了条分手短信 没过多久 学校里张贴出了 去国外做交换生的名单 他的名字赫然在脸 当时他清晰地记得 叶初同看他的表情 和今天的一模一样 如果时光能倒流 他当初绝对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傅景琛温润的嗓音 带着满满的懊悔 童童 对不起 我自以为那样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 毕竟我们家那个时候 真的很穷 叶初同眼眶微微泛红 没想到 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分手之前 你为什么不来问问我的意愿 他真的很气 突然地被分手 一声不响的 他人就去了国外 傅景琛沉默了 他要怎么说 说他不够自信 怕他以后会后悔 和他在一起 还是说自己吃醋 生气 那么多人追他 他默了默开口 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给你幸福了 所以童童 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叶初同抿了名嘴唇 斩钉截铁地拒绝道 可我不愿意了 他已经伤痕累累 千疮百孔了 傅景琛神色微正了下 没想到被他拒绝得这么干脆 他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地 重新阻止了下语言 定定地看着他 我可以等 等到你愿意为止 他这辈子只认定他 闻言 叶初同抿了抿下唇绊 没有给他任何回应 华灯出上 西周梦幻 KTV二楼包厢内 宋元峰将的想法说出来后 对面的两位青梅 均露出了目瞪口呆的表情 慕妮回神后 将瞪大的眸子 慢慢缩回 开口就是一顿队 你小子 人不大 野心倒是不小 还想做我们的姐夫 一秒都没耽误 又接着队 你也不拿个镜子照照 毛都还没长齐 就想包大姐姐 你hold得住吗 他和沈志毅两人 一直将叶初同 当作亲姐姐一样相处 这二货竟然说要追求叶初同 可不就是想做他们的姐夫吗 沈志毅收起错愕的表情 也是满脸的不赞同 温声地劝道 严峰 你和师姐根本就不合适 先不说两人性格差异太大 就依照他对师姐的了解 也坚决不会同意姐弟恋的 还是傅景琛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 更适合师姐一些 被骂做毛眉长齐的宋严峰 脸色臭得很 你个死丫头 是吃火药长大的吗 噼里啪啦这么渣户 想想又不服气地辩驳道 老子奶毛没长齐 你偷看过 气死他了 这句话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慕妮气得拿眼瞪他 嘴巴好像都不住风似的 巴拉拉的 啥话都往外倒 谁偷看你了 跟着小牙签似的 嘻哈 小时候 慕妮有一次去宋家玩 不小心看到了 五六岁正站在花洒下 洗澡宋严峰 这话一出 差点惹得宋严峰 要回家找菜刀 暴跳如雷地鼓着一对青蛙眼 恶狠狠地瞪着 你个死丫头 你敢再说一次 慕妮挑了挑眉头 毫无胆怯之意 故意挑衅道 再说一次又怎样 本来就很小吗 宋严峰 差点被呕死了 哪里小了 一点也不小好吗 再说了 这死丫头看到的时候 才几岁 不会长得吗 两人互对了好一会儿 才平静下来 沈志义再次劝他 放弃追夜出童的想法 师姐才和那渣男分手没两天 正心烦意乱着呢 哪有心情接受你的追求 慕妮也忍不住插上一嘴 初童姐可不是那种 能趁虚而入的女人 你还是省省吧 宋严峰好不容易 才种了一颗爱情的种子 还没来得及萌芽 就被两位青梅无情地 给泼了盆冷水 从头交到脚 简直是透心凉 忍不住苦气气地吐槽道 你两个到底是我青梅 还是我两个祖宗啊 她说一句 能背对两句 这两姐妹可真其心 她之前在学校里也谈过两个 都是比她低一两届的小学妹 撒娇又黏人 她有些受不了 所以就想试试姐弟恋 最好是独立自强的 不用天天缠着她 慕妮无语地 对她翻了个白眼 嬉笑了声 别乱喊 我可没你这么大的孙子 宋严峰 这死丫头的嘴 真是让人气得牙痒痒的 也不知道 将来哪个倒霉的男人 会娶到她 而被念叨的某人 猛地连打了几个喷嚏 酒吧经理看到自家老板 猛地打喷嚏 还以为是感冒啊 恭敬地提议道 萧少 要不今晚您早点回去休息 这里有我就行 萧业明揉了揉鼻头 眉头皱了皱 到底是谁在念叨她 随后 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不用 经理犹豫着 要不要跟老板说另外一件事 萧业明见她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忍不住出声 还有诗 经理顿了顿 韩小姐 又来了 哎 这是什么孽缘 这边 KTV的包厢内 慕妮和宋元峰两人 一人拿着一个话筒 嘶吼了起来 两人对标高音 死了都要爱 沈志义被这俩魔王折磨的耳朵 差点失聪 妈呀 人家唱歌要钱 这俩人唱歌要命 明知道自己唱歌有多跑调 还偏偏乐不思蜀地争当卖罢 瞅了一圈 也没能找到 可以把耳朵堵起来的东西 她打开罐椰汁喝了口 润了润嗓子 刚想开口问能不能换首歌 手机信息提示音突然想了下 见识自家老公的信息 她欣喜地快速点开 亲爱的 我在606 要不要过来玩 沈志义眨了眨性谋 确定自己没看错 她老公不是在家给猫洗澡的吗 什么时候也来了 亲亲老婆 老公 你那边几个人 沈志义不太喜欢和一大帮人在一起 那样太吵又太闹 亲爱的 三个人 亲亲老婆 OK 这就过去 退出和老公的聊天信息矿 沈志义扯了下慕妮的袖子 咪咪 我出去一下 唱得正上头的闺蜜 连连点头 表示知道了 沈志义刚出包厢 在二楼的走道上 就看见迎面走来两道身影 其中有一位很面熟 就在她犹豫着 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的时候 女人明显已经看到她了 嗨 志义 这要巧 说话的女人 正是唐若曦 沈志义大大方方的 嘴角挂着温和的笑容回应道 唐小姐 唐若曦身旁的高条女人 目光落在沈志义的身上 打量了片刻后 谋底的嫌弃和轻蔑 掩藏不住 她不耐地催促道 若曦 我们赶时间 唐若曦正了下 有些尴尬 当着人家的面这么说 是非常的没礼貌 她赶紧出声 对沈志义解释了句 不好意思 我闺蜜性子比较急 沈志义看了眼 一脸高傲的女人 眸色微顿 数秒后 她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没关系 唐若曦冲她歉意地笑了笑 一下秒 就被韩燕燃给拉走了 看着两人的背影 沈志义若有所思 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 总感觉唐若曦的闺蜜 和韩绍清掌的有几分相似 沈志义乘坐电梯 来到了606包厢 站在门口 她向真心地敲了几下 咚咚 很快 包厢的门 被人从里面打开 小嫂子 你可算上来了 老旭都快把我们两兄弟的耳朵 给折磨废了 一见到沈志义几号穿 就委屈得一顿吐槽 别人唱歌要钱 那家伙唱歌 真的是要命啊 谁能想到西周万千少女都想嫁的男人 唱起歌来 竟然只能用鬼酷狼嚎来形容 一脸猛的沈志义 完全没反应过来 她茫然地眨了眨眼眸 她唱歌很大声 她家老公声音那么好听 就算大声也是一种享受 怎么会用折磨这个词呢 那能用大声来形容吗 摩音还差不多 小嫂子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她只好任命地摇了摇头 不大不大 就是难听而已 见她一张苦瓜脸 沈志义将视线移到自家老公身上 那眼神好像是在向她告状 老公 她在说你坏话 伤识序心虚地摸了摸鼻尖 怕以后被老婆嫌弃 唱歌不好听 就打电话 把两位发小给叫过来 陪她练歌 她用眼神示意自家老婆 那小子年龄小不懂事 别跟她计较 两人的小动作几号穿自然没看到 不然非被气得口喷鲜血不可 沈志义走到伤识序身旁坐下 一旁的肖叶明 抬手将耳内的两团纸巾给掏了出来 勾唇浅笑道 小嫂子没能欣赏到老旭的嗓音 还真是可惜了呢 纪浩川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眉头挑了挑 冲好兄弟挑衅道 对啊 老旭 在小嫂子面前露一手呗 她就是故意的 嘿嘿 面对两位发小的调侃 伤识序不予理会 她侧过脸 视线对上一脸期待的小妻子 乖 等我练好了 老公在家里单独唱给你听 沈志义笑眼弯弯 拐巧地点头 嗯 谢谢我家叙叙 纪浩川 过分 太过分了 都不顾及一下 他们这两大只单身狗吗 呜 这里杀狗了 萧叶明 这么宠老婆 还笑得一脸荡漾的男人 确定是他那个号称高领之花的好兄弟 要不是从小和伤识序一起长大 熟悉他的一言一行 不然萧叶明都要怀疑 眼前这位老婆奴 一定是被人冒充的 扫了眼对面目瞪口袋的两兄弟 伤识序面无波澜地 端起面前的酒杯抿了口 又不急不缓地放下 墨弟 似笑非笑地勾唇 怎么 你们也想让我单独给你们唱 纪浩川一个机灵 差点从沙发上摔下去 满身满脸都是抗拒 别别别 兄弟消受不起 还是留着独自唱给小嫂子听吧 开什么玩笑 再听一遍他都要有心理阴影了 他的话刚落音 包厢的门又再次被人敲响 萧叶明拿胳膊肘 戳了下身旁的纪浩川 你喊了其他人 他摇头 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喊谁去 说话间 纪浩川已经起身 去看看 是不是走错门了 只是带他打开包厢的门 看清来人时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下子就僵硬住了 数秒后 就听见他招呼道 嗨 若曦 嫣然 此时此刻 纪浩川心里 犹如一万只羊驼飞奔而过 尼玛 一个小青梅还不够闹腾的 如今又来了一位前未婚妻 当然 小青梅是伤势序的 这前未婚妻 可不是她的 记号穿面不显露 喜笑道 欢迎两位美女的到来 请进 反正跟她没有半毛关系 她也不用担心后院起火 就在一旁静静地当吃瓜群众就好 唐若曦打了招呼后 见沈之意也在 自来熟地坐到她身旁来 之意 不介意我坐在这里吧 沈之意正在吃一块小蛋糕 对上她清澈的眸子 笑了笑 当然不介意 虽然她看得出来 唐若曦对伤食序有想法 但相处说话间都极为规矩 没有半点暧昧不清的举动 所以目前为止 沈之意对老公的这个小青梅 印象还不错 自然也就不讨厌她 两组沙发一字排开 这排已经坐了他们三人 跟在身后的韩嫣然 自然只能坐到另外一排沙发了 在看到肖叶明的那一刻 她欣喜不已 按下心中的小雀跃 故作扭扭捏捏地在她身旁坐了 在她靠近的那一瞬间 旁边的肖叶明 端着酒杯的手指关节 不经意地紧了几分 直接将身子向一旁挪动了下 意思很明显 她不想跟她挨得太近 更不想搭理她 一脸吃瓜的季浩川 挑了挑眉头 轻撞了下 拉垮着脸的某人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音量 低声说 哎 你前未婚妻就在你身旁 怎么不打个招呼 满脸黑线的肖叶明 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薄唇半勾起 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季浩川无视掉她黑的 能低出莫来的那张脸 冲她调侃道 人家可是专程为你回来的 之前去酒吧赌你 现在又追到这里来了 意思还不明显吗 说到这 季浩川就一脸的纳闷和不解 当初千方百计逃婚的女人 现在 为何又煞费苦心地 想要吃回头草 真是应了那句话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 猜来猜去你也猜不透 宵夜明面无表情地端起面前的酒 仰头一口气 喝了半杯 毛底全是讽刺和冰冷 我没逼着她这么做 她这话没有压低声 在场所有的人都清晰地听到了 坐在她身旁的韩嫣然 自然也听到了 放在酒杯上的手指关节 微微泛着白 从小到大她都是骄傲的 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她仰起高傲的下巴 眼神定定地看着这个 婚期的前一天 被她抛弃的前卫婚夫 夜明 我抛下国外的一切回来找你 就是想弥补过去的错误 话落 她情绪有些激动 显得有些气氛 你 你怎么能这样践踏 我的尊严和真心 萧夜明好像听到了 什么笑话似的 将手中的酒杯 重重地放在了桌面上 随后 狭长的毛子 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冷笑一声 尊严 真心 这些韩小姐有吗 一个没心的女人 如今跟她谈真心 这大概是有生以来 她听到的最讽刺的一个笑话 韩嫣然被她讽刺的笑容 给刺激到了 脸色瞬间煞白 紧咬住下唇瓣 怎么会这样 她现在愿意回头 跟她和好如初 她不应该很激动 很开心才对吗 她不是爱惨了她吗 不然也不会 这么多年了 还愿意继续等着 如今她回来了 为何却是这副反应 在一旁吃瓜的沈志毅 被这爆炸性的信息 给震得目瞪口呆 回神后 她悄悄地在老公耳旁轻声问 她就是那个逃婚新娘 伤时续撩起上眼皮 面无波澜 语气颇为不屑 嗯 韩氏千金 韩绍青的姐姐 所以 她当初才会对韩绍青 那么地反感 很不喜他们韩家的 家风和人品 韩绍青的姐姐 沈志毅眨了眨眼眸 有些错愕 难怪之前在包厢外 遇见她的时候 就有那种错觉呢 没想到竟真的是两姐弟 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墓中无人的千金大小姐 竟然就是肖叶明的前卫婚妻 这两人的狗血剧 她多少 在慕尼娜听过一嘴 据说 他们两家是世交 两人又从小一起长大 于是家里的长辈 就在两人成年后 定下了婚约 哪知 婚妻的前一天 新娘逃婚了 并且还是和一个男人 私奔去了国外 两家为了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在肖叶明的坚持下 直接取消了婚约 可想而知 这件事让肖家蒙了多少羞 受到了多少嘲笑 由于包厢内的气氛 太过压抑 季浩川赶紧出来活跃气氛 既然大家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 不如我去酒吧嗨一嗨 怎么样 在KTV干坐着 感觉尬的都能扣出三十一听来了 还是整得劲爆的吧 她实在受不了 这么沉默的气氛 唐若曦也跟着附和道 听说叶明开了间酒吧 我都还没去过呢 不如就去那吧 唉 她也只能帮到这儿了 要不是看在两人 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 唐若曦还真不愿意帮这个忙 毕竟 当初可是闺蜜自己 把人家肖叶明给抛弃的 现在后悔了 又想把人给追回来 哪有这么好的事 两人一唱一和 最后一群人决定去望川酒吧 再聚一聚 沈志毅原本不想去的 但架不住唐若曦的热情 她只好点头答应 出了包厢 她往三人群里发了条短信 吱吱望川酒吧 你们要来吗 很快两人都给了回应 小妮子 当然要去 等着 这就来 宋妍峰 不去了 伤不起腰 明天还得值夜班 小妮子 出现了你 这才唱几首歌 就虚了 宋妍峰 死丫头 你才虚 你全家都虚 慕妮懒得和这个二货叨道 退出聊天矿 直接出了包厢去找闺蜜 和沈志义会合后 慕妮才发现 不但肖叶明也在 另外 还多出了两个美女 并且各个气质都还不错 五官精致 身形虽纤细 但也不缺玲珑 虽然抵不了闺蜜 这种清新脱俗的仙气美女 但也不算差 上了车后 她忍不住戳了戳闺蜜 小生附在她耳盼问 宝 那俩女的是谁啊 沈志义看了眼驾驶位上的老公 抿了抿唇半 小生回她 高一点的那个 是她的青眉 矮一点的那个肖叶明的前卫婚妻 啥 慕妮忍不住惊讶一声 乖乖 这关系可真够复杂的 莫名的她 不想掺和进去 因为她不想 和这些富家公子千金的 有什么瓜葛 虽然她妈妈一心 想让她嫁入豪门 但她却对豪门避之不及 没想法 不感冒 简单一点 就是不想往火坑里跳 慕妮一双妩媚的桃花眼 转叛流光 嘴角擒着一抹戏血 原来肖老狗 喜欢这种吊吊的女人 一双眼睛 好像长到头顶上似的 看人用的都是鼻孔 还以为她眼光有多好呢 也不过如此嘛 那女人一看 就是个绿茶角色 原本她想下车开溜的 但随后 她又改变了主意 肖老狗的瓜 她也想吃一吃 沈志毅知道闺蜜这话的意思 嗯 是挺让人意外 对韩妍然这种女人 她也无好感 总是端着一种 高高在上的架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皇太后呢 如今看来 肖叶明真该感谢 这女人当年的不嫁之恩 不然这么好的男人 还真被霍霍了 说话间 车子已经到了望川酒吧 经理在看见 身后跟来的韩妍然时 脸色变了变 韩小姐你 她侧脸看向自家老板 见肖叶明没有说什么 她自然也不好感人 直接转口道 韩小姐多年不见 还是这么漂亮 都是多年倒横的老狐狸 韩妍然自然知道 她原本想对自己说的是什么 只不过有肖叶明在 她不好发火 只能压下心中的怒气 嘴角挂着温和的笑容 谢谢 经理懒得看她这虚伪的笑容 恭恭敬敬地 跟伤时序他们打了个招呼后 就转身去忙自己的了 慕妮若无其事地 从肖叶明身旁走过 甚至故意和她拉开些距离 她视线紧跟着她的身影移动 一旁的韩妍然 将两人的举动 看得清清楚楚 双手紧紧握成拳 看向慕妮的眼神很势不善 她故意向肖叶明身旁靠 为了拉开和她的距离 肖叶明故意加快脚步上了二楼 一旁的记号穿 有些没眼看了 搞不明白 这女人这么上赶着大麻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 倒贴的女人 一般男人都不会太珍惜 她忍不住调侃了句 我说韩大小姐 老肖又不会被给猫雕跑了 你看得这么紧干嘛 韩妍然被说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咬了咬下唇半 尴尬的辩解 你就爱开玩笑 我是被挤到这边来的 慕妮忍不住在心里 给她翻了的大白眼 吃笑一声 路这么宽 谁挤得到你啊 接着又补了句 小姐 太上感 那是很掉价的 韩妍然从小娇生惯养 走到哪里 都是众星捧月 哪里受过这种气 哪来的野丫头 你知道我是谁 那声音像是从鼻子里哼出来的 带着浓浓的不屑 韩妍然一双美眼生的精致漂亮 但却有种高高在上的傲气 她交往的朋友非富极贵 哪里瞧得上慕妮这种 全身形头夹起来 还不够买她一只耳坠的穷酸女 慕妮透亮的眸色 微顿了下 她并不是被吓到了 而是被这烂大街的前台词 给雷到了 忍不住在心里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尼玛 又是一个被宠坏的千金大小姐 你上赶着找骂 就不要怪她不客气了 她淡然勾唇 确实不知道 小姐你贵性 慕妮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对你一顿平头论足 一张嘴 就把人点到了尘埃里 特别没礼貌 韩妍然气节 就凭你也配 慕妮好笑 这人真是一身公主病 一旁的唐若曦 拉了几次闺蜜的手臂 示意她不要这样说话 但都没能够成功阻止 无奈下 她只好在韩妍然耳旁 小声提醒道 妍然 你忘记今天 我们来这的目的了 经她这么一提醒 韩妍然顺闭上了嘴巴 狠狠地瞪了慕妮一眼 冷哼一声 晦气 差点忘了正事 在看向前面某人的背影时 她眸底闪过一抹 势在必得的信心 慕妮原本都不准备理睬她了 可韩妍然 这张嘴 她实在是很讨厌 她末底抬眸 浅笑了声 那不知小姐你是什么气 让我猜猜 是伪气呢 废气 还是臭气 雨落 慕妮在女人目瞪口袋的注视下 迈着优雅的小碎步掠过 第123章 来自老妈的实力 催生韩妍然 被气得差点咬碎了一嘴牙齿 仰起高傲的下巴 不懈地讥讽道 仗着自己有点姿色 就妄想着攀上有钱人 你这种女人 我见多了 她没想到 这女人这么可恶 同时又在心里疯狂 鄙视萧叶明的眼光 这种视景泼妇 毫无休养的女人 她也能看得上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慕妮没想到 这女人又把她给平头论足了一遍 听到她恶人先告状 慕妮陡然顿住脚步 转过身凝视着 妩媚的桃花眼微微眯起 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哼 果然心里肮脏的人 看谁都带颜色 记号穿 俗话说 有女人的地方 就有硝烟的战场 这话果然没毛病 她下次再也不要 和这么多女人在一块了 呜 太可怕了 她加快脚步 赶紧追上 已经上了三楼的萧叶明 唐若曦 这小子贼不讲义气 留她一个人 一会这俩祖宗打起来怎么办 她磨蹭了下 想去等落在身后 打电话的沈志毅和伤时序 见她脚步慢了下来 韩妍然忍不住回头催促道 怎么走这么慢 她很怕慕妮掀到包厢 坐到萧叶明旁边 心里有些急 唐若曦见她一脸的不耐烦 便放弃了 想要等沈志毅的想法 但笑了声 鞋根有些高了 走路有点不方便 这当然是她的借口 韩妍然有些不满 她拖累了自己的速度 忍不住锁罗了两句 哎呀 你快点吧 我不能给那死狐狸精 接近叶明的机会 听到她这话 唐若曦温婉的面上 带着一丝军烈的表情 这真是那个 从小和她一起长大 国外名校毕业的闺蜜吗 这样的韩妍然 莫名地让她很震撼 堂堂西周有名的 富家千金名媛 会是如此做派 她现在一点也不希望 萧叶明再次折到闺蜜手里 有些后悔 之前为什么要答应她 帮这个忙 此时二楼拐角处 沈志毅手中握着手机 贴在耳畔处 正在听着来自老妈的实力催声 沈母断断续续的唠叨声 从电话听筒里传出 芝芝啊 你们也老大不小了 是不是该把要孩子的计划 提上日程了 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已经揣在我肚子里了 你都不知道 我那些退了休的同事 经常在朋友圈炫耀大胖孙子 你说 过两年我退休了 你要妈在朋友圈炫耀啥 人家炫耀孙子 你不能炫耀女儿吗 再说 她又不是丑的拿不出手 合着说这么多 就是想让她生个孩子 给她炫耀呗 沈志宜被弄得脑袋突突的疼 她感觉自己现在都还是个孩子 这么早要孩子 她还真没想过 眼神不自觉地落在身旁的伤 时序身上 那求救的眼神 再明显不过 两人的对话 她也听得大概 嘴角露出温柔的笑意 忍不住抬手在她后脑手揉了揉 以示安慰她 见女儿不出声 沈母的声量 不经意地提高了些 我说这么多 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啊 唉 真是让人操心的孩子 沈志宜无奈地服额 妈 我听着呢 并且还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听 她真怀疑 老妈是不是更年期还没完 每个月总会把生孩子的事 挂在嘴边唠叨一遍 听得她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沈母一听她的态度 就知道是她敷衍的 也顾不得什么该说不该说的 认真听有什么用 要认真做才行 你们一星期几次 没想到 她妈竟然连这话都问得出口 下意识地偷瞄了下身旁的老公 见她在低头看手机 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话内容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特意压低声音 妈 你怎么什么都问啊 这么私密的问题 这让她怎么好意思回答 更何况 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呜 太羞羞了 沈母一心扑在报外孙上 根本就没顾及那么多 想到什么就问了出来 回过神来后 有些干大的嘟囔道 你以为妈想问啊 这不是着急吗 接着 她又喋喋不休地 给女儿普及起早生孩子的好处 沈志义听的 那是一个头两个大 忍不住伸手拽了一下老公的衣袖 一脸苦哈哈地向她求救 伤时序接收到信号 视线立刻从手机上移开 眉头挑了挑 嘴角擒着一抹笑意 用嘴型说了句 要我帮忙 沈志义连连点头 她已经被她妈轰炸了半个小时了 真是受不鸟了 伤时序眼底的笑意很深 特意俯身贴在她另外一只耳边 声音极小 确定 她呼出的温热气息 钻入她耳洞内 有些妈妈痒痒的 沈志义不经意地动了下肩膀 接着又点了下头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伤时序眸底闪过一抹脚侠 她低头凑近一点 对着电话听筒 郑重有声地说了句 妈 我和芝芝一定会遵循您的教导 今晚回去就加班加点耕作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很快 手机里传出神母欣慰的嗓音 行行行 还是持续懂事 妈就静候你们的佳音了 沈志义 这俩人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直到结束通话 她都还是一脸懵的 伤时序抬手捏了捏她柔软的脸颊 低笑了声 老婆 回神了 沈志义拉垮着一张小脸 又气又急 我让你帮忙 没说让你答应我妈生孩子 这下好了 以后我耳朵甭想清静了 还加班加点 她妈简直是在坑她 见小妻子 好像一副大难临头的表情 伤时序好笑道 我不这样说 岳母能放过你吗 再说了 这不还有老公吗 沈志义嘴巴撅着 那我们到时候 怎么跟我妈交代 走 总不能说你不行吧 她最后一句 说得极为小声 但还是清晰地 传到了伤时序的耳内 就见她眉梢微扬 俯身贴在她耳旁 嗓音魅惑勾人 宝宝要是有所怀疑 我不介意晚上回去 跟老婆加个班 沈志义脸颊红的 像熟透了的樱桃 红润饱满 透着诱人的光泽 她抬眸 对上她细血的眸子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十天还没到呢 伤时序一把搂住 她的妖姿 嬉笑道 嗯 这不是特殊时期 要特殊对待吗 她不要理这坏男人了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无非就是想耍赖 等她转身才发现 自己和伤时序 两人已经掉队了 他们人呢 去楼上了 那我们也上去吧 她刚想抬脚 手臂就被伤时序 给拉住了 接着就听见 她低沉雌性的嗓音传出 老婆 事情还没解决呢 她问 加班吗 她回 你怎么想的 还是怎么忘了吧 三楼 VIP包厢内 嗨 宝 坐这里 慕妮见闺蜜终于上来了 欣喜地向她招手 沈志毅顺着视线望去 顿时有些猛圈 四人位的沙发上 萧雁明左边是慕妮 右边是韩嫣然 她在中间成了夹心饼干 沈志毅摇了摇头 笑着说 我跟叙叙坐这边 再几个人过去 真成了双层汉堡了 两人在左边一排沙发上坐下 伤时序温柔地 给她整理了下裙板 还不忘关心地问 冷不冷 因为包厢内的空调温度 有些低 她怕冻到她裸露在外的小腿 沈志毅对上她温柔的毛子 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 谢谢老公 不冷 这么体贴细心的男人 是她家的 嘿嘿 好幸福 在场的几人中 除了寒烟然外 均露出一个 吃够狗粮的表情 慕妮 宝 差不多就行了 一会我还想吃快点心呢 这俩人真是够够的 走到哪洒到哪 丝毫不考虑他们这些单身狗 唐若曦 石序 你这差别对待也太明显了 你让我们这群发小青梅 情何以堪 她跟她从小一起长大 又在国外留学 同校四年 都没见过她这么温柔的一面 要不是亲眼所见 她都不敢相信 她那个冰块脸式的竹马 竟然有一天 也会变成大暖男 果然爱情的力量不可忽视 母老虎能变成温顺的小绵羊 大冰块也能画成一只春水 季浩川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俩纯属 就是来虐狗的 真是没眼看了 整的她都想去大厅 看看能不能捡个女朋友回来 全场最淡定的 莫属肖叶明了 她视线落在好兄弟身上 没有向其他人调侃两句 而是冲伤时序挑了挑眉头 那眼神分明就是在述说着 兄弟 还记得你当初说的话吗 现在脸被打得疼不疼 对于被打去和调侃 伤时序丝毫不在意 她温柔耐心地 在照顾老婆吃点心 随后淡然勾纯道 没办法 有了老婆后 很多事情都是不自禁的 大家就多淡淡点吧 在场除了寒烟燃外 几人均露出一抹呕吐的表情 因为被狗粮撑的 四面沙发的中间 就是张宽大的黑线条 大理式茶几 上面摆满了酒水 和一些零食点心 季浩川张罗着 挽起了猜头子点数 她简单地说了下规则 点数相差太多的就算输 惩罚就是要一口气喝完一杯酒 糖 行 没问题 已经好酒没玩过了 还挺期待的 沈 可以让人代替喝吗 记 当然没问题 你老公可是号称谦卑不醉 慕 宝 我也可以替你喝 沈 谢了 你还是顾自己吧 几轮下来 被罚酒最多的 就是慕妮和韩燕燃 两人就好像杠上了似的 谁都不服谁 中间当作夹心饼干的萧叶明 眸光微微沉了下去 就在慕妮还想再喝的时候 她一把按住了她手中的杯子 不准再喝了 慕妮抬眸看着她 愿赌服输 本仙女可不是那种会耍赖的人 她好看的桃花眼 因为喝酒的原因 仿佛布置一层水雾 饱满的唇瓣上 沾了些酒渍 在灯光下 散发着无声无息的诱惑 萧燕名不经意地猴结滚动了下 清朗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温柔 我替你喝 这酒虽然没什么度数 但喝多了 也是有些厚劲的 慕妮已经连喝了好几杯了 再喝下去一回 肯定醉 她睫毛颤了一下 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萧燕名已经仰头 将杯子里的酒给喝下去了 一旁的韩燕燕 妒忌得快要发疯 咬了咬下嘴唇 心里很是不爽 燕名 你帮外人都不帮我 她这是故意气她的吗 韩燕燕在心里暗想 肯定是因为 当年抛弃她的事 还在生她的气 只要她心还在自己身上 她就不相信 赢不回她的心 萧燕名眼皮都没抬一下 把她无视个彻底 昏黄的灯光下 季浩穿一双俊秀的面容上 挂着一抹细血的笑容 你们三个 这是要抱团取暖吗 这么多张沙发 非要挤在一起 是嫌还不够热闹吗 坐在一排 方便开站 慕妮抽了抽嘴角 明明是她先坐下的 这两个人 就像屁虫似的 直接都挤了过来 她猛然起身 一脸嫌弃地 从两人面前掠过 坐到了沈志义的旁边 她嬉笑着抱住闺蜜的手臂 性感的红唇微微勾起 嘿嘿 宝 还是你比较香香 不像某人一身狐狸味 依照她对闺蜜的了解 狐狸味等于狐狸精 莫非又是那位韩大小姐 得罪这位小祖宗吧 这小妮子 可不是一个能吃亏的主 这一下可有的掰扯了 萧叶明的视线 紧跟着她的身影 片刻后收回 眸光忽明忽暗 让人猜测不透她的真实情绪 韩妍然被暗戳戳地骂成狐狸精 脸色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她想发火 但又碍于萧叶明在身旁 让她挑衅道 哟 别瞪了 再瞪你眼睛也没我大 的确 她那双明念的桃花眼 大耳媚 季号穿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出声了 哈哈 穆小姐你好幽默啊 她笑着回 过奖了 主要是某人愿意 提供免费的材料 让我尽情发挥 唐若曦紧拧着唇半 想笑不敢笑 因为她 要给自己闺蜜留点面子 沈志宜此时此刻完全可以肯定 这俩人应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因为 她了解闺蜜的性格 不是一个喜欢主动惹事的主 韩嫣然一双眸子 好似脆了毒的锋利匕首 恨意满满地 扫向对面的慕妮 如果眼神能杀死一个人慕妮 早就被她万箭穿心了 数秒后 她紧咬得下唇半 一副受了极大委屈似的 嗓音带着一阵哭腔 叶明 你看她老欺负 这要是在五年前 韩嫣然像现在这副模样 萧叶明肯定心疼坏了 会狠狠地收拾欺负她的人 可如今 她面上并没有过多的表情 依然波澜不惊地斜靠在沙发上 慢悠悠地品着杯中的酒 就在大家 以为她不会有所回应的时候 萧叶明清朗的嗓音 猛然响起 韩小姐 你找错倾诉对象了 我这个被你抛弃的前任 并不适合 韩嫣然顿时脸颊 刷得一下白了起来 双手的指甲 不经意地戳破她的手心 她竟然都没感觉到丝毫的痛意 请客后 她眼眶泛红地看着她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现在她都已经屈尊降跪的 向她主动示好了 还想要她怎么样 不就是曾经甩了她吗 但这能怪她吗 当初要不是她无心争夺家族继承权 她也不会移情别恋 更不会跟那渣男私奔跑去国外 害得她现在是人才两空 韩嫣然把这一切的不幸 都归结在了萧叶明身上 慕妮忍不住翻了的大白眼 嘴角勾着笑 真有趣啊 论厚脸皮 在这女人面前 她都要甘拜下风 这倒打一耙的本领 被这女人玩得炉火纯青 还真有些替萧叶明感到悲哀 她当初肯定是瞎了眼 才会爱上这种绿茶女人 正所谓女怕嫁错郎 男怕入错行 现在再加一句 男也怕娶错妻 不过好在当初没娶成 萧叶明狭长的凤眸微眯着 不知可否地痴笑一声 韩小姐果然是在国外待久了 连老祖宗留下来的礼仪廉耻 这四个字都忘了 沈志宜一口酒都没喝 杯子里是伤食序给她倒的纯牛奶 猛得听到这句话 差点将刚喝下去的牛奶给喷洒出来 呛得她连声咳了起来 嗨嗨 身旁的伤食序 赶紧用手掌心在她后背上轻拍了几下 怎么不小心 语气温柔又宠溺 沈志宜咳了好一阵后 呼吸才恢复顺畅 吐了吐舌头 抬眸笑道 喝得太急了 她没好意思说实话 原本就委屈到极点的韩燕燃 此时被气得面不争鸣 她先是瞪了眼斜脚位上的沈志宜 后又侧脸看向萧燕燕 语气颇为愤愤不平 你太过分了 就一点都不顾及我们多年的情分吗 萧燕燕薛薄的唇半 抿成了一条直线 墨帝冷冷地吐出一句 韩小姐以后还是不要在我面前谈情分 因为你没这个资格 曾经年少的深情和错付 她就当是喂狗了 同一个错误 她可不会犯第二次 同样 她也不会在同一个女人身上再再一次 她也没那么瞎 如今她还真看不上韩燕燕这种女人 根本不及某人半分 想到这 萧燕鸣看向对面某人的眸光 不经意地柔和了几分 这一幕落在韩燕燕眼中 却成了讽刺 扬起高傲的下巴 是嘲讽又四字嘲 当初你口口声声地说 有多爱我 也不过如此 萧燕鸣收回眸光 嗤笑了一声 我曾经的确眼瞎过 爱上那个叫韩燕燕的女人 不过五年前 她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 她视线死死地盯着一旁 自私眉心的女人 继续说道 所以 韩小姐认为 我应该抱着一个死人过一辈子吗 杀人诛心 不过如此 句句都如同刀子一样 狠狠地捅在了韩燕燕的心口上 不过 这也是她自作自受的 她先践踏了她对她的感情 凭什么还要求别人 为她守身如玉 没日没夜地等下去 韩燕燕身体猛然颤抖了下 一张画着精致的五官 此时变得辣白 包厢内的气氛 实在是太压抑 商时序不想继续再待下去 她握住沈志怡的手腕 温声问 宝宝 困了没有 沈志怡赶紧点头 她早就不想待下去了 嗯 有点 商时序看了两兄弟一眼 找了个光明正大的理由 我老婆困了 我先带她回去了 随后又看了一眼唐若曦 需要顺路烧你一程吗 怎么说 也是她的小青梅家同学 表面上的客气 还是要装一装的 免得回去被老婆唠叨 说她太不尽人情 没错 在商总心里 谁也比不过她老婆 谨遵老婆的教诲 把老婆的话当圣旨 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唐若曦 要是知道是这个原因 她不得哭死 想到她是和闺蜜一起过来的 摇头拒绝了 谢了 我和嫣然准备再玩一会 商时序汉手表示知道了 见老婆脸颊上搭拉下来几缕碎发 她抬手温柔地 给她别在了耳后 沈志义抬眸 冲她温柔地笑了笑 两人甜蜜的举动 落在韩嫣然的眼中 既羡慕又嫉妒 同时又很不屑 她实在想不明白 堂堂的商家大少 怎么会看上这种 没有任何背景的灰姑娘 在她看来 这女人连给她闺蜜 唐若西提鞋子都不配 简直就是丑小鸭配王子 她故意忽略了沈志义外貌 因为她嫉妒 七号川有些不乐意了 你把小嫂子带走了 我们一会要玩纸牌四缺一 我们和唐若西三个人也可以玩 她完全把另外两人给无视掉了 萧叶明双腿叠加着 斜靠在沙发上 瞇了瞇狭长的眼眸 突然开口插了句 我不是人 慕妮聊起上眼皮 很不客气地挖苦道 是不是人 你心里没点数 就是没把你当人 因为你是萧老狗 季号川见两人跟斗鸡似的 没忍住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哈哈 老萧 你什么时候把慕大美女给得罪了 瞧这两人架势 要说没点猫腻 她打死都不行 萧叶明被骂也不恼 嘴角擒着无奈的笑意 你看她这跟着刺猬似的 我敢得罪吗 虽是吐槽 但语气中 却带着难以掩饰的宠溺和纵容 慕妮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萧叶明则是无奈地耸了耸肩 两人的这一互动 落在其他眼里 就像是在打情骂靠 沈志义被伤食序牵着 起身时 她还不忘对慕妮叮嘱了句 妮妮 你今晚喝了酒 千万不要自己开车 慕妮笑着跟她摆手 知道了 好 我打低视 听见她这么说 沈志义放心了 视线目送两人离开后 纪浩川一脸殷勤地嬉笑道 坐什么出租车啊 一会哥哥送你回去 她这话刚落音 明显地感觉 有道阴冷的视线盯着她 纪浩川情不自禁地 打了个寒颤 莫名地感觉冷嗖嗖的 抬头扫视了眼 正好对上萧叶明 那双阴冷的毛子 她眉头皱了皱 一脸都莫名其妙 大妈 我脸上有花吗 话落 又语不惊人地补了句 别瞎笑想 哥们是直的 萧叶明 你直不直 弯不弯 关她什么事 闻言 慕妮用怪异的眼神 在两人身上 来回扫荡了下 一脸贼兮兮地笑道 兮兮 别说 你俩还挺般配的 一刚一柔 有功有手 只是她这话一落音 某人脸色黑的 能低出莫来 看她的眼神 简直能生吞活泼了 慕妮吓得脖梗缩了缩 弱弱地笑了笑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别当真啊 季浩川一脸黑线 不乐意地嚷嚷道 颁配个毛球 老子比纯精 还要多0.0001 刚刚正正的纯爷们 唐若曦忍不住憋笑 浩川 即使弯了 也情有可原 说不定还能算上工伤呢 季浩川 她一个男科医生 容易吗 妈妈 你儿子被坏人欺负了 独坐在左边沙发上的慕妮 被萧叶明丁的心里直发毛 全身都不自在 她赶紧找了个借口 我 我去外面透透气 话落 也不等众人的反应 她就起身溜出了包厢 出了包厢 慕妮去了趟洗手间 今晚虽然也喝了不手 但都是些低度数的鸡尾酒 除了脸颊稍微红韵一点外 并没其他的反应 她刚从洗手间出来 就被一堵高大的身影给拦住了 慕妮诧意地抬头 正好对上肖叶明 那双漆黑如沫的毛子 她有些心虚 弱弱地开口问 你 你在这干嘛 昏黄的光线下 男人那张立体英俊的脸 轮廓 忽明忽暗 虽然疏浅模糊 但她还是清晰地感受到了 落在她脸上 那道炽热的视线 她清朗中带着点低牙的嗓音 在她头顶上空响起 当然是在等你 慕妮僵硬的身体 向后退了步 试图和她拉开点距离 她微微垂眸 浓密的睫毛 像倒立的一把小刷子 在她下眼瞼 映出一道暗影 性感的红唇 抿成了一条直线 在心里思索着 要不要一会找个方向开溜 这男人狗得狠 她得罪不起 顿了数秒后 她抬头故作淡定地笑了笑 不知萧二少找我有何贵干 她笑得舞昧动人 饱满红润的双唇 在灯光的照耀下 焦艳欲滴 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萧叶明 一双漆黑深邃的毛子 好似黑夜里的雄鹰 散发着对猎物的某种贪婪歪旺 她上前一步靠近她 嘴角擒着一抹邪魅的笑容 刚做过的坏事 这么快就忘了 她笑得有几分 漫不经心和痞帅 但谋底却藏着一抹危险的气息 文言 慕妮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这狗男人不会要找她 秋后算账吧 看这架势 不是疑问 而是肯定 妈爷 现在开溜还来得及吗 慕妮一边是思索该怎样逃 一边心虚地应付道 小二少可真会开玩笑 我从来不做坏事 只做好事 嗯 她就是这么个大好人 肖夜明嘴角 擒着一抹玩味的笑意 嗓音撩人心弦 是吗 慕小姐确定没做过亏心事 对上她细血的眸子 慕妮下意识地 向身后退了几步 吞咽了下口水 洋装淡定地辩解道 当然 我一步偷懵拐骗 二步虐待欺压老幼 肖夜明就这么直直地盯着她 脚步也没有停下 她退一步 她就进一步 直到将人逼靠在了长廊的尽头 抬手撑在墙壁上 将人禁锢在眼前 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她嗓音带着某种玩味 语气缓慢 看来慕小姐还真是记性不好 要不要我给你回忆一下 这里有些偏僻 并没有什么人经过 高大的柱子和绿色植物 将两人的身影给遮盖了起来 慕妮在心里想骂娘 这个狗男人 到底想干嘛 还不如给个痛快 这莫名地 让她想到了电影里的情节 壁咚 两人近在咫尺 彼此间可以清晰地听到 各自的心跳声 慕妮一颗小心脏跳得飞快 她感觉此时有点透不过气来 鼻息间围绕着独属于她特有的清香味 她紧张得有些无措 轻轻咬了柱下唇瓣 抬眸对上她深沉的眸子 小声地嘀咕道 我 我错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好女不跟恶难斗 她求饶了 还不行吗 瞧她一脸不服气的模样 萧燕银垂眸低笑了声 错在哪了 她俯身靠得她极静 温热的呼吸 夹杂着淡淡的酒香 如树地喷洒在她耳旁 慕妮身体陡然顿住 一种若隐若现的暧昧 流窜在两人周身 慕妮一颗小鹿乱撞的心 此时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狂奔乱跳 她娇柔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颤抖 紧张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 别看她平时嘴巴很能说 实际操作她也是个小菜鸟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肖叶明单手挑起她的下巴 嗓音极致地撩人 慢慢说 不着急 她一身深灰色的休闲妆 上衣衬衫的领口 被她解开了几颗 凸起的喉结 透着狂野的味道 透过敞开的衣领口 看到她性感的锁骨 以及健壮的胸膛 慕妮感觉 此时她大脑好像严重的缺氧 根本没办法考虑她的问题 目光呆呆地望着她 眼神此时变得有些迷离 她感觉自己好像醉了 重新抚平了下呼吸后 她恋眼般的眸子 仿佛布置一层水雾 睫毛轻颤了下 不该说你 你 肖叶明视线 落在她诱人的红唇上 眸色暗了几分 暗哑的嗓音 我什么 慕妮唇半抿成一条线 在心里默了默后 好似豁出去了斑 扬声道 不应该开你和季豪穿玩笑 死就死了 这也不能怪她 谁让他们两人 看起来那么和谐呢 肖叶明看着她 一张一合的红唇 侯姐滚动了下 我的取向 你不应该最清楚吗 慕妮 她清楚个毛球 白白地浪费了 她珍贵的第一次 啥体验都没有 想想都亏死了 不清楚 她好是怄气般 故意给她唱反调 肖叶明捏住她下巴的手指 不经意地紧了几分 接着就见她突然俯身 靠近她的红唇 慕妮下意识地想躲闪 但后脑勺 已经被她另外一只大掌 给扣住了 她紧张到舌头都屡不直了 你 你想吻我 她眸底带着浓重的歪望 笑得有几分荡漾 你说呢 我后面的话慕妮还没有说出来 就都被堵在了喉咙里 肖叶明霸道地 含住她娇难的双唇 时而轻柔 时而很重 慕妮之前僵硬的身子 很快放软了下来 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男人真的很会轻 其实她刚刚想说的是 我要睡你 上次太亏了 怎么着她也要补回来 慕妮顺从地闭上眼睛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迎合着她温热的唇瓣 慢慢地回应了起来 她吻得很青涩 可以说是毫无吻计可言 但这却独独地勾起了 肖叶明身上最原始的冲动 上次激烈缠绵的画面 顿时一股脑地涌入进了她的脑海中 那种美妙的感觉 温柔的触感 都让她欲罢不能 暗雅的嗓音在她耳畔响起 宝贝 做我女朋友好吗 她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更加不会随便要一个女人 慕妮正是她 想要共度一生的女人 所以她为了她破了第一次截 结果 所以她不得不给她点时间冷静 原本她还想慢慢地攻克 一步一步走进她心里 可没想到 韩嫣然突然跑回来掺和 所以她不得不加快地进度 不然老婆就没了 被吻得七昏八速的慕妮 哪里听得进去 她说的是什么 半眯着醉意朦胧的桃花眼 完完全全沉浸在她热烈的吻中 从喉咙深处 溢出一个单音 嗯 肖叶明眸底闪过一抹星喜 搂过她的柔软的细腰 将人往电梯口转去 将人揽抱在怀中 她抬手按下到达顶楼的案件 两人的吻没有停下来 还在继续着 肖叶明将她双手举过头顶 按在电梯的墙壁上 密密麻麻的吻 从她嘴唇移到下巴 脖梗 直到被她按在沙发上的那一刻 慕妮才反应过来 此时她身在何处 望穿酒吧顶楼 肖叶明的私人专属房间 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 她自然知道 宝贝 愿意吗 她轻捏住她的下巴 让视线与她对视 其实她完全可以直接闯入的 可她 还是深事地遵循她的意愿 慕妮一颗小心脏 砰砰直跳 根本就无法平静下来 她直接一把 勾住她的脖梗 将人拉倒在她身上 抬起下巴 笨拙地吻了上去 她用这个吻 给了她回应 房间里顿时弥漫着 暧昧以你的气息 半想后 室内响起她暗哑的呼声 宝贝 嗯 她声音娇媚 且带着嘶嘶嘶喘 认真的 做我女朋友好吗 她性感的嗓音 在她耳畔萦绕 看你表现 她双手 抓在她宽厚的背上 不经意间 留下一道道手指印 她轻咬了下她的下巴 脸颊故意在她脖梗上蹭了蹭 这可是宝贝你说的 别后悔 嗯 慕妮身子一阵酥麻 轻咬着下唇半 房内并没有开灯 两道缠绵厚重的呼吸声 细细碎碎地传出 借着窗外的月光 两道交错的身影 若隐若现 就是因为自己的这句话 慕妮差点哭死 第127章 年人经商总另一边 新海居 商时序一想到 要和亲亲老婆分开十天 就有些不舍 抱着审知意识又轻又啃 顺带着 还想把人给一块打包拐走 她下巴贴在她脖梗处 文声又哄道 老婆 我一个人在子锦园好孤单 你忍心看着老公一个人独守空房 要十天呢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们可要隔十个三秋 沈知意没想 一个男人撒娇年起人来 丝毫不逊色女人 曾经那个高领之花商大总裁 去哪里了 商时序从背后 将人抱在怀里 下巴搁在她肩膀上 她呼出的温热气息 全都钻进了她耳内 真的是又痒又骂 她知道 怎么让她举手投降 专往她的弱点攻击 就在沈知意 被她磨得心愿意码的时候 商时序裤兜里的手机 铃声嗡地响了下 见她没有任何动静 她忍不住提醒了句 你不看看 一会再看 万一是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嗯 芝芝是故意 想要分散 我的注意力 才没 商时序没打算 揭穿她的小心思 侧着脸 在她脸颊上吻了下 一开唇办后 这才慢悠悠地 拿出手机点开屏幕 季浩川 跟小嫂子说一声 老肖开车送穆小姐回去了 让她不用担心 这时还她见 两人消失了 许久不回来 她忍不住给肖叶明 打了通电话才得知的 为此还被她臭骂了一顿 季浩川一脸的猛逼 开车怎么了 开车就不能接下电话吗 再说 现在都用蓝牙耳机了 又不耽误她开车 发这么大的火 好像谁坏了她好事似的 商时序瞥了一眼 眸色亮了几分 破天荒地抬手戳了段文字回过去 商 嗯 知道了 她车开得稳 不会担心 收到回复的季浩川 盯着这一排字 来来回回地看了好几遍 实在是太过惊讶 老旭竟然一次给她回这么多个字 不过她看来看去 总觉得这句话怎么看都有点怪 谁车开得不稳 她车开得也很稳的好吗 这一晚上 这两人怎么说话都这么奇怪 抬头看了眼手腕上的表 冲对面 两人说了句 若曦 嫣然 时间不早了 该散场了 其他人都跑了 就剩他们仨了 唐若曦点头 要不是为了陪闺蜜 她之前 就坐伤时序的车回去了 她拉了下闺蜜的手臂 顿了顿开口劝慰道 妍然 要不先回去吧 叶明应该不会再回来了 话落唐若曦不禁在心里感慨 这是何苦呢 当初但凡你能多爱她一点 现在也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 韩妍然有些不甘心 我不相信十来年的感情 她说 放下就放下 只要她一天没结婚 我就还有机会 更何况 她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唐若曦 所以 这就是你缠着人家不放的理由 这思维 也太奇葩了吧 她忍不住直言道 可叶明好像根本不想和你复合 你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会惹得她很反感的 其实她这样说 还算是委婉的 韩妍然可不这么认为 她只是还在生我的气 如果她真的放下我了 不然也不会到现在还没找女朋友 季浩川 你脸可真大 人家不找女朋友 是因为还没有遇到对的人 非得是放不下你吗 唐若曦被她的固执给打败了 也不好再劝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 既然你坚持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作为闺蜜 我还是想劝你一句 放下过去往前看 这样对你对她都好 韩妍然抿了抿唇半 固执地认为 我只是想弥补过去的错误 难道这也有错吗 当初是她追着我转 现在我也可以追着她转 她现在已经不再年轻 没了高傲和挑剔的资本 即使是看不上肖叶明这样的身价 可她深知 如今这是她最好的选择和退路 现在韩家可是有不少人 在等着看她笑话呢 她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 所以肖叶明这棵大树 她是棒定了 虽说她放弃了家里的继承权 但她还是西州顶级豪门肖家的二少 季浩川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有多么情深痴情呢 这脸皮厚的 能赶上城墙了 同时又在心里替好兄弟莫哀 有这么个奇葩前任 也够闹心的了 季浩川很想出声对她几句 替自己的好兄弟出出气 但想想又作罢了 因为这女人已经受到了惩罚 这边 沈志义趁伤时序回信息的空荡 得以解脱 回了卧室准备洗个澡 后脚跟着进来的伤时序 从背后将人拥在怀里 贴着她的脸颊 想跟宝宝一块洗 沈志义一脸的慌张 别闹 一会妮妮该回来了 这男人 真是没个正经 一会闺蜜回来看到多尴尬 她垂眸对上她明亮的姓谋 漫不经心地轻语道 放心 她今晚不会回来了 作为发小间好兄弟 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萧叶明对慕妮的心思 有机可乘 她怎么可能会放过 沈志义一脸茫然地看着她 很是不解 你怎么知道的 难不成妮妮回自己的宿舍了 除了这个可能 她实在想不出别的 伤时序低头在她耳轮廓上轻咬了口 这才不紧不慢地回答她的疑问 刚看了季浩川的短信 你闺蜜应该是被老肖拐回家了 沈志义侧过脸 一顺不顺地望着她的眼睛 面露惊诧 她们 后面的话她没好意思说出来 都是成年人 怎会不知拐回家干什么去了 伤时序眉头上挑 与其中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宝宝难道很意外 沈志义摇头 对此她并不觉得有多意外 毕竟闺蜜可是已经把人给扑倒过一次的 再扑第二次也不觉得有多奇怪 只是有些费解两人的态度 伤时序语调缓慢 嗓音中带着浓浓的深情 爷爷和外公两人已经把日子给看好了 定在年底 宝宝觉得怎么样 她指的是两人举办婚礼的日子 沈志义抽回思绪 转过身 抬眸对上她漆黑如墨的眸子 阴粉色的唇轻轻扬起 嗯 会不会太冷啊 她不想美丽动人 只想做个美美的新娘 伤时序抬手用柔软的指腹 轻捏了下她的脸颊 嘴角勾着笑 嗓音低沉雌性 不会 酒店里有暖气 宝宝要是怕影响到你的美丽光彩 下个月也行 沈志义被看破心思 有些窘迫 干咳了两声后 我 我去洗澡了 华洛就抱着睡衣进了浴室 她刚要关门 就被跟着进来的伤时序 用脚给抵住了 你 你怎么也进来了 沈志义在得知 闺蜜今晚回来后 心里有些慌 她眸光静静地凝视着眼前 白净无瑕的小脸 嘴角勾着一抹漫不经心的笑意 一起洗 节约用水 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这么烂的借口 都能找出来 见小妻子一脸无语的表情 沈志义悉笑道 这可是我国传统美德 老婆不会反对的吧 沈志义连对她翻了个几个白眼 无语死了 想跟她玩文字港 好啊 就陪她玩玩 仰起嘴角 对她笑的妩媚风情 叙叙如果不喜 那将会更有美德 沈志义 这小狐狸 学会反套路了 她向来有洁癖 不洗澡 她估计连觉都睡不着 单手撑在门背后 看着近在咫尺的人儿 她嘴角扬起细血的笑容 不洗可不行 我和芝芝一起泡 一缸水就够用 沈志义忍不住嘴角抽出了下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你堂堂一个总裁 别告诉我 你抠门的 多放一缸水都不舍得 伤识序心虚地摸了摸鼻尖 一本正经地回她 总裁也是人 节约用水是 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话落 她在心里暗自赋语 宣传语是这么说的吧 嗯 好像没错 沈志义对她这牛掰的口才 真是佩服得五体投递 她不去做律师 真是可惜了这张嘴 她双手抵在她胸膛前 将人向后推退了两步 站着等着 我去找个盆来 伤识序虽然不知道 老婆找盆来干什么 但她还是乖乖听话地站在原地 片刻后 沈志义从阳台的洗衣机那边 找来了一只塑料水盆 就见她走在花洒下 接了一盆水 弯腰端放在自家老公面前 紧接着 就听见她如百灵鸟般的嗓音婉转响起 这是你的洗澡水 老公应该不会嫌少的 随后又补了句 毕竟要节约用水嘛 既然你要用这个借口 就让你贯彻到底好了 嘿嘿 包租婆的方法 还是很好用的 话落 又想起什么 她转身拿了条毛巾递上前 笑眼弯弯地说 先用毛巾沾点水灵湿身体 涂完沐浴露后 再用这盆水冲干净 伤识序 就这么一盆水 洗个头都不够 用来洗脸还差不多 她丝毫不怀疑 这是小妻子 对她的打击报复 抹了抹后 她嘴角勾着肆意的笑容 老婆这是让我干洗吗 沈志义被她这话逗得 差点憋出内伤来 终究还是忍住了 没笑出声 听过有干洗头的 干洗澡的 还是头一次听 她脸下嘴角的笑意 慢悠悠地说 嗯 老公可以试试 说不定还能申请个专项发明呢 接着又听她补充道 老公慢慢洗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完 沈志义就重新将睡衣 转身准备出去 谁知 刚抬脚 腰上就被一只 强健有力的手臂给缠住 还未带她反应过来 伤时序就把她给 拉回了自己怀中 因为地板有水 两人不小心 跌落进了身后 放满水的浴缸里 啊 你 摔进去的那一叉那间 浴室里水花四溅 沈志义被呛了几口水 挣扎了下 嗨嗨 伤时序赶紧抬手 将她脸颊上的水渍给逝去 轻柔地 给她撇了下后背 一脸心疼和内疚 抱歉 吓到吱吱了 她刚刚是只想 拉她回来一块洗 没想成 直接跌坐了进来 沈志义平顺好呼吸后 摇了摇头 没吓到 就是喝了两口水 她那张不湿粉袋的脸 不经意地挂上 几颗晶莹剔透的水珠 有种出如芙蓉的美 樱花粉的唇瓣 在沾上水之后 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炼焰横波的毛子 经过一层水雾蕴染 看起来楚楚动人 伤时序不自然地别开视线 只觉得一阵口干舌燥 她末地垂眸 将贴在她脸颊上凌乱的碎发 给拨到耳后 嗓音中带着一丝隐忍和克制 宝宝 我去客房洗 话落她转身 就出了浴室 那背影怎么看 都有点像落荒而逃 留下一脸茫然的沈志义 这怎么还把她自己给撩跑了 反应过来后 她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哈哈 还挺可爱 没有她的捣乱 沈志义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从浴室出来后 伤时序已经洗完澡 身上换了套棉料的蓝色睡衣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慵懒和随性 见她头发湿答答的 她静止地走到梳妆台前 向她招了招手 过来帮你吹头发 沈志义震了下 又被她的温柔和体贴给感动了 乖乖地走过去坐下 趁她不注意时 猛地起身 踮起脚 在她嘴唇上亲吻了下 嗓音软糯 谢谢老公 伤时序眉眼间竟是温柔 无奈地低笑了声 调皮 沈志义笑眼弯弯地吐了吐舌头 随后重新做好 伤时序先用毛巾 给她擦拭了下发尾 这才开始 见她直勾勾地 盯着镜子里的侧影 她轻笑了声 宝宝就这么喜欢看我给你吹头发 沈志义莫名地脸颊一阵飞红 其实她看的是她的人 也不知为什么 不管看多久 她那张脸总是让她百看不厌 她不好意思说实话 仰了仰嘴角 嗯 因为你动作好看 她这也不算是说谎 她每个动作都堪称优雅 确实很赏心悦目 见她面无波澜 不知道有没有相信自己的说辞 随后 就听到她轻唤了声 吱吱 沈志义眨了眨眼 嗯 和你师姐一块加入到上来吧 她低沉的嗓音 犹如悦耳的大提琴声般 缠绵魂厚 沈志义瞬间正住了 她没想到她会提出这个邀请 是加入 而不是让她关了 YM工作室 直接应聘去上来 这两者区别可大了 她恋眼般的眸色仿佛不得一层雾气 是心动也是感动 沉默了数秒后 沈志义嘴角张了张 我回头跟师姐商量下行吗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别人是渴望而不可及 她却要考虑考虑 伤时序无奈地低笑了声 行 这是不着急 老婆可以慢慢考虑 唉 想让老婆天天陪在自己身边的愿望 怎么这么难呢 沈志义双臂环抱住她的腰身 将脸颊贴在她胸膛上 谢谢叙叙 我会尽量说服师姐 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能加入大公司 这种好事 对别人来说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之所以犹豫 是担心师姐会因为傅锦鑛的原因 而选择拒绝 头发吹得差不多后 伤时序放下风筒 俯身弯下腰 从背后 将人搂抱在怀中 我们是夫妻 我不希望芝芝跟我这么客气 她是指 每次都跟她说谢谢 沈志义转过身 将手臂搭在她脖梗上 对上她漆黑如墨的毛子 嗯 知道了 伤时序低头在她唇绊上啄了下 老婆 明天周末 我们该去拍下婚纱照了 再耽误下去 都要到婚期了 第二日 上午 明媚的阳光 透过玻璃和清智的纱帘 在室内木制地板上头下 片片斑驳光影 慕妮半眯着心松的美眸 稍稍动了一下身子 结果身上的每一处细胞 瞬间传来细细蜜蜜的疼痛感 她忍不住嘶的一声 倒吸了口凉气 紧接着 慵懒悦耳的嗓音 在她头顶的上方响起 醒了 慕妮末地抬眸 看到的便是 萧叶明那张深邃绝美的脸 被子凌乱地盖住了她的下身 露出精壮的胸膛 和若隐若现的腹肌 这一睁眼 就是一幅狂野行走的荷尔蒙盛宴 慕妮刷的脸颊 顿时染上了一层红霞 这 这也太因缘犯规了 你 你 美男在旁 竟让她无措的舌头直打结 萧叶明性感的薄唇一扬 微微勾起一抹魅惑的弧度 宝贝很激动 慕妮 你哪只眼睛 看出来我是激动 她明明就是颤抖 不活了 她这是杂锅卖铁 也赔偿不起了 奸商啊 明知道她对她有贼心 这狗男人 还偏偏疗幼她 混蛋 就知道欺负我 虽然是控诉 但嗓音尤为娇媚 莫名的有种娇称的意味 萧叶明流畅的下恶线 紧贴着她的秀发 薛薄的唇微微勾着 不是宝贝要求的吗 说是要看我的表现 这小妮子也起来 简直能要命 又抓又咬又啃 她现在还能清晰地感觉到 背部那几道的 隐隐饭痛的抓痕 她话刚落阴 慕妮脑海中 就涌入一幕幕 让人面红耳赤的画面 其中还有她说的那句 宝贝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而她当时是怎么答的 看你表现 天哪 她竟然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哭死了 加了一夜的班 现在全身哪哪都疼 哪哪都不舒服 萧叶明 谋底不准浓重的情欲 有些粗力的指腹 在腰间妈撒了下 够软够细 手感还特别的好 嗯 耐理也好 已经亲自咽过两次了 温热的唇瓣贴在她耳畔 嘴角挂着邪魅的笑意 所以 宝贝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 她目光笔直地注视着她 眼底似乎有的恋眼的水光 在闪烁 这副模样 像极了魅火勾人的的妖精 她不知道 原来一个男人魅起来 竟然比女人还要魅火众生 慕妮咽了咽口水 艰难地将视线 从她那张堪称妖孽般的脸上移开 呜 她太难了 一睁眼 就给她这么大的诱惑 她磨了磨牙齿 美好气地瞪了她一眼 怎么看你这都是 一道送命题 她要说不满意 她保证能跟她再来一遍 她要说满意 这不就默认 让她做男朋友了吗 闻言 萧叶明淡然勾起唇角 俊美的脸上 此时擒着一抹放荡不羁的笑容 宝贝这是占完便宜 又要不认账了 慕妮 这个男人嘴巴怎么这么多 不过 这人有透视镜吗 这么清楚 她心里想的 虽然这么想 但她可不能承认 尴尬的错开和她对视 当 当然不会 大不了把她这几年存下的工资 全赔给她 然后就真的 做个月光族了 见她脸上的表情这么丰富 萧叶明忍不住逗去道 宝贝当真是这么想的 慕妮末地抬头 有种被人看破心思的尴尬感 随后 洋装淡定 红唇微微勾起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宇碧 她不经意地看见她喉结上粉红的牙印时 身子猛然震住了 这 这是她咬的 不用猜 想想也知道 因为她不可能自己咬自己 关键是 她想咬也咬不到 所以这只能是她咬的了 救命 太犯规了 自己竟然还有这种爱好 她的这些小动作 都没能逃脱得了萧叶明的双眼 剑怀中的人儿 一脸心虚样 她滴滴地闷笑了声 宝贝自己干的 不记得了 她目光灼热地 好似能烫伤人 慕妮下意识地颤了颤睫毛 尴尬地抬眸 对上她狭长的毛子 胶炎欲低的红唇 张了张 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昨晚她也不知道 哪根神经搭错了线 觉得男人的喉结非常的性感 忍不住就想咬两口 随着她抬头的动作 丝绸质地的被子 从身上滑落了些 之前被笼罩着的曼妙身躯 此时一览无余 娇嫩兵机般的御夫上 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吻痕 无一部彰显着 两人昨晚的疯狂 高耸风营 无时无刻不让人血脉喷张 肖叶明看向她的眼神 充满了侵略性 毫无掩饰 赤裸裸 仿佛下一秒 就要一口吃掉她 她不极力克制着 身体不安的暴动因子 嗓音哑歪 那不如公平一点 让我再咬回去 这话刚落音 不等怀中的人儿有所反应 她滚烫赤裂的吻 就落了下来 慕妮整个人都僵硬住了 瞳孔不经意地放大 嗯嗯 你 她的吻很轻柔 只是浅尝折指一番 随后一个转身 将人压在了身下 抵在她胸膛前的两只手 也被她控制在了 她身体的两侧 她渲染上几分的嗓音 从唇齿间传出 乖 别动 慕妮心漏了一拍 布着一层水雾的炼烟眸子 背上她流畅的下额线 以及凸起喉结 她定定地盯了几秒 默默地移开 因为她怕自己把控 又想咬它 她俯身再次强势地 含住她胶软的唇绊 慢慢地想要更多 略带着粗力的手掌 肆意在她身上游走 陡然耳畔想起 她疗愉的嗓音 宝贝 介不介意再来一次 慕妮 这狗男人 上瘾了吗 下意识地她腿想发抖 可某人根本就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啊 肩头猛地被咬了口 她忍不住想骂人 可骂不出声 因为嘴唇又被她稳住了 她就像一束娇艳的蓝色妖姬 时而娇艳 时而带刺 时而让人捉摸不透 有种欲罢不能的魔力 让她食髓之味 两久后 房间内终于又恢复了平静 萧燕温柔地 将人抱去浴室清洗 开了婚的男人 被重新放到床上后 慕妮哼哼唧唧地 将身子拱到被窝里 背对着她 嘴里还不满地嘟囔着 混蛋 大骗子 说好的只是咬回去的呢 呜呜 她感觉全身都要散架了 果然宁愿相信 这世界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男人的话 萧燕明从背后贴了上去 将人搂在怀里 宝贝 对男朋友能力还满意吗 慕妮 满意 简直满意过了头 呜呜 坏蛋 她的小妖啊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这熟悉的铃声 一听就知道是自己的 还未带她有所行动 萧燕明已经将手机递到了她面前 她问 小嫂子的 来电显示的名字是芝芝 她猜测应该是沈志义 慕妮脸上的潮红 还没有完褪去 身子软软绵绵的 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 愣了几秒后 才反应过来 她口中的小嫂子是谁 嘶哑的嗓子 发出一个单音 嗯 墨蒂她出一截玉白的手臂 将手机从她手里拿了过来 放在耳畔 喂 薄 一开口 她才知道自己的嗓音 有多么的奇怪 娇媚的不像话 简直能缩到了骨子里 慕妮差点被自己的声音给吓到了 不等她里出个头绪来 手机里就传来闺蜜的嗓音 妮妮 带上你们家萧燕明 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 听到这话后 慕妮的第一反应就是 什么时候这狗男人 成了她家的了 沈志毅和闺蜜结束通话后 又给江特助打了个电话 手机里传出一道恭恭敬敬的嗓音 喂 夫人 每次听到这称呼 沈志毅都有些不好意思 知道他们今天有些忙 她言简意该 江特助 你先别给你们总裁订餐 我一会给他送去 没了 他又叮嘱了句 别跟他说 江特助瞬间明白 夫人这是想给总裁一个惊喜 立刻恭敬地应道 好的 我知道了 夫人 挂掉电话后 沈志毅走进厨房 将炉灶上的火给熄灭 上面紫砂包里 是他炖了一个多小时的鸡汤 沈志毅决定今天中午 去给周末还在上班的老公 送个爱心午餐 原本两人计划 今天去拍婚杀照的 可不想伤时序公司临时有事 周末加了个班 刚一踏星火公司的大门 前台就看见他了 小姐姐面露喜色 热情地招呼道 福 小姐 正要去48楼吗 由于太过激动 他差点说漏了嘴 星火内部员工 眼前这位大美女 就是他们的总裁夫人 沈志毅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他冲前台小姐姐 礼貌地笑了笑 是的 前台热情地 将人引到了总裁专用电梯 见他手里提了两只保温饭盒 还体贴地替他按了楼层键 沈志毅再次礼貌地冲他道谢 谢谢 小姐姐难掩心中的激动 面上带着甜美的笑容 连连白手 不用谢 不用谢 应该的 沈志毅在他热切目光的注视下 走进了电梯 他心里有些感慨 大公司就是不一样 就连前台都这么热情好客 优雅有礼 服务周到 电梯门关上后 前台小姐姐飞快地转身 奔回自己的岗位 拿起桌子上的手机 赶紧往员工群内 发了条八卦短信 劲爆消息 大家快来吃瓜了 猜猜我 刚刚看到谁来了 因为是午休时间 此时此刻 几乎每人都是手捧着手机 在刷着某短视频 所以 这条消息一出 大家一窝蜂地全围关了过来 谁谁谁 不会是那个爱豆来了吧 是哥哥还姐姐啊 给个提示呗 哇去 我刚刚看到一个天线般的美女 从我眼前飘过 没想到是我们的总裁夫人 天哪 我女神来了 好激动啊 你激动的毛球啊 该激动的 应该是我们总裁才对吧 姐妹们 要不要去48楼 嘿嘿 去偷吃狗粮 小心被撑死了 沈志义自然不知道 此时他已经成了 员工群内八卦的对象 出了电梯 他直奔总裁办公室 站在门口 他抬手敲了下门 扣扣扣 停顿了数秒后 里面传来那道熟悉的嗓音 进来 沈志义轻手轻脚地推门进去 男人正坐在办公桌前 垂头在看摊在面前的一份文件 扮上 不见任何动静 伤时序不由地皱起眉头 缓缓抬起有些疼痛脑袋 某底顿时闪过一抹欣喜和亮光 宝宝 怎么来了 正好他有些想塌了 没想到老婆就来了 沈志义将手里的两个保温饭盒 放到对面的茶几上 嘴角挂着笑 当然是来挂爱我们勤劳的商总啊 顺便来送个爱心午餐 商时序直接从座椅上起身 绕过办公桌 上前见人抱住 谢谢老婆 刚好我还没吃午饭 说到这他就有些奇怪 怎么今天午餐 将特助还没给他送来 他没多想 以为是将特助太忙 给耽误了 不过这不重要了 有了老婆的爱心午餐 谁还吃那晚夜 他将下巴埋在他井窝处 嗅了嗅毒属于他的芳香和气息 如同珍宝般 紧紧地抱在怀中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人分开了许久 此时正是他们久别重逢的场面 沈志义被他弄得有些哭笑不得 伸手将人扒拉开 对上他深邃漆黑的眸子 娇穿了他一句 人就在这又不会跑 吃完饭给你抱个够 他眸底闪过一抹脚霞 声现低沉悦耳 嗯 听宝宝的 一会可不许耍赖 沈志义眨了眨成亮的姓眸 前提是 不影响你工作 想了想又补了剧 你不会想抱着我处理工作吧 伤时序不置可否的杨纯浅笑道 芝芝真聪明 这要是被人进来看到 多尴尬啊 下次他都没脸再来了 好似看出他心中想法似的 伤时序语调缓慢的开口 没有我的允许 他们不敢随意进来的 更何况知道你在 与毙 他俯身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下 低笑了声 芝芝还有什么问题吗 沈志义嘴角抽出了下 后路都被他堵了 还要他说什么 不能再聊下去了 不然一会 又被他给带坑里 吃饭去了 你都不饿的吗 话落 他离开他的怀抱 将人拉到茶几旁的沙发上坐下 伤时序刚刚就闻到一股浓郁的香味 别说他还真有点饿了 忍不住沟纯浅笑了声 老婆的爱心午餐好香啊 沈志义打开家高多层饭盒 从里面拿出两盘菜和一碗饭 接着又从保温桶里 倒了碗鸡汤出来 宝宝吃了吗 接过老婆递过来的筷子 他抬眸问 沈志义给他摆好饭菜后 在他身旁坐下 我已经在家吃了 这些是留给你的 伤时序目光落在 飘着红枣和枸杞的鸡汤上 眸色暗了暗 在心里揣摩了起来 老婆突然给他煲鸡汤 这是暗藏的什么意思 是嫌他不够卖力 还是觉得他虚 想想不应该啊 毕竟他对自己的那方面的能力 还是很自信满意的 见他目光落在鸡汤上 盯了许久 沈志义诧意不解 怎么了 这鸡汤有问题吗 这老母鸡 还是早上爷爷让刘妈带过来的 沈志义不知道怎么弄 就把他煲了汤 他可不知道 自家老公的所思所想 他就只是单纯地煲了的汤 单纯地送了的饭而已 见他好像没有异样 伤时序收回视线 莫非是他想多了 脸下心中的思绪 他温笑道 没有 只是觉得 老婆这汤煲得太好了 一会我要多喝点 他话刚落音 陡然响起一阵敲门声 扣扣扣 沈志义下意识地 跟他拉开点距离 端坐好 伤时序被他的小动作给逗笑了 他猜想 公司里应该没人不知道他的身份 这避不避嫌 意义不大 随后他低沉的嗓音响起 进来 随后 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原本以为是江特助 但看清来人时 沈志义愣住了 伤时序下意识地皱起眉头 眸底的不悦 竟显无疑 嗓音不带一丝温度 方女士有诗 方墨宇穿着一身 剪裁得当的月青色旗袍 脖梗戴了条翡翠项链 整个人看上去雍容华贵 对于儿子冷漠的态度 显然已经习惯了 他没有太在意 视线落到茶几上 保养得当的精致面容上 略带心疼 你午餐就吃这些 他这话一落音 伤时序和沈志义 两人同时忘了过去 沉默了几秒后 他低沉的嗓音 在办公室内 郑重有声地响起 我老婆亲自给我做的 比过山珍海味 或许在方女士眼中一文不值 但在我心里 却是无价之宝 因为这是我老婆对我的爱 她可以比你一切财富 沈志义心间猛地被撞击了下 她和她的经济能力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这么久以来 她总是照顾着 她的感受和自尊 从来不带她去 高档奢华的饭店用餐 也从来不一味地追求 高档奢侈用品 只是普普通通 踏踏实实地 跟她过着最平凡的日子 低调的 不能再低调了 可她忽略了 在没有认识她之前 她的消费水平和生活圈 在她看来的好饭好菜 其实在她们面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沈志义垂眸 无措地紧紧捏住自己的衣角 察觉到小妻子 突然地低落情绪 伤时序将她的手握 在自己的大掌内 试图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和依靠 薄唇亲戚 不要在意 她不懂 她是在告诉自己的小妻子 自己母亲的三观 跟她们根本不相同 沈志义抬眸 对上她温柔的眸光 心间的那抹不适 瞬间消失了大半 冲她淡淡地扯出一抹微笑 嗯 方默语不想一见面 就跟她争吵 语气稍稍放软了些 既然你认准了她 我也不好强拆了你们 但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谈谈若曦的事 伤时序眉头皱的 能夹死个蚊子 她嗓音冷冷的 你倒是管得挺宽 什么事都要横插一脚 这话讽刺意味十足 方默语被赌得有些难受 没想到他们母子俩的关系 会闹成这样 连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说句话 都成一种奢侈 时序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 只想跟你好好谈谈若曦 和君贺的事 沉默了数秒后 她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 别人的事 你就这么上心 啊 二十几年来 对自己的亲儿子不闻不顾 对妻子倒是挺关心的 方默语知道 儿子对她的怨恨颇深 想让她和颜悦色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默了默后 她缓缓开口 既然你不喜欢若曦 就不能成全君贺吗 段君贺是方默语的继子 是现任丈夫 和前妻所生的儿子 商时序和唐若曦 在国外读书期间 又好巧不巧的 和段君贺是校友 原本两人 就因为方默语的关系不对付 没想到在国外 又进了同一所大学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段君贺竟然爱上了 死对头的小青梅 商时序好像听到了 什么笑话的 吃笑一声 方女士觉得 爱情是需要靠别人 成全得来的 她不禁在心里冷笑 真是好笑 喜欢就凭自己的本事 去追 人家女生不愿意 这还能怪得了旁人 还真是一对奇葩母子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可某种思维 还真是惊奇的相似 话落 不等她有所反应 接着又听她补了剧 若西街不接受你继子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有 我很忙 没时间理这种无聊的事情 方默语背对的一时间 哑口无言 她不可置信地望着眼前 这个已经成长为 天之骄子的儿子 没想到 她竟然再赶她走 她磕上眼睛 做了个深呼吸 罢了 既然这么不待见她 以后不来打扰她就是了 她语气中尽显无奈 行 是我打扰了 伤时序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地 继续用自己的餐 两母子又是不欢散的一次见面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带人走后 伤时序放下手中的筷子 将一旁好像在认真思索着 什么的沈志义抱在怀里 宝宝在想什么这么认真 她脸颊和她对贴着 温热的呼吸 缠绕到她耳边 沈志义从惊讶中回神 侧脸对上她温柔的眸子 段君赫是阿姨的嫉子 她有些意外 这关系还真够复杂的 难怪那个男人 将她家老公 当成死对头 伤时序语调缓慢地回应 对 段氏集团董事长的独子 我那母亲的好儿子 沈志义看向她的眼神 带着丝丝心疼 她转过身 抱住她的脖梗 轻唤了声 老公 她垂眸看着近在咫尺的 精致小脸 嗓音低沉温柔 宝宝 你说 我们要的孩子吧 她无比认真的看着她 波光练燕般的毛子 好似沾染上了沉间的水露 晶莹透亮 伤时序心肩猛地 好像被撞击了下 这个惊喜来得太意外 以至于她有些不太敢 相信自己听到的 宝宝你说什么 沈志义有些害羞地咬住下唇瓣 她软弱的嗓音再次响起 我想考虑一下备孕的事 其实这也不是她突然心血来潮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她看得出来 伤时序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只是她尊重她的意愿 所以才没有主动提出来 对于两家的情况 生孩子是迟早的事 妈妈和外公他们 也都翘首以盼地等着抱孙子 伤时序回神 在她脸颊上吻了吻 随后温声道 孩子固然重要 但我不想你勉强 晚两年没关系 她又不是那种 把老婆当生育机器的男人 完全不顾她的个人感受 所以 她想把这个权利 交在老婆手里 让她自己做主 沈志义鼻头有些发酸 这个把她捧在手心里的男人 真的很难让人不爱 她仰着下巴定定地望着她 一点也不勉强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爷爷和外公的年龄都大了 我不想 他们有什么遗憾 伤时序笑着捏了捏她的脸 行 听老婆的 从今天开始就戒酒 雨碧 她又贴着她脸颊 轻声了句 宝宝 晚上回子警员 陪我加个班 这男人可真是 夕阳渐渐落下 天边蕴染了一片通红的霞光 不知不觉到了下班时间 沈志义原本就是过来送个午餐的 没想到被她留到了这个点 在整个公司员工的八卦和注释中 伤时序牵着她的手出了总裁办公室 两人乘坐总裁专用电梯 直达地下停车室 坐进车里后 伤时序给她扣好了安全带后 偏头问 去云烟阁 沈志义正在跟闺蜜发短信 确定用餐时间 闻言 她抬眸对上她近在咫尺的一张俊脸 卷翘的睫毛轻眨了下 悠悠地开口 嗯 妮妮她们已经在包厢里等我们了 今晚她不单只约慕妮和肖叶明 还约了师姐叶初彤和傅景琛 伤时序点头表示了然 扣好自己身上的安全带后 发动引擎 车子缓缓从地下停车室驶出 因为是下班高峰期 路上有些堵车 十几分钟的路程 竟然多用了半个小时 两人到达云烟阁的时候 他们包厢点的菜式 都差不多快要上齐了 见两人终于出现了 慕妮几眉弄眼的冲闺蜜打去道 宝 你们这速度有点不对劲哦 该不会半路上拐去干什么坏事去了吧 沈志毅被她打去的脸颊泛红 无语地白了她一眼 堵车呀 难道你们来的路上不堵吗 这小妮子 真是什么话都敢往外蹦 慕妮一脸坏笑着 冲她眨了眨眼 嘿嘿 宝 堵车只能说明你们家商总 开车技术欠缺 最后一句话 她尾音故意拉得特别长 这开了婚的女人 说话真是言了多 此车非彼车 大家心里都懂 沈志毅眨了眨眼 抬眸看向身旁的老公 那眼神有些委屈 伤时续抬手揉了揉她的发顶 以示安慰 随后又替她拉开座椅 自己也在她身旁的位置坐下 抬头就对上对面好兄弟 像细血的眸子 她眉头挑了挑 不管管 面对好兄弟的控诉 萧叶明嘴角 擒着一抹玩味的笑意 脾气大 管不了 得宠着 好不容易才追到手的女朋友 还没五热乎呢 她怎么舍得 伤时续 得 她算是看出来了 又是一个老婆奴 她眉头挑了挑 薄唇微微勾起 这只能说明你无能 连个方向盘都掌握不了 萧叶明 好家伙 暗戳戳地骂她怕女朋友呢 她就不相信 她伤大总裁不怕老婆 都彼此彼此 何必讽刺她 叶初同这两天 在忙着搬家收拾新屋 在得知慕妮和萧叶明在一起后 多少还是有些意外和震撼的 因为 她没想到两人后续 还有这样的发展 真是验证了那句话 爱情的力量 让一切变得都有可能 她面上带着温婉的笑容 妮妮 有男朋友了 她是真心的 替好姐妹开心 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对的另一半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慕妮嘴角撇了撇 有些嫌弃地回应道 初同姐 我哪里是 找了个男朋友 分明就是 捡了个狗皮膏药 快碾死她了 慕妮放在桌子下的手 被萧叶明握在手心里 她想抽出来 她却死活不给 她气得拿眼瞪她 两人真的很像 一对欢喜冤家 逗不停 萧叶明唇角微微上扬 眼底划过淡淡的笑意 谢谢女朋友 终于愿意帮我证明了 缠了她一上午 这小妮子都没松口 想到这会儿 到自己承认了 慕妮 这狗人 太坏了 一旁的傅景琛 从坐下后 视线就没有从夜初 从身上离开过 知道她喜欢吃大龙虾 她默默地 将戴上手套 包了好几只 片刻后 将小碟子里包好的虾仁 端放到她面前 全程都一言不发 默默地做事 默默地吃饭 她的付出和用心 沈志毅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她是最希望 两人能破镜重圆的 沈志毅和师姐 从学校到工作室 两人相处了那么多年 夜初同的不义 她可是一亲二楚 相对比自己 她起码还有妈妈和外公 而师姐 自从她考研那年 和她相依为命的奶奶去世后 她就真的成了孤儿 原本以为 秦银行能给她一个 幸福温暖的家 谁知却给她 一棒沉重的打击 默了默后 她悠悠地开口 师姐 我们工作室 要加入上来吗 她这话一出 夜初同和傅景琛 同时愣住了 傅景琛下意识地 抬头看向对面的好友 两人短暂地 用眼神交流了下 傅 这是怕老婆 被人拐跑了吗 伤 外面大灰狼太多 还是放到自己眼前 安全些 傅 行 我举双手赞成 商 你当然赞成了 这可是互利互赢的事 她这话的意思 暗指夜初同和她这个好友的事 沉默了半想后 夜初的声音婉转地响起 师妹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就看你怎么想的 在刚得知的那一瞬间 她还是有些抗拒的 但细想了下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撇开个人私事不说 他们这样的小工作室 能加入大公司 的确是像是中了头奖 但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师妹的原因 其实想想 这也没什么不好 工作室还是他们自己 只不过是背后多了一个强硬的后台和保护伞 更何况 人家老公想要保护自己的老婆 这么明显的意图 她怎么会看不出来 所以 她更加没有理由拒绝了 沈志义嘴角扬起一抹欣喜的笑容 这么说 师姐你同意 加入他们上来了 她都已经准备好了几套说辞 没想到 一句也没派上用场 夜初同低笑了声 故意打句道 这种占人家便宜的好事 我为什么不同意 慕妮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也跟着硬喝道 对呀 商总心甘情愿的是 有便宜不占傻呀 你们要不要说得这么之间 一点也不知道含蓄 商时序端起自己面前的杯子 微笑道 欢迎两位 成为我们上来长久的合作伙伴 我以茶代酒 夜初同没有细听最后一句话 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 也跟着端起面前的酒杯 商总 合作愉快 傅景称眸色顿了下 随后 面部显露地微笑道 叶小姐 弟妹 欢迎你们的加入 沈志义也端起自己面前的白开水 笑着回应 谢谢傅总 以后请多多指教 反应过来的慕妮 惊呼一声 哇去 你们两个突然搞什么养生啊 一个个的 都喝起了白开水 沈志义眸色闪烁了 眨了眨眼 酒喝腻了 改改口味不行吗 慕妮一脸八卦地看向闺蜜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 为什么你们两个要戒酒 经他这么一问 叶初彤好像猜到了什么 他淡笑不语 你这思维 可真够清晰的 知道隐瞒不过去 干脆大大方方地说了出来 我们这不是 在备孕吗 叶初彤 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慕妮的脸上的表情 好像调色盘一样 丰富多彩 消化了几秒钟后 就听见他疯狂地吐槽道 你俩这是被绑了火箭系统吗 这才结婚多久啊 就准备造娃了 其实他想吐槽的是 他这才刚有男朋友 闺蜜就要造娃了 这什么时候才赶得上啊 伤时续好似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似笑非笑地开口 慕小姐要是怕赶不上 你们也可以提一下速度 话落 他将视线落在对面的好兄弟身上 那挑衅的意味十足 萧叶明狭长的眼眸轻轻眯了下 握住慕妮的小手的那只大掌 一到他脸颊上 他清朗的嗓音悠悠响起 乖 不气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慕妮 谁要和你领证啊 谁要嫁给你啊 恋爱都还没谈两天 就想把他拐回家 想得倒是挺美的 傅锦琛看着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 他心里多少有些羡慕 叶初通刚好抬头 视线不经意地和他相撞在了一起 他不自然地赶紧别开 其实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 夜幕低垂 漆黑的夜空中挂着一轮月牙型的星月 这顿饭 几人吃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才散火 出了云烟阁 慕妮刚想跟着闺蜜 一起坐进商时序的车 谁知他还没开始行动 手臂就被身后的萧叶明给拉住了 接着耳旁就想起他清朗的嗓音 人家心昏燕耳的 你住在那多不合适 他也是在几分钟之前才得知 自家女朋友为了躲避他妈妈的围堵 被逼地躲住进了闺蜜家 慕妮转头对上他深沉的眸子 沉默了数秒后 那要不我去酒店住几天 话落 他觉得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 索性重新找房子搬家算了 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明天我就重新找房子 绝对不能再让他老妈找到住址了 萧叶明一字一句 看着他说搬过去跟我一起住 不等慕妮有所回应 就听他接着又说 我那房子挺大的 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一个女主人 他语调慵懒 又带着几分诚恳邀请的意味 慕妮一双妩媚风情的桃花眼 全被惊讶塞满 呆了数秒后 他定定地凝视着他的双眼 你 你认真的 他真的想清楚了吗 一旦住进他家 迟早有一天会被他的家人知道 他这样普通家庭背景的女孩子 他家的人真能接受吗 文言 萧叶明好似有些不满这句话 薄唇勾起 直言道 你从哪里看得出来 我不是认真的 这女人莫不是认为 他只是跟他玩玩的 想到这种可能 萧叶肉眼可见的脸色暗沉了下去 真把他当成烂情的浪子了 慕妮发现他的脸色不对 沉默了数秒后 红唇张了张 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你考虑过横跨在我们之间的现实问题吗 原本答应做他女朋友 慕妮还有些懊悔 怎么就轻易被他的糖衣炮弹给攻击了 因为他清楚 两人的身份和背景 差别到底有多大 还有 他私心里不希望这个 让他心动不已的男人 被慕母和继父那样的吸血鬼给缠上 这也是他无奈又悲哀的地方 他不想连累他 所以 答应做我女朋友 也是敷衍我的 萧叶明眼底带着微不可查的失望 心坚触 好像猛地被人用针扎刺了一样 疼得让他差点无法呼吸 他下意识地否认 紧抿着下唇绊 不是 当然不是 慕妮面露苦楚 他是真的很爱他 也特别地渴望 和他长长久久地厮守一生 可是 此时此刻 他心里矛盾极了 萧叶明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很是不解 既然不是 为什么又要说 我们不合适 见他又沉默不语 他转身上前几步 对坐在车里的沈志义说道 小嫂子 我和妮妮有点事情要谈 晚点我送她回去 见闺蜜没有拒绝 沈志义自然不会阻止 他点头表示知道了 其实 两人在车外的争执 他也听到了几句 他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闺蜜有心结 这需要萧叶明 自己慢慢地去解开 别人帮不了 想了想 他又从包里 翻找出门禁卡和钥匙 拿在手里 侧头对驾驶位上的老公说了声 等一下 我去和妮妮说句话 伤时序面露温柔 嗯 去吧 他也注意到了 发小和他的闺蜜 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快 沈志义转身下了车 走到闺蜜面前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随后在他耳旁清语道 我家的门永远都像你敞开着 你想住多久都行 与毙 他将手里准备好的钥匙 和门禁卡递给他 拿着 这样你出入方便些 我和老公这段时间 住在子警园那边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慕妮眼眶微微有些泛红 鼻头也酸酸的 嗓音有些重 嗯 知道了 他这辈子不幸的是太多了 唯一幸运的就是 有了沈志义这个闺蜜 和发小宋年峰 虽然那家伙扣门了些 但要是两姐妹有事 她真伤 请客后 两姐妹又说了几句知己话 沈志义这才转身重新上了车 黑色的兵力 渐渐消失在了两人的视野内 慕妮回神 看了一眼身旁的男人 想说什么就说吧 末弟 萧叶明轻笑了声 宝贝觉得这路边 适合谈事情 慕妮美好气地瞪了他眼 怎么就不能了 除非你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举动 这句话 成功击到了 面无波澜的某人 就见上一秒 还谦谦君子形象的萧叶明 猛地俯身 将人抱起 扛在肩膀上 突然的举动 让慕妮挫不及防 吓得尖叫出声 她挣扎着用双手 敲打着她的背部 嘴里还不停地叫嚣着 你放我下来 不然我 我咬你了 萧叶明 见她挣扎得厉害 抬手轻拍了她圆润的探布 乖点 回去给你咬 煞时 耳边安静了 被打了一巴掌的慕妮 此时脸颊红得 如同熟透了的番茄 又羞又恼 她竟然打她 还打得是那地方 好羞羞 她像急了一只 惹恼了的小野猫 对她是又抓又挠 混蛋 大混蛋 你竟然使用暴力 这样的男朋友 她不要了 很快 萧叶明将人 扛到放在巷子旁的越野车前 打开后座位上的车门 直接将人丢了进去 虽然有些简单粗暴了些 但动作很轻柔 随后 她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 慕妮被放下后 还没来得及坐起身 就被萧叶明给压躺回了座位上 车内没有开灯 在漆黑一片的空间里 两人急促的呼吸声 在耳旁极为凸显 宝贝 当当说什么 她稍带些粗重的嗓音 在封闭的车厢内响起 慕妮被她扛了一路 有些心急败坏 说你混蛋 说你 后面的话 她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萧叶明就俯身 对着她的嘴唇吻了上去 嗯嗯 混 混蛋 身下的人儿极为不老实 手脚并用 又是抓又是踢的 由于她挣扎抵抗得太厉害 慕妮身上的漏肩裙 被拉扯得不像话 露出雪白的一片 借着车窗外的月色和路灯 萧叶明看得一清二楚 她控制不住的全身 变得燥热难耐 手背上的青筋根根抱起 她霸道撬开唇齿 贪婪肆意地在口腔内辗转 她大掌将她两只 乱抓乱挠的小手 给按住 温热的双唇 顺着她的唇绊 下巴 一路轻移 慕妮被稳得呼吸急促 脑袋渐渐发晕 不经意地 从唇齿间 溢出一道胶银声 突然疼痛感传来 她忍不住喊叫了声 啊 她竟然在咬它 这男人 真是属狗的 太羞耻了 不 不准 她娇媚的嗓音 在寂静的车厢内响起 萧热明重新抬头咬住她的下巴 嗓音极致撩人 又低又缓 宝贝 不准什么 她感觉到 自己快要窒息了 身体忍不住轻颤了下 她紧紧咬住下唇绊 不准咬人 萧热明垂眸 看着她那张红 透了精致脸蛋 嘴角扬起一抹肆意的笑容 俯身做了个示范动作 是这样吗 在她白皙的薄梗处 种下几颗草莓硬后 抬眸凝视着 近在咫尺模糊不清的小脸 薛薄的唇绊微张 要继续吗 湿热的触感 又痒又妈 要命 这男人太会了 她好想 不行 绝对不能屈服 要忍住 绝对不能动摇 慕妮紧紧咬住下唇绊 很有骨气地仰起下巴 不要 感受到她身体突然的紧绷 以及快要咬出血的下唇绊 萧热明谋底闪过 不易察觉的笑意 她一开唇绊 嗓音又低又缓 下次还敢骂吗 说话间 她抬手给她整理了下凌乱的裙子 随后 将头顶上方的车内室灯给打开 快要喘不过气来的慕妮 此时连拿眼瞪她的力气都没了 软绵绵地瘫软在座椅上 布着一层水雾的桃花眼 看起来妩媚勾人 她俯身直视着一脸潮红的慕妮 嘴角掀起一起肆意的笑意 宝贝嘴巴说不合适 但身体却诚实多了 刚刚可是很享受的 慕妮咬牙切齿 你不要脸 她气得将脸转向窗外 不去看她 这男人太无耻了 故意勾她犯规 差点让她把持不住 面对她的谩骂 肖叶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乖 别生气 等一会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男朋友一定满足宝贝的愿望 慕妮刷得一下小脸通红 等稍稍顺平了呼吸后 没好气又心虚地瞪她 我才没想到啥呢 肖叶明 此时眸光四星辰 有温柔 有亮光 有向往的方向 她视线 一顺不顺地 落在她娇羞的小脸上 嘴角勾这些笑意 嗯 宝贝 这事先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要讨论 另外一个问题 慕妮一脸窘迫 说得好像她迫不及待地 要扑倒她似的 呃 但她不会承认 其实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不等她有所回应 紧接着她唇后的嗓音 再次响起 妮妮 我想和你相守一生 很认真 很认真的 所以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能不能给我说说 她收起脸上玩味的笑容 语气 略显认真严肃 慕妮 陡然一正 还是这个问题 她真的不知如何回答 沉默了许久后 她鼓足勇气 缓缓开口 我家的情况 你应该很清楚 我妈妈和我继父 一心想把我送入豪门 可讽刺的是 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所以你明白我的苦处吗 她不喜欢被约束的生活 她只想自由自在 平平淡淡地 和相爱的相守一生 怎么办呢 她就是这么没追求 没出息 她不想大富大贵 只求平淡 开心快乐 肖叶明末地的 将人搂抱在怀中 下巴放在她的肩膀上 嗓音温柔深情 妮妮 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你的家人 我负责摆平他们 但你 不要再逃避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好吗 两人的三观 莫名地合拍 正好她也不向往豪门的生活 所以 当初才不顾未婚妻的反对 主动放弃了家族继承权 自由自在地过着 自己喜欢的生活 慕妮脑子轰得一下 如同被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般 炸得一片空白 一颗狂跳的心脏 好似瞬间能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她就这样呆愣着 一动不动地和她对视 她漆黑如墨的眸子 不知何时起 已不再是深沉无底 她有了温度和光亮 她心口出的悸动 无法让人忽视 四四缕缕不可言说的心绪 陡然从心间蔓延开来 她很让她心动 两久后 她双手抱住她的脖梗 那双清波流盘的大眼睛 轻眨了一下 性感的红唇微微勾起 轻唤了声 萧叶明 再 她眸底带着丝丝缠绵和悸动 慕妮红润饱满的唇瓣 贴着她的耳畔轻语道 我爱你 她此时就像一只 魅惑勾人的小妖精 妩媚撩人 温热的气息 馋杂着的淡淡好闻的香水味 一股脑的都传入进 萧叶明的鼻息内 体内的躁动因子 不受控制地膨胀了起来 耳畔又想起 慕妮撩人的嗓音 愿意明天和我去领证吗 她手指不安分地 在她背上抹撒着 萧叶明凸起的喉结滚动了下 当然愿意 非常愿意 她牟底集聚着浓浓的爱意和欲望 眉头轻挑 微微低头 在她下巴上轻咬了口 慕妮撕的一声 疼得倒吸了口凉气 她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眼神暧昧 宝贝 该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是对线给女朋友承诺的时候了 慕妮放在她背后的手 猛的一顿 就见她伸手摁灭了头顶车内式的小灯 前面的挡板也被她给放了下来 车内瞬间变得漆黑一片 她抹黑凑近她的唇 似有似无地亲碰了下 好像蜻蜓点水般 接着就听见她暗哑的嗓音响起 宝贝 想要怎样驾驶 慕妮回神后 她笑得好像一只小狐狸 嗓音带着几分媚态 想要我当车手 她边说边将柔软纤细的手指 放在她唇瓣上轻轻抹撒了几下 挑逗位十足 萧叶明身子陡然紧绷了起来 大掌握住她为非作歹的小手 眼底的续着浓浓的琴外 垂头在她手心里亲吻了下 嗓音中人带蛊惑心的笑意 可以试试 她在座位旁边按了下 立着的靠背 突然一下子向后摊平 原本越野吉普车的后座空间就大 座椅放倒后 更加来去自由 慕妮媚眼流转 嗓音娇柔 确定 她有些蠢蠢欲动 自己掌握把控 那肯定感受不一般 萧叶明一把将人抱着在自己腿上 嘴角勾着魅惑的笑容 宝贝 是没信心吗 经过之前的一顿折腾 她衬衫的扣子已经散开了大半 精壮的胸肌和线条流畅的腹肌 一览无余 借着微弱的光线 慕妮视线痴迷的一步开眼 在她吞咽了数次口水后 故作淡定的红唇勾起 当然不是 我只是在琢磨一会 该用几档比较合适 宝贝还是慢慢开 新手车速不宜太快 她双手掐住她两侧的腰 低笑了声 借着月色和昏暗的路灯 慕妮垂眸对上她赤红的眸子 柔软的指腹 轻轻地划过她凹凸有致的人鱼线 似不经意 又好似故意撩拨 性感的红唇 微微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那我就是想飙车 寻求刺激呢 她就如一朵带刺的蓝色玫瑰 妖艳 魅惑 性感 这样的人儿 简直能要人命 萧叶明眸色变得深沉 单手轻挑起她的下巴 方向盘在宝贝手里 怎么驾驶 你说的算 性感的薄唇覆在她嘴边轻着了下 慕妮嘴角挂着一抹妩媚的笑容 柔软无骨的小手 好似妖娆的舞者 在她流畅的下额线上 轻轻抚摸了下 接着一路下移 下巴 猴杰 随后响起咔的一声 萧叶明气息有些不稳 杨纯浅笑了声 宝贝 车可以启动了 皮带弹开滑落 她单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霸道地含住她的唇瓣 重重地吻了起来 车内暧昧和淫泥的气息 悄然弥漫开来 黑色的越野吉普车 在漆黑的夜幕演示下 隐约能看见地面上随风摇拽的车影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刚回到子警园 伤时序就接到了继母温清云的电话 手机里传出她焦急的嗓音 时序 你现在能来老宅来一趟吗 下意识想拒绝的伤时序 敏锐地捕捉到了 她语气中听的不对劲 她眉头紧簇着 直言道 发生了什么事 温清云担心老爷子的身体 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爸和三瑶在书房里吵起来 闻言 伤时序深沉的嗓音中 带着一丝怒气 你们可真有能耐 爷爷有心脏病 他都不敢给老爷子气瘦 他们怎么敢 一脸阴沉地挂掉电话后 简单地和沈志懿解释了句 两人就匆忙地赶了过去 一个小时的路程 硬是被她缩短到了三十分钟 不过这也多亏了她的豪华跑车 不然一般的车还真坐不到 这个速度 第一次坐快车 沈志懿还有些不适应 下车后 只觉得两腿有些颤抖 伤时序见她脚步虚浮 赶紧扶了她一把 垂眸低笑了声 吓到了 虽然是问句 但语气很肯定 沈志懿不想承认自己这么怂 丢人死了 坐个跑车 竟然腿还发软 这也不是她胆小 主要是她平时上下班堵车习惯了 想开快也开不了 猛然间坐跑车 她小心脏有承受不住 傲娇地扬起下巴 对上她细血的毛子 才没 就是坐久了 腿有点发麻 伤时序淡笑不语 没有拆穿她 收回放在她腰间的大掌 改为牵着她的手 两人刚踏入老宅的大厅 就看见一脸担忧的 王叔和继母温清云 坐立不安地走来走去 见到伤时序 他们两人好像找到了 主心骨似的 王叔率先开口 大少爷 少夫人 你们回来了 老爷子年岁已高 又有心脏病 先生脾气又是个倔的 他实在是担心得很 伤时序淡淡地嗡了声 视线就落在了对面的书房 听到动静 温清云将视线 从书房的方向移开 抬眸看向二人 时序 致意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们 实在是抱歉 她是正牌的大家 闺秀出身 长相温婉端庄 性格温和 气质优雅如蓝 一言一行 都透露着浓厚的书香气息 以及良好的个人修养 比起强势的婆婆方莫语 沈志亦更喜欢眼前这位 她精致的小脸上 带着温柔的笑容 温依客气了 在我们心里 没什么比爷爷更重要的 伤时序对眼前的这个继母 说不上喜欢 也说不上讨厌 其实她心里清楚 当年父亲出轨的女人 可不是她 温清云是伤三瑶离婚后 惊人介绍相识的 不到一年 她就成功地母瓶子贵 挤走了那人在外面的小三 坐上了森盛集团总裁夫人的位置 所以她不认为 这女人是纯粹无辜的 就在沈志亦的话刚落音 对面的书房里 传出一道中气十足的嗓音 我呸 伤三瑶 你倒是真敢想呀 现在需要人替你单挑子的时候 你就想到这个儿子了 早干嘛去了 告诉你 想要继承人自己生去 你要是敢强迫他 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末了 又接着补了一刀 反正我有了两个孙子 继承人又不缺 你 奶粮快 去奶待着去 老爷子扯着大嗓门 劈头盖脸地 将自己的儿子给锁罗了一顿 紧接着 另外一道中年男人的嗓音响起 爸 你怎么就揪着我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我已经知错了 悔改了 再说 谁年轻的时候 还没犯点糊涂 老爷子吹胡子瞪眼 气得心口饭疼 哎哟 你个臭不要脸的 年轻就应该犯糊涂啊 我大乖孙子 怎么没跟你一样呢 他倒是想让大孙子犯了 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没抱上小曾孙了 可惜他大乖孙子 是个原则性很强的 不是真心喜欢的 根本就不愿意碰 老爷子是越骂越来劲 忍不住将这些年来的不满 自己犯了错 还把全天下的男人抓过来 跟你一起顶罪 好在时序没遗传你半点 不然百年之后 我都无脸面对我们商家的列祖列宗了 滚 你给我滚 真是白瞎 我们商家的好基 商时序怕爷爷被气得犯心口疼 他没等商服再开口 就推开了书房的门 原本吵得正欢的两父子 见到来人后 表情各异 商老爷子 一改之前的愤怒表情 此时喜笑颜开 哎哟 我的大孙子回来了 这变脸速度 真的也没谁了 华落 老爷子赶紧向他身后瞅了眼 我乖孙媳妇呢 商时序 合着他这个乖孙子 抵不上他乖孙媳妇 清了清嗓音 吱吱在客厅里 我扶爷爷过去 一听乖孙媳妇也来了 老爷子哪里还有心情 跟这个闹心玩一场 嫌弃地瞥了眼对面 吹胡子瞪眼 赶紧滚 别在这里碍眼 华落 又对自家孙子说道 我自己去客厅找乖孙媳妇 你留在这里 跟他好好谈谈 商时序先是眉头皱了皱 有些不情愿 后又点了点头 老爷子交代好后脚底生风似的 一溜烟地出了书房 丝毫不像是一个七八岁的老人 该有的敏捷和速度 待书房里只剩下两父子时 商森瑶率先打破了眼前这个僵局 他那双精明锐利眸子 平视着面前身上气场有过 而不及自己的大儿子 顿了顿开口 时序 你就不能放下对我的成见 我们父子俩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一谈吗 商时序波澜不惊地抬头 眸子冷声道 商董事长想谈什么 他嗓音淡淡 听不出什么情绪 商森瑶对于他冷漠的态度毫不在意 直截了当 我年纪大了 经历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你也是时候回来继承家业了 知道儿子要说什么 紧接着他继续说道 一成他根本就扛不起这个重担 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落个无人继承的下场吗 当初商老爷子就是对经商不感心 商老太爷才不得不扶持自己的孙子 商森瑶的上位 没想到他如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可他现在没有孙子 更何况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等孙子二十多岁 他得老成啥样了 他知道儿子有心结 这也是他和方默语犯下的错 他现在真的很后悔 当初为什么做出那么多蠢事 在心里默了默 抬眸看向眼前这个优秀帅气的儿子 时序 爸爸在这里向你郑重地道歉 求你给爸爸一次悔改弥补的机会 好吗 商妇此时没有了往日的威严气势 只有满心满眼的诚恳 商时序面无波澜 不为所动 大概是他从来都没有奢侈过 商府会有后悔的这一天 接着又听见他继续说道 我和你妈妈是商业联姻 根本就没有半点感情可言 婚后还对他那个初恋念念不忘 他对我总是冰冷的 既然那么爱他那个初恋 当初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说到这 商府保养得当的脸上露出痛苦的恨意 他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个冰冷的物件 面对自己老婆的精神出轨 还毫不在意 所以他才渐渐地不想再回家 那段时间他过得异常的痛苦 试图在花天酒地里 寻找一丝温暖和慰藉 直到儿子三岁那年 那女人给他送了顶绿帽子 所以才让他怀疑 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商府回想起方墨宇的种种 他恨不得把人给撕碎 两久后 他才平复下自己的情绪 语气中满是无奈 时序 爸爸真的累了 商时序冷着脸 眉头挑了挑 你现在又没老得扭不动 等十年后 我可以考虑考虑 商府 他现在就想退下来 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 这臭小子 就是存心想气死他 看来非得逼他触底牌了 商府语气不急不慢 这么说 就是没得商量了 是吧 商时序淡默地 将视线撇向一旁 不理他 行 这倔脾气 还真像他 默了默后 他谋底闪过一抹金光 漫不经心道 大儿媳妇应该还不知道 你除了有青梅之外 还有个红颜知己 商府边说 边观察着儿子面上的表情 见他不为所动 继续往下说 那女孩名字叫什么来着 想起来了 好像 好像叫安娜 在商府说出这个名字后 商时序那张波澜不经的脸上 终于有了丝丝变化 他先是诧异 后又肉眼可见地黑了下来 冷声道 不要在吱吱面前乱说 我和他 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安娜这个名字 差点都要从他记忆中消失了 当年在国外上学期间 有一次晚归 在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一群不良少年 在为难一个女生 原本他不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但要他眼睁睁地 做个袖手旁观者 他也做不到 于是就一个人单挑了那六七个人 成功地救下了那个女生 不过 他自己也受了伤 后来女生知道他和他是校友 就经常去他们院系找他 两人又没有什么 暧昧的举动 和越轨的行为 就是很平常的学术交流 他冷笑着嘲讽道 为了逼我 你还真是无期不用 商府眸底 闪过一抹欣喜和得逞 对于儿子的讽刺 丝毫不在意 他就知道 这个方法一定有用 嘿嘿 看来他退休有望了 别管真不真实 反正他就拿这个当把柄了 天知道 他多想带着老婆去环游世界 一年付一年 就是脱不了手 今年终于有望实现了 他隐藏好自己的情绪 面部显露地笑了笑 你答应继承家业 我就管住自己的嘴 公平交易怎么样 商时序微微 眯起深邃的眸子 眉头上挑 今年没空 他要忙着造娃 商府知道他这是答应了 一年他等得起 唉 真是不容易 这臭小子 终于愿意继承家业了 两父子从书房里出来后 客厅里的其他四人 都明显感觉 两人之间的气氛 好像变了 具体哪变了 又说不上来 就是莫名地觉得和谐了 商府走到妻子身旁坐下 温声道 清云 今天太晚了 不如我们就在老宅留一晚吧 闻言 温清云下意识地 向老爷子那边看了眼 见他没有立刻反对 还稍稍松了口气 自从他嫁进商家以来 回老宅的次数 是屈值可数 不是他不想来 是老爷子不让他们回来 他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嗯 商老爷子 也在偷偷观察 大孙子脸上的表情 见他一脸平静 心里紧动的那根琴弦 也稍稍松了下来 家和万事兴 谁不想一大家子 和和气气 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实在是他那个 不争气的儿子 年轻时太混蛋 造下的孽 他不得不顾及 孙子的感受和心情 现如今 好似父子俩破冰了 这也是他多年 所期盼的 沈志义拉了下身旁 伤时序的衬衫衣袖 侧脸小声道 有段时间没陪爷爷了 我们也在这里睡一晚吧 他点头 行 听老婆的 确定后 刘妈欢喜地 去帮他们收拾房间 老爷子此时此刻 在看混球子 突然顺眼了些 随后又吩咐李妈 去厨房弄了些夜宵 佣人们都退下后 商府一字一句 认真地说道 爸 我和时序已经商量好了 一年后 他就接管森盛集团 闻言 老爷子拿着茶杯的手 用的什么法子 让他大孙子松口的 但他心里明白 绝对不是什么光彩的手段 此心里 他也不希望家族的生意 落在小孙子手里 不是他偏心 而是小孙子 根本没能力扛起那个大旗 先不说他性子跳脱 做事不稳重 就是论商业头脑 都不及他打个半分 很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嗯 只要你们两个谈妥了 我就没意见 话罗又补了句 但是 你不能逼迫他 做不愿意做的事 大孙子童年过得太苦 他不想再因为这些破事 而委屈了他 商妇 果然 有了亲孙子 就没亲儿子什么事了 这破天的富贵送给他 别人想要还得不到呢 怎么就成了逼迫了 但自家老子的话 他也不好顶撞 亲了亲嗓音 笑了笑 爸 绝对没有 我们是心平气和谈妥的 话落 商府看向对面的儿子 很想他能为自己说句话 商时续感受到 分别来自不同方向的两道目光 他挑了挑眉看向爷爷 从喉咙里溢出一个单音 嗯 他这也算是表态了 老爷子见他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抵触 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 也终于可以尘埃落地了 同样惊讶的还有沈志毅 他性谋眨了眨 悄悄地侧头 看了身旁老公好几眼 老公今晚态度的转变 让他很是意外 不过 不管他做什么决定 他都是无条件地支持的 吃完宵夜后 三个男人在客厅里边谈话边下棋 温清云就拉着沈志毅在的园子里 散步聊天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芝芝 你和时序在一起 过得还习惯吗 温清云语气温和地闲聊着 其实他是羡慕沈志毅的 可以选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不像他 虽然出生在富裕的书香门第 可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他向往的爱情和婚姻 根本就不能自己做主 沈志毅感觉他人很随和 相处起来也没有哪里不自在 他嘴角扬着温和的笑容 刚开始有点 现在好多了 主要是刚开始两人都不熟悉 突然住在一起 肯定要有一个磨合期的 温清云脸上带着温暖的笑容 牵起他的手 与众心肠地说道 时序 他是个值得你去爱的男人 请你好好对待 珍惜他 身为孩子的母亲 温清云打心里 是非常同情和怜悯这个继子的 有那样的一位母亲 真的是他的不幸 所以在丈夫告知他 想要把继承权交给大儿子时 他并没有反对和嫉妒 原本这些就属于他的 作为继母 他没有抢夺继承权的野心 更何况 他儿子志向也不在于此 他向来是个开明的妈妈 对儿子未来的规划 他不会加以阻拦和干涉 听到他这些话后 沈志亦心里掀起了一层层波涛骇浪 没想到 身为继母的他 心胸竟然这么地扩大 沉默了数秒后 他浅笑着回道 谢谢温仪 我会的 一时间 两人距离拉近了不少 也变得清静了起来 想到什么 温清云也没有了那么多顾虑 直言道 听说你们下个月要办婚礼了 准备得怎么样了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 商府还特意地叮嘱他 来老宅打探一下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但碍于老爷子不喜 他就没敢来 沈志亦顿了顿 直言道 爷爷和外公他们操办的 我不太清楚 想了想后 又补充了句 婚纱什么的 我们倒是都做好了 师姐叶初同 给他设计了两套中式气泡新娘 另外 上次还买了件白色西式婚纱 温清云想出一份力 但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想了想婉转了问了句 我现在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做 要是用得到的地方 千万别客气 沈志亦内心有些感动 他浅消地点了点头 嗯 谢谢温姨 如果有需要 我们绝对不会客气的 两人越说越投机 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他没想到 温清云竟然还是一个画家 不但会国画 还会油画 两人一下子就找到了 共同话题 沈志亦不经意地 挽住了他的手臂 两人就好像两姐妹似的 说说笑笑 很是和谐温馨 这一幕 刚好落在了出来 找老婆的伤识序眼中 谋底不经意地 闪过一抹诧异 这才多久 这两人就好得 跟姐妹似的了 在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是 跟着晚出来了 几步的伤府 嘴角露出一抹细血的笑容 还是我老婆的魅力大 这么快就把大儿媳妇 给征服了 伤识序弹幕的侧脸 瞥了他一眼 管好你家的 别让他再来霸掌我老婆 伤父 这臭小子 真是没大没小的 顿了顿 扬声道 明天要去陪拍婚纱照了 伤识序 嗯 摄影师那边都已经约好了 可不能再放人家鸽子了 伤父摸了摸鼻尖 弱弱地问了句 什么时候找个时间 我们也拍张全家福 伤识序表情淡淡 别得寸进尺 要拍你自己一家人拍去 伤父 这臭儿子 还真是倔 回头打听打听 在哪里拍婚纱照 他一车把人拉过去就是了 就不幸这臭小子还能当场走人 第二天 日过三杆时 商家老宅 逐园阁楼的二楼卧室内 温柔的下风 拂过浅绿色的沙帘 微微青阳 明媚的阳光洒进窗台 投影在柔软宽大的床上 沈志一不舒服地扭动了下身体 瞬间传来一阵酸痛 这下睡意全无 缓缓睁开迷离的心松性谋 入眼的 便是伤识序那张放大的无双俊脸 下意识 就想呼他一巴掌 这狗男人 简直不想做人了 昨晚 哄着他要了一次又一次 嘴巴说得有多温柔 就折磨得你有多狠 原本是想翻个身的 没想到刚动一下 耳边就传来 他慵懒又沙哑的嗓音 宝宝 不再多睡一会儿了 沈志一哼哼唧唧地双手 抵在他胸膛前 借力向后面移开了些 语气有些委屈 腰疼 见小妻子嘴巴扁着 搭在他腰间的手臂稍稍用力 又将人捞抱在了怀里 唇绊贴在他脸颊上 吻了吻 抱歉 昨晚有点失髓之味了 对于他的道歉 沈志一嗤之以鼻 男人的话能相信 母猪都能上述了 气呼呼的一巴掌 拍在了他的手背上 拿开你这闲猪手 这狗男人 一醒来就占他便宜 伤识去乖乖将自己的手一开些 下巴紧贴着他的耳轮廓 低笑了声 生气了 沈志一美好气地抬眸瞪着他 明知道今天要去拍婚纱照 晚上还闹得那么疯 不用照镜子 他也知道自己的脖子和肩膀 肯定是惨不忍睹 一会出去 怎么见人啊 更何况 长辈都还在 知道他心中所想 伤时续给他理了下耳边的碎发后 笑着安慰道 放心 他们不会笑你的 我们可是在旅行商家 传宗接代的任务呢 对于他这流氓言语 沈志一一阵扎舌 忍不住吐槽了句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他侧头轻咬着他的下巴 笑了声 在老婆大人面前 要脸干什么 要脸的话 哪来的老婆 沈志一无语地 把这个年人精给扒拉开 现在几点了 他估计应该不早了 刘妈为什么没喊他们 平时在新海居的时候 看时间差不多了 刘妈都会主动敲门喊他们的 今天虽然不去上班 但约了摄影师 伤时续不知何时 将手机拿在了手里 开机后看了一眼 九点半 闻言 沈志一呼地 从床上爬起身 也顾不得不舒服 回头催促着他 赶紧的还有半个小时 和摄影师约定的时间是十点 快要来不及了 伤时续不急不缓地 从床上下来 整个上半身都裸露在外 视觉冲击强烈 冲着背对着他 走进浴室的小娇漆 清换了声 吱吱 嗯 沈志一手里 拿着牙膏和牙刷 侧着脑袋忘了出来 如目的就是 他性感带着几道抓痕的身体 沈志一小脸煞时间爆红 一声啊的尖叫 破喉而出 赶紧捂住自己的双眼 你你你 为什么不穿衣服 虽然对他的身体 已经很熟悉了 可这么直观地展露出来 还是第一次 伤时续一脸淡定的抬脚 走了过来 藏不住语气中的余悦 就听见他一本正经的辩解道 怎么没穿了 这不还有一件吗 沈志一那也能称为衣服 在他愣神的这一瞬间 伤时续迈着白花笔直的大长腿 进了浴室 将捂在他眼睛上的双手给拿开 脸上的笑容比以往都要灿烂 语气温缓 老婆 这一声喊得 沈志一小心肝都情不自禁地颤了颤 完全就是出于本能 这狗男人不但体力出奇地好 花样还多 他真的怕怕了 再来一次 他今天都不用出门了 就在他呆呆地盯着静在咫尺 完美地像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身躯时 头顶上方传来距离上去 间隔了几秒后 再次响起的嗓音 帮老公剃一下胡子 沈志一明显地松了口气 吓死他了 还以为这男人真不选择做个人了 脸颊带着滚烫的红韵 不自然地别开视线 你去把衣服穿好 回来我给你弄 他这样子 实在是太让人犯规了 根本就无法无法直视 伤时续居高临下 看着害羞不已的小娇妻 嘴角勾着很深的笑意 不好意思 沈志一重新仰头 磨了磨牙 你说呢 自己这个样子 有多引人犯规不知道 他此时身上穿的还是凌晨时 他给他洗完身子 换上的丝绸面料的吊带睡衣 真空状态下 看起来无比诱人 伤时续宽厚温热的大掌 掐住他腰枝的两侧 垂头在他耳畔柔情蜜语道 宝宝 要不我们在这多住两天 沈志一愣了下 不解地对上他幽深如弹的黑眸 疑惑地问 为什么 这里接近郊区 离市中心有些远 上下班一点也不方便 要是节假日休息 不赶时间还行 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爷爷年纪大了 我想抽多一点时间陪陪他 当然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一个就是 这座古乡古运阁楼 他觉得很有情调 远离城市的喧嚣 让人无比地放松和惬意 沈志一是个孝顺的乖宝宝 听他这么说 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换好衣服 沈志一从包包里翻 找出遮瑕膏 对着梳妆台前的镜子 将脖梗上的吻痕给遮盖了下 伤时续穿戴整齐后 走到他身后 视线落在他如墨般的披肩长发上 微微顿了下 随后就见他从他包包里 拿出一根发带 要绑起来吗 沈志一透过镜子 直勾勾地看着他 眉眼弯了弯 你会吗 他清俊的脸上 难得露出一抹不确定的表情 可以试试 说话间他已经动起了手 葱白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穿插鱼发丝间 没想到看似简单 真的动起手来 还是有点难度的 他滴滴地笑了笑 是这样的吗 沈志一忍着笑意 嗯 你全部弄到手里扎起来就行了 是老婆大人的指导 伤时续来回弄了好几次 才将所有的头发 都拢在他的手掌里 透过镜子 沈志一看到他笨诛地 生疏的动作 既感动又想笑 心间慢慢地 被一股甜蜜所包裹 得福如此 父父何求 两人收拾妥 吃完早餐出门时 已经是十点多了 我说小叙叙 你放了我多少次鸽子 知道吗 说话的 正是这间摄影工作室的老板 兼摄影师 爱登 西州有名的封面杂志摄影师 和很多一线大牌明星合作过 他一身酷酷的军绿色登山装 脚上是土黄色的马丁靴 这格调十足的登山爱好者 没错了 这是沈志一对他的第一印象 伤时续放在老婆腰间的手 没有收回 毫无忌讳地拥着娇妻 坐在了沙发上 他漫不经心地撩起上眼皮 这不是来了吗 工作室的服务人员 热情端来了两杯咖啡 沈志一礼貌地点头道谢 谢谢 啊 再不来 我都要取消你的这单生意了 爱登故意扬着下巴 一副不满地控诉道 随后 在两人对面坐了下来 视线落在沈志一的身上 谋底划过一抹惊念 他目光自然没有半思猥琐之意 纯属 是他对于一切美的欣赏 嗨 美女 我是负责那你们 今天拍摄的摄影师 爱登 沈志一被他盯得有些不好意思 浅浅地笑着回 你好 沈志一 伤时序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西装裤下包裹的大长腿 交叉叠加着 薄唇清起 抱歉久等了 这次的费用翻倍 文言 爱登立刻喜笑颜开 行行行 你是金主爸爸 你说的算 两人在国外是大学同学 关系还可以 随后结束了闲聊 他收起脸上的嬉笑 言归正传 我先说说我们今天主要拍摄的内容 如果有什么意义 你们可以提出来 说话间 他将一张清单递到了两人面前 他们看不明白 简单地解说一下 今天主要拍摄五种风格 室内三套白色主纱 秀和中式 年代旗袍 室外的是草坪森林戏 和海边浪漫戏 商时旭和沈志义两人对视了眼 点头表示完全接受 接着 两人就被带去了楼上 挑选五套不同风格的婚纱 上去了才知道 一层一个风格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开的是婚纱店呢 沈志义笑着打趣道 商时旭垂眸浅了声 他女朋友是一位婚纱设计师 要说他怎么知道的 因为在念大学期间 那家伙就疯疯烈烈 在追女朋友了 想不知道都难 沈志义嘴角抽出了下 没想到 人家还真是卖婚纱的 挑得眼花缭乱 好在身旁 还有老公这个军师 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把衣服给挑好了 工作人员热情地过来 帮他们选好的婚纱 都拿进了十一间 随后又转身走了出去 站在不远处等候着 商时旭垂眸看了眼小娇妻 漫不经心地问道 需要帮忙吗 说这话时 他眼神自然没有一丝杂念 好像真的只是单纯地 想要帮忙 沈志义不施粉袋的小脸上 带着丝丝笑意 谢谢 但是不用 有小姐姐呢 他边说边抬头示意她 看向不远处 站着的工作室人员 商时旭摸了摸 鼻尖笑了笑 嗯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想服侍一下老婆的机会 都不给 早知道就不让他们上来了 竟然抢走了她的福利 沈志义一双清明的信眼 完成了月牙状 嗓音软甜 你不是也要去换衣服的吗 新娘和新郎服 都是配套的 她突然想起什么 赶紧跟她提了个醒 不然 一会两人各穿的怎么办 第一套是白色西式主婚纱 她要是换上那套红色中式新郎服 那可就不妙了 不出意外 这套婚纱照 可是要被摆放在婚礼现场的 商时旭温柔地揉了揉她的发顶 低笑了声 嗯 记住了老婆大人 待沈志义进去后 商时旭这才转身去了另外一个室衣间 她需要的五套新郎服 工作人员已经帮她挂放在了里面 把她弄错了 还贴心地帮她标好了顺序 沈志义换好出来时 商时旭已经穿戴整齐在外面的沙发上等着了 一旁的小姐姐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 哇 商太太好漂亮啊 不对 她本来就漂亮 只是换上这套婚纱后 把她所有的优势都凸显了出来 听见动静 商时旭将视线从手机上移开 缓缓起身 四目相对间 两人眸底皆是惊艳 这环她第一次见她穿白色西装 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散发出一种优雅金贵 好像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偏偏帅气王子 老公 你穿白色可真好看 这句话 没有半点奉承之意 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沈志义一袭纯白色果胸脱地长裙 恰到好处的修身剪裁 将她的风营的事业线凸显得更深 洁白无瑕的锁骨和尖头 性感地让人挪不开眼 商时旭眼睛差点都看直了 心跳的洁拍已经凌乱 是心动 也是悸动 两久后 她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知之今天也很美 沈志义收回花痴的眼神 调皮地调了调眉 老公 我们是要在这里一直相互吹捧下去吗 一旁的小姐姐 努力地在憋笑 没想到 美人不但长得漂亮 还这么可爱 天哪 这对新人简直太好刻了 男帅女美 商时旭走进一步 抬手在她脑门上轻敲了下 调皮 走了 她与其逆宠又纵容 伸出大掌 包裹住她的小手 牵着一起下了楼 接下来 就是根据不同的风格衣服 化妆做造型 她五官精致 肤质又好 化妆师只给她简单地化了个淡妆 商太太 看她还满意吗 沈志义看着化妆镜中的自己 有些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自己吗 果然什么都要讲究专业性 她天天也化妆 但没这种效果 她笑着回 非常满意 谢谢 化妆师也感叹今天的发挥 不过 主要还是沈志义底子好 正印证了那句诗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化好妆后 摄影师艾登 将两人带去了 隔壁的摄影棚下 在他们换衣服时 背景所需要的东西 就已经摆放好了 艾登给两人讲解了下 摆拍的要领 和注意事项 随后又指导示范了下 末了还不忘提醒道 小叙叙 我不喜欢拍苦瓜脸 你给我管理好自己的表情包 真不愧是同校四年的大学同学 果然够了解她的 伤时序皱了皱眉头 这么多要求 对着老婆 她自然能笑得出来 这不是还有外人在吗 艾登 这能称得上要求吗 就动动嘴唇的事 随后又听伤时序很勉强地补了句 我尽量 沈志义鸣嘴憋笑 她家老公太可爱了 三个小时后 随着艾登的一声OK 完美终于结束了室内的拍摄 沈志义感觉自己的脸颊都快要笑僵了 没想到拍个照竟然这么累 两人刚坐下休息一会 就听见大厅猛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哇 这一家人的颜值都好高啊 老爷爷看起好可爱 天呐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位帅大叔和里面拍照的新郎 长得有点像 别说 还真是的 都是这么帅 我猜后面那个小帅哥是新郎的弟弟 两人也有几分像 听到动静 沈志义一脸惊讶 他转头看向一脸淡定的老公 温生问 不会是爷爷他们来了吧 根据工作人员小姐姐们的描述 真的和商老爷和商妇他们吻合 商时序眸色深了几分 眉头轻拧了下 随后温生道 我去看看 沈志义无力地应了声 嗯 他现在是腿疼 腰疼 脚疼 累得很 说话间 两人背后 传来商老爷子慈爱的嗓音 吱吱 时序 温生 两人同时转头 爷爷 您怎么来了 沈志义喜笑颜开地 从沙发上起身 这一看不打紧 好家伙 后面还跟了一条大尾巴 吱吱 温青云婉约地笑着跟他打招呼 大儿媳 商妇那张严肃的面瘫脸 难得露出一抹微笑 跟在老婆身后 好像乖乖排队等候上车的小学生 嗨 大嫂 商议成光帅气的脸上 带着灿烂的笑容 开心又兴奋地摆着手 跟在爸爸身后 沈志义亲切地笑着一一回应 温姨 爸 逸辰 他在心里默了下 终于喊出了这声罢 其实上次出狱时 他就想改口的 虽然这个称呼对他来说很陌生 但该有的礼数 还是要做到的 在他喊出这声罢后 可把商妇给高兴坏了 双手竟然有些颤抖 激动地硬道 哎 好孩子 真是太开心 太高兴了 他也有媳妇了 商时去嫌弃地看了自己老爹一眼 你别把我老婆给吓到了 商福 他有那么吓人吗 他明明很听老婆的话 在儿子和儿媳面前 尽量多笑笑 温清云瞧见自家老公那一副 自我怀疑的模样 忍不住笑出声来 老公 你这笑得 确实有些甚人 沈志义也被逗笑了 他家公公 确实不太适合笑 还是严肃的形象 比较适合他 商老爷子也忍不住 加入了吐槽行列 就是 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这个儿子 从小就是面瘫 除了长得帅以外 真的没什么优点 商议诚悄悄凑向 自家老爹身旁 摸了摸鼻尖 弱弱地安慰了句 爸 别灰心 没事的时候 在家对着镜子多练练 保准不出一个月 你就能赶上豆豆 成为微笑天使了 豆豆是他们家养的萨摩叶 商父 这死孩子 我可谢谢你了 竟然把他和狗子别 这儿祸儿子 回去再好好收拾他 商老爷抬起手里的拐杖 往二孙子挺翘的屁股上 轻敲了下 你小子犯啥魂呢 把你爸跟狗子比 商议诚疼得呲牙咧嘴 哎呦疼疼疼 爷爷 我都多大了 你还打我 他边说 边用手揉着打痛的地方 老爷子吹胡子瞪眼 怎么的 你一个小屁孩 我还不能打了 商议诚 十九岁了 还叫他小屁孩 呜呜 简直是侮辱他 高大帅气的形象 爷爷 我已经成年了 恋爱都能谈了 你还叫我小屁孩 哦 能谈恋爱了 那什么时候 给我带个小孙媳妇回来 商议诚 他这是给自己挖个坑 再把自己埋了 要女朋友干嘛 他才不稀罕呢 哪有做个单身狗爽 面对两爷孙的嬉闹 其他几人都不约而同 在心里憋笑 虽然有些闹腾 但一家人和和睦睦 这是商老爷子期盼已久的 今天终于实现了 他到时候下去 也可以跟老婆子有个交代了 商父向爱登说明来意后 他非常爽快地 应下了这个请求 没问题 伯父 保证给你们拍的男帅女美 商时去挟视了他一眼 嘴角勾起 这应该跟你技术没关系 商议诚走过来 将手臂搭在他哥肩膀头上 嬉笑道 对啊 就我们家这颜值 你只要不闭着眼 怎么拍都好看 华洛还不忘侧脸跟他哥互动 我说的对吧 哥 爱登 你个欠揍的小屁孩 没事 竟说啥大实话 他还想在老同学面前 炫耀炫摄影技术呢 很快 工作室人员搬来了一把椅子 一家人分成了三排 商老爷独自坐在最前面 身后站着的儿子和儿媳 接着最后一排站着的 是两个孙子和大孙媳妇 一会看我首饰 齐声喊茄子 为啥是茄子 喊土豆不行吗 商议诚一脸的认真 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很欠奏 爱登无语地想捶他 什么土豆 我看你长得像土豆 见过谁拍照喊土豆的 他实在想不明白 同一个爹的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长得挺帅气的小伙子 就是有点缺心眼 哎 白糟蹋了这副好皮囊 商议诚撇了撇嘴角 没再出声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赋语着 土豆怎么了 他下次还想喊西瓜呢 随着一声茄子 灯光一闪 咔嚓一声 这张全家福 成功地被定格了下来 透过镜头可以看到 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温馨幸福的笑容 随后 爱登又建议他们 可以分开再拍几张 商老爷子顿了顿 开口道 你们父子三个拍张吧 身为一个老父亲 怎么可能不清楚 儿子心中所想 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就圆了他的愿望吧 沈志义被他牵着的手 轻轻在他手心里挠了下 侧脸 冲他眨了眨眼 老公 就差你了 商福那渴望的眼神 真的很难不让人动容 身为商家的一份子 他也想化解 两父子之间的矛盾 商时序虽然心里 多少有些芥蒂 但他知道 当年的事情 追究起来 商福也是一个受害者 请客后 他挪动了脚步 向商福两人走去 二十年后 两父子首次同框 商福站中间 两个儿子伴他左右 隔着镜头 都能感觉到 满满的帅气感 连摄影师 都不得不感叹 这父子三人 真是各有各的帅 送走了商老爷子他们 沈志义和商时序两人 又驾车 随艾登去了海边拍外景 目的地 正是上次两人 去过的海边度假村 到达时 已经到了夕阳日落的时间 艾登瞧了眼 被落日染红了的海边 建议道 小叙叙 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要不来一组 浪漫落日的海景 剩下的明天再拍 反正 这度假村是商家的 一切住宿费用 又不用他操心 顺便来海边 玩两天也不错 商时序点头 行 辛苦大家了 拍完请你们去吃饭 午餐是他在 云烟革点的外卖送去的 晚餐也该 好好的犒劳一下他们 这组照片 虽然没有在计划之内 但细心的艾登 早就让随行的工作人员 多带了几套 不同风格的婚纱 就是以防不备之需 没想到 还真派上了用场 沈志毅选了套 樱花粉色系的 漏肩蓬蓬纱裙 搭配同色系的花环 穿上身后 犹如被万花拥促的 粉嫩的仙子 商时序拦住他的腰枝 两人在夕阳的余晖下 深情的对望 老婆 你好美 他俏皮地眨了眨眼 就只好美吗 他眸色温柔至极 很美 很美之之 谢谢你出现在了 我的人生里 也是我永久 至死不渝的偏爱 老公 余生路漫漫 日出有你 日落也有你 话落 沈志毅仰头 深情地吻了上去 摄影师及时抓住了 这唯美的一瞬间 完美 这大概就是 爱情最美的样子 两人的婚礼 定在了下个月的8月8 时光一闪即过 很快到了8月7号这天 婚礼的场地 定在了郊区的一座城堡内 这是商府在十几年花重金 从一个外国人手里买下的 两家人长辈 提前几天就过去了 两位新人和伴娘伴郎 提前一天过去的 上午9点 城堡某间卧室内 沈志毅在两位好姐妹的帮助下 再试穿明天的几套新娘服 哇 宝 没想到你穿起旗袍来这么有韵味 泽泽 真是便宜 你们家伤总了 慕尼双臂抱于胸前 单手抹撒着下巴 一副色眯眯地 盯着前凸后翘的闺蜜 沈志毅身上 这套红色的中西合璧风格的旗袍 出自于师姐夜出出童之首 省里旗袍裙摆的夜出童 笑着打趣她 慕色狼 想不到你连女人也不放管 慕尼嬉笑着纠正道 女人看女人 这叫惺惺相惜 沈志毅在试衣镜前 打量着身上的旗袍 她很喜欢 随后 忍不住转头娇成了闺蜜剧 就你歪理多 三人情同亲姐妹 彼此说话 也没什么避讳 慕尼一脸嘚瑟 哪里是歪理 我这分明就是真脸 沈志毅无语地白了她一眼 行行行 你赢了 这小妮子吵架就没输过 从小到大她就没赢过 嘿嘿 承让了 慕尼嬉笑着 将手臂搭在闺蜜肩膀上 不经意间碰到某处 她呼得惊出声来 挖去 饱 你这天天都吃了什么了 感觉又大了一圈 为了更却准一点 她忍不住又伸手抓了一把 流氓啊 你 沈志毅被她突如其来的动作 给吓了一跳 没好气地 拍掉她不安分的手 慕尼收回被拍红的手背 坏坏地笑了笑 嘻嘻 确实长了 你家伤总可是功不可没 沈志毅一脸猛 这关她什么事 嘿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慕尼笑得一脸贼嘻嘻 这话一落音 沈志毅和叶初彤 两人同时望了过来 男人还有这用处 叶初彤半信半疑地问道 可能是因为 两个好姐妹的都比较理想 就显得她的有些平庸 莫名的她也想再长点 网上五花八门的方法很多 她没敢试 去医院动刀子 她又觉得没必要 毕竟还是天然的好 沈志毅觉得 她说得太玄乎了 压根不相信 慕尼好似看出她的心理想法 冲两人招了招手 过来一点 别被那些臭男人听到了 与此同时 外面大厅内 几人莫名其妙地 打了好几个喷嚏 伤时序和两个发小 以及好友傅景琛 几人凑在一块 在熟悉明天婚礼上 要注意事项 记号穿揉了揉鼻尖 你妈 哪个美女在念叨我啊 肖叶明手臂大力地 拉在她肩膀头上 嬉笑了声 怎么 男人看腻了 想念起女人来了 滚 你不要卸完 我神圣的职业 记号穿美好气地 甩开她的手臂 随后又补了句 小样 你最好祈祷 这辈子都不用挂我的号 不然我给你穿小鞋 天天拿她消遣 她也是有脾气的好吗 肖叶明狭长的单凤眼 眯成了一条线 嘴角勾着笑 放心 哥这辈子都没那个机会 半白眼 切 你对自己 还真是迷之自信 傅景琛和桑石旭两人 并没有参与到 他们两兄弟的互对中 石旭 琳达是不是该 让她下岗了 傅景琛神色认真的 看向鞋 靠在沙发上的好友 桑石旭薄唇半勾起 既然合同到期了 也就没有再留下的必要 她已经人之意尽了 没有提前解聘她 这种垃圾 不能再留在公司 不然会给她老婆 招来很多麻烦 话落 她将夹在手指间 燃了大半的烟 暗灭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 得到应许后 傅景琛点头 行 到时候我亲自办理 那女人傲得很 如果直接让人事不去通知 估计她不会服气 俗话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两家老爷子 各个是精神抖擞 脚步生风 每人手里都提了好几套糖妆 跑来客厅 让几个年轻人 帮忙给挑一下 伤老爷子率先跑到 自家孙子面前 叙叙 快给爷爷挑一套 自从得知 自家大孙媳妇这么喊大孙子的 老爷子也上了头 天天也跟着这么叫 别说她觉得还挺顺口 伤时序眉头皱了皱 不太乐意爷爷这么喊她 毕竟 这可是她的小妻子 对她的专属称呼 面无表情地瞅了眼 只用了几秒钟就挑好了 指了指酱红色的那套 就她吧 伤老爷子服了服 鼻梁上的老花眼镜 心头顿时一喜 哎哟 还是我大孙子眼光好 刚开始我选的也是这套 伤时序 到底是夸她 还是在夸自己 沈外公见外孙女婿 被伤老爷子给挑走了 无奈 只好将视线落在了 另外三人之中 看起来更加成熟稳重的 傅景琛身上 慈想和蔼地唤了声 小伙子 你还帮我老头子挑一套 她银白色的头发 被打理得一丝不苟 气色红韵 略显偏瘦的身材 看起来很是硬朗 闻言 傅景琛温和有礼地站起身 认真打量起老人家 手中的提着的几套 片刻后 她从中挑选了套 暗红色带有祥云花纹的 单个拎出来 沈爷爷 我觉得 这套比较合适你 沈老爷子拿在身上比了比 一脸喜色 谢谢了 小伙子 她在卧室里挑了老半天 也选不出来 在红与墨绿色的边缘徘徊 伤老爷子 见她挑的也是红色 喜笑颜开地凑过来 忍不住打去道 哈哈 老兄弟 没想到我们两个 都挑了同一款颜色 沈老爷子笑眯眯地回应道 虽然红了点 但喜庆 对 喜庆 两位老人相视一笑 这时商府走了过来 有些严肃刻板的脸上 带着丝丝笑意 爸 沈叔 商老爷转身看向上自家儿子 在他身上瞟了一眼 突发奇想 森瑶啊 要不你也来一趟 商府眉头皱得 能夹死一只蚊子 脸上嫌弃的表情掩盖不住 一旁的沈老爷子 赶忙地笑着拦住 大侄子这年龄 哪里适合穿 商府连忙投去感谢的眼神 商老爷子瞧自家儿子 又拉垮着一张苦瓜脸 顿时了然 没有再强瞧 商府坐下后 将手里的一个文件袋 递到了沈老爷子面前 沈叔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您务必收下 沈老爷子疑惑地 看向老兄弟 见他摇头 又重新将视线 落在商府身上 不解地询问 大侄子 你这是干啥 华洛想到了什么 他赶紧 将那份文件袋给推了回去 时序在三天前 就已经将聘礼送到我们家了 商府一脸认真 郑重有声地说道 沈叔 谢谢你们把芝芝 培养得这么优秀 时序能娶到他 是我们商家修来的福气 他重新将文件袋推了回去 继续说道 这就当我代替 时序和芝芝 孝敬你们的一点心意 见两人推来推去 商老爷子忍不住出声 老兄弟 别让我们商家觉得 占了你们家便宜啊 怕他不为所动 商老爷子继续游说 你要是不收下 我们都过意不去 在这两父子轮番的游说下 沈老爷子无奈地 只好接下了 打开后他才知道 商妇给他们沈家的聘礼 有多贵重 别墅一套 黄金地段的商铺十几间 另外还有旗下个某个公司的股份 这无疑是在替而洗沈之意 赡养他们父女俩 让他们的衣食住行 有了绝对的保障 沈老爷子 久久不能平复心中的思续 随后也只能深深地叹了口气 午饭过后 商石旭 牵着沈之意的手 在城堡外的草坪上散步 紧张吗 他问 有点 你呢 他顿下脚步 侧头看他 商石旭抬手在他脸颊上抚摸了下 滴滴地浅笑了声 还好 其实他也有点紧张 只是没好意思说实话 他轻唤了声 吱吱 沈之意猛然仰头 好巧不巧地擦到了他的嘴唇 他心跳猛地加快 抿了抿唇半 对上他漆黑的毛子 怎么了 他嘴角挂着一抹肆意的笑容 宝宝刚刚好像在 占我便宜 沈之意刚想气地把头转过去 不理他 呼得后脑勺就被他给扣住 两人就这么直直地对望着 商石旭猴姐滚动了下 看在你明天即将成我新娘的份上 暂且放过你 沈之意抬手在他胸膛上敲打了几下 讨厌 就知道吓人 刚刚还以为他要吻他 长辈全在这城堡里 万一一会出来散步 碰到多尴尬啊 好在关键时候 这男人还算靠谱 他将人搂在怀中 贴着他的脸颊 谢谢宝宝的出现 不然这辈子我可能要一个人孤单下去了 他是幸运的 在对的地点 对的时间里遇到了对的人 一日天光破晓 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透过窗边的沙帘照射进来 商石旭猛地睁开眼睛 赶紧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 早上五点 还早 差点以为自己睡过头了 昨晚 他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 或许是兴奋 或许是紧张 也或许是因为没有老婆在身旁 虽然两人都睡在同一个城堡内 但他还忍不住想她 过了凌晨 才喝了下眼 他深邃漆黑的毛子 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两久 终是没忍住 给他发了条信息 原本想打电话的 他被岳母发现 因为昨晚沈志义是跟沈母一起住的 亲爱的老婆大人 宝宝 想你终睡不着 原本以为没那么快有回复 没想到秒回 亲爱的老公小可爱 你也行啊 要不你来找我 城堡庄园的面积很大 沈志义对这里还不熟 他怕走迷路了 沈志义激动地赶忙坐起身 葱白修长的手指 飞快地输入一顿文字 亲爱的老婆大人 在玻璃花房等我 这地方 离沈志义所住的卧室没多远 他知道路 小心翼翼地收起手机 下了床 临转身时 还不忘看了眼床上 还在和周公约梦的沈母 见他没有半思思醒来的征兆 这才轻手轻脚地出了卧室 饶食沈志义 对自家城堡不算陌生 紧赶慢赶的 还是用了十几分钟 在聚集了十几种花色的玫瑰园中 他见到了心念念的小娇妻 仅仅是隔了一晚上没见 伤时序感觉仿佛跨越了一世纪 贪婪想念地将脸颊埋在他颈窝处 清了清 嗓音低唇 宝宝 好想你 沈志义鼻息间 全是他清淡的松香味 和浓烈的荷尔蒙气息 被他手臂沽得有些紧 喉咙深处一出一道阴鸣声 透不过气了 闻言 伤时序揽住他腰间的手臂 松了几分 滴滴地笑了声 这样可以了吗 嗯 沈志义整张脸都埋在他的胸膛前 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 聆听他强健有力的心跳声 两人温存了片刻后 沈志义仰着下巴 直接慢慢地描绘着 他流畅的下恶险 最后柔软的指腹 落在他性感的双唇上 停顿了下来 他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 就在他想要收回时 耳畔响起他暗哑带笑的嗓音 知之是在挑战老公的忍耐力吗 沈志义脸颊瞬间蒙上了一层红韵 卷翘的睫毛不经意地轻颤一下 视线上移 两道目光痴缠交汇在了一起 他炼焰般的性谋 微顿了下 就在愣神的瞬间 伤时序突然俯身压在了他的唇半上 嗯 突如其来的吻 让沈志义有些猝不及防 伤时序 一只手轻捏着他的下巴 另外一只揽抱着他的后背 以防重心不稳摔倒 他的吻越来越不温柔 带着些强势和战友 如同暴风雨般席卷着口腔内每个角落 两人呼吸声都渐渐地乱了 在最后一丝理智即将耗尽完的时候 伤时序及时踩住了刹车 深黑的眸色带着一丝赤红 从他唇半一开些 汗手抵在他额头上轻轻低喘着 迪雅的嗓音响起 宝宝 还要继续吗 沈志义全身软绵地挂在他怀里 嗓音胶软得不像话 别闹 八点 化妆师就要过来了 再说 这里也算是公共场合了 要是有人过来 看到多尴尬 伤时序 唇半落到 他裸露在外的白皙肩头上 亲吻了下 语调缓慢 这不还早吗 说话间 他那带着些粗力滚烫的大掌 好似漫不经心地 在肆意游走 沈志义双手捧起他的脸 及时制止了 继续为非作歹的意图 别咬 平时怎么闹他都可以一塌 但今天可是重要的日子 他可不想带着他爱的吻痕 出现在婚礼现场 嗯 不要 他嗓音中带着隐忍和克制 低笑了声 突然 远处传来两道熟悉的嗓音 沈老爹啊 你看这个庄园这么大 荒废在里 怪可惜的 不如我们一起搬过来 种点果子 养养鸡 怎么样 话落 不等对方有所反应 接着又说 对了 那后边还有一块葡萄园 到时候就把鸡养当那里面 再在旁边搞个鱼塘 老兄弟 这主意不错 正好我老头子 闲得正发慌 嘿嘿 那就这么办了 这嗓音 花房内的两人都听出来了 是伤老爷子和神老爷的 沈志义放在他脸颊上的手 赶紧放收下回来 脸色有些紧张 抬眸对上他温柔的视线 小声说道 好像是爷爷和外公 同时又在心里诧异 这俩人怎么起那么早啊 伤时序揽住他腰枝上手臂 没有要收回的意思 下巴紧贴在他耳畔 滴滴地笑了声 怕他们看到 沈志义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心里慌得一批 这要是被爷爷和外公看到了 多尴尬啊 偏偏这男人 竟然还不慌不忙的 好像一点也不着急 他紧咬着下唇瓣 无语地白了他眼 你说呢 他话刚落音 就见伤时序抱着他 猛地转了个身 直接躲到了花房的布帘后面 沈志义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 给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嗯 好在伤时序 及时封住了他的嘴唇 那道未发出来的尖叫声 被堵在了喉咙里 两人面贴着面 沈志义线长的睫毛 宛如一把倒映的小刷子 随着眼皮的眨洞 轻轻地呼闪着 他就这么看着 近在咫尺地放大俊脸 两人温热地呼吸缠绕在一起 沈志义含住他胶软的双唇 并没有动 近距离地观察到 他脸上可爱的小表情 听到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他缓缓松开他 垂眸轻笑了声 他们已经走了 沈志义紧绷的身体 终于放松了下来 他抬眸 我们也赶紧回去吧 嗯 宝宝 我们婚礼上见 沈志义用指腹 给他失去嘴角上的水字 他眸光四星沉 有温柔 有深情 有心动 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各自回了房间 沈志义悄悄地扭开卧室的门 探进脑袋 先观察了下情况 见沈母还没有醒 瞬间松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关好门 重新脱下裙子 换上睡衣 捏手捏脚地躺回床上 闭着眼假妹 天渐渐地大亮 沈母定的六点钟闹钟 准时响起 叮铃铃沈志义根本就没有睡意 所以在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他就睁开了眼睛 假装打着哈欠 伸了个懒腰 猛地坐起身 冲沈母甜甜地一笑 早啊 妈 醒了 沈母有些纳闷 女儿一向喜欢赖床 今天怎么这么准时 关掉闹铃后 他转头 视线不经意地落在 女儿有些泛红的唇瓣上 他惊诧不已 芝芝 你的嘴唇怎么了 沈志义给你顿时咯噔一下 他妈妈的眼神 也太好了吧 这么明显吗 他们也没亲得太狠啊 这样都能看得出来 心虚地赶紧撒了个谎 昨天嘴馋了 吃了包辣条 嘿嘿 还好他以前有过这种经历 初中时 同桌给了他一包辣条 吃了之后 结果第二天 嘴巴被辣中了 果然沈母 没有半思怀疑 又心疼 又忍不住数落他 都多大了还这么任性 明知道自己不能吃辣条 偏偏还寻找刺激 沈志义吐了吐舌头 一把抱住他的手臂 撒娇 撒娇似的将脸颊贴靠了上去 知道了 妈妈 下次再也不吃了 沈母面对女儿的撒娇卖萌 又好笑又好气 你呀 能有时序一半懂事 我做梦都能笑出声来 虽然嘴巴说得很嫌弃 但语气中的逆宠和纵容 掩藏不住 洗漱好后 两母女去了前面大厅 在几个庸人和温清云的张罗下 餐厅大员桌上 摆放了各式各样的早点 以及饺子和汤圆 见两母女过来 她微笑着招呼道 亲家母 芝芝 过来吃早餐 沈母早上去过厨房 想去帮忙的 但是被温清云给拦了下来 辛苦你了 温妹妹 原本她也想回敬一生亲家母 可正牌亲家母还在 她也不好这么讲 温清云清秀的面上 带着温婉的笑意 一点也不辛苦 我只是在旁边打个下手 都是刘妈她们做的 她说话总是温声温语 谦虚礼让 真不愧是书香门第出声的 沈母打心眼里 佩服女婿的这个继母 不但心态平和三观端正 还没有豪门阔太太的架子 相比起女儿的正牌婆婆 她觉得 眼前这位和商妇更加般配 要是商妇一开始联姻的对象 就眼前这位 那该多好 唉 真是天意弄人啊 不过想了想 要是没有商妇的前妻 她哪来的这个好女婿 吃完早餐后 化妆师和摄影师团队 以及司仪也到了 沈志毅在两位好姐妹的帮助下 换上白色主纱 静静地坐在化妆镜前 看着化妆师在她脸上涂涂抹抹 新娘庄家发型 整整弄了两个多小时 在她转过身的那一瞬间 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惊艳住了 巴掌大的小脸 化着精致的淡妆 一颦一笑 皆是优雅高贵 一袭白色果胸脱地于尾裙 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 凸显得更深 裙摆上坠着手工袖制的 九十九朵白玫瑰 层层青纱上 镶嵌着九十九颗碎钻 随着裙摆的走动 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美帝不可方物 犹如仙女下凡 哇 宝 你今天真的又美出了新道度 慕妮一脸痴迷 恨不得两只眼珠子 贴在闺蜜身上 叶出通认同地点了点头 嘴角挂着温柔的笑容 的确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帝新娘 真的不得不佩服 师妹的五官真的太会长了 可纯可欲 可甜可言 自从和伤时续领了证之后 沈志毅就渐渐地退去了青涩 多了份妩媚勾人的韵味 十二点整 庄严的结婚进行曲 在城堡的草坪上缓缓响起 沈志毅挽着外公的手 一步一步 往另一头站着的男人走去 红地毯铺成的道路两旁 摆满了紧促相拥的白色玫瑰 他一袭白色西装 站在红地毯的尽头 宛如金贵优雅的白马王子 让人一步开眼 沈志毅一眼望去 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那份悸动 伤时续在沈志毅出来的那一刻 心跳就已经乱了 他恨不得直接冲过去 把人抱走 谁也不给看 这么美的老婆 只能他一个人看 沈老爷子一身黑色西装 看起来阴挺又威严 紧紧握住宝贝外孙女的手 心情颇为激动 当年他没能给女儿 寻得一门好粮婿 让她毁了一辈子 这是他今生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 如今 看着外孙女走进幸福的婚姻 这多少弥补了他心中的遗憾 终于 走到伤时续的身边 沈老爷子把外孙女的手交给他 今天就正式地 把我的宝贝外孙女交给你了 希望你记住自己今天的诺言 疼他 爱他 不要辜负他 伤时续紧紧握住沈志毅的手 视线灼热地看着眼前深爱的人 心里的激动和悸动 同时进行着 随后 看向沈老爷子 神情很是认真 外公 请您放心 孙续铭记在心 好 外公 相信你 沈老爷子眼眶有些泛红 他极力忍着 不让眼泪跑出来 开什么玩笑 他都一大把年纪了 当着孩子的面哭 多丢人 何况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只能笑 不能哭 沈志毅抑制不住的鼻头发酸 带着浓重的鼻音 外公 我们会长长久久 幸福美满的 好好好 外公相信你们 也祝福你们 沈老爷子嘴角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看着台上的一对碧人 伤负难掩一位老父亲的激动和欣慰 原本他想给儿子和儿媳 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的 谁知遭到了两人的拒绝 说是不想高调和繁琐 只想办个简单低调的草坪婚礼 他尊重儿子和儿媳妇的想法 只好做吧 台上 在四一一系列的主持操办下 开始了新人的结婚誓词 商时序眼神温柔 都能溢出水来 与其认真且真诚 商太太 有幸今生与你相爱 余生指手相陪 沈志毅 商先生 初为人妻 余生请多多指教 一切刚刚好 没有早一步 没有迟一步 不早不晚 恰好是你 中屌 下来 小来 内容 划